龙银王朝,崇德28年,初夏 京城建州,西郊一座偏僻的院落 夜深了,树上传来几声寒鸭提鸣 二进门处,一个灰衣老嬷嬷,正探身出去 不知与谁滴滴私语了几句 很快的,他又降门关闭,转身回了院子 只是在转身那一瞬,朝着西乡房瞥了一眼 此时的西乡房床榻之上,静静躺着一个瘦弱不堪的少女 只见她面色苍白,咳喘不断 生生要把心肝都渴出来,听上去很是骇人 少女眼角一行青泪缓缓而落 两年前的冤屈,如同一根刺一般扎在她的心间 13岁的女孩,被嫡亲祖母冠以寄予姐夫之名 仗则二十板子,赶出府邸,幽居别院闭门思过 两年了,她来此别院,已经两年了 她不懂,活着短短一十五年,是为了什么 她不懂,为何母亲生下她,却只陪了她短短五年 就撒手人寰,离她而去 她更不懂,为何父亲总是对她不冷不热 就如同陌生人一般 她轻叹一口气,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吐的,咳吱一声,门开了 灰衣老嬷嬷端着竹台,缓步凑近床前 轻声问道,二小姐,怎地醒了? 张妈妈,您怎地还没睡? 是我吵着您了吗? 少女费力地撑着头,看向来人 乖巧的眼神中,分明带着几分依赖 张妈妈阴侧侧地勾唇一笑 伸手扶着单薄瘦弱的少女躺 不露声色地握住床上的背脚 就要给她盖上 嘴里说道,虽说入了下 夜里却还是凉的,老奴来看看二小姐 声音还是那个声音 与气却没了往日的温和 似乎有些阴阳怪气 还不等床上少女反应过来 她的口鼻就被那张妈妈手中的被子 蒙了个严严实实 这二小姐本就卧病在床 瘦弱不堪,气力全无 她哪里是四五十岁健壮老夫的对手 简直毫无招架之力 就连喊救命都喊不出 她一双惊恐的性慕 绝望地盯着眼前这个面目猙獰的张妈妈 满视不解 为何? 祖母派来伺候自己的张妈妈 这两年来,一直对自己极好 为何今夜要来杀害她? 张妈妈见着二小姐额间轻轻抱起 挣扎得双手缓缓滑落 双眼也终于停滞不动 她这才慢慢地松开了手 她战战兢兢地伸手探了那二小姐的鼻息 确实没了气息 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又赶紧将那断气小姐的眼皮抹了下来 听说,被枉死之人紧紧盯着的话 她就会被那人变成的恶鬼 缠住 一阵夜风自窗帘吹入 烛火随之摇曳起来 令昏暗的房间中无端多了几分诡异 就在这时 一道惊雷在夜空中骤然乍响 一场大雨宣泄而下 正在整理床铺 试图制造二小姐半夜可喘憋气 而往假象的张妈妈 被这惊雷吓得心头一跳 她看了一眼窗外哗哗的雨 嘴里嘟囔道 好好的下什么雨,真是晦气 奔来准备继续整理床榻 就见那躺在床上 早已断气的少女 此刻却猛地睁开了双眼 啊,张妈妈踉枪后退几步 腿脚一软跌走在地 她满面惊骇 哆哆嗦嗦地张嘴解释道 二小姐 是您的存在挡了别人的路 休怪老奴无情 冤有头债有主 您可别来找老奴 床上的少女 似听不懂眼前老仆父的话 只死死地盯着她 一言不发 她不是死了吗 一片混乱的记忆 毫无章法地冲入脑中 片刻后 司警星唇角一扯 自己的灵魂 竟然穿越到了 这个枉死的苦命小姐身上 摊坐在地上的张妈妈 正好瞧见床榻上那 死而复生的二小姐 阴侧侧地勾唇一笑 她心底猛一哆嗦 莫不是二小姐 真的变成恶鬼来讨债 外面的雨 似乎越下越大 雷声滚滚 房中烛光随风摇曳 一人一轨在昏黄的光线下的对视 实在诡异极了 事已至此 她也成了恶鬼 她也得把她赶回地府去 若 若此事不成 府上那人 定不会饶过她一家老小 张婆子心中发了狠 从袖口中 掏出一张帕子 她猛地扑到床边 将帕子抖向那 不知是人还是鬼的二小姐 这帕子沾满了迷药 她方才就是用这种迷药 迷昏了首夜的两个丫鬟 本想先把这二小姐也迷昏再动手 谁料她进来时 这二小姐正醒着 又想她缠绵病塌多时 也无需费多少力气 怎料会如此难缠 四景星在闻到那点点果香味时 方才回神 身为军医的她 自然分辨得出来迷药的成分 暗骂自己大意 想赶紧闭起 却为时已晚 她挣扎着想喊人 发出的声音 却微乎其微 那老夫人栖身上前 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手下力气很是大 四景星心中巨异猛增 胸腔的窒息感 也越来越强烈 她双手胡乱地推扫那老夫人 才刚刚穿越至此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 就在这时 她脑海中一片白光闪过 她仿佛回到了上仪式 回到了她的姓林雅絮 这姓林雅絮的一楼世间药房 她记得柜台上的工具箱中 有剪刀 取出来 取出来 四景星心中在叫嚣着 她要去拿剪刀 她不能被掐死 当剪刀握在手中 那冰凉的触感 让她不知是真是假 如梦似幻 然而胸腔内的窒息感 却又是那般的真实 让她不得不塌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挥动起手中的剪刀 直到掐在自己脖子上的那双手 一点点松开 四景星猛地大口呼吸了几下 因为缺氧导致的头晕目眩 渐渐缓和 她才感觉到身上湿黏黏的 定睛看去 竟全是方才那贼婆子的血 而那一身血迹的婆子 正趴在她的床上 一动不动 窗外的雨 渐渐小了 房中的血腥味弥漫开来 令人不寒而栗 小姐 这该如何是好 绿竹一手揽着自家小姐 靠在床头 一手颤颤地指着地上 躺着的人 不 躺着的尸体 她不敢想 方才推门 而入室看到的情景 满身血污的小姐 躺在沾满血迹的床榻上 正目光直直地盯着床慢 她差点以为 一想到这儿 她就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嘴巴 第二章 药房空间 她怎么都不敢想 她和燕妃姐姐两个人首页 居然都被这老贼婆钻了空子 差点害小姐丢了命 呜 都是奴婢的错 奴婢没有照顾好小姐 绿竹呜呜呜地抹着眼泪 真的是太后怕了 燕妃关了房门 转身冲绿竹轻喊了一句 快快闭上你的嘴 生怕旁人不知道 咱们屋里出了事 此事若被门房上的知道 说不准明早就传到京中府上去 咱们需得谨慎着先 她又跪坐在司警星身侧 小声安慰着 小姐 你莫怕 若出事 奴婢一力承担 司警星盯着地上的尸体 并不害怕 她前世是医生 更是跟随部队 执行过许多特殊任务 她早已习惯了 枪林弹雨中的生活 也见多了血肉横飞的场面 此刻 她只是心惊于 这古代深宅大院中的狠辣 她瞇了瞇眼 一个卖身奴才 都敢明目张胆 对主家小姐动手 这背后之人 如此迫不及待地 要弄死她 莫不是 京中府上有何事发生 司警星面色微沉 转头看向燕妃 正色道 本小姐有何可怕 一个是主的家生婆子 死就死了 去后院巧声埋了就是 燕妃听到这话 呆愣片刻 似是听错一般 她扭头看向一旁的绿竹 见那丫头 也是一脸疑惑 心道 小姐这是怎的了 从前可是不敢说 这种话的 平素小姐 最是怕招惹是非 小心谨慎 莫不是 今夜因着险些 被这张婆子害死 受了刺激不成 燕妃这样想着 心中更是心疼自家小姐 而此刻 却不得不小声提醒道 小姐 这张婆子 可是老夫人院子里的 虽说只是一个 洒嫂的下等奴才 可 就这样死在咱们手里 即便是夫人 替小姐求情 怕也是 司警星看着眼前 一脸忧色的丫头 园主的记忆中 这姑娘对她是真好 心眼也识尚 就是太善良 看不透人心险恶 她叹了一口气 打断了她的话 问道 燕妃 你如今还不明白吗 她虽是祖母院中的人 却是听命于那个人 罢了 你只想想 自我母亲走后的这十年来 我忍辱负重 忍气吞声 小心谨慎 从不与人争夺些什么 可到头来 究竟又换了什么来 燕妃闻言一愣 听命于那个人 是夫人 她不知为何 自己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夫人 先下想想 夫人平素最喜替小姐出头 只是不知为何 她越是护着小姐 小姐的日子 仿佛愈发难过 燕妃猛地转头 看向地上躺着的尸身 不由心下一颤 这张婆子 竟是济世周氏的人 原来 那周氏往日 对小姐的细心照顾 温柔爱宠 都是假的 可 她为何要如此做 她已经是一副主母了 小姐的存在 挡了她什么事 竟是派人来要小姐的命 燕妃抽了抽发酸的鼻子 不敢再细想 她带着绿竹匆匆离去 趁着夜色 好处置了那老妇的尸身 四锦星换了干净的衣裳 无力地躺在榻上 这副身体实在太虚弱 方才 她从杏林亚续药房中 取了咳喘药 这会儿倒是不想咳了 房中的血迹 已经被两个丫头清理干净 可这血腥味依旧浓烈 思锦星却不在意 她此刻正抹擦着 左手中指出的 一枚兰花形玉戒 与她前世那枚一模一样 只是 就在刚才 她发现这玉戒 连接了上一室杏林 亚续的空间 那是一座独栋三层小楼 一楼是诊疗室和药房 车库 药房 一般只在周末 自己休息的时候接诊 周边的社区居民 对她这个年轻军医的医术 很是认可 每到周末 总是患者迎门 二楼是手术室和监护室 她作为高级军医 少不得随时为伤兵 做手术做护理 所以 这间手术室配置并不低 三楼是自己的个人公寓 两室一厅 一出一位 姓林亚续 距离市中心比较偏远 于是 司警星就很是喜欢囤货 各种生活物资储备的面面俱到 相当齐备 就在方才被那老婆子掐住脖子 冰死之际 亏了有这空间 否则她刚穿来 就得再去死一死 她发现这空间 不仅可以通过意念 自由拿取存放物品 甚至 她整个人都可以进去 这简直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司警星右手转动兰花戒指 反复测试了几次 一会儿掏包口罩出来 一会儿又取一瓶浆糖饮出来 屡试不爽 她正玩得不亦乐乎 想去二楼三楼逛逛 却发现根本进不去 她只能进入到一楼药房 或者拿取到一楼药房的物品 二楼三楼 意念无法探极 人也开不了通往二楼的门 这空间就像一个谜 须得慢慢研究 不过也不急于这一时 她收了意念 当下最重要的 是用这副身体 在这个时代活下去 好端端的嫡女 沦落至此 园主也是个苦命人 上一世 她被渣男背叛 冲动之下 据执行非常任务 被弹片打中而丧命 能来到此处 也算是上天眷顾了一回 于我 这一世 去她的男人 搞事业才是王道 于你 这一世 你的仇 我替你报 你的身份 公道 我帮你讨要回来 一路走好 司警星摸了摸 被掐得发子的脖梗 有一些酸胀的痛感 她又捋了 驴脑中杂乱的记忆 只为原主鸣不平 十三岁的小女孩 花一般的年纪 稀里糊涂 就被被扣上一个 寄予姐夫的帽子 损了归玉不说 还被亲祖母活活仗打二十板子 一身伤痛无人问津 直接赶出府邸 幽闭别院 当真是毫无亲情可言 饶是如此 那平素看起来最是温和的继母 却依旧不放心 竟收买了将军府老夫人派过来的人 包藏杀性 对此 原主居然从未起过疑心 也难怪 谁让对手太会演戏了 此次 若不是有她的空间可以作弊 他们杀的 就是她和原主两条人命 司警星梳理着脑海中的记忆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 那大姐夫 也就是害她被打板子 又被赶出府的三皇子 竟与前世背叛自己的渣男 长得一模一样 上一世惨遭背叛 还未来得及报仇 这辈子又遇到了 第三章 家有恶仆 说到三皇子 就不得不提她那媳妇 也就是私府大小姐 司警月 在原主记忆里 那好大姐司警月 每每回府 总在原主跟前夸赞她那皇子夫婿 原主单纯 只当是姐妹间闲聊 对三皇子也多有讨论 其实 只是单纯的好奇 毕竟她一个深归小姐 只接触过父亲和哥哥两个男子 而两年前 竟被卷入勾搭姐夫 偷窥姐夫之事 又被那大哥司警号 撞破当场 自此和府上下 皆知她心仪三皇子 给予大姐的皇子妃之位 司警星心中冷哼 此事分明是他们姐弟二人设下的圈套 那大姐司警月 压根不是个好东西 只要有原主在 她这个凭借生母妾是扶正 从庶女变成的嫡女 多少就有些尴尬 所以 她挖好坑 又借祖母之手 除之而后快 那位好继母 更是在最后关头 助了一臂之力 这杖则 倍感 被杀 暂且不说 单说这右脸 她凭着原主的记忆知道 这原主与她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在十年前的某一日睡醒起来 就发现 她的右脸上 布满了大片黑斑 十分可不害人 原主当年年纪上小 不知何故 只当自己生了怪病 而祖母 父亲却都不把她放在心上 甚至不曾好好找个大夫给她诊治 那大哥司警号 甚至给她起了诸多难听的外号 什么丑黑脸 烂脸猪 而司警星却知道 这哪里是生了怪病 分明是被人下了毒 十年前 原主的亲娘兰氏 前脚刚离世 她后脚就被人下毒毁了容貌 这下毒之恩 实在太心结 再说 这两年再别愿养身体 为啥越养越差 她方才已经查验过药渣 根本就药不对症 这些虎狼之药 别说是个弱不禁风的小姐 就是个莽撞汉子 长酒喝下去 身体也得垮 那司家老太太 虽不喜她这个嫡亲孙女 却不至于如此害她 此事 万不可能是她所为 只能是那周氏一人 好一个诡计多端 因很毒辣的寂寞 司警星仔细搜刮着原主的记忆 这周氏怕是有一种执念 只要有原主在 整个建州就都记得 她是妾室扶正的记事 正所谓旁观者卿 她将周氏的心思摸了得清楚 只是可怜了原主 无辜丧了命 冤有头 债有主 这桑尽天良的母子仨 也该还债了 折腾了大半夜 天快亮时 司警星方才辗转睡去 直到第二日晌午 才悠悠醒来 确切地说 是被院子中 锅造的吵闹声吵醒的 莫大娘 这吃石给小姐用 怕是不合适吧 府上每月拨十两银子给别院 您就给我们小姐吃这个 绿竹看着那老嬷嬷 手中餐盘中的食物 忍了又忍 终究还是气不过 问出了声 那被称为莫大娘的婆子 砰的一声 将手中的托盘 料在院中的食桌上 她撇了撇嘴 扯着奸细的嗓子叫道 哟 绿竹姑娘 你这丫头 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府上虽说每月拨十两 给咱们别院 可咱们小姐 每日里喝的汤药 不都是银子吗 那些个药 可是贵着呢 燕妃见绿竹被气得脸色通红 扯了她一把 这我没说到 莫大娘 小姐日日吃药 是费些银子 可却也不至于沦落到 吃这般饭菜 您瞧瞧 这稀饭里连个米粒都瞧不见 这青菜都是黄叶 更是一点油腥子都没有 小姐本就身子弱 你再天天用这等 清汤寡水之物敷衍了事 小姐哪里能养好身子 墨婆子瞥了眼 房门紧闭的西厢房 没好气地说道 那还不是要怪你家小姐 在京中府上吃香喝辣多好 非做出那些个不要脸的事情 自己品行不端 被赶出来 不是活该 燕妃知道 自家小姐从不苛待下人 总是心疼她们 为活迹奔波 谁料 院中下人 竟慢慢地愈发得意忘形 甚至都不把小姐放在眼里 可 小姐只是胆子小了些 却也是正经主子 她没想到 这墨婆子 居然敢这样口无遮拦地 说出这种话 顿时气地说不出话 只伸出手指着那墨婆子 道 你 绿竹健壮 也不顾她是不是这别院管事了 直接骂道 你好大的胆子 胆敢背后议论主子 日后小姐回府 定告知主母 将你这老貂婆赶出私家 那墨婆子闻言 毫无巨色 静一屁股坐在石凳上 朝着西乡房的方向 弩了弩嘴 幸灾乐祸地说道 哎呦 老弩好怕 哈哈 那也要看咱们小姐 还有没有命回去啊 泽泽 这日日的咳 怕是得了肺牢吧 能不能挺过这个三幅天 还不一定了吧 绿竹气地刚要张嘴骂回去 就听咯吱一声 西乡房的房门 打了开 就见一少女正迈过门槛 朝院中走来 她袭了一身白色衣裙 过腰长发 自然地散落身后 本就瘦小的身子 更是显得雷弱不堪 就似一阵风吹来 便能将她吹走一般 燕飞最先反应过来 忙跑过去 将人搀扶住 惊慌问道 小姐 您怎么出来了 外头有风 我扶您回房吧 她家小姐 这两年身子越来越差 缠绵病榻已有数月 更是许久未曾踏出房门半步了 此时若被那墨婆子气到 这身子哪能受得住 司警星看着燕飞这样子 心情没来由得好了许多 心道 园主还是有真心疼她的人 她拍了拍燕飞的手 弯唇笑了笑 安慰道 不妨是 随即 她冷眼看向院中那黑胖婆子 立声说道 我当是谁 给我将军府看门护院的狗奴子 也有了这等妻主的本事 绿主 给我长嘴 那还坐在石凳上的墨婆子 本还翘着二郎腿 就等着那走出房门的二小姐 主动跟她打招呼呢 毕竟 那二小姐自小丑陋不堪 满脸的黑斑 像来一副自卑懦弱的样子世人 往常见了面 对她这个管事婆子 也是妈妈长妈妈短的 客客气气的说话 而今日 竟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张口就让丫鬟打人 墨婆子愤怒地扭头 去瞪是那个 贫素柔弱胆怯的二小姐 人还是那个人 瘦弱的就肆一阵风 就能将她吹走的样子 脸上没有戴面纱 又脸上的黑斑 爆出在人前 丑陋异常 可那双眸子中 此刻却满是冷煞之气 墨婆子不知为何 心中竟莫名有了一丝胆怯 她强撑着 嘴硬道 二小姐 你敢 第四章 本小姐的冷饭可好吃 站在墨婆子身旁的绿竹 早就被气坏了 此时听小姐这样吩咐 自是不管那墨婆子 如何叫嚣 她蹭着攥住那墨婆子的衣巾 朝着那墨婆子的脸 抬手就是一巴掌 墨婆子万万想不到 绿竹这小丫头 真敢动手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打得瘫坐在地 这二小姐 是着了魔 还是被鬼上了身 她怎么敢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 此时地上很是潮湿 墨婆子这一座 弄了一身的污泥和脏水 心中更是气愤 她狼狈起身 捂着脸问道 二小姐 老奴可有说错什么 只是就事论事 您在府上做的那些个丑事 老奴也没有说错啊 二小姐这是干什么 咱们府上一向善待下人 从不打骂 小姐如今被赶到别院 就要坏了府上的规矩不成 四锦星坐在燕妃 搬来的竹凳上 邪腻了那墨婆子一眼 冷声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跑到主子面前 教我懂规矩来了 既然做了我家的奴才 拿了我家的银钱 就当好你的差 管好你的嘴 办好你的事 鼠子的事 还轮不到你说嘴 墨婆子哪里见过 如此牙尖嘴利的二小姐 被说得一愣 这二小姐 住到这别院已有两年 从未拿身份压过她 今日是怎地了 她一时有些发猛 说不出话来反驳 你什么你 你说得不错 我们府上一向善待下人不假 却只善待勤恳厚道之人 像你这般 趁着主子卧病在床 却不尽心伺候 还欺上瞒下贪墨主子 赢钱的雕奴 别说福利规矩不容你 就是皇家法度 也容不下你这种恶行 司警星冲着墨婆子 立声说完这几句话 转头对着绿竹吩咐道 让门房拿绳子来 绑了这个老仓妇 送衙门去 告她的雕奴妻主 贪墨钱财之罪 绿竹早就看不惯这墨婆子 今日难得见自家小姐 这一般扬眉吐气 芒高兴地应了一声 小跑着就要冲出院子去叫人 燕妃从没见过自家小姐 这般的盛气凌人 一时捉摸不透小姐的心思 可又怕事情真闹大 自家小姐会吃亏 她忙喊住绿竹 冲着那墨婆子呵斥道 你也是府里老人了 我们遵您一声墨大娘 今日之事 非要闹到衙门不成 不怕丢颜面 吃官司 最后被府上急了你的差事 还不快快跟小姐赔罪 再说那墨婆子 平素里只是仗着二小姐 是个胆怯懦弱之人 在这院子里 作威作福罢了 可此时一听要将她送衙门 自制进了那种虎狼之地 不死也得掉层皮 她顿时慌不迭地说道 二小姐 老奴再也不敢了 这次就放过我吧 四锦星扶着燕妃的手臂 慢慢踱步走到墨婆子跟前 她指了指石桌上的食物 勾唇一笑 道 别说本小姐不给你活路 既然你认为这饭菜说得过去 那今日 本小姐就赏赐给你 一点不胜全吃下去 若有剩余 咱们还是到衙门树里去 绿竹 给我数着 数到一百下 她若吃不完 也就不用吃了 直接送她去吃牢饭 本想蒙混过关 只嘴上求饶的墨婆子一听 还想再分辨些什么 却听绿竹已经开始数了起来 无奈之下 墨婆子 值得拿起筷子 她快速地往嘴里 塞起那些烧糊的黄菜叶子 又咬了一口冷硬的波波 灌了一口没有米粒的凉稀汤 旁人不知也就罢了 她却是知道这哪里是米汤 分明是刷锅水 熬眼看就要吃完了 墨婆子实在没忍住 干呕了出来 绿竹见状 一泪一声 像是自言自语道 怎地又有吃食了 奇怪 不会越吃越多吧 78 79 墨婆子想死的心都有了 她怎么从来不知道 这二小姐居然这么变态 她强忍着恶心 冲口喊道 怎地不见张妈妈 还请小姐叫张妈妈出来评评脸 她也是方才才想起张婆子 若有她在 定能帮她解围 燕飞一听 这墨婆子提到张婆子 手指微微一抖 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 昨夜的事 当真是可怕至极 司警星就在燕飞身边 知她是想起昨夜的事 这丫头 在这别院 经历了这么多不公之事 此时还能因为别人 一句话就胆怯 日后回复 遇到的事只怕会更多 这样怎么行 她也不看那墨婆子 转身朝着厢房缓步走去 出来这么一小话 这副虚弱的身体 已经要撑不住了 她只得倚靠在燕飞身上 被她搂扶着走 嘴里却悠悠地来了一句 张妈妈自是在帮我做事 她可比你强多了 起码 她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日后 你也不必出现在我这院中 绿竹 还有二十下 继续数 八十一 八十二 绿竹很静止地数着数 墨婆子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出的院子 之后几个月 她看到任何吃食 都难以下咽 呕吐不止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再不是从前黑黑胖胖的模样 京都建州 大将军府 梨花院 一个体型圆润丰满的妇人 正邪靠在美人榻上 许氏心头焦虑 此时 她愁眉不展 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正是将军府主母 周氏 夫人 厨下 做了您最爱吃的点心 您尝尝 柳妈妈捧了一叠福林八真高 放在周氏身旁的几岸上 才在一旁站好 周氏瞥了眼桌上的糕点 她平素最爱吃甜食 每日都能吃上两三盘 今日却没有一点胃口 柳妈妈健壮 心领神会地平退了屋里 伺候的下人 这才凑在周氏身旁 巧声说道 夫人放心 二小姐那身子骨啊 虚着呢 老奴听闻 她终日里咳咳不停 想来也快到头了 再说 还有那掌 最后几个字 周氏抬了抬手 没让她继续说下去 她俯了俯额头 细细想着这两年的安排 却又猝起眉头 道 可我这心里 总觉得不安胜 怕有什么事要发生 信报上说 将军最多粤鱼就要 到建州了 别落下把柄才是 夫人且宽心 那别愿都是咱们的人 只怕这两日 也就能收到好消息了 夫人且在等等 柳妈妈长得白白净净 平日里总是眉眼弯弯 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可说出的话 却是阴狠至极 第五章 有人怕我死 此事须抓点紧 待将军回京后 就不方便了 周氏还是没忍住 捏了一块八针膏 狠声说道 柳妈妈在一旁 帮周氏按揉着肩背 唇角一勾 巧声分析道 那二小姐本就身子弱 又受了账责 拖了这么久 总归是落下不少病根 即便日后她回了府 也是活不久的 到时 周氏咽下口中的糕点 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莫要吞吞吐吐 有事就说 柳妈妈文言 忙探身向前 凑近周氏的耳边 小声提醒道 夫人何不想想 是谁叫人仗打了二小姐 那便是始作俑者 周氏也不是傻子 一下子就误明白了 柳妈妈的话中之意 这说起来 也算是亲祖母 打死了亲孙女 周氏正思索着 柳妈妈又开口说道 若二小姐允并在别院 那就更无需夫人担心了 久病不得知 夫人也爱莫能助 将军也不会说 夫人对二小姐照顾不周 毕竟当年 仗打二小姐时 夫人宁可是跪在地上 为她求情的 何府皆知 夫人对二小姐 比亲生女儿还轻 她日后死在哪 又或是何时死 又与咱们梨花院 扯得上半点关系 周氏暗自点了点头 柳妈妈说得不错 她是将军府主母 没错 却是在前主母 兰时撒手人寰后 将军一蹶不振 不肯再去 仗着她周氏好生养 为将军府生了几个孩子 这才由老太太做主 把她从当时的妾室扶正 可那老太太 也是个凡人祸色 每日成婚定省 这么多年都不能少 日日要去她跟强力规矩 着实折腾人 且 司大将军 又是个孝子 对老太太这个亲娘 是言听计从 对她这个既是夫人 却并不亲近 若非当年 她用了些手段 又怎会由她生下 这将军府长子 这才得了 这主母之位 可她 在婆母的威压下 过得十分憋屈 老太太 是将军的亲娘 那二小姐 也是将军的亲闺女 若因着此事 老太太与将军之间 有了嫌隙 这反而是一箭双雕 司机此 周氏总算是 松了一口气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 敲在桌上 她抬头对柳妈妈说道 此事 万不可被让旁人知晓 那张婆子 柳妈妈在周氏身旁 伺候了二十年有余 周氏一个眼神 她就深知其意 她忙点头接话 老奴明白 此事定安排妥当 夏日的午后 司警新正 趴在榻上 捧着一本 国朝记事 恶不这个新世界的背景知识 就听见院中 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有远及劲来 小丫头原本 一脸的沮丧与焦急 进门把房门一关 立刻换上一副笑脸 她凑在司警新耳边 低声说道 小姐 是就老爷回信了 司警新看完信 将信件叠好 塞进衣袖 脸上闪出笑意 她抬手 捏了捏绿竹的脸 道 方才那满脸愁绪 演得很是真切 绿竹扒拉下 自家小姐的手 神秘兮兮地说道 哎呀 小姐 您可真神了 果然如您所说 这两日 那门房的小司总 是贼没鼠眼地 往二门偷瞄 还有那墨婆子 奴婢这几天 进进出出 她倒也不多问 却总盯着我看 今日见我又拎着 一堆药材回来 那贼婆子 才算踏实 司警新弯唇微笑 不再接绿竹的话 转头对燕妃说道 这戏总是要做全套了才好 去将绿竹带回来的药材熬了吧 燕妃接过药包走了出去 她总觉得自家小姐 自从张婆子 出世那夜起 就似换了个人一般 身子愈发好转 不再缠绵病榻 今早 甚至还能在院中 小跑上几步 言谈举止间 也是果敢大气 雷厉风行 更是聪慧许多 她不要想起 前几日自家小姐命绿竹 掌官墨婆子时的样子 当真前所未有的 豪气冲天 这样的小姐 真好 若日后回府 也能少挨些欺负了吧 不多时 整座三进的别院 到处都弥漫起草药汤的 浓重苦涩味 前院中的墨婆子 闻着这苦药汤滋味 把手里的扫帚一丢 朝着二进门上呸了一口 低声咒骂道 小贱人 看你还能活几日 近来 墨婆子总是这般低声咒骂 门房的两个小厮 也早戏以为常 其中一个叫赵坤的 轻叹一声说道 墨大娘本事 这别院管事 哪个院子去不得 何时受过这等憋屈 居然被勒令 不许夸入二进院 咱们这二小姐当真 是好本事 墨婆子闻言 便想起那日受到的羞辱 骂道 呸 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皮子 她瞪了眼那赵坤 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日 一辆不起眼的挥鹏马车 悄悄驶入大将军府后门 一间破旧的柴房中 你是说 咱们那二小姐 不在喝镇上郎中的药 而是让两个丫头 去山林采药 哈哈 这真是自寻死路啊 那药材 岂是随意采来用的 也不怕把她自己个儿给堵死 坐在木凳上的柳妈妈 听完来人的话 捂着嘴巴 低声笑起来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别院门房的小厮赵坤 她恭敬地站在柳妈妈对面 点头说道 是 那二小姐真真是个蠢的 只是 柳妈妈一听这是有事 忙忍住笑意 追问道 只是什么 赵坤走至窗前 四下张望了一番 见确实无人 才凑近柳妈妈 她面露一色 低声说道 只是 奴才已有半月 未曾见过那张婆子了 每次问起 二小姐身边的那两个丫头 只是敷衍了事 说是被二小姐 留在身边伺候 就连那莫管事 平日里 在私府别院也是 娇恨惯了的 谁常想 前些日子 被二小姐一顿好整 似乎还被长了嘴 灰头土脸的 再也不敢进二小姐院子了 莫管事说 她瞧那二小姐 怕是中了险 我思来想去 总觉得此事有些蹊跷 柳妈妈听到此 心下一惊 脸上也早没了笑意 醋眉思索起来 此事 怕是不对啊 难道那张婆子 刑事败露 被那二小姐发现 将她锁了起来 还有那莫婆子 竟被长嘴 这可不像那二小姐做得出来的 那丫头向来逆来顺受惯了的 怎的还学会摆架子 教训起下人了 莫不是真的中了险 柳妈妈再也坐不住 站起身来 在房中来回夺了几步 又低声交代 让那赵坤继续盯着 摆摆手 让她速速回了别院去 而她自己 则快步朝着梨花院走去 这西郊别院虽大 可位置很偏 院子西侧不远处 就是一片山林 出了山林 再往西 就等于出了京城范围 当年司警星的母亲 蓝氏怀着她时 很是炬热 她的外祖母 特意送了这座院子给蓝氏 来此避暑 莫承想 十五年后 竟成了原主的送命之地 第六章 阮蒙小姐超凶残 小燕妃姐姐 咱们今日采的草药 够换不少银子了 天色不早了 咱们快些回去吧 绿竹背着小筐子 紧跟在燕妃身后 小声催促着 她不懂为何自家小姐 突然就认得了草药 前日她背着采来的草药 去附近镇子药铺上卖 竟然卖了十两银子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两年前 被赶到别院时 事发突然 他们主仆三人 只带着随身几个碎银子 早就花完了 而将军府只管他们吃穿 其他则一概不管 更没有阅历银子给 吃食简陋 倒不至于饿死 穿得倒是 一年有四套衣衫 布料虽差 却不至于冻死 若再肖想其他 是万不能够的 毕竟 他们主仆三人 是来此受罚的 因此 司警星采来的草药 能换来十两银子 这让她在绿竹心中的形象 瞬间高大起来 自家小姐 真是越来越是厉害 此时走在前面 戴着帽帽的燕妃 不是别个 正是乔装打扮的司警星 别院门房的两个小司 只负责盯着司警星 对于两个丫头出门办事 倒是不曾干涉 这很是让司警星意外 也对 司家对外宣称 这二小姐 是在别院养病 若是连丫头都不能出门 那就是 赤裸裸的监禁 那周氏 是小姐扶正的主母 最忌讳的就是 别人说她磕带前主母 留下的嫡女 总是很要脸面 自然不能留人画饼 好 这就回 司警心头也没回 随口应了一句 目光却是四下张望 想着找些值钱的草药 便在这时 她呼得被身后的小丫头 猛拽了下胳膊 险些摔倒 绿烛赶紧扶住她 指着前方 颤声说道 小姐 小姐 你看那 那是什么东西 这山林 司警星 虽也来过两次 却并不熟悉 此时看绿烛下成这样 下意识还以为是 遇到什么猛兽毒蛇 正要从药房中 拿出一根电棍 就被眼前的情形惊住了 只见 隔着隐隐绰绰的丛林 枝叶不远处 是一条波光灵灵的小河 而那河畔边上 似是躺着一人 在此处 看来那人一动不动 竟是一具尸体 绿烛见自家小姐 欲要往那边走动 吓得脸色有些发白 忙拉住她 急声喊道 小姐 小姐 咱们不能过去 此处连个人眼都没有 她若没死 咱们两个过去 不是羊入虎口 如此形势太过危险 咱们快先回去 绿烛快走两步 拉住了她的胳膊 顺手把丢在地上的草药筐 也捡起来 准备往回走 司警心里眼 瞧了瞧那人 拉着绿烛就往前走 她边走边快速说着 我瞧着她还没死 许是附近村子上的 此处也没旁人 咱们如若不救 她怕是必死无疑 快随我一起过去看看 绿烛恨不能抽自己一巴掌 都怪自己多嘴 好端端的 她叫小姐 看这里干甚 小姐看不到 又怎会有这救人之事 她带着哭腔道 小姐 求您了 咱们这荒山野岭的 若是 若是那人假意 装死又呼气歹意 该如何是好 若燕妃姐姐知道我不拦着你 她是非要打死我的 司警心知道这小丫头 担心的没错 人心不可测 可作为医者 还是想去查看一番 万一真的需要救助呢 在前世 她是军医 少不得出任务 自是练就了一身硬功夫 眼下那人虽说是死 是活还不一定 却也不敢大意 行走间 她右手转动兰花戒指 取出一把匕首 司警心脚下不停 嘴里还不忘嘀咕道 你只怕你燕妃姐姐 就不怕你家小姐我了 快别担的功夫了 且随我去看看 若真有事 咱们立即转身就跑 绿竹见此 只得不情愿地跟上 走了两步 又不放心地 将筐子中的小镰刀掏出来 紧紧攥在手中 河畔的白纱 软绵绵地垫在脚下 甚是舒服 司警心 很是喜欢这个地方 可眼前这落水之人 更吸引了她的注意 只见她着了一袭黑衣 胸前一片血雾 气气的头发 混杂着潮湿的泥沙 凌乱地遮挡 在大半张脸上 只看到 她干涸的嘴唇 此时成了黑紫色 她中毒了 司警心见状 忙走过去 迅速从药房中 取出一枚鱼炉蛆毒丹 塞进那人口中 她目光触及 那人胸前的剑 朝身后的绿竹吩咐道 快 给她灌水 那单要遇水即化 她就能吸收药效了 绿竹看着那 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人 就想起前些日子的 雨夜中 死去的张婆子 她身子不由得猛一哆嗦 心中却想着 这人若是就不活 她家人会不会赖上 我家小姐 绿竹挪了挪脚 离自家小姐更近了点 刚想劝她快点走 就听到自家小姐的话 她值得壮着胆子 按着自家小姐的吩咐动起来 从筐子里 拿出装了水的葫芦 准备给那人 灌上一口水 而司警星这边 滋拉一声 将她满是血污的衣裳 前巾一把撕了开来 露出伤口位置 一旁的绿竹纹声抬头 想阻拦都来不及 挨压一声 忍不住叫唤道 小姐 她是男子 您这 司警星却不以为意 一者眼中不分男女 前世很多妇产科 都是男医生 难道怕休 就不生孩子了 她盯着那人胸前刺入的箭头 原来这毒室 抹在了箭上 若不是此人 用内力护住了心脉 想必早已是 孤魂野鬼一枚了 孤魂野鬼 想到这几个字 司警星不由地浑身遗产 自己不正是 孤魂野鬼一枚吗 只是自己运气好了些 不用去投胎轮回 接替了那二小姐 继续活这一世 司警星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稳住心神 继续查验那人的伤势 还好除了剑伤带毒 严重些 其他的 都是些皮外伤 不打紧 天色有些暗下来 司警星碎焦绿烛 去将火把燃起来 而他自己 则趁着 把绿烛支开的档口 迅速从 姓林雅序的药房中 取出医用口罩 医用手套 再拿出一支麻醉针 绿烛点燃火把 转眼就见 自家小姐一个劲地 从衣袖中掏东西 正奇怪着 小姐的衣袖中 何时装了这么些 奇怪的东西 就见自家小姐 正用那奇怪的刀具 仔细地踢出着 那人胸前 泛着黑鞋的腐肉 还将那 冒着绿光的箭头 拔了出来 扔在了 他脚下的一片叶子上 绿烛下的后退一步 跌坐在一旁 大气不敢出 他家软萌可爱的小姐变了 变得好凶残啊 第七章 初见军演已入星 司警星有条不稳地 帮那人处理好伤口 撒了些直血生鸡粉 最后 用绷带 轻轻绑了个蝴蝶结 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对着那一动不动的黑衣男子 轻笑着说了一句 喂 我把你救活了 他尽力了 得亏一楼药房有一套 全心消过毒的手术刀具 不然 他只能拿水果刀上了 旋即他又低头看向 那拔出的箭头 这箭头并不大 反而很细 因此 伤口并不大 可怕的是 这箭头上带的毒 方才未给他的鱼颅区毒丹 并不能彻底解了这毒 只是暂时控制住 毒性渗透蔓延 这毒 他看不出适合成分 他空间的手术室中 倒是可以做药性分析 可惜 二楼的门锁着 他无能为力啊 最后能不能活 就看他自己了 司警心里没 突然意识到 自己这番操作 会不会太冒险了 这里是剑舟西郊 此人身受毒箭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被仇家追杀吗 还是朝廷的通缉犯 他救下他 会否惹祸上身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时代 有事没事 就挨下个毒玩吗 他们主仆三人 不是已经中过那张婆子的迷药了 说不得下次那人 就给他们弄点毒药 也说不定啊 看来 他日后也要动手研究下 以防万一 司警心挪了挪 因为跪坐太久 而僵硬的双腿 他翻开那人的手腕 看了看方才 做皮疹试验的部位 只见 除了一个小红点 便再没任何反应 他顺手 把一粒阿木东林 递给一旁的绿竹 说道 把这粒药也喂给他 好不容易救过来的 省得他再感染发烧 呃 就是发烫 发热 绿竹此时 哪里还能帮得上忙 他脑子早已一片混乱了 好不好 怎么回事 这还是他家娇弱胆怯的小姐 面对着重伤的陌生男子 都不带怕的 这奇奇怪怪的刀子 在小姐袖中放着 不扎得慌 还有小姐那面上奇怪的 面罩是何时做的 他怎么没见 司警心见这丫头 一头雾水地盯着他发愣 无奈摇摇头 他指的亲自将那胶囊 塞进那人口中 又给他灌了一口水 就在这时 一阵清风吹过 那人面上早已干透的头发 随风扬起 司警心正巧将他的脸 看了个清楚 那是怎样一副容颜 只见那人约莫二十岁的样子 双鬓如刀材 一双剑眉英气十足 高挺的鼻 配上削薄的唇 即使此刻 他紧闭着双眼 也能令人感到他的冷傲孤青 而他那右眼眼尾处的 一颗红色相思质 却又为他平添一丝妖眼 他也太好看了 司警心在前世 通过互联网 见过的各类男星 男模 花样美男 那是数不胜数 却都无法与眼前男子相比 若不是 他因失血过多 脸色显得略显苍白 说不得此人会是 何等的风姿灼灼 司警心对自己来这一世后 认识的第一个男人的颜值 表示了绝对的认可 绿竹 回去之后 勿要将此事说给燕妃听 司警心恋恋不舍地 将目光从那妖眼男子脸上抽回 又将口罩 用过的手术刀 一同丢进空间 他站起身 俯了俯发皱的衣裳 转头对着还在发愣的绿竹吩咐着 省得他骂你 燕妃比原主大两岁 心思又细腻 关于他突然掌握的衣术 他还没想好说辞 只得越少人知道越好 毕竟 是出反常必有妖 他可不想被这里的人 当作妖怪架起来烧了 或者扔到河里淹死 是 是 小姐 奴婢记得了 咱们快些走吧 天黑了 山路很是不好走 绿竹缓过神而来 弯身拿起置在一旁的火把 又提起草药筐子 走在前面引路 司警星点点头 又看了那俊美男子一眼 终是没忍住 把手里捏着的 一管红霉素小软膏 扔在那人身侧 才转身跟上绿竹 反正已经把包装扣掉了 没人知道是什么药 更没人知道 是他的药 想来 日后也不会再与他相见吧 司警星迈着轻快的步子 跟在绿竹身后 朝着山林外面走去 他暗自想着 回头要弄些这个时代的小药瓶子 来装他的那些药 否则 他那些塑料瓶子 也太过惊世害俗了 很容易招惹麻烦 天色愈发暗沉 他扭头朝身后看去 已然灰蒙蒙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了 主仆二人一前一后 很快就将那河畔 丢在了身后的山林深处 西郊 角头山 山间一座木屋 消息 可准确 属下亲手射中了 他的心口要害之处 紧随他追踪至此 绝无差错 他身受剧毒 想来也跑不远 查 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此事 我会禀报主子 莫让主子失望 是 木屋烛光熄灭 两个黑影 前后离去 山间很快又恢复了禁忌 就似刚刚未曾有人来过一般 已经洗漱完毕的 司警星 白手 让绿竹和燕妃回房休息 他还是不习惯 有人守在房间看着他睡觉 尤其一想到自己不慎雅观的睡姿 很尴尬的好吗 见两人离去 司警星翻身下床 将门栓插上 坐在榻上 用意念探入药房 前几日他就发现 这药房似乎是有自动捕获功能 他注意到傍晚时分 山林河畔用过的驱毒单 麻药针剂 一次性手套等等 此时都已经捕获成功 这 这个功能也太逆天了吧 他早前还担心 药房里的药品用光怎么办 这下子 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炎炎夏夜 却一夜好眠 一月一早 绿竹趁烟飞去洗碗筷 神秘兮兮的凑到司警星跟前 小声说道 小姐 河畔那处没有人了 放心吧 司警星一听 打句道 你倒是个热心肠 还记挂着那人 想来是被他家人寻回去了 嗯 许是的 小姐日后可莫要这般行事 你是女儿家 要顾及身份的 绿罗巴拉巴拉的没完 正说得起劲 却突得顿了住 司警星转头去看她 就见那小丫头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不禁问道 粉地了 绿竹惊呼一声 捧着自家小姐的脸道 小姐 你脸上这黑斑 似乎变浅了许多 以后小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 再待面杀了 正如司警星所料 这黑斑压根不是病 而是毒 前些日子 她调配了生麻经界百毒膏 夜夜浮于右脸黑斑处 这才有越鱼 就已初见成效 主仆二人 对黑斑之事更上心 再不提起山林河畔救人之事 她不知道的是 她扔给那人的一只软膏 此刻正被十余位将人轮番查看 只是 没有一人能瞧出 这成要的管子 到底是何物所致 第八章 朝堂风波要赐婚 六月底了 夏日最是炎热的时候 剑州 皇城 秦政殿 今日的早朝 气氛很是压抑 一众成功个个都大气不敢出 浸了一头的汗 平日间 不是一个个口若悬河吗 今日怎么一个个 都装傻充愣起来了 崇德帝将前线军报 趴地拍到龙叔岸上 冲着跪了一殿的成功目道 丞相刘阳风 功身败道 严 禀皇上 老臣于见 寒南此次被我军大败 虽暂时已退兵 却并未返回寒南国都夜城 而是盘踞在辱河前线 并未派使臣前来讲和 说不定 此乃缓兵之计 莫不是等我朝兵马退去之后 又来滋扰 他话语一顿 又继续说道 而四郡山大将军 却在此时返京 老臣只怕 在这紧要关头 主帅离阵 恐怕军心动摇 好容一曲的大劫 岂不复之流水 那依着老丞相 又当如何 开口的是标齐将军 雷灵 宋姓的军事严名 斯大将军身中四箭 若为了拖下去 等寒南国来一和 就让身负重伤的大将军 在前线缺一少要的苦撑下去 身为武将 他最是看不惯那些文人磨磨叽叽 动动嘴巴 就能把他们在沙场上拼命换来的功劳 轻松扫平 着实可恶 他不禁又说了一句 斯大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 一旦有什么不测 岂不是正好随了那寒南人的毒计 事关边防战事 谁也不敢担责 朝堂上一时 再无人敢吭声 三皇子齐南宴双拳一拱 静言道 父皇 儿臣认为 此战斯大将军已然获胜 目前身负重伤 耽搁搁不得 实在不应应寒南的拖延之际 让大将军再有什么不测 父皇莫不如 再派骁勇善战之速将 去前线换防严防 想来经此一亿的重创 短期之内 再拖着不退兵 想来也只是冲冲样子而已 既然此战我方取胜 何不主动出击 我朝鲜派使团去寒狼国谈休战事宜 如此一来 我方既可以站得主动 又可以借机探查一下 他国朝内的真实动向 再者也能掩盖住 斯大将军回朝的消息 他的声线很轻 又不急不躁 表人听了很是书心 三皇子所言极是 末将愿意请英 去前线顶替斯大将军 为国效力 有武将踏出一步 请命道 此次斯将军雪丰山一战 歼灭韩兰国最骁勇的 非语军四万多人 虽说 不幸让那非语军 大统领袁树怀逃脱 此战却也是大大扬了 我朝国威 末将认为朝廷应当 重赏斯大将军和前线将士 票继将军 雷灵瞥了一眼那刘阳风 随即败向崇德帝 禁言道 朕也正有此意 斯大将军确实当赏 只是如何赏赐 各位爱卿有何高见 崇德帝环顾了一圈殿下众人 最后在三皇子面上停顿住 京城 斯大将军府 何预愿 一位老夫人正眯着眼睛 靠坐在窗前榻上 眉头微微皱起 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就见她身穿一套 酱紫色华服 约某六十的年纪 一双细长单凤眼 显得很是精明 发际梳得倒也齐整 可配的那一枚宝蓝色抹额 却是趁得她 脸色愈发暗淡灰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斯锦星的嫡亲祖母 斯大将军府的老夫人 她抬手暗暗眉心 对身侧的吕嬷嬷说道 你说 此事当真吗 定是当真的 大小姐方才过来请安时 不说是三皇子在朝堂上 亲耳听来的 应是错不了 这可是大好事啊 吕嬷嬷一边说着 一边蹲下身子 帮她轻柔摁压着一双腿 道 看来又要下雨了 您这腿又开始疼了 老夫人摆摆手 不让摁了 老毛病了 不打紧 她又轻叹一声 将军不日也就入京了 这两日 派人将那丫头接回来吧 虽说 她容貌丑陋 必不会被选中 却也要留在府上 不然 传出去不好看 想来 这两年在别院的日子 也让她长了教训 往后也能行事谨慎一些 吕嬷嬷收了手 低垂的目光抬了抬 看了一眼威闭双目的老夫人 开口道 是 老奴这就去安排 仅仅是一个教训 那可是生生打了二十大板呀 吕嬷嬷跟在老夫人身边四十多年 却愈发看不懂自家主子了 她轻摇了摇头 转身出了门去 和医院静静下来 而不远处的梨花院 此时却闹腾得厉害 祖母要接司警星回府 母亲 我不要她回来 那丫头整日里畏畏缩缩 实在无趣得很 每每看到她 就像是看到一只老鼠般 着实让人心烦 司警云毫无形象地趴在桌子上 她扭头冲着一旁的周氏嘟囔道 也不知大姐为何要回府通知此事 真真是讨厌得很 周氏猝着眉头 看着这个让人头疼的小女儿 安抚道 说的什么胡话 你大姐姐 也是怕你父亲回来 看不到你二姐姐 又要怪罪于我 说起来 那丫头也是将军府敌女 这个时候 确实该让她回府了 正因为她也是将军府敌女 还叫她回来作甚 有她在 不是挡了我的路 母亲怎的不为我多想想 再说 是祖母将她赶出去的 父亲就是要怪 也怪不到母亲头上 更何况 父亲也并不与她亲近 司警云也不趴着了 灯石坐直了身子 大姐姐真真是多此一举 她闷闷不乐地 冲着周氏涵 母亲 你好歹也是将军府主母 怎的连个媚娘的野丫头 都管束不了 就她那张丑陋之脸 回来了又有何用 周氏看着眼前任性的小女儿 脸色沉了击沉 她将手中的茶盏猛地砸在桌上 生气道 住嘴 我如何做主母 是你一个十四岁孩子该管的吗 有这功夫 不如去练练女工 你大姐姐像你这般大实 已经能绣出一副完整的蝴蝶牡丹图了 小祖宗啊 您可消停点吧 夫人怎就会不为您打算 可莫要说这么些不着调的话 平白地让夫人伤心 柳妈妈眼看母女二人愈吵愈烈 忙两边劝慰起来 她很会做人 一副心疼三小姐的模样 拍了拍司警云的后背 道 夫人 您别跟咱们三小姐一般见识 她才多大 不值当地生这份气 说到底 还不是那个丫头惹出来的事 将司警云赶回自己的院子 周氏终氏忍不住 没好气地问道 那张脖子怎么回事 还是没有消息传来 这么点小事 都搞不定 第九章 回京坎坷 掌国雕奴 没有 想来是没得手 没脸与赵坤说上话 另外 二小姐竟然让丫头 亲自买菜煮饭 再不吃末婆子送的饭菜 也不知 他们哪里来的银子 买菜买米 前日里刚送过去的那药粉 自然也没了用处 想不到那二小姐 竟是起了疑心 柳妈妈摇了摇头 不无遗憾地说着 和玉院的吕嬷嬷 已经派了人 明改就去 将那二小姐接回来 等张婆子回来 再细温不迟 她也很是纳闷 张婆子到底发生了何事 呵呵 起疑心 傻了十年才起疑心 不是太晚了吗 明改是派了谁去 周氏眯了眯眼 眸中闪出一道利色 看向柳妈妈 柳妈妈深知其意 点头而去 一日 四时 一辆华丽的马车 停在了别院门外 司警星对于府上派人来接 并不意外 前些日子 大舅舅在信中 略有提及她的生生父亲 正在回京路上 坐在院中石凳上 喝了一盏茶的林妈妈 正等的不耐烦 就听到一阵脚步声 一抬头就看到一个明媚少女 正迈过门槛 从房中走出来 这是 府上那胆小未妾的耸包二小姐 只见那少女 袭了一身素色衣裙 配着水蓝色腰带 看上去格外干净清爽 一双漂亮的眼眸中 迎着点点笑意 她的脸上遮了一层面纱 将她的容颜尽数遮住 一头黑发 用一支木钗随意挽起 细风拂过 几根发丝随风飘扬 说不出的柔美 直到那少女 昂着头 翘生生地站在她跟前 开口叫了一声林妈妈 她才缓过神而来 她忙点头称是 扯出个甘大的笑脸 心中却满是疑惑 怎地这二小姐 似是换了一个人 见四景星带着两个丫头 直直往门外走 盲抬脚跟上 她在后头扯了嗓子叫道 二小姐 这人还没齐吧 林妈妈一边说着 一边四下张望着 问道 怎地不见那张驼子 林妈妈有所不知 张妈妈前些日子 就不见了踪影 应是自行离开回府了吧 你也知道 她与您一样 都是在祖母院子里伺候的 我想着 许是跟我在这别院久居 太委屈了她 也就没有声张 四景星低着头 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话 越到后面 声音越低 我想着 或许是祖母有事寻她 也说不定 林妈妈看四景星的模样 心下一乐 果然方才是看错了 这丫头还是老样子 胆小懦弱 思及此 她若无其事地说道 方才在等小姐时 我已问过莫管氏和门房小思 他们都说 未曾见过张婆子出门 府上也未曾见张婆子回去过 咱们现在找不到人可如何是好 老夫人若问起 老奴可不知该如何作答 还不等四景星说话 她转身冲着身后的莫婆子说道 不若这样吧 莫管事 你带几个人 把各个院子查找一番吧 她吩咐完这话 才转头问道 二小姐 没有意见吧 早在听到要等张婆子时 绿竹就有些站不住脚了 这会儿 听到林妈妈要搜院子 心里慌乱不安 手都开始抖了 四景星轻摇摇头 面无表情地 向那林妈妈走进了一步 她猛地抬手 左右开弓 啪啪两声 打在了林妈妈左右脸上 清脆的两声响 震惊了院中众人 一时间整个院子都禁忌无声 这耸包二小姐 居然敢当众动手 掌怪林妈妈 站在林妈妈身后 正欲带人去搜院子的莫婆子 灯石顿住脚步 不敢再动 她怎么忘了 现在的二小姐可是中了邪的 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那日 二小姐下令 让绿主打她的一巴掌 至今想想 脸上都火辣辣的疼 还有那刷锅水 硬波波连带着呕吐 那日的炯状 是她这辈子的奇耻大乳 她不敢再想 否则会当众呕吐出来 一 林妈妈抬起手 指着眼前少女 满脸的不可置信 她可是老夫人院子里的老人 在整个将军府 都很有脸面 即便是将军府主母周氏 对她也是客客气气 她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司警星冷笑一声 早已没了方才胆怯畏惧之色 冷声问道 林妈妈 你在将军府也有三十年了吧 你起来说说 在龙吟巢 卖身奴才 何时能越过主子做决定了 话罢 也不等林妈妈回答 司警星便抬脚往门外 那华丽的马车走去 将军府一向如此 要面子 接一个赶出府的女儿 也不能小窃 也好 这马车装饰华丽 至少在路上 他们主仆三人会舒服很多 司警星走到门外 路过那门房小厮时 忽而听到一声轻驰 她转头去看 却见她极快地低下了头去 司警星心思微动 提着裙摆上了马车 而林妈妈捂着一张脸 在后面跟上 尖声叫道 二小姐也别太得业 还真以为自己这番回府 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 别做梦了 还请林妈妈慎言 一切等回府 自有老夫人和夫人 替我家小姐做主 燕妃扶着司警星上了马车 转身冲着林妈妈说道 飞上枝头坐凤凰 已经坐在马车里的司警星 挑了挑眉 这老刁奴是话中有话 小姐 林妈妈把那门房和那莫管室 一并带上了后面那辆马车 为何要带他们回府 绿竹撩起车帘 往后瞄了一眼 好奇道 司警星唇角一扬 这还用问 这是要去告咱们的状法 无妨 还是赶路要紧 看天色恐是要下雨的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 朝着京城的方向奔去 司警星心中有数 此番回府必有一番争斗 于是闭目小气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司警星猛地睁开双眼 他耳力一向很好 一路跟在他们身后的马车 方才还搭搭搭紧紧地跟着 怎的现在 却是听不到那马车的动静了 小姐 怎么了 燕妃见司警星一副警惕的样子 忙把靠在他肩膀上睡着的绿竹推行 轻声问道 司警星摇摇头 就要抬手掀开车帘 往外瞧 这时 马车的速度突然快了起来 司警星一时不备 险些撞到车厢 他赶忙伸手抓住车框 燕妃此时也意识到 情况不对 他忙张开双臂 将身子挡在自家小姐身前 防止他真的被撞到 睡眼心松的绿竹 被马车一颠 煞事清醒 他猛地一把推开车厢门 大声问道 车夫 怎么回事 第十章 遇险之计逢折仙 车园上坐着的车夫 闻声回头 摸了摸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绿竹姑娘 不知为何 这马车跑起来很是不稳 还请小姐多淡带险 绿竹扶着车框 四下张望一番 路倒是对的 只是这马车 为何这般颠簸 他见那车夫 态度很是恭敬 也只是说道 把车敢稳当些 咱们小姐身子本就弱 别电坏了 与咱们一到来的马车 可瞧见了 那车夫一边驾着车 一边回道 方才远远地还能瞧见 想来是赶到前头去了 怕小姐颠倒 奴才也不敢追赶太快 绿竹平速虽杂杂呼呼 此时却也感觉到 有一丝不对劲 司警星坐在车厢中 正要让那车夫停下 这马车分明是有问题的 可他的话还未说出口 整个车厢便呼地抬高起来 绿竹与烟飞下的 早已脸色惨白 司警星赶紧让二人 用力扒住窗框 以防被甩出车厢 那赶车的车夫 也着实吓坏了 他惊慌失措地叫道 小姐 您扶好了 车厢门被甩得晃来晃去 司警星恍惚间 瞧见那马正疯狂奔驰 车夫哪里能控制得住 就在这时 车厢猛地一晃 绿竹手臂力度不够 整个人撞在车厢壁上 他身上吃痛 抓着窗框的手 便松了些力气 旋即他整个人 便从车厢中甩了出去 烟飞登时伸出去一只手 却只抓住绿竹的一片衣角 他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大喊出声 绿竹 那车夫见一个姑娘掉下马车 脸色更是吓得惨白 他一个车夫的命 哪里有小姐身边侍女的命之前 他急急地拉着缰绳 试图让马停下来 可那马却根本不受他控制 几乎是不要命地往前狂奔 烟飞见此 并脚渗出秘密冷汗 他挣扎着 将马车中一床被子扯出来 道 小姐 这马车怕是停不下来 若是一会儿子马车翻倒 咱们都得摔坏 您快将这被子裹在身上 跳下马车吧 司警星见状也只是将那棉被 裹在烟飞身上 道 你跳下去 我自有法子脱困 烟飞哪里知道自己小姐 有一处安身之所 他只以为 自家小姐是让他先活命 他哪里肯 正当二人争执不下之时 却在这时 刷的一声 套马车的绳索 被一把尖刀割断 那车夫眼急手快 快速将另一端绳索抛开 车厢没了一拖 灯石摔在地上 往前滑行三五米 也就停了下来 司警星在烟飞的搀扶下出了车厢 只见那马似脱缰的野马 一眨眼 功夫便不见了踪影 他一出马车 便见不远处立着两个男子 想来 便是方才拔刀相助之人 只是还未等他说话 就见绿竹朝他跑来 嘴里叫着 小姐 小姐 你怎么样 有没有伤到哪里 司警星见他满脸泪水 心下不由一软 这小丫头 方才被摔下马车 指定摔疼了 他拿了帕子 帮绿竹擦掉脸上的泪痕 又拍了拍他身上沾满的杂草灰尘 宽慰道 我没事 还好车厢里有被子垫着 不哭了 等回府 做烤自薄烧烤 给你补一补 绿竹比原主还小一岁 才江江十四岁 正是小孩子心性 见小姐真没事 又可以吃到那好吃的小饼卷肉 一边笑 一边抹眼泪 过了片刻 他才猛地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他紧忙着拉起司警星 走至那那白衣人跟前 屈膝行礼 说道 公子 这是我家小姐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绿竹跟那公子说完话 又转过头来 冲司警星说道 小姐 方才就是这位公子拔刀相助 救下你的 司警星文言 忙上前一步 学着古装剧里抱拳作医 诚恳表示感谢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实在感激不尽 敢问高姓大明 日后若有机会 定当中邪 虽然此人不出手 他也能想法子脱身 却是要麻烦些许 司警星画臂 便抬头去看那人 却见他 一身白衣 不染尘势 一头墨发 用一顶小巧的白玉棺竖起 几缕青丝随风飘浮 他一双心眸中 似有流光闪动 他淡笑着 宛若一方清水泛起的涟漪 趁得他 周身一派轻易优雅 却又不是高贵 似是天上那折仙之人 万万想不到 方才甩刀之人 竟如此轻雅 只是 不知此人是何身份 救下自己 当真是凑巧 还是 那如折仙一般的白衣男子 此刻 也在细细打亮眼前的娇小女子 虽看不清这女子的面容 却见他灵动的双眸中 闪着一丝防备 他顿觉此女 甚是有趣 别人家的娇小姐 碰到这种事情 不是吓哭 就是晕倒 眼前这小丫头 倒是淡定得很 她望向她的眸 弯唇一笑 声音如清风般柔和 小姐言重 可唤我另一 路过此处 见你这小丫头衰落在地 方才得知 府上野马难逊 举手之劳 不必沿险 听闻此言 司警星自嘲一笑 野马难逊 恐怕 此事并不简单 惊中之人 到底有多抵触他回去 令狱公子侠肝一胆 大恩不忘 不敢当个公子脚步 就此别过 司警星满腹思量 想速速回京 给那些人一个惊喜 忙对着面前男子抱拳作医 小姐的马匹已经跑远 若小姐不嫌弃 便用我这里的马匹吧 凌羽威一抬手 让手下牵过来一匹青踪马 司警星看着摔在地上的车厢 指得点头 又让嫣妃送上了些银子 这才让那车夫将马套好 望着马车离去的背影 恩泽不解地问道 主子 为何要帮那女子 令狱摸索着 方才从车厢中掉落出来的府牌 龙鹰私府 又想起方才那人一脸的镇定 和眸中一闪而过的防备 却无半分受惊之意 她眯了眯眼 唇角微扬 更添几分轻翼 悠悠开口道 你可知 若方才没有我那一刀 那位小姐 也是没有性命无虞的 不知 这算不算救命之恩 第十一章 江府门前下马威 她不知为何 自己会对这样一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小丫头 有了一种异样的心思 那女子虽戴了面纱 可那双眸子中的光彩 却是与众不同 就像一股清泉一般 流进了她干涸的灵魂 她想要去探究 她扭头朝着身后看去 盯着 方才走来的路 那小丫头看上去才不过十三四岁 不知可有了婚配 若罢了 她哪里有婚配自由 她苦笑一声 收回目光 诞生道 走吧 二弟还等着我吗 回 恩泽眼瞅着自家公子的情绪波动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低沉 她着实想不明白 遂不做她想 连忙抬脚跟上 送走了一匹马 她只得靠脚力跟上 带到下个城镇 再买上一匹马 话说司警星这边 因着路上之事 耽搁了许久 车夫经此一事 也不敢赶得太快 终是在天色擦黑前入了金门 几道闷雷滚滚而来 墨色的乌云压的天空愈发低沉 像是快要坠下来一般 几滴雨水 滴滴答答地 落在了马车窗围上 司警星撩了窗蔓 向窗外望去 因着下雨 街上的人群纷纷散去 小姐 你还真说对了 这雨怕是要下起来了 燕飞坐在另一侧 也撩着窗蔓看向外头 绿竹一边收拾着随身包袱 一边欢喜地嘟囔着 终于到建州了 小姐的苦日子 终于到头了 司警星听了这两个丫头的话 不以为意地嘲讽道 你们可曾想过 那马 怎会好端端便性情大变 一句话 让两个丫头都拧紧了眉心 绿竹年龄小 心思也单纯 她愣愣看着身边的小姐 不由说道 小姐 你是说 司警星看着她 点头 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 日后咱们多加小心才是 她想了想 又吩咐燕妃 过两日安顿下来 去给兰府烧个馅 园主五岁时 她的母亲兰晨星 就撒手人寰 自此 她就再也没有跟她的外祖家有过走动 她搜刮过园主的记忆 并非是外祖兰府 不与她来往 恰恰相反 这十年间 兰府曾十数次派人来看望她 却都被她拒之门外 原因只是 司家老太太不喜欢她与外祖家亲近 就这样 为了红老太太开心 她就乖乖地与外祖家断了联系 当真是可笑至极 也傻得可怜 而她的生生父亲 为了莫须有的面子 拒绝了蓝老将军 要带走狄亲外甥女 养在身边的请求 声称 定能照顾好她与兰氏唯一的女儿 然而 兰氏离世这十年 她却将她是做陌生人一般 又谈和照顾 这令司警星很是不解 在园主记忆里 她父亲与母亲很是恩爱 这四大将军 为何在挚爱妻子撒手人寰后 就对自己妻子唯一留下的孩子 不管不顾 可怜园主 到死都在困惑 而母亲留下的那些个嫁妆 也就成了念想 却被那周氏握在手里 这是什么行为 强盗吗 这完全是吃她的喝她的 反过头来还打她 害她 我靠 司警星眯了眯眼 气不打一出来 绿竹瞧着自家小姐 突然染了一脸的怒气 不敢再说话 继续低头收拾着包袱 不多时 马车渐渐停了下来 司警星知道 这是到了 园主的战场 也是她的战场 既然要代替园主 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那么 辛仇旧恨 便都要算进去 燕妃让车夫将马车停后 对着司警星说道 小姐 雨小了些 奴婢先进去跟门房要把雨伞 你身子弱 且在马车中稍等片刻 她说着话 便下了马车 司警星喊住她 也探声出来 神色淡淡地说道 穿上这个 我与你一起去 燕妃接过小姐递过来的那物件 轻薄透光 她学着自家小姐样子 将这物件套在身上 便发现 她能遮住雨水 比雨伞更加好用 她心下好奇 不知这东西 是从何处而来 可如今也容不得她多问 只提着裙摆 走上台阶去敲门 而司警星 则站在司府的大门前 隔着层层细雨 抬头看着门边上的几个苗金大字 赤造镇远大将军府 当真威风 两边挂着的灯笼 已经被点亮 可却并不是为了迎接她 珠红色的大门紧闭 门外的四个卫兵见她下车 并未过来迎接 却也不曾过来为难 就像 她是空气 司警星抬手擦了擦湿润的眼角 她不知 是雨水冲进眼里 还是掉出的眼泪 只觉心头甚是委屈 想来是原主自身的感知吧 是啊 这就是她的家呀 离开两年多 终于回了来 可从前的那个她 却再也不能回来 空荡的轩武大街 一架四驱马车 从镇远大将军府门前 不疾不徐地驶过 马车上的华服男子 撩起车围 瞥见临在雨中的女子 唇角挂着一抹 似有若无的戏血 看来 那四大将军府 似乎是家宅不宁啊 一旁侍从点头称氏 开口道 这镇远将军府上的现任夫人 是个妾台上来的 四大将军已两年未归 想来这府上 定然少不了热闹 华服男子放下车围 把玩着手中的 一只白色软管 这药高瓶子 得来已有一月有余 他找寻过那般多的匠人 均琢磨不透这小玩意儿 到底是何物所致 如此这般柔韧 他将投掷在手臂上 身子斜靠在车厢边的软枕上 偏头问道 西郊之事 可有查到些什么 那是从摇摇头 一脸凝重地回道 主子 属下派人 在西郊山林河畔寻了数日 多方打听 也未曾打探到您说的女医 属下也亲自去打探过 周遭村庄都未曾听说过 这位女医的存在 随后又小声嘀咕道 莫不是 您那时中毒在身 许是昏沉沉的感知 错了吧 感知错了 华府男子勾唇一笑 又眼眼尾处的那颗红色相思质 欲发显得邪魅起来 那日河畔 他昏迷之际 可是轻耳听到那女医的声音 又怎会分辨不出男女 第十二章 嫡女归来 继母相迎 他冷哼一声 缓缓开口道 你家主子是昏迷了 并非是死了 你这点事都办不好了吗 继续去查 侍从点头映下 又想起一件事 说道 主子 属下虽未打探到女医的下落 却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华府男子瞥了那侍从一眼 抓起小岸基上盘中的几粒花生扔了过去 道 默默唧唧 说 侍从黑黑一笑 伸手接住花生 一边包壳 一边继续说道 当日 寻到主子那河畔的山林 往东行五六里 有一处别院 正是那私府的 您说巧不巧 更巧的是 住在那里的 竟然是这私府狄处二小姐 也就是蓝老将军的狄亲外生女 只是属下今日到那儿之时 那二小姐 已经被接回京了 华爸 他猛地掀起窗帽往外看 嘴里碎碎念着 咦 方才淋在雨中的 莫不就是那刚刚回京的二小姐吧 呀 主子 那二小姐 不就是咱们的女主人 这咱们 不得去救上一救 华府男子 望着窗外的绵绵细雨 脑中闪过方才那瘦弱女孩 孤傲地站在雨中的样子 他冷哼一声 道 那二小姐 怕不是你看到的那般无用 倒是那个老三 连个孩子都要算计 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中毒卧病在床之事 已经放出风去了 是从点头印到 今日已经放出风了 好 那男子把玩着手中的药管 私存片刻 又吩咐道 那四家二小姐 这人去盯着 我倒要看看 老头子 给我找了个什么样的媳妇 是 站在私府门外的私警星 哪里知道在京城刚一露面 就被人盯上了 此刻 他真是愤怒到了极点 燕飞敲开门 那门房明明认出了他 却不请他进府 而是将门虚眼上 说是要去禀告夫人 司警星瞥了眼那彩高捧低 不懂李叔的下人 冷声喊道 慢着 那门房小四文言一愣 来不及反应 就见许久未见的二小姐 大步上前 一把将他推开 抬脚便跨进门槛 进了府去 那门房小四见状 压得一声 忙跑着 拦在二小姐跟前 道 二小姐 请在门外等候片刻 容小地先去通禀一声 司警星忍不住想笑 回自己的家 还要通禀 换做其他主子 这门房可敢如此 只是其他一人罢了 他脚步不停 历声呵斥道 我竟不知 我府上的奴才 竟也敢将主子拦在门外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简直滑天下之大击 你的眼要是瞎的 恐怕也做不好 我府上的看门狗 留你也是无用 那小四挣了挣 他何曾见过 如此跋扈的二小姐 正进退两难间 一阵环佩叮当 配着一串 嘈杂的脚步声传来 司警星弯传一笑 看来那表演戏 出身的后妈 要上场了 不多时 一道魂后粗嗓女声传来 我的二 快让我看看 母亲可算是将你等回来了 微微细语 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乌云碧月 天色黑沉 司警星寻声望去 就见一元润妇态的妇人 朝他快步走了过来 这就是那温和良善的继母了 他身后跟着七八个下人 手中接踢着灯笼 脚步缓而有序 一派的祥和安定 而他主仆三人 拎着行李包袱 就像是私闯民宅的乞丐 当真是不和谐 林妈妈几人坐的那架马车 应是一个时辰前 就回到了府上 府中敌女的马车 到天色擦黑 却没有回来 府上竟没有做出 一丝一毫的动作 司机此 司警星闭了闭眼睛 若要为原主报仇 最解恨的方式 莫过于让他们内部 自相残杀 一点一点瓦解这将军府 所以 他淡淡一笑 对着那行至身前的周氏 微微屈膝 不冷不热地说道 母亲大人 当真是久等了 只是我的马受惊 迟了些时候 女儿还担心母亲大人着急 派出河府前去寻我呢 他四下张望了一番 接着问道 剑府上毫无动静 女儿也就放心了 总算是没有给家里添麻烦 周氏听着这不音不扬的话 顿时眉心一跳 遂打量起眼前这少女 他竟于印象中那唯唯诺诺 不敢大声言语的样子 似乎是截然不同 他给身边的柳妈妈 递了个眼色 那柳妈妈便问道 两年未见 你当真 是我家的二小姐 乔柳妈妈您说的 若我不是二小姐 难不成二小姐还死在了别院吗 司警星抿唇一笑 问道 一句看似打趣的话 却实实地戳到了周氏主仆二人心里 司警星四眉瞧出周氏二人 脸色有意一般 继续说道 若我没记错 在我八岁时 明明是三妹打碎了母亲的玉萍 柳妈妈却说 是我不小心碰到的 最后 还亏了母亲仁慈 只罚我不许吃晚饭 柳妈妈 可还记得此事 下过雨的夜里 风总是凉的 柳妈妈看着那二小姐 阴侧侧的笑脸 又听着她说出来的就是 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 不再坑上 七年前的小事 她都记得这般清楚 柳妈妈再不怀疑眼前的女子 可为何 她性情变化会如此之大 一旁的周氏 见着二小姐 分明是与自己有了身份 莫非 那七年前 她便是有怨气的 所有在她面前的乖巧顺从 也都是装出来的 周氏不由细细 打亮着眼前的少女 只觉才两年不见 怎的就似换了个人一般 如此伶牙俐齿 针锋相对 嘴下不饶人 此时看上她一眼 就像掉进冰窟一般 让人遍体声寒 就如下上回府的林妈妈所言 这二小姐 怕是中邪了 她正思量着过两日 是否去找个道士前来 就听身边柳妈妈说道 吕妈妈来了 吕妈妈提着灯笼 在司警星跟前站定 微微屈膝 算是行了礼 说道 老太太请二小姐去合孕院 天色黑沉下来 司警星看不出这宅子的景致 只依稀记得 那老太太是住在合孕院 只随着一行人 走了静一盏茶的功夫 才算是到了 早有大丫鬟挑了帘子 恭迎众人进去 脸上的笑容倒很是真切 这合孕院 倒是比那周氏上的了台面一些 司警星脸下心头的思绪 跟在周氏身后 抬脚走了进去 第十三章 一窝人扎嘴太欠 只见为首上座的是一位衣着华贵的老妇人 她额间配了一枚藏蓝色的抹额 衬得她本就暗黄的肤色更加灰白 老太太下手端坐的是一妙龄少妇 头发一丝不苟地向上挽起 一身水绿色坠地长裙 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段展露出来 更衬得她如玉的肌肤嫩白水润 端的是一副端庄贤淑 温婉良善的模样 此人正是将军府嫡长女 司警月 司警月下手做的是司警云 周氏的小女儿 她皮肤略黑些 袭了一套鹅黄色长裙 头上挽了个双压剂 额尖散落着几根碎发 透着几分俏皮 一双杏木圆凳 盯着进门来的司警星 像是要活活把她吃了一般 周氏一进门 就朝着自家闺女走去 关切地问道 怎地还没回府 跟三皇子那边可有交代 司警月瞧见老太太的脸色不佳 忙站起身扶周氏坐下 才冲着老太太笑道 祖母 您瞧瞧 母亲见了二妹妹都高兴傻了 竟忘了跟祖母问安 也难怪母亲高兴 就连我 瞧着二妹妹愈发水灵 也是欣喜不已 司警星站在厅中 听着这句话 眸光便沉了下来 短短两句话 就把周氏犯的错 都推到了自己身上来 再说 自己是出了名的丑陋 此时又戴着面纱 她是用哪只眼睛 看出自己变水灵的 两年未归 不知这府上的人 都有多大长进呢 司警星眼下心思 垂着头 规规矩矩地站在厅中 说道 孙女给祖母问安 孙女回来了 那老太太闻言 这才将目光 从周氏身上挪过来 看向那二丫头 她端了一副 大家老夫人的架势 教训道 回来就好 你也莫要怪祖母 当年打了你的板子 当年之事 你做得实属过分 亏了你大姐 心软不计较 日后可莫要行差踏错 时刻谨记女子的本分 多顾念府上的脸面 莫要牵连的 你父亲与你大姐 脸上无光 司警星点头 面无表情地说道 祖母说的是 孙女记下了 孙女是个恩怨分明之人 谁对孙女好 我自会记在心里 谁对我有仇 我也会记在心里 出入府邸 待她将府上这些人的性情 都摸一摸 才好动手 有些仇 一点点报 才有意思 慢弓出戏活 她伸手府上右脸 看了眼那司警月 又扫过司警云 该毁谁的容呢 那周氏文言 神色一致 玄疾皆化道 母亲 过去的事 就让她过去吧 谁让月儿就喜欢 她这个二妹妹呢 怎么能忍心多做苛责 心儿如今也长大了 瞧瞧现在多懂事 多乖巧 这得亏了母亲 当年派了张妈妈前去照料 该赏她 司警星侧眸 看着周氏的嘴巴 一张一合 这不去唱戏 都有些可惜 这几句话说的 是一个字都不带浪费 第一句 显示出她和她大女儿的宽容大度 不计前嫌 第二句 就是拍老太太的马屁 第三句嘛 就是找她司警星的茶 不过 张婆子确实该赏 赏她去阴曹地府免费游 刀山一日游 火海一日游 拔蛇一日游 前方软榻上坐着的老太太 看着那二丫头 从上到下打量了片刻 倒是比李府前沉稳大方了许多 只是又瞧见 她脸上蒙着的面纱 心中顿时有些不愿 一个丑陋的嫡女 在沉稳大气 又有何用 别说此次次婚 轮不到她 只怕日后许个好人家 都难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老太太懒得再看那司警星 倒是那张妈妈 一去别院便是两年 自然是要赏的 她环顾了下四周 说道 张婆子 她人吗 林妈妈站在吕妈妈身侧 瞪了一眼司警星 愤恨地说道 老夫人 老奴今日 去别院接二小姐时 就未曾见到张婆子 不知二小姐将她藏到了哪里 林妈妈还记着 今日在别院 被打了两巴掌的 奇耻大乳之仇 这二小姐也不知 手上是怎么用的脸 脸上明明火辣辣的疼 却偏偏不红又不肿 让她都没办法跟老夫人告状 她暗暗记下这笔账 司警月则是凑到司警星身旁 温身安抚道 二妹妹 你放心 不管你做了什么 即便是把那婆子发卖了 姐姐也相信 你定是有苦衷的 她说完话 竟在司警星身边跪了下来 她拉过司警星的手 口气坚定地说 二妹妹 你快跪下 姐姐同你一起求祖母 给你做主 那端座上尉的老太太 一见司警月跪在地上 连忙关切道 月儿 快快起来 你这是作甚 你可是皇子妃 这实属不妥 老太太嘴上虽说这不妥 可她那脸上 分明是一副很享受的模样 被当今皇子妃 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的感觉 当今世上有几个人感受过 司警月自视了解 自家祖母的心思 心中闪过一瞬的鄙夷 脸上却满是真诚 端帝是一副孝顺模样 恭敬说道 祖母 孙女贵以名 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 我与二妹妹本就亲近 姐姐为妹妹求情 有何不妥 司警星却不为所动 她勾传一笑 道 大姐姐 身份尊贵 还是快写起来吧 想来 大姐姐厨艺应该不错吧 司警月听得一头雾水 这时候 怎么扯到厨艺了 却听到身旁的二妹妹 阴阳怪气地说了句 看你 是一把天游家族的好手 司警月一听 脸上的关切之色 就有些挂不住 道 妹妹是在怪姐姐 这两年没去看你吗 司警星不懂 这就是园主印象中 对她关爱有加 无比亲切的好姐姐 她垂眸瞥见 那被那司警月握着的手 怎么有种想剁手的冲动 她还没说话 那边的司警云 就迫不及待地张嘴了 只听她口气中 带了几分怨气 说道 大姐 你这是何必呢 她一个有娘生 没娘娇的野丫头 值得你这般对待吗 司警云一见自家大姐 也跪在地上 心下十分烦躁 大姐这般良善做派 若她这个三小姐 不跪下 帮着那司警星求情 就会显得她很不懂事 不亲近自家姐妹 定会被人拿来说嘴 不管做什么 都要拿她跟大姐姐比 她就是不如 行了吧 司警云翻了个白眼 瞪了那司警星一眼 都怪她 你闭嘴 她再不计 也是你的二姐 平素李夫子教的课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老太太最喜欢拿桥 这场面 还得她来震 周氏见大女儿跪在地上 小女儿又被老太太骂 恨恨地瞪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司警星 都是那个该死的贱丫头 第十四章 二姐 是杀人凶手 周氏心下满是怨气 却又不敢顶撞老太太 她值得挤出来一个笑脸 说道 母亲 今日新儿回来 是好日子 莫跟云丫头置气 司警星抽了抽嘴角 对 合着又是自己惹出来的事 她不动声色地抽回 被司警月握着的手 冲着那老夫人说道 回祖母的话 张妈妈五月刚入下时 就离了别院 想来应是回了府上 我也许久 未曾见过她了呢 你也知道我之前 一直握病在床 房门都不出一步的 孙女又人微言轻 怎敢去过问张妈妈的事 不过 司警月眼见着司警星抽回自己的手 又在衣衫上蹭了蹭 她好看的眉头微微一蹴 脸上的关切之色僵了僵 却又很快恢复如初 只是心中却多了几分思量 这蠢货是在嫌弃她 这死丫头是找死不成 周氏心疼自家大女儿 还跪在地上 面上扯着一丝不耐烦的笑 催促道 不过什么 你这丫头 有话就直说 司警星乖巧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方才进府时 路过一个角落 听到两个小丫鬟 似乎提到了张妈妈 说 说是张妈妈在梨花院 她抬头看了一眼那周氏 面露惊讶之色地说道 呀 梨花院不正是母亲大人的院子 周氏闻言一愣 正思索着 那张脖子 莫不是真的回来了 就感受到一束目光 盯在自己身上 抬眼就见老太太 正面露不悦地看着她 她心下一惊 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 这死丫头 老太太最忌讳的 就是她这个记事 把手伸到她的院子里 此时 她只得挤出来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看向司警星 洋装斥责道 你这丫头 莫不是礼府十日久了 竟忘了 那张脖子 可是母亲院子里的 当年 也是你祖母亲自挑选的她 去别院伺候你 她跑到我院中作甚 可莫要乱说话 逗我与你祖母才是 这边说完 她又紧忙着朝老太太解释道 母亲 宁切莫听仙乱说 张脖子自从去了别院 何曾回过府上 前些日子 她家儿子二媳 不是才来见过母亲呢 若她当真回来 又岂会不见见自己的亲人 老太太听了这话 脸色擦好了一些 点头道 也罢 让别院小司和别院管事叫进来 问问他们便知 司警星煞时间想起 今日出门之时 路过那小司赵坤时 听到的吃笑声 原来是在这里等他呢 而后在门外的绿竹和燕妃二人 看着赵坤 莫婆子一同被换进了房中 又听他们言语间 似乎是提到了张婆子 二人对视一眼 都在对方眼中 看出了惊慌 莫不是 那日雨夜之事 被人发现了端倪 燕妃回想着那日的情形 越想越害怕 那夜的雨 下得急 他们慌乱中 便埋了那婆子 第二日他还去看过 那处的地面 很是平整 丝毫不见破绽 二人在门外 焦急等待 而房中的司警星 却丝毫不担心 他看向先后进门的二人 莫婆子与赵坤 你二人可见过张婆子 离开别院大门 老太太累了 白手是一缕妈妈问话 赵坤一个别院的门房小厮 平素接触的身份最高的 也就是将军府柳妈妈 何时见过这将军府老夫人 还有那黄子妃 此时她心里就像打鼓一般 甚是惶恐 却还是去偷偷瞥了一眼 那柳妈妈 见她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这才开口道 回老夫人 小人是别院的门房小厮 小人日夜职守 未曾见张妈妈 离开过别院大门 右侧站的是莫婆子 她此时已经瘦得 如皮包骨一般 又因长期吃不下饭 身体差得很 总是这里痛 那里不舒服 她看了眼 身前二小姐的背影 回想起近几个月受的罪 就恨得牙根痒 如今终于得见府上 能做主的老夫人 和将军夫人 再也忍不住 她潸然泪下说道 老奴也未曾见过 张姐姐出别院 想想也有三月 未曾见过她了 老奴与张姐姐 在别院相互陪伴两年 情如姐妹 如今老奴只是怕她 早已不再人世了 周氏本就想着 张婆子为何会失踪 会否将她交代 给她的是泄露出去 这忽然听闻 这莫婆子的话 也是一愣 早已不再人世 随即又扭头看向 那一言不发的思锦心 这样一个瘦弱的小姑娘 当时已然缠绵 病塌数月 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却能从张婆子手中逃脱 如今又十分康健地 站在这里 难道张婆子 当真是被她 周氏瞥了眼那二丫头 她若是杀人凶手 怕是要送到安里 做姑子吧 她眼下心思 倾壳一声 用自己觉得 很是温和的口吻问道 莫药胡说 张婆子只是找不见而已 莫婆子 你是别院管是婆子 你且细想想 张婆子失去踪迹前后 别院可有何一样 黑瘦的莫婆子 思索片刻 一道 有一日夜里 老奴起夜 大约是丑时 我瞧见小姐的院子里 亮着烛火 还有说话声 那晚下着雨 老奴困得厉害 就没进去伺候 但是第二日再去 就没看到张婆子了 一旁的赵坤文言 一双眼珠翻动 十分迅速地回应道 莫大娘一说 小人也想起来了 那夜的雨是突然而至 我为着别院例行检查 走到后院时 隐约听到铁丘撞击声 可下着雨 又想着 或许是自己听错了 也就没有声张 但自那日起 小人就再没见过张妈妈了 坐在一旁吃茶的 司警云听到这里 吐得惊叫一声 莫不是你杀了她 她说完这话 随即又捂住了嘴巴 生怕老太太在骂她 司警星面无表情地转头 朝那小姑娘看去 心中不由称赞 不得不说 姑娘 你真像了 可是 我怎么会承认呢 我不仅不会承认 我还要送你母亲 一份大大的见面礼 司警星垂着头部坑一声 勾唇一笑 往姓林雅絮中看了一眼 第十五章 当年偷窥之事 恰在这时 就听身旁的司警月 挨压一声 怎么会 二妹妹 莫不是记恨当年祖母 仗责你之事 才动了杀心 已是对祖母的不满 我的好妹妹 你怎地如此糊涂 司警星忍不住冷眸一扫 薄唇轻起 韩生说道 大姐姐 出门之前吃了臭豆腐 说话这么臭 随意栽赃够陷 可是要见官的 莫不是大姐姐作为皇子妃 不具国法 司警月听着这粗鄙的话 顿时愣住 她竟敢骂人 怎么 跟印象中那怯懦 卑微的二妹不一样 坐在上尉的老夫人听到这里 心下一沉 她不是可怜那张婆子一条命 而是觉得司警星这个孽障 对她这个嫡亲祖母 发起了挑衅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一个堂堂嫡女 说话如此粗鄙 你果真是在 怪我仗责了你 才对张婆子痛下杀手 老夫人不喜欢司警星的生生母亲 蓝氏 连带的也不喜欢这个二孙女 如今又察觉这个二孙女 居然不把她放在眼里 竟敢打杀她派过去的婆子 她猛地将手边的茶盏砸在地上 怒声道 来人 给我上加法 很快 就有两个粗屎婆子 拿着长板条进了屋中 哼 又是杖泽 司警星不禁嘲笑起自己 这是什么穿越技术 别的小可爱穿越 都是穿成团宠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而她呢 碰到这么一家子 毫无人性的极品玩意儿 她豁然起身 冷声说道 我倒是 你们一个个的都没长耳朵是吗 一起去梨花院看看 便可知 那张婆子在不在 怎爹 竟都是笼子 听不见我的话 一旁的司警月 一脸愁绪地拉住司警星的手臂 急声劝慰道 汐儿 你快好好说话才是 什么龙不龙的 你与祖母好好求求情 这事就过去了 那边的周氏 假意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 叹气道 汐儿 你教母亲 如何帮你圆谎 你此次做的事实数过分了 那张妈妈 好歹是条人命 怎可如此这般凶狠 她笃定 那张婆子 压根没有回过府 又怎会出现在自己的院中 老太太动了动僵硬的腰 极其不耐烦地 瞪着那满眼冷漠的二丫头 以前是打死说不出一句话 现在倒是会说话了 却满嘴谎言 粗鄙不堪 瞧瞧 这都闹出人命了 天煞的 我司家怎么就出了这样一个孽掌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 她拍着桌子 朝着两个粗屎婆子喊道 司警星眸中 一道寒光闪过 很好 她见那两个婆子上前来 腿上俱力 猛地朝其中一个横扫过去 那婆子身子 当时被甩飞出去 另一个婆子 此时已经扑到跟前 司警星挥拳而出 一拳砸向那人 老太太看着被打倒在地的两个婆子 早已气得脸色黑沉 她正要大骂出声 便见门外的丫鬟 快步进了屋来 那丫头通禀道 瑞王殿下驾到 瑞王 便是那三皇子 老太太一听 心中的怒火 顿时收了一收 家宅丑事 自是不能让皇家人瞧见 她瞪为眼那司警星 才带着众人一同往院中走去 司警星闽唇一笑 呦呵 是她 偏偏她这一笑 连带着一双毛子也含了笑意 恰巧就被离得 最近的周氏瞧了见 顶着那一张丑脸 竟还敢痴心妄想三皇子 瞧瞧这满眸春水的狐媚样子 跟她那死去的青娘一样 一身见骨头 这丫头是不能再留下了 众人刚走出何运院 就见两名侍从 挑着灯笼在前面引路 一男子 正跟在后面迎面走来 司警星抬眼去看 只见那人袭了一身月牙白颈袍 上头用金线 绣着祥云纹 五官俊美 唇边琴着一丝笑意 一副贵气温润公子的模样 果然是前世渣男 那张欠扁的脸 接下来就是一番请安行礼寒暄 司警星则站着不动 任周氏投来了好几个不满的眼色 眼鼠之下 几位主子在院中凉亭落了座 自然 这并不包括深涉命案的司警星 他站在周氏身后 仔细回忆着两年前的偷窥事件 圆主脑中关于那时的记忆 倒是清晰 那日是老太太五十六寿臣 因着将军出征 不便请些难客 只是请了些女兵罢了 那时的司警星 自卑又胆怯 不喜人多之地 便在自己院中练字 哪料 一个眼生的小丫头跑来 说是他大姐姐 喝多了果子酒 换他过去说话 那时的司警星 对着大姐姐很是亲近 姐姐来叫 哪里有不一的 他去了大姐姐的明月阁 院中无一人职守 却也没声响 毕竟今日祖母受宴 府上个院的小丝丫鬟 都忙着张罗宴会之事 只想着 既然大姐姐喝多了 他正好可以照顾一下 怎料 他刚刚触碰到门板 正带推门而入之际 院门处却忽然传来一声怒吼 丑八怪 你在干嘛 司警星被这一嗓子 吓得心头一慌 愣愣地转身去看 就见司警号愤怒地冲到他跟前 他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 就被他的好大哥 猛地甩了一个巴掌 口中的血水顺着唇角涌出来 脸上也火辣辣地疼 可他却不敢擦也不敢动 只睁着一双不满雾气的杏木 窃窃地看着眼前 被他称之为大哥的人 他之前每次被欺负 被打 动了的话 大哥就会变本加厉地打他 伤他 他学聪明了 他不动 大哥就会消气的 那司警号 见他戴着面纱的二妹 直盯着他 一股气猛声上来 他大声叫喊道 好啊 你这个下贱的黑脸猪 趁着我妹妹不在房中 来勾打三皇子 你方才在干嘛 偷窥是吗 走 约我到祖母面前说上一说 然而 府上今日有宴会 将军府的面子还是要的 于是 此事被周氏压了下来 将司警星暂时关进祠堂 宴会散了 再行处置 他在祠堂冰冷的地上 跪了整整四个时辰 直到天色黑了下来 他才被拖出祠堂 两排下人 举了火把 将整个院子照得宛如白昼 他的嫡亲祖母 带着周氏 司警月等一干人等 正坐在院中凳子上 等着他 而他 就像犯人一样 跪在地上 那年 他才十三岁 若说 此事与被偷窥男主角三皇子 没有关系 司警星说什么都不信 毕竟只要他站出来 帮着园主澄清一句就行 他却落井下石地说了一句 二妹妹还小 日后改了就是 也就是这句话 让此次偷窥事件 铁板上钉了钉 那时的司警月才过了十五岁 却在嫁入皇子府医院内 就如此击害他 若不是顾及到府上 还有魏初阁的小姐 此事怕早已传遍整个建州城 叫他丢了鲑鱼 跌入泥浪深渊了吧 是了 那件事的最终目的 其实只是 害他丢鲑鱼 但 此事一旦操作不当 将军府所有女眷 都会跟着受牵连 这其中的关系 司警月是没想到 还是不在意 害他丢鲑鱼的目的 又是什么 一个女子丢了鲑鱼 要么去死 要么剃了头发做骨子 再要么就是 与毁他鲑鱼的男子 而司警月 定是想害他命的 那三皇子 这样做又是为什么 第十六章 渣男献媚妖宠 司警星眉心微醋 那言笑艳艳的三皇子 到底按了什么心思 而那边正与齐南宴 坐在一串的司警月 却忽地感受到 一束探究的目光 她偏头去看 却见那司警星的目光 正落在自己王爷身上 她心下不由一震 这丫头 莫不是当真对王爷 有了那该死的心思 她眸光危暗 硬是挤出个和善的笑容 白手叫司警星 二妹妹 过来 司警星闻言 冲着周氏一笑 啊 母亲大人 大姐姐叫我 我便去了 她说完 便不顾周氏黑沉下来的脸色 静止走上了前去 司警月牵住司警星的手 笑容甜淡地说道 你既已回府 咱们姐妹日后 又可以聚在一处说话了 改日姐姐带你出府逛逛 司警星闻言 对逛街倒是不感兴趣 却也没反驳 只是微一点头 却在抬头的一刹那 遇到了些许阻力 她脸上的面纱 就这样 在众目睽睽之下 飘落到了地上 司警月满怀歉意的声音 顿时响起 啊 二妹妹 姐姐不是故意的 众人的目光 此时全都挪到了 那样貌丑陋的二小姐脸上 怎么会这样 二小姐的脸 十年前不就已经毁了吗 可她此时的脸上 分明毫无瑕疵 不是说二小姐得了怪病 又脸躯黑如炭 如今竟如此白难 莫不是那病 好了 那为何之前 还带着面纱入府 府上的小丫鬟们 在后面窃窃私语 却听进了 在座主子们的耳朵 二妹妹 你的脸 司警月手中捏那面纱 心中却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她根本无法将 眼前这娇媚容年的女子 与先前黑着半张脸的 丑陋二妹 看作一个人 她本是想让这丫头 在众人面前落了面纱 丢了脸 气了那不该有的龌龊心思 谁承想 她的脸 是何时好了 不是说 那毒无药可解吗 她这样想着 就扭头去看 同样满脸震惊的周氏 司警星眼下眸中的寒意 勾唇一笑 道 大姐姐是早就知道 我的脸好了吗 怎的 就突然将面纱给拽了下来 还是 想让众人看到 我那布满黑斑的脸 司警月心思被戳破 快速地瞟了一眼 身旁的三皇子 善善一笑 道 没有 二妹妹莫要多想 姐姐真的不是故意的 老太太招了招手 叫道 二丫头过来 叫我瞧瞧 此前这丫头容颜近毁 定不能为家族带来荣誉 就是个废弃 若她容貌复原 说不准能有用 老太太拉着司警星的手 细细看去 果见她占了整个右脸的黑斑 以全数退去 好 好啊 老太太拍着司警星的手 笑起来 司警星却转头看向司警月 似笑非笑叨叨 是啊 这黑斑好了 想来家里人必是高兴的 就在这时 身后投来一束探究的目光 让司警星后背不由将了将 她知道 是那齐难验 紧随而来的 还有她关切的问候 二妹妹 许久未见 一切可还好 周氏见三皇子对司警星如此关切 猛然想起 方才那野丫头 在瞧见三皇子时 她眸中的笑意 她心中不由一慌 这死丫头 如今面容恢复 保不齐三皇子 就对她 有了不一样的心思 司警星转身看向齐难燕 面无表情地接话道 老王爷挂念 我一切都好 此话一出 司警星只觉盲刺在背 急到凶狠的目光 砸在她身上 司警云腾地站起身来 伸手指着司警星 骂道 你要不要脸 谁挂念你了 当真是厚颜无耻 那可是他们的姐夫 司警星点头 洋装恍然大悟 道 我以为王爷是真的关心我 才有此疑问 原来 他垂下头 又小声嘀咕道 原来姐夫是个 惯会说谎之人 只是与我客气 你 司警云憋红了脸 我不是那个意思 周氏见状 面上堆起笑 对着齐难燕恭敬道 王爷 于尔口无遮拦 并非歇尔口中那个意思 王爷自是说一不二的君子 司警星眼观鼻 鼻观口 老神再再站在一旁 似透明人一般 那旁的齐难燕 却不理那周氏 只含笑地打量那挑了事 便躲在一旁 看热闹的小丫头 当年那怯懦软弱的小丫头 只两年未见 竟变得如此古怪精灵 当年 他就知道 这丫头对他很是有好感 所以 他亲手策划了那件事 司警月 虽身靠将军府 外祖家却上不得台面 只一位三品御史台妇 左都御史的舅舅 而 司警星 却不同 他不仅是司家嫡女 更是蓝府 蓝老将军的嫡亲外孙女 蓝府 杨胜英衰 蓝老将军有三个儿子 却只有一个女儿 那就是司警星的母亲 蓝氏 那蓝氏 在府上做小姐时 便是家中兄长父母的掌上明珠 就这司警星 在蓝府 也是众星捧月般爱宠 虽说这丫头当年容貌近毁 连个妾室都不配 但身后 有蓝府 那便是有用的 而今 若将他赐婚给那人 岂不是一剑三雕 那人 若能扶持他 他的势力定能如日中天 只要他心在自己这边 届时朝那人吹吹枕边风 便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齐南燕这般想着 看向司警星的目光 更多了几分柔和 二小姐 再过几个月 便要急急了吧 到时本王与你姐姐一道前来关联 司警星看着这张脸 便不由自主想到前世那渣男 只冷冷道 不敢劳烦王爷与王妃 齐南燕见那小女子 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却并不在意 只笑道 无妨 无妨 众人又闲话片刻 齐南燕带着司警月 告辞离了府 张婆子之事 也不了了之 他带着绿竹燕妃二人 随着引路丫鬟 朝着刚分配给他的碎华院走去 他记得园主之前住的院子 姚光院 位置极好 景致极佳 想来两年前他被赶出府 那院子就被人占了去 司警星站在破败的院落前 竟觉得不可思议 这诺大华丽的将军府 还有如此荒芜的院子 两个丫头长了灯 勉强打扫出来一个房间 铺上了干净的被褥 雨过天晴 夜空中坠满星光 此时已入虚实 大约晚上八九点的样子 看来 今晚是没东西吃了 司警星从药房的零食抽屉中 取出三碗泡面 用热水冲泡好 他招呼着两个丫头 每人吃了一碗 绿竹和燕妃 虽对这从未吃过的东西 万分好奇 却也不多问 小姐给的东西 吃就对了 今日之事 够小姐累的了 明日还不知道如何挨过 老夫人和主母 被张婆子之事的查问 司警星躺在床上浅眠起来 他要养足精神 今夜 他要去夜叹梨花院 第十七章 夜叹梨花院 夜黑风高 正是夜叹之时 司警星将碍事的裙摆绑在腰间 闪身进入药房空间 他借着夜色 毫不费力地进了梨花园的大门 穿墙而入的那种 刺激 司警星一路朝周氏的房间奔去 门外首叶的婆子 哪里还在首叶 靠在栏杆边上 沉沉睡了去 倒是省了司警星下手 他轻手轻脚 又穿门而入 在出现时 已经站在了周氏的房中 那震天响的呼噜声 几乎要把房顶掀开 司警星瞧着床榻上 那肥如母猪一般的周氏 眼光中布满冰寒 先是杀害原主 又差点将他也害死 周氏 该为你所做之事 付出代价 咱们慢慢来 他不多做单个 打开周氏的首饰匣子 却发现 这盒子中 大部分均是原主母亲的嫁妆 司警星伸手将桌上的所有首饰 统统塞进药房 腾出来的一个收纳箱 最后 他又去后院转悠了一圈 才披心待悦地 回了自己的院子 他看着碎华院门上的锁头 不有想象 这周是真事 无所不用其极 居然还派人锁了他的门 一天的折腾 他是真的累 直接闪身进入空间 穿墙而入 他将那双沾满泥土的鞋子 收在药房中 才倒在床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日 天色刚蒙蒙亮 梨花院就传来一道尖叫声 司警星这边离得比较远 听是听不到的 可他却一大早就醒了 今日有好戏 他怎么能不去凑热闹 燕妃和绿竹 两人脸色都不太好 一看就是没休息好 张婆子之事 两个人合计半夜 也没想出个什么 两全其美的法子 梳妆打扮好的司警星 将二人神色看在眼中 他完全笑道 走吧 去给祖母请安 稍带着给你们看出戏 这等好戏 光他自己看 不是太浪费了 两个丫鬟压根 不想让自家小姐往外走 这事能拖一会儿 是一会儿 说不得 今夜就不查问那事了 怎的 自家小姐还明知山有虎 还偏向虎山行 岁华院大门的锁头 不知何时 已经被人打了开 倒是考虑得周到 司警星暗自佩服周氏的能力 这恐怕是昨晚 就交代好了的 毕竟 今早的他 忙得很 主仆三人刚走出院门 就见一个抱着包袱的小丫鬟 迎面走来 二小姐 我们姨娘昨夜得知 二小姐方才回府 未敢来打扰 今日一早就派了奴婢前来 姨娘说了 小姐刚回府 衣裳可能还未来得及坐 这些是给我们四小姐做的新衣裳 还未上身 二小姐可以先凑合穿 日后再置办好的 还望二小姐莫要嫌弃 小丫鬟屈膝行礼 面上带着浅笑 这是小桃 四小姐的贴身丫鬟 将军府 除了蓝氏已故 在世周氏这个祭氏 还有一位小妾 温氏 温氏与周氏同一年入府 性情温和 与当时还在世的蓝氏 走动较劲 她在府上不争不强 倒是在周氏 眼皮子底下 养大了一双儿女 只是园主那时身为嫡女 与数子庶女们走动极少 她对这个四妹妹 印象不深 只记得她比自己小两岁 源头胡脑 很是可爱 替我谢谢你家姨娘 我得空了 过去找四妹妹玩 她让燕妃接过包袱 温生谢道 她这样一个落魄嫡女 又身陷命案 四景星对着温氏的形势做派 很是有几分感动 主仆三人出了岁华院 走在雨后的花砖小路上 今日天气情好 四景星心情不错 轻横了几句歌词 身后的两个丫头 却愈发紧张 绿竹在心中默默下着决心 若此事 非要找一个替罪羊 她就替自家小姐扛下来 心中正想着 突然就与一个小丫鬟 撞在了一处 呀 你这是做什么 怎么走路的 绿竹心中正烦 又被人撞疼 恼怒地指着那小丫头 问道 那小丫鬟忙站好 转身见势被赶出府 昨夜方才回府的二小姐 言语中便不由得多了几分不屑 见过二小姐 我姐问你 如此脚步匆忙 是出了何事 司警星顾不得找这丫头的麻烦 只开口问道 那小丫鬟着急走 不耐烦地回道 听说梨花院死了人 奴婢先告退了 司警星冷声说道 站住 梨花院出事 夫人定是慌乱不已 你姐陪我一同去祖母院中 把事情说清楚 那小丫头虽不愿 却也不敢违逆 只得跟在这二小姐身后 朝合运院走去 合运院中 她这么早过来做什么 老太太刚睡醒 不耐烦地摆手 说道 叫她等着吧 二小姐说 她来的路上 碰上了小丫头 说是梨花院出事了 吕妈妈一边帮老太太更衣 一边说着 老太太一听梨花院出事 头都有点懵 哪个院子出事 她那梨花院都不可能出事 那院中的婆子吓人 比她这盒孕院都要多上许多 哼 这时候想起来找我这个 不管家的老太太了 老夫人服了服完好的发迹 看了门口一眼 吕妈妈见状 转身叫了门外丫鬟 老太太要见二小姐 司警星进了门来 屈膝行礼 孙女给祖母请安 随后又接过吕妈妈手里的茶展 碰到老夫人跟前 郑重地说道 孙女昨夜想了许久 以前孙女幼稚任性 让祖母也跟着操心 往后孙女定日日 谨记祖母教会 做好将军府的好女儿 老太太接过茶展 听着孙女这恭敬的话语 那种被敬重的感觉 让她心情格外舒畅 说话也温和不少 你这孩子早该如此 罢了 往后多些警醒就是了 这老太太就是顺毛驴 司警星眼下心中笑意 盲点头称事 说道 我方才过来时 就想着先来给祖母请安 再去给母亲请安 谁知在路上碰到这个小丫头 她说是母亲院中出了事 我想着 母亲院中若出事 咱们府上也只有祖母能真的住场子 所以 便带着这小丫头来叨扰祖母 还望祖母见谅 老太太点点头 这府上果真是一天都离不了她 她转头看向跪在地上的小丫头 仰着下巴问道 你且说说 梨花院出了何事 小丫头只是擅访的烧火丫头 平素哪里这样近距离见过老夫人 此时额上早已浸了一层汗水 看上去 确实有些惊慌 回老夫人话 奴婢听说 梨花院死了人 第十八章 慈善继母献命案 什么 你说什么 老太太大清早 心情正不错的时候 乍一听这话 面上顿时服了一丝怒色 司警星立即摆出一副焦急忧心的模样 提醒道 祖母 这丫头 说是母亲院中死了人 咱们快些过去看看 父亲这两日也就要回府了 母亲可莫要在这关头出事才好 和预院众人 呼啦啦地 直奔梨花院而去 司警星扶着老太太 缓步前行 倒是一副祖孙情深的好风光 而司警星却暗中掐了她的脉象 果不其然 脉搏宏大 是老年人最容易中招的高血压 这高血压 最是忌讳情绪波动 她暗暗在衣袖中 准备了一瓶杜仲平鸦片 她如今 还不能让这老太太轻易挂掉 做山关虎斗 才最是好玩 一众人从和预院到梨花院 一路上碰见了不少丫鬟婆子 他们瞧见站在老夫人身侧 扶着老太太手臂的人时 均是一愣 那是 昨夜方才回府的二小姐 不是说她很不受宠 你别说 二小姐这脸上的黑斑退了后 竟比大小姐还好看呢 这二小姐回来了 那三小姐的婚事怎么办 角落里的几个丫鬟婆子 低声八卦着二小姐 殊不知 却被游郎后一个婆子听了到 司警星耳利好 自然也听到了不远处 那些叽叽咕咕的八卦声 婚事 她想起 昨日在别院门外 林妈妈叫喊的那一句 别以为回去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 原来 这府上真有事情 是她不知道的 司警星眼下心中所想 再抬头 他们一行人已经到了梨花院 众人还未踏进院门 就被行色匆匆迎面走来的柳妈妈 撞了个对面 院中出了这事 柳妈妈自然心虚不宁 正低头走路 就见有人挡在自己对面 她看都没看 就冲口骂道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司警星压得一声 转头看向老太太 不解地问道 祖母 这柳妈妈 是在骂我们 话罢 不等老太太发话 抬手就甩过去一个巴掌 呵斥道 冒犯祖母 该打 而那柳妈妈 此时也早已看清来人 她当时跪在地上 捂着胀痛的脸说道 老夫人 老奴该死 老奴方才是瞎了眼 老奴不是马尼 这老夫人 怎的一大早过来 后院那事 可万不能被发现啊 她偷偷瞟了一眼身侧的丫鬟 示意她去告知夫人 司警星早已看透她的心思 扬声喊道 你去做什么 老夫人在此 你要开溜去哪里 那丫鬟闻声 顿时站住了脚 不敢再动 老太太可不管那丫头跑不跑 只一心生柳妈妈的气 她何曾被人臭骂过 竟还是自家奴才 她气得险些背过气去 怒道 好你个老刁奴 竟猖狂至此 司警星倒是没想到 一进门就给这老太太气够呛 不过这柳妈妈 倒不是什么大角色 她紧忙拍了拍老太太的胸口 提醒道 祖母 您可万不能气坏了身子 母亲可还等着您给主持大局呢 老太太这才想起 他们此行目的 却也不打算放过这柳妈妈 她冷声吩咐道 去吧 在院门口跪上一日一夜 柳妈妈本想拖延一些时间 竟被这二小姐 一句话点醒了老太太 她恨恨地瞪了眼司警星 捂着脸走到梨花院门外 跪了下来 司警星这才扶着老太太 朝院中走去 祖母 您听 后院似是有动静 想来母亲也定是在那边 司警星面上一副交集 像是真的担心她继母安危一般 是 她是担心继母 只不过 是担心继母毁尸灭迹 片刻后 祖孙二人在后院的月亮门外 站住了脚步 老太太脸色发白地 看着院中两个小丝 他们正抡起铁锹挖坑 旁边摆着一张拱起的草席 那草席下 是什么人 周氏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 在府上行杀人之事 她儿子征战沙场 用命挣回来的满府荣光 怕是要被这死婆娘败光了呀 她一脸怒气地大喊道 你们在干什么 老太太这边刚喊完 就听身后传来周氏独有的粗犷女声 母亲 母亲 您怎么来了 快随媳妇去前院 他们是在买一只死去的狗 莫摇窝了母亲的眼 那边的小四见老夫人动怒 也不敢再继续挖 双双站在土坑边上 停了宫 司警星瞥眼瞧见 周氏略带辣黄的脸色 心下一乐 看来这一早上 跑度不下食烫了吧 想迅速毁尸灭迹 本姑娘怎能如你所愿 就叫你心有余而力不足 乖乖等我们来 老太太见着周氏 竟还敢欺瞒于她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亏了她一早 还担忧着周氏的安危 巴巴地赶到梨花院来 她怒声喊道 周氏 你莫要在信口开河 那分明是个人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司警星垂着头 跟在老太太身边 小声提醒道 祖母先别生气 许是这人犯了什么 不可饶恕的错误 才让母亲下了 这样重的惩罚 只是 此事万不可大意 莫要被人拿了我们 将军府的罪过才是 当下最重要的 便是查验此人身份 可是家生奴才 那周氏一听 才注意到老太太身边跟的 居然是司警星那死丫头 她猛然间想起 昨夜 这丫头似乎是说过 张婆子在梨花院等你 是你 对不对 是你杀了张婆子 放在我院中的 周氏脑中一片灵光闪现 她指着司警星 冲口而出 张婆子 母亲是说 那草席下面的 是张妈妈 啊 司警星捂住嘴巴 面上一片惨白 说话间 两行青泪顺着她的脸颊 缓缓躺下 怎么会这样 祖母您快叫人看看 张妈妈怎么会死 母亲为何要如此糊涂 演戏吗 谁不会 得了老夫人的话 草席很快被人打了开 张婆子那张面露惊恐的脸 暴露在众人眼前 只见她全身湿漉漉 像是刚淋了雨 腰间几个血洞 血迹还未干 这事 刚死没多久 司警星眼下眼中的心芒 面上又挂满了悲戏之色 而她身后的烟飞和绿烛 则完全呆愣住 这张婆子 不是三个月前就死在了别院 这 就是小姐早上说的 看戏 第十九章 继母的出彩表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人眼下心中疑惑 此事能与小姐脱开关系便是 绿竹绿竹惊呼一声 捂着嘴巴 满眼的难以置信 呀 真的是张妈妈 燕妃抽了抽发酸的鼻子 欺然泪下 叹气道 昨夜咱们就听说她在梨花院 没想到 今日得见 却已是人天永格 听着两个丫头一唱一和 周氏瞪着一双眼 似是要喷出火来 老太太瞥了一眼张婆子的尸身 不由连连后退几步 那婆子死得着实骇人了些 这周氏的手 到底是伸到了她的院中 老太太一想到这个 火气蹭蹭地长起来 怒声质问道 说 张婆子为何死在你这院中 周氏百口莫辩 只得跪在老太太跟前 委屈哭道 母亲 媳妇真的不知 今日一早 有丫鬟在后院发现了她 那时 她就已经死了 媳妇是被人陷害的 周氏真是委屈至极 她是真的无辜啊 她是被嫁祸的 她猛然看向司警星 不敢倒 星儿 是你做的 对不对 是你杀了张婆子 你若认下 府上也不会怪罪你 你为何要推脱到母亲身上 你且说说 昨夜是哪个丫头说起 这婆子在我院中等我 母亲 女儿哪里有杀人的本事 你若非叫我指出是谁说的 那我可指不出来 毕竟咱们府上 又不是第一次有面生的丫头 司警星面不改色地盯着周氏 缓缓开口继续说道 两年前不就有过的吗 周氏听到这里 瞳孔猛地收缩 两年前 那个叫司警星去明月阁的小丫鬟 这件丫头 是发现了什么 周氏不敢再言语 只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少女 人明明还是那个人 可为何她的眼神却是那般的陌生 司警星勾传一笑 心道 天道好轮回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她挽住老太太的胳膊 一副小女儿家的做派 低声说道 祖母 孙女好害怕 母亲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冤枉孙女 再说 孙女的院子 昨夜就被锁了 我还能跳墙出来 害人不成 周氏一听锁门之事 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倒是给了这丫头一个好说词 她自己也知道 遂华院的门锁了 那司警星万不能翻过高墙 而张婆子 又比那丫头 身强体壮许多 怎么看都不能是那丫头所为 可她始终有一种直觉 此事定与她司警星脱不了干系 不然 还能是谁 她想不出 那婆子到底是被何人杀害 又为何陷害于她 老太太眼看着这周氏杀了张婆子 还想将此事 污蔑到二丫头身上 她怒声道 好 好啊 好一个周氏 老太太颤巍巍地指着周氏 呼绝天旋地转 一个亮呛 差点摔倒在地 司警星盲身手将之扶住 一旁的吕妈妈惊慌道 老夫人这是头疯病犯了 快 快去请大夫 司警星眸光一暗 这老太太 万不能这时候晕倒 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杜仲瓶鸦片 递了过去 吕妈妈 这是我在别院实质的药片 妈妈若信我 可先让祖母服下 祖母这病 耽搁不得 她也是前些日子在别院时 整理出了不少药点孤本 原是 她的外祖母早些年痴迷医术 蓝老将军四处寻觅 才得来的这些孤本 后 她的母亲蓝氏 有孕在身时 在别院小住 外祖母便将这些孤本 一并留在别院之中 因是希望她养身体之余 多言习一番 可她母亲 蓝氏 却对学医毫无兴趣 以至于原主这段记忆 很是模糊 司警星莫名觉得 外祖母送蓝氏要点 有些蹊跷 却又想不出有哪里不对 不过 有这些孤本在 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 这是 吕妈妈接过来一瞧 是一粒白色片状之物 她面露不解 这二小姐胆子未免太大了些 哟 其实随意吃的 司警星猜到对方心中所想 解释道 吕妈妈 您应是记得我外祖母一手好医术 这两年 我在别院时常研习 她老人家留下的孤本 如今 我医术虽说不如我外祖母 却也略懂一二 吕妈妈听闻此话 历史想到 她家这位二小姐的那位外祖母 传闻 那位兰府老太太 当年一手医术精湛 不在太医之下 曾得太后金口称赞 只因她是女儿身 不适合抛头露面 故时日久了 记得此事之人并不多 原来如此 二小姐聪慧过人 才能有此造化 吕妈妈点头夸赞 二人伺候老太太服了药 片刻后就见她呼吸渐渐平缓 眼神也清亮了许多 那旁还跪在地上的周氏健壮 心中不由大害 这死丫头竟有了这等本事 莫不是就连那无药 可解的黑斑之毒 也是被她自己给治好的 如此这般 日后想要对付她 怕是要更谨慎些 老太太刚缓过来 就要惩罚周氏 来人 向这雕妇仗打二十 却听补一声 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恶臭 司警星迅速捂住口鼻 扶着老太太连连后退几步 就在这时 不知是谁说了句 呀 夫人身后是什么 嘘 小生仙 我瞧着夫人 似乎是 拉了 小小的嘀咕声 似是惊雷 再禁忌的后院炸开 啊 周氏平素当家主母的端庄形象 再也维持不下去 她豁然站起身 逃也似的 跑出后院 直奔攻防而去 这 竟如此粗鄙无礼 老太太气得直摇头 小门小户出来的 当真是扶不上台面 日后定要寻个机会 再为儿子定一门好人家 当朝镇远将军 多少小姑娘 抢着嫁过来呢 司警星不知老太太心中所想 不然定是要骂她为老不尊 也不瞧瞧自己儿子多大岁数了 张婆子之事 如司警星所料 不了了之 司家主母 若是背上人命官司 她的儿女必会受到牵连 老太太舍不得大孙子 被人指指点点 对外只说 张婆子偷窃了周氏诸多银钱首饰 被查到后 羞愧难当 自我了断 老太太又顾及司警月的王菲卫 周氏的那顿板子也没打成 最终只罚她禁足一个月 自然 她今日的屎尿屁表演 也迅速传遍了整个将军府 叫她蒙羞致死 小姐 那张婆子 绿竹服侍着自家小姐吃了早饭 实在忍不住 张嘴问道 司警星知道 她是要问张婆子 明明死于三个月前 为何今日看上去 分明像是才死不久 明明埋在别院 又为何会无端出现在此 她怎么解释呢 她总不能说 她的空间有保鲜作用 她三个月前 就将这婆子收藏好了 已被不时之虚 她正努力编个谎原过去 就听碎华院门外 有人在叫喊 司警星 你这个不要脸的货色 给本小姐出来 是我那三妹来了 走 随我去瞧瞧 司警星松了一口气 忙站起身往外走 这司警月 来得正好 第二十章 九王的冲喜王菲 司警星一边往外走 一边搜刮着脑中 关于这个三妹妹的记忆 十年前 这个三妹妹从小庶女变成将军府敌三女 自此就开始了与原主无休止的争抢 大到出行马车 小到依上手势 吃食 只要是原主有的 她司警云也要有 甚至 原主那份也要被她霸占了去 司警星对此做法有些理解 毕竟这时候的敌女庶女 差别对待还是很明显 人性不就这般 身份突然被提高 想要的也就越多 只是委屈了当时的原主 可没少被这小丫头欺负 不过 有一点 让司警星觉得很有趣 这司警云 不光与她司警星不对付 似乎与她的嫡亲姐姐司警月 也不是很对付 三妹妹 今日怎地有空来我这岁华院 司警星走出院门 眉眼含笑地看向来人 司警云昨夜就知道 这司警星脸上的黑斑已经退了 却因着夜里光线暗 没瞧得太清楚 而此时 看着眼前女子白嫩的肌肤 方知 没了那黑斑 二姐姐的容颜 只怕是雁贯见舟 她想起嬷嬷在游郎处听到的话 心下不由恼怒 红着脸问道 你为何如此不要脸面 非要回来与我抢婚事 又是婚事 司警星笑眯眯地问道 我何时抢你婚事了 我还不知 三妹妹 你是要嫁给谁 我 我自然是 司警云耳根子都红了 吞吞吐吐说了一半 就被身后来人打断了 鱼儿 又胡闹 司警月仪态端庄地缓步而来 拉住司警云的手臂 示意她住嘴 她转头看向司警星 唇半弯弯 眸光含笑说道 心儿 你莫要听鱼儿胡说 那门亲事是你的 朝堂上皇上亲自允下的 就等着父亲回京 赐婚圣旨 也就宣发下来了 哦 怎么的 自己还真的抢了人家司警云的婚事 司警星抿唇看着司警月 却不接话 这里边定然有事 赐婚对象是何人 若是好亲事 他们这群人竟会拱手让人 司警月见司警星似笑非笑的模样 像是看穿了她的计划一般 心中不由到抽一口气 这蠢货如今竟这样难对付 瞧我 竟忘了 与三妹妹你说明白 她强扯了一丝笑 恭喜道 是当今皇上 允诺咱们将军府嫡女 婚配给当今九王 那九王 妹妹可知 那是当今皇上的右弟 年纪轻轻 战功赫赫 被封为墨英王 他人品贵重 气欲不凡 妹妹就等着日后过好日子吧 传闻中 那墨英王面若关玉 又威风凛凛 倾心于她 就连司警云也不例外 当初听母亲说 皇帝要给她和她赐婚 一颗心都要蹦出来了 如今听大姐姐这般说 哪里肯 那可是她朝思暮想的九王 她怎可拱手相让 司警云战红了一张脸 怒气冲冲地指着司警月 道 大姐姐 你这是何意 母亲明明说皇上的赐婚 没有明说是将军府哪位女儿 还说带父亲回来 就定下我与九王的婚约 凭什么现在要换成她这个 她 司警月眉心错了促 自己这个妹妹 怎敌这般看不清势头 她尽量保持住面上的笑意 好生劝导道 云儿 你莫要再胡闹 母亲何曾说过 要你嫁过去 府上二姐姐 还带字归中 这婚事 自然是轮不到你的 你若不信 自是可以去问母亲 她看了眼身后的侍女 那侍女上前一步 行礼道 三小姐 方才我们皇子妃 从梨花院过来时 听夫人说给您置办的 重秋衣装做好了 说是请您过去试试呢 司警云正好也要去问问母亲 刺婚之事到底怎么回事 她气冲冲地转身 朝着梨花院方向而去 司警星看着这姐妹 两人的交锋 心中更加确定了一件事 这个九王 怕是出了什么事吧 不然 之前言之凿凿地 让司警云嫁过去 为何会这般紧急地换成她 是快死了 将她嫁过去 要殉葬吗 司警星脑子飞快地盘算着 就听司警约又说道 二妹妹 日后做了九王王妃 莫要忘了你我之间的姐妹 情分才是 妹妹 你瞧 这是母亲叫我拿来给你的衣裳 你看看合不合身 她一招手 身后四个侍女上前 每个人手中拖着一个托盘 托盘中各摆放着两套衣裙 司警星一一看去 只见八套衣裙都是香云纱 宿井所致都是极品料子 周氏 会在她身上下 如此血本 再者 她昨夜方才回府 今日就做好了衣裙 司警星轻挑秀眉 了然倾笑 道 如此 便多谢了 只是那婚事 还是按之前商定的 让三妹妹嫁过去便是 君子不夺人之美 大姐姐走好 恕妹妹不远送 司警月看着眼前女子弹幕的转身 回了自己的院子 她脸上的笑意一收 这死丫头 竟这般不识好歹 若不是那九王出了事 这般好的姻缘 岂会让给她 她冷冷转身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而此时的那出了事的九王 正听着暗卫 汇报在司府看到的精彩戏码 所以 你觉得那周氏出丑之事 是那二小姐所为 九王齐莫黎 手指点在暗机上 饶有兴致地问道 回主子 属下昨夜在梨花院 瞧见了那二小姐 却并未看到 她是如何动的手 属下失职 请主子责罚 暗卫白皙 拱手请罪道 齐莫黎端起茶盏 抿了一口 白手说道 我中毒不治之事 竟今早才传过去 老三的消息 传得有点慢了 白皙点头称事 道 今早三皇子妃 急匆匆到了司府 直奔那二小姐院子而来 说了皇上为她 与您赐婚一事 不过 属下瞧着那二小姐 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面上并未见有喜色 那丫头是个精明的 都要被家人匡爱 给本王这个将死之人冲洗了 还能有什么喜色 齐莫黎宝唇一扯 似笑非笑地 继续喝着手中的茶 她没中毒 就要将三小姐架过来 她中毒了 就要换成二小姐 这镇远将军府 倒是会盘算 却听到白皙猛地一拍脑门 哀压一声 叫道 属下忘了一件事 那二小姐 似乎会医术 今日便是用一种奇药 救治了那将军府老夫人 齐莫黎闻言 呼吸一致 莫非是她 第21章 夜半有贼来爬窗 寻了这般酒 终是被她找到了 齐莫黎扔下茶盏 见眉一条 吩咐道 去太子府 请太子过府一叙 她是先皇幼子 比当今皇帝 小了整整三十岁 自幼丧母 跟在老太后身边长大 却与当朝太子童年 自小一同长大 关系很是要好 不多时 太子的马车 从莫英王府侧门 直接驶进府中 九皇说 今日怎有空妖侧前来 太子齐南渊 跨进齐莫黎的书房 毫不客气的大喇喇 坐在太师椅上 笑问道 齐莫黎执着手中 沾满了莫知的毛笔 写下一个字 才瞥了一眼那齐南渊 没好气地说道 齐南渊伸了身脖子 瞧见那宣纸上 赫然写了一个喜字 他哈哈一笑 道 原来是此事 指而恭喜王叔 贺喜 他还没说完 就被自家王叔一记 冷眼瞧了过来 明日思郡山大将军 就要回京 我中毒至深 不方便进攻 你替我跑上一趟 叔侄俩在书房 商议了足足半个时辰 齐莫黎 才心满意足地 放齐南渊礼府 与其是旁人 不如就是他 齐莫黎脑中闪过 昨日站在雨中 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个弧度 白熙看着身边主子 嘴角勾起的一抹笑 身子不由一抖 主子这是吃错了什么药 战场上的阎罗王 何曾有过这般和煦的笑容 刚刚在书房 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熙挠着头 也捉摸不透 司府 梨花院 滚 都给我滚 紧跟着是一阵瓷器 砸碎在地的声音 这已经是周氏 今日打杂的第五套茶盏了 只砸些茶盏 压根解不了心头之恨 他不用想也知道 今早他在后院出的糗事 怕早就传遍了整个将军府 他的脸面都丢到娘胎了 都是那死丫头 他就是个扫把星 他一回府 就给他惹来这般多的麻烦 司锦月看着满地的碎瓷片 微叹了一口气 劝慰道 母亲 名消消气 知道此事的人太多 不着急着一时半会儿 过些十日 一点点地换掉就是 至于那些人 自然有的是办法 叫他们将此事烂在肚子里 周氏的腹泻之症 大夫来看过 说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可周氏却说吃的 都是平素吃的东西 没有异常 司锦月也怀疑 此事与司锦星有关 但自己母亲也说了 那岁华院昨天夜里是锁了的 一直到今早卯时 才打了开 夏日的卯时 天已大亮 府上的丫鬟婆子 都已经忙碌起来 那丫头万没有机会动手 还有那张婆子 这一桩桩一件件奇怪之事 都是那丫头回府后发生的 不得不让人心生怀疑 却又找不到证据 只是 他若不应下此婚事 又该如何 莫不是真叫你三妹妹 嫁给那将死的九王 周氏连拉带兔折腾了大半天 脸上都泛了蜡黄 心中却依旧挂着 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 未经之际 司锦月凑近周氏耳边 低声说着什么 这 此事须得谨慎 周氏暗暗点头 又不放心地叮嘱道 万不可大意 只炸他一炸便可 若不是留着那丫头的命有用 哪里用得着费这般大的劲儿 要死也得等嫁给九王后再死 不然 他的女儿就要嫁过去 绝不能够 他就应该像他的生生母亲一般 给自己和自己的儿女铺路 周氏与司锦月又细细商定了一番 才算是踏实 让柳妈妈叫人 将房中的碎刺片都打扫了干净 合医院中 老夫人手里抓着一小瓶药 脸上堆满了笑 道 还是我们歇儿有本事 治出来这般好的药 早上老太太在梨花院后院晕眩后 府上自是有吓人诉诉去请了大夫 而那大夫到时 老太太已经回了自己的合孕院 她又记得那大夫说的话 若不是在晕眩后及时吃药 控制住病情 怕是一时半会很难清醒过来 她还想跟司锦星 要些这种不苦又见效快的药 却又不知该如何张口 起料 这二丫头午饭后 就巴巴地给送了一瓶来 司锦星看着老太太 自然没错过她脸上的得意之色 她垂眸 坐山观虎斗 才有趣 旋即 司锦星抬头浅笑说道 孙女学术不经 昨日也是情急之下 才给祖母用了药 祖母吃着好 孙女也就安心了 老太太最是惜命 每当那晕眩症犯病 当真是难受的景 还要日日喝那苦药汤子 实在不愿 如今得此好药 自是宝贝的景 连连说道 好 吃得甚好 司锦星知道 她是一个唯利仕途之人 也不多留 便告辞 回了岁华院 晚膳时分 司锦星看着桌子上的四菜一汤 问道 今日饭菜 怎的这般丰盛 燕飞拿着碗咬了汤 说道 听厨房的管师妈妈说 是柳妈妈亲自去交代的 司锦星宁谋 看来那酒王 是当真不中用了 她要尽快出去一趟 搞清楚那人的情况 提前做好两手准备才是 她招呼绿竹和燕飞 一到用了碗膳 又在院中溜达了几圈 才回了房间 从昨天到今天 看来她都没能好好卸上一些 趁今夜无事 司锦星准备早点入睡 可 有时候 你越是困 越是想睡 就越是睡不着 司锦星辗转反侧 最后放弃了挣扎 她承认 她真的失眠了 她翻身坐起 准备披上外衣 准备去院中跑几圈 只是 还未等她下床 就听院中传来一阵稀疏的声音 司锦星有着比旁人更加敏锐的听力 她立即亲手轻脚穿好衣裳 趁着夜色躲到了门边处 窗帘被打开 支扭扭地打破了夜里的禁忌 隐匿在暗处的司锦星 借着月光 冷眼扫过去 只见一个身形敏捷的黑影 纵身一跃 便从窗口跳了进来 第二十二章 彩花小贼修要逃 只见那人翻窗而入后 便直奔床榻处而去 司锦星面色一冷 这是个彩花贼 然而 那床榻上哪里还有人 那小贼扑了个空 顿绝中了圈套 司锦星就在这时 将手中的电棍触到 那就要转身地采花贼身上 这是周氏派来的人 还是 他来不及细想 将那被电晕了的小毛贼 丢进了姓林雅序中 若真是周氏派来的人 怕用不了多久 那些人就要来碎花院的吧 他迅速出了院子 直奔司锦云的碧落院 途经花园时 正巧听到周氏的声音 道 你可看清了 那人当真进了碎花院 司锦星躲在暗处 没错过周氏眼中 一闪而过的得意之色 他脚下生风 时而走在将军府的小路 时而引入空间碧人 不多时便到了碧落院 等他回到碎花院的房中 便听到那柳妈妈 正张口训斥烟飞 道 你这小剑蹄子 快快让开 大家可都看到了 有小贼进了这碎花院 这柳妈妈 还惦记着今日早上 因司锦星挑拨 被老太太罚贵之事 他已经等不及 看到那二小姐被捉 奸 在床 狼狈的样子 他眸光中带着一丝阴狠 道 再担得下去 你家小姐出了事 你可担待不起 燕妃站在房门前 听着柳妈妈的声声句句 顿时吓得面色惨白 他当真是有些担心 自家小姐出事 可他依旧记得 小姐曾说过 他的房间未经允许 不得进入 他屈膝行李 口气坚定地说道 小姐此时已经入睡 奴婢也一直在院中守着 未曾见贼人闯入 就不劳妈妈费心了 好你个死丫头 竟如此不顾及 自家小姐的性命 快 将她给我按住 柳妈妈一声令下 就有两个粗张婆子上前来 一左一右架住了燕妃的胳膊 被院中嘈杂声吵醒的绿竹 打开房门 便见燕妃被人摁住 顿时清醒 叫道 你们这是作甚 竟敢在二小姐院中张狂 快将燕妃姐姐放开 那柳妈妈一见绿竹 朝着燕妃处奔去 冷哼一声 道 两个不懂礼数的剑壁 今日便让我替你们小姐 教训教训奴才 话罢 她便一把 扯住绿竹的衣巾 就抡起胳膊 要甩她个耳光 就在这时 房门吱压一声 被打开 众人寻声望去 便见府上二小姐 穿着一身中衣 打了个哈欠 睡眼惺忪地走出了房门 周氏一愣 竟真的只是在房中睡觉 司警星扫过院中的 举着火把的十几个丫头婆子 竟是将她这碎华院 围了个岩石 她转头盯着柳妈妈 还未收回的手 道 柳妈妈 好大的口气 竟敢在我院中教训我的人 谁给你的胆子 周氏见状 脸上盲挂了个慈母的微笑 道 仙儿 你方才在房中做什么 怎地这么久才开门 房中 没有外人闯入吧 司警星看着周氏眼中 泛者的兴奋 一侧身 冷声道 大晚上自然是睡觉了 我不像你们有这夜游的习惯 柳妈妈是想在我房中 缩出什么人 那便去看吧 倘若缩不到人 便羞怪本小姐不客气 周氏冲着柳妈妈点点头 管家亲眼看着那人 进了岁华院的 这定错不了 柳妈妈昂着头 大跨步就进了司警星的房间 可她翻找了三遍 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 都没看到半个人眼 这怎么可能 她面色有些慌乱地走出房间 凑到周氏耳边 低语了几声 就见那周氏眼神一冷 快速地扫过那房间 才善善一笑 道 既然房中无人 母亲就放心了 馨儿接着睡吧 母亲这便回院子了 她正要转身离开 就听身后一道清冷女声传来 慢着 司警星盯着柳妈妈 道 我方才说过 若查不到人 别怪我不客气 柳妈妈 你方才是要对我的丫头做什么 不等柳妈妈辩解 司警星便猛地抬手就是一巴掌 又快又准又狠 打得个柳妈妈站都站不住 连连后退十几步 才稳住了身子 她伸着一根手指 气得直发抖 你 你什么你 年纪一大把 还未老不尊 司警星拿着帕子擦了擦自己的手 又凑近一个拿着火把的婆子 将那帕子燃了火 丢弃在地上 看着她烧成了灰烬 真脏 周氏脸色一沉 这死丫头 竟敢打她身边的柳妈妈 她正要开口 就见那司警星 突然朝着东南方向看了去 耳边又传来那丫头 似是自言自语的声音 今夜毫不安宁 方才我开门之际 瞧见一个黑影 朝着那边去了 那时 周氏闻言 身躯一颤 再顾不得司警星 抬起脚 就朝着碧落院的方向而去 那天煞得 不会真的跑到云儿院中了吧 周氏脚下急迟 两条腿都快轮皮刹了 简直是要冒出火星子 司警星望着周氏 仓皇离去的背影 勾唇一笑 带着绿竹与燕妃一道前往 这等好戏 她怎能错过呢 路过合运院时 便见院中此时也长了灯 想来是 终于被周氏的动静吵醒了 祖母 您也被吵醒了 司警星扶着老太太 朝着碧落院的方向走去 一进院子 便见一众下人都站在院中 而司警云的房门却紧闭着 这大半夜的 周氏又在吵闹什么 老太太一脸眷容 她都忘了周氏禁足一月之事 听说是府上禁了贼 司警星低声说了句 把个老太太吓得一哆嗦 她往身后瞧了瞧 这月黑风高的 应该是要做出一副 害怕的神情才对 思虑间 碧落院已经长了灯 母亲 这可如何是好 司警云披散着头发 将被子裹在身上 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她睡着睡着 突然就被母亲叫醒 再然后就看到一个黑衣男子 踏在她床边的地上 这若是传出去 她还如何见人 周氏 站在司警云的房间中 死死盯着地上 还在昏睡的男子 一双眼中满是怒火 此人 竟胆敢进了她小女儿的房间 碧华院那么大的三个字 她都看不到 可管家分明说 这人已经进了碧华院 又怎会出现在这儿 第23章 这个小贼是熟人 他来不及多想 只在房中来回踱步 他与司警云心中所想一致 此事万万不能传扬出去 就在这时 院外传来一道尖叫声 啊 有贼 快 抓住她 听到这句抓贼的声音 周氏与面如土色的司警云对视一眼 府上进了贼人 这可真是老天都在帮她 院中的丫鬟婆子们 早已经被那声捉贼 吸引到了院外 她冲着柳妈妈递了个眼色 便匆匆出了房门 周氏到人群中时 就听几个小丫头 在激动地议论着 想不到二小姐竟有如此伸手 是啊 二小姐好英勇 那小贼完全不是对手 打死她 竟敢跑到将军府做贼 周氏抬眼望去 果见一个黑衣小贼 竟败在了司警星手下 被她踹在了脚底下 那小贼见 众人都围了过来 挣扎着想要逃走 可但凡她稍微一动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顿拳脚相加 她支压压地乱叫 可司警星正打得起劲 哪里管她叫喊什么 她万万没想到 那采花小贼被垫棍垫晕后 竟这么快便醒过来 实乃神人也 她发了狠 叫你被人收买 叫你他们人渣 叫你毁人名节 司警星捏了几根书液 用的针头在手心里 这玩意儿最靠谱 比绣花针细 又比银针硬 渣人很是疼 当年容某某拿针渣子威时 叫人无比生恨 此时她却觉得 此招数用起来甚好 她打得累了 这才站起身 朝着那人的腰部 猛地踹了一脚 妈的 这么早出来做什么 她还没进去捉奸呢 她双手插腰 冲着人群中的周氏 扬声喊道 此人从三妹妹院中跑出来 不知三妹妹可还好 周氏简直要被气死了 虽然那真正的小贼 是在女儿闺房之中 可这个小贼出现在院中 也是有损归名啊 这野丫头 竟还这般高声叫喊 她心中暗骂那蠢货 竟连岁华院三个字都拾不得 居然跑来毕落院 该死 她眸光威廉 反倒是叫这野丫头给逃了 周氏倾壳一声 关切问道 星儿 你与那男子打斗 她有没有把你怎样 司警新闻言 心中一沉 这是污蔑她与男子接触了 她冷哼一声 说道 我能怎样 瞧她这半死不活的样子 岂能对我怎样 您还是关心下三妹妹吧 我们来之前 也不知这人在三妹妹院中 做了些什么 收拾妥当也走出来的司警云 恰好听到这句话 她面色一白 道 我 我好得很 这人就是路过我的院子 你休要胡乱编排 司警新健壮 无所谓地说道 哪里轮得到我编排 反正此事传出去 屋的也是三妹妹名胜 旁人可不管 这小贼是从你屋里出来 还是从院中出来的 司警云气的只想冲过来 打司警新一巴掌 可以想到 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也只得作罢 周氏 端着当家主母的气派 朝着那伏地不起的黑衣贼 扫了一眼 才看向老太太道 母亲 您瞧 此事该如何处置 老太太没理他 反而看向司警新 道 好孩子 多亏了你 转而又朝着那地上的小贼 怒喝道 是哪里来的小贼 竟敢来我将军府作妖 打量着 我们将军府没人吗 司警新扶住老太太 动了动嘴巴 提醒道 虽说这小贼 是从三妹妹院中出来 又没外人知晓 咱们却不可大意 一个深闺小姐 院中进了外南 这若传出去 和府女眷 都得跟着遭殃的 她说完话 便垂下眼眸 抹黑 谁不会 老太太今日刚得了 这二丫头给的好药 正是对她十分满意之时 她郑重点头 此事绝不是小事 老太太怒声道 来人 将这小贼绑了 若去见关 势必要我私家丢人现眼 便直接将你打死为止便是 而地上趴着的小贼 一听要打死他 顿时熬一嗓子哭喊出声 是我 别绑我 老夫人年纪大了 耳朵有点不灵光 没听出来 还在问 你以为你是何人 就是要将你活活打死 才算罢 她没听出来声音 可那周氏 却听出来了 她猛地上前一步 抬手扯掉了 那人脸上的黑布 顿时呆愣当场 怎么回事 司警云瞧出周氏的 不对劲 也凑了过去看 脸色顿时一摆 周氏再也忍不住 哭哭啼啼叫道 我的儿 她一边喊 一边抱住司警号 哭道 我的儿 你怎么样 哪里疼 可周氏那圆润的身子 总是控制不好力道 这样直接抱过来 少不得压到碰到司警号 而司警号撑着地的胳膊 等时落了地 身上无数个伤口 顿时一阵剧痛 哀嚎叫道 母亲 你快起开 老太太这才知道 这被打倒在地的小贼 竟是自己的敌亲大孙子 她顿时心疼起来 将司警心扶着 自己胳膊的手甩开 看也不看她 静止朝着司警号走去 她一边走 一边抹眼泪 心疼道 我的好孙子呀 好端端地被打成这样 快让祖母瞧瞧 那司警号抹了一把脸 黏糊糊的 不知泪水还是汗水 委屈地告状道 祖母 母亲 便是司警心那丫头 她这是要把 我给打死的呀 我可是这家中嫡子 她是要咱们私家无后啊 司警号的哭求 一时惹得老太太心痛万分 更是认可了她的话 府上可不就只有 这么一个宝贝嫡孙吗 那丫头 静下如此重的手 老太太颤着手 不知放哪里才好 嘴里面道着 我的老天爷爷啊 这可如何是好 司警云虽想不通 为何自家大哥 会这般巧地出现在碧落院 却总好过被人瞧见 房中那另一个男子 他转身看向一旁 有些发愣的司警心 指责道 司警心 你按的什么心 出手这样重 而此时的司警心 听着院中几人的话音 只觉脑中一片猛 怎么回事 这采花贼近视 第24章 两个黑衣小贼 司警心快步走到那人跟前 借着火光仔细看去 这才瞧清楚那人 果不就是 那曾经给原主叫黑脸珠的 司家大少爷 司警浩 不对 司警心猛地扭头 瞥了一眼那司警云 又看向一旁的周氏 他二人脸上的神色 都是意外与震惊 分明不是装出来的 所以此事 莫不是司警浩擅自行动 摸进了碧华院 司警心柳眉微醋 似乎还是不对 若周氏不知情 他又怎会那么巧合地 去碧华院查房 所以 他们是预先就知晓有贼的 只是却意外 这贼竟是司警浩 他转头望向那碧华院 还是说 黑衣人 其实是有两个 司警心气急 被这司警浩一搅和 碧华院中那黑衣人 此时怕是已经被清了场 他转头看向司警云 不怒返笑 道 三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我怪多此一举 应该让这小贼 哦不 是你大哥 继续留在你的碧华院 是吗 再者说 我打他时 他并没有说他是谁 这一院子丫头婆子 可都瞧着了 他有表明身份吗 更何况 他蒙着黑布 我哪里认得出他 深更半夜 兄长跑到妹子房中 泽泽 真是稀罕 你说 一男一女 在房中还能有点什么事 司警心小嘴巴巴的一阵输出 即便没逮住那真正的采花贼 也得让他沾染上一身心 这一家子 分明就是尚赶着找对 司警云听到房中那点事 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他总觉得这二姐姐 似乎是画中有画 再看他的眼神 就似能将人看穿一般 着实恐怖 莫不是那人被他发现了不成 司警云闭上了嘴 再一步吭声 周氏看着地上痛哭哀嚎的儿子 心都在滴血 他只恨不能 现在就将那死丫头打杀了出去 那旁蹲在司警号身边的老太太 抹了一把眼泪 站起身来 对着司警心责怪道 他可是你大哥 你怎的能下如此重的手 司警心面无表情地看了眼老太太 又环顾四周 冷声道 方才 大家还都围着夸我呢 母亲大人方才还问 要如何处置 祖母也说了 说要将他绑了打死才算 怎的如今 瞧出来是自己人 便一个个的 都埋怨起我来了 我年纪小 不太懂 你们一家子 都是属泥丘的 滑溜得很呢 老太太文言 嘴边的话 硬是掖在嗓子眼里 出不来下不去 方才 自己确实说过 要绑了打死的话 可 他是离得远 哪里看得清是谁 司警心见没人吭声 又问道 也不知你们口中的大少爷 为何要深更半夜 穿成这个样子 出现在自家妹子院外 你们不问他 反而责怪我将他当贼抓 府上可真是有趣 女子清冷的声音 在空际的院落中 飘进了众人的耳中 人群中 一人嘀嘀嘀咕道 二小姐说的也是 深更半夜 狄青哥哥出现在妹妹的院中 这是什么事 声音再低 可在禁忌的夜里 也传到了周氏耳中 他扭头朝那处几人 瞪了一眼 道 闭嘴 仔细你们的皮 周氏与司警云 心道此事只能忍下 毕竟方才 房中当真还有一个黑衣人 此事万不能再深究下去 老太太瞪了眼司警心 扭头叫了一个婆子 吩咐道 快去请大夫来 给大少爷看伤 那婆子瞟了一眼二小姐 说道 老太太不是说 二小姐医术很是了得 既然是二小姐动的手 叫她来看不是正合适 老奴这边也派人去请大夫 两不单的 司警心盯着那说话的婆子 可不就是 那接她回府的林妈妈吗 此人倒是记仇得很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找事 保不齐 是想看自己出丑 罪上加罪 老夫人这事也才想起来 这二丫头 医术好着呢 她对着司警心招了招手 示意她过去 要说这丫头的医术 老太太倒是有些放心 她今早头风晕眩的毛病又犯了 往日要连续喝上十天半月的苦药汤子 人才能清爽起来 今日 被她那小小一粒药 头脑就清除了许多 司警心却脚步不挪 只看向周氏 见她再装不下高门贵妇的主母形象 脸上挂着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心下不由一乐 她扭头看着司警号 敏纯笑道 大哥下次做贼 可莫要再蒙面了 保不齐下次被揍得更狠 若换了旁人 少说也要打断你一条腿的 毕竟是贼嘛 人人得而诛之 周氏闻言 脸色早已黑成一片 一口心田顶在了喉咙里 司警心 若不是为了我鱼儿 你以为你能活到今日 老太太见司警心动都不动 盲说道 二丫头 快给你哥哥把把麦 司警心若无其事地 瞥了一眼那司警号 道 我为何要给她看诊 我这手下没轻没重的 若不小心碰断她一条胳膊 你们岂不是又要赖我 各位还是另请高明吧 恕我医术粗浅 看不了诊 老太太闻言 脸色一致 这丫头是连她的面子都不给了 她好生好气道 二丫头 她好歹是你哥哥 你给她开点药 让她先止了痛 司警心点头 有钱赚 那药也不是不能有 她手指翻动间 从衣袖中摸出一管药膏 道 这要是用人参水煎制而成 极贵重 亲情价一百两 母亲大人 该不会赖账吧 周氏从不知 这丫头竟有一日 敢这般与她说话 她气得握住衣袖下的拳头 对着柳妈妈道 身上带了银子吗 给她 司警云却一把拦住那柳妈妈 道 她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野丫头 会看什么诊 母亲休要信她 保不齐 哥哥抹了她的药 伤得更厉害呢 司警心闻言 不禁一笑 还得是这丫头 脑瓜子灵光 她怎么就没想到 对方拿了她的药 还会做这种文章 柳妈妈见状 看了眼周氏 见她眼神微动 心下了然 她便将手中的药膏 丢在地上 道 二小姐这药膏 还是留着自己吧 那药膏 隐匿在树棺上的某人 眸光一紧 抱天天物 第二十五章 将军府深夜唱大戏 男子慵懒地靠在树叉上 唇角时不时勾起个弧度 今晚的将军府 果然来对了 戏码够精彩 她那双幽深如寒潭般的眸中 闪过一丝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惊喜之色 右眼眼尾处的红色相思质 在月光的映照下 更添几分妖艺 那小小女子 当真是出乎意料地有意思 她又深深地瞧了那人一眼 侧身踏空而去 司警心清闲眼皮 无所谓的药膏捡起来 收紧衣袖 她朝着东南方向看去 那里漆黑一片 只看到一片黑压压的树冠 奇怪 为何方才会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她收回目光 看向老太太 眼神中透着一丝冷漠 错没说道 我会不会看诊不重要 反正疼的又不是我 老太太 您这好心 怕是被人当了驴肝肺啊 老太太皱眉瞪了眼那三丫头 只倒是可惜了二丫头那好药 司警心却弯纯笑了一声 将目光转向那周氏 继续说道 祖母都被人如此怠慢 我一个没人疼的丫头 还能说什么 自然我那岁华院 便是个阿珠阿狗 都能进去叫唤两声的 你说是吧 我的好母亲大人 正指挥着众人 将司警号抬走的周氏文言 脚下一顿 转身去瞧 就见那死丫头 正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 她当下就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待反应过来 便忍不住心声懊恼 自己一个当家主母 竟被这样一个黄猫丫头吓住了 这丫头 怎地就变得这般难缠 说话阴阳怪气 她吻了吻心神 脸上抢紧了个笑脸 对着老太太说道 母亲别听新丫头胡说 儿媳与云儿 并非有意怠慢 只是新丫头连脉都不准 何以开药 她又看向司警心 笑道 好孩子 今日是委屈你了 只是听闻有贼人禁服 母亲一时着急了些 那柳妈妈也是好心办坏事 心儿方才也动手打了她 也算解了气 日后 母亲定严格约束府上吓人 司警心却摇头 说道 奇怪 我何曾说过 我解了气 你们这般兴师动众 去我院子捉人 还要查我的房间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房中有外男呢 即便没有 这被有心人传扬出去 我的脸面也是保不住的 若不是在毕落院 逮住了大哥哥 想来我的龟玉 此时怕是已经被人 踩到脚底下了吧 周氏转动着眼珠子 面上扯了笑 说道 哎呦 哪有的事 母亲也不过是关心则乱 既然你还未解气 便让柳妈妈 跟你道个歉吧 司警心看了眼 那走上前来的柳妈妈 挥挥手 说道 去去去 道歉就不必了 毕竟她是宁愿中的中仆 她话音一转 又道 既然母亲大人心疼我 想来回去后 定是会责罚她 便是账责二十大板 或是跪地一天一夜吧 宁定 也让和府上下看看 咱们夫人以身作则 从不包庇房中犯错的吓人 司警心不冷不热地说完 也不等那周氏再说什么 便抬脚走了 周氏看着那丫头的背影 直气得脸色铁青 竟然拿府上规矩说是 柳妈妈 可是她最亲近的老人 柳妈妈一听 脸色顿时一摆 二十大板 这是要她的命啊 她可是府上最有尊容的妈妈 不管是打板子 还是跪地一天一夜 让她这张老脸 还要不要了 她冲着那二小姐离去的方向 骂道 我呸 一个没教养的野丫头 竟敢大谈规矩 周氏叹气 摆摆手 说道 此事明日在意 先去看她号吧 司警心随着人群往前走 却听到老太太的声音 新丫头 过来 她快走两步 面无表情地说了声 您叫我 老太太见她这样子 分明是有了身份之意 叹口气道 新儿 今夜见你大哥商城那样 祖母心下着急 方才对你说的话重了些 你莫要往心里去 只是你莫要忘了 你也是司家女儿 若你三妹妹名声毁了 你也是要受牵连的 你可要谨言慎行才是 她停顿一下 瞥见司警心面上 仍旧没有半分松动 继续说道 自然 你三妹妹说话也是过分 可你是做姐姐的 便不要与她计较了吧 祖母献下 也想明白了 天色那么晚 没瞧出来 那是你大哥 也是正常 司警心收了面上的冷漠 一副小女儿姿态 道 您说的是 做姐姐的 自然要试试让这妹妹 即如此 那妹妹的婚事 我更是不敢染指 抢了过来 此事还劳烦祖母做主 关于九王之事 老太太也听大孙女说起过 这事说起来 确实对二丫头不住 当初接她回府 是因她半脸黑斑 定不会被九王选中 自家也不好将她推出来 可现下 九王不妙 命能不能保住 还未可知 若定要在二丫头 与三丫头之中 选一个舍弃 那定然是选她 二丫头身后再无旁人 死了亲娘 也就相当于 与外祖家断了亲情 这两日接触下来 也知她与府上并不亲近 三丫头却是王妃的亲妹妹 更是将军府嫡子的亲妹妹 往后也是个 富贵勋爵家的主母 不能随意折损 老太太心思百转千回 她心中暗暗下了决定 却也不敢说得太清楚 她还想趁着二丫头在府上 多要些她那样骗子 此事 还未有定论 新丫头莫要着急 一切等你父亲回来 再行商议就是 司警星心中吃笑 那便宜父亲 自从母亲去后 不就最是听你的话 何须商议 她心知 这老太太 是个靠不住的 可若要让这将军府内部瓦解 还需老太太 这种墙边草一些助力 有道是 恶人自有恶人魔 也罢 九王之事 她自有主意 司警星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先回去了 祖母走好 她可没心思陪着去看那司警号 说不得看她一眼 也要被赖上 司警星说完话 便带着两个丫头 回了自己的碎华院 只是 她不去看 却有人来传消息 第26章 二小姐 九王有请 在周氏梨花院伺候的柳妈妈 趾高气昂地进了门来 她瞥了一眼司警星 阴阳怪气地说道 二小姐还真是有贤情雅致 在这儿喝茶 却将咱们大公子 打成了那副模样 夫人吩咐了 叫你过去看一眼 司警星闻言 好笑道 不知这位府上的老奴 您是用什么口气 与我说话 不知你们夫人 是选了账责你二十板 还是在院中跪上一日一夜 那柳妈妈一听 脸色黑沉下来 说道 话儿我是带到了 小姐若不去 后果自负 她说完话 便要扭声往外走 司警星却A的一声 将人拦住 说道 方才不是已经请了大夫 那大夫如何说 你什么都没与我说 到时候你家夫人问起 我也是有理的 那柳妈妈闻言 指得说道 那大夫说 说是大少爷房事不端 下出一雪 还说她那地方 不能再有损伤 否则伤口难遇 便会造成穿肠漏 据说时日长了 还会浓水不止 肉烂发臭 说到这儿 那柳妈妈便听到一阵轻笑 她顿时恼怒道 二小姐 你下手实在狠毒 竟还好意思笑 司警星脸上笑意一收 说道 你这老婆子 你那脑子里灌了米粥不成 她那是病 不是伤 本小姐治不了 出去吧 带柳妈妈走后 绿珠愣愣地问道 小姐 大公子是得了什么病 这柳妈妈说话 怎吞吞吐吐的 司警星文言 闽唇一笑 说道 你不懂 没想到 那司警号 竟是喜好难色 司警星一想到 那周氏此刻的心情 就格外神清气爽 她躺在床上 想补一会儿眠 却越想越不对劲 昨夜之事 周氏当真狠毒 她是想要自己丢了颜面 落了把柄在她手中 不得不听命于她吧 如今司警号回来 怕不是好事 折腾一夜 现下天色已有些微亮 司警星看了一眼 药房中的钟表 凌晨四点半 今日司府就要回京 司家人都要去城门外迎接 而那婚事 这两日怕事就要定下 她翻身下床 趁现在还早 她要去打探一下 那九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当真要死的人 就别牵连旁人 这不是毁人一生吗 司警星从药房中 拿了包五谷带餐粉 冲泡着喝了 才亲手亲脚地出了房间 她灵巧地避开院中 下人的视线 又借助药房空间的隐秘功能 轻松到了周氏的梨花院 果不其然 府上出了这样大的事 那司警月又怎会不回来 这号儿在家中时 也是有通房的 怎爹 怎爹去上了个学堂 就喜好上了男子 母亲 暂且不说大哥的病 先说那小贼 他自己都说不清 是怎么从碎花院到的碧落院 母亲不觉得 这里有问题吗 莫不是那死丫头 暗中有帮手 还有 大哥为何要蒙面 出现在三妹妹院中 母亲 就不管恕她吗 周氏一摆手 无力地说道 你大哥 许事完道吧 只是你大哥的病 着实叫我担忧呢 这日后若传出去 可还有哪家高门贵妇的千金 愿意嫁过来 他缓了一口气 又说道 自从那丫头回来 府上就没一日安生 事已至此 只得想想 怎么才能让那丫头 同意这门亲事 都怪鱼儿说漏了嘴 不然也不必这般大费周折 司警约叹气说道 云儿早就心仪那九王 怎会轻易放弃 倒是那司警星 不然给他些好处 让他风光大驾 反正 那九王也活不了了 这驾过去 就是个冲喜王妃 也没听过谁家冲喜 还有冲好的 届时他孤身一人 咱们再想法子讨要回来 母亲意下如何 司警星听完两人对话 柳梅微醋 昨夜 果然还有另一个小贼 都是那个司警号 竟让他白白试了这样一个好机会 还有 他们说的什么冲喜王妃 这时又要给他下套子 司警星猫着腰绕着小路 避开早起的丫鬟婆子 一路出了将军府后门 只是 还未等他松一口气 就听到斜对面的角落里 传来一声冷哼 司警星下意识后退两步 双臂用力 调动起周身的肌肉力量 此人好生厉害 他的感官一向敏锐 方才竟没有任何察觉 若不是对方发出声响 他定会被一路跟踪 白熙见着司家二小姐面上的冰寒之气 倒也是一惊 这小女子 怎的与自家主子一样 瞧瞧这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模样 离得近一点 就变身深寒 则 二小姐 我家主子有请 白熙将手中物件 扔向对面女子 双臂交叉抱于胸前 厚在一旁 司警星见此人并无敌意 收了戒备 伸手接住那物 却登时愣在当场 这是 一个多月前 山林河畔那只软高管 他心下一惊 莫不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那日 他也没做什么出格之事吧 只是 多看了那人几眼罢了 司警星握着那只软管 冷声问道 你家主子是谁 找我何事 你怎知我的住处 白熙心中一乐 方才主子离去之时 说 司家二小姐 见了这要高瓶子 定会来与他相见 线下 这二小姐怎离不去 他亲了亲嗓子 双臂放下 速声道 我家主子 是九王 难道二小姐 此番出府 不是去打探未来夫婿的 不 什么未来夫婿 司警星老脸一红 脑中瞬间浮现出 那俊美男子的模样 怎么回事 为何对这个称呼 有种欲挙还淫的想法 只见他性慕原瞪 嘟着嘴冷声骂道 废话真多 前面带路 白熙哈哈一笑 行道 这未来九王妃 这气冲冲的样子 着实有点可爱 他一边驾着马车 一边暗戳地想着 真想看看 自家那生性冷傲的主子 与这傲娇伶俐的二小姐 是如何相处的 也不知拐了几道弯 马车停了下来 司警星下了马车 抬眼去看 是一家酒庄的后门 天色刚蒙蒙亮 酒庄门外早有管事等着 见人来 忙上前行礼 说道 恭迎九王妃 第27章 冷傲酒王表心计 九王妃 司警星不知是一夜没睡 还是怎么的 脑子有些发忙 方才一个未来夫婿 现下又一个九王妃 她听到身后那人的轻笑声 顿时扭头瞪了那人一眼 才跟着酒庄管事往里走 酒庄很大 后院种满了翠竹 是一个难得的清雅之地 倒不像是做买卖的所在 不多时 三人 站在了一汪小湖前 王妃 王爷正在湖心六角亭等您 您自己过去便是 那管事恭敬地说完话 恭声告辞 白皙健壮 值得暗纳下心中的想法 没关系 日后再看这俩人 如何相处便是 来日方长 不急于一时 她潇洒地转身 与管事一同离去 司警星看着眼前的拱桥 那人就在桥的另一端 脑中又闪出 那日那人的俊美模样 她还记得 她眼尾处的那一枚红色相思 知那般妖艳 造孽啊 她长呼一口气 踢着裙脚 踏上了通往拱桥台阶 司警星没走一步 就觉得腿越来越沉 快抬不起来了 心脏也怦怦地跳 她站住脚步 深呼吸了几口 暗骂自己不争气 不就是个男人 上辈子不是被男人坑的 还不常记性 司警星想到上辈子的渣男 一下子冷静了许多 虽然这九王长得足够俊美 足够优秀 但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只会让女人流泪 她冷下心来 快步走到了拱桥最高点 在这里 她能俯瞰整个小湖 包括那湖心 六角亭中站着的男子 只见她袭了一身悬衣 漠染般的发丝 随清风飞舞 覆手而立 静静地如画一般 传闻中 也是原主记忆中 当今九王 十二岁便随军征战 杀伐果决 从无败尽 传闻中 她任性妄为 目中无人 而她府上 却无妻妾爱宠 民间相传 她是不敬女色 偏好男风 可依旧抵挡不住 她的俊美英姿 凌凌威风 见周城有多少女子 爱慕于她 司警星这样想着 却见那人转了身来 四目相对 司警星才知 那些爱慕她的女子中 夹她一个 她只觉双腿有些僵硬 眼睛也不听使唤的 盯着那人看 那日山林河畔 她中毒在身 狼狈不堪 却依旧那般俊美 而今日 她就站在那里 风度翩翩 一双剑眉下 两只幽深的眼眸中 闪烁着星辰 唇角似世 琴着一丝笑意 比初见她时 更是俊意 不是说她 杀人如马 生性冷凹 任性妄为 嗜血冷立 齐莫黎瞧着眼前 小女子战红的脸 一脚不自觉地上扬 昨夜那般嚣张跋扈的她 也会有这般娇俏模样 司警星见那九王 朝她大步而来 她只觉心脏正以加速度跳跃 却猛然想起一件事 喂 我听闻你快要死了 她忙急着小跑几步 朝着那人奔去 冲口而出 她话说出口 才觉自己如此蠢笨 若这人真快死了 哪里还有空来见她 人家活生生站在这里 活得好哈的 她懊恼地伸手 拍了下自己的脑门 齐莫黎见她这番模样 不禁朗声笑道 我若真死 你这个冲喜王妃 就变成了殉葬王妃了 司警星切的一声 不屑道 他们想得到挺美 让我去给你冲喜 她话吧 却呼地反应过来 道 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要我去给你冲喜 齐莫黎失笑 此时的这小丫头 倒与那日淋雨时 不太一样 聪明 但不多 司警星见她不说话 只抱怨道 这是一家子什么人 让我替嫁 让我冲喜 真是心狠 齐莫黎听着这话 浓眉微调 说道 他们心狠有何用 还不是被你这小丫头 给狠狠地收拾的一遭 她说着话 便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带着身边小丫头 坐在凉亭的石凳上 司警星一听 顿时忘了心里的烦闷 扭头看向齐莫黎 张口问道 是你派人监视我 齐莫黎摇摇头说道 是我想去看看 皇上给我选了个什么样的媳妇 不过我瞧着 你对这场赐婚 很是敌戳 所以 今日请你来 想当面问问你 齐莫黎说这话时 不知怎地 心中有一丝思慌乱 这是她从未曾有过的感受 很不好 司警星文言 微微一愣 她这是 在征寻她的意见 齐莫黎目光灼灼地 盯着眼前女子 认真说道 皇上的赐婚 很快便下 你若愿意 我齐莫黎定不妇孺 顿了顿 她又说道 你若不愿 我自会情职取消这门亲事 司警星盯着眼前男子 看了片刻 扑斥笑道 你只见了我一两面 就认定我了 不怕我非你良人家傲 不怕我惹事生非 心胸狭安 不怕我孤身一人 成不了你的助力 不怕我刁蛮任性 撑不起你王府门面 齐莫黎淡笑望着眼前女子 却发现 她说着说着 脸上的笑意渐渐退去 唇脚崩得紧紧 她从不知 女子心思变化如此之快 只知看她这般 心中没来由一阵酸胀 她含笑开口 道 我信你 齐莫黎威一停顿 继续说道 我第一次见你 是你回府那日 你截然一身临在雨中 我便知道 你不会任由旁人欺辱 是个内心强大的女子 我第二次见你 便是昨夜 你将泼过来的脏水 又原路泼回去 我便知道 你有胆有识 不畏强权 是正义之人 第三次 便是今日 比起那些木讷女子 我更欣赏你 你不应距离于家宅内斗之中 我知你医术精湛 若日后 你想行医治病 我定不足你拦你 四景星从不知道 传言中那般生性冷漠的九王 竟能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他暗暗想着 若想从私家脱离开来 九王便是最好的杠杆 他在抬头 眸光中闪耀出一丝光亮 他郑重开口道 我们 且先试试 若日后 你我发现对方不合适 便自由分开 你一下如何 齐莫离眸光一亮 试试便试试 必然没人 比他更合适他的 他轻起薄唇 嘴上说道 成交 四景星见此 说道 此事先瞒下 我还有事要做 齐莫离摇头失笑 私府那周事 怕是惹上不该惹的人了 第28章 冲洗买卖不还价 四景星在晨时 也就是早上七点左右 回了将军府 白皙架着他的手臂 运起轻功 带着他 轻松进了岁华院的后院 好家伙 这轻功也忒厉害了 四景星自问 自己也是有两下子的 在部队时 也能与那些精壮汉子们 来个不分伯仲 可这种 飞檐走壁的轻功 却是不懂得 白皙瞥眼瞧见这二小姐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禁打趣道 王妃 下次遇见王爷 让他教你 王爷轻功更厉害 对王妃这个称呼 四景星很是无奈 八字还没一撇 这人怎么就叫得这么顺口了 没想到 他这随随便便出府一趟 就多了个新身份 他瞪了那人一眼 狠狠地捏起拳头 说道 好啊 你都监视我两三日了 赶紧回你主子那儿去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白皙却不怕 他受了那吊锒铛的模样 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 单膝跪地 抱拳道 王妃 主子方才已经给属下下令 从今往后 属下听命于王妃 追随王妃左右 四景星还想再说什么 却听到前院似乎有人在争吵 他摆摆手 让白皙退下 而他自己 则走到隐蔽之处 闪身进入药房空间 片刻后 他就出现在自己的闺房 果然 那争吵声 更清晰了 就在门外 我与大姐姐来找他 自然是有要事 你让我们进去 四景云语气中 明显带着一股子气 四景星一边整理着妆容 一边在心里暗骂道 其莫离 都是你惹出来的桃花 而燕飞 却并未因四景云的口气退缩 他恭敬有礼地回绝道 我家小姐一夜未睡 此时还未睡醒 还请三皇子妃和三小姐等上片刻 四景云闻言 一张脸气得都绿了 他沉着脸 教训道 你是何身份 我将军府上的小小奴婢 居然敢拦我二人 想来 四景星是 教不好你们的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以前四景星都不敢反抗他一生 线下是什么情况 这院里的丫头 都敢这样跟他说话了 有此想法的不止他一个 就连他身旁的思景月 也是捉摸不透 那丫头在别院这两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老嬷嬷 那嬷嬷心领神会 上前两步 板着一张老脸说道 既然府上二小姐不会教导下人 老奴是宫中罗贵妃 身边待过的教导 嬷嬷 想来 老奴替二小姐教导下人 姑娘不会往心中去吧 那老嬷嬷化罢 就抬起了胳膊 燕飞自知这三皇子妃 今日怕事来找茬 可小姐此事不在房中 她定然不能让这二人进去 只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她咬紧牙关 准备承受那要打下来的耳光 就在这时 身后的木门 咯吱一声 被打了开 随即 那老嬷嬷哀呦一声 紧接着就是扑通 哐当摔倒在地的声音 思景月两姐妹 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台脚 就将人踹飞的女子 虽说他们已经瞧见 思景号被打得有多惨 却都不如当下亲眼看到 来的震撼 那样一个娇小女子 竟如此强悍有力 这还是 以前那柔弱怯懦的 思家二小姐 思景星拍拍腿上 不存在的灰尘 双臂还胸 冷漠地瞟了一眼那两姐妹 开口问道 二位 来此有何贵干 只是不知 咱们这府上是何风气 怎地都爱往我这岁华院跑 昨日刘妈妈 刚在我这人撒泼受了罚 今日又有个老嬷嬷 来苟账人事 耀武扬威 思景月将那嬷嬷扶起 她眉宇间染了一丝愁绪 担忧道 二妹妹说的哪里话 宫中的教导 嬷嬷嬷是府上柳妈妈 可比的 如今妹妹将她踢伤 这可如何是好 思景星才不惯着这玩意儿 求我办事 还尼玛地 不好好说人话 她面色一沉 眸色皱冷 腻了一眼那气得 发抖的老嬷嬷 开口说道 若我没记错 这是将军府 三皇子妃若要立规矩 还请回您的三皇子府 思景月脸上的忧色一致 尴尬笑道 嬷嬷嬷也是 担忧你年纪小 不会教导家仆 你又何必动怒 思景月脸 思景月脸 从方才的震惊中缓过神来 撇着嘴说道 就是 嬷嬷好歹是宫里出来的 你把他老人家打坏了 就不怕宫里贵人赐罪于你 思景星懒得听这二人说些无聊话 玩耳一笑 说道 我倒不知将军府的规矩 是哪位嬷嬷说了算 还有 昨夜是三妹院中有贼 我收拾贼人劳累得很 这才耽误了开门 说起来 此事全赖三妹 思景云如今最怕有人提及昨夜之事 他面含怒意 却闭口不再言语 思景月也是一愣 又很快白首一笑 直奔主题说道 快不提这些 我来啊 是要与你谈谈你与九王的婚事 这婚事可是大事 很多东西 要早早预备起来 思景星捉住耳后捶下来的一缕发丝 张嘴问道 行 你们出什么条件 一听这话 思景月心下一喜 这是有的谈 思景云动了动嘴 还想说些什么 被思景月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二妹妹 这些年母亲带你极好 她特意叮嘱我 一定把话带给你 思景月手上捏着帕子 笑呵呵地说道 你出嫁时 母亲会按我出嫁的标准 给你背上嫁妆 必让你风风光光 嫁到九王府 那可是十里红妆 二十四台嫁妆呢 可以 按姐姐的标准就行 思景星眼皮一线 冷冷地追了一句 记得把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 也一并带过来 我若没记错 是五十八台 她说完这话 看也不看那惊恶住的两姐妹 张嘴感人道 若没其他事 二位 请回吧 一会儿也要出发 去城门口了 思景月在听到那蓝氏嫁妆时 便再也待不下去 她拉起思景云 就往院外走去 这死丫头 是着了魔 还是中了血 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 张口就要 那五十八台嫁妆 她听母亲说过 那些嫁妆 卖得卖送的送用的用 所剩也不及原先的二分之一了 就连她当年的嫁妆中 就有不少物件 是从那五十八台嫁妆里挑出来 充门面的 此事 还需与母亲再行商议 大姐 你说九王当真是活不久了吗 万一嫁过去 能给九王冲喜成功 莫不如让我去试试 这样 就不用江兰氏那些嫁妆 还给思景星了 起步两全其美 思景云不甘心 她真的不甘心 第二十九章 人走茶凉中是空 思景星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冷哼一声 心道 吃了我的 都得给我加倍吐出来 小姐 你一大早去哪里了 大小姐和三小姐又来找你 奴婢真怕他们硬闯进来 燕妃想想 还是有点后怕 若方才两位小姐硬闯 发现小姐不在院中 这事儿怕事 又要闹到老夫人跟前了 思景星打了个哈欠 一夜未睡 这会儿真有点困了 她想到今日一早雨那人在一处 心情变得极好 轻笑一声 说道 你做得很好 对他们这种人 不用客气 很多人呢 都是蹬鼻子上脸 你越是锦小慎微 她越是将你踩在脚下 燕妃端了一盏茶递给思景星 似懂非懂地点头 她家小姐 如今是愈发硬气了 想想昨夜 先以为是进了采花贼 没把她吓死 后来发现 那贼竟是大少爷 差点没被她家小姐打死 夫人和老夫人 竟也没敢责罚小姐 今日 竟一脚踹飞了 王妃身边的教养嬷嬷 得罪了两位小姐 此时还能老神在在地喝茶 她家小姐 如今真是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燕妃这样想着 便有些担忧 也不知小姐此番变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 绿竹虽年纪小 却机灵得很 她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冷哼道 哼 小姐以前处处忍让 三小姐还不是得寸进尺 总是肆意羞辱小姐 你瞧她现在 怂了吧 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燕妃宁了尸不惊 让四锦星擦脸 又不安地问道 小姐 我这两日在府上走动 听丫鬟婆子们 都在背地里 悄悄议论 皇上有意为三小姐与九王赐婚 可为何 献下去说是 你的亲事 四锦星擦完脸 将不惊还给燕妃 口气淡淡地说道 因为 那九王快死了 她说完 唇角青阳 眸中闪过一丝冷意 谁都能看出这里头有问题 那几个人却将她当傻子看 欺人太甚 那本姑娘就陪你们玩玩 别到时候 说玩不起 刚刚还一脸骄傲的绿竹 挖一声哭了出来 嘴里呜呜呜员地嚷道 什么 九王都快死了 这时候换咱们小姐嫁过去 这也太欺负人了 燕妃脸色有些发白 这可如何是好 这是要小姐 去冲喜不成 若冲不成 小姐往后 四锦星不忍两个丫头 这般揪心 她摇头笑道 放心 她就算死了 我也能把她救回来 你们小姐 还不想做寡妇 隐匿在暗处的白皙 嘴角微微一抖 这未来九王妃 当真是 胆大妄为 什么话都敢说 主仆三人吃了早饭 稍事休整一番 就有合孕院的小丫头来请 说是将军府各院 一同前往府门外会合 准备出发城门口 对于私父 司警星心中 是存了很多疑问的 周氏对她不好 她能理解 毕竟并非亲生 自己又挡了人家亲生女儿的路 可这私父 敌亲父亲 十年间 却对她爱搭不理 不管不问 又是为何 她记忆中 父亲与母亲蓝氏 很是恩爱 当年甚至承诺 只愿与蓝氏 一生一世一双人 只是后来 蓝氏嫁入私府两年 都未曾有孕 私父迫于老太太威逼 蓝氏又心存愧疚 怕耽误私家子四大事 她才不得不 赢了两门妾室入府 可即便两位妾室入府 私父也是极宠蓝氏 一切以她为先 在周氏接连生下两个儿女后 蓝氏也终于有了身孕 私父甚是开心 她出生后 私父对她更是疼宠万分 含在嘴里怕话了的那种 每年生成更是大操大半 那时的她 当真是将军府 急剧万千宠爱的狄千金 为何在蓝氏故去后 私父就对她不管不顾 半分疼爱全无 是元主五岁前的记忆 出现了偏差 记错了 还是人走茶凉 感情化空 司警星一边往府门方向走去 一边醋眉思量着 就听身后 有人喊她 二姐姐 二姐姐 等等我 小女孩特有的娇嫩嗓音传来 司警星收了心思 扭头就瞧见两个小孩 朝着她跑来 大的是司家四小姐 司警仪 她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 应是温氏的儿子 她嘟着嘴 一边跑一边挣扎着想 扯回自己的手 她是男子 怎么能被姐姐拉着手呢 两个小孩 跑到司警星跟前站定 呼呼喘着气 二姐姐 这是我弟弟 他昨夜睡得早 没见到你威风凛凛的样子 今日非求助我带他来找你 司警仪放开自己的弟弟 一脸崇拜地看向司警星 说道 那小男孩终于获得了自由 有模有样地抱拳攻身道 二姐姐 早 九岁的小男孩 还没到变生期 声音还带着些奶气 很是好听 司警星抿唇笑起来 她从袖口中 拿出两根棒棒糖 包了皮递给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也不客气 口中喊着 谢过二姐姐 便接过糖塞进嘴里 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 司警星也笑着 这才是小孩子应该有的样子 天真又可爱 不像那司警云 只比司警仪大了两岁 却终日里 只懂斗来斗去 抢来抢去 她下意识里都忘了 自己在这个时代 也才十五岁而已 温氏脚步匆匆 好不容易追上来 轻斥道 跑这般快 也不怕撞到二小姐 她见两个孩子正吃着东西 知道是司警星给的 忙朝着司警星行礼 但笑问道 二小姐昨夜折腾得也没睡 今早可不眠了 这是我做的些桃花缩涝 二小姐待在路上吃着玩 她问完 又左右看了一眼 见旁人都离得较远 才低声说道 今早大小姐回府 看过大少爷后 就派人去请了太医来 那太医走时 我正与老太太一同过去 我瞧着 夫人脸色很是不好 司警星眸光微动 唇角扬起来 接过那糕点 笑道 心儿许久没吃过 温姨娘做的桃花酥了 想得紧 今日是有口福了 温氏弯唇笑道 二小姐喜欢就好 日后经常给你做来吃 走在不远处的司警云 正巧听到这话 她翻了个白眼 不懈地嚷嚷道 果然是乡野里待过的 这点子糕点 就把你收买了 跟他们这姨娘 庶女 庶子走这般劲 当真是软泥扶不上墙 温氏闻言 脸色略微将了将 拉过司警仪和司警恒 垂头站在一旁 司警恒虽才九岁 却聪慧得很 她听得懂司警云话中 对她母子三人的嘲讽与鄙夷 第三十章 家宅不宁的祸害 她站在温姨娘身侧 方才吃糖时 还满脸笑意 这会儿 小脸却紧绷起来 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 盛满怒意 小拳头也攥得紧紧的 司警星将这小家伙的情绪变化 看在眼中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而那司警云 这才做了几年嫡女 就忘了自己也是庶女出身 纳策的司警云 说完方才的话 心中就暗暗后悔 她现在是真有些拘着司警星 吵架吵不过 打架更不行 司警星见她放慢脚步 走在司警月身后 不禁在心中嘲讽道 就这两下子 还敢乱咬人 她抿唇浅笑 一群下的鞋子一动 踢出一块小石子 只见那司警云哀悠一声 随即就摔倒在地 整个人趴在了司警月脚下 被温氏拉在一旁的司警仪 嘴里还含着棒棒糖 见她三姐姐这摔倒姿势 一个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司警横倒是没笑 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那若无其事的二姐姐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 快速地闪过一丝光芒 又把没吃完的棍棍糖 塞进了嘴里 她觉得 应该是叫棍棍糖吧 糖球球下面 安了一根细棍棍 那趴在地上的司警云 听到周遭人群中的 吃笑声和议论声 她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正脱开司警越来拉她的手臂 疼得爬起来 见医院中下人婆子都在瞧她 她满面羞红 心中怒火冲天 抬起气得发抖的手指 颤颤地指着司警心 横声骂道 是你 一定是你 你个桑敬天良的剑蹄子 你一回府 就闹得整个将军府家宅不宁 你打斗我大哥哥 下不了床 你踢飞叫养嬷嬷 让大姐姐下白台 你害母亲禁足 丢了脸面 你不禁抢我的亲事 如今 又害我在众人面前出糗 你这样的丧门兴 就不应该活着 你怎么不去死 啊 你怎么不去死 她话刚说完 司警心还没开口 就见那司警越 啪的一巴掌 甩在她三妹妹的脸上 大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 司警云捂住脸 不敢置信地 看向自己的亲姐姐 我做错了什么 为何大姐姐也这般对她 于儿 你方才说的那些话 实在难以入耳 昔儿好歹是你二姐姐 姐妹之间 怎可说这些胡话 我与母亲 都不曾怪罪于心儿 你莫要再提过去之事 司警越看着眼前的妹妹 也是心疼 奈何 此时万不能得罪这司警心 否则就是自己亲妹妹嫁过去 说的好听 是嫁过去做王妃 线下父亲回京 那次婚圣旨不出三五日 也就下来 届时 可不就是 去给那九王充血 她可未曾听过 真有充血能充好病的 那就是去做寡妇的 她万不能让自己妹妹 在九王这里 毁了一辈子 司警星冷眼看去 这司警越 倒是智商在线 心机藏得野生 难怪之前原主 会被她耍得团团转 瞧瞧这话说的多漂亮 姐姐妹妹的 感情多甚 人家母女 多么宽容大度 可惜啊 他们母子几人 不都是自找的吗 此时 各房院中下人 都在王府外马车上搬运东西 见二小姐与三小姐 发生了争执 都停下脚步 三五围在一起 小声议论起来 司警星环顾下四周 朗声道 三妹妹何必用 抢这么难听的字眼 难道不是大姐姐 逼我替你嫁过去吗 她顿了顿 突然面露惧色 像是自言自语一般 说道 说来奇怪 为何明明说好了 是三妹妹的婚事 如今却偏要我替嫁过去呢 我猜测 应是九王出了事吧 大姐姐只能选择牺牲 我这个不亲近的二妹妹 是不是这样呢 司警越看着司警星 变脸速度之快 都不知道 哪个才是真的司警星 她瞪了眼身旁的司警云 强扯出一个笑脸 道 星儿 你定是想多了 只是母亲 说你脸上的黑斑 竟然退去了 也不枉这门天赐良缘 自然要让你这个 做姐姐的 先嫁人才是 哦 是这样吗 那好 带我嫁过去 定告知九王与皇上 将军府不尊皇室威严 随意换人代嫁 司警星宁谋 瞧着司警越脸上的笑容 渐渐消失 才满意地转身离开 她走了两步 却又回头说道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否则 此时你爱找谁找谁 还有 三妹妹院子中的事 也别指望我忘得干净 这两句话一处 司警越二姐妹 脸色顿时一摆 司警越想的是 蓝氏那些嫁妆 有不少已经送到了王爷跟前 要如何要回来 她如今 要去哪里凑齐那么多嫁妆 她恨恨地揉挫着手里的帕子 她三妹妹话说得不好听 却有一句话 说得极对 这司警星 就是将军府家宅不宁的祸害 她才回府短短三几日 将军府就出了这么多事 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她不知为何 总有一种直觉 现在的司警星 根本就不是从前那个二小姐 她也问过了别院的下人 都说是二小姐无疑 只是前几个月 性情突然就变了 这让司警越 着实摸不清头绪 到底是什么 能让一个人 发生这般大的变化 而司警云却是想到 昨夜那地上躺着的男子 她料定这司警星 定是知晓些什么的 温氏带着一双儿女 往府外走去 司警横间大姐姐和三姐姐 没有跟上 她拉了拉温氏的手 小声问道 二姐姐这么厉害 为何之前会被赶到别院去住 温氏望着前面少女 轻瘦的身影 摇头说道 你们要记得 二姐姐一个人 日后若她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你们多帮帮她 两个孩子重重点头 将温氏这句话记在心中 司家老太太来得迟 是坐在了马车中 才听吕妈妈说起这起子事 不得不说 她对二丫头的聪慧 也很是认可 然 如今她的脸已经好了 按着府上女孩子的年岁 也该是轮到她的 除非 皇上自己取消这门轻事 否则 她叹息一声 这就是命啊 司家上下 除了卧床养伤的司警号之外 就连被禁足的周氏 今日也破例出了府 和府主仆 终于都上了马车 直奔建州城北门而去 司郡山雪峰山一战 身受重伤 众人皆知 司警星坐在马车中 琢磨着 这扎爹要是还有救 他要不要出手救一下 第31章 城门迎重伤司府回京 司家马车行尽了 两三斩茶的功夫 就到了建州北城门口 今日司郡山大将军 回京 城门口的守将 是得了令的 一见司家马车到来 城门校尉忙上前 与老夫人隔着窗漫 恭敬地打了招呼 也就放了行 一队马车呼啦啦地出了城 倒也没走远 就在城门外 不远处的树荫处 停了下来 司警星看了眼药房空间的时钟 上午九点 这会儿虽已入秋 早晚倒是凉快许多 可白日里还是热得很 秋老虎一向很多 司警星聊起窗漫 见个房主子 都躲在马车里避热 他也懒得下去 皮肤晒伤可不好恢复 他闭目假媚 实则意念早已探入姓林雅絮 他今日务必要将一楼药房 归纳整理一番 以备他 不识之虚 毕竟 母亲蓝室那些嫁妆 着实很占地方 药房面积不大 八十几平 分成两个区域 进门左侧 开辟出一个小的诊疗室 右侧则是两排药品柜台 和两排货架 司警星先是将柜台 靠墙挪了半米 又将货架摆在一处 诊疗室的折叠床 也收纳起来 整个药房正中 就空出来好大一片空地 应是够放那些嫁妆了吧 司警星很满意自己的劳动成果 冷不丁就听到咔哒一声 他以为是外界发出的声音 也就没去理会 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是将军的马车 快看 是将军的马车 这一声叫喊 惊动了私家众人 一时间 各房主子全都下了马车 激动万分地 朝着官道远处望去 只见几个将士骑着黑马 将一辆马车团团护在中间 正缓缓朝着城门口奔来 终于 那马车行得近了些 司警星远远就瞧见 那几位乘在马上的将士 脸上写满了焦急不安 甚至带了几分哀伤 看来 那便宜爹的伤势 比预期的还要严重 老太太被吕妈妈扶着 朝前走了几步 泪眼婆娑地望着那马车 唇角如动地说着 是军山回来了 我的 往日凯旋而归都是 骑着高头大马进京 今日却 老太太早年丧夫 一个人拉扯大三的孩子 司军山是老三 上面还有一个一姐 都不在建州 老太太这些年 也只守着司军山这个小儿子 一个月前得知 这个小儿子在战场上受了重伤 要先大军一步归来治伤 他当时 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他虽只是身宅富人 却也知领军元帅 乃是全军将士的主心骨 他若不是伤势极重 危及性命 断然不会这般行事 他心中甚是惧怕 生怕自己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日后去了下面 司警跃挽着老太太的手臂 面露哀伤之色 劝慰道 祖母 您不要伤心 今日一早 三皇子已经往宫中去请了太医 父亲的伤 定能医得好 老太太拍了拍司警跃的手背 扭头见她眼眶发红 叹了一口气道 好孩子 你父亲没白疼你 司警云站在周氏身旁 瞧见司警跃的样子 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又来了 又来了 大姐姐 你不装 能怎便 就显得你懂事 司警星则与温氏及司警仪 司警衡站在一处 她将司警云的小动作全都看在了眼中 这位司家三小姐 还挺有意思 果然是看她大姐姐不顺眼 不多时 那马车离司家人更近了 一将士骑着黑马快速奔来 在老太太跟前五米位置停了下来 那人翻身下马 抱拳行李道 老夫人 将军重伤 急需回京诊治 府上可有安排太医 此时的老太太 早已气不成声 说不成一句话 周氏见状 连忙接话道 有有有 三皇子已经请了几位太医 去将军府候着了 咱们快些回府 她本还心存侥幸 将军未必就有信中说的那般严重 可眼下瞧着 那般骁勇的她 竟是连马车都下不了吗 她不知为何 脑中猛然想起小女儿的那句话 司警星就是司家家宅不宁的祸害 她下意识 就朝着司警星的方向 瞥了一眼 从这丫头回京 将军府当真是没有半点 好事发生 这时 司骏山的马车 也缓缓停在了众人身前 老夫人还想上司骏山的马车 看上一眼 却听那赶车将士阻止道 老夫人 莫看 将军现下属实不好 老太太不肯听 她怕他们只是安慰自己 她要确定 她的儿子还活着 她哆嗦着手 打开了那紧闭的马车厢门 却是迎面冲来 一股子腐肉血污之气 一时间 司家众人军事一愣 更有不少人连连后退几步 捂住了口鼻 将军 周氏再也忍不住 她扒在马车车园上 痛哭起来 你起来看看我啊 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啊 也不知她是真哭还是假哭 搞得像在哭丧一样 那拉车的骏马 不知怎给长鸣一声 就要奔跑起来 吓得那将士紧忙拉直了缰绳 司警星冷眼看着 这周氏以前的端庄稳重 去了哪里 莫不是前日里在梨花院后院 出了那时丢了脸面 就再也装不下去 开始自暴自弃了吧 老太太缓过神来 这伤怕是极为严重 不能再耽搁 她见周氏还按着车员不撒手 嚎啕大哭的样子 心下怒火猛涨 瞧这架势 是在给她儿子出病吗 老太太气得酒窍生厌 伸手就去转 却不想 那周氏正哭得起劲 随意扭动手臂挣扎了一下 老太太就被狠狠地甩到了关道地上 现场顿时一片人羊马翻 老太太额脚出血 腰扭伤 脚踝肿了 全身没一个不疼的地方 她顾不上与周氏闹气 唉呦唉呦地叫唤着 最后被两个粗屎婆子 半抱半拖着 抬到了马车上 那周氏兼自己闯了大祸 也不敢再闹腾 乖乖地钻进了自己的马车 一场闹剧 终于收场 站在人群中的思锦心 却没心思看热闹 她方才闻到 那马车中的气味 心下便有了几分了然 无外乎那伤口无法愈合 反复感染 反复溃烂 造成大面积腐烂 化浓 发臭 在这个不懂细菌战的年代 这伤情 怕是没得救 就准备用意念 去翻些抗生素药物出来 却意外发现 性灵亚续有了重大变化 第32章 她一笑就是要害人 思锦心发现 一楼药房 通往二楼手术室的走廊门锁 不知何时竟能打开了 她惊喜地用意念探入二楼 一股子消毒水的味道 扑面来 是她的手术室和监护室 心电监护仪 麻醉机 呼吸机 X射线机 吸引切割器 器械台 多功能手术台 太熟悉的工作环境 若不是她现在人在马车中 不能当众玩凭空消失术 她的身体早已闪身进来了 她查看完二楼手术室 又想起三楼公寓 忙关掉手术室的无影灯 去探入三楼 一片空白 无法探入 思锦心想不明白 这姓林亚续 是一个怎样的玩法 她还在独自苦苦思索 马车却停了下来 回程倒是快了不少 在这思郡山的那辆马车 直接驶进将军府 思家众人则在府门外下了马车 正欲进门 却听不远处 一道尖锐的嗓音传来 太子道 众人跪拜行礼 那太子大手一挥 叫众人起身 朗声笑道 思大将军胜利凯旋 父皇龙心大悦 请思将军安心养伤 待到思将军病情稳定 皇家赏赐与赐婚旨意 会一并送到府上 请府上未来九王妃早做准备 思锦心本是垂着头的 却总觉有一道目光 在她周身扫描 她悄悄抬眸去看 就见那人正似笑非笑地 朝着她的方向看来 太子吗 其莫离的大侄子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 只是这流里流气的做派 很是有那么点渣男的意思 思锦心昂着头 面无表情地随她看 而思锦云此时 正与思锦心站在一起 那周氏瞧见太子殿下 正朝着自己小女儿的方向看去 嘴里的话正说到未来九王妃 她顿时心惊肉跳起来 莫不是 皇家选中了自己的小女儿 她心中暗暗发狠 那九王怎的还不死 若死了 这婚事不就免了 话说 那九王不是一向霸道狂妄惯了的 往日也曾聚婚数次 这次却肯乖乖顺从皇上的赐婚旨意 她咬咬牙 此事不能再耽搁 只怕 那五十八台嫁妆 是捂不住了 随着太子一声孤仙走一步 改日再去将军府上拜访 府上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子们先行进了府 下人们整理着马车中的物件 老太太摔伤了腰腿 还闹腾着 要去思锦山的松园 被思锦岳劝着 才肯让粗屎婆子 背回了她的合孕院 思锦星敏唇笑着 这出了嫁的女儿 在娘家比主母还管事呢 不是说 出了嫁的女儿 没有重大事情 是不能随便回娘家的吗 哼 瞧咱家大姐姐 这三天两头回娘家的勤快敬 那三皇子敬也肯 只怕她是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吧 太子爷站在私府邪对面的九楼二楼雅间 朝私府望去 谋中满事探究 主子 您出宫直奔镇远将军府 就单单为了说这一通话 小太监纳闷啊 太子爷何时这般亲力亲为过 这几句话 这人来说就是 何必他亲自跑这一趟 太子不吭声 他脑中闪过 方才那女子与他对视的模样 样貌绝佳 身形娇小 倒不是最吸引他的 为那胆识 很是不一般 他某中闪过一丝遗憾 端起一杯茶 仰头喝了下去 果真是与众不同 可惜 司警心与温氏 司警仪与司警恒 一同进了松原 几人一进门 正巧听到太医对着周氏说道 将军身中四箭 其中三箭并无大碍 伤口早已愈合 唯有后背那一箭 伤口久不愈合 溃烂面极大 身又可见骨 此伤怕是不好治 将军此时还高热不退 老夫先开心啊 给将军退热 周氏闻言 身子晃了一晃 两眼泛着红 随即捉住老太医的手臂 哭求道 太医 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将军 他可是位龙吟 立下汉马功劳之人 那度太医听闻这话 脸色一沉 这夫人怎可以什么话 都刚往外说 什么叫立下汉马功劳之人 言下之意 便是功高盖主吗 早听闻司大将军府上的记事 是窃台上位 今日一见 果然是上部的台面 若方才这话被有心人听去 他司家就全完了 他双目闪过一丝嫌弃之色 不着痕迹地 将那周氏的手臂摆脱了开来 道 夫人且宽心 我等自会为将军斟酌用药 司锦月是何等人也 他暗暗替自家母亲着急 这是说的什么糊涂话 他母亲最近是怎的了 说话办事 没一件靠谱的 他眼见着那度太医脸色不佳 忙一把 将还要说些什么的周氏 拽到了自己身后 司锦月上前一步 哀伤的脸上带了一丝歉意 恭恭敬敬敬地说道 母亲也是太过忧伤 方才是胡说了 两位大人莫要当真 二位太医乃宫中贵人御用医馆 今日能来府上卫妇诊伤 实乃我将军府大姓 相信二位太医定能将父亲治好 那太医也不好给瑞王妃脸色看 自是白手掠过 司锦星冷眼瞧着那趴在榻上之人 那是原主的亲生父亲 这对妇女之间到底存了什么误会 也要等那人醒了 方才得知 那边的杜太医写好药方 交到司锦月手中 道 三皇子妃 这药方您收好 老夫 就听一道嘲讽的女生传来 二姐姐 你不是会医术吗 怎地这般没孝心 不去帮父亲看一看 司锦星瞧着那一脸看热闹的司锦云 只觉这丫头是不是少跟进 是想看自己出丑 她呵呵一笑 这怎么好叫她失望 她大方点头 道 还是三妹妹想着我 我这里倒是有不需熬煮的退热药 姑且可以一试 那杜太医一听 朝着那两道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这将军府上的女眷 怎地都这般没规矩 一个小女娃 竟要是要 另外 这天下 哪有不兼煮的药 简直不可理喻 司锦月却是瞪了二人一眼 搞花样 也要分场合 这两位太医 可是三皇子的人 万不能得罪了去 她赶紧陪着笑脸 冲到杜太医陪礼道 这是我那二妹妹 很是吹嘘自己有本事 胡闹惯了 叫大人们见笑了 司锦星信不走来 在司锦月身前站定 闽唇笑道 分明是三妹妹挑起的事端 怎就成了我胡闹 若我能在两盏茶内 让父亲退热 大姐姐又该如何 周氏与司锦云最是见不得 司锦星脸上挂着这种笑 总觉得 她下一步就要害人 而温氏身后的司锦仪和司锦恒 文言却双眼亮晶晶 来了来了 二姐姐又要耍威风了 第三十三章 本小姐自学成才 那杜太医冷哼一声 赌气道 好呀 既然将军府上有如此能人 我等就静观其笑 只是将军若出了和事 可与我二人无关 周氏眼珠一转 一副无奈的表情 叹气说道 馨儿 平素你如何胡闹都行 母亲都有着你 今日却是不行 你父亲都伤成了这个样子 你快些消停会儿吧 两位太医面面相去 这司家二小姐 平素里竟连主母都不放在眼中 司锦星面色微沉 一双明眸中染上丝丝寒意 淡淡扫过周氏等人 我若不应 三妹妹会嘲讽我 拿桥做怪 不孝顺 我应下 你们又说我闹事 合着 话都让你们说了 错处都是我一个人的 那周氏脸色一致 说不出话 司锦月却美目一转 满面愁续呼地患上了喜色 道 呀 姐姐倒是忘了 妹妹自小熟读医书 想来定能帮父亲 退了这高热之症 是我与母亲一时疏忽 竟忘了这回事 妹妹快去看看父亲吧 司锦星心中自是明白 这司锦月是认定她没这本事 故意把自己捧起来吧 可惜 此人有点小聪明 但 不多 她再不理会众人 走进司俊山的床榻 司锦星不顾旁人异样的眼色 从袖口中掏出口罩 手套一一戴好 才一把将司俊山后背的中衣撩开 将后背换处裸露出来 一屋子人顿时发出一阵唏嘘 这司家二小姐 竟如此不顾男女大方 衣服一撩开 那骨子腐肉味 愈发浓烈 房中众人纷纷出了房门 在院中等候 只剩下司锦月与杜太医 坐在离床榻达较远的凳子上 准备看司锦星如何诊治 出丑 人越少 越好 司锦星摸出一包退烧颗粒 将颗粒用水融化 用罐药器喂给司府 又趁那二人不注意 给她打了一针退烧针 方才她用手 探了这便宜扎跌的额头 起码有四十度 如此严重的高热 必须紧急退下去 服药后不多时 那司俊山额间便冒了汗 她又站在床漫外 指挥着小司 帮那司府擦拭身体 司锦月看她这一通胡乱折腾 眼下心中笑意 这死丫头 真是自己作死 这世上还有不熬的药 她万万不会信的 她猝起眉头 口气中带了几分担忧 道 二妹妹 怎么样了 父亲可还好 司锦星文言 转过身冷冷地瞥了一眼司锦月 却不理她 只是对着那杜太医说道 杜太医 方才是我心急 太过担心父亲伤势 多有冒犯 您线下可来查看一番 那杜太医本还一肚子气 闻听此言 不禁一愣 这女娃的意思是 司将军的高热退了 她踉呛着走到床前 伸手在司郡山额脚一探 微凉的体温 沁着一层薄汗 她行医数十年 还从未见过 退热如此之快 杜太医难以置信地 看向神色自若的小女娃 激动地问道 二小姐果然医术高超 敢问二小姐 师从何人 我若说 我翻阅医要点击自学的 您可信 司景星摆摆手 不想与她多解释什么 此时的周氏不知怎跌 又一门心思想着 方才在府外 太子说的那两句话 今夜 她就去清点下那嫁妆 就先依了那死丫头 待到九王一死 她要想有个娘家坐靠山 还不得乖乖把那些嫁妆 原原本本送回来 而司景月 见那杜太医一脸的吃惊模样 便知父亲的高热是退了下去 她正正地望着司景星离去的背影 这怎么可能 连两位太医都需要一个时辰 才能退下的高热 一个丫头骗子 这般轻松地把高热退了 司景月反复回忆着 方才司景星的动作 那丫头似乎只为了一次药 她记得很清楚 那蓝氏在十年前就故去 而司景星的课业 也是从那时候变荒废 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丫头 怎么可能熟读医药点击 她定是不知 从哪儿得来了退热灵药 才误打误撞 将父亲的高热退了下来 关于司景星的医术 绿竹与烟飞 虽满腹疑问 却从不问 小姐定有自己的秘密 她不说 自视有她的道理 昨夜一夜未睡 今日又折腾一上午 司景星此时 是又困又累 她来不及吃午饭 倒在床上 不消片刻 便沉沉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睡梦中猛然间察觉到 房中有一股陌生的气息 她下意识清醒 迅速起身 手指间捏了几根银针 坐在矮凳上的期末里 瞧着那小女子的反应 冷峻的面上 顿时扯了一丝笑意 她望着那衣衫不整 头发乱糟糟 眼神却极为锐利的小女子 轻笑出声 九王妃 这是要谋杀亲夫不成 床上的司景星 此时也早已看清来人 她善善地收了手 不满地嘟囔道 谁是你王妃 这还没嫁呢 没素质 私闯民宅 还扰人清梦 她嘟囔着说完 就等那人说话 迷迷糊糊地又躺了下去 齐莫黎不知道 她说的没素质是什么意思 却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她失笑 这丫头还真是不会 哄夫君欢心呢 他们今早才见了面 可才分开半日 她便想来看看她 如今 剑州城中各方势力 都知晓她中毒在身 她却不顾被发现的风险 冒险前来看这丫头 而她呢 竟在自己面前 呼呼大睡 齐莫黎不禁对自己的容貌 产生了怀疑 她摸着自己的脸颊 莫不是自己在这丫头眼中 没有魅力 此时的司景星 可不知道这家伙 内心系这么丰富 她真的只是困 她会信吗 齐莫黎坐在床边 静静地看着床上 又睡过去的小丫头 午后的阳光穿过窗帘 正巧照到她的床上 小丫头白嫩的脸颊 因为酣睡 变得红扑扑的 她皮肤上一层细软的小绒毛 微微闪着点点光泽 长长的睫毛头下层阴阴 到底还只是个孩子 她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刮蹭着她的右脸 这里 曾经布满黑斑 第34章 小鹿乱撞惹春梦 只想想 一个没有生母在身边 又毁了容的小女孩 在这身宅之中 过的会是什么日子 齐莫里也是今日 才得了线报 将她这15年来的状况 查了得彻底 听着那一桩桩 一件件的救世 她心底忍不住的抽痛 很好 周氏母子 她记下了 只盼 早日迎她进府 远离这燕泽之殿 等司警星再度醒来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想来是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吧 她伸了身揽腰 终于缓过劲了 她翻身下床 却猛然想起 方才是齐莫里来过 她来了 自己却睡着了 司警星思来想去 却不知自己是愿意叫她来 还是不愿叫她来 门外的绿竹与燕妃听到动静 在门外喊了一声小姐 才推门进来 小姐 您醒了 二人伺候着司警星 换了一套整齐的衣裳 又重新把遭乱的发际 梳理整齐 司警星看着镜子中 自己邋遢的样子 心道 还是希望她没来吧 燕妃将士不经递过来 往门外走去 说道 小姐洗把脸 清醒清醒 小厨房温着晚饭呢 我这就去端 司警星随意擦了把脸 瞧着燕妃走远 扭头贼兮兮地看向绿竹 小声问道 我睡着的这段时间 可有人来过 绿竹不明所以 歪着头想了想 说道 大约一住香前 夫人院中的柳妈妈 来请小姐过去 我说 小姐还在睡着 起了那柳妈妈 竟也不生气 她还笑眯眯地说 让小姐睡醒了 再去也不迟 司警星一听 莫不是其末里没来 她只是做梦 梦到了她 不知为何 她心中有一种 失落的感觉 司警星来不及细想 因为她反应过来 那旅妈妈 方才来了她的碎花院 她眼眸一眨 这是来送钱的吧 那咱得积极点 司警星瞬间忘了 那股莫名的失落感 大口吃完桌上的 两菜一饭 匆匆出门 主仆三人一路驰骋 不多时 就到了周氏的梨花院 门外早有小丫鬟候着 见司警星到来 笑呵呵地行礼 将三人引入院中 那柳妈妈站在房门外 一见司警星 忙快不迎过来 她一边引着路 一边笑眯眯地问道 二小姐 来了 可吃过晚饭了 司警星面上不显 心中冷哼道 瞧这一院子人这客气劲 个个吃了糖一样 这是要打青青牌了吗 柳妈妈打了门帘 司警星抬脚进了去 绿竹与燕飞二人 则被留在门外候着 司警星一进门 就听到司警月那茶里茶气 装模作样的声音传来 二妹妹 你来了 快过来 姐姐这边坐 这三皇子 怎么还不来接走她媳妇 老赖在娘家算怎么回事 很烦人好不好 司警星暗纳下心中所想 平淡地打了招呼 行了礼 就似见了陌生人一般 司警月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不再说话 周氏努力压下心中 窜上来的一股无名火 她扯了一丝笑 也招手让司警星过去坐 司警星没过去 自己找了个 离他们母女最远的位置坐下了 母亲 找我过来 可有事相伤 不如开门见山直说来的痛快 周氏善善地收回手 笑道 可不就是为着你的亲事吗 如今你父亲也回来了 想来那次婚旨意 也快宣发了 我想着 给你准备三十台嫁妆 司警星不等周氏说完 豁然起身 静止往外走去 周氏一见 脸上笑意全无 冷声叫道 你莫要太过分 你母亲的嫁妆 早就贴补了家用 还要去哪里找寻回来 我给你背上三十台嫁妆 可比你大姐姐当年出嫁时 还要风光 做人哪 一定要知足 司警星不怒返笑 道 你叫我知足 我只是 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这就叫过分了 想来 父亲是不知道我母亲的嫁妆 一直在你手里把持着吧 司警星的随口一说 却正说到了周氏的心坎上 方才 他在松原 分明听到 将军昏迷间 还在念着蓝氏那狐狸精的闺名 若是 将军改日商好醒来 念及旧情 不忍蓝氏留下的女儿嫁给 那将死得久亡 那倒霉的 就是自己的小女儿 好 就依你所言 周氏不敢想自己小女儿 嫁过去的惨状 咬着牙 一口硬撑下来 司警星转过身子 笑叶如花地说道 果真是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怨 显儿很是感动 那就劳烦母亲 这两日便着人将我母亲那嫁妆 送回岁华院吧 你父亲若问起来 周氏不放心地看向 翻脸比翻书 还快的司警星 总觉得他脸上内笑 不怀好意 母亲的嫁妆一道 我自会修书一封 言明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接受赐婚 嫁入九王府 与母亲和大姐姐 毫无干系 届时一手交货 一手交信 司警星爽朗一笑 到此离去 却没瞧见 他身后的周氏母女二人 唇角挂着的一抹笑意 他带着绿烛烟飞二人 一路哼着小曲 回了岁华院 今夜月朗星息 是个好日子 司警星回了房间 想着小妹片刻痒痒精神 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嗯 白日里睡了一下午 可不精神着呢 他仰在床上 就想到午睡时做的那梦 他梦见 他与齐莫梨 抱在一起 这是可以梦到的吗 司警星捂住自己 有些发烫的脸颊 暗骂自己花痴 当时刚穿越之此时 暗暗发誓 此生不谈情爱 那誓言是被狗吃了吗 他把自己的脸 埋进软枕中 果然 都怪那个齐莫梨 造孽 说起来 在后世 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如今 竟被那二十来岁的 矛头小子齐莫梨 搞得小鹿乱撞 是怎么回事 他强迫自己 压下心中的小鹿 不能被男色 耽误了今夜的正经事 司警星瞧了眼时间 晚上十点 在后世 正是夜生活的开始 而这将军府 此时早已陷入一片禁忌之中 只有墙角草丛中 偶尔传来几声曲曲的叫声 司警星换了件 立楼的衣裳 闪身进了 姓林雅絮的一楼药房 在出来时 他已经出了碎华院 黑夜里 他借助空间隐秘功能 避开了府上 巡夜婆子的视线 不多时 便顺利地来到梨花院 没错 今夜的夜袍主题 二探梨花院 第35章 钱包鼓鼓做美梦 司警星前日里 第一次来梨花院时 就探查到了 周氏的小厮库 他虽没细看 却知道满满当当的 全是好东西 只是当时不想打草惊蛇 便没下手 将军府库房 他后来也去看过 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司警星也不耽搁 闪身借助空间 穿墙而入 现身在周氏后院的小库房中 司警星拿出一只手电筒 随意一扫 好家伙 一箱子一箱子的 全是绫罗绸缎 金银财宝 名人字画 名贵瓷器 精美百贱 果不其然 周氏这个大肥婆 贪得无厌啊 司警星也不客气 反正都是自己母亲留给他的 拿呗 他左手摸向箱子 右手右斧上那兰花玉剑 意念一转 手边的箱子 就进了姓林雅絮的一楼 不费吹灰之力 司警星用相同的办法 小手一灰两灰三四灰间 将库房中剩余的二十来个大木箱 一口气全都搬进了药房 全拿走 只是他还是小瞧了这些箱子 有多占地方 最后还往二楼塞了两三个箱子 才算给一楼腾出来的狭窄的过道 司警星暗暗想着 得亏有意念和空间作弊 不然他就是累死 也搬不完这么些东西 不过 这些东西照着他母亲留下的嫁妆笔 可还少着呢 想来是被那周氏挥霍了不少 司警月 司警号 司警云 还有周氏那娘家人都没少拿吧 没关系 你做初一 别怪我做十五 逼我去做冲喜王妃 那本小姐 怎么也得让你连本带利 吐出来才是 明月 这府上 又有好戏看了 司警星美滋滋带着一库房的财宝 回了自己院子 钱包鼓鼓的感觉 真好 他要好好想想 下次去搬谁的库房 他翻身上床 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却是翻来覆去 怎么都睡不着 许是今日午睡时的梦 许是 他心里有些期待 他甚至想 若那不是梦 他与他 进展得是不是太快了些 钱是被那渣男伤过心 这辈子便有些彷徨迷茫 他承认 他在他心里有了一定的位置 却也给自己留了后路 夏末初秋的夜 带着丝丝凉意的风 吹得树叶沙作响 此时的三皇子府 翠锦阁中 却烛火通明 四锦月穿着一套浅粉色中衣 已靠在床边 王爷已有十日 不曾来他房中过夜 今夜又是去了那胡策妃房中 嫁来王府上 已有两年 自己却一直未有身孕 先前 他们夫妻二人去宫中给母妃 罗贵妃请安时 罗贵妃也曾明里暗里催促过 那时王爷也只是一笑而过 不慎在意 他当时还满心欢喜 为自己嫁了个好夫君 暗自庆幸 却不知为何 近来几个月 三皇子却突然接二连三地 赢了两位侧妃和几位小妾禁服 没过多久 那正侧妃便传出了有孕的消息 他恨哪 他怎么能容忍 那些女人 嫌他生下府上第一个孩子 司锦月握紧拳头 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他叫守夜的丫头 灭了房中的烛火 那人是等不来了 近来发生的事 着实惹得他心烦 尤其那司锦星 突然就像换了个人一般 处处与他作对 好在他也翻腾不了几日了 那九王 他是见过几次的 虽说长得极俊美 脾性却差得很 天下皆知他狂妄不羁 高傲自大 若不是母亲看中他的九王妃之位 他是绝对不同意三妹这门亲事 好在 那九王如今奄奄一息 也换了司锦星去嫁 他总算是了一门心事 明日 待他们拿到司锦星那封手书 此事就告一段落 单想着 司锦星在那府上 被九王妃人的折磨 在座任人欺辱的寡妇 届时 弄死他 还不是动动手指的事 你是正经的嫡女 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这后来上位的嫡女 踩在脚下 司机此 他心情瞬间变得极好 拉过颈背 睡了过去 一日一早 何孕悦 吕妈妈 早 祖母昨夜睡得可好 司锦星今日特意起了个大早 打扮得清清爽爽的 来老太太跟前刷存在感 吕妈妈对这个前任主母留下的嫡女 很是怜爱 见她温温和和地说话 自是欢喜地说道 老夫人昨日摔伤了腰 脚踝也肿着 昨夜疼了半宿 老夫人受罪了 见司锦星面上露出担忧之色 她又巧声说道 大小姐也在里面呢 哦 司锦星都不知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 她看了眼时间 这才上午八点 那大姐就从三皇子府 回了将军府 真真是阴魂不散 司锦星点头谢过吕妈妈 抬脚进了门去 就见那司锦月正跪坐在地上 帮老太太揉捏着腿 老太太微闭着眼 躺卧在榻上 那叫一个舒坦 谁家老夫人 能被一个王妃这样伺候 她能 她嘴上却说道 这种事 叫下人去做就好 你堂堂王妃 怎可这般 那司锦月见老太太 不再板着一张脸 心下才松了一口气 母亲昨日实在是太过莽撞了 她站起身 帮着老太太捏起了肩膀 笑道 祖母为这个家 操劳了一辈子 孙女给祖母捏捏腿 又算什么 听她这样说 老太太心中更加欲贴 闭上眼享受起来 司锦星见那二人 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也不惯着他们 只冷声说道 给祖母请安 老太太不耐烦地睁开眼 笨了一声 司锦月见状 却笑着说道 呀 二妹妹来了 你别怪祖母 她老人家身子乏累 没听到你进来 也是有的 则 司锦星皱眉朝她看去 这人不找事 就活不下去 果不其然 那老太太听了这话 顿时脸色便不好了 与司锦月一同前来的 司锦云和司锦仪 都坐在司锦月 对面的凳子上 司锦仪低着头 乖乖巧巧地坐在那里 看不到她的表情 倒是司锦云 一听她大姐姐说话 嘴角就紧紧地扁着 又来了 又来了 她顶不喜欢她大姐姐 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第36章 贴心的二孙女 司锦星促眉说道 瑞王妃嘴巴臭 就不要乱说话 我何曾怪过祖母 老太太看了眼司锦月 又瞥了眼司锦星 说道 别一来就吵吵嚷嚷 像什么话 坐吧 昨日她擦伤了额头 摔伤了腰 还崴了脚 其他三个孙女 都惦记着 来看望她这个嫡亲祖母 唯独这二丫头 听说是睡了 整整一个下午 今日请安 还是最后一个到的 果真是个不懂规矩的 司锦星见老太太 对她爱搭不理 似有成见 她微一琢磨 也猜到个七七八八 祖母 您前日李妖就受了伤 昨日又摔倒 想来行动定然不变 这才想着 给您做一件睡袍 她若无其事地选了个座位坐下后 口气轻密地说着 朝着身后的绿竹看去 绿竹人小鬼大 她眼睛一眨 捧着一间叠得整齐的衣袍 上前几步 跪地说道 老夫人 奴婢斗胆 想求老夫人一件事 老太太倒不曾听说过睡袍 只眼巴巴地看着李妈妈接过来 就听地上跪着的小丫头 有事相求 她此时收了礼 看着那二丫头 也顺眼了些 便点头示意 绿竹说下去 绿竹这下子 可放开了手脚 她眼睛一急 两滴泪就流了出来 哭求道 老夫人 您可要管管我们小姐 别动不动就不吃饭 多伤身体 老太太听得迷迷糊糊 怎么这二丫头就不吃饭了 府上有人磕待 还是这丫头 嘴巴太挑天 却见那司警星猛摇头 示意那跪地小丫头 别再继续说下去 老太太顿时来了兴趣 所以医护问道 你家小姐 是出了何事 为何不吃饭 绿竹很会哭 她的哭没有声音 却能干巴巴地掉眼泪 一点不吵人 却能让人心生怜悯 她一把擦掉面上的泪水 才张嘴道 昨日我家小姐回了院子 就把自己关在房中 置着睡袍 直到有时 我去叫小姐用晚饭 才发现 小姐累得趴在桌子上 昏睡了过去 奴婢那时才想起来 小姐心急制袍 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是奴婢失职 还请老夫人责罚 绿竹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后来 我们小姐醒来 就要把做好的睡袍 给老夫人给送过 想着晚上老夫人 穿着也方便些 又偏逢夫人 寻小姐商议事情 便急匆匆去了梨花院 带回来时 天色已晚 便没好来 讨扰老夫人您休息 这才吃上了 昨日的第一顿饭 小姐说 睡袍太素 又怕老夫人您不喜欢 这不 一直做到天快亮 小姐这才将那睡袍 点缀上了花样 您说说 这样下去 身子哪里瘦得了呀 老夫人 您可是府上最疼 我家小姐之人 您说的话 她才肯听呢 司警星垂着头 用力地憋住心中 那猖狂的笑意 绿烛呀绿烛 我只是让你随口说说 没想到 这丫头的演技 简直是要炸裂了 她对面的司警仪 也早都张大了嘴巴 看傻了 这一通话下来 祖母还不给感动坏了 她默默地在心里 给二姐姐的丫头 竖了个大拇指 司警月面上 一直带着的笑 此时也维持不住了 这二丫头 分明是将她比下去啊 她眯眼瞧去 这司警星身边的丫头 什么时候 也这般能说回到了 司警云则不动声色地 翻了个白眼 这件丫头 比大姐姐说话 还恶心 上手作者的老太太 这才明白 这二丫头 对她这个祖母 是用了多大的心 被绿烛 这滕西孙女的高帽一戴 那嘴就合上过 她将那睡袍展开 果见那睡袍上 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 她着实是喜欢的 老太太招手 叫司警星过来 点着头说道 好孩子 辛苦你了 什么睡袍不睡袍 你叫下人们做就是 小心自己身子才是 往后 可不许再不吃饭 司警星连连点头 看上去很是乖巧 却瞥了眼那睡袍 那不过是前世 邻居阿姨网购买的 样子好看 但质量很差 要她帮忙 拿去退货的 她见老太太 有一下没一下地动动腰身 便上前一步 将站在老太太身侧的 司警月挤开了 闲聊一般问道 祖母您这腰本就不好 如今又被母亲 祖母日后可要多加小心才是 好生姜养些日子吧 再严重些 怕是一辈子要躺在床上了 她说完话 便呼得 看向司警月 洋装害怕一般 捂住嘴不再吭声 老太太一听这话 刚刚放下对周氏的怨气 一下子又生了上来 她下意识地看了眼 身侧端坐的司警月 脸色便有些不好 那司警月是何人 她当即挂上一个 委屈至极的表情 撒娇道 祖母 母亲昨日也是无心之失 日后月儿 定会多多侍奉在祖母跟前 还有鱼儿 还有号 司警月说完这话 便看向司警星 那死丫头 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她莫不是忘了 自己很快便要嫁给那将死的九王了 日后不久就成了寡妇 还不是要靠娘家撑腰 她嘴上又继续说道 还有二妹妹 趁着还没出门子 也好多在祖母跟前 多静静孝心 日后 恐怕 这机会便不多了 司警星文言 却面露不解道 为何 大姐姐这嫁了王府 这不是也整日里往娘家跑 怎丢我就不行了 司警月道真是 被这话给问住了 她不可能将王爷叫她回府 联络感情的目的 说给他们听的 她尴尬一笑 道 还不是王爷疼我 叫我 可她得意的话 还会说完 便听那司警心仪的一声 道 大姐姐 你说 若我嫁入莫英王府 咱们之间这辈分 该怎么论呢 一听莫英王府 司警云便有些气闷 叫她忘却九王 当真是难 而司警月却先是一愣 玄疾便有些烦躁 她倒是忘了这茶 这死丫头嫁过去 哪怕是做一日王妃 变成了寡妇 在外人眼里 那也是她九皇审呢 正待司警月 不知该如何回复时 便听就听门外小丫头 急声通禀道 莫英王府递来了帖子 老太太扫过那帖子 顿时愣住 司警月脸色一白 那帖子上 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承妖九王妃 明日来府市集 第37章 惹了天大的贼人 司警星见二人脸色异常 也往那帖子上瞥了一眼 她心下一乐 这其莫离 夺损哪 就这几个字 还不得将那周氏给吓个半死 司警星随意一白手 道 在咱们府上 自然还是要按咱们的辈分来论的 你说呢 大姐姐 言外之意 除了将军府 其他地方都是要她换她皇审 司警月面上的温和之气 荡然无存 笑得极不自然 老太太一听 这两个孙女 是哪个都不能得罪的 她想到此 脸上扯着一丝笑 说道 你们总归是亲姐妹 日后在外面 也要互相帮衬 别让外人看了司家的笑话 行了 既然安也请了 你将这帖子 拿去梨花院吧 你母亲是主母 让她安排就是 司警月接过那帖子 行走间瞥了一眼 站在一侧的司警星 带着司警云 脚步匆匆地直奔梨花院去 司警星垂着头 眼皮都懒得先 这老太太 真是人惊 直接把这烫手山芋 扔给周氏 好人她坐 坏人周氏 坐 厉害 再说 司警月与司警云两姐妹 来到梨花院 刚一进门 就听到后院 传来一阵阵吼叫声 两人对视一眼 直奔后院而去 就见那周氏 坐在库房门前的地上 嚎啕大哭 形象全无 母亲 您这是做什么 快歇起来 司警月皱着眉头 就想拉周氏 站起身 不管发生什么 她母亲都还是这将军府主母 这般模样 实事不妥 可她忘了 她母亲那圆滚滚的大体格子 一个能顶她两个 哪里是她小胳膊小腿 能拉得动的 结果她用力太猛 没能拉动周氏 却一个不小心 把自己也摔倒在地 后背蹲一声 撞到门板上 她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本就在司警星那里受了气 此时又见母亲这般行事 司警月气不打一出来 柳梅到处喊道 母亲 到底出了什么事 哭哭啼啼 能有何用 那周时间大女儿动了怒 顿时静了声 只是时不时抽动下自己 那宽厚的肩膀 柳妈妈见状 白手让两个丫头出了后院 将院门关紧 去门外候着 她将司警月搀扶着站起身 指了指库房 低声一叹 说道 小姐 夫人是受了刺激才会这样 您还是自己去瞧瞧吧 司警月文言也不追问 只面带疑惑地走进那库房 她倒要瞧瞧 这库房到底是出了何事 惹得母亲这般痛心 司警云见状 也连忙抬脚跟上 姐妹俩一进去 就呆愣当场 只见那平宿里满满灯灯的库房 此时只与几个木架 上面空空如也 地上摆满的木箱子 也一个不留 偌大的库房 空荡荡的 一个铜板都没了 此时的司警星 正悠哉哉地吃着茶点 哼 解主打 就是一个干净 大姐姐 这是母亲的库房吧 司警云在房中转悠了一圈 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间 她母亲库房里太多好玩意儿了 每年生辰当日 都可以来这里 选一件自己想要的物件 不管是金银珠宝 还是首饰百件 又或是不博茶展 随便挑 那些东西呢 司警月眼皮跳了跳 这后院到底发生了什么 昨日她还与母亲 来清点过 她拉着司警云出了库房 与柳妈妈一起合力将周氏扶起 让她坐在亭中石凳上 母亲 库房中的东西呢 司警月焦急地问道 不知道 我什么 都不知道 今早 我一打开库门 这样了 我真的不知道 周氏抽抽烟烟地说着 脸上的肥肉 也跟着一抖一抖的 柳妈妈见周氏 说不成一句话 忙将事情经过 仔细说了一遍 小姐 是这样的 早上夫人说 先过来将昨日你们选中的 那些物件挑出来 好装箱 结果我们打开库门 就发现 里面净空了 夫人平素都舍不得用这些东西 如今 一晚上便不翼而飞 全都被盗走 夫人实在想不通 又心痛万分 这才腿脚一软 瘫坐在地上 司警云毕竟才十四岁 一听那么多好东西 全都丢了 哇的一声 也哭了 我以后过生辰 都不能来这里选物件了 司警月捏了捏衣袖中的帖子 这可真是烫手 她瞧了眼司警云 又看向周氏 叹气道 母亲 哭没有用 如今 我们只有一日时间 来凑出那些个嫁妆 我没钱 一日之内 绝对凑不出 让那死丫头等着吧 周氏现在最不能提前 虽然她还有个小库房 却是比不上这间的 里头的物件 还没有这边的一半多 如今丢了那么多东西 就似杀她一般难受 偏生 她还不能叫得全府皆知 更不能报官 否则 她目前嫡妆嫁妆之事 会闹得全程皆知 她往后该如何见人 更何况 万一此事 再牵扯到院那件大事 就更不值当了 这真真是打碎牙 只能往肚里验 这样想着 周氏更觉委屈 是什么人能在一夜内 搬空一个库房 她握紧拳头 狠狠砸向石桌 却忘了 那可是石头做的桌子 只听她嗷一声叫唤 母亲 夫人 司警玉与柳妈妈 都替她疼得慌 司警玉也是头疼得很 这结果哑上 怎地就冒出来这么多事呢 这是个天大的贼人吗 有如此能耐 还好父亲此时卧病在床 不然想瞒都瞒不住 她再顾不得许多 只得将那帖子递给周氏 她见周氏正愣住 无奈道 若我们今日凑不出 明日那丫头 断不会去莫英王府的 她敢 周氏将那帖子重重 拍在石桌上 瞪着双眼 道 绑也要把她给我绑过去 这婚事一开始就是给她的 司警玉摇摇头 说道 母亲别冲动 更别说这些气话 咱府上多少人都知道 那婚事 咱们一开始就是准备缘的 有这把柄在 司警星便不会随咱们难念 更何况 那九王 你以为是好相遇的 司警星被绑过去 如此不情愿 他会否将咱们府上直接端了 周氏听了这话 自是想起三年前那事 那年仲秋宫宴上 三朝元老新昌后 借着九姓 硬是要与新兽 封为莫英王的九王 喝上一场 那九王岂是逆来顺受之人 他当着前朝后宫 臣妇众人的面 将那新昌后凑过来的酒盏 直接砸在了地上 并怒斥 本王最不喜强人所难 你反倒来强迫本王 此事一出 皇上却只是向征信地 训斥了他一句 老九脾气暴躁了些 要改 打此以后 金钟熏贵谁人不知 那人真真是个 胆大狂妄之人 站在一旁的司警云 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说出一句话 第38章 讨回嫁妆好戏登场 这几日 不论是大姐姐还是母亲 都在与她说 九王中毒之事 就连祖母 她应该也是此意 不然这事 也不会放权让母亲做主 那人 她是天神一般的人 也会死吗 她幻想过很多次 传言中的九王 会是什么样子 她想象着 那人身披盔甲 手执大刀 就像一股熊熊烈火 从她身上散发开来 激励着全军将士 勇敢战斗 司警云捶着头盯着地面 自己与她 当真没有缘分吗 这 周氏此刻的心情 就像那卡在嗓子眼里的鱼刺 上不来 下不去 本还想在原本的嫁妆里挑上一些 再去外面买一些宴品 凑成那五十八台 现在一下子丢了那么多 原本的嫁妆 只能从各院取回来 凑数了 周氏的梨花院 司警号的明书院 司警云的林兰阁 司警月未出阁时的明月阁 还有王府 及她的娘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司警星在合运院陪着老太太 一起用了晚饭 于妈妈 您看 这样啊 双手搓热乎 这样交叠在一起 放在祖母腰这个位置 由上而下 推搓三十至五十次 微微发热即可 司警星让老太太趴在床上 让吕妈妈上手 她自己从旁指导 还有这种 大拇指按在夭夭处 这里 对 挤压 旋转 揉按 老太太正享受着 这语中不同的推拿按摩 就见门外小丫头 匆匆进来通禀道 夫人说有事与二小姐商议 在二小姐院中等她呢 一听是周氏 老太太眯着的眼睛 顿时睁了开 是要与这丫头说那件事 她回头看向司警星 倾咳一声 笑道 二丫头 你母亲找你有事相伤 你便先回去 让吕妈妈继续按就事 司警星心中冷笑一声 这老太太 惯会装糊涂 周氏来了呀 哼 这筹集嫁妆的速度 有点慢了 她眼下心中所思 猛一抬头 惊喜道 母亲定然是来 还我亲生母亲的嫁妆 说是咱龙银朝律法里有血 女子嫁妆夫家不得霸占 悉数留给后代子女 祖母 您是一家之主 孙女想请您去做个见证 老夫人一听 蓝氏的嫁妆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虽说平时只是放在宫中库房 自从周氏掌管了将军府中馈 她便再没去看过 可如今 要全数还给司警星 老太太顿感割肉般心疼 那可是五十八台 里头光店铺门面就五十处 当年 那也是全建州独一份的重礼 也是因为 这里太过厚重 蓝府嫁女儿 却比她私服娶媳妇 排面还要大 一个三朝元老家的嫡小姐 嫁给她儿子 当年还只是一个根基浅薄的招五校尉 身份地位 何等的宣说 她做婆婆的 在心腹面前 根本支不起腰杆 想到了以前那些没有脸面的事 老太太心情变得不太好 没好气地说道 为何要我去 我身子鼓不爽力 便不去了 司警星只以为老太太是心疼那些嫁妆 也没多想 她宁没问到 这样啊 我还想着 一会儿看到适合祖母的物件 送给祖母呢 如此 那便罢了 老太太听到这时候 才知道 这丫头是变招法的 给自己送礼呢 她那张拉的老长的脸上 顿时多了几分笑意 道 说来奇怪 方才还腰疼得厉害 这会儿 倒爽力了许多 老太太瞟了一眼司警星 试探着说道 昔儿有心了 那些个物件 都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我怎么能要 你自己留着便是 司警星看老太太表情 就猜到她心中所想 白手道 那就稍后看一看在意 那祖母 可方便一道去睡华院了 老太太心思微动 那周氏是说 动二丫头 同意这门亲事了 她打眼看了眼的二丫头 见她面上没有半分哀愁 只当她是不知那九王情形 也罢 高门贵府家的小姐们 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昌荣付出的 老太太腰痛还没好 本不想去 但一想到 或许能捡些好东西 也就坐在教练中 一道往碎华院而去 今夜的碎华院 点了火把 亮如白昼 帐房先生唱着架状单子 管家留福带着两个小丝 则守着那些箱子 逐一清点 黄花离传海棠花 为拔不床一张 酸枝美人踏一张 沉香木香玉如意一柄 同之辣签一对 司警星坐在周氏身旁 没错过她唇角 一闪而过的脚侠 她朝着那架状细细瞧去 原来是这样 她起身 朝着刚清点好的几个箱子走去 装的是锦断不泊 架账单子上 写的是云锦 织锦 广陵 各八匹 都是极好的料子 这箱子里 此时装的却是什么 即便它不识货 但原主多少是认得些的 一共24匹上好的料子 此时都给换成了麻布和断料 这多少 有点太胆大妄为了吧 周氏见司警星 站在那箱子旁 没心意紧 她忍不住偷偷瞄了眼 端坐一旁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来凑什么热闹 方才她一见司警星带着老太太 一同回了院子 可是吓坏了 又想着 大晚上光线案 定然分辨不出什么 这才稍微放松了一些 只是 见那司警星围着颈段看得不停 心里就像打鼓一样 七上八下 忽然就见那司警星 一脸欣喜地抱着一匹布 跑到老太太跟前 说道 祖母 您瞧 这颜色多配您 孙女把她送您了 老太太来此 本就是为着能捡些好东西的 如今看着兰氏 嫁妆中的这些个好东西 心中不眠 有些唏嘘 怎得早些时候 就没捞到自己手中一些 没想到 这丫头就巴巴地送来了 她可是听到了 方才刘富可喊了 都是急病好料子 老太太心里这个高兴啊 她伸出手就去接 触手的 却是粗糙至极的麻布 这是什么东西 她惊呼一声 将司警星递过来的布料 猛地往外推去 司警星眸中闪过一丝笑 这戏不就开场了吗 第39章 在嫁状里面 哇呀哇呀哇 司警星接住老太太 推过来的布勃 委屈道 祖母 这不就是 老太太缓过神而来 她伸手打断了司警星的话 只黑着脸看向周氏 问道 你来说 周氏哪里能想到 这丫头骗子 竟然使出这招 她恨恨地瞥了眼司警星 转头对着老太太善笑道 应是院中下人搬错了 而其这就叫他们换过来 司警星一脸难以置信 喃喃出声道 这么多物件 不会都搬错了吧 她说的声音小 却一个字不辣地 溜进了老太太与周氏耳中 周氏这个恨啊 这死丫头 怎的就如此招人厌烦 老太太则万万没想到 周氏会来这手 敢在前主母的嫁状上 闹妖娥子 不管那九王是死是活 是冲血还是做寡妇 二丫头都是要入御蝶的 这嫁状就这样抬过去 没得丢了她将军府的脸面 她此时是真的后悔 当年蓝氏故去后 就急切地扶她上位 当时只想着 周氏娘家背景浅薄 好拿捏 却忘了 她一个小门小户出来的 怎看当一家主母 若不是碍于司警月宇司警后 她怎会留着蠢夫到现在 老太太咬着牙 僵硬着的腰 被气得一阵阵抽疼 她瞪了那周氏一眼 沉声道 刘福 给我茶 一件一件 给我点茶清楚 虽说老太太早已把 掌家大权放手给夫人 但她毕竟是将军亲母 说话自是管事的 刘福贼眉鼠眼地看了一眼周氏 见她垂着头 也不敢反驳老太太 值得按吩咐行事 司警星自是没错过 那刘福的小动作 只是她那神色 竟有些莫名的熟悉 一时想不起来 是在哪里见过 便不再多想 她站在老太太身侧 就见帐房先生 开始重新唱礼单 蓝府今日嫁女 嫁状单子清单 房产十块 店铺铺面五十处 沉香木香玉如意一对 大慈胆平一对 和田白玉茶具两套 豆采莲花此碗八只 掐丝发廊三君子茶中八只 五采白宝文多宝格盘一对 清玉缠枝莲文平 一对 黄花离传海棠花 围拔不床一张 酸枝美人踏一张 乌木雕花刺绣 屏风一张 紫檀木梳妆侠一个 发廊香精侠和一个 上好云锦石匹 上好织锦石匹 金银巷圈各六件 白玉环二对 珊瑚坠角 翡翠南珠坠角各一对 白玉花鸟文书 刘金欠南珠梳子 各一对 嫁妆单子 足足唱了一盏茶的功夫 才算是念完 这还是蓝氏 嫁过来五年里消耗了些的 老太太是第二次听这张单子 十五年前蓝氏入府那日的情景 还又在心间 而今蓝氏已撒手人寰 故去已有十年有余 心中不眠 有些唏嘘 为了加快速度 吕妈妈一招手 又有几个小丫头 与管家三人 一同清点院中嫁妆 那边忙碌着 司警心也没闲着 她可没忘了答应老太太的好处 她亲自下场 带着绿竹与烟匪一道茶宴 周氏见此 心中猛窜出来一股火气 喘气都喘不均匀了 这死丫头 这不是明晃晃的 要打她的脸 她看着满院子的好东西 只觉身上没一个地方是不疼的 将军府的一离一毫 可都是她儿子女儿的 如今 这么些东西 都拱手送出去 就似是割她的肉一半 司警约在她身侧 悄悄拽了她的衣袖 是一塌 还有老太太在 这司警心倒是学聪明了 竟然将老太太都受冻了 周氏狠狠压下那股怒火 脸上的横肉 将脸挤得都有些扭曲了 她长出一口气 扯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意 努力地维持着自己 将军府主母的端庄仪态 温氏带着司警仪与司警衡 也早早就来了碎华院 此时正在老太太下手的墓椅上坐着 那温氏虽低调 却也是个心思通透之人 她看清楚了今日的阵仗 老太太一贯的贪财 二小姐只是给予小力 便死死拿捏住了老太太 如此看来 这二小姐离府两年 当真是沉稳又机智了许多 蓝氏姐姐在天之灵 也能安心了 司警心在院中 杨庄随意地说道 这嫁妆 日后是要摆在墨英王府的 那里头的人物 什么东西没见过 无需太过认真 这话说出口 那几个查验嫁妆的下人 便是心下一慌 什么没见过 人家见多识广 真假自然一眼便能瞧清楚 若是嫁妆抬过去 出了插池 少不得要找他们麻烦 几人心思一转 更是细心地查验点对起来 司警心见此 也便回了座位上 说道 祖母 待他们整理好 我便挑些好的 给您送过去 老太太文言 脸上堆满了笑意 洋装推巨道 不用不用 你日后少不得要用上 咱们俯上啊 总不能短了我这个老婆子的吃喝用不 口气中带着几分阴阳怪气 周氏盲笑道 二丫头你收好便是 母亲这边 我自会照料 司警心闽唇一笑 要知这周事 还得老太太出手 这是她回府后 最喜闻乐见的事 祖母 我也有两年不在您跟前敬笑 也不知还有多少日子能 留在府上 司警心说着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老太太知道 这丫头说的是 嫁给九王那个将死之人的事 她这两日接触下来 这个孙女只是面冷 心倒是孝敬她的 她想到那蓝氏 故去十年之久 心中也生出几分疼惜 只盼着 那赐婚旨意晚些下 那九王能早点 她借着火光 打亮着眼前的孙女 戴眉阴口 双瞳减水 脸上没了黑斑 净肤光胜雪 比她那当年 名贯见周城的母亲蓝氏 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九王这头儿能拖延过去 说不得此女日后 还能有大用处 司警心可不知道 老太太一瞬间 就想到了这么多 她也无暇关心 因为 那头的刘福 已经清点完了嫁妆 她倒要看看这周氏 折腾出了什么花样 第四十章 招财又禁宝的一天 周氏看着那装相的司警心 简直要被气死 那丫头轻飘飘一句话 她这边就要给老太太 准备些好东西送过去 今日真真是倒霉透了 先是库房侍妾 再是送走蓝氏嫁妆 没成想 还要给老太太备一份东西 她正游自想着 就听那刘福声音 颤颤地说道 老夫人 这是 抬错的嫁妆单子 司警心就坐在老太太身边 见刘福递上来一张纸 所以接了过来 递给老太太 她随意瞥了一眼 那纸上密密麻麻地 写了十几二十行 哼 这周氏真是不知死活 她脸色一白 怯怯地小声嘀咕了句 我原本想着 就几件抬错 就随她去了 可这么多嫁妆出错 若就这样抬到九王府 皇上会不会怪罪 咱们将军府七军啊 七军 老太太听着这俩字 只觉头皮有些发麻 这二丫头说得不错 她之前只是想到 嫁妆一次冲好 会丢脸面 竟忘了 那九王可是皇室中人 一个欺君之罪压下来 她将军府就完了 老太太哆嗦着手 拿起那纸张 借着火光细细看去 待看清那纸上内容 早已是气得脸色发青 周氏 她猛地站起 啪的一声 甩在周氏脸上一个巴掌 老太太已经很久 没有自己动手打过人了 一是 她要顾及自己 将军府老夫人的身份 要端着 二是 自己打人 很累 手掌也疼啊 可此时 她是当真恨极了这周氏 她好大的狗胆 若不是今夜她来此 周氏这计谋 怕就要得逞了 虽然她也心痛 将那么多嫁妆 还给司警星 却更气愤 这周氏竟敢私吞 还差点陷 将军府于七军的境地 这一巴掌 打得很是用力 牵扯到了老太太的腰 她哀悠一声 扶着吕妈妈 坐回了椅子中 她喘了口气 怒道 好啊 这十年间 已经私吞了 蓝氏一半多的嫁妆 周氏你怎么敢 而此时的周氏 发迹被老太太打掉了下来 头发杂乱地披在脑后 一张脸 仗得发红 司警月与司警云 见自己母亲被打 焦急地过去 换了一身母亲 司警星也抬眼看了过去 只瞧见那火把的光芒 在周氏眼中 熊熊燃烧着 看上去十分可怖 如同即将咆哮的棕熊一般 没错 就是棕熊 周氏胖 却也白 皮肤若是再黑点 就是黑熊了 司警星思及此 也不知道 为何脑洞有点大 突然就想到 也不知道司警浩与司警云 这兄妹俩的黑皮肤 是怎么来的 司警云是女孩子烧好些 那司警浩 真的是比包工大人 白不了多少的 司父虽皮肤粗糙 却是长久在外练冰 晒黑晒伤的 线下受伤在床 皮肤已经白回来不少 司警月 倒是比她哥哥妹妹都长得白 真是起了馆 看着周氏此时的模样 司警星倒不是想看她热闹 只是想不通 这世上为何会有那么多 贪心至极的人 别人的东西 暂时放在你手里 时间久了 你就以为那是你的东西了 就像后世 你租房子十年 那这房子 十年后就会变成你的 这是和狗屁道理 周氏 做了将军府主母十年 她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被一府下人捧着的感觉 如今被老太太 当着这么多下人 打了一巴掌 她怒火中烧 胸腔里的气压 制不住地翻山倒海 宽厚的肩膀 止不住地颤抖 她睁着一双新红的眼睛 怒视司警星片刻 却旋即跪在老太太跟前 痛心拔脑道 母亲 媳妇错了 媳妇想着将军府不宽裕 日后浩尔结清时 要用钱的地方也多 而媳一时糊涂 才想贪莫那笔嫁妆 媳妇定将嫁妆给仙儿补齐 绝无差错 周氏泪流满面的哭求 倒是让老太太 心思转了几转 是啊 司警星只是一个外嫁女 若是当真嫁给九王 日后对将军府 怕是毫无助力 可 浩尔不一样 那可是司家第一个男孩子 更是司家唯一一个嫡子 嫡子 若是有一个名声不好的生母 那在外面 可是抬不起头的 这怎么能行 所以 这周氏断不能扣上 这个贪莫前主母嫁妆的帽子 日后怕是没有哪家高门大户 愿意将女儿嫁进来 这说不好 自己女儿的嫁妆 也被这样的婆母拿了去 司警星挑眉瞧着那母女三人 一同跪在老太太跟前求情 那老太太脸色 也慢慢恢复了过来 这都能被她逃了 瞧着周氏 一副做小福低的样子 倒是低估了 她这能屈能伸的能力 司警星也不能不做出表态 忙抽抽答答的道 祖母 你莫要生气 孙女愿意将那五十处铺面 这十年间得来的收益 拿出来一成交到宫中 再拿出来一成送给祖母 只求祖母饶了母亲吧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皆惊 大家只看到嫁妆单子上的死物 却忘了 嫁妆里还有五十处铺面 那些个铺面 可是日日有钱进账的 有的是自销物品 赚利润 有的则租赁出去 每个月收租金 这十年的收益 得是多大一笔财富 老太太心神一动 记得蓝氏的铺面 有不少处 就在建州城 位置都是极好的 一家铺面 一年收益少说 也要一百两 好一些的 一年或许能有一千两 随意一算 五十处就是五千两 十年就是 那其中的两成 就是 她心口一致 这丫头知不知道她随口一说 到底是要送出去多少银子吗 还没等她高兴 却猛地看向周氏 这么些银两 这贼妇人竟从未提起过 她心里刚刚放下去的怒意 又猛地生了出来 好 就这么办 缺了的物件 与那些铺面 填产的收益 明日正午前 一并补齐给二丫头 吕妈妈 你与刘管家 协助办理 她本还想着 这嫁妆之事就随意处理了 没成想 这周氏尽贪心至此 那可是 五六万两银子 要知道 将军一年俸禄 才两千五百两白银 这贼妇人 老太太心中暗暗想着 待到此事尘埃落定 定要寻个由头 处置了她 司景月暗叫糟糕 她万万没想到 司景星竟连扑面收益 都想到了 如今又当着老太太面 扯出此事 想挽回都挽回不了 她暗骂自己蠢 早在祖母进院时 就该找借口 将她带走才是 她死死地盯向那司景星 一张柔美的面上 再无笑脸 她此刻的心情 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自己用力颇多 对方却毫无损伤 实在堵得难受 季夜无云 新朗月明 主子 您瞧咱王妃多待见 一对四 还稳赢 白夕实在憋不住笑 一边帮秦莫离更衣 一边说道 秦莫离着了一身白色中衣 坐在她前 冷冷地瞥了眼那白夕 道 多事 本王的王妃 什么咱咱的 再口不择言 小心把你派到南疆 待到白夕离开 她冷峻的脸上 才扯出了一丝笑 那笑意中 竟带着几分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宠溺 那小丫头 当真是一点不吃亏 今日之事 她能进展如此顺利 少不了那张 市集帖子的功劳吧 那她明日 找她收点利息 不过分吧 第四十一章 本小姐有起床气 碎华月忙了的通宵 才将那部分 确认无误的嫁妆 一一做站入了裤 司警星 站在满满当当的裤房中 欣赏着自己 今日的战果 这些原本就属于原主的东西 是要回来了 可那姑娘的命 却是再也回不来 司警星亲自捧着 一只紫檀木雕花装侠 回了自己的房间 她又怎会忘记 京郊别院的雨夜 刚刚来到此处的她 差点被掐死 她也没忘记 回京路中 那忽然受惊的马匹 有些账 不能图快 慢慢算 才更有趣 比起碎华院的收获颇风 梨花院就显得有些过于惨淡 早上刚离奇 丢失了一库房钱财物件 晚上又损失一院子 各是财物 明日还要再 送去几万两白银 那些找不回来的嫁妆物件 怕也要折算成银子补过去 周氏坐在榻上 黑沉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司警月早已离了府 只留司警云陪在周氏身边 她虽气愤 却也不知该如何劝慰母亲 毕竟 她早就说过 无需司警星替嫁 那些嫁妆 也就不必偿还出去 可 母亲与长姐都不同意 她正要告退回房 就听一声茶盏碎裂在地之声 司警云转头去看 一只白玉碗 碎在了周氏脚下 小碎片一块块地炸开了豪远 柳妈妈忙出去喊了小丫头 来清理干净 母亲 她走进周氏 滴滴叹气道 母亲 莫要为难 此事还可挽回 周氏愣愣地 盯着眼前的小女儿 轻轻摇头道 我执你心思 但 此事万万不可 外面都传遍了 九王怕是抗不了多久 母亲怎忍心理招惹伤的人 她若订婚前死去 你是不祥之人 她若订婚后 代嫁前死去 你是客夫之人 她若结亲后死去 你是冲喜不成之人 周氏说着这些话 心中便输了一口气 罢了 罢了 那些个银子 就当为小女儿消灾解难了吧 司警云走出梨花院 下意识朝着碎花院的方向望了望 这清事 若真如母亲所言 那二姐姐 怎会就这样轻易答应了呢 她不怕那些个晦气名声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 哪里怪怪的 带司警云走后 周氏钻井的拳头松了松 她想起 月儿离去时 说过一句话 龙吟律法 女子在夫家死亡 若无留有子女 嫁妆一律归还娘家 晨光细微 带着一丝良意的清风徐来 司警星昨夜天快亮时 方才睡着 此时正睡的香甜 就被门外嘈杂的声音吵醒 她揉了揉睁不开的眼睛 实在不想起 就听燕妃敲门 轻喊了一声小姐 才推门而入 司警星也不动 抓着警备不起身 燕妃敏唇笑 也不知自家小姐 何时添了这么个赖床的毛病 近来天凉了一些 更是起不赖床了 小姐 你还是快些起来 去外面看看吧 夫人和老夫人那边 都派了人来 司警星只得任命地 穿戴整齐 出了门来 就见柳妈妈 吕妈妈 管家三人 已在院中等候多时 院中只多了一只木箱子 并无其他物件 柳妈妈面上挂着宫围的笑 道 给二小姐请安 老奴来给二小姐送东西 二小姐 昨日有部分嫁妆 是以刺充好 并非夫人刻意如此 那些好物件 之前一直都好端端地 放在库房中 却不知为何会无故丢失 但夫人说了 物件丢失 也是她这个当家主母 监管失职 却不能让你们母女间 无端生了嫌隙 这不 夫人将丢失的那些嫁妆 都折算成了银子 令老奴来拿给二小姐 一共有七千三百两白银 二小姐看看可还满意 司警星接过折算单子 一一列得很清楚 她点头表示认可 若不是其中有两幅名贵字画 价值难以估量 这七千三百两 给的倒不算太低 只是 这周是会这般大方 司警星正暗自撕存着 就听那柳妈妈 轻叹了一口气 司警星眉心一蹴 哼 怕是那几万两白银的力 不愿意掏了吧 果不其然 柳妈妈一脸尴尬 又带着大度的说道 另外 关于那些装铺 不瞒小姐 那些个铺子 近几年经营不善 大多都无多少收益 甚至有几家都在年年亏损 小姐如今要亲自掌管那些个铺子 夫人又担心小姐年幼 不忍小姐往里贴钱 今日已派人拿了银子 都将那些个窟窿补齐了去 这些是账本 小姐查阅 一番便知 司警星冷眼扫过那木箱中的几十本账册 拿都没拿出来一本 没好气地说道 有无收益 不是你家夫人说了算的 我只管按照同行中等收益 来收取 这些账本 做来也是糊弄人 何必费这般劲 怎么搬来 怎么搬回去便是 我只好心提醒一句 一个时辰后 便是与九王约定好的时辰 她又转身冲着吕妈妈 神情冷漠地说道 劳烦祖母再多等等 给府上的一成 与祖母的一成 孙女一拿到就送过去 大早上 惹人轻梦 烦 本姑娘的起床器 都被你们勾出来了 司警星让燕妃清点好 嫁妆折算成的七千多两银跳 便转身回了房间 回龙觉 还是可以再睡一下的 吕妈妈回了合孕院 刘妈妈则带着管家刘福 一路去了梨花院 恰逢伤好的司警号 来给周氏请安 你说什么 那丫头竟如此胆大包天 司警号被司警星打得 躺在床上三天 竟不知府上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被打那么惨 正一肚子怒气 如今又听那死丫头胆敢来额前 司警号上蹿下跳的 就要冲出去找司警星算账 柳妈妈将她拦住 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司警号那高涨的气势 一下子黏了 那可是九王 她下意识打了个哆嗦 杀人都不带眨眼的阎罗王 糊弄谁也不敢糊弄她 周氏眼神有些空洞地盯着手中的茶盏 那个贱丫头 当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 几万两白银 她一时怎么可能凑齐 柳妈妈 你亲自去一趟瑞王府 房中再无旁人 周氏才转头看向自己的儿子 近日 她都在一门心思地对付司警星的丫头 倒是疏忽了儿子 也不知她那个病 你这两日总是避之不谈 还未告知母亲 你到底 为何喜欢男子的 又为何从永州府回来 司警号文言 支支吾吾半天 只说了句 也不知线下父亲可醒来 儿子去看看他 第四十二章 躺银之人才两得 她说完 不等周氏再说什么 一溜烟便跑出了房门 司警号提到父亲 他的夫君 周氏没来由的一阵委屈 将军受伤 儿子得病 小女儿差点许婚给将死之人 他又损失了那么多钱财 周氏趴扶在桌机上 呜呜哭着 小桌机随着他的抖动 咯吱咯吱地发出声响 与他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可哭着哭着 周氏脑中又闪过小女儿 说过的那句话 司警星 你就是个桑门星 你一回府 府上就家宅不宁 如今再看 果真是应了这句话 瑞王府 书房中 王爷 方才这远将军府来了人 王妃随着一同去了 管家礼中 功身禀道 三皇子 齐南燕 也是当今圣上清风的瑞王 他此时正端坐在广寒木七平尾椅上 身前摆着一张金丝坛木长条桌 桌上放着文房四宝 正中一张宣纸上的墨迹 还未干透 哦 又回了将军府 齐南燕将宣纸拿起 轻吹了下 是 王妃 走之前去账房只走了一万两银票 李中威顿了一下 额间冒了一层冷汗 齐南燕点头表示知道 白手让管家出了房门 一个黑衣暗卫 从李间闪射而出 主子 近来莫应王府 闭门谢客 不见任何人 昨日却得到献报 九王递了帖子 让将军府那位过门的王妃 前去世纪 齐南燕手中的宣纸落在桌上 他不由地想起 那日夜里 凉亭之中 那女子 他今年该是十五岁了吧 明明还是个未及及的小女子 那双眸中却闪着那般睿智沉稳的光芒 离府两年而已 变化会这般大 他又想起 两年多前 他与司警月便刚刚完婚 每每他去将军府 总是有个戴着面纱的小丫头 远远地偷着瞧自己 那丫头还以为自己不知道 偷看完就跑 未来九王妃 这婚事 虽说是父皇亲口定下 却未下正式赐婚旨意 九皇说 到底是想做什么 何时 今日四时 想来线下将军府的小姐 就快要出发了 齐男燕不知为何 心中有些发堵 她白手 让暗卫离去 玄武大街 镇远将军府门外 一辆马车随着驾一声 朝着莫英王府奔去 母亲 那丫头满脸笑意地上了马车 母亲院中的张妈妈 也随着去了 您放心就是 司警月扶着周氏 坐回榻上 嗯 原而此事终于算是过去了 日后 我们需要管住些嘴巴才是 周氏有些有气无力地 靠坐在榻上 此事 若不是他们一开始 口无遮拦地往外说 如今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月儿 我瞧你脸色不太好 你没事吧 周氏直起身子 朝着司警月伸出手 问道 司警月牵住周氏的手 张了张嘴 脸上扯了个轻松的笑意 道 女儿 吴氏 只是近来有些忙碌 该怎么说呢 说她成婚两年 都没能有身孕 她也私下去看过许多大夫 却只说身体无恙 只让多喝些自补汤 嗯 那就好 多住一些身子 瑞王近来对你可好 今日拿来这一万两银子 她可有说什么 你回去后 定要同她说 母亲这边缓一缓 就将这些银子拿给你 最近这阵子 你就莫要往回跑了 多与瑞王亲近亲近 周氏对大女儿在王府的生活 也是操碎了心 母女二人 又就这私父的伤情 与司警号的病情 聊了几句 也是满腹忧愁 司警月又去老夫人处请了安 这才急匆匆地 登上了回王府的马车 今日 王爷目休 司警星懒懒地坐在马车上 摇得她昏昏欲睡 燕妃坠坠不安地说道 小姐 咱们这一出门 可就没有转环的余地 只等那赐婚旨意一下 您就是 本以为离开别院回了建州 苦日子就算熬出来了 可这才回来几日 就要小姐去嫁给那样一个人 虽说小姐 会些治病的手段 可那九王氏 何等身份 御医一把把的排队 都没能治好呀 小姐她 行吗 司警星打了个哈欠 睁着一双雾气蒙蒙的眼睛 蛮唇笑道 傻燕妃 小姐 你还笑 夫人与大小姐根本就是害你 燕妃急出两行位 小姐平时做事不是很谨慎吗 这是怎么的 嘘 司警星指了指 坐在车厢外的张妈妈 燕妃闭上了嘴 脸色却依旧难看 绿竹则凑上来小声说道 小姐 咱拿了那么些银子 要不咱们跑吧 司警星摇头 这小丫头脑子都想些什么 莫说对方是齐莫离 就算是其他人 那也不是说跑 就能跑的呀 不过今日着实开心 钱包鼓鼓 还以她未来王妃之名去见她 司警星想着那人 唇角的笑压都压不住 就在这时 马车缓缓停下 车厢外张妈妈到了一句 二小姐 莫应王府到了 司警星撩起窗帽 就看到一座黑漆大门的宅院 抬头望去 苍镜有力的几个大字 莫应王府 门前两侧 分别处立着一个巨大的石狮 显得威武不凡 门前依旧站了四个卫兵 与将军府门外一样的阵仗 只是 与当日她回将军府时 也有不同 莫应王府门前 除了四个卫兵 还站了几人 四是在等她 燕妃扶着她下了马车 门前为首的一男一女 便上了前来 恭迎王妃 王妃辛苦了 两位说着 便要对着司警星攻身行礼 态度极为敬重 司警星早就从白溪处 听说过这二人 管家齐安 是跟在齐末里母妃 荣贵太妃身边的总管太监 陆嬷嬷 是九王的奶娘 将她一手带大 司警星本就对这二人很是敬重 如今又见她二人如此对她 心下感动 她忙上前两步 将二人拦住 脸上挂着一丝笑 道 齐伯 陆嬷嬷 让你们久等了 陆夫人见司警星端庄有礼 暗自点了点头 引着司警星往府内走去 在一脚跟上过门槛时 却听到一声嘀嘀的笑 咱们王爷 那才是久等了 司警星脚下一个裂剑 第四十三章 出入九王府底 司警星不好回头去看 在侧耳细细听去 却又没了声音 她 等我许久吗 她只觉得脸上有些热热麻麻的 心里也扑通扑通的 那小路好像又开始了造作 司警星狠狠捏了捏自己的手心 转移目光 开始打量起这莫英王府 眼前的府底 果如府门外一样气败 处处皆是雕梁化洞 真花一草 亭台楼阁 飞檐青瓦 布局归整有序 却又有四南国的取水小溪 顺着廊下蜿蜒而过 从那些个真花一草深处 潺潺流入其实堆砌的小池中 大气磅礴 又不失精致雅韵 与她倒是很契合 一行人除了在府门外说了两句话 这一路便再无交谈 司警星也无在意 只一心观光赏景 很快 他们拐过一条抄手游廊 眼前便豁然开朗 她抬头便见 九华亭 三个大字 龙飞奉舞 倒不如府门外的字体 归整大气 王妃到了 陆嬷嬷笑看了一眼司警星 上前通禀道 须语语 院门从里面被打开 一身着白衣的男子 抱拳行李道 王妃 司警星对王妃这个称呼 还不是很适应 总觉得是在说别人 陆嬷嬷与齐伯 带着几个下人 自觉告退离去 小姐严肥拉拉拉 自家小姐的衣袖 小声地叫了一声 眉眼中全是担忧 这两日 她可都打听了 那九王 从十二岁就开始上战场 这些年杀人如麻 浑身利器 性情暴躁 任性妄为 还有人说 这九王生性残忍 府上丫鬟都被摧残致死 后又迷恋上了南风 他们这一路走来 除了陆嬷嬷 便真的没看到 一个年轻女婢 府上也冷冰冰的 瞧着这些来来回回的下人 连个话都不敢说 九王府 太可怕了 小姐这一去 燕妃的脸色 瞬间变得有些苍白 司警星见她这模样 拍了拍她的手 柔声道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张妈妈搭拉着眼皮 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 道 燕妃姑娘 小姐是来探望 自己未来夫君 你这是做什么 燕妃没理她 绿竹却抬眼瞪了过去 夫人院子里的 狗奴才 跟过来 就是监督我们小姐吧 司警星弯唇笑起来 对着白衣男子 道 这位小哥 我家这老嬷嬷最是贴心 稍后 便让她跟在我身边吧 那两个小丫头 年纪小不中用 您差人领他们去歇着吧 张妈妈一听 正中他意 夫人出门前交代了 要寸步不离二小姐 她昂着头 看着燕妃 绿竹 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白衣男子文言 点头映下 往院中走去 立定在房门前 说道 王爷 王妃到了 房门被打开 里面走出一位男子 躬身行礼道 王妃 请 燕妃与绿竹 眼见着自家小姐 抬脚进了门 心中担忧不已 却听得那白衣男子 说道 两位姑娘 随我来偏房吃些茶吧 这位嬷嬷就吼在门外等着便是 王妃是急 是宫中贵人下的令 旁人不得插手 宫中贵人 燕妃 绿竹哪敢再说什么 随着那人便去了偏房 喝着清澄血牙 吃着蜜人糕 而张妈妈 则孤身一人 直愣愣地站在了房门外面 司警星转身降门关闭 正瞧见一束光 打在那张妈妈的脸上 很是耀眼 虽说入了秋 可这秋老虎 她眼下笑意 回身往房中走了两步 扭头就见那人正端坐在一张紫檀 雕花椅子上 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 司警星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道 齐莫黎 你找我来 有何事 那边的齐莫黎 倒没想到 这丫头竟敢连明带性地喊她 真真是个胆子大的 我若不叫你来 你是否都忘了 已经与我私定终身之事 司警星一听 下意识猝眉 朝着齐莫黎的方向看去 喂 我只是说 与你试一试 可没将此事定下 你可别混淆是听 齐莫黎薄唇亲米 这小丫头 这是捉急了 司警星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 道 你叫我来 是为了何事 我来的路上 可听到外面 很多人说你快不行了 她喝完茶 还不忘 捏着一块点心吃 齐莫黎看那丫头大咧咧的举止 与大家闺秀完全不沾边 却觉得 她在她面前如此 甚好 上次在西郊河畔遇刺 我的人近日中寻着那线索 揪出了不少安插在 我龙音的细作 自然我也就可以康复了 你可有 什么 司警星吞了一口茶 随口回了一句 她凝望着那杯盏 呼得就想 日后是否可以开一间奶茶店 可有想我 齐莫黎目光灼灼地 盯着面前的小女子 她那唇瓣沾染了茶水 她一时有些心乱 忙将目光磨到别处 司警星口中的茶水 恰好在咽喉处 听了这话 顿时呛了出来 嗨嗨 怎么回事 不是在一本正经的讨论中毒不起 敌国戏作被抓之事吗 还未等司警星开口 齐莫黎伸出一根手指 抵在她的唇边 主子 长安公主带着瑞王 还有杜太医来了 外面有人通禀道 不见 齐莫黎虚弱的声音 缓缓传出 他们已经进了府 长安公主那性子 连路嬷嬷都拦不住 司警星忍住唇边那异样的感觉 将齐莫黎的手扯下来 抬头就见她两道剑眉促起 问道 为何不见 可是 怕那杜太医 枕出你的脉象 第四十四章 让开 有人来查房 齐莫黎见自己身边的小女子 一脸忧色 她眉心瞬间舒展 道 不是怕 只是不讲多事 我那黄姐平素跋扈惯了 定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 还有老三 那就是野心勃勃的笑面唬一个 司警星听到三皇子 心中就烦 她看向房门 簇眉道 如今 他们已经闯进来了 还是先把麦希改了 我来 齐莫黎闻言 眸中一动 她早先救过她 又给过她一支药膏 那可是让她好一顿探究 如今听她说 可以改变麦希 顿时来了兴致 道 好 让为夫看看 夫人是如何改了这麦希 助为夫一臂之力的 司警星乍一听夫人二字 还未反应过来 却瞧齐莫黎一脸暧昧地看着自己 她只觉脸上顿时烫了起来 却不忘瞪眼过去 这人怎得如此厚脸皮 都说了 她与她只是试着交往 若感情不合 还是要分开的 司警星真想大骂她一顿 却想起门外 守着的张妈妈 指的小声骂道 齐莫黎 你无耻 齐莫黎也不知怎的 就喜欢看着小丫头气鼓鼓的样子 着实声去 她忍不住伸手 就要去捏捏她的脸 就见那小丫头 递上来一粒白色片片 这是 要 竟如此精致小巧 一道尖利的女声 从院外传来 九弟 黄姐来看你了 你可还好 紧接着 门被重重地打开 司警星从踏前的雾凳上起身 迎到门口处 躬身行礼道 臣女给长安公主请安 那长安公主早听闻 这将军府二小姐 今日来是急 今日一进院子 便瞧见只有一个老嬷嬷 在门外守着 房门却紧紧地闭着 她只觉眼皮一阵跳动 也不知这女子 方才在里面做些什么 她冷眼瞥着眼前女子 一时有些发愣 就见那小女子 才刚十四五岁的身材 却有着碧月羞花般的容颜 那一双龙烟眉 四醋飞醋 双眸中含着几分失忆 想来是 忧心焦虑伤心所致吧 只是为何忧心焦虑 她来的路上 就听到街上的风言风语 九王快不行了 准备要迎娶王妃 用来冲喜 这小女子 是为着九王焦虑 还是为着她自己忧心 她盯着眼前女子 果然从她脸上 看到了思俊山的影子 这么些年过去了 她还是忘不了 当年之事 她母妃这人 与思俊山商谈 她与她的婚事 她甘愿做她的平气 可那思俊山 竟一口回绝 说什么 家中已有娇妻 不再肖想其他 好啊 天道轮回 那蓝氏婚后一直未孕 她思俊山 最后还不是那的妾婶 司警心行晚礼 就这么去着溪 却不见那长安公主 叫她起身 她在原主记忆里 只知晓这长安公主 是当今圣上唯一的妹妹 甚是嚣张跋扈 旁的便再不知晓了 与她病与交集 更无心仇就恨 怎么感觉 这长安公主 对她似是有很大的敌意 她正这样想着 就听一道男生传来 二妹妹 你也在呢 快起身吧 姑姑 咱们去看看九说 世锐王 齐南宴 司警心见有人给台阶下 顺着就爬下来 冲着齐南宴 谢道 谢长安公主 谢姐夫 一声谢姐夫 让跟着长安公主 进门的齐南宴 脚步一顿 脸上的笑意 也随之僵了一僵 她看向眼前的小女子 柔声笑道 嗯 你姐姐总是念叨着 你回京后 也没好好陪你说说话 得空去瑞王府看看她 司警心垂下头 点头印了句号 齐良男人又接了一句 那我与你姐姐 在府中等你 呦 我拖 这男的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这是一个姐夫 对一个小姨子能说的话吗 她知道这渣男在看她 她都能想到 她那腻外人的眼神 真想给她一针戳下 司警心正暗自想着 手里的拳头都攥了起来 就听到床榻那边 传来一声木喊 九弟 你可还好 司警心 你就是这么照顾她的 她脸色如此白 你竟不知派人去请个太医吗 司警心闻言 快步走了过去 面上挂了个欲哭不哭的模样 道 我到之前 连太医刚走 许事要笑还没起 齐男艳听了 便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 又朝着门外叫道 杜太医 你进来给九皇叔瞧瞧 那杜太医进门后 下意识朝着司警心的方向看了一眼 才快步走到她前 她仔细地遍枕三遍 额间的冷汗 层层地冒了出来 她收了手 将九王的手放好 才对着常公主和瑞王躬身行礼 摇头说道 九王体内的毒性 虽已除之七八 却为时已晚 体内受毒害甚重 九王这脉象细数 四肢冰冷 怕是不妙 幸有二小姐在这里 若能熬过今夜 便可无恙 长安公主与齐男艳 只当杜太医说二小姐在这里 是蹊跡于她能冲喜成功 便没在意 怎么会这样 齐男艳心中一慌 大步冲到她前 虽说早就听闻 九皇叔身负剧毒 命不久矣 可她却根本不相信 九皇叔若死了 西娇大营那些将士 她脑中嗡的一声 心中闪过无数念头 却适时地叹了一口气 劝着身边哭着的长安公主道 姑姑 您保重身子 九皇叔吉人自有天相 何况二小姐也在这里 定能转危为安 化险为夷 司警星不懂 那齐男艳方才眼中 那一闪而过的悲伤是何意 又为何意息间 又退了去 我这就入宫 将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叫来 长安公主捏着帕子 轻视掉面上的泪珠 抬脚往外走 走到门口 又顿住脚步 朝着司警星的方向 咬牙切齿喊道 若九弟出世 你也别想好过 齐男艳深深地看了眼司警星 见他神色并无一样 明明身材鲜弱又娇小 那双眸中 却闪烁着坚定 分外耀眼 一个将军府小小嫡女 面对长安公主的雷霆怒吼 竟丝毫不害怕 送走二人 回了房间 司警星摊坐在他前屋凳上 上半身趴在齐茉黎的床榻上 轻声叹道 喂 你那黄姐 好生吓人 再待下去 我看她 不想抱吃了 那昏迷着的齐茉黎 灯时睁开了双眼 苍白的脸色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红润起来 她想起 那日山林河畔 她迷迷糊糊间 就听到她说了一句 喂 我把你救活了 她唇角不自觉地扬了扬 伸手府上身边小女子柔韧的墨发 心中想着 想吃你的 哪里是黄姐 只是 这小身板 还是得再扬扬才好下口不是 齐茉黎叹了口气 就听门外 哐当一声 似是什么重物 摔在了地上 第四十五章 这事集不太寻常 听着这沉重的声音 齐茉黎从踏上坐了起来 正要开口叫暗卫进来问问 却瞧见身旁的小女子 正侧头看向门外 她那一双性目弯弯的 露出精明贼亮的光 红润的樱桃口 也薄薄的闽开 这小丫头 齐茉黎心下了然 手中还揉捏着她的发丝 不紧不慢地问道 不去看看 司警星嘟起嘴巴 回过头来 哼的一声 道 又不是我的人 我才不关心 你叫人给我那宽有良善的祭母 把人送回去吧 这般忠心的下人 自然是要她主子赏赐一番 齐茉黎侧身握于踏上 对着窗外 速声吩咐道 莫云 这人将院中那人丢回将军府 莫葬了我的院子 窗外不知何处 传来一声 是 紧接着 院落中便再无声息 司警星知道 是她的藏在暗处的手下 将人给带走了 她看着眼前男子 想着她方才的话 不由笑道 你比我还损 估计那周氏要被气死了 齐茉黎听到周氏 便想起那人先前 对自家媳妇 做过的歹毒之事 她不放心地问道 周氏那边 可需要我出手 不需要 这点小事 还不值当地让你动手 司警星已经想象到 周氏 看到这张妈妈时的样子 有多气氛 心下不由一乐 没错 院中那众物落地之声 便是站在门口 多时的张妈妈 秋日的晌午 最是燥热 这老妈妈兢兢业业 坚守岗位 晒伤重数 可与本小姐 没有任何关系 嗯 你玩得开心就行 齐茉黎眸中带着宠蜜 看着眼前的小丫头 脑中却想到一件事 玩 司警星眨眨眼 这话说的 就好像那座将军府 便是她的玩物一般 那确实是的 本姑娘最喜欢看 他们一个个怒气冲天 却又不能带我喝的样子了 她正暗自想着 就觉手臂一紧 下一瞬 身子便落入一个 宽厚温暖的怀抱 啊 她惊叫出声 脸上疼得浮起一片红韵 灵魂里的她 虽然 现实中的她 才十五岁啊 她踢腾的小腿去踹那人 道 我还是个孩子 齐茉黎看着 怀中小女子的娇羞模样 心中不觉好笑 道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司警星猛地抬头 看向那人 便忘了挣扎 只见她一双琥珀色的毛子 像一个漩涡般 牢牢将她吸住 那颗眼尾处的红色相思质 竟似乎有了幻影 太瘦了 以后要多吃些东西 她耳边传来那人温热的气息 伴着自己心跳的声音 便觉有些尴尬 自己都在想些什么 这男人长这么帅 太造孽了 司警星捂住自己的脸 没好气地说道 那你还不快开饭 你又不是以色诗人 她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到背上那只手 正往腰部挪去 盲头降道 你又不舍得 我饿着肚子 两人相视而笑 虽然二人才接触两次 却仿佛认识 很久了一般 相处起来 很是融洽默契 幸好是你 齐莫黎说完这四个字 便对着窗外吩咐了句 可以用午膳了 司警星玩耳 心里也默念着 希望是你 陆嬷嬷带着几个小丝 端了餐盘来 摆放在门厅中的 金丝檀木圆桌上 便躬身退了出去 咦 怎么都是我爱吃的 司警星一一扫过那些菜 双眼睛亮地回头 看向走来的齐莫黎 白戏也跟了你几日了 这点东西都打探不出来 要她何用 齐莫黎话罢便拉着司警星坐了下来 她夹了一筷子春笋 放到司警星面前的碟子中 这是她第一次给人布菜 尝尝 司警星早就饿了 也不推剧 这王府的厨子手艺又好 她吃得有些停不下来 齐莫黎好笑地看着这小女子 鼓鼓囊囊的脸颊 甚觉有趣 看她吃饭如此香 竟觉得这些饭菜 似乎比平时更美味了些 司警星吃得开心 话也就多了 两人都不是讲规矩的人 自然也不记得 食不言是什么东西 一顿饭 吃了半个时辰 才算结束 如今瞧着 你是打了胜仗 须知 莫要骄纵 谨慎行事才是 若有解决不了的事 随时这人来寻我 齐莫黎盯着司警星的眼睛 生怕她在司家吃亏 司警星自然是不敢骄纵 那群人 一旦反扑 便会将她致死 星星 我有两样东西送你 齐莫黎招手 过来 待司警星靠近 她递上一个翡翠吊坠 那是一个红绳 夹着金丝鞭挂的金枝玉叶 优雅又灵动 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 说是要我送给自己 最看重的女子 齐莫黎说得轻松 口气中也没有一丝波澜 可司警星心中 却没来由地一通 她知道 她的母妃在她六岁时 便故去了 而她 后世中的她 也自小便没了妈妈 竟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 她眼下心中伤痛 伸手从齐莫黎手中 接过那坠子 扯了一个笑脸 昂着头骄傲地问道 我便是你最看重的女子了 嗯 你是 齐莫黎 俯着眼前小丫头的柔发 点头 第二件东西呢 司警星拿着翡翠坠子 在脖梗上笔划了笔划 绳子有些长 这样重要的物件 太容易丢了 还是放在杏林雅絮的 药房空间中 才最稳妥 齐莫黎见她小心翼翼 将坠子塞进袖口中 就像藏宝贝一样 不由笑道 一会儿你出了院子 自会看到 司警星这时才发觉 自己尽忘了 待见面礼给她 齐莫黎见她神色有些烦躁 便道 怎么了 她却脑子抽筋地问了一句 听说你 喜好南风 第四十六章 华灯出上逢商换 南风 齐莫黎瞪着眼前 不知死活的小女子 泰然自若道 你这丫头 从哪听来的歪门邪道 司警星抿唇抬头去看她 道 外面都这么说 我总要当面问一下吧 齐莫黎看着她笑 眸光一暗 凑了进来 此事 不用问 若王妃想知道 本王可以亲自证明一下 司警星见她靠近 脸颊呼得一热 忙摆手说着 不用 我岂是那传谣 姓谣的无知之人 齐莫黎但笑不语 看着有些慌乱的小丫头 道绝有趣 司警星洋装淡定地 与她躲开了些距离 却不敢再看她 只是道 我上午给你用的那药 药效还没完全消退 明日内都不能饮酒 切记 齐莫黎点头 这小丫头 是在关心她 司警星受不住她黏人的目光 垂着眸子 一边往房门处走 一边说道 那我 便先回去了 齐莫黎只好笑道 嗯 有事派人来寻我 看着那小身影出了门 渐行渐远 心中竟有些想拦住她的冲动 她暗暗算着日子 等她过完生辰 便将婚期定下来 早些接她入府 司警星出了酒华亭 就见陆嬷嬷带着燕飞 绿竹站在院外 正与一个面生的姑娘说着话 陆嬷嬷含笑上前 介绍道 王妃 这是清缠 王爷让她做您的贴身侍女 晌午时 她带着下人 去酒华亭王爷房中 上菜 收碗筷 来来回回跑了四趟 见着未来王妃与王爷相谈甚欢 心下便对她更是满意 司警星转眼去瞧 便见那姑娘 着了一身黑色竖腰衣裙 铜色的腰带上 用银线简单勾勒着几圈寒眉 将她挺拔的腰身显现出来 那袖口妥贴的收紧 配上腰间的一柄长剑 好一个洒爽的姑娘 这便是齐莫黎说的第二件东西 这清缠 明明是个人 不是东西 是东西 呸呸呸 司警星放弃了纠结 就见那姑娘单膝跪地 抱拳道 属下见过王妃 清缠日后便追随在王妃左右 护王妃周全 清烈又不识甘美的嗓音 带着一丝阴气 司警星很是喜欢 抬手将那姑娘扶起 道 那日后便劳烦清缠姑娘了 却没想 那清缠文言 忙又跪地 道 保护王妃是属下职责所在 劳烦二字 属下万不敢当 司警星转头看向陆嬷嬷 见她含笑点头 便道 好 起来吧 随我一道回将军府 一行四人出了王府 那车夫看了一眼 跟在司警星身后的陌生女子 却也不敢多言 扬起鞭子 直奔轩武大街的将军府而去 马车行进了一盏茶的功夫 司警星却突然喊了声停车 虽说这二小姐在府上一向不受宠 可近日来 却是得了老夫人的眼 哪里是一个车夫敢惹的 那车夫便嘘的一声 敢停了马车 小姐有何事 坐在车厢门边的绿竹 推开车门 道 你先赶着马车回府吧 小姐说了 她好不容易出府一趟 自然是要给府上老夫人与夫人 买上些小玩意回去才是 那车夫一想也是 这刚回府的小姐 自是要哄着府上的主母 便由这几人下了马车 这是司警星回京后 第一次出府逛街 顿绝心情舒畅 今日恰逢建州城每月三次的瓦兰街夜市 此时才不过深时 也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样子 天色还早 东平街上的灯笼 却都挂了起来 沿街的叫卖声 与河畔画廊上 歌迹的丝竹之声交汇在一起 好不热闹 司警星隐约记的那些个铺子中 有一家药铺 就开在这东平大街上 叫 寄人堂 主仆三人有说有笑地走走停停 清缠则一脸谨慎地 蹬在三人身后 不多时 那寄人堂 就出现在了司警星几人眼前 他们一行四人 太过招摇 便没直接进去 而是在对面茶馆坐下来 先行观察一会儿子 司警星抬眼看去 这寄人堂规模倒是不小 不仅售卖药材 还有做堂大夫 想来 这铺子也是外祖母当时的一份念想吧 毕竟他那样喜爱医术 寄人堂生意很好 人来人往 那小伙计 忙得脚不沾地 那留着山羊虎掌贵模样的中年男子 笑得那叫一个合不拢嘴 这哪里是周氏所说经营不善 赔钱的买卖 就在这时 一阵哭喊的喧哗声传来 快让让 寄人堂的大夫在不在 救救我家大哥 司警星寻声望去 就见一群人 簇拥着一个男子奔来 那男子推着一辆板车 板车上躺着一个男子 板车边上是一个妇人 还不带司警星仔细瞧 那板车已经推到了寄人堂门口 推车的男子 一把将板车上的男子 抱到寄人堂屋内正厅 急促地喊着 大夫快来救救我家哥哥 方才搭建架子时 划伤了腿 司警星几人放下茶钱 也往那寄人堂门前围了过去 他在清缠的帮助下 很轻松地便挤在了人群前头 看清了那躺在地上的男子 只见那人膝盖以下的裤子上 沾满了黑红的血污 还有鲜红血迹不断冒出 看起来伤得慎重 那妇人跪在受伤男子身侧 哭喊着 大夫 求求你快来救救我家男人 人群中都在议论纷纷 流了那么多血 这还能活吗 说的是 就算救活 那腿 估计也得废了 纪人堂的老大夫 也不敢耽误 忙上前来看 却只看了一眼 便摇头叹气说道 恕老朽无能 这伤口太长 根本无药可医 即便用药 伤口还未愈合 人早就没了 此话一出 纪人堂中便出来一人 他挥着手不耐烦地喊道 既然无药可医 你们快些从我铺子中离去吧 大夫 求您再给看看吧 定是能治的 那妇人跪在地上 朝着大夫磕头 撕心裂肺地哭求道 那老大夫只无奈摇头 可那掌柜模样的人 却不干了 直接瞪眼骂道 我说 你这无知妇人 怎可再次无理取闹 别让你男人 死在我铺子里 晦气得很 来人 将这几人赶出去 人群中一片唏嘘 这陪助才三十岁吧 可惜了 留下那两个孩子 可如何是好 这几人堂掌柜太缺德了 这说的什么话 就在这时 一道冷冽的女生传来 且慢 我能治好她 第47章 胡闹的小女子 一道少女稚嫩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便见一身着白色衣裙的少女 信步走出 迈上台阶 进了铺子 只见她身形纤细 腰间用一根水绿色软烟锣 绑成个蝴蝶结 更添了几分活泼 她末发清晚 发际上只插了一只梅花小簪 一缕青丝垂在身前 再看她眉目如画 绣眸似秋水一般明彻 顾盼之间说不尽的轻力风华 既然堂门前围着的众人 一时静了声 那堂中的掌柜 见着女娃虽长相明艳 身上朱差道不见几只 又无小思丫鬟跟随 便指当是哪家小门小户家的女儿 心下有了些底气 恼怒道 一个女娃子 休要在这里闹事 快些出去 司警星冷眼看了那掌柜一眼 却没搭话 只是转头看向地上 那呜呜叶叶的妇人 问道 你可敢让我来救你家男人 那妇人抬头看着身前的小女子 才将将十三四岁的样子 一脸的稚嫩 明明是个孩子 怎么可能就自家男人呢 根本就是在玩闹 她心中顿时更加无助 抱着地上躺着的男人 痛哭流涕起来 司警星等不到她的回复 正要再劝说两句 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道男声 小姐 有几成把握 司警星回头去看 那人一副书生模样 正抱拳冲着自己 她焦急的脸上 分明挂着一丝期待 她没有回答那人 而是蹲在地上 将那伤者的小腿裤子 刺拉一声撕开 小腿割伤部位 全都暴露了出来 这小女子的举动 与那触目惊心的伤口 着实震惊了当场众人 啊 天哪 那肉都翻起来 那小丫头 胆子真大 什么胆子大 这就是没见过男人吧 还撕男人的裤子 真是不知检点 也不知道他家父母 是怎么教的 那肉白赤赤的 是流完了血了吧 人没血 还怎么活 爱这丫头 怕是惹上麻烦了 司警星只当听不见 那些人的话 他检查完伤口 才站起身 对着那书生模样的男子 道 实诚 那书生模样的男子 一听实诚把握 先是一愣 随即躬身行礼道 小声名陪清竹 还请小姐出手救治我家兄长 陪某一家定感恩在心 二说 她还是个孩子 这怎么使得 跪在地上的妇人 抬起满面的泪痕 猝着眉头问道 嫂嫂 如今看了三个大夫 都说无药可治 那裴清竹 扭头看了眼前面的小女子 口气坚定地道 这位小姐却有实诚胜算 我们自然是信这位小姐的 司警星见那妇人 不情愿地点头 自是知晓她心中所想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确实不像个有能力的大夫 说出去 谁信啊 她自己都不信 见那伤患家属都同意了 司警星回头 朝着寄人堂的大夫说道 麻烦准备热水 酒 绷带 剪刀 那老大夫一听 灯石愣住 这是要在这里 救 她看了眼身前的掌柜周桂 没敢动 掌柜周桂一见 这小女子与那三人 怕不是同藏药铺找来捣乱的 虽不是她铺子大夫出手致死 但这人一旦死在寄人堂 那便是要惹上臭名的 这怎么行 周桂冲着身后 两个伙计一招手 道 既然你们不走 那就休怪我周某赶你们走了 那裴青竹见状 一个跨步 挡在司警星身前 冲着那周桂抱拳道 还望周掌柜行个方便 待这位小姐诊治完 我们会自行离去 自然也会给寄人堂一份诊经 可那周桂哪里肯 他认定了 这几人 就是要让他寄人堂名声受损 他一挥手 那两个伙计 便拿着条杖冲了过来 司警星见状 立一声喝道 怎么 周掌柜是要当街杀人不成 你连最基本的 一者人心都没有 还看什么驿馆 那周桂闻声 不怒反笑 我自己的铺子 想开便开 与你何干 司警星唇角一勾 反问道 你的铺子 我怎么不知 我私家的铺子 什么时候成了你周家的私产 那周桂一听 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来路 竟知道这铺子背后的东家 是将军府 他底气有些不足的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劝你还是早些离去 那人的伤 你管不了 却别耽误了人家 去别的医馆看诊 否则 这便是草菅人命的大罪 司警星配了一眼 那裴青竹 转头冲着人群中 吩咐了一句 秦缠 给我手好 看谁敢上来 打搅本小姐看诊 绑了 门外的众人 还不知这小姐 怎的忽然 朝着他们看来 便瞧见一身 穿黑色衣裙的女子 上了前去 那女子 妖间是配了剑 是 二小姐 司警星文言 敏唇一笑 清禅本是称她为王妃的 此时却叫了生二小姐 周桂文言 面色一白 看了那白衣女子一眼 转身叫来小伙计 在她耳边吩咐了几句话 那小伙计 便匆匆跑出了寄人堂 司警星看向那老大夫 道 老伯 您可愿做我的帮手 那老大夫 本就不是有意为难 裴青竹三人 是当真无能为力 线下见周掌柜 也不敢阻拦 忙不迭地让人 将那姑娘方才要的几样东西 准备好了 送到堂中 她则巴巴地守在一旁 双眼中蹦出期待的金光 这割伤 身可见骨 皮肉都裂开 是无法愈合的 她真想看看 这姑娘到底要如何医治 司警星也不在乎她偷师 伸手入袖 取出医用口罩 医用一次性手套 又在众人异样的眼神中 一一戴好 她将那男子小腿上的伤口 冲洗干净 众人这才看清 那伤口长达三十公分 贯穿整条小腿 身可见骨 着实骇人 司警星本想问这铺子中 可有麻沸伞 又想那麻沸伞起效并不快 便也直接从姓林亚绪一楼 取了一瓶利多卡因喷击出来 这利多卡因 见效很快 一般一至三分钟见效 可持续二小时左右的 局部麻醉效果 清长看着自家王妃 不断地从袖子中 取出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眉头都促成了一个穿子 又见她直接取出来 几把精致的刀具 这玩意儿揣在袖中 不扎得慌 王爷 他可知道这些事 司警星用止血钳 夹住破损的血管 手下有条不紊地清理着伤口 又担心患者家属着急 便出口解射剧 你胸掌伤口中 刺入了很多竹刺 所以费些时间 却不想门外的人群 却纷纷叫喊开来 啊 这女娃子是在割肉吗 天哪 她是疯了不成 爷 您说 她一个姑娘家 不怕吗 你看她像是怕的吗 既然堂鞋对面的二楼茶室 主仆二人 纷纷望向那寄人堂中 第四十八章 小女子也有大神通 太子齐南渊 放下手中的茶盏 看向那白衣女子 谋中全是探究与好奇 想想九皇叔那样一个 森冷无趣之人 拒婚多次 还因此打砸了老太夫的府邸 对外界谣传 她偏好南风的言论 也从不驳斥 还以为她此生不娶呢 如今 竟对这凶残的小女子的婚事 点了头 则则 真是奇事 司警星部里那些人 很多时候外面看到的伤口 其实是相对小的 要想清理好伤口 必要时是要扩大伤口 以便处理深部创伤组织 所以 她拿着手术刀 割开心的伤口时 便听到身旁的裴清竹 倒吸了一口气 她那嫂嫂 更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司警星清理完伤口中 残留的异物与血凝快 才发现 还是有部分组织 失去了活性 只得切除了出来 听那裴清竹说 已经跑了三家医馆了 想来 耽搁的时间 是有些长了 她又跟那老大夫 要了些淡盐水 对着那伤口 反复冲洗了几次 青窗用的过氧化氢溶液 性灵亚续二楼手术室 中多的是 可此时 却不能拿出来 毕竟人的袖子就这么大 看来以后车厢里 要常备一个药箱才是 那守在一旁的老大夫 瞠目结舌地 看着身旁的小姑娘 放在一旁的家伙时 着实冒了一头的汗 那是针 弯弯的钩子 赠量 还有一根长长的线 看着就吓人 老大夫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就见那姑娘 拿起一件奇怪的刀具 像是要穿针引线一般 姑娘 您是要用这些针线缝合伤口 司警心知这老大夫 很是好学 也不吝啬 解释道 是的 伤口内部已经清理干净 此时要将这些皮肉组织 缝合在一起 以便后期伤口的愈合 她一边说着 一边在伤口中放置好引流条 便在众目睽睽下 开始了缝衣服 外面有胆子小的女孩子 都捂上眼 不敢看 女工 还可以男人肉练血 裴青竹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小女子 掌腕翻动间 大哥腿上骇人伤口处 便出现了一个个整齐的结 这线结 日后就这样放着吗 那妇人也顾不上哭了 开口问道 她方才观察了 她家男人此时 除了面色有些苍白 并无任何痛苦之色 想来这姑娘 确实是有本事之人 司警心打完最后一个结 伤患腿上出现了一道 无公样 蜿蜒的线疤 不会的 这个限日后会慢慢被人体吸收 这里的小口 留待五日后 你们再来缝合一次便可 司警心一边说着 一边将伤口包扎好 指着那引流条的位置提醒道 姑娘 这样治伤 后面可会有发热 高热 昏厥的可能 老大夫面色有些激动 她着实不敢想 皮肤竟也能如同衣服一般 缝合在一起 司警心摘下口罩与手套 呼了一口气 道 自然是有可能的 所以要防止伤口出现溃烂 她环顾了下四周 见众人都神色不明地看着她 她心下了然 转头对着老大夫说道 老先生可以上前 为这大哥枕下脉搏吗 老大夫早已按耐不住 听了这话 便一把斧上了那伤者的脉戏 又见那人神情轻松 旋即收了手 躬身行礼道 姑娘医术时乃精湛 老朽佩服 一见几人堂的老大夫这般言语 门外众人才知 这小小女子 竟真将这陪住的腿伤治好了 司警星让清蝉将地上的鞋里 呼拉清理干净 那些用过的工具 一会儿还是要带走 那周桂看着自己的座堂大夫 竟对那小女子如此恭敬 心下一震 她的医术 竟在老大夫之上 方残地跑出去打探消息的伙计 跟她说 司家的二小姐 确实回了京 莫不就是 眼前这女子 她捋了捋两边的山羊湖 上前来 飞飞笑道 原来是东家的二小姐来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堂中伙计 裴清竹三人 以及门外围观百姓 哪里会想到 这医术精湛的小小女子 竟是将军府的嫡小姐 裴清竹面上不自觉地多了一份疏离 躬身行礼道 谢过二小姐的救命之恩 若二小姐有用到小生之处 小生必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她那嫂嫂 也不哭了 连连道谢 而那些门外方才 说胡话的人 则一个个在心中暗骂自己 方才我是不是说她坏话了 我是不是说她没见过男人了 我是不是说她在多管闲事了 司警星进了手 猝着眉头 问道 周掌柜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私家的医馆 何时成了你周家的私产 周贵一听 脸上带着谈笑 嘴上说道 舅舅一时口误 说错了话 这自然是将军府的铺子 司警星点头 道 既然如此 周掌柜便收拾收拾东西 走人吧 以后不用来了 周贵文言 灯石变了脸 道 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姐 还做不了这铺子的主 我乃你舅舅 你怎敢将我辞退 笑话 区区一个不受宠的二小姐 说话算个屁 司警星冷笑一声 道 我做不得主 你便做的 看来 这铺子日后改姓周才是 清缠 去报官 就说 有人私吞东家家财 还请这位周掌柜 稍后能如实与官差大人沟通 那周贵 一听要报官 顿时急了 也顾不上摸他那两撇山羊湖 忙拦住欲要出门的清缠 道 有话好好说 我当真不是那个意思 这铺子自然是私家做主的 他话音刚落 却听到人群后 有人高喊了一声 官差大人道 第49章 有些人就欠修礼 听到这声喊 门外的众人纷纷后退 让出了一条路 几个巡房官差进了寄人堂来 那为首的官差 先是瞟了一眼堂中的白衣女子 才转头看向周贵 冷喝一声 问道 出了何事 那周贵被官差一声冷喝 吓得一时不敢吭声 绿竹这时 也跟着进了堂中 站在自家小姐身旁 扯了袖子 擦了擦额间的汗珠 清缠则上前一步 朝那官差抱拳行礼道 官差大人 我家小姐预告着周掌柜 贪慕东家家财之罪 司警星见那官差 朝他看来 便汗手道 我乃镇远将军府上的二小姐 今日逛夜市 恰巧走到自家铺子 便来瞧一瞧 没成想 此人竟说我做不得这铺子的主 连辞退他 都不能够 竟是将我的铺子 视为他的私产 家财之事 说起来可大可小 左不过是我个人之事 这也就罢了 可怕的是 他还欲对来看诊的病患 施以葬行 这可如何了得 这些可都被门外的街坊看到了 这是要嫌百姓安危于不顾 嫌我寄人堂于不义 这等恶人 大人定要好生茶问 他说着话 便一侧身 众人便瞧见 两个小二 正慌乱地扔掉手里的条杖 巡防官差见状 立即训斥道 你们竟敢如此猖狂 当街行凶伤人 是朝廷法度为何物 那周贵见此 立即喊道 我们要打人 我那只是 不等他把话说完 司警星又诞声说道 寄人堂本就是医馆 有救死扶上的职责所在 他周贵如此行事 便与我开设医馆的目的背道而驰 献我寄人堂于不义 回我私家名声于不顾 还请官差大哥 为名做主 为我私家讨回公道 严查审问 那官差来实受了顶头上司的令 这会儿忙 公身报权作一道 二小姐放心 我等 自会秉公处置 那旁的周贵见状 气得脸都绿了 心头的恶气直逼脑门 这件丫头 简直不可理喻 凑到那巡房官差处 偷偷递了块银子 奉承道 官差大人一路辛苦了 这小女子 是不是将军府二小姐 还未可知 她说的话 自然也是不能信的 我周某从不起啊百姓 更没有想私吞店铺的心思 那官差哪里敢收她的银子 冷哼一声 道 你这是作甚 贿赂本差吗 有没有 查问过便知 周贵怎么都没想到 今日这是遇见了 清廉如水的青天大佬呀 司警星则淡淡地扫了那周贵一眼 朝着门外人群众望去 见燕妃回了来 冲她点头示意 燕妃手捧一张地契 送到那官差面前 便退到了绿竹身旁 司警星夺步走到周贵跟前 道 周掌柜 难道你不知 这铺子 其实并不属于私家 而是属于我一个人吗 如今 你倒是说说 我能做到了这铺子的主吗 那官差在来之前 就知晓这女子的身份 此时又见了地契 便朝着那周贵冷喝道 掌柜的 随我们走一趟吧 还不等周贵张嘴辩解什么 便被两个官差按住了左右 那老大夫见状 瞥了一眼那周贵 朝着那官差行礼 说道 官差大人 您要替老朽做主 当年周掌柜唬老朽 签下了五年之约 不能擅自离开 可周掌柜一次冲好 又将药材卖的价格极高 可是害得老朽丢了生育 接放邻居们 都以为是老朽医术粗浅 品行不端 周贵见此 强扭着被官差拒着的肩膀 怒目而逝 大声喝道 你这老匹夫 莫要往老子头上 扣莫须有的罪名 那老大夫气得白须一抖 转身从自己看诊的桌子底下 抽出一本账簿 交给司警星 道 东家 您请看 这便是他周贵进出账的记录 老朽偷偷腾抄了一份 那送公的账策上 出货数量与金额都不对 司警星接过 扫了一眼 便由清禅递交给了那为首的巡房官差 他眼里泛着冷意 扫过那周贵 转头朝着那官差道 贪莫我家财 虚报假账 售卖赐品 还胆敢殴打百姓 如此恕罪累累 还劳烦官差大哥 仔细审问 还我纪人堂一个公道 这是自然 那官差一脸严肃 一挥手带着人出了纪人堂 任凭那被压制的周贵 吱呀乱叫 门外围观的众人 万万没想到 看一个枕上的热闹 竟是这样的结果 那一直人前高傲的 跟公计一样的周掌柜 就这样倒台了 要我说 那周贵就是干 一个掌柜赶在人家真正的东家 跟前叫板 不是找死 这东家倒是个能耐的 那医术瞧着就不一般 就听那堂中的小女子 速声说道 纪人堂出了这种恶掌柜 对街坊邻居们造成诸多困扰 从明日起 一整三日 三日后 纪人堂停业休整半月 半月后 纪人堂重新开业 这几日从铺子里买了药的 可以退换 买柜退差 欢迎各位街坊邻居 监督举报 此言一出 众人皆鼓掌喝彩 别家店铺里出了事 哪个不是藏着椰掌 生怕被人知晓 这将军府二小姐 却将那周掌柜之事 摊开了功之于众 倒是个有担当的女子 那些刚买了药 不知怎么办的人们 当即便拿着药 去里面退换了新的 一时间 众人都对这纪人堂 绝口称赞起来 司警星没忘了那老大夫 诚恳地问道 老先生 若我重新指派一位掌柜 您可愿意在纪人堂坐下去 老大夫本心不坏 还举报那周桂有功 品性还是端正的 小姐 老朽自是愿意的 老大夫姓冯 见过东家那一手皮肉缝合术 自是想继续留下 期待日后有幸 再一睹那神机的风采 安顿好了冯大夫 又叫来堂中的五六个伙计 那两个拿着条杖的伙计 当场就被司警星开除了出去 周桂叫人来赶走 裴青竹三人时 他们二人是毫不犹豫冲过来的 正当他想对剩下三人 问上几句时 却听门外有人焦急喊道 救命 大夫救救我 第五十章 又一个茶话会 司警星寻声望去 便见一个精瘦男子 正抱着一个脸色发紫的孩子 急冲冲地跑进了寄人堂 那男子看着冯老大夫 急声道 大夫 方才这孩子在吃糖葫芦 却不想 一下子便噎在了嗓子中 如今瞧着他是喘不上气的 他话还未说完 便见冯老大夫朝他身侧看去 他也随着扭头看去 便见一个瘦弱女子 正将他家孩子 从身后抱起来 双拳交叠 一下一下地顶着孩子腹部 众人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几乎是在几席间 那孩子便哇的一声 吐出来一颗完整的山楂 旋即便是孩子哇哇的哭声 他那憋得发紫的脸色 此时也变得红润起来 那男子当时跪在地上 砰砰地冲着 司警星磕了三个头 道 赵宇多谢小姐救命之恩 司警星忙道 举手之劳 快快起来 日后孩子是这种小东西 定要看仔细 门口围着的百姓们见此 又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这寄人堂的小东家 能耐可真大 可不 那孩子脸都亲子了 不敢想若不把那糖葫芦吐出来 会怎样 这当真是救命之恩了 那赵宇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 正要转身离去 便听方才那小姐对那冯大夫说道 如今铺子里缺个掌柜 您张贴个聘请告示吧 赵宇呼得顿住脚步 问道 敢问 小姐这铺子 可是要招掌柜 司警星转头 笑问道 是的 你可有一香 若有 你且说说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掌柜 那赵宇闻言 眼光一转 正色道 赵某认为 掌柜应将眼光放长远 不拘泥于眼下一点银头小利 做生意要看重口碑 就如同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样才能裁员滚滚 司警星暗暗点头 不管做哪门生意 口碑是最为重要的 口口相传 能传出个百年老店 也能传出个遗臭万年 他不禁开口道 你可做过掌柜 那赵宇摇头 又点头 道 只做过几日而已 这回答 倒是叫司警星不明白了 他问道 为何不做了 赵宇冷哼一声 道 原始那东家只想赚块钱 竟是以次冲吼 老子不干那缺德事 那东家便把我辞了 司警星沉音片刻 玄疾笑道 那你可有信心 在我铺子中 做个称职的好掌柜 那赵宇本也没报 什么希望 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 先是一愣 玄疾欢喜跪地 谢道 小人定不负东家信任 做一个称职的好掌柜 司警星抬手让赵宇起身 交代道 先别急 试用七一月 看你表现 后日 你来将军府 取纪人堂改造细则 铺子中的人手 以及这几日一诊之事 你全权负责便是 赵宇文言一愣 他倒是不知 东家竟是将军府上 他点头朗声说道 是 司警星环顾了下四周 质地有声道 但凡想在我铺子里做事 那便规规矩矩办事 否则 别怪我请你去衙门喝茶 这些话 自是说给铺子中人听 也是说给门外街放听 一个娇小女子 说话声音并不大 可那话语中的气势 却足以威慑周遭众人 司警星交代完纪人堂的事 又转身叮嘱裴清竹 照料病患的细节 这才带着三个丫头 过了辆马车 直奔将军府而去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离开后 人群中走出一华府男子 朝着他马车离去的方向看去 这小女子 倒是与九皇叔 有几分相似之处 他双臂一背 就准备转身离去 却听到人群中 传来几句低语 你们听说了吗 就是 他去给九王是急了 那九王不是快 这不是 让人家好好的姑娘去冲洗吗 赐婚旨意不是还没下 就这么入府 实属 镇院将军刚打了胜仗 就叫人家闺女去冲洗 噓 这话不能说 一句句 全都听进了那华府男子耳中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方才在对面二楼喝茶的太子 齐南渊 他转身夺着步子往回走 眉眼中一副幸灾乐祸的神采 嘴里吩咐道 去吧 将这些话一字不落地 讲给九华亭那冰块主子 看看我那九皇叔 还能否安然躺在府上 那侍从 也是个胆子大的 扑斥一声笑了 赶忙转身朝着莫英王府而去 马车中 绿竹撩起窗漫 一丝带着凉意的秋风便吹了进来 四景星扭头朝车窗外看去 便见那风吹动着燕雀湖水 那湖面上波光凌凌 倒映着画坊上挂着的各色彩灯 美不胜收 倒是叫他心情格外舒畅 只是 好景不长 四景星下了马车 刚跨进府门 就被管家刘福叫了住 他睁着一双狭长小眼 扫了一眼四景星身后跟着的陌生丫头 也没多想 上前道 二小姐 老夫人让您一回府 就去合运院 府上这是又出了什么幺蛾子 四景星无意多想 直奔合运院而去 才一拐过抄手游廊 还没进老太太的院子 便听到一阵哭嚎声传来 不是周氏的声音 四景星眼下心中疑虑 进了院子 二小姐道 小丫鬟挑了帘子 引着四景星进了房中 可她还未来得及跟老太太请安 就被一个扑过来的妇人 狠狠地掐住了脖子 清蝉见状 一个剑鞘撞在那妇人手腕上 护着四景星往后退了几步 那妇人疼得嗷一声 跳到一旁 瘫坐在地 拍着大腿哭喊道 你这孽障种子 竟敢打我 天杀的 将我那男人送进老子 如今又来打我这个可怜人 将军府也推欺人太甚了 四景星被清长护在身后 揉了揉被掐得发麻的脖子 听着这哭骂声 这才知道这撒铺的妇人 就是那周贵的媳妇 你在骂谁孽障种子 谁又是孽障 四景星扭头看过去 前世 你若再胡乱叫骂 便出了门去 此事作罢 老太太瞪了眼前世 又沉着脸看向四景星 道 你今日这是办的什么事 那周贵也是一家人 你太胡闹了 这丫头 也太得意忘形了 即便是要嫁给那九王 可那人忠实的将死之人 往后 她不还是得靠着娘家 第五十一章 火力全开 这是何人 老太太又瞧见 房中多了个面生丫头 还敢在主子面前动手 心中更是不愿 回老夫人 奴婢是九王爷 派给小姐的侍女 清缠上前 挺着腰杆 抱拳道 那老太太一听是九王府的人 面上多了一丝尴尬 道 嗯 是个忠心护主的好孩子 司警星则面无表情地说道 祖母莫不是忘了 那铺子本就是我的 周贵陷我于不义 便是县将军府不义 我倒是不知这表情远轻 都能到主家来做主 不知日后 我嫁入王府 他是否也要王府当家 老太太文言 愣了片刻 紧张道 你这说的什么胡话 亲戚自然是做好本分 怎可见远 司警星文言 眼眸微垂 说道 这人为何一上来就对仙儿动手 老太太 您是当家人 定要为孙女做主 周是一见 老太太要变卦 心中不由焦急 她扯了个笑 道 好孩子 这都是家里事 何须惊动金赵府 都是亲切 何必让外人看笑话 那地上撒泼的妇人 听到了这话 顿时指了哭声 咬牙切齿道 对 你去找金赵尹大人认错 让他们把你表就放出来 司警星一见她说话 就笑了 这位夫人 您的脸皮比城墙还厚吧 我改日见了九王 便让他带你去战场 想来寒岚那群人的长枪 都戳不破你的脸 老太太很是听不得那九王二字 都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那九王是个将死之人 却也不是他能得罪的 他用力拍了拍捉挤 沉声道 钱氏 你什么身份 敢这样对我将军府的嫡小姐 忽来喝去 那钱氏被训斥的一愣 旋即便泪水鼻涕水护了一脸 口水似箭道 我们小门小户 自是入不了将军府的法眼 更是被二小姐看不起 可我们两口子 为司府操劳这么些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如今二小姐是攀上高枝了 连条活路都不给娘家人了 司警星闻言 眸光微寒 唇角却勾起浅浅的弧度 笑音音说道 是我错了 舅母可愿再给馨儿一次机会 咱们重新来过 此话一出 房中众人皆是一愣 就见那司警星已经转身出了屋子 大家还没到明白 司警星这是怎么个意思 就听门外小丫头通禀道 二小姐道 那前世俩眼一转 好啊 这可是那丫头自找的 她撸起袖子 就朝着那进门来的小丫头扑去 却腰腹猛的一通 整个人飞了出去 撞在了檀木大椅上 司警星拍了拍裙脚 神色淡淡地说道 你家男人做错事 却要我去经兆府认错 与其在我这里乱废 倒不如自己跑去经兆府叫唤两声 还能让我那表舅舅 听听你的事 我与你好好说话是客气 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 求人办事 就别像之公鸡 昂头给谁看 她一连串的动作 让房中众人都傻了眼 这 这二小姐 怎的又打又骂 最后还是一道滴滴的偷笑声 打破了房中的禁忌 司警星转眼瞧去 却正好瞧见 温氏身旁的司警仪与司警恒 两个孩子正看向自己 那两双眼睛里 全是亮晶晶的小猩猩 这 忘了 这两个孩子还在 前世听到这窃笑声 才反应过来 抬起屁股 就挪到周氏脚边 又开始豪天动地 大放悲声 要杀人了呀 将军府二小姐 要杀人了 老天爷怎么不把这 没天里的货还收了哟 关了我男人 又来打杀我这老婆子 当真是白白给人 费心半辈子了 我的老天爷要 周氏听了前世的哭叫声 才缓过神 他好歹也是一副主母 娘家人受这等欺辱 实在可恨 他弯腰将哀嚎的前世扶起 坐在自己身旁的椅子中 转头对着 还有些发猛的老太太说道 母亲 说到底 表弟这些年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先将人给保出来才是 要打要罚 咱们自己府上说了算就是 若不然 丢面子的 也是咱们将军府不是 司警星瞥了一眼周氏 又看向那前世 薄唇轻起 冷笑道 哦 有什么功劳呢 不就是个收银子的 那前世闻言 耿着脖子分辨道 二小姐说话要凭良心 我家男人为那寄人堂 可是从不敢懈怠 何曾睡过一个胡伦觉 不然 那铺子也不会有如今光景 哦 那铺子光景很是不错 司警星唇角微扬 问的是前世 目光却看向了周氏 当初 周氏可说的是 铺子经营不善 一直在亏损呢 那前世着急证明 周贵的劳苦功高 根本没看到 周氏递过来的眼色 他神色中带着几分骄傲 说道 那是自然 纪人堂一个月少说 也要一百两银子 司警星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立即接话道 那的确是不错 我记得 周掌柜一个月月前 二十两银子 是吧 却能在西瓦兰街上 置办那么一处大宅子 当真是生财有道啊 老太太听到周贵 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 竟在外头 置办了大宅子 他转头瞪向周氏 恶狠狠地怒声问道 怪不得 你让周贵做掌柜 竟是他摸出来 一套宅子 坐在周氏后面的司警云 一直没吭声 他直直地 盯着那二姐姐 这还是当年 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黑脸珠 还记得那年 司警星六岁生辰 他的外祖家 派人送来了好些生辰里 竟是一整箱子 他飞奔到司警星院中去瞧 正看见司警星帆 看着那些生辰里 那是怎样一个白宝箱 里面有漂亮的衣裙 可爱的发饰 好吃的点心 精巧的走马灯 甚至 还有一只活灵活现的布老虎 他当时才五岁 刚做了将军府嫡女不久 却从不知道过生辰 会有这么多的礼物 他母亲说了 日后 他不再是小小庶女 而是将军府嫡女 可以拥有府上任何东西 他跑过去 一把将司警星推倒在地 将那小老虎抢在手里 而司警星摔倒在地 擦破了手臂 唯唯诺诺地不敢哭出声 连那么精致的小老虎 都不敢要回去 他也怕母亲 父亲或是祖母责怪他 提心吊胆等了好几日才知 那二姐姐 竟然连告状都不敢 那是他第一次抢他的东西 竟然这么好抢 接下来几年 他不知抢了二姐姐多少东西 多少物件 可那二姐姐 就像面团一样 任他欺负 却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还不告状 后来 他觉得二姐姐实在无趣得很 才慢慢不爱找他了 但依旧讨厌他 而今 这二姐姐只两年不见 竟如此的飞扬骄横 连母亲都不放在眼里 母亲 要不此事就算了 毕竟二姐姐往后是要做九王妃的 就是祖母也要礼让三分 司警星闻言 眉心微宁 好一个司警云 倒是长进不少 聊聊几句 便给本姑娘 致了个仗势欺人 忤逆长辈的罪名 第52章 古奶奶不伺候了 司警星转眸去看 醋眉冷笑道 三妹妹 年纪小 做姐姐的 也不好与傻瓜论长短 我若仗着王妃的身份说话 此时你那好舅母 早也一道 拉去金兆府大狱了 我要说的是 他摸我的钱财也就罢了 他还明目张胆 仗打欺压街坊邻居 若再弄出个杀人的罪名 牵扯到将军府 是谁能担起这个责 你吗 你能替他去偿还人命吗 蠢货 司警云被骂得脸颊一红 撅着嘴不再出声 司警云又继续说道 周贵 一个沾亲戴故的远亲 竟敢扬言 是他周家的铺子 那一手假账做的 更是天衣无缝 不知是他自己胆大包天 还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呢 又是让我司家担着责 还占着家产 责责 可这话音 不高不低 全落入了老太太耳中 周氏暗叫糟糕 果不其然 老太太脸色一沉 将手边的茶盏 猛地砸到地上 怒斥道 周氏 你是想害死我司家吧 那周贵 不就也罢 周氏文言 面上一摆 老太太怎可当着 自家弟媳妇的面 训斥自己 着实让她 下不来太见 便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道 愤慨怒吼的男声 好你个司警星 欺负人欺负到 我舅舅家去了 谁给你的胆子 是司警号 她也是刚回府 便问着刘福 今日府上的去世 便听说司警星办了蠢事 正被家中祖母 和母亲一同责问 忙就赶了过来 前些日子 被那死丫头打得卧床三日 近日才能下床走动 死仇不报非君子 她气势如虹地进了门来 就瞧见一白衣女子 正面上含笑地看着自己 那是怎样一个小女子 眉目精致如画 容颜清冷如水 偏生唇盼勾着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意 竟让她一时有些头脑发晕 周氏见自家儿子 一进门就直勾勾地 盯着那司警星 暗骂了一声狐狸惊 王启申将司警号 拉到自己身边 挡住了她的视线 道 你怎么过来了 司警号的思绪被打断 便想起自己来此的目的 她环顾了下四周 发现在座的 除了那白衣女子 全都认得 独那白衣女子 莫不就是 自己那丑陋无比 满脸黑斑的二妹妹 这怎么可能 她回忆着那夜 却终是想不起来 那夜被揍得惨 哪里还有心思看她 一想起那夜的痛 司警号脑中充血 恨意又上了头 长得就算再美 也是蛇蝎毒妇 司警号又想到 她方才竟被那小贱人迷惑住 顿时怒火中烧 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司警号抄起窗边 放着的插杆 就大步奔着司警星 抬起插杆朝那处砸去 事发突然 众人都惊得张大嘴巴 愣在当场 司警星眼看着那插杆 就要砸到自己 风驰电车间 她闪身抬脚 将那插杆踢了回去 司警号万万想不到 那插杆竟朝着自己砸来 她偏偏是来不及躲闪 生生地挨了一下 脸上顿时一片活辣辣的疼 她又屈辱又愤恨 将那插杆再次扬起 却不想那插杆另一端 被一女子攥了住 司警星对清缠的伸手 自视放心 只安心坐在椅子中看热闹 司警号瞪了眼对面 握着插杆的丫头 用力往外拽 想再去朝那司警星砸去 却不想 无论她如何用力 那插杆就像长在那丫头手中一样 纹丝不动 一向在家中娇恨惯了的大少爷 哪受得了这个屈辱 她谋足了力气 狠命往后一扯 想要将那丫头摔个狗啃尼 却不想 那丫头竟在此时猛地撒了手 众人便见司警号手持插杆 急速后退 哐当一声撞翻了墙边的竹台架 那架子上的竹台倒下 滚烫的热烛油流了她一脸 啊 司警号的惨叫声从房中 传到了合运院 又传遍了整个将军府 她捂着被烫红的脸 怒声骂道 哪里来的剑蹄子 竟敢戏弄本公子 话罢又转扑到老太太脚边 哭求道 祖母明可要给孙儿做主 快快把她绑了 发卖到那勾兰瓦舍去 周世间自家儿子脸被红了一大片 心疼得直抹眼泪 道 馨儿 母亲知道 你今日见了九王 日后是做王妃的人 心里有了底气 可母亲还是盼着你 莫要忘了 将军府才是你的家 老太太虽说这两日 对二丫头有所改观 也有了一丝怜爱之意 可这点子怜爱 却压根比不上 她那大孙子的一根头发丝重 此时见孙子受了委屈 心里那叫一个心疼 可那动手的那清缠 是九王府的婢女 打狗还要看主人 她不敢惹 老太太满腔怒火 总得找个人发泄一顿 就见她一脸蕴色 看向司警星 呵斥道 二丫头 你非要把司府闹成全剑舟的笑柄 才痛快不成 司警星闻言 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说道 老太太 您休要将此事 栽到孙女身上 那周贵之事 我爱莫能助 大少爷之事 您也看到了 是他自己扑过来 想打我的 莫不是我就坐在那里 等着挨打才是 他这分明是自作自受 与我何干 我劳累了一天 就不陪着各位喝茶叙旧了 老太太还会说什么 司警号却不干了 他猛地站起身就喊道 司警星你站住 你 已经转身 走到门口的司警星 头都没回地冷声道 你是皮痒 没爱够揍吗 随后便扔下房中 惊恶的众人 回了自己的岁华院 爱谁谁 姑奶奶不伺候了 夜色如水 一夜无梦 一日清晨 司警星还在酣睡中 便被人摇晃醒来 小姐小姐 快醒醒 宫里来人了 叫您去前厅接纸呢 别睡了 快快快 第53章 市集有功 当赏 将军府前院正厅 司警星到时 各院主仆都已经到了 他脚步轻快 往厅中走去 一眼便瞧见 老太太正与那身着蓝衣 脚灯长靴的白面公公 坐在左右守卫 一脸铲笑地说着什么 周氏在老太太下手第一位 肥瘦的身子 挤进一张梨木绢花椅中 努力架着一副端庄贤淑的模样 司警号坐在他身侧 一副百无聊赖的浪荡样 司警云 司警仪 司警横坐在对面以上 而温氏则坐在门口的雾凳上 又走近了些 司警星便听到周氏说了句 我们二小姐 平素是懈怠了些 让张公公久等了 哼 又被地理败坏我的名声 周氏还真是个 忌吃不忌打的主 却听到那公公 不急不躁地回了句 不急 皇上对二小姐甚是满意 夫人多虑了 司警星闽唇一笑 周氏脑子里 进了什么米天宫 那张公公 是何许人也 常年混迹在 吃人不吐骨头的宫斗之中 那可是人精中的人精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逆着光 看不清楚的缘故 那张公公 似乎朝着周氏的方向 翻了个白眼 而那周氏听了张公公的话 面上笑容一致 善善地闭了嘴巴 不说话了 皇上都对那丫头很是满意 他再说下去 不就是说 皇上识人不亲 他心下一景 脸都有些白了 司警星步入厅中 屈膝行礼 不卑不亢道 臣女来迟 让公公久等了 那张公公细长的眉毛一条 摆了摆手 说道 二小姐无需多礼 目光却在司警星面上停留了片刻 才扯着尖利的嗓子 道 既然人齐了 咱家就开始宣读皇上口谕了 一听宣读皇上口谕 一听众人 军跪地而听 那张公公清了清嗓子 正色道 吴帝莫英王久病多日 缠绵病榻 未有起色 待镇远将军府 敌二小姐精心事集后 今日便见大好 镇兴甚悦 敌二小姐 实乃有福之人 赏 张公公念完皇上口谕 便又开始唱赏赐礼丹 镇远将军府敌二小姐 势己有功 赏二小姐 羽花锦二匹 赏二小姐 香云杀二匹 赏二小姐 十二瓶果桌一张 赏二小姐 芙蓉蝉丝金布摇两只 赏二小姐 碧玉玲珑簪两只 赏二小姐 八宝琉璃拆两只 赏二小姐 玛瑙银渊卓一对 赏二小姐 玉如意一对 赏二小姐 五彩马车一架 赏二小姐 内府库银三百两 张公公唱完礼丹 朝着司警星的方向 道 二小姐 谢恩吧 司警星芒功身 谢恩 便以为那公公办完差事 就回宫了 却没想 那张公公又仿若闲聊一般 说了句 二小姐身上这一裳 料子不好 还是用皇上赏赐的料子 做几套吧 过阵子 也就到了中秋节 少不了与九王一同入宫面见皇上 总不能 站在人群后面的司警云文言 顿时心头大惊 九王 身体即将大好 他猛地转头瞪向周氏 一双大眼中 蓄满了泪珠 周氏此时 心中也无比惊诧 九王明明 是要死的人了 怎地 这司警星一去 他就好了 他抬眼朝司警星看去 正见他弯唇笑着 红唇白痴 周氏却忽觉浑身一阵寒意 难道那冲喜之说 当真管用 可 他还为真的成亲嫁过去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他越想越气 不仅 将那些个嫁妆 拱手相让了出去 如今 又被那丫头 抢走了鱼儿的亲事 早知如此 司警号却想着 趁司警星还没嫁到九王府前 定要将那心仇旧恨 一起抱了 而老太太这才意识到 他这个孙女 还未成婚 就已经在皇上跟前露了脸 他想起昨夜这丫头 嚣张跋扈的样子 想来是惹急了他 那公公见众人 神色各异 心中了然 这深宅大院里头的是非 也不少 他饶有兴致地 打亮着眼前谢恩的小丫头 只见他面上清清爽爽 毛子里干净透彻 举止也很是吻齿 当下便点头 笑呵呵地离了府 将那张公公送出府门外 看着他的公车 行出一段距离 司家众人才转身回府 前厅中 十个小四站了一排 手中各捧着一件 赏赐下来的物件 众人一一瞧去 顿时发出一阵唏嘘声 这二小姐 竟是一下子得了宫中的亲眼 想来 这府上 怕是要变天了吧 司警云看了眼那些东西 咬着下唇 黑着一张脸 扭头跑回了自己的院子 司警号却怒气冲冲地大步走来 张嘴骂道 司警星 你不要以为得了皇上赏赐 就可以在府上任性妄为 昨夜之事 你若肯当着全府下人的面 跟我道歉 我便可原谅你 司警星一一扫过下人手中 捧着的赏赐之物 拿了一柄玉如意在手里 才看向司警号 道 若我不道歉 大哥莫不是又想砸我 来 拿这个砸 那司警号再蠢 也知道遇刺之物损坏不得 连连后退两步 哼 你这个贱货 不定是用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去示极的 温氏扶着老太太坐下 壮若自言自语道 这话若被九王知道 也不知 他会怎么看 咱们将军府 周氏扭头瞪了过去 这些年 一向老实本分的温氏 竟也学会了狐妹子 那一套阴阳怪气 他又瞧见温氏身后 跟着的一对子女 哼 别以为自己有儿有女 就能顺杆子往上爬 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 昨夜号而出囚 那两个数子数女 竟还敢失笑 他暗中握紧了一双虎拳 不知死活的东西 司警新闻言 将手中的玉如意 轻轻放回托盘之中 唇角便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有些人 真的是不长记性 只见他身形一动 跃至司警号跟前 冷烈喝道 我就想不通 那臭水钩子里的水 怎么跑到你脑子里去的 什么魂话都敢说 话罢 不等司警号反应 司警新猛地挥出右臂 握拳而出 轰向司警号右肩 随即又借力猛地一踏 迅速抬腿横扫 直击他腰部 司警号接连瘦了一拳一脚 被踹飞在地 拖行十米 砸到墙边才停下 老太太一见孙子又被打 他气得直哆嗦 可一看司警新那浑身是刺的样子 头皮一麻 到嘴边的训斥 硬是没说出口 司警新拍了拍衣衫上不存在的灰尘 居高临下看向司警号 问道 大哥哥 你说 你长得黑也就算了 嘴巴还这么臭 也不知是随了谁 本就是随口一说的话 却不想已经扑倒在自家儿子身旁的周氏 面色忽得一白 司警新见他眼神躲闪 心中不由疑惑 旋即便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第54章 吃着喝着看热闹 司警新又想到同样黑皮肤的司警云 只是 这司警云 司警号 司警月 竟是品种不同 则则 这周氏竟玩得这么开 据说 周氏初入府时 娇小可人 后来有了孩子 又做了主母 生活水准便上去了 体重也跟着突飞猛进 以至于现在圆滚滚的四个球 只是他当年这些事 竟都没人怀疑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墙边站起了身的母子二人 那活脱脱就是一对黑白双煞 这边的老太太 见大孙子疼得 站都站不直溜 急声对院中吓人道 还愣着干什么 快 扶大少爷回去协掌 你 快去请个大夫 来给少爷看看 又伤到了哪里 周氏听到这个幼字 则再也忍不住 连日来的焦躁烦乱 在得知九王即将康复那刻起 就变成了他心中的一团火 此时见儿子又被那司警星打了 心理防线顿时崩溃 他那壮硕的身子 晃了好几晃 愣是没倒下 周氏只觉喉咙中一股心田之气 咽不下去 却扑一声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他身旁的司警号离得近 这一下便被吐了得满怀 胸前衣巾上沾满了血污 他皱了下眉头 才忍着身上的痛 拉住周氏的手臂 急声喊道 母亲 母亲身子鼓一向硬朗 如今这是怎点 眼见周氏身子晃来晃去 就想晕倒 司警号受了伤 哪里扛得住 柳妈妈眼疾手快地将那周氏扶着 却忽略了他主子的体格 刚一扶上去 便被周氏那圆滚滚的身躯 重重地压倒在地 司警号转头怒视司警星 祸害 司警星收到司警号想杀人的眼神 撇撇嘴 周氏自己吐血 跟我可没半点关系 他坐在一张梨木捐花椅上 翘着二郎腿 继续看热闹 而绿竹则贴心地将皇上刺的 果桌中的一盘云片膏 端了过来 这玉次果桌 也就是一张席面 十二品 也就是十二盘 有婚有素 有小时有波波 有点心有蜜饯 倒是齐全 司警星早起没吃饭 便匆匆来了这儿 皇上他老人家 真是暖心 他招手 让司警仪 司警衡一同坐下 边吃边看戏 温氏看了眼气的 有些发颤的老太太 冲着司警星摇了摇头 司警星自事了然 便也不再提 让两个孩子入座之事 恰在此时 门房处的小司 匆匆进来通禀道 瑞王到 瑞王妃到 杜太医到 老太太点头 表示知道了 将军府的面子 怕是保不住了 他疲惫的闭眼 孙子接二连三被打 周氏又吐了血 这府上 怎地就没有一天安宁 他看了眼那若无其事 欢快地吃着点心的司警星 心中不由多了几分厌恶 这孙女当真是 将军府的克星 从他回来 惹出了多少是非 前厅距离府门较近 只消片刻 那三人也就到了前厅 只是一进门 便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司警月看着 摊坐在地上的周氏 歪靠在柳妈妈怀里 胸前一片烟红 下巴还挂着一心血水 而他身侧 正是疼得呲牙咧嘴的大哥 那胸前的衣巾上 也是烟红一片 他急不奔去 焦急问道 大哥 母亲 你们这是怎地了 杜太医 劳烦您给我母亲 和我哥哥瞧一瞧 司警号一见自己妹妹来了 那可是正经八百的王妃 他顿时底气足了起来 指着司警星道 就是那个贱人 司警星手里 捏着一块云片膏 放进口中 拍了拍手上的渣渣 迎上那三人的目光 随意的行礼 说了句 见过瑞王殿下 见过大姐姐 杜太医 瑞王 齐南宴点头 面上依旧挂着他那和煦的笑容 这厅堂中方才必是 发生了什么 而这小女子 则是取胜那一方 果然是他齐南宴看中的女子 他也是一大早得了消息 说是九皇叔醒了 父皇一挥手 让张公公来了将军府 如此看来 他昨日视入了九皇叔的眼 一想到这 齐南宴不知为何 心中有嘶嘶怅然 而那杜太医一看到这将军府二小姐 双眼就冒了金光 哪里还顾得上 给那司警号和什么周事 看诊疗伤 他跨步上前 郑重抱拳 虚心求解问道 见过二小姐 老朽听闻 昨日寄人堂发生一件歧视 身可见骨 长达十寸的伤口 用了一种皮肉缝合术 可是二小姐所失 他昨夜听闻此事 便激动万分 按捺不住 这世上竟有如此神迹 终于熬到天色微亮 他便匆匆去了东平街上的寄人堂 却还未开门 他不死心 又问了附近街坊邻居 竟都说 却有此事 他精神振奋 辗转找到了那伤者 陪助驾 亲眼看到了那人小腿上 蜿蜒的缝合献结 而那陪助 竟毫无发热症状 脉相平稳 恢复极好 司警星抬了抬眼 承认道 是 请二小姐出手救治将军 杜太医闻言 躬身抱拳 行礼道 皇上下令 拆他全权负责 司大将军的剑伤 可他只能尽力拖延 控制那伤患腐烂蔓延 并无办法让大将军伤口恢复 身体大好 小女医术浅薄 不敢在杜太医面前造刺 司警星瞥见那瑞王齐南燕 正含笑看着自己 眼中流露出一丝期待与欣赏 我呦 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发唇的眼神 看本姑娘 这都秋天了 她下意识看向司警月 果然 那司警月也正盯着她 眼眸中快速闪过的恨意 却没逃过司警星的眼 求二小姐出手 救治司将军 救救老臣 那杜太医当即跪地 若将军出事 他担责不起啊 周氏这会儿也缓过了神 他抬手将唇角的血迹抹掉 沉着脸看向那司警星 原来 那死丫头一开始就有信心 将那九王治好 却偏装出一副抗拒的举动 等着自己母女 挖坑往里跳 最终陪了夫人又折兵 她长输一口气 好 甚好 既然九王安好 那这场婚事 便还能有变故 她女儿想要的 便是抢 也要抢过来 第55章 辖职大者 为国为民 二妹妹 你有这等本事 为何不早些将父亲救过来 白白让父亲受苦 司警月拿着帕子 沾了沾眼角 柔弱又善良 司警星昨夜就想通了 爱他们谁谁谁 顾及什么面子 都是一群杀人凶手 此时听到司警月这凡人的锅躁声 不耐烦地回击道 大姐姐 您贵人没脑子 莫不是忘了 你那日是如何阻止 我为父亲退烧的 你可真是一条酸菜鱼 又酸又菜又多鱼 快闭上 你那娇弱的嘴 歇话吧 司警月文言一愣 面上的愁容退去 战红了脸 这死丫头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她下不来台 她偷偷往自家王爷那处瞧去 就见她面上含笑 一双眸子 正盯着那司警星的方向看 贱人 她回头看向周氏 就见她微微冲着自己点头 既然九王无事 那这司警星 就可以不用留了 二丫头 你可有把握 老太太听了半天 这才知道 这二丫头的衣术并不粗浅 甚至在杜太医水平之上 司警星面无表情地朝着老太太看去 吐了一个字 无 老太太心中一憋 这丫头静两人说话 总是这般阴阳怪气 能噎死人 她张嘴就要训斥 却见那丫头一摆手 对着那些捧着玉刺之物的小厮说了句 走 随我回岁华院 我看谁敢打扰我 想用皇上赏赐下来的美食 也不等听钟 众人反应 便起身出了前厅 司警星 你站住 司警号抬着手臂 指着司警星离去的背影 咬牙切齿道 你个下贱货 嚣张给谁看呢 还不快滚回来 给父亲母亲瞧便 司警星这时 已经走出厅堂 走在院子中 她脚下勾着一个小石子 裙摆一晃 小石子就像长了眼睛 朝着司警号的方向奔去 随后便听到司警号熬的一声 我的牙 我的牙掉了 母亲 司警星转过身 淡淡地扫过厅中众人 自有一股逼人的压迫感 薄唇微起 道 狗改不了吃屎的玩意儿 再敢乱废 别怪我砸碎 你满口大黄牙 听堂中众人皆愣住 司家人则识去地闭了嘴 老太太和周氏 昨夜是见识过这丫头骂人的本事 这会儿可不敢出头找骂 而杜太医则一头雾水地看向司警星 这小女娃 前几日还不是这般嘟嘟逼人 这将军府 是发生了何事 而三皇子瑞王 其男艳 面上虽还挂着那如沐春风的笑容 眸中却还是有一瞬的疑惑 这小丫头 莫不是 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 换了星子 不过 这星子 倒很是对她胃口 司警星走远了 身后才传来一阵哀嚎哭喊之声 我的 杜太医 你快来看看 流了好多血 她刚回府时 还想给将军府留些面子 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吃闷亏 现在看来 那时候的自己还是太仁慈了 让他们以为自己 还能随意揉捏呢 小姐 燕妃快步跟上自家小姐 满脸担忧 你怕我这样做 他们对我不好 司警星停住脚步 转头看向燕妃 见她不吭声 接着说道 我不这样做 他们就对我好过 说完这句话 司警星再不多解释 抬脚前行 绿竹与清蝉跟上 至于了燕妃棱 在当场 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她这才明白 谁都在努力变强大 只有她还在原地踏步 吃罢早饭 司警星看着垂头不语的燕妃 心中有些无力 她给清蝉递了个眼色 清蝉虽才跟在 司警星身边不足两日 却很是心思灵透 见状便拉着燕妃出了房门 绿竹则还沉浸在早上 自家小姐那一顿暴力输出 小姐你可太厉害了 那大少爷就是欠揍 哼 司警星弯纯笑着 这小丫头倒是个拎得轻的 小丫头说完 也就兴高采烈地 往小库房去整理那些个御赐宝贝 司警星则思索着 司父伤情之事 关于那司父 他是要救的 不然前两天也不会给他退烧 司家舅舅曾在信中说过 抛开个人家事 只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他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他可以想象到 在母亲心中 他的夫君 是何等的光风济月 英姿飒爽 在百姓心中 他们的郑国将军 是何等的壮怀激烈 英勇无畏 可他 抛不开个人家事 他在原主记忆中 一旦想到父亲 就会有一种委屈之情 蔓延心口 若不是父亲不管不问 原主在府上的日子 也不会过得那么艰难 他不幸 若他全心呵护 周氏等人敢如此怠慢于他 让原主在别院凄苦惨死 司警星知道 原主是不甘 他有心结 他只想知道 司府为何如此对他 他要亲口问问他 如若他就是那般冷泻心肠 那就让他活着 看他一手撑起的将军府 是如何的腐败凋落 至于为何今日不答应 他一直秉承一个原则 求人办事 注意态度 司警月 司警号 周氏 老太太 有一个算一个 二姐姐 二姐姐 你在房中吗 门外有孩童的声音传来 清禅打了帘子进来 道 王妃 四小姐和二少爷来了 司警星看着两个孩子进了门来 才惊觉 他总是把司警仪当作孩子 可他自己也只比司警仪大两岁而已 身量也不比司警仪高多少 他正想着 就见司警仪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 面露忧色 道 二姐姐 方才我们与姨娘 将母亲送至梨花院 离去时 横儿说 听到他们提到了你的名字 说话时那模样 甚是吓人 二姐姐 他们不会又要对你做什么吧 司警星听完这话 转头去瞧 站在旁边的司警横 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也写满了担忧 只是脸色有些发白 额间竟冒了一头汗 横儿 你很热吗 还是哪里不舒服 司警星顿觉有些不妙 二姐姐 我有些肚子痛 司警横说着话 就觉有些头晕 司警星见状 心下一惊 一手将司警横扶住 让他坐在了椅子上 司警仪跟在后面 早已下得脸色苍白 只喃喃叫着二姐姐 二姐姐 司警星掐完小男孩的脉搏 又翻看他的眼皮 头都没回得急声问道 横儿方才 可有吃过什么 司警仪捏着两只手 仔细想了一圈 抬头道 早上给祖母请安时 在何韵院吃了两块白果糕 第五十六章 小横横被下毒 司警星文言一愣 怎么会是何韵院 电光火时间 他脑中闪过一个词 借刀杀人 白果糕 顾名思义 里头是加了白果的 也就是银杏果 这银杏果要是同源 有脸肺直喘的功效 可以入药 也可以用入菜 但要讲究一个量子 尤其是孩子 消化到功能比较差 尽量不吃这东西 如今 司警横只是吃了两块 便有了中毒的表现 他让司警一回去喊温室 又叫燕妃去何韵院叫老太太 而清缠则守在门前 没有她的允许 任何人不能进门打扰 司警星蹲在司警横身前 拉起她的手道 横儿 一会儿二姐姐会把你吃进去的食物催吐出来 会有些难受 你忍耐些 司警横点头 道 多谢二姐姐 横儿是男孩子 不怕的 司警星再不多言 从姓林亚绪的一楼药房中 取出鸭舌板 让她张大嘴巴 帮她进行物理催吐 司警横烟部不适 哇的一声 吐到了脚下的弹鱼之中 如此反复几次 司警横只觉头部有些发胀 眼泪鼻涕涌了出来 嗓子也疼痛万分 那种呕吐恶心感 实在太难受了 二姐姐 可以了吗 司警星见她吐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 这才看着司警横的眼睛 认真说道 催吐结束了 还有一步就好了 不过要借助一些秘密工具 一会儿 不管你看到什么 都当做没看见 记住了吗 司警横不知道 二姐姐让她保守什么秘密 却郑重点头 道 何而答应二姐姐 男子汉说话算数 司警星走至床前 洋装寻找东西 实则用意念探入姓林雅絮 将洗味的工具与药液都拿了出来 司警横睁大双眼 任凭二姐姐拿着一根管子 插进她的嘴巴 过程很是痛苦 司警横却很是配合 她看着二姐姐手里的物件 当真是奇怪的工具 她看到二姐姐将一种水物 倒入一个罐子 随后那些水物变进了自己的肚子 似乎是在肚子里转悠一圈 又出了来 如此两次 司警星见那洗出来的液体 基本没有颜色 这才将解毒系住了进去 拔出了胃管 所幸 吃的白果高不多 又发现得及时 门外传来几声吵闹 司警星错了错眉头 我的小孙儿哟 这是咋的了 二妹妹 盒儿病了 你关什么门 杜太医也跟着来了 你快把门打开 让我们瞧瞧盒儿 诸位 我家小姐正在给二少爷看诊 还请诸位稍安勿躁 是清缠的声音 又不是清姐弟 谁知道 你们关上门 在房中做些什么 是司警号的声音 司警星听出来了 司警衡也听出来了 只见他面上一红 抬眼看了看身前忙碌的二姐姐 有些迟疑道 二姐姐 你可以教我功夫吗 司警星将洗胃器械收了 转身瞧着司警号 问道 为何想学功夫 你要学父亲 做大将军吗 不 为了保护 我心里想保护的人 司警衡转头朝向窗外 不假思索地说道 司警星见状 也将眸光转向窗口 弯唇一笑 道 好 过几日你身得好些了 叫上你四姐姐 早上过来 跟我一起锻炼身体 虽然听不懂什么叫锻炼 但司警衡知道 二姐姐这是同意了 他双眼一亮 起身抱拳 恭敬道 多谢二姐姐 司警星瞧着这小男孩 肉包子一般的小脸蛋 太喜人了 有这么个谜底小跟班 似乎也不错 他让司警衡躺到榻上 转头冲着门外喊了句 清缠 守在门外的清缠 这才将门打开 闪在了一旁 老太太在吕妈妈的搀扶下 第一个进了门 周氏 司警月 司警号随后 温氏这个当亲娘的 却只能走在最后才进了房门 房中呕吐的酸臭味道 让众人嫌弃地捂着口鼻 站在了外间 温氏却面露娇色 直奔司警衡而来 伸手摸着她的脸蛋 颤声问道 衡儿 你怎样了 可还有哪里不是 司警衡瞥了眼外间众人 抬手帮温氏是掉面上的泪痕 质地有声地说道 姨娘 儿子方才头晕 心慌 腹痛难忍 出了一身虚汗 还差点晕倒 十二姐姐及时给衡儿做了催吐 又给儿子用了药 这才将儿子救了回来 司警星在司警衡说话时 便开始注意 那外间几人的神色 老太太一脸惊愕 倒是带了几分疼惜 司警月听了前面一句还没反应 听到后半句 竟有一丝遗憾之色 而周氏 胖胖的身子 却微不可见地抖动了一下 司警星看着老太太 一副不明白的神情 索性直接了当摊开了说 祖母 恒儿虽不是我亲弟弟 却很是与我投缘 今日见她被人所害 矛头却直指祖母 老太太一听 顿时怒上心头 呵斥道 你胡说什么 我是她亲祖母 怎会害她 司警星哪里会怕这老太太 拍桌子瞪眼 她冲着外面的烟妃招手 就见她将手中的一盘点心 递到了老太太跟前 那周氏 面色一白 这是 老太太含着一张脸 抬头看向身旁的吕妈妈 吕妈妈看了一眼点心 试探问道 这是早上二少爷 在和医院吃的那盘子点心 司警星夺步走过来 一字一句地说道 没错 恒儿就是吃了这种点心 才中毒的 方才恒儿吐空了整个肚子 才将那些毒素清理出来 祖母 您还说与您没有关系 这 老太太一愣 顿时扭头瞪向周氏 猛地拍了下桌子 好你个周氏 竟如此险恶用心 要谋害我将军府的子嗣 周氏今早刚吐了血 此时也有些虚 被老太太这一拍桌子 静下的扑通 就跪在了地上 她抹了一把眼泪 才委屈巴拉地说道 母亲 您知道的 媳妇最喜欢吃些点心的 早上用过后 觉得今日的白果糕很是好吃 这才差人给母亲院里 也拿了一盘过去 媳妇不知 为何要如此冤枉于我 莫不是横而吃了别的东西 忘了说 清蝉收到自家王妃的眼神 提了那痰鱼过来 放在周氏身侧 因她是跪着的 离得又近 那呕吐物充鼻的刺激味道 差点没把她熏晕 她拱了拱嗓子 差点没忍住 就要吐出来 司警心冷哼一声 朝着外面 后着的杜太一抬了抬下巴 提议道 祖母 若不在意谋害子嗣之事外转 不妨让杜太一来瞧瞧 看看里面除了白果人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是带毒性的 第57章 好一个一时三秒之计 老太太一听 这还了得 当家主母 谋害妾氏子嗣 若将此事传扬出去 日后 将军府还如何在建州立足 还有大孙女司警月 这个堂堂瑞王妃 日后又在建州高门贵妇中 还要不要脸面 她又瞧了眼周氏身后站着的司警号 这事可万不能牵扯到大孙子身上 大孙子日后可是要考取功名的 不能沾染上这摊子污水 老太太正暗自琢磨 就听到一声 真是荒谬 你竟拿着这么一桶污秽之物 还污蔑我母亲 司警星 是谁给你的狗胆 司警星文言都忍不住想笑 这或是一天不打三遍 浑身刺挠吧 大哥 你是又有哪个呀需要吧 妹妹来帮你 绝不推辞 司警号一愣 盲伸手把嘴捂住 她也不知怎么回事 一见到这个二妹妹 就想上去骂上几句 却总是忘了 她在不是之前 那畏畏缩缩 任人拿捏的小东西 她就仿佛 那里换了个人一般 打 打不过 骂 也骂不过 你别得意 司警号后退一步 以止气势的恨恨出声 母亲 媳妇问心无愧 这白果糕绝对无毒 还请母亲给媳妇做主 还媳妇一个公道 周氏抬起头 掷地有声地说道 司警星双臂抱于胸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 还跪在地上的周氏 赞叹道 主母大人说的 可真是情真意浅 可你别忘了 谁脖子上 都有一颗脑瓜子 怎便 你比别人多一个 普通的白果糕 孩子本就不易吃 更黄润是这盘加了料的 她拿起桌上放着的点心 当着周氏的面 捏一捏 闻一闻 把个周氏 吓得脸都白了 自然 大人吃上这么一两块 倒也无碍 所以主母大人 您便很是放心的 将她拿到了祖母的房间 此朝甚妙 简直是万无一失 司警月走到床榻处 装模作样地 伸手摸了摸司警衡的额头 劝解道 二妹妹 恒儿只是年纪小 早起吹了风 才会腹痛 你莫要再次搬弄是非 没得让一家子骨肉 产生嫌隙才是 司警衡虽然年纪小 可心眼多 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咕噜转了两下 开口说道 大姐姐 其实想要证明 我是不是中毒很简单 只需要吃下五块 这白果高便可 二姐姐方才不是说了 若是正常的点心 大人吃五块也无碍 司警月摸着司警衡额头的手 顿了顿 善善笑道 五块点心 那不得撑坏了 你呀 安心躺着歇息吧 她盯着眼前躺在榻上 有些虚弱无力的二弟 心道 可惜了 一旁默默掉眼泪的温室 听着儿子有些嘶哑的嗓音 又想着 那满满一潭鱼的呕吐物 她登时跪向老太太 哭求道 还请老夫人彻查此事 如若不然 妾便一纸诉状 告到金赵福 妾只怕 此次投毒不成 还有下次 这天底下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 你敢 司警号对着温室 冷声喝道 老太太也一同开口 瞪眼怒道 胡闹 温妹妹 你当真是冤枉死我了 我若真存了这心思 就不怕母亲吃掉许多 引发中毒 我堂堂将军府主母 就盼着咱们府上人丁兴旺 热热闹闹 我可是万万不敢有这种害人心思的 周氏无怜抹泪 满是委屈辩解道 温氏性子绵软 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 只一味地抹烂 此时 司警星正坐在清禅搬过来的一张雾凳上 他歪头看着周氏哥哥笑起来 周氏最怕这丫头笑 听着这笑声 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却听到那丫头恶魔般的声音传来 你不敢 你怎会不敢呢 你昨日因着前世与周桂之事 惹恼了祖母 你自是知道她心中有气 不肯吃你拿去的东西 然而 你却又知道 横儿弟弟与四妹妹一向乖巧 每日雷打不动地去问祖母安 祖母又醉事仁慈 少不得把房中的小点心拿给孙儿们吃 你便是看准了这一点 借助祖母之手 除掉府上两个数字女 好一个一时三鸟之计 敢问我的好主母大人 这混账之事 难道不是你做的 周氏文言 浑身一震 想要辩解 却知无者只说了个 我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老太太听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看着周氏那肥瘦如牛的身躯 眼神中充满愤恨 沉声道 周氏 你贪莫斯家钱财 谋害我院中老仆张婆子 这些我都没有追究于你 如今 你是愈发不懂收敛 竟敢毒害斯家子嗣 这是何等歹毒的心思 看来 府上是留你不得了 张婆子死在周氏的梨花院之时 到底在老太太心里留了疤 司警月文言 面色一白 忙走到外间 跪地求情道 祖母 母亲也是无辜 她只是觉得 那糕点好吃 又出于孝心 才拿去了和预院 她要哪里知道 这白果糕 是加了多少白果的 如今恒弟弟也安然无事 还望祖母宽幼一二 司警心不知 从哪摸出来一把瓜子 正吃得津津有味 听得司警月这么说 呸的一声 吐出嘴里的瓜子皮 嘲讽道 大姐姐这话可不对 四妹妹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便没吃 因此逃过这一劫 而侯儿弟弟 却惨遭中毒 也是敢巧了 来我这里玩 即使催吐 并未下了解毒药 这才得以活命 再吃一些 恐怕是大罗神仙也难救 你如今 竟轻飘飘地说了句 恒弟弟也安然无事 唐唐瑞王妃 当真是左脸撕下来 贴在右脸上 一边厚脸皮 一边不要脸啊 倘若 祖母当真吃了几块 恐怕此事已经危在旦夕了吧 站在床榻边 守着司警衡的司警仪 见自家弟弟 此时除了有些虚弱外 没有其他异常 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这会儿听着二姐姐这骂声 莫名想哭 她觉得二姐姐实在太仗义了 心里头暗暗下着决心 日后也要这般护着二姐姐 老太太听到最后 怒气直冲头顶 她就是在想顾及将军府颜面 却也不能被周氏威胁到自己的性命 她猛地一拍桌子 怒声喝道 独妇 你这种独妇 怎配做我将军府的主母 来人 将她绑了 关进柴房 谁都不许探视 待老爷醒了 再做定夺 司警月 司警衡面色一致 父亲这几年 最是听祖母话 那还不是她说什么 便是什么 事情暂定于此 老太太白手准备起身回合孕院 就听门外有小丫头通传道 莫英王驾到 第58章 府上的烧火丫头 房中众人 站着的跪着的 通通脑瓜子嗡的一声 全空白了 谁来了 老太太一时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她扭头看向吕妈妈 是九王殿下 吕妈妈小声提醒着 皇上要赐婚 给咱们小姐的九王 是她 快出去迎一迎 老太太一击灵 就猛地站了起来 腰也不酸了 脚腕也不疼了 还没来得及 被绑到柴房的周氏 已经被司警月司警号 一左一右扶着站了起来 此刻 她却觉得 双腿有些发软 这莫英王好的 是不是也太快了些 不知为何 她隐隐觉得 那莫英王此时来将军府 不像是有好事的 周氏心中暗想着 便不自觉地 偷偷瞥了眼 那旁还端坐的司警星 只见她 唇角微微勾起 眼眸中满是欣喜 果真是不知羞耻的狐媚子 众人不敢耽搁 匆匆出了岁华院 便见管家正拧着一个 气宇喧昂的悬疑男子 拐过了抄手游廊 朝着岁华院而来 老太太赶紧带头跪地行礼 恭敬道 参见王爷 众人跪地 齐莫黎却不理 只盯着司警星看 见她抬头看过来 才招手道 小心 过来 司警星本就很排斥下跪 她欢快地起身 故意绕过周氏 朝着那人而去 齐莫黎一举手 后面自有小丝 搬着一张紫檀条凳过来 齐莫黎带着身侧小丫头一起坐下 这才懒懒开口道 平身 大气不敢出的司家众人 这才站了起来 老夫人被吕妈妈扶着 上前一步 开口道 将军重伤未愈 不能前来迎接殿下 不知王爷此次来将军府 所为何事 齐莫黎冷眼扫过司家众人 却不说话 只拿着一张白绸帕子 有一下没一下地擦拭着 她手中欠宝金饼匕首 周氏站在老太太身后 她看到那匕首顿时一击灵 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听闻这莫英王 有个外号 叫九颜罗 刀下魂 多不胜数 如今 他来司府 怎得还拿着匕首 那匕首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锋利无比 让人胆颤 莫英王来了 总不能让人家在院子门口说话 于是 众人又回到了离得最近的碎华院 齐莫黎已靠在不碾中 随意地环顾了下破败的碎华院 开口问道 这便是我家小星 住的地方 本是慵懒的话语 却透着一种致命的寒意 让周氏与老太太 冒了一头的汗 司锦月硬着头皮 上前一步 笑道 锦月见过九皇叔 之前想得二妹妹换个院子 怎奈他喜敬 这院子虽不华丽 却是府上最为雅致清幽之所在 司锦月花霸 便见那高高在上的九皇叔 只盯着他看 却并不言语 他还在暗暗想着 方才自己并未说错什么话 可他忘了 莫英王是何许人言 他虽只是崇德帝的右弟 与皇位无缘 可他 却是整个皇室 最是不按常理出牌之人 你是何人 齐莫离薄唇亲戚 一脸嫌弃的白手驱赶道 嘴巴这么臭 是得了什么大病 快快离去 别把病气过给本王 司锦心闻言 一个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 他竟不知 这司对旁人 竟这般不给面子 司锦月面上的笑 再也挂不住 面色瞬间变得惨白 九皇叔不认得自己也就罢了 竟说出如此伤人之语 什么嘴巴臭 他每日饭后 都会疏口的好吗 府上众人一阵呆愣 传闻这莫英王任性妄为 今日得见 果真任性 果真妄为 同是皇室中人 司锦月嫁到瑞王府上 也有两年有余了 这莫英王 竟连认都不认的 只是王妃 竟然有口臭 这倒是稀罕事 齐莫离瞪了眼 那若无其事的司锦心 见眉一树 道 这破院子 还清幽 你也太无能了 都被人欺负到这份上 还傻了 司锦心闻言 就伸出手 悄悄捏在了那人的腰肉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训斥自己 他不要面子的吗 司家众人闻言 额头全冒了冷汗 如今府上哪个还敢欺负他 不都是他欺负别人吗 瞧瞧把大少爷揍的 牙还露着疯呢 周氏暗暗瞥了眼 那前头的九王 心道 不是说要断气了 怎么这么快便生龙活虎了 只是如今瞧着 这桀骜不驯的九王 似乎对那死丫头很是不同 但愿自家鱼儿 莫要听到这九颜罗来府的消息 他正这样想着 便听院门口传来一句 鱼儿见过王爷 周氏闭了闭眼 心中暗暗叫苦 也不知鱼儿看到这 康复如初的九颜罗 会如何想 齐莫里浅笑着 将身侧小丫头的手 从腰间拽在手心 才扭头朝那什么云的看去 挑眉道 这又是谁 是你们府上造间的烧火婢女 长得如此黑 司警星抿唇笑着 这次的嘴 也太毒了 不过 他喜欢 那司警云 却似没听到般 呆望着齐莫里 他方才听闻 莫英王来府 便急急跑来碎华院 一进门 他便瞧见那心眸见眉的悬疑男子 他只觉心口扑通扑通 想要跳出来一般 此刻他瞧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男子 正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 耳边早已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此前 他只是在别人口中 听到莫英王的传闻 说他狂妄自大 杀人如麻 性情暴躁 是活生生的九颜罗 今日得见真人 那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一席悬疑 面若观欲 勾唇浅笑 哪里像是战场杀神 分明是铁骨柔情的少年郎 可见 传闻并非全是真的 他眼见着 那莫英王眼眸含笑的 与二姐姐巧声说着什么 那样子 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宠溺 如果 不是母亲与大姐姐的阻拦 此时 站在他身边的女子 便是自己了吧 他不甘心 司警云越看越愤怒 却忽得听到周氏的声音传来 这是我家三小姐 给王爷添乱了 周氏说完话 便扯了扯司警云的衣袖 示意他别乱说话 他深知自己这小女儿任性固执 他认定的是 便九头牛都难以拉回来 可眼下 这九王 似乎很是星月那死丫头 此事 还需从长计议 第59章 周氏欠下的债 司警云压下心中所想 眸光暗了暗 规规矩地行李道 回王爷 臣女是将军府第三小姐 哦 原来是你 男子悠长的话音传来 让司警云压下去的心思 又蠢蠢欲动起来 他是对自己有印象的 是吗 司警云抬起头朝着那人看去 眸中全是期待 却不想 其末里冷哼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道 便是你那姨娘 逼我家小心带你婚配 给我这个将死之人冲喜的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如此蒙蔽皇上 糊弄本王 周氏一听姨娘 顿时身子一抖 十年了 已经有十年 没人这样喊过他 一股强烈的羞辱感 冲上心头 可眼下 却是关蒙蔽皇上之事 他迫不得已猫着肩膀 上前一步 道 王爷 说笑了 臣妇从未曾逼迫过心儿 若王爷不信 臣妇这里 还有一封心儿的手书 言明了 是他自愿接受 皇上定下的婚事 他话说完 就白手让柳妈妈诉回梨花院 将那日思景新写下的手书取来 其末李文言 看了一眼身侧的小女子 见他面不改色 老神在在地卷着发丝 绕在手指上玩 他心下了然 便闭目仰神起来 只用手指一下一下 敲打着条凳的扶手 思景云退到周氏身后 目光却痴痴地 盯着那俊朗又冷漠的男子 如此近在咫尺 又那样远在天涯 他好恨 恨母亲的盲目阻拦 恨大姐姐的怂恿助力 也恨他自己的轻易放弃 他目光微动 朝着不碾边上的思景新看去 若他婚前失真 若他死于非命 不多时 柳妈妈一路急走而归 手中捧着一个雕花子弹木匣子 周氏就着柳妈妈的手 将木匣打开 取出里面放着的一张纸 捧在手中 道 这便是心儿手写的文书 请王爷查看 墨云接了过去 在其茉莉面前展开 只见那闭目养神的九颜罗 终于睁开了双眼 只是 他看了一眼那文书 又看了一眼周氏 再看一眼文书 再看一眼周氏 随即便眉头紧皱起来 将那纸张随手一扬 冷声喝道 你莫不是以为自己胖 胆子也肥 便以为能扛得过本王的鞭子 竟胆敢拿着白纸 糊弄于本王 什么白纸 周氏一时愣住 呆呆望向飘落在地上的纸张 柳妈妈俯身上前 将那文书捡了回来 低头一扫 顿时脸色惨白 夫人 他颤着手 将那文书递给周氏 垂头哆哆嗦嗦地 跪在地上 周氏冷冷地接过那纸 却见那本该是 写了自愿文书的纸 此刻却空无一字 他只觉头脑一阵晕血 圆滚滚的身子 顷刻匍匐跪地 颤着声说道 臣妇不知为何 二小姐明明是写了字的 一定是拿错了 请王爷再容我去翻找一遍 司警星用意念 瞥了一眼杏林雅徐空间里 静静躺在一楼玻璃柜里的那纸张 闽唇一笑 莫云不知从哪掏出来一根长鞭 捧着递给齐莫黎 齐莫黎却是不接 拉过司警星的小手 柔柔捏捏 头都没抬地随口说着 趴脏 你来 莫云嘴角一抽 自家王爷往日最喜拿鞭子抽人了 如今有了媳妇 兴趣爱好都变了 他上前两步 拿着那鞭子 随意一甩 那鞭子便犹如一条灵蛇一般 朝着周氏直辈去 嗷一声 周氏凄厉的惨叫声 在整个将军府上空久久盘旋 司警月跪在地上 欲要求情 却被那鞭子抽起来的沙力 扬了一脸 老太太则面如死灰般闭上了眼 任凭周氏如何喊叫 司警号 哪里见过九炎罗的暴力之气 此刻早已下滩在地上 止不住地颤抖 怎么还顾得上自家母亲的哀求哭喊 司警云阴沉着一张脸 脑中却想着 若我为九王妃 母亲又岂会有今日劫难 温氏则时不时地回头望向房门 他生怕周氏这惨叫声 惊吓到睡在房中的司警衡 可他却不知 此时的司警衡早已睡醒 正把胖嘟嘟的小肉脸贴在窗户上 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正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不脸中的男子 唯有这样的大哥哥 才能护住二姐姐吧 墨云抽了二十一鞭子 才见齐茉黎微抬了抬手 他这才受了气势 扯回了鞭子 后面的侍从 则将鞭子接了过去 拿着润湿的布巾 一点一点擦拭那鞭子上的鲜血 司家众人忍不住一阵战力 这便是九颜罗 众人悄悄往周氏看去 却都倒抽了一口气 只见他全身布满了一道道血痕 后背四肢血肉翻飞 衣衫被抽碎 层层爆开 发丝凌乱不堪 满脸血污与泥土 就连街边乞丐都不如 司警月司警云 双双跪地朝着周氏挪了过去 司警月伸出抖动的手 将周氏凌乱不堪的发丝撩开 顿时哭出了声 他何曾见过这样的母亲 只见他 湿了血色的脸上 双眸一动不动 干裂的唇上浸染了鲜血 无疑不在 透着一股子死气 司警云虽既恨母亲阻拦婚事 却不忍他被打成这样 他唇脚抖动 猛地抬头望向不撵中的司警星 狠声道 是你 一定是你在文书上做了手脚 司警星居高临下地 瞧着满目心红的司警云 张了张嘴 没说话 可司警云却看懂了 他说的是 就是我 王爷 他根本就是个阴险狡诈的灾心 宁可万万莫要 被他蒙蔽了双眼 司警云怒气上头 朝着齐莫黎的方向挪了一步 他见齐莫黎正盯着自己 似乎是听进了耳中 便心一横 大声说道 那轻视 我也是愿意的 我 可是这次 他心心念念的莫英王 却没听他说完话 只听嗖的一声 一把犯着寒光的匕首 直直地朝他飞来 他惊叫后退 却还是没能避开 那匕首擦着他的小腿而过 留下了极细小的割痕 随后又将他的裙摆 死死地定在了地上 他看着那染红的裤腿 茫然抬头 他 怎么能拿匕首刺他 第六十章 给王爷安排一顿小烧烤 司警云咬着下嘴唇 不甘地瞪向司警星 定是二姐姐在他耳边 说过自己的坏话 定是他还不曾了解自己 司其二人在阴凉下有说有笑 那边跪在烈日下的司家众人 却有些体力不支 周氏早已昏死过去 他身侧的司警月 再也没了高门贵妇的端庄 跪在地上摇摇欲坠 老太太僵硬着腰板 歪歪地倚靠在吕妈妈身上 两眼直发黑 其末里扫过司家众人 扭头冲着自家媳妇问道 多这个时辰了 王妃这院子 怎得还不开火造饭 她可是听白熙说过 她这位王妃 可是从不亏戴嘴 她这样想着 又一脸嫌弃地说道 吃那么多好吃的 还是这么瘦 小没良心的 司警星下意识往院中 某个角落瞥了一眼 就知道 纳斯会打小报告 走吧 咱们今日吃烧烤 司警星伸了身懒腰 站起身来 笑盈盈地说道 感情一直赖着不走 是想坑她一顿饭呢 于是 最华院的树荫下 传来滋滋冒油的烤肉声 还有阵阵前所未有的肉香 司警星很是满意 她的三楼 从昨晚就能打开了 或许是因为 昨天救治了一个伤者 这才触发了三楼的通道 总而言之 她三楼的东西都能用了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她将厨房中的烧烤料拿出来 那口感 那香味 自是让齐茉莉连连称赞 司警星看了眼冰箱中的啤酒 又默默地关上了 不宜暴露太多 司警仪 司警恒 都被司警星叫了过去一起吃 而温氏怕给司警星惹事 便依旧跪在地上 司警号却硬着脖子 扯了锯 凭什么只让他们两个过去 祖母还在这跪着 你们竟吃得下去饭 司警星 你竟如此不将祖母放进眼里 司警星翻动着架子上的鸡翅 撒了一层辣椒粉 他喜欢吃辣的 听着司警号的话 头都没抬 老 你的嘴那么臭 别熏到我们的烤肉串 怎么 你想来吃啊 只怕王爷看着你 就吃不下饭 饿着肚子进宫去了哟 到时候 皇上问起来 大哥哥你就出名了 司警号文言 便决一道寒光照到了自己的面上 是那把刺伤了司警云的金饼匕首 他心中聚骸 立刻灰溜溜地埋下了头 不敢再言语 老太太终于坚持不住 也晕死了过去 齐莫黎吃下一串羊肉串 又将一串递到司警星嘴边 随口说了句 消气了吗 司警星文言 手中的动作一顿 眼圈没来由的 有些发酸 他出道将军府时 便想着 不跟司家人硬碰硬 而是设计从中分裂 甚至委屈自己做小伏地 却不想 这些人 还是会蹬笛子上脸 直到昨夜出了前世之事 他才醒悟 跟着家子人渣 讲什么战略 他从昨夜到今日早上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心里的气早就顺了 可如今被人护着给他出气 还是让他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将眼眶中的诗意 声声憋回眼中 咧嘴笑道 齐莫黎 谢谢你 司警横一张小脸 吃得鼓鼓囊囊 他抬起一双精亮的大眼睛 偷偷看了看 那看上去很厉害的大哥哥 又转头 看了眼自家二姐姐 小嘴巴唧巴唧吃得更欢快了 司警一大一点 他现在可没了方才在人群中 偷看九王的胆子 他离桌子远远的 看都不敢抬头 看清茉莉一眼 小口小口的 吃着二姐姐递过来的羊肉串 这滋滋冒油的肉串 实在太香 他学着二姐姐的样子 沾上一点调料 再配上一根小葱 裹在薄薄的小冰里 满口一香 他吃着吃着 就开始不自觉地 把小板蹬往桌机旁挪动 吃得很是欢快 早已忘了 对面所作是何人 今夕是何年 这边吃得香 那边的人都晒得天昏地暗 没有清醒的人了 齐莫黎冲着莫云抬抬手 莫云便走至私家人面前 朗声道 王爷说了 今日便暂且宽恕你们 王爷此时正用着午膳 你们就不用过去谢恩了 再次叩头便是 私家人垂着头嘴角一抽 俯首谢恩 才在下人的搀扶下 枝鸦乱叫着起了身 这跪地这么长时间 突然站起来 不疼才怪 司警星收回目光 继续专心做着专职烧烤师 司警横盯着二姐姐手里的串子 眼珠子都快钻进肉里了 司警星拍了拍她的小脑门 笑道 让你吃一串 已经是极限了 把碗里的双米粥喝完 刚做完喜味 可是万万不敢让她吃太多 难消化的食物 一顿烧烤 大家吃得开心 司警星心里也舒坦了许多 送走了齐莫黎 她便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准备将寄人堂的规划整理一下 只是还未等她做完 门外的绿烛 就敲门进了来 通禀道 小姐 横王妃下了帖子 邀您去横王府去一趟 司警星接过那烫金帖子 扫了一眼 横王 横王便是当今二皇子 他为人本分 横王妃也并不多事 想来只是想与王妃认识一下 清禅见司警星有些发愣 便开口解释道 那便等我换套衣裳 去一趟吧 司警星抬起衣袖 羊肉串的味道 扑别来 府门外早已有车夫 将今早皇上遇刺的 五彩马车赶了出来 司警星今早 都没看到这马车 这会儿坐进了马车 才发觉这马车 简直太奢侈了 车厢内高阔宽敞 坐五六个人绰绰有余 座位上铺了厚厚的垫子 车厢中间摆了一张 檀香木桌案 上头摆着一个琉璃八宝香炉 桌案下面四周各两个抽屉 可以放置很多女儿家 爱吃的小点心 或是爱看的花本子 司警星没见过市面的 各处打量 对这架马车很是喜欢 不多时 马车也就到了横王府门外 门外吼着一位端庄老嬷嬷 见司警星下了马车 便躬身行礼 恭敬道 见过九王妃 司警星嘴角一抽 皇家人对王妃的这个称呼 似乎很是执着 一行人绕过诸多亭台楼阁 跨进了一道垂珠门 正走在一道油廊上 便听到一声急促的婴儿 啼哭声传来 第六十一章 死病不及 司警星听着这哭声 应是新出生的小婴儿 他扭头看向身旁 跟着的引路嬷嬷 见他神色变得有些慌乱 便也没张嘴问 这时代的高门大院里 谁家还没个 不能与外人说的密室呢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们正是寻着那哭声而去 终于 司警星被引入一个 名叫芙蓉院的青雅院子 一踏进院门 婴儿的啼哭声 渐渐小了些 许是哭泪了 司警星隐约猜到 那横王妃邀她前来的目的了 门口的大丫头 司警星抬脚进门 就见一个仪态优雅的年轻女子 正站在堂中等着 这阴灯便是那横王妃了 只见她体态略有些风盈 浑身散发着出为人母的光辉 她头上带了个银丝钩边上 欠冬珠的丁香色抹额 映得她肤色极白嫩 配上那绝美的五官 倒真真是个俏丽佳人 只是她那双灵动有神的眸中 此时却带着浓浓的担忧 还未等司警星行礼 那美妇人 却先一步屈膝行礼道 见过九皇审 貌昧将您请来 实说 司警星自动忽略那身皇审 见那美妇人面带难言之隐 便直言问道 可是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九王妃 我们王妃是想让您帮忙 看看我家小柿子 美妇人身侧的摸摸 屈膝行礼 说道 美妇人嘴角微抖 似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 今日得知皇审医术了得 迫不得已便去讨扰了皇审 还请皇审莫怪 美妇人名 陈洛初 乃陈国公家的嫡长女 嫁当今二皇子横王 为正妃 三日前刚生产完小柿子 还未来得及高兴 却在昨日便发现 小柿子身染怪病 也找了相熟的太医 却被告知 此病无药可医 可有找其他医者看过 司警星随着陈洛初 往里肩走去 只找了宫中一位信得过的太医瞧过 旁人便没了 对外都不敢宣布 小柿子出生的消息 因为 此病不急 陈洛初说完最后几个字 双眸中历时勤满了泪珠 司警星微微一顿 便走到了那怀抱小柿子的奶娘身旁 只见奶娘怀中的小娃 全身暗黄 身形瘦弱 正扯开嗓子嗷嗷啼哭 只是那哭声越来越无力 却不肯吃一口奶 小柿子除了皮肤发黄 尿液可有发黄 司警星一边说着 一边轻轻提起小婴儿的眼皮 果见红膜也出现了黄染 哟 小柿子用过的尿片 都是黄色的 这个病胎医怎么说 为何不急 司警星看着哭泪了 昏昏欲睡的小婴儿 纳闷问道 说是浑身泛黄的金娃 无药食可依 若家中生了这样的孩子 那便是对家族的诅咒 必须要将她投入盒中淹死 才可破除诅咒 沉落出眼中的泪珠 扑素素地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我怀胎十月 才生下了她 她只有那么那么小 她还未曾喊过我一声母亲 她还未对我笑一次 她还未曾尝过这世间酸甜 我也未曾教她蹒跚走路 还未带她看过这龙鹰山串 我怎能忍心将她丢弃 她再也绷不住 一手捏着帕子 捂住脸痛哭出声 司警星听着沉落出的声声气血 感慨万分 每一个孩子都是母亲最舍不得的牵挂 她赶忙轻声劝慰道 狠王妃 你先别哭 这病 我兴许能治 恰逢这时 门外传来一道嘹亮的男生 又是哪个不长眼的 惹恼了王妃 旋即 一个带着疯的男子便大步走了进来 陈落出听到司警星说能治的时候 便听了哭声 此时见自家王爷冲进门那怒气冲冲的样子 顿觉又委屈又幸福 横王 齐男爷大步冲进门一看 房中竟有一年轻女子 忙不迭地转头就要走 司警星一时愣住 就听身侧的陈落出开口说道 王爷 且慢 这是九黄神 黄神 跟着齐莫离 这杯份蹭就上去了 那齐男爷一听 果然转过了身 盯着司警星双眼冒心形 旋即便抱拳作医 诚恳道 欠过黄神 侄儿听闻太子说 您医术了得 不知小儿这病 太子 那人怎会知晓 自己会医 莫不是听齐莫离娜霍说的 方才我已经看过小狮子的病症 此病并非不及之兆 也并非无药可医 齐男爷听了这话 大喜过望 又看了一眼自家王妃 顿时两眼一瞪 训斥道 你怎么还在地上站着 你还在坐月子 懂不懂 快去床上躺着 大臣落出顿时羞红了脸 垂下头冲着司警星形了礼 便转身上了床榻 可 虽然此话不当此时讲 但还是想说 人家两口子这感情 真好啊 此病名为黄胆 一发于新生幼儿 属于一种血液病 小婴儿不仅皮肤变黄 眼睛红膜也变黄 尿液 分别颜色都会有异常 这主要是血液中的胆红素 司警星间的二人 眉头越皱越紧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说的这些 他们是听不懂的 若治此病 唯有一个条件 不知二位可愿意 司警星看了两人一眼 问道 只要我们夫妻二人能做到 黄沈随便提条件 齐南叶一拍胸脯 满口答应 他以为司警星是要诊疗费 想来自家小柿子 这病如此怪异 定是需要不少好药 多贵都值得 他无心黄泉 却独爱财 这些年 他一直致力于经商 财富自是赚了不少 孩子 我要报回将军府诊治 方便我一日十二个时辰 随时观测 司警星可不敢在陌生的横王府 拿出那些个奇奇怪怪的医疗器械 更何况 这小玩儿情况还比较特殊 需要实时监控内脏数据 文婷此言 那夫妻二人均事一愣 这便是这黄沈提出的条件 只是 陈洛出看了一眼 已经熟睡的小柿子 心下不忍 泪光又迎了面 齐南叶倒是拍了拍 自家王妃的肩膀 冲着司警星点头道 需要几日呢 那奶娘陪着去 小柿子总是啼哭 会不会叨扰到黄沈 无碍 三五日便可 奶娘不需去 只每日将奶挤出来 送过去便可 司警星摆摆手 说道 简单收拾一下 司警星便带着横王府 新出生不久的小柿子 上了他的五彩马车 第六十二章 野男人上门 绿竹望着墙堡中熟睡的小柿子 兴高采烈地说 这小小的人儿 长大了就是一个 威风凛凛的柿子爷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咱们小姐也有这么个小玩儿拿来玩 清缠闻言 敏唇笑着 这事儿 要去九华亭跟主子提一提 燕妃则偷眼瞧了下自家小姐 张了张嘴 没敢吭声 心中却隐隐有些担忧 自家小姐还未出阁 却抱了个小玩儿回府 这要是传出去 马车行尽了两盏茶的功夫 也就到了将军府 那小玩儿似是感觉到了陌生的环境 小嘴一张 嗷嗷的 听上去就如同小猫一般的哭声 很是孱弱 绿竹抱着她 一路挤走 没一会儿便到了碎华院 可 二小姐从外面抱回来一个强宝婴儿之事 还是很快传遍了整个将军府 梨花院 周氏被边抽二十一下 背部伤势最重 此时她正一动不动地趴在床榻上 疼得直哼哼 司警月就守在床边 脸上早没了在外人面前的端庄优雅 她倒是防备心欲发强了 连车夫都不用扶上的 司警云则坐在一旁的雾凳上 不近也不远 她阴沉着一张脸 接话道 哼 这出府一趟 怕就是去接那小玩的吧 司警月一听 眸光一闪 与司警云四目相对 皆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光亮 这事儿 可不正是二根帮子敲两下 正是时候吗 你们听说了吗 绿竹去街上买完针线回来 刚跨进二进门 便听见几个洒扫丫头 聚在一处议论 她平素不喜欢掺和这些 可今日她也不知怎的 就想去听一听 谁知这才一靠近 听了一句就气不打一处来 咱们那二小姐啊 今日把她在别院生的孩子 都接回来了 绿竹心中怒气瞬间翻腾起来 她搂起袖子 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那说话的小丫头 大喝道 你再说一遍 你有种再说一遍 是谁给你的胆子 竟在背后望一主子 是不想在这府上做活计了 那几个小丫头 见是二小姐身边的大丫头 自知是惹不起的 忙各自散开 绿竹一时也不知道追哪个 只得气冲冲地往回走 谁料 一路上遇到的丫头婆子 都神色异样地盯着自己 她心下亥然 忙跑回了岁华院 小姐 司警星终于将寄人堂的计划表整理好 就听到了绿竹的敲门声 她此时所在的房间 是专门腾出来 给小柿子治病用的 自然 这只是给外人看的 司警星打开门 走了出去 又随手降门关闭 上了锁 任何人 不经她同意 都不能进这扇门 毕竟小柿子 已经被她挪到了 杏林雅絮的空间里 这是发生了何事 司警星转头看向绿竹 见她额头冒了一层汗 小脸上满是焦急 忙问道 小姐 府上人都在传 绿竹咬了咬下唇 还是忍着将那些留言说了出来 他们说 这小柿子 是小姐你在别院上的孩子 清蝉一直就守在门外 听了这话 脸色一沉 道 此事定是有人刻意为之 不然 不会口径如此一致 燕飞站在廊下 见绿竹与清蝉 守在小姐身旁 默默转身去了灶间 走了两步 又回头 朝着那三人所在瞧了一眼 如今的小姐 竟与以前的小姐 没有一丝相似之处了 一个人的变化 当真如此之大吗 司警星听着两个丫头的分析 她自然也想到了一个人 这世上的人 总是千人千面孔 这么些人中 也总会有为了自己利益 不择手段去伤害别人的人 就比如 那散播谣言之人 嘴巴一张一臂 便是另一个故事 果不其然 没多时 和育院的林妈妈 便来了岁华院 司警星瞧着林妈妈那高昂起的头 就像一只斗圣的公鸡 不禁勾唇笑了起来 她这一笑 却将个林妈妈气得半死 她永远忘不了 在京郊别院 受的那两巴掌 实在是耻辱 今日嘛 她瞥了一眼司警星的碎华院 阴阳怪气地说道 二小姐 老太太请您到和育院去一趟 记得带上您那眼 您那孩子 唉 想不到二小姐真是个命苦的人 才回来将军府几日 就出了这等丢尽颜面之事 恐怕 这次被赶出将军府 便有去无回了吧 司警星眼神微动 捏着帕子捂着口鼻 一脸嫌弃道 难怪说话这么臭 原来是有口臭 快离本小姐远点 林妈妈闻言 老脸一愣 这才知道自己是被人给骂了 院中某个角落隐藏起来的白皙 扑斥笑了出来 这二小姐 真是越来越像她家主子了 司警星耳利好 朝着那方向瞪了一眼 才抬脚往外走去 嘴里说着 孩子还小 不便抱过去 将她看护好 前面一句话说给林妈妈听 后面一句话 自然有人听 和于院中 晌午被晒晕的老太太 歇歇了半日 终于是缓过来了 只是这才刚缓过来 便听到了府中那样的传言 气得她 差点没再次晕死过去 她瞪着眼前的司警星 恨恨出声 你还有没有礼仪廉耻 竟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如今是觉得自己 在府上站稳了脚跟 便将那野种接了回来 你自己不要颜面 将军府还要呢 我思家怎会养出你这种下贱货色 司警星挺着腰板 站在厅堂正中 冷眼扫过老太太 及她身旁端坐的司警月 司警云两姐妹 道 若你们叫我来 就是说这些歌我不爱听的话 那我便不奉陪了 老太太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捂着心口 说不出话 司警号见状 歪着脖子 撇着嘴骂道 你个混账东西 怎么跟祖母说话呢 你说 你到底是与哪个野男人 私生了那野种 你说谁是野种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道粗野豪放的男声 司警云猛抬起头 双眸中顿时染上了亮光 二姐姐的野男人 上门了 第六十三章 辱骂皇室之罪 房中众人闻得此言 纷纷朝房门处望去 司警号却还不忘嘲讽了一句 哟 二妹 你那五眉苟合的野男人 是来接你和那野种回家的吧 随即 朱连一响 就见一脚灯黑靴 身着华服的男子 踏门而入 男子俊朗的面上 此时却笼罩着颇天的怒意 让人看上眼 便遍体声寒 房中几人皆是一愣 唯独那司警月 忙不迭地起身 惊叫出声 二皇兄 您怎么来了 众人这才知道 这怒气冲冲而来的 乃是当今二皇子 恒王殿下 老太太忍着腰痛 战战兢兢地带着房中几人跪地 道 恭迎恒王殿下 不知恒王驾到所为何事 司警星则转身冲着 拉恒王点了的头 道 你来的正是时候 恒王眉头一立 扫过跪地的几人 冷喝一声 道 我竟不知 我堂堂恒王府的小柿子 竟成了你们口中的野种 此言一出 司家人接冒了满头大汗 怎么会是恒王家的小柿子 当今皇上有七个儿子 可孙子辈的孩子 却很是犀灵 如今也只有太子府上 有一位小皇孙 这恒王家的小柿子 便是皇上的第二个小皇孙 那定是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而今 老太太脸色煞白地告罪道 还请恒王殿下恕罪 此事实属误会 那恒王在经商方面 很是冷静果敢 可一遇到妻儿之事 便是点火救着的脾气 他抬手指着色色发抖的司警号 道 方才便是你口口声声 辱骂本王的儿子 来人 将他绑了 送到经兆府 拜到明日 本王便请奏父皇 致你个辱骂皇室之罪 司警星无视老太太 递过来的求情眼神 面无表情地说道 恒王殿下是信得过我的医术 便云我将小柿子 抱来府上诊治 不曾想 竟被你们如此怠慢 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却被自己的嫡亲祖母 兄长姐妹污蔑 说我与人无眉苟合 真真是极好的一家人 他说完话 便看也不看那几人 转身出了房门 恒王其南夜紧随其后 走在司警星身侧 见他面色很是不好 又想到 他方才说的话 行道 司大将军府内宅 竟也是一窝勾心斗角的豺狼虎豹 他瞥了眼身后那 豪哭求饶的司警号 道 皇审 这玩意儿 可当真没有司大将军 一分一毫的风范 司警星也回头瞧去 两个侍卫正压着司警号 往府外走去 老太太被司警月 司警云两姐妹搀扶着 在后面伸着手的锥 好一副祖孙情深 园主呢 他可受到过将军府 一点点关怀 如今 周氏被打得下不了床 司警号也被抓进大牢 这还远远不够 司警月 司警云 甚至老太太 走着瞧 至于那司府 对他这个嫡亲女儿 不管不顾 最好他能给出个完美的解释 他冷冷收回目光 带着恒王 朝着碎华院而去 恒王见过了熟睡的小柿子 又听司警星讲解 如何诊治的过程 虽说那些话 他不是很懂 但他看得出 在他这位皇神口中 这怪病 并不难治 也就放心地离了将军府 而司警星 却收到了 其末里写的一封信 大意是 他去了西郊大营 这几日不便来找他 若有事情难办 可去太子府 又叮嘱他万事 不要委屈自己 聊聊几行 司警星看了好几遍 才叠起来收好 事业 锐王府 翠景哥 司警月站于廊下 看了一会儿 稀稀利利的细语 就欲转身回房 却听到一阵脚步声 从院外传来 那脚步声坚定而有力 是他来了 司警月欣喜回头 便见那人正大步朝他而来 王爷怎爹 也不知 让小司打上雨伞 司警月手持雨伞 急急朝着齐南宴走去 嘴里念叨着 满是情深与担忧 却不想 人还未到那人跟前 却被他抬起来的腿 猛地踹翻在地 他手中的那油纸伞 滚落在他身侧 又被秋风刮着 跑了好远 那伞面上 晦着的朵朵桃花 在雨滴下 显得愈发娇美炫目 司警月趴在 被雨滴打湿的石板地上 难以置信地 扭头朝着齐南宴望去 只见他覆手而立 面上再无凭素 那温柔的笑意 双眸中更是蕴满了冰寒 幽暗且深邃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王爷 不笑的他 谋害王府子嗣 王妃 好本事 齐南宴瞧着淋在雨中 倒在地上的司警月 眸中闪过一丝杀意 司警月闻言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指尖一抖 忙解释道 王爷 您不是已经查明了吗 我当时并未去过那凉亭之中 堂堂王妃 这点子小事 又何须你亲自动手 齐南宴长身而立 居高临下的冷声道 皇家的子嗣 本就不亦存活长大 本王也并不在乎 损失几个孩子 但 这并不代表 你 司警月可以在我眼皮子底下 为所欲为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亦或者 王妃是有什么助力 雨似乎吓得有些大了 司警月只觉眼睛 被雨淋的都要睁不开了 他浮在冰凉潮湿的雨水中 道 若父亲康复 我定力劝父亲 为王爷所用 是了 司警月嫁到王府两年多 司大将军却依旧保持中立 这让齐南宴很是不满 得了司警月此话 齐南宴抬脚就走 只是却在院门处 顿住了脚步 头都没回地说了句 本王劝你一句 你那二妹妹 不是你该惹的人 以后对她恭敬些 正被丫头 扶着站起身的司警月文言 脸色阴沉下来 她眼睛瞪大 似是要喷出火来 又是司警星 她双拳紧握 浑身颤抖地 看着那人走出院门 才不发一言地 转身回了房间 而齐南宴 则去了正侧妃的玲珑院 刚试了孩儿的正侧妃 瞧见进门来的齐南宴 苍白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道 王爷 您怎么全身都湿了 齐南宴将外边 淋湿的衣袍解开脱掉 只留了中医 这才坐在床榻上 她握住正侧妃冰凉的手 语气中带了几分疼爱地说道 然然 本王已经查明 王妃并未去过那凉亭 我们很快就会有下一个孩子的 听得此言 郑然然面色一致 她缓缓将手 从齐南宴手中抽了出来 第六十四章 废处周氏 主母之位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这还是那个跟她说 曲思锦月本非她愿 日后定给她郑然然独一无二的宠爱 信她 护她 可如今 她都已经将王妃在凉亭撒花油的证据给她了 她竟说出这等虚言假话 王爷 夜深了 妾身身体不适 不便侍奉 还请王爷自便 齐南宴点头 在郑然然光洁的额头留下一吻 嘱咐了句 好声歇息 便拿起那潮湿的外袍 大步离去 一月一早 雨过天晴 思锦星的岁华院 不像其他的院落那般精致 许事种的树多 便多了许多的虫鸣鸟叫 吃罢早饭 思锦星便去了专为小柿子诊病的房间 进门后便降门繁锁 直接进了姓林雅絮的二楼 那小家伙睡醒了 正嗷嗷哭 思锦星帮她换了止尿裤 对 就是止尿裤 也亏了后世的那些个药房 基本都不只是卖药 还有保健品 以及周边产品 其中就包括奶粉 止尿裤 卫生巾等等 思锦星还见过同行的药店里 还卖洗脸精 湿脂精 思锦星给她换好止尿裤 为了奶粉 小家伙手舞足蹈地玩了一会儿 因为需要照蓝光 小家伙面上遮了黑布 更易产生困意 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思锦星查看了下最新检测数据 小家伙的胆红素质 已经从21降到了15 想来再过两日 便可将她送回横王府了 她出了二楼 来到三楼 久别的家 还是她离开家时的样子 冰箱里放满了新鲜的食材 饮料 酒水 和冰冻的肉类 餐边柜的抽屉里 也塞满了各种追剧小零食 梳妆柜里放着她囤回家的护肤品 有很多全新未开封的 首饰箱里 摆着从来没带过的首饰 她很喜欢这些东西 但她的工作不允许 她又将棋茉梨送给她的金枝玉叶 也放在了首饰箱中 司警星轻轻抚过这些后世的物品 最后站在穿衣镜前 看着镜子中 穿着一袭水绿色软烟罗裙子的自己 当真是有一种 时空错乱的感觉 小姐 出事了 司警星刚走至一楼 便听到了绿烛焦急的呼唤声 她一闪身出了姓林雅絮 现身在小世子的诊室 出了房门 问道 怎么 出了何事 她说着话 就随手将那诊室门关闭 落了锁 将军快不行了 老夫人派了吕妈妈来告知小姐一声 求您务必过去一趟 律主有些着急 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司警星点头 自昨日见过横王夫妇 被小世子的全权爱意 她更不幸 司父会无缘无故地忽视园主到如此地步 她必须帮园主解开此心结 主仆几人脚步匆匆 朝着司父所在的松原而去 一进院门 便见司警月站在廊下 正面容憔悴地望着某个角落发呆 听到动静见识她 双眸中顿时浮起一层恨意 莫名其妙 司警星没理会她 抬脚进了门 床塌边的杜太医 第一个发现司警星 她忙起身抱拳 道 司大将军情况不妙 还请二小姐出手相救 她不知道司家出了何事 以至于这二小姐 竟连亲生父亲都不愿意相救 老太太一听 忙转过身来 对着司警星哀求道 乖孙女 杜太医说 唯有你能救你父亲 你快救救她吧 司警星不理她二人 静止走到司府她前 那创伤口化浓腐烂的面积又大了些 想来是杜太医的要没起作用 她扫过一旁站着的司警云 与门外的司警月 道 就父亲也可以 还请祖母先将周氏的祖母为分将了 我便出手 这 此事还需要回横州老家 请组长出面办理此事 老太太拿着帕子擦着脸上的眼泪 说着话 司警星一挥手 毫不在意地扬声道 那么便请祖母 现在就书信一封 送往横州吧 府上先按规矩办 日后将军府再无周夫人 而是周姨娘 司警云再听不下去 怒声喝道 司警星 你敢 而门外的司警月却身子一颤 若她周氏降为妾氏 那她日后在瑞王府该如何立足 老太太本想搪塞过去 却被逼着 指得吩咐吕妈妈去拿了笔墨纸验 按着司警星的要求 写下了一封信 司警云立刻就要去抢 却还是被司警星身旁的青蝉抢了先 司警星拿在手里 检查了一遍 将信折好 递给清蝉 道 你亲自去送 清蝉接过信 犹豫道 王妃 我若离开 你 司警星摆摆手 说道 我不出京 不会有事 再说 还有白膝在 你放心吧 快去快回 清蝉再不啰嗦 转身出了房门 绿竹则被司警星派回院子 取她提前整理出来的医药箱 我救人 不喜人为官 还请闲杂人等出了门外 耐心等候 司警星走至踏前 看着司俊山背后的伤口 头都不回地沉声吩咐道 司警云攥紧拳头 愤恨出声道 你别得意 待父亲醒了 看他能饶了 你这个不遵祖母的卑贱货色 老太太闻听此言 脸色顿时一白 生怕刚哄好的司警星听了这话 会赌气说 那便不治了 他抬起胳膊 就朝着司警云脸上甩了去 你快给我住嘴吧 你父亲都成这样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闹气 都随我去院中候着 司警云捂着被打的脸 扭头瞪了司警星一眼 大步跑去了周氏的梨花院 司警星见司俊山 此时已经出现了心衰 便即刻给他打了一针强心症 背部的伤口已经出现严重腐烂 司警星只得将伤口腐肉清理干净 他又将那伤口进行了青窗 清理出坏死组织 最后又将伤口缝合好 并给司俊山打了一针破伤风 因为窗口面很大 这场手术足足进行了一个时辰 司警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打开了房门 杜太医看着司大将军背后蜿蜒的一条缝合线疤 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老太太则看着那缝起来的疤 和清理道碟子中那一团腐肉 没来由的心头一颤 司警星正叮嘱杜太医 如何照料术后病患 就听到院门外传来一道低沉有力的男生 老太太 听说您府上要将我妹妹的主母之位 废除掉 第65章 今晚有活干 松原众人听的这一声喊 君是一愣 门外站着的司警月第一个看清来人 面上带着惊喜 换道 大舅舅 老太太心下 不免有些发慌 这是周家来兴事问罪了 他看了一眼若无其事的司警星 转身抬脚走出房门 而司警星则不理 又从药箱中拿了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溶液 给司俊山做点滴 那杜太医现在是哪里都不肯去 眼巴巴地看着那水状物 通过那奇怪的袋子与细管 流入了司大将军的胳膊 二小姐 这是 他忍了又忍 还是憋不住 问了出声 每一位医者 都有自己不能告于人的遗迹之常 他本不该问 奈何时世未曾见过 此等惊世骇俗的诊疗手段 司警星见着杜太医 与锐王齐南宴走得极近 心中便对他有些隔音 只淡淡涂了两个字 道 书液 杜太医混迹宫中各嫔妃之间 自是看出来 这二小姐并不想多言 也便不再追究 院中的声音传到房中 似是怕司警星听不到一般 声音越来越高 司警星让杜太医守着司俊山 他自己则整理好医药箱 才踏出了房门 老夫人 社媒未曾犯妻宗罪 为何要遭受如此耻辱 想不到司大将军府 竟如此欺压 我周家人 周松一甩袖子 言语中满是质问 而他那忧深的眸子 却望向踏门而出的小女子 老太太一听 可不能影响将军府声望 盲善善笑道 周家大爷 此事还未下定论 待将军行 敢问周大人 你是在威胁我祖母吗 司警星扫过老太太 看向周松 冷声问道 周松一双扫帚 眉挤在一起 何迟道 你是何人 本大人与将军府老夫人说话 哪里有你一个 撒扫丫头说话的份 老夫人 您府上的规矩 我本不该过问 只是若被人传江出去 实在是有事将军府颜面 老太太本就不满着周家人 来兴师问罪 一个三平小官 竟敢来将军府叫嚣 她也不知为何 见司警星站在旁边 心中不免有了底气 敢笑道 这事府上二小姐 还望周家大爷 莫要胡说 我将军府上的规矩 自然是不劳周家大爷过问的 周松自识认得 此人乃是将军府第二小姐 只是想借此 来打压她的气焰 却没想她一来 那本已经有些妥协的老太太 竟有了底气 祖母 舅舅说这话 也是怕将军府丢了颜面吧 您怎变 还听不进真话了 司警越见自家舅舅 面色有些难看 忙挽住老太太的手臂 面上 全是小女儿家的撒娇之一 司警星双臂交叉 她抱于胸前 盛气凌人道 大姐姐此言诧异 周家大爷只是个三品侍郎 却凭什么 敢对将军府的规矩 指手画脚 令 祖母是一家之主 说出的话 自是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周姨娘只是回到了 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想来她也是愿意的 还有 万望大姐姐还能记得 自己是司家人 老太太被孙女高帽一戴 端着架子昂着头 扬声道 话说出口 自然是不能变的 司警越听着那一声周姨娘 脸上顿时蒙了一层距异 她还未曾听过 哪家主母是庶女出身 更慌论王府正非 那周松闻听此言 气得脸色发轻 她何曾被一个黄毛丫头 这样指着鼻子骂过 她一甩衣袖 愤然道 好好 是本官多管闲事 既然将军府执意如此 本官便找个能说理的地方去 告辞 老太太见那周家大爷气愤离去 心中又有些没底 只盼着自家儿子赶快醒来 她转身进了房门 坐在旁边的雾凳上 守着司俊山 而院中的司景月 此时正睁着一双新红的眼 直直地盯着司景星 质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司景星勾传一笑 凑近司景月道 我呀 我是来找你算账之人 她说完 哈哈一笑 带着提了医药箱的绿竹 回了岁华院 司景月脸色一白 望着那人离去的背影 来找她算账 莫不是她知晓了那些事 她细想想 母亲被边抽卧床 哥哥被揍打落了牙齿 妹妹被抢走婚事 而今 情况愈发糟糕 她来不及跟老太太告辞 便急匆匆 回到了周氏的梨花院 司景星回到岁华院时 赵宇以后在院中多时 燕妃给她伺候了茶水 司景星这才想起 今日要把几人堂的 规划细则交给她 赵宇拿着一叠子手稿 看着上面的图 乍一看很多不解之处 稍加思索 又细细问了司景星几个问题 便了然于胸 有了主意 司景星见她脑子灵光 心下轻松不少 东家 若按着这单子规划 又要在半月内完工 银子怕是要用不少 起码要两千两 赵宇在心中盘算了下 自己对这两千两的银子 都有些扎舌 可她对东家的这些个 别出心裁的改良计划 也着实心生赞叹 挂号 取号 预约 住院部 诊疗室 手术室 看护室 积分制 统一服装 这些可都是她从未听说过的规则制度 她仿佛已经看到 日后纪人堂在建州城 独树一帜 别具一格的存在 她迫不及待地想大干一场 将东家这些个主意 都一一实现 绿竹 去给赵掌柜取两千两银子来 司景星点头硬着 又扭头 对绿竹吩咐道 东家 这西侧一排架子 您是准备放什么 为何要留空 赵宇指着一张纸 问道 司景星瞅了一眼那纸 哦 准备放一些我自己研制的成品药 这个不急 你先去做其他工作 待开业前一天 我亲自将成品药带过去就是 赵宇虽很是好奇 那些成药是何意 却也不多问 东家的决定自是对的 送走了赵宇 司景星这边直奔库房 两千两银子 就这么花出去了 她心疼异常 也不知道周氏这几日 有没有再存上些银子 这么多年 她定然没少拿着 蓝氏青娘的铺子 赚来的银子 给自己买铺子买桩子吧 第66章 真相呼之欲出 傍晚时分 司景星又去松原看了一眼四郡山 检查了背部伤口 又重新给她打上了点滴 杜太医奉命在身 整日都在将军府 她早上诊脉时 这大将军脉相十分微弱 似有若无 那时分明已是微重之相 而此时 她的脉相却趋于平稳 稳中有重 缝河的伤口处 也并未见红肿发浓之兆 她心中不免对斯家二小姐 崇拜有加 若天下医者都有这般神迹 那战场将士 便再不怕刀枪伤口溃烂致死 杜太医正暗自思索着 就听身侧小女子清脆的嗓音传来 杜太医 这重伤者 最急夜间发烧 这里是两粒退烧药 若夜里体温热起来 便未给她 用水灌进去就可 不要差人来找我 我夜里不接斩 杜太医愣愣接过一个小纸包 这二小姐 当真是敢说敢做之人 她的言外之意 晚上别来打扰我休息 是 老朽记住了 杜太医点头称是 她能说什么 漆黑的夜空 月亮被流动的乌云遮挡住 将军府大宅 笼罩在一片暗色之中 司警星闪身出了房门 来到后院 郑玉进入姓林雅序中 穿墙而过 却被一人拉住手臂 她惊骇回头 却见白皙正一脸得意地说道 王妃去做什么 带上我 司警星拍掉那人的手 兄道 你就适合站在树叉上 她说着说着 便突然住了嘴 白皙也同时屏住了呼吸 二人悄悄往前院走去 便见一身影 正朝着小狮子的诊疗室 摸索而去 那人先在房门处 侧耳听了听 又走至窗前 刚要用手捅破窗指 就听身后 一道女声传来 燕妃 那人不是别个 正是燕妃 燕妃听到声音 仓皇转身 就见自家小姐 正直直地盯着自己 眼神中满是质疑 她硬扯出一丝笑 慌乱开口道 小姐 你还没歇息啊 司警星只问道 你在做什么 我 我睡不着 在院中溜达溜达 想看看小狮子 有没有哭闹 燕妃面上 带着几分尴尬 善笑着说道 司警星下了严令 这准是没有她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靠近 而今 她最信任的燕妃 竟第一个违背她的意思 嗯 小狮子吃饱喝足 早已睡下 你也回去歇息吧 司警星脸下心思 白手让她回去 见那燕妃离去 白皙才现身过来 挑眉说道 王妃 看人的眼神不是很准啊 司警星却没有向往常般对回去 只诞生道 你还是在院中守着吧 小狮子 乃是横王第一个孩子 务必看护好 白皙碎之将军府外 也有横王派来保护小狮子的暗卫 她此时却也不敢掉以轻心 只得又闪身离去 隐匿起来 司警星站在诊室门前 却用意念看了看 姓林亚绪二楼手术床上 酣睡的小娃 她只倒是外人能防 却没想到 闹了这一出事 司警星此时心头很是不爽 她加快脚步直奔梨花院而去 女孩子嘛 心情不好的时候 要么吃点好吃的 要么就去捞点钱 准能开心起来 不多时 司警星便轻车熟路地进了梨花院 她到时 周氏的房间竟还亮着烛光 房中静悄悄的 没有声响 司警星没多想 静止去了后院 周氏的大库房就在这里 上次被她洗劫一空 也不知道这会儿 又填进来了多少物件 她借助杏林雅絮穿墙而入 却见里面堆满了杂物 司警星暗骂一声 出了门 逐一查去 不多时 便见角落里 一个不起眼的房间 门上却挂了个厚重的黄童大锁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挂再大的锁 又有何用呢 司警星闪身而入 拿出强光手电筒 随意一照射 果不其然 满目淫定 这便是周氏的新库房了 周氏虽胖吧 但脸前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才多少日子 就又收上来这么些银子 司警星一手摸着装银子的大箱子 一手转动兰花戒指 不一会儿 十来箱的银子 都被她硬塞进了二楼监护室 司警星捋了驴耳边碎发 眸光弯弯 周氏那些个铺子 搬了那么些银子 司警星心满意足的 就想回碎华院 可她刚走至梨花院前院 就听到房中 有人在窃窃私欲 好奇心作祟 司警星巧声上前 站定在周氏房间的窗下 却猛然棱在当地 一个是母的野丫头 不知死活 瞧着父亲醒来 能饶了她 是司警云的声音 虽然很低很低 噓 此事莫要再说 你父亲很是忌讳 废除之事 你舅舅定会想法子 你无需担心 太晚了 你早些回吧 周氏虚弱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便是司警云打开房门 叫了几句连香都没人应答 不禁气道 这死丫头 又跑哪里去了 柳妈妈跟在她身侧 道 那老奴送三小姐回去吧 二人提着灯笼 出了离花院 躲在暗处的司警星 却犹如落在冷水中一般 侍母 他们说的可是自己 她魂不守舍地往碎花院走去 耳边却一直盘旋着 方才司警云说过的那句话 不知不觉间 司警星便走到了花园处 她坐在小池塘边的大石头上 怎么会 所以 这便是真相 可 园主记忆中 并没有这段记忆 正当她思索间 却忽听到 梁亭中传来一阵 女子的惊呼声 和男子流里流气的挑逗声 紧接着 便是男女间的热情洋溢 司警星猛然朝那处扭头看去 她没有偷窥的爱好 只是 她听得出来 那两人的声音 一个是司警号 一个是 月色 明月也 她悄然靠近那梁亭 就见地上随意扔着两人的衣物鞋袜 而梁亭中那两人 正到了你浓我浓 难舍难分的关键地步 司警星故意踩断了一根树枝 闹出了一点动静 女子做这事本就娇羞 也警醒一些 此时便惊呼一声 什么声音 而那司警号正重重上脑 将她身子压下 道 什么声音都没有 连姐姐 别乱动 那女子又一压悠悠地叫唤了起来 司警星上前弯腰拾起某物 放进姓林亚绪一楼 抬脚离开此地 明日 她那扎爹也就要醒来了吧 第67章 司夫的逆铃 一日一早 司警星吃过早饭 横王便到了 还给她带了一份糖蒸酥酪 在诊疗室看着自家小儿 面上的暗黄色褪去了一些 小脸上似乎还尝了些肉 黄沈 亏了有您 否则这小子 怕是已经横王齐南夜目不转睛地 盯着床上躺着的小娃 心中很是后怕 看着齐南夜眸中 对小狮子的疼宠爱怜 司警星心中默地 又想起昨夜听到的那句话 弑母 在得知明日 便可来将军府 接走自家小狮子 齐南夜便不再久留 兴冲冲地回府 与王妃分享这个好消息 司警星望着那人 大不离去的背影 摇头失笑 心道 皇家如此痴情的皇子 怕是不多吧 小姐 老夫人派人来请您去趟松原 绿竹进门来说道 司警星起身往外走 走到廊下 却又顿住脚步 啊 你在院中守着 燕妃随我一同去 那守在房门处的燕妃 盲台脚跟了上来 却眼神躲闪 看都不敢看向司警星 司警星见状也不说话 带着她直奔松原而去 她到时 房中正传来老太太的 哀痛哭诉 我的 你终于醒了 你让为娘可操碎心了呀 你是不知道 那个周家有多仗势欺人 就瞧着咱们府上每个男人 进来我面前指手画脚 祖母 您说什么呢 舅舅哪里就指手画脚了 还不是帮着您 教导一下二姐姐 后面这句 是司警云的 倒是比她还来得早些 司警星踏门而入 床榻前都围着的两人 便静了声 床榻一旁站着的杜太医 许氏熬了一晚未睡 脸上净显疲惫之色 见司警星进了门来 忙抱全道 二小姐 将军今日某时已经清醒过来 老朽已经替将军把过脉 脉向平稳 比昨日相较 更为沉稳有力 司警星点头 朝着床榻处 走近了两步 便见那侧卧在榻上的司俊山 在看到他时 眸中似是闪过一丝亮光 却转瞬又恢复如初 冷声道 是你叫做你祖母 废除了周氏 好大的胆子 司俊山昏迷数日 身体虚弱得很 声音并不大 可这话 听在司警星耳中 却觉得周身变得异常冰冷 他昂着下巴 与那司府对视 冷哼道 是我 怎么 你的一条命 莫不是还不如他一个主母之位之前 还是说 父亲有了周姨娘 便忘了我的母亲来 他的话 没说完 因为司俊山拼尽力气 朝他扔过来一个刚喝完水的茶盏 那茶盏因为他发力不足 还未到司警星跟前 就摔在了地上 劲都没碎 咕噜噜地滚动了几圈 这才到了他的脚下 司警星弯腰捡起那茶盏 面无表情地放在身侧的桌机上 他扭头看向 那阴重伤瘦的皮包骨的私腹 就见他正气的胸腔上下起伏 恨声道 你别跟我提你母亲 你没有资格提起他 你这个逆女 声音很低 很低 低到司警星 差点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 可他却又瞧见 司警云眼眸中 分明闪过一丝得意 馨儿 你先回院子吧 老太太见司警星 一来就惹了他儿子动怒 就开始撵人 若以前司警星被人这样撵 燕飞定会挽住自家小姐 宽慰两声 而今 他却只垂手 跟在司警星身旁 不言不语 司警星却没在意 因为他此刻注意到 司警云身旁站着的大丫鬟 他是叫莲香 司警星扫了一眼那丫鬟 确实有几分姿色 眼波流转间 满是娇媚之色 过河拆桥的本事 你们是一个比一个强 司警星丢下一句话 转身就出了房门 杜太医想挽留几句 却又觉自己 毕竟只是一个外人 便也只是张了张嘴 没说出一句话 心中却对赤胆忠心的 司大将军很是不满 二小姐怎么说 也是将你就过来之人 没有一句感谢 便罢了 还骂人 也不知道这妇女二人 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一个不愿意出手相救 一个见了面就骂 司警星缓不出了松原 却没回碎华院 而是去了温室的翠和园 这翠和园 倒是离司警星的碎华院不远 院中除了种了些花草 竟还种了几株葡萄树 二姐姐 你今儿怎得有空来找我玩了 司警一双眼冒光地 挽住司警星的手臂 她一看到二姐姐 就想起那日的烤肉串 司警恒却像个小大人似的 抱拳座衣 道 二姐姐 司警星摸了摸她圆乎乎的小脑门 笑道 我来看她恒儿 这两日腹中可有不舒服 温室引着司警星 坐在院中石凳上 面上含笑说道 这两日都遵二小姐嘱托 都市让她吃了些流食 这不 今日一早非要吵着吃肉包子呢 那就让我们恒儿 少吃几口肉包子 姐姐都中小蝉虫吧 司警星从衣袖中 掏出两个棒棒糖 我与你们姨娘说话话 你们先去吃糖 我一会儿过去许你们 温室见司警星将两个孩子支开 便开口问道 二小姐可是去见了你父亲 司警星也不隐瞒 面上带了一丝落寞道 去了 然后被她骂了 她还想拿茶盏砸我 温室倒了一杯茶 推到司警星跟前 迟疑了一下 问道 你莫不是提起了蓝姐姐 那是她的逆龄呀 尤其是 司警星不知为何 眼眸中一时蓄满了泪水 如今 她只是置身其中的感受了一次 心中都好生难过 更何况 是她亲生女儿的园主呢 园主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被那所谓的父亲 当仇人一样 淡漠了十年 尤其是什么 问姨娘 这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我一提起母亲 她就会勃然大怒 我母亲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温室闻言 看着眼前红了眼圈的二小姐 轻叹了一口气 这二小姐自回京后 便再没吃过亏 性格也刚毅果敢许多 何曾见过她这般模样 她盯着远处的树梢 回忆着往昔 缓缓开口道 当年 是二小姐端了一叠子点心 给有孕在身的蓝姐姐吃 第六十八章 以奇人之道 当日 蓝姐姐便弃绝身亡 腹中胎儿也随着去了 请到郎中查出 蓝姐姐是吃了不该吃的食物 便是二小姐拿去的点心 那点心中加了木薯 旁人吃倒也无妨 但有孕之人 却是不能吃的 二小姐虽是无心之失 却当真也让蓝姐姐 与她腹中孩儿丢了性命 将军本就钟爱蓝姐姐 自是哀痛万分 不能自拔 自此 司警星看着温氏的嘴巴张张和和 脑中的记忆 也在翻滚涌动着 她记起来 她记得那盘子点心 司警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回的碎华院 她进了房间 便将房门反锁 她需要静一静 周氏与司警月 竟在十年前 就开始了他们的动作 时光流传 司警星看到 梳着两个丸子头 穿着一身粉粉嫩嫩衣裙的小园主 趴在池塘边的大石头上 兴致勃勃地指挥着下人们 往小池塘中 投放新的小鱼儿 只比她大两岁的好大姐 司警月 就是在那时 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过来 二妹妹 我姨娘做了点心 很是好吃 我听闻母亲近日总是没有胃口 便想着让母亲也尝尝这点心 好妹妹 你能帮我拿给母亲吗 就说是 你让小厨房做的 母亲定能多吃两块呢 才七岁的司警月 便能将面部表情 做得那样滴水不漏 脸上全是担忧 任谁看了 都得夸一句 真真是个懂得关爱嫡母的好孩子 那时候的司警星 才五岁 哪里分得出好人坏人 有人关心自己的母亲 她高兴还来不及 乐颠颠地 就捧着那碟子点心 去了母亲的听来院 司警星脸下谋中的怒意 杨生将白皙叫了进来 将桌上一个小盒子递给她 把这东西给她 让她今夜害时 去花园凉亭来见我 另外 去查一下柳妈妈的家人 看着白皙闪身出了房门 司警星也钻进了姓林雅絮 看来 她倒腾出来的那些个毒 也是时候渐渐天日了 如今 她总该要学会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了 离花院 于儿 你陪着柳妈妈 去库房取两千两银子 给你大舅舅送去 记得莫让旁人发现 周氏背上的鞭伤太过严重 以至于她说话 都有气无力 虚弱得很 司警云自是知道这笔钱 拿给大舅舅适用在哪里 所以快步跟着柳妈妈去了后院 只是 片刻后 几人面露惊骇地 狂奔回了周氏的房间 母亲 那库房 司警云面色煞白 她方才看到了什么 黄童大索好好的锁在门上 然而库房中 却空荡荡的 连一个铜板都没留下 像急了上一次 一大库房的物件财宝 凭空消失 对 这是第二次了 你说什么 库房怎么了 周氏努力挪动着自己的身子 一直一个姿势趴着 她难受得很 夫人 那新库房 又被盗了 柳妈妈看了她一眼 小声说道 柳妈妈话罢 本以为周氏会大哭大喊 毕竟上次出了那事 她就是哭喊了许久 而今 却见那周氏 只呆呆地望着她 似是没有听懂 正当柳妈妈想再说一遍时 就听 噗 一口鲜血 从周氏嘴里喷了出来 鲜血喷得到处都是 周氏眼一闭 昏死了过去 房中几人吓了一跳 柳妈妈带着哭腔 跪坐在周氏床榻边上 道 夫人啊 您万万要宽心些 钱财乃身外之物 您莫要动气才是啊 夫人 您醒醒啊 四锦云则赶紧派身边的莲香 速去松原 请杜太医过来 那莲香自是不敢耽搁 她急急地往外跑 也没注意看路 就与一迎面来的小厮 撞了个正正 她气愤地拍了拍肩膀 骂道 走路不长眼的泥腿子 其量那小厮静止说了句 害时 梁婷便直接跑远了 莲香没在意她说什么 只恨恨地呸了一声 就要继续往松原去 却见脚边放了个精致的小匣子 她四下看去 见周边无人 便将那小匣子捡了起来 并打了开 莲香看到那匣子中的物件 却又猛地将匣子盖上 额间顿时浸出一层汗珠 昨夜 昨夜是谁在那里 她哆嗦着手 将东西收入衣袖 硬生生地将心中的巨翼压了压 抬脚朝着松原跑去 周时的鞭伤本就重 如今又气血攻心 人一下子就试了生气 杜太医摇了摇头 道 老朽这样见效很是慢 三小姐 还是请二小姐来看看吧 司警云一听这话 白手道 杜太医 您尽管开药就是 夜空中 星光稀疏 一阵秋风扫过 枯黄的树叶刷啦啦地响起 凉亭中 司警星覆手而立 居高临下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莲香 道 莲香姐姐 你可知晓 大哥哥他与男子之事 你如此行事 就不怕沾染上 溃烂七痒的脏病 求二小姐给奴婢 纸条明路 莲香闻言 身子便猛地一颤 他哪里不知 大少爷那烟扎事 却不知还会让自己染病 他长得确实不错 脑子也灵光 如今二小姐来找他 定是有用地到他的地方 司警星漫不经心地 瞥了他一眼 见他懂事 便问道 莲香姐姐之前 是在周姨娘院子里伺候 这两年才分到 我三妹妹院中去的吧 那莲香不知 二小姐问这话是何意 如实说道 是的 奴婢两年前分到了碧落院 成了三小姐的贴身丫鬟 司警星点头 指着桌上 放着的三个瓷瓶 开口道 这里有两瓶药 青色瓶 滴到你家小姐的胭脂中 白色瓶 加在周姨娘的商药中 那粉瓶是给你的 每日一粒 莲香看着那药瓶下的石桌 昨夜之事又浮现在眼前 这二小姐 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竟敢偷看 好生大胆 敢问小姐 这样会死人吗 莲香将瓷瓶收尽衣袖 不放心地问道 若是小姐和夫人 死在她手中 那她必死无疑的 司警星念无表情地吐出四个字 不会死人 不会立刻死人 莲香扣了头行了礼 就准备起身离去 只是在转身之际 又小心地问了句 小姐 另一半东西 何时还给奴婢 第69章 豪门财主来送礼 昨夜是碧 她与大少爷便开始穿戴衣服 可怜香却怎么都找不到她的肚兜 她害怕极了 夜里都在想着这事 今日天刚蒙蒙亮 她便又过来找了一趟 却没想到 那屋竟是落入了二小姐手上 司警星闻言 蛮唇一笑 在黑漆漆的夜里 让人心生寒意 莲香看得头皮发紧 赶紧垂下了头 就听到那二小姐说道 很快 司警星又闲聊一般 问道 今日梨花院 可发生了什么趣事 那莲香还能有什么隐瞒的 一五一时说道 夫人 周姨娘的库房被盗 她吐血晕倒 杜太医建议来求助二小姐 您出手相救 三小姐却一意孤行 不乐意 你家姨娘 似乎很有钱 司警星一游所指的 朝着她手中的两瓶要看了看 那莲香一下子便想明白了 道 买谁的要不是买 二小姐的要醉是见效 司警星看了莲香一眼 还不算笨 只是可惜了 品行不端 她抬了抬手 那莲香便赶忙退了几步 出了凉亭 很快便融进了黑夜中的将军府 莲香走出了好远 都不敢回头看 她总觉得那二小姐 还在盯着自己的后脑勺 她握紧衣袖中的瓷瓶 加快了脚步 夜色深沉 万籁俱寂 月光星影洒落在小池塘的水面上 风轻轻拂过 波纹荡起 一夜无梦 一日 天一亮 将军府便迎来横王殿下 司警星站在岁华院门外 就见陈落初 竟也跟着一道来了 被齐男叶包裹得严严实实 见他还要行礼 司警星忙上前拦住 道 你还未出月子 怎的就跑来了 快快进屋来 黄沈 你不知道 昨儿个我知晓可以接回链后 吃不下睡不着 就盼着天亮呢 倒是让黄沈笑话了 陈落初握住司警星的手 笑淫淫地说道 司警星瞧他看去 见他脸色红润 眉眼间的愁绪也散了不少 想来是齐男叶这两日没少安抚 说话间 三人便进了诊疗室 那小柿子正躺在床上 将小手手钻成小拳头 往嘴里塞呢 陈落初瞬间就红了眼圈 他上前一步 俯身看着那白皙的小胖丸 简直不敢相信 男男道 我的铃儿 真白 真好看 齐男叶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当着黄沈的面 也不害臊 陈落初瞪了自家王爷一眼 却也没说什么 只是拿了帕子 是干了脸上的泪 小心地 将他儿子白嫩嫩的小手手 放在自己手心里轻拢住 抬头问道 黄沈 日后我们应当如何养护 司警星这才道 最近七日 可将房中窗户打开 让光线进来 待小柿子适应后 便可每日无风时 带他出去晒小半个时辰的日头 记得把眼睛用黑布遮挡住 还是要继续观察 小柿子的排便情况 如有一场 可随时来寻我 齐男叶细细听完 便躬身抱拳 行礼道 多谢黄沈出手相救 才能有小儿今日 今日有几份薄礼送上 以表我夫妇二人的感恩之情 还望黄沈务必收下 也不等司警星说什么 他就冲着身后的随从 招了招手 司警星这才瞧见 岁华院门外 不知何时站了五个手捧托盘的小厮 见那随从招手 他们才踏进了岁华院的大门 齐男叶引着司警星出了诊疗室 一一指过那几个托盘道 这里是十万两银票 这里是东株一百株 这里是农庄一处 这里是宅院一处 这里是商铺一处 出手如此豪气 属实让司警星惊掉了下巴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不起眼的几个托盘 竟是这般厚重的大礼 他现在库房加上 姓林雅叶的所有物件 也才十万两银子吧 人家随手就送出来了 更莫要说 还有后面的礼 横王殿下 这里送的有点太大了 真不用这么多司警星虽彩米 却还是觉得 这里有点大 那齐男叶却是个豪爽性子 一百手 就让人将东西放在了院中石桌上 那几人随即就出了院子 黄沈 若没您 林雲儿也活不了几日 您对他有再造之恩 这些礼 不足以表达我与王妃 对您的感激之意 望黄沈莫要推辞 好吧 有谁不爱财呢 司警星点点头 道 既如此 那我便收下了这份礼 他将几人送至府门外 看着马车走出了一段距离 才转身回了碎华院 横王送的礼都蒙了红布 这会儿 绿烛一个个打开 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小姐 你快看 司警星扭头看去 便见那东珠 个个圆润银白 如同鸽子蛋大小 单拿出一颗 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这横王直接送上一百颗 这个农庄 就在咱们别院不远处 占地极大 小姐 还有这个铺面 我的天爷 竟是建州城最繁华的龙兴街上 那里可都是皇家贵州的地盘 司警星扶额 摆摆手 让绿烛收进了库房 这东西多了 放在库房 也不知道安不安全 看来改日还得把姓林亚绪中 那些银定子啥的换成银票 不占地 好收纳 不多时 司警星便带着燕飞出了府 而绿竹则被留在了院中 今日 到了给裴青州兄长冯县的日子 宽敞的马车中 主仆二人谁都没有说话 耳边只与马车跑动的声响 燕飞不自然地 将腿往车门处撇去 垂眸盯着自己的脚尖 却听到自家小姐 突然开口说道 还记得我们回京那日 马车颠簸 你将我护在身后的样子 如今我们的日子变得好了 你我却生分了 燕飞瞬间红了眼圈 他也不知自己 今日到底是在别扭什么 即便小姐如今变了 变得半分不像从前 可他依旧是他家小姐 只是小姐 变得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也越来越不需要他 而绿竹也愈发机灵有胆识 还有一个清禅 功夫极好 有他护着小姐就够了 仿佛 小姐身边 只有他是多余的 第七十章 龙星皆遇刺 燕飞不知该如何诉说 自己心中的委屈 只跪在车厢中 抱住思景星的腿 哽咽道 小姐 对不起 是奴婢不好 让你操心了 昨夜我睡不着 又一直未曾听到过 小柿子哭闹 便有些担心 才靠近了那诊疗室 并非并非有意违背 小姐的命令 思景星看着眼前 气不成声的燕飞 认真问道 你可愿意离开将军府 燕飞一听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满眼泪花 摇头道 小姐 您是要将我发卖掉吗 不是 我是想着 让你帮我带一批人出来 日后用在寄人堂 思景星直直地盯着燕飞 道 我只信自己身边的人 燕飞听了最后这句话 脸上顿时带了笑意 他抬起衣袖 擦干了泪 认真回道 燕飞听从小姐的安排 定不负小姐信任 嗯 此事 需要抓紧办起来 你回头便去打听 看看附近哪里 有略懂些衣衣的女子 男子也可 思景星点点头 吩咐道 燕飞重重点头 眸中带了几分光亮 思景星这才明白 人 都是喜欢被需要的 说话间 马车也就到了 东平大街的寄人堂 思景星在燕飞的搀扶下 下了马车 便见赵宇 冯老大夫与裴清竹 早已候在门外 赵宇与冯老大夫一起坐衣 恭敬道 东家 您来了 裴清竹也抱拳坐衣 道 四家小姐 有劳了 思景星点头 便带着几人往堂中走去 这寄人堂昨日开始动工 倒是拆杂得很厉害 早已没有之前的模样 好在大堂 还算干净整洁些 思景星看向那坐在椅子中 正要起身的裴家大哥 道 无需多礼 那咱们开始吧 那裴家大哥 裴助 受伤那日 基本都在昏迷之中 此时 见给自己处理伤口的 是个胃疾疾的小姑娘 还是将军府的狄小姐 顿时有些拘谨 冯大夫早等不及 再看一次那缝针神迹 忙帮着那裴助 拉开小腿上的裤子 思景星先检查了下 便将那引流条夹了出来 又从医药箱中 拿出快速麻醉针 打了上去 依次是消毒 清理窗面 然后是缝盒最后的伤口 再次消毒 那冯大夫见裴助 全程一声不吭 这才知道 东家这些药 那都是神药 效果又好又快 裴清竹见思景星进了手 便知这缝盒手术完成 忙问道 敢问小姐 这诊费是多少 思景星见他问 便朝他瞧了过去 只见裴清竹 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 面上有几分读书人的儒雅斯文 又有几分生意人的圆滑与坦诚 又看了眼他身后 坐在椅子中的裴家大哥 见他衣服虽干净 却是洗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无量 不知裴公子是在哪里高救 思景星伸了五个手指摇了摇 果然见那裴清竹 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在下在德星商行做掌柜 这里是五两银子 还请小姐 还请赵掌柜收好 裴清竹将五两岁银 往思景星跟前地去 又突觉这举动很是唐突 便转地给了一旁的赵羽 而赵羽一听德星商行 顿时两眼冒光 来了兴趣 道 那德星可是了不得 不光经营米行 不行 就连鱼士 肉士 他们都有涉足 那每日的银钱 还不得花花往里流 听得赵羽这般言论 却见那裴清竹 威意白手 道 不说也罢 既然兄长的商议治好 那便不讨扰各位 裴某告辞 思景星又在寄人堂转了一圈 交代了几个细节 便带着燕妃上了马车 思景星让车夫调转方向 朝着龙兴街奔去 那里不是建州城 有水最足的地界吗 也正好瞧瞧 横王殿下 今日送的那处铺子在何处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还是多半点事为好 燕妃自是愿意 这阵子 他总是感觉 小姐根本不需要她 便总是刻意疏远小姐 今日得了小姐的重任 心中那片郁郁之气 早就烟消云散 马车行进了两盏茶的功夫 也就到了龙兴街 思景星让马富原帝等候 他则与燕妃 下了马车 在这龙兴街上缓步逛着 这里的街道 的确比清平街更为宽敞 一甩的青石板铺路 街道两旁 电四林立 有茶坊 九四 首饰铺 点心铺 成衣铺 只是 店铺面积要比别的街道更大一些 门面装潢 也要更加华丽一些 看来 古往今来 都是懂得包装的 思景星走进一家点心铺子 买了一包云片糕 自上次吃过皇上赏赐的云片糕后 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 今日来这皇城贵宙所在的街道 自是要买上一包尝尝 看看是否与皇上赐下的一样好吃 他出了点心铺 一扭头 便见斜对面的一排大商铺 上面赫然挂着几个大字 得心商行 这不就是方才裴清主所说的 得心商行 他拉着燕妃就要过去 却不想 一辆马车正冲着他们急驰而来 思景星眉头一紧 有人要杀他 就这时 车厢窗漫被风掀起 里面竟折射出来一道白光 那是一把剑 在日光的照射下 光芒耀眼 思景星心念一动 手心里便多了一柄麻醉枪 他朝着那马眼射去 随即又朝着那车夫射出一枪 马眼睛受腾 顿时嘶鸣一声 前提高高跃起 指三西 那马便翻倒在地 车夫也早滚落在地 那马车中 却忽然跃出一蒙面男子 他手持长剑 朝着思景星刺来 思景星手持麻醉枪 就要朝那人发射一枪 却见那人呼地 撒过来一把白色粉末 思景星扬起衣袖 遮住脸部急急后退 可那剑却步步紧逼而来 燕飞眼见那长剑 就要刺中自家小姐 他猛地一把 将自家小姐推了一下 避开了那剑锋 可他自己却来不及躲闪 暴露在了剑锋之下 被推倒在地的思景星 耳边传来一道扑的一声 是件没入人体的声音 他慌乱地扭头去看 便见燕飞软软地 倒在了地上 他前胸处 被刺了个血窟窿 正秘密地往外躺着血 遗山上早已沾满了血迹 第71章 命悬一现起争执 思景星连忙过去查看 却听燕飞气若犹斯地说道 小姐 奴婢错了 一直隐在暗处的白皙 此时也陷了身 遗山上竟也沾染不少血迹 那黑衣蒙面人见此 就要逃 却不想刚运起轻功 踏上墙壁 就绝出后背一阵刺痛 紧接着便射知觉 摔落到了地上 龙兴街属于剑州内城 平时巡防本就严 这里闹出这么大动静 那些巡防官差 很快便到了 思景星按住燕飞胸前的伤口 试图给他止血 可那血却依旧往外躺着 他衣衫上 也已经被燕飞的鲜血如湿 他抬起头 眼眸中运着浓浓怒意 指着那昏过去的黑衣蒙面人 与那车夫 冷声道 他们两人一个时辰后便会清醒 请各位严查审问 揪出背后主谋 白皙适时亮了亮手中的腰牌 那几个官差面色一领 立刻抱拳 恭敬道 是 思景星环顾四周 看向街边商铺 走出来围观的众人 扬声问道 有哪家店可以借给我一间屋子 让我救治我家丫头 必有重献 可围观众人 只是看看热闹 都怕那丫头死在自家铺子 并没人敢开口 白皙上前提醒道 王妃 这条街往前走 有几家铺子 是咱们王府的 咱们可以去那里 思景星点头 也只能往前走走了 便让白皙将烟飞抱起 却在这时 听得一男子喊道 四家小姐 莫不如先来我这里 为这位姑娘诊伤 思景星扭头看去 就见裴青竹 正从街对面朝她跑来 她点头道谢 此时的烟飞 已经出现呼吸困难 能在对面医治 自视更好 白皙见状 忙抱着烟飞 跟着裴青竹 往对面的德行商行而去 思景星紧跟其后 却在进门处 听到那德行商行中的 两个小司 正小声嘀咕道 那女子流了那么多血 看着气都喘不上来了 这若是死在咱们商行 多会气 裴掌柜这般形势 若是被大掌柜知晓 只怕是不会轻饶她的 可如今她顾不得许多 赶紧地就跟着 去了后面一个房间 是一个狭小的茶水间 倒是有一个床榻 可以容烟飞作物 思景星让白皙在门外守着 无论是谁 都不可闯进门来 白皙自是没有二话 她此时心中也万分后怕 若不是那燕妃及时以身底见 此时王妃怕事早已 若那样 她定以死谢罪在王爷面前 木门一关 思景星便将已昏迷的燕妃 带进了杏林雅叙的 二楼手术室 她掀开燕妃的衣巾 这才看清她左胸口的伤势 只见那伤口极深 又经扣诊听到 胸臂破口处有气体进出 所以 她迅速给燕妃做了胸部CT 便见肺部也出现了压迫萎缩 并有合并肺大炮 果然还是造成了开放性气胸 思景星稳了稳心神 立即为燕妃做了青窗 又迅速将胸腔中 机制流的气体抽出体外 她在手术室 争分夺秒做着手术 而房门外 却发生了争执 大掌柜 里头是思家小姐 在为她家压患诊伤 稍后也就出来了 不会担得很长时间的 裴清竹拦在大掌柜跟前 面上带了一丝恭维之意 好声说道 那大掌柜 刘东海 挺着一个锅盖大肚 满是横弱的脸上 双眼一立 训斥道 裴清竹 你一个小小品类掌柜 竟敢做主 做到爷的头上了 裴清竹一听 却面上带着笑继续说道 海爷 裴某岂敢替您做主 这不是街坊邻居都看着呢 咱得心商行 今日行此番善举 还不是海爷平日教导我们做的 那刘东海 听着裴清竹这番恭维 气焰倒是收了一些 随即便冷哼道 那爷今日就不追究 你私放他人进入后房之罪 想来这整治也整了一会儿了 你线下 便将那人给赶出去就是 裴清竹闻言 看着那紧闭的房门 心下不由着急 又见那门外守着的下人 便以为是私家寻常护卫 想来也不敢得罪 这刘东海背后之人 刘东海见着裴清竹镜 只是看了看那关闭的房门 便没了动作 当着一屋子伙计 及店外一圈众人 竟这般不给自己脸面 他不由心中恼怒 喝道 怎么 我的话 你如今是听不到耳朵里了 裴清竹闻言 脸色有些发白 便连忙躬身抱拳道 海燕 您再等片刻就好 您这般慈善之人 定是乐意看到那姑娘 被救过来的 若平时只有商行小二在 刘东海也是吃这套的 可如今 外面还有那么多人看着 他堂堂得心商行的总掌柜 竟拿捏不住一个 小小的品类掌柜 他横眉一皱 看都不看那裴清竹 怒道 来人 降门给爷撞开 裴清竹 想拦却是再拦不住 眼见着两个彪悍 便走至门前 就要伸手推门 他心中生出几分歉疚 只盼那斯嘉小姐的诊治 已经度过了最要紧的关头 只是令他想不到的事 眨眼之间 那两个彪悍 却被人连连踢了回来 一个撞在了墙角处 一个竟直接撞到了 刘东海的腿上 那刘东海 竟亮抢着后退了几步 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裴清竹一时不知是该笑 还是该哭 笑的是 难得见着刘东海 此事一出 他怕是把这刘东海得罪狠了吧 好一个小子 竟敢在你海爷爷头上动吐 来人 一块上 今日小爷就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惹了不该惹的人 他话一出 身后站着的七八个 彪肥体壮的大汉 便朝那茶水间而去 白熙也正运好气力 准备一脚踹飞一个 便听到身后的房门 吱压一声被打开了 斯景兴冷眼扫过门外 一众人等 冲着那刘东海 韩生说道 得心伤行 果真是良心伤行 那刘东海听到开门声 眼光也瞧了过来 却不想那门中走出来的是 这般俏丽的小女子 他早已忘了裴清竹说过房中 是私家小姐 他此时只觉心中苏养难耐 尤其这女子声音中 自带一种清冷 就如一股清凉的流水 令他沉浸其中 刘东海生怕那几个彪悍打手 将小女子吓坏 盲白手让他们退到了一旁 他这才一脸产笑地上前一步 道 不知小姐在里面智商 可有劳累的 不如到商行后院的厢房中 去歇息片刻 第七十二章 本小姐快被他恶心死了 他说着话 就伸出右手 朝着那小女子的 仙仙御手摸去 却突厥又胳膊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就见那小女子 竟将自己的胳膊脱了勾 刘东海此时疼得冒了一脑门冷汗 他喜欢性子辣一点的小娘子 没错 可眼前这女子 绝不是辣一点那么简单的 他又想起 身后一圈一圈的围观众人 心中不由恼怒 他咬牙切齿地大喝一声 来人 将此人给绑了 丢到后院柴房中 那几个彪形大汉文言立即上前 却听那小女子冷笑一声 薄唇轻起 道 滚 随即便对着白溪吩咐道 将燕妃抱出来 我们走 刘东海 那可是德心商行的大掌柜 走到哪里 不是被人追着凤城 何曾受过这等憋屈 他一挥手 那几个打手 便将司警星与抱着燕妃的白溪 堵在了茶水间门外 海爷 这伤也治完了 咱们德心商行 就算再好可 也得先让那姑娘 回去养伤裴青竹化 还会说完 却见那刘东海 一甩一袖 恼怒道 好一个裴掌柜 你倒是惯会做人 还是我德心商行妙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那便请裴掌柜 去另行高就吧 裴青竹文言 登时呆愣住了 这份活祭 一个月有十两银子 是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份收入 哥哥是老实的农家人 只会帮人做做零工 嫂嫂也只是做些 逢补惯喜的活祭 家里还有两个小侄子要养 裴青州心中不眠 有些慌 面上却不显 不卑不亢的距离力争道 海爷 您这般做 可就不对了 裴某来德心商行时 是签了契约的 在契约七线道之前 不得随意辞退 这是商行的规矩 规矩 你跟我讲规矩 那今天爷就告诉你 在这德心商行 也就是规矩 刘东海左手扶住脱臼的胳膊 怒瞪向裴青竹 若不是这裴青竹 他今日也不会受此大辱 裴青竹还要再说什么 就听那被几个标形大汉 围在中间的私家二小姐 缓缓开口道 裴大哥 若需要一份新工作 我这边倒是可以提供 月前只会比你现在的多 听着女子轻烈 又不失焦脆的声音 裴青竹不知为何 却在心中有了几分向往 恰逢此时 那七八个壮汉 却齐刷刷地轰然倒地 裴青竹扭抬眼看去 就见那二小姐衣袖翻飞 显然方才是他动的手 他惊愕地看着那二小姐 就见他邪逆了一眼流东海 便直直朝他走来 问道 裴大哥 你可信我 我手上不只有一间纪人堂 还有不少铺面 正缺一个大掌柜 大掌柜 裴青竹微微一正 旋即又想到这二小姐 几日前在纪人堂中的风采 自信 正直又带了几分嚣张 他顽唇一笑 那谷子书生身上的谦逊 又浮在脸上 他躬身抱拳 扬声道 但凭东家差遣 司警星一伸手 拿了一定十两的银钉 递给那裴青竹 道 你且歇息几日 五日后 来寄人堂寻我 裴青竹也不客气 接过那银钉 便跟在司警星与白皙身后 一起出了德星商行 刘东海见七八的打手 眨眼之间 就被那小女子给打昏了 他哪里还敢造次 眼睁睁看着几人出了商行 只气得伸手砸了桌上的茶壶 司警星本想让白皙抱着烟飞 先去龙兴街头 找他的五彩马车 再来接他 可那白皙却说 什么都不肯离他半步 想来是方才他遇袭 他也受到了惊吓 却在这时 一辆华丽的马车 缓缓停在了司警星几人身前 窗漫撩起 露出齐南燕那张挂满笑意的脸 白皙在四家待的时间长 总觉得这瑞王有些不对劲 每次见了他家王妃 都盯着瞧 妈的 那可是你未来皇审 白皙心中暗骂一声 便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二妹妹 好巧啊 齐南燕含笑打着招呼 司警星却一反常态的 敏唇一笑说道 姐夫好呀 不知姐夫可愿帮小妹做件事 那齐南燕近日 见这小丫头 总是冷气逼人 生人无尽的样子 今日见他眸中含笑地问他 可愿帮忙 他忙点头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些 道 二妹妹请说 你先带燕飞去马车上 稍后来接我 司警星却是看向白皙 给他递了个眼色 白皙立即心领神会 立即抱着燕飞朝马车奔去 而司警星则站在原地 捶着头 也不说话了 齐南燕便以为这二妹妹是害羞了 便勾唇一笑 道 二妹妹默不如来马车上说话 不了 再下面两款 司警星依旧是垂着头 看也不看那齐南燕 齐南燕坐在马车中 座位有些高 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他看向马车外的小女子 只见他身形娇小 三千青丝只在脑后 用一根简单的银簪扎了个劲 他的长发随意披散开来 趁得他皮肤更加冷白 配上精致娇艳的五官 再不是两年前那满脸黑斑的模样 他就这样望着他 穿过他那浓密卷翘的睫毛 看到他似水般沉浸的眸光 也就飞班来 齐南燕眼看着那小女子 积极钻进马车 连跟他告别都没说一声 就驾车离去 他这才明白 那小女子只是羞于表达而已 马车中 司警星不禁冲着白皙发脾气 道 你怎么来得这么慢 本小姐快被他恶心死了 骂了个八子 等你主子回来 我定是要投诉你 说到他主子齐莫离 他此时正在西郊大营 西郊大营原是西郊军马场 出建州城西明门 严富春江顺流而下 就是巩卫京师的西郊大营 距离司警星的京郊别院 道是不远 齐莫离正站在 轿场中央的高台上 往下望去 心谋中满是凌厉之色 何道 这便是你训练岳鱼的成绩 今日是为期三日的 攻防演习最后一日 可那右翼军 作为最重要的长距攻防军 在面对敌方进攻时 却一再失利 甚至根本压制不住 对方进攻 也不能为几方提供 最大程度的掩护 右翼军副将苏安 话不上前 扬声道 将军 弓箭手已是 没日没夜的苦练 可单只单剑 即便速度再快 也比不上 寒岚那群孙子们 使得一剑两发来的猛烈 第七十三章 他有了牵挂 西郊大营 背靠基隆山 南侧一片山林 地势险要 正是剑州城 最牢固的屏障所在 齐莫离一身悬衣 身姿挺拔如苍松 斜落在山顶的夕阳 照了他一身 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与压迫 他听完右翼军副将苏安的话 久久不语 慢慢夺步回了营帐 营帐外一片嘈杂之声 将士们在吆喝 马匹在嘶鸣 还有剑挤的碰撞之声 不断传来 他副手站在一张 架起来的地形图前 盯着龙吟西北处的雪峰山 此前 龙吟与韩岚 便是在此地大战一场 历时两年 虽司骏山大将军险胜 却损失惨重 他自己也被对方连连射中四箭 对方的连发箭矢 确实厉害 韩岚 起家于草原部落 骑兵部队各个攻马贤熟 一向擅长骑射 这种百十年来的技术积累 的确不是龙吟军几场集训 便可追赶得上的 更何况 他们手上那种心智的弓箭 直接让韩岚将士 武力强度上涨数倍 将士士气 更是锐气益壮 齐莫离眸中闪过一丝担忧 冲着身后之人吩咐道 莫云 让韩岚那边想办法 取回来一支他们的特制弓箭 正所谓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弃 他话音刚落 营帐外便传来一道通禀声 将军 经中传来口信 进来 讲 齐莫离先袍而坐 让那传信小兵进了营帐 太子说 朝中近日又有言官 欲要参宁任性妄为 齐莫离听了这话 头都没抬 目光投在手中的 一柄飞燕弓上 指住那小兵的话 道 无碍 随他们折腾去 那小兵见状 犹豫着继续开口道 太子还说 斯嘉二小姐 听到这几个字 齐莫离立时 放下手中的弓箭 簇眉问道 斯嘉二小姐 他出了何事 那小兵见将军这么紧张 他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道 斯嘉二小姐 今日在龙兴接遇刺 你说什么 齐莫离眸中 蹦射出一道寒光 立声问道 那丫头怎么会遇刺 白溪与清缠 不是在守着她 是 斯嘉二小姐去龙兴接查铺子 便遇到了行刺之人 那暴性小兵话 还未说完 就见自家将军 豁然起身 出了营仗 此事已过了有时 叫炼场上点起了篝火 士兵们围在一起 修整着各自的兵器 齐莫离一边大步往外走 一边喊来 笑炼场上的苏安 道 本王经中有事 先行回去一趟 你切切让将士们记着 言武场多流汗 江场少流血 又一军弓箭手 还要擒家苦练才是 他画坝 便翻身上了马 朝着马屁股响亮地 抽上了一记鞭子 那马发出一阵高亢的思鸣 随即扬起一片沙力 狂奔出了西郊大营 秋天的日头沉得快些 齐莫离借着月色 将马赶得一路急迟 齐莫离只想即刻 便回了那京中 他才离开京中三日 就出了这等事 他心下焦急 平速要两个时辰的路 愣是被他提前半个时辰 便到了建州城的西民门外 此时已月上中天 司警星下赏回了将军府 便将他安置在小柿子 曾住过的那间诊疗室中 他此时躺在院中的躺椅中 绿竹给他拿了条毯子 盖在身上 劝道 小姐 您若不想睡 咱们去屋里躺着 这秋日的夜里 凉得很 司警星却望着某个角落 摇摇头 不多时 白夕得到消息 便闪身过来 道 王妃 那蒙面人醒过来后 就咬碎了嘴里的毒 是个死事 而那车夫 却只是城中寻常的车夫 只是拿了那蒙面人的银子 再说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司警星坐直身子 娇美的容颜上 却蒙着一层寒霜 他看向白皙 语气坚定地说道 你是在出了东平街 便被人拦住 阻了你的脚步 给了那蒙面杀手一个可乘之机 这便说明 对方知道 我身边有你的存在 这才故意分了两拨人来杀害我 是 阻拦我那两人 很明显 不是想置我于死地 只是拖延我的时间 防着我去营救王妃你 司警星闻听此言 便没了言语 他想到了燕妃昏迷前 说的那句话 他起身 往房门处走去 却又顿住脚步 朝着诊疗室的方向看了一眼 人心 真的不可测 却在此时 一道脚步声呼啸而至 紧接着他整个人 便撞进了一个 带着风寒之气的怀抱 他惊叫一声 却听得身后的绿烛与白皙 都发出了小声的哄笑 那人身上带着的 乌木沉香味道渐渐清晰 是他回来了 司警星弯唇浅笑 静静地缩在那人怀中 却听得他心口 跳动得异常快 忙抬头去看 就见他发丝被风吹得凌乱不堪 脸上的神色 更是他从未见过的慌乱 布满血丝的双眼 正灼灼地盯着自己看 仿佛自己下一秒就会消失一般 他是 知晓了今日龙星街之事 司警星轻轻挣扎开一点 点起脚 伸手俯上他的脸 心疼道 齐莫黎 我在这儿呢 你看 我好哈的 他不说话还好 他一说话 那人却一下子又将他紧紧圈进了自己怀中 让他无法喘息 司警星不知道的是 方才齐莫黎狂奔到他院外时 听到了他的声音 心中那股酸胀感是多么的强烈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对这世上的任何人有过牵挂了 旁人叫他九颜罗 说他没人性 说他杀人如麻 浑身力气 他都不在乎 他截然一身 那些于他来说 不过是浮云罢了 可如今 他有了牵挂 齐莫黎垂头看向怀中 正奋力扬着胳膊挣扎的小女子 唇角一勾 真真是个不安分的小东西 他心中不由易软 将手臂上还着他的力度减去了些 就见他轻轻地喘着气 那樱桃小口微微张着 娇艳的红唇上 闪着盈盈光泽 齐莫黎眸光一暗 一把将怀中的小女子腾空抱起 朝着房中大步走去 第74章 这丝的嘴又毒又贫 绿竹健壮羞红了脸 赶紧低下头 快步去了小厨房 他家小姐晚饭时便没吃几口东西 他去做些小食备上 而白皙则快速地闪身 隐匿在了夜色之中 司警星被腾空抱起 只觉脑子瞬间发晕 分不清东西南北 便指得将头 靠在那人坚实有力的臂膀上 房门一闭 齐莫黎大手一挥 将二人的外衣都脱了去 只留了中衣在身上 司警星被他这 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他看着眼前男子挺拔的身姿 脸上顿时扶上两朵红霞 道 那个咱们还没成婚 齐莫黎看着床榻上娇羞的小女子 心下一阵好笑 他一阵掌风将烛火扇灭 掀起被子 躺在了那小女子身边 伸手将他那娇软的身子圈在怀中 又顿觉懊恼 他才十五岁 这要等到何年何月 听老太后说 女子早行那事 对身体极为有害 也不知可信不可信 普天之下 不都是十五岁吉吉 十六岁便可嫁人生子 司警星见那人将自己抱住 便没了其他动作 他不由 脸色有些发烫 暗骂自己 都在想些什么 他这副身体 可才十五岁 齐莫黎见怀中 小女子一动不敢动 不由一笑 凑到他耳边 轻声道 前面后面都一样 快长点肉吧 不然日后 为父可怎么下口 司警星文言瞪大双眼 这次的嘴 不光毒还很平 他红着脸 就要伸手去打那人 却被他紧紧搂入了怀中 他的头底在那人的脖梗间 听到他 喃喃出声道 日后 别再吓我 司警星听了这话 心中一疼 伸手环抱住那人 精宅警示的腰身 回应道 嗯 我知道了 我日后行事会万分小心 不知为何 有他在身旁 司警星 只觉心中踏实不少 今日先是遇刺受精 又为燕妃手术 他早已疲惫不堪 此时躲在齐莫黎怀中 顿觉困意袭来 不多时 便沉沉睡了过去 他不知道的是 从西郊大营奔波而归的 齐莫黎 却在他睡着后 亲吻了下他的额发 穿戴整齐 出了房门 月色下 白皙单膝跪地 告罪道 请主子责罚 属下护卫王妃不利 差点酿成大祸 齐莫黎复手而立 面上带着一股寒气 冷声道 若有下次 自己去莫为对领法 白皙盲躬身道 谢主子开恩 齐莫黎回头看了眼 身后的房间 眸中蹦射出一道嗜血怒意 道 茶 漆黑的夜 除了风吹树枝摆动声 及风吹树叶 沙沙响 一片寂静 一日天色微微亮 朱雀门旁的脚门打开 便有身着红袍 头戴花铃的官员 陆陆续续地进了皇城 过了金水桥 朝着秦政殿走去 这龙吟皇城 殿与楼阁星罗旗步 皆是金碧辉煌 气派非凡 众臣公军不敢大声喧哗 只各顾各埋头走路 他们一般都要比皇上早到半个时辰 因此 文武百官此时便在佩殿等待觐见 这点时间 他们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小声议论着 今日朝堂上可能要发生的事 或是金中发生了什么趣闻 听闻 昨日在龙兴街 发生了刺杀案件 当真是胆大包天 雷林大将军 粗声粗气地斥责道 朱大人 此事可当真 是何人所为 尚书大人文言 看向金赵福尹 求证道 此事还在调查之中 金赵福尹正为此事发愁 打了个马虎眼 推说了出去 不多时 由小公公进殿来 扬着公鸭嗓道 上朝 进见 殿中众官员立即进了声 朝秦正殿而去 崇德帝坐于金七龙文宝座之上 众臣行一跪三叩手之礼 吴皇万岁万万岁 一系列操作 崇德帝看得都有些烦了 谁能活他们万万岁 那不成了老王八 但他不能说 他还得装作很享受的样子 抬手说道 众爱情平身 张公公这才吆喝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筹 他话音刚落 便见张御史迈出班列 上前一步 躬身道 臣有事起奏 崇德帝点头 道 准奏 那御史台副左都御史张巡 便举着御牌 义正言辞静言道 微臣要参莫英王 四日前 莫英王擅闯阵远将军府 无故鞭打将军夫人周氏二十一边 至今仍伤口未遇 趴在榻上不得起身 四大将军为我龙吟打了胜仗 且负伤在身 莫英王此举 怕是要伤了老臣的心呢 还请皇上 言成莫英王 众臣公闻言 一时哗然 去臣子后院 善用私刑 这莫英王 实在是狂妄至极 坐在宝座上的崇德帝一听 又是壮高纳惹获金老九的 他服恶问道 此事 可当真 那张循正要继续说 就听到殿外传来一道慵懒 又漫不经心的男生 御史大人所言 本王概不认同 众臣公纷纷低下头 可不就是这张御史弹劾的那莫英王吗 虚于 一个身着玄衣的男子大步而来 他眸光一冷 看向那张御史 嘴里说着 本王指知将军府夫人 哦 不对 此时已是遗娘了 一个妾室 胆敢趁皇命卫下 胡乱更换赐婚嫡女 他这般不尊皇室 蒙蔽皇上 才是真的胆大妄为吧 本王指示小城大戒 刺了他几鞭子 已是看在司将军的面子上 格外开恩了 御史大人 您说 是与不是 太子齐南渊双臂拢在身前 也适时禁言道 父皇 九皇叔所言即是 若不是 看在司大将军的面子上 那妇人单凭一个妻君 恐怕就不只是躺在床榻上 这么简单了 瑞王齐南宴中是没忍住 但笑出声 道 九皇叔与太子殿下说笑了 周氏是将军府堂堂主母 怎会是妾氏 更遑论 父皇的赐婚口谕 本就没点名 是镇远将军府哪位女儿 又何谈蒙蔽 妻君 恒王齐南宴健壮 冷哼一声 嗓音洪亮地说道 起奏父皇 而臣也有事起奏 第75章 双喜临门 崇德帝看向恒王 这个二儿子 一向不喜参与朝政 只一心钻银经商 倒是每年往内库 贴补不少银钱 多次解了内庭 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 崇德帝对此 一向褒奖有加 今日见他有事 在朝堂上起奏 颇感意外 不由问道 恒王有何事 只见那恒王齐南宴 笑道 是大喜事啊 父皇 恭贺父皇再得皇孙 今日已是第八日 反请父皇给铃儿赐名 宝座之上的崇德帝文言 灯石龙颜大悦 笑着称怪道 恒王非诞下小皇孙 此等大喜之事 你竟瞒得如此甚 而臣也是无奈之举 当日铃儿生了病 齐南宴说道 这儿就顿住了 果见崇德帝立即问道 朕的小皇孙 陷下如何 可有叫太医前去看诊 恒王齐南宴 脸色有些沉下来 禀道 铃儿如今自视健康得很 只是有一事 着实让儿臣心中隔应 还请父皇赐教 你说 崇德帝这才放下心来 没有什么比小皇孙健康更重要 齐南宴便像护载的老母鸡 一脸怒气地说道 铃儿生病 得九皇审出手相救 才得以生还 而那四大将军府嫡子司警号 竟出口斥骂我铃儿 是野种 此言一出 站在他身侧的锐王齐南宴脸上 挂着他笑崩了崩 昨日他的王妃 便来求他去金兆府放人 没想到他这二皇兄 竟动作如此快地 捅到了父皇跟前 此时 他只觉悔不当初 这样的郑妃 留着有何用 却不得不长呼一口气 上前一步 道 恭喜皇兄喜货铃儿 只是斯家大公子 若说出此等粗鄙之词 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三皇帝 你是还没有孩儿 自视不懂为兄的心情 此事 是我亲耳听到 还能有假 齐南宴冷哼一声 又冲上手的崇德帝道 而臣出为人妇 心中实在不忍铃儿受辱 还请父皇给铃儿做主 瑞王齐南宴听了这话 心头一致 自己没有孩儿 若不是那斯景岳 自己又怎会没有孩儿 崇德帝 此刻面色也很是不好 自己的小皇孙 他自己都不舍得骂 那斯家大公子 当真是吃了狗胆 那斯郡山 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将军 可这内宅实在是 乱得不像话 他又想到齐南宴说的九皇审 不禁问道 你方才说的九皇审 正是斯家二小姐 之前给九皇叔 是及的二小姐 便是他就回了铃儿一条命 崇德帝就想起 张公公曾说过 那小丫头很是有趣 都是那斯郡山养的孩子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 他看着台下 自己的二儿子 一脸的不愤 道 如此说来 那斯家二小姐 自是该赏 那副左都御使张巡 眼见在这么下去 自己义正言辞的一番弹劾 就要被晃过去了 登时即道 皇上 斯家公子有错自是该罚 难不成莫英王有错 就要网开一面不成 眼见张巡在崇德帝 如此开心的时刻 还在不依不饶 周松都暗捏了一把冷汗 他这个大舅哥 哪里都好 就是太不懂得变通 好在崇德帝今日喜得皇孙 也不计较 只见他摆了摆手 说道 张爱卿不必多言 朕一向赏罚分明 公正无私 依朕的意思 那周氏钻淫皇家殷亲 着实可恶 念在斯将军劳苦功高 可从轻发落 令斯里见霸了周氏的 至于是否夺去其正式之位 就由斯郡山将军自己定夺吧 莫英王 固然是为了皇家威严考虑 但斯闯臣属内宅 实属不该 令宗正停发俸禄三个月 此笔款项 赏给将军府养之伤病 四家公子 品行不端出言不逊 令礼部急去他的勋爵世袭 积押金兆府衙三个月 以井孝游 四家二小姐 一束精湛 一致小世子有功 当赏 封安平县主 四安平县封殿 如此处置 各位意下如何 齐莫黎听到最后这条 才满意地点头 他掀开眼皮 提议道 陈帝一切听皇兄的 只是内斯将军 如今已被安平县主看好了伤 这笔银子 李该一并赏赐给安平县主才是 他一向是金钱如粪土 罚他三年他都不在乎 可自家那小丫头 似乎很是爱财 那就不能让肥水流了外人田 冲得帝私存片刻 瞧着下面站着的齐莫黎 心知他意 哈哈大笑道 如此也好 安平县主诊治镇远将军 实乃乌鸟之轻 其他人可还有异议 锐王齐南雁 瞥了一眼的张寻 这张寻乃是司锦月舅母的兄长 为人耿直 但着实也骨板执拗 说话很是不受人爱听 他忙挂上笑脸 道 父皇处置得十分公寓 想来镇远将军府 定会感念父皇一片人心 那张寻见此 也只得夸赞道 吾皇圣明 齐莫黎却在此时 冲着对面站着的太子齐南渊 递了个眼神 那齐南渊立即心领神会 奏请道 父皇 说道镇远将军 而陈方才听说 将军伤势已见大好 不若 父皇今日便将皇叔 与安平县主的婚事赐下 也好让安平县主双喜临门不是 崇德帝履了一把胡须 见自家那一向不屑婚配的右弟 竟无半分距异 心下了然 哈哈笑道 如此 甚好 太后一直挂念着 莫英王的婚配之事 此事便交由太后来办吧 老皇帝又转头吩咐道 张公公 你亲自去太后宫中禀明此事 一个朝会的时间 镇远将军府的事便占了一多半 有罚也有奖 自然 斯家二小姐的名头 也在今日早朝后 传遍了整个龙寧的高门府邸 清晨 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缝隙 洒射到司警星的床头 她翻了个身 又睡了过去 绿竹知晓自家小姐挨赖床 昨日又受了那样的惊吓 便由着她睡 也不敲门叫她 白皙却在这时闪身出来 吓得个绿竹半死 她一开始知道这白皙是王府中人 还有些居他 后来时间长了 便知他是个皮猴子 不由瞪向他 道 你走路怎就没有声音 是想吓死谁 第76章 谁家大早上吃猪蹄 白皙双臂抱胸 嘿嘿一笑 道 金盖可是好日子 别说死不死的 晦气 快去叫王妃起床 司警星被绿竹的敲门声吵醒 迷迷瞪瞪间 伸手往右侧一摸 空荡荡的 没人 他瞬间清醒过来 竟不知那人何时走的 燕妃还在诊疗室里躺着 清缠去了恒州 还未回来 绿竹一个人忙前忙后 着急忙慌的 伺候司警星梳妆打扮好 才长出一口气 司警星便觉好笑 正要问他些什么 就听院外传来白皙的声音 主子来了 正在府外等王妃 司警星这才明白 绿竹方才为何那般着急 他主仆二人走至府外 便见一辆四驱马车 正候在那里 那马车当真是符合他家主人的性格 只见四匹通体有黑的千里梁居 正打着响鼻 身后拉着一辆通体紫檀满雕的马车 那马车四脚 镶嵌着四颗硕大的蓝色宝石 两侧的窗边也相经欠宝 里头挂了精美的浅蓝色沙连漫杖 车厢前侧悬了一块墨色挂牌 上写一个单字 墨 见周城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这挂墨字牌的四驱宝车 乃是当今墨英王的座驾 齐莫黎坐在马车中 见那小女子分明都走到马车边上了 却还不进来 当下急到 还傻愣着干什么 快上来 带你去吃早饭 司警星这才收回打量的目光 上了马车 好吗 这位爷 恐怕是他自己饿了吧 他上了马车瞪了那人一眼 却被他一把拉到了他身侧 绿竹见状 忙将车厢门关上 自己则坐在了外面的车板上 你那丫头 准备怎么处置 齐莫黎单手揽住怀中小女子 另一只手 则到了杯热茶递给他 问道 司警星接过那热茶捧在手心里 道 我还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毕竟跟了我那么久 昨日又为了救我 受了那样重的伤 齐莫黎看着自家这小丫头 外人看上去 她是铁石心肠不尽人情 不亲姊妹 不孝父母 可 实则最是懂得感恩之人 他拍着他瘦削的肩膀 忍不住叮嘱道 给他机会 却不能不防 说不得昨日 就是上演了一场苦肉寄给你 司警星点头 他说的 他都想到了 只等燕妃醒来再行判断 他不想一直讨论此事 碎扭头 看向身侧男子 问道 你营中之事了结了 今日还回去吗 他话音刚落 就听前面莫云说道 主子 到了 他下了马车 手便被那人握在了掌心之中 司警星唇脚含笑 他们这样牵手 到很似后世热恋中的男女 他抬头望去 便见眼前赫然是一处八角亭 黑扁黄字写着 水泄雅居 绕过影壁 往里走 便是一片潺潺流水的青池 怪石罗列的池边 奇花一草 绕水盛开 有蝴蝶在翩然起舞 青池上 是折折回回的黑色石板路 池水中的青帘 此时正开得好 叶片间不时跃出鸡尾欢快的鱼儿 扑腾出几簇水花 青池北侧 是一座二层楼 东西两侧绕着各式雅间 雅间外都带着游郎 青幽的曲调 不知是从哪个房间传出 为这水泄雅居 更添几分雅致 司警星站在石板路上 入木皆是景致 他竟不知 这建州有这等清幽之地 他暗戳戳地想 这地方的饭菜 想来是不便宜的 一个浓眉大眼 看上去四十来岁的男子 带着几个小二行李到 见过东家 司警星这才知道 这水泄雅居 竟是身旁这厮的私产 几人来到二楼一处雅间 便有小二连续上了十几个菜 司警星俯额 谁家大早上吃这么多菜 莫不是自家的产业 吃起来不心疼 他正想着 便见齐茉莉 将一盘子 将只微猪蹄推了过来 听说你很喜欢吃猪蹄 尝尝看 司警星本想对那撕两句 大早上就吃这么油腻 却见那猪蹄炖得软烂 被浓香的汁叶包裹着 散发着阵阵扑鼻香 便生生将到嘴边的话 咽了回去 不得不说 这水泄雅居的大厨 做的东西果真不错 司警星吃得嘴下不停 齐茉莉则笑而不语地看着那小女子 偶尔给她加上一筷子菜 司警星却觉察出一丝异样 放下筷子 问道 你是遇到什么事 看你眼里藏着事 齐茉莉万没想到 眼前这小丫头 观察如此细微 她摇头失笑道 都是军中之事 弓箭手防备能力太差 压根不是寒蓝器射兵的对手 不过 我已经在想法子了 无碍 司警星擦近嘴角 走到窗边 这才瞧见 这水泄雅居背后 竟是靠着一片湖 清风拂过 一下子就让她神清气爽了起来 湖面微波荡漾 划出一层层的涟漪 她回眸一笑 朝着对面的人说道 齐茉莉 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齐茉莉偏头看去 正瞧见一抹光束 从那小女子光洁的脸上扫过 她明媚的笑意 就似朝阳般充满生机 她笑了 也走到窗边 握住她的手 道 王妃有何高见 过了赏我 你来找我 我给你看样东西 司警星晃了晃她的手 蛮唇笑道 齐茉莉不知她说的是什么东西 却还是答应了 道 好 那为夫 下赏便去找你 那么现在 就请吃饱喝足的王妃 先行回府领赏吧 领赏 司警星扭头看向那人 却总被她眼尾处的红色相思 致吸引住 美人质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马车一直行到 镇远将军府门外 司警星都没打探出 是领什么赏 只得作罢 气得都没跟齐茉莉说声再见 就进了府 只是还未等她 走到碎华院 就听身后 似乎有小丫鬟 在叫二小姐 司警星顿住脚步 回头去看 就见那小丫头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焦急说道 二小姐 您快去梨花院看看吧 夫人方才挂了白铃 自艺了 老夫人叫您去一趟 第77章 一瓶药水五百两 自艺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司警星点头表示知道了 冷谋扫过那丫头 缓缓问道 周姨娘 死了没 那小丫头文言 面上一震 这才反应过来 前两日 老太太被二小姐逼着 费了夫人的主母之位 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如今的二小姐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她忙垂下头 战战兢兢地回道 回二小姐 周姨娘没死成 被王妃救下来了 王妃 司警星从未听过谁家的王妃 三天两头往娘家府上跑 即便后世婚姻自由 也没司警月跑得这么勤 齐南宴如此纵容司警月 是何目的 司警星柳没倾促 连她都觉得奇怪的事情 外人又会怎么想呢 只会是 女婿与老丈人家走得近 一个三皇子 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军 走得近 电光石火间 司警星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那渣男 这是存了什么样的心思 如今 她倒很想知道 那司先生又是何立场 她玄机问道 如今 谁在离花院 那小丫头依旧垂着头 目不斜视 道 老夫人与将军 王妃 三小姐 温姨娘与四小姐 二少爷也在了 哼 倒是挺齐整 那她便也去瞧瞧热闹吧 司警星一挥手 对着那丫鬟 道 那便走吧 那小丫头闻言 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跟着司警星身后朝着梨花院而去 他们还未进梨花院院门时 便听到周氏房中 发出了一阵哀嚎惨叫声 紧接着 是司警月的阻拦声 母亲 您别再挠了呀 司警星眸中闪过一丝脚霞 抬脚朝院中走去 却见齐南燕正从门内走出来 她正想侧身而过 却听那人轻叹一口气 愧疚道 二妹妹 我也是今早才知 你在龙兴街遇刺之时 昨日我该是送你回府的 你可还好 司警星闻言 惊恶地扭头看去 就见那渣男满脸自责 似是极为悔恨 她心中十分恼怒 说着万分关切的话 实则却是在故意勾打她 魏出阁的小女子 除了与自家父兄接触 何曾接触过外男 若这样的姐夫时不时出现 还时不时说 这些令人遐想的关切之言 难怪原主会被算解 此事本就与大姐夫无关 何况九王已派了人护我周全 大姐夫好走不送 司警星冷着脸说完话 看也不看那人眨眼 一句大姐夫 一句九王 这分明是要划清界限 齐男艳面上的愧疚之色 书弟一收 他眸光幽暗 盯着面前女子 虚余 只留下一句 好 便转身去 司警星这才踏进了周氏的房门 只是他还未看清房中情势 就被人大喝道 你竟还敢与瑞王有来往 司警星打眼瞧去 便是那刚恢复两日的司先生 他突然就想到 从温姨娘处听来的就是 他的母亲因他而死 而这司先生根本不去查证 便妄下定论 如今 又是这般 也不知他这将军 是怎么做了这么些年 司警星瞥了眼那时 见司警月坐在周氏踏前的雾凳上 垂头不语 那周氏叫欢累了 趴着也不动弹了 他自顾自坐在了 司骏山下手的圆凳上 无视他的怒目 开口说道 司大将军 好大的官位 我只是与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有来往 我若与他多说几句 那便是什么 水性洋花 勾三搭四 司骏山脸色顿时铁青 他万万想不到 这些话是从他那 自小乖巧的二女儿嘴里 说出来的 他忍不住仰起胳膊 却听那二女儿笑淫淫地说道 怎么 司大将军 这是要打我 司骏山看着这个女儿 脸上的笑容 眼前却浮现出 他最爱的妻子 蓝心水的模样 他手臂颤抖 终是收了回来 司警星见状 脸上的笑意一收 冷声道 那老十字锐王 算个什么东西 大姐姐用过的东西 我才不吸得药 没得埋态了我 司警月听了这话 脸色煞白 眼角瞬间挂满了泪珠 伸着手指向司警星 颤声道 你 二妹妹 你欺人太甚了 司警星瞥了她一眼 却是冲着司先生问道 说吧 今日找我过来有何事 若只是为了训斥我 我不想听 她话音刚落 床榻上的周氏 又开始在床上滚动 发出哀嚎惨叫 老太太面露不悦 却还是张着嘴说道 新丫头 你母亲伤患处本已见好 可今日却不知怎点 齐痒难耐 方才还挂了 白铃玉要轻盛 她往日待你也不错 你就给她瞧瞧吧 司警星文言 眸光朝着司警云身后瞧了去 见那人微不可查地抖了抖身子 心下了然 不禁玩耳一笑 道 老太太说的是哪里话 我哪里还有母亲 咱们府上只有一个周姨娘 老太太后面的话没听进去 却只听到这二丫头 竟连祖母都不喊了 她脸色微沉 闭了嘴不说话 司俊山健壮 猛一拍桌子 怒斥道 逆女 不遵长辈 态度狂傲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逆女 司警星站起身 冷声道 那逆女便先行告辞 母亲 你忍忍 忍忍 别再抓了 这伤口在被抓烂 可如何是好 司警云也上前帮着司警月 拽住周氏的手叫着 见司警星要走 忙喊道 二姐姐 求你给母亲看看 杜太医说 只有你能看这怪病 司警星扭头看了看司俊山 弯船一笑 道 我的枕筋很贵 司警月见司警星松了嘴 盲点头道 多少银子都使得 司警星随意往周氏床踏上看了一眼 那边横处都已开始长了粉红的心肉 却有那么几处 被他抓闹的血肉翻飞 他装模作样的 在衣袖中翻找一通 摸出来一个瓷瓶 道 这是我新研制的驱养水 五百两 五百两 司警月蹴了下眉头 这药可珍贵 一套头面也花不了这么多 他忙伸手去接 却见司警星根本不撒手 这才知道 是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便忙从身边侍女处拿了银票递过去 司警星接过银票看了看 才将那小刺瓶封了手 姐妹二人 一个看诊要钱 一个看诊给钱 都觉得没有问题 虽然有一个 可能嫌贵了一点点 可司俊山却觉得 这二女儿实在毫无亲情可言 一家人看诊 竟还要诊经 他刚要开口骂 就听到那二女儿又补充了一句 这一瓶药 只是五天的量 周姨娘的伤 怕是需要半年八个月才能好 希望大姐姐提前预备好银子 司警月握着手中的瓶子 心中愤恨不已 他哪里有那么多银子 近些日子 王爷是越发看他不顺眼了 他自是要收敛些 司俊山却是忍无可忍 仰起胳膊 就朝着那二女儿脸上甩去 他如此不遵长辈 他日后要如何去见他的妻 第七十八章 安平县主加身 司警星尔利好 早在司俊山打过来时 有了防备 他急不后退 躲过了司俊山的巴掌 司大将军 这是做什么 司俊山身受重伤十日已久 本就虚弱不堪 这才能起身 就如此大动干戈 一时贪坐在椅子中 气道 他好歹是你的母亲 对府上子女一向很好 尤其对你更似亲生 你为何如此冷血 不懂感恩 司警星盯着司俊山 他母亲当时是眼瞎了吗 看上这么个心忙眼忙的货 司大将军 他对我们极好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九王鞭打他之前 祖母刚下了令 要将他绑入柴房呢 知道为什么吗 老太太听了这话 不自然地看了眼 乖乖坐在一旁的小孙子 司俊山却是听不懂了 他才清醒两日 没人跟他提过此事 司警恒却拉着他的四姐姐 站起了身 上前两步 跪在司俊山跟前 将大日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司俊山瞧着眼前 小儿子认真的模样 根本不似说谎 他又看向坐在角落中的温氏 见他也微微点了点头 这温氏性格温吞 不是惹是生非之人 司俊山这才看向老太太 道 母亲 可有此事 老太太握了握腕子上 新得来的杨枝白玉手串 含糊道 许是有吧 老太太这串子 是新得来的吧 看着色泽银润细腻 应是淮北周 才有这样的好料子吧 司警恒却在这时 夸赞起了老太太的串子 他不顾老太太沉下来的脸色 画风一转 又道 我记得大姐姐的二舅舅 做的生意可不小 经常往来于建州 与淮北之间 这句话一出口 司俊山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看向老太太 道 母亲 你糊涂 又转头看了眼床榻处的周氏 刚要说话 就听门外有小丝通禀道 老爷 宫中来人了 说是有旨意要宣 此时坐在床榻上的周氏 上完司警新给的药 这会儿倒真的不痒了 可听到宫中来人了 他脸色一白 方才瑞王说 什么来着 龙颜大怒 司家众人行至前厅时 张公公早以后在厅中 旁人不识的 司俊山却是再熟悉不过 这张公公可不是普通的太监 他可是当今圣上身边最当红的大太监 他搭不上前 恭敬道 让公公久等了 那张公公听闻了司家之事 对这司俊山也没了好感 面上却还是挂着笑 道 司大将军凯旋而归 如今伤势也见好转 皇上也能放心了 他环顾了下四周 见那小丫头混在人群中 便扯着嗓子道 既然人都到了 那咱家就开始宣读皇上旨意了 众人跪地 席耳恭听 奉天承运 皇帝制约 这远将军府敌小姐司警星 聪慧温良 医术精湛 圣守仁星 就知世子有功 特封为安平县主 赐安平县封地 钦此 张公公宣读完圣旨 对着有些发愣的司警星招手 韩笑说道 县主 来领旨夕安吧 司警星这才起身上前 傅又跪下 双手接过那黑犀牛角轴的祥云锐和圣旨 司家其余众人心下大惊 这皇帝莫不是封了 单凭就一个小皇孙 就封个县主 还是带封地的 那可是享有实意的 见众人正要起身 张公公却倾咳一声 道 诸位且慢 皇上还有一份口谕 镇远将军府周氏 妄测圣意 巧言吝啬 功于钻营 令司礼兼罢免周氏的三品告命 殊人之容 镇远将军嫡长子司警号 品行不端 出言不逊 辱骂世子 令礼部急去他的勋爵 世袭资格 且积押金赵府衙三个月 令 莫英王私下编抽将军夫人 罚奉三个月 三千两奉银 用于将军诊伤之用 然朕听闻安平县主出钱出力 为你诊伤 此笔款项便交由安平县主之用 请辞 安平县主 这是三千两库银的银票 您收好 张公公指了指身边小太监手捧的红盘 上头盖着红布 对司警星说道 司警星简直对那未曾谋面的皇帝 太爱了 上次赏吃赏用 这次直接赏钱赏关 果然是全天下最豪横的老头 臣女谢皇上赏赐 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吃妈妈香 张公公听着这语众不同的谢恩 点了点头 转而看向一旁发正的司俊山 道 司大将军 皇上为你府上的私事 着实费了不少心 万望你日后多加看顾 家宅安宁 才能处理好军中大事 司俊山文言 神色一领 张公公侍奉重得第三十余年 他的话 基本就是皇上的意思 他万没想到 周世竟真敢做替嫁逼婚 蒙蔽皇家之事 还有那司警号 此时不在书院读书 竟跑回了京中 还胆敢辱骂小柿子 如今被积押金赵府 还论什么前途 皇上说得不错 他管得了军中事务 却管不了这小小的一方庭院 他闭了闭眼 压下心中怒气 冲着张公公迁功道 谢公公提醒 待老臣休养好 自会进宫向皇上请罪 张公公也知道 这司俊山为龙音立下过不少汉马功劳 自然也不好说太多 只白手道 将军好生休养 咱家就先回宫复命了 公公吃盏茶再走吧 司俊山客气道 却不想那张公公 高深莫测地提醒了一句 不了 一会儿这院子还得来人呢 司将军留步 只是你那夫人 让他一会儿多撑着点吧 第79章 有人笑有人哭 众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知这张公公所言是为何 送张公公离去后 周氏捂住嘴 便开始呜呜咽咽咽地哭 原来 方才瑞王来说的龙颜大怒 便是这样的后果 他好不容易挣来的三品 道命书人 就这样被收了回去 后背边伤处 隐隐传来几分刺痛 这所有的耻辱 他都一一记下了 司景星打眼瞧了过去 这周氏往日哪次不是嚎啕大哭 今日这是当着司先生的面 装柔弱呢 可 如今他这肥瘦劲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呜呜 呜 司俊山对这周氏并无几分情 只觉得这些年 他为了麻痹失去爱气之痛 常年奔波在外 而他却从不抱怨 将府上的一切打理得紧紧有条 方才听得圣旨 心中那骨子气 也随着周氏的哭泣 泄了一半 只是冷着脸道 此次皇上也算是格外开恩了 日后谨慎行事才是 周氏自知 眼前夫君的心不在自己身上 但他这些年对这府上 功劳颇多 只要他不说主母之位废除 他便能做得安稳 是 妾身谨记夫君教会 他话音刚落 就见门外的小司 匆匆进了厅来 通禀道 宫中又来人了 司俊山这才明白 方才张公公临走前说的 这院子里还会来人 便是这意思 他匆忙带着众人 将那司礼间皇衣老内奸 迎进了前厅 老内奸手持卷皇诏书 环室四周 不怒自威 冷着一张脸道 将军府周氏 何在 周氏闻言 面上一正 旋即上前 道 臣妇在此 那老内奸瞥了他一眼 翻了个白眼 举着手中的旨意 阴阳怪气道 既在此 还不快快跪下接纸 那周氏吓得一哆嗦 灯石跪在了地上 身上的伤口四世 被拉扯开 疼得他冒了一脑门汗 那皇衣内奸见他跪了下 便打开了那眷皇诏书 念叨 慈笑天恩 圣母皇太后一指 朕远将军府周氏 妄测圣意 攀附恩荣 教子无方 有时我龙吟朝命负之欲 特赐掌嘴二时 以警校友 老内奸话音一落 周氏身陡如其 他忙扭头 看向身旁的司俊山 司俊山不想此事 周氏竟被老太后知晓 他的孙儿被不守 可这横王府的小世子 才是他第二个崇皇孙 却被自家儿子辱骂一通 他不由怀疑 周氏这些年 到底是如何治家 又是如何教导府上孩子们呢 如今周氏所作之事 全是仗着他的军功 才得以轻罚 皇上怕是要对他寒了心 他深呼一口气 冲着周氏摇了摇头 便不再看他 老太监一摆手 自有两个小太监 上前摁住周氏的左右 便有一个强壮些的太监 上前来一步 在周氏跟前站定 脸上还带着一丝笑 道 这位夫人 咱家得罪了 不等周氏反应 那太监便一巴掌扇了过来 周氏肥胖的大圆脸上 顿时陷了一个巴掌印 嘴角有血迹渗出 紧接着便是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院中鸭雀无声 只于啪啪巴掌声 夹杂着周氏小声的哀嚎 皇城宫中 那是个什么地方 是这朝代 最是规矩严明之地 每日里犯了错误 被处罚的小太监 小宫女 甚至公妃 娘娘 那可是多不胜数 那些内奸 早就摸索出了 无数种折磨人的法子 叫人求生 不能求死不得 即便是这最简单的掌嘴 那掌握好了角度 也是 能让人痛不欲生 司警月与司警云 眼看着自己母亲 被打的头脑 都有些不清楚 东倒西歪被人摁着 心中暗暗着急 却又不敢公然抗指 只得愤恨地瞪着司警星 定是他背后 像九王嚼舌头跟子 母亲才会遭此劫难 二十八掌打完 周氏那大胖脸 早已成了猪头 司警星瞥了周氏一眼 忍不住憋笑 因为周氏此时 实在太像唐伯虎典秋香里 秋香中了夺命书生的 面目全非较厚的样子 他垂下头 唇角用力向下抿着 没有笑出声 却突然听到 那老内奸喊了句 不知安平县主何在 司警星还有些发愣 被他身侧跪着的司警衡 提醒了一句 二姐姐 叫你呢 这刚得来的县主身份 他还没适应 他起身 走到那老内奸跟前 却见他早已不是 方才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而是正挂着 满面的笑容看着他 司警星不知何故 却指昂头说道 臣女在此 那老内奸便点头 道 县主先是救治九王殿下 后又救治小世子 鞠躬甚尾 却被皇上抢了先 赐了县主之位 太后他老人家 也想表达下对县主的重视 便抢着为县主 把婚事定下来 省得一些个心怀不轨之人 又要趁乱抢走 不属于他的东西 司警星眼见着老内奸 说这话的时候 眼光瞥了一眼 那被打得瘫倒在地的周氏 这白面公公倒是很有意思 一点不给司君删面子 那老内奸说着 便将手中 眷皇诏书打开 司警星见此 赶紧跪地 就听那老内奸 清了清嗓子 郑重念道 慈孝天安 圣母皇太后一旨 这远将军府嫡女 仅为安平县主 司警星 秉姓端书 古德书真正值吉吉 妙龄之年 兹特已指婚 莫英王为正妃 则有司则即日完婚 太后一旨念完 司俊山带头谢恩 司警星接过那赐婚旨意 便想起今日早间 齐莫离说的那句 快回去领赏 对比司警星的满面春风 收获颇风 周氏此时实属有些惨 他脸上没有一处不疼不胀 眼皮又沉又重 都快睁不开眼了 后背伤口又疼又痒 尤其那骨子痒劲 就想拿刀子 将那块肉割下来才解恨 他越是这样想着 后腰那出的伤口 却更加扫痒起来 他不自主地扭动着腰部 试图用衣料的摩擦 来缓解那出的痒 他本就与司警星跪在最前面 老内奸一下子就看到了 他顶着一张猪头 匍匐在地上 晃动着腰部 那样子要多难看 有多恶性 第八十章 五连发公母 老内奸哪里见过 这样不得体的官家妇人 他面色一沉 道 司大将军 咱家今日跟您透个底儿 皇上看在您对咱龙您的汉马功劳上 在朝堂上 为了保全您的颜面 并未插手 您内宅妻妾之事 可您自个儿瞧瞧 如此这般尚不得台面的妇人 当真能在您身后 撑得起着镇远将军府 咱家多嘴多舌 全看在莫英王与安平县主的面子上 严禁于此 您好生考量 司俊山自然也看到了周氏那粗鄙的动作 心知他是背后伤口所致 却不想老太后身边的那间公公 竟这样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他一时顿绝颜面尽失 此时却也只能对着那公公道 多谢公公提醒 此事老臣定会认真考量 今日之事 劳烦公公了 老太太看着自家儿子 当朝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却因周氏之事 在那没了子孙跟的燕人跟前 丢尽了脸 心中对那周氏的厌恶之情更甚 送走了老内奸 司家众人站在前院 却一时没了动静 司景欣可不想陪着他们干站着 他对着司俊山道 若没什么事 本逆女就先行回院子了 司俊山铁青着脸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转身去 就连背影都像极了他的母亲 可为何他那性情 却与他母亲相差甚远 若是他母亲还活着 见他如此 会否后悔将他生下来 也罢 日后嫁出去 自然也就断了来往 周氏是被两个壮士婆子 一左一右拖回梨花院的 他一回房间 就将衣衫一把扯开 抓起床边的药 抹在那扫痒之处 司俊山就跟在后面进门而来 他呆愣在原地 看着周氏那近乎疯狂的举动 往日在他眼前那端庄贤淑的周氏 怎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司锦月眼见周氏 要将一瓶子药水全用完 盲伸手抢了过来 这可是五天的量 就照周氏这个用法 一天岂不就用完了 柳妈妈伺候周氏 换了干净的衣衫 也就满怀心事地退出了房门 库房两次被盗 丢失了许多财宝经营 而锁头并没损坏 周氏便怀疑院子中出了内贼 而他竟也被周氏怀疑了 虽然事后 大小节帮着他说了话 周氏也说是 自己多心冤枉了他 可他这心中 却总觉得有些烦闷 他可是伺候了周氏二十年 司锦月见司俊山面色黑尘 周身韵着寒气 心知他母亲 这是惹了祸 他忙倒了杯茶 请司俊山坐下 道 父亲 母亲也只是一时糊涂 才办下这些错事 他如今已经得了教训 还望父亲看在母亲 这些年费心费力的份上 宽有一二 说来也怪 今日府上总是状况接连不断 无一日安宁 莫不如过几日 我带着几个妹妹 去林乡寺拜拜 求个安宁 司俊山看着眼前的大女儿 道 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日后还是少回府为好 也省得给瑞王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去林乡寺之事 我会去告知你祖母 叫他去办就是 话音一落 司俊山便起身出了房门 为刘司锦月坐在桌边 手中攥紧了茶盏 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 这可如何是好 司锦月回到自己的碧落院 不禁坐在同镜前 看向镜中的自己 这几日 他皮肤似乎变得水嫩不少 也白了许多 都说女大十八遍 看来他这黑皮肤 也能变成大姐姐那样的白嫩皮肤 若下次再见莫英王 定能吸引住他的眼睛 他几乎可以想到 那人冷哭外表下 温柔呵护着自己的样子 司锦星抱着三千两银票 一张圣纸 一张一纸回了碎华院 走到诊疗室时 顿住了脚步 那蒙面杀手 至今犹如一根刺一般 扎在他的心头 虽然没有证据 但他能肯定 就是周氏所为 或是他娘家哥哥 死事 司锦星坐在窗前的书案后 脱腮思量着此事 他不能坐以待毙 否则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 对方只要付得起雇佣死事的钱 便有无数次杀他的机会 是的 白嫡说 查到那死事 并不是名门望族扬起来的死事 而是在帮派上雇佣而来 这种帮派 是指拿银子说话 也就是你只要出得起银子 便能随意买下别人的命 用过午饭 司锦星也顾不上休息 他闪身进了姓林雅旭三楼 他虽是医学生毕业 但小时候的梦想 其实是当一枚女警 可以配枪 后来 他被分配到了特种兵队里 做军医 特种兵是专门为了特殊环境作战 而训练的兵种 用到冷兵器的机会 比其他兵种更多 而他也是在这个时候 对冷兵器有了更多的了解 闲暇时 便专门去报了部队的兵器课程 这些课程 就是针对简单的冷兵器的拼接 拆卸 甚至构造 铸造等等内容的讲解 也是为了让队员 对手中兵器更多的了解 他没见过寒岚的剑 却通过司俊山背上的伤看得出 那剑只能一剑双发 且准头并不十分高 他从床下翻出一个箱子 里面便躺着一张五连发弓弩 五连发弓弩 相对于十连发诸葛连弩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体积小 重量轻 非常适合单兵使用 司警星将那弓弩拿出杏林雅絮 趁着齐莫黎还没来 依着脑中的印象 将弓弩的内部结构及细节 画在纸上 却忽得 身子一空 手中的笔在纸上画了个印子 快放我下来 齐莫黎 司警星举着手中的毛笔 做事就要在他脸上画去 齐莫黎一手禁锢住 怀中小女子的手 目光凝视他明媚的双眸 问道 今日收到那赐婚旨意 你可欢喜 司警星坐在他腿上 身子被圈住 动弹不得 只得看向他 道 嗯 很欢喜 不然被你摸了手 搂了腰 再没个名分 我岂不是很吃亏 齐莫黎听到后面 不由被他气笑了 点了点他的小鼻尖 道 本王的王妃 一向聪明过人 又怎会让自己吃亏 他说完这话 目光才被桌子上摆着的公母吸引住 声音中带了一丝 他都没有察觉的轻颤 问道 这是何物 第八十一章 别搅的说辞 司警星闽唇一笑 就知道 这祸会是这种反应 他从齐莫黎腿上跳下 拿着那柄公母 拉起她 就出了房门 齐莫黎在廊下覆手而立 背脊挺直 眼见着那小女子 仅在两膝之内 连续发出了武剑 他眸光一亮 大步走至院门处的大树下 看着树干上射镜的武剑 竟连位置都相差无几 他拔下那剑 扭头看向 站在房门廊下那小女子 就见他一手将那弓扛在肩膀上 一手插腰 脸上带着一抹得意的浅笑 正目光灼灼地望向自己 午后的阳光 就这样透过枝鸭 撒在他的脸上 那光韵 将他明媚的笑叶 染得更加柔和 他微微将头昂起 分明是一副傲娇的小模样 齐莫黎不觉心口一致 这小丫头 到底有多少秘密 是自己不知道的 之前查到的那些信息中 莫不是漏掉了些什么 他大步走至那一脸就夸奖的小丫头跟前 将他小小的身子揽进怀中 夸奖道 王妃 身怀绝技 实乃旷古神飞也 司警星被他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 谁能想到堂堂九颜罗 还有拍马屁的时候 却听那人呼的速声道 星星 此宫 你是从何而来 司警星文言一正 他只想着帮齐莫理解了燃眉之急 倒是忘了 园主一个深闺小姐 怎么会研究这兵器 他拍了下脑门 道 京郊别院不远处有片山林 机缘巧合下 我认识了个狩猎人 他见我对这东西感兴趣 便送了我一把 别搅的说辞 齐莫理幽深的眸中 带着几分笑意 没放过小丫头眼神中 闪过的一丝慌乱 却不拆穿它 直到 星星 这神功 可大规模制造 司警星见他不继续追问 松了口气 忙回道 可以是可以 只是这弓弩结构很是精密 耗时更长 且见识与之前的也不同 是铜头铁屎 杀伤力更强 不止耗时长 耗资更是翻倍 齐莫理摇了摇头 两道剑眉舒展开来 道 这些耗资与将士们的性命比 不值一提 若军中有你这公母 那便是我龙鹰将士的保命符 我这就入宫去一趟 明日 你可愿与我去一趟西郊大营 司警星眸光一亮 他很怀念上一世在部队的生活 可这古代军营 女子能随意出入 我真的可以去 齐莫离唇角一弯 他本以为女子都不喜军营那种地方 全都是一群粗手粗脚的操马汉子 他的小丫头 真是一点不似金中那些个装模作样的雍之俗粉 他忍不住俯上小丫头柔软的发丝 道 自然 如今又一起射军士气低迷 你的弓弩 定能让他们振奋精神 司警星仰着头 眸中闪着亮晶晶的光 笑道 好 我随你去 齐莫离看着眼前 俏皮的小丫头 竟有些不舍得离去 却想那弓弩事关重大 只得伸手握住他软弱无骨的小手 道 那我明日一早便来接你 好 司警星点点头 他真想看看 如今的将士是如何练兵的 送走了齐莫离 司警星又将没有画完的弓弩设计图画完 天色也有些暗了下来 他去诊疗室看了看 还未清醒的燕妃 给他换了药 才出了房门 白熙则跟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道 王妃 三日乾瑞王妃去了一次周氏郎府上 那周松 动作够快的 司警星还不想让周氏或者司警月死 随便死死 太便宜他们了 但是那周松 却是要让他尝一尝得罪姑奶奶的后果 他扭头看向白熙 道 你可认得周松府 尚在何处 白熙一愣 不知自家王妃是何意 却还是点点头 道 自试认得 那今晚 带我去一趟 司警星唇脚弯弯 脸上带着一副 志在必得的笑 白熙便以为 自家王妃是要趁夜飞风高 去杀人 却又觉理所当然 他家王妃 从来不是只吃亏的人 王妃 此事我一人去就可 您在府上等下就是 司警星摇头 却不解释 知道 你听我的 晚上嗨十三刻 咱们一同去 白熙再不多言 王妃自有她的主意 她只需要保护好她便是 何韵院 周师那祸 今日可当真 是丢进了将军府的颜面 我当真是回死了 当初 怎别就扶了她上尾 老太太气了一天 还是吐不出 憋在心口那团气 吕妈妈倒了杯茶 递过去 道 可见二小姐 那日要将她拉下马 便是对的 老太太端着茶盏 私存片刻 道 说到二丫头 我总觉得有些邪门 她回来后 府上便日日状况百出 她莫不是真的刻我们吧 吕妈妈 却及时打断她道 二小姐回来后 府上是出了些事 但咱们院子 温姨娘那边 都没事 单单只有周姨娘 这房有事 并非是整个将军府啊 老太太 这才缓了心思 只是道 若那周氏 当真被打压成窃势 大小姐 日后如何立足 还有号 她话音未落 门外通禀声传来 夫人来了 周氏容颜憔悴地进了门来 面上泪水湿了满脸 跪在老太太身前 哭求道 母亲 媳妇知道错了 如今我也不奢望 什么主母之位 只想着别给月儿他们 扯了后腿 您也知道 若我为妾 月儿在王府定是抬不起头的 媳妇只求能留住个主母之名 而我甘愿去临乡寺 守着清灯古佛度日 也好日日 为将军府点香求妇 求母亲成全 周氏近日 似乎是清俭了不手 一件青色衣衫 穿在她身上 竟有些肥了 老太太不由想着 近些日子 周氏受得罪 又见她如今 坐小伏地的样子 心中便有了几分 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道 你思虑得极是 哪个母亲 不是为了儿女打算 也罢 我明日 便去跟将军说一声 若去临乡寺 就带着家中几个女儿 一同去 一来一回 便没人知晓此事 也算圆了你的脸面 周氏文言 忍着脸上的胀痛 谢了恩 扣了手 便回了梨花院 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亲大哥 周松 周侍郎 此时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第82章 夜黑风高办坏事 夜晚的风轻轻吹过 带着几分凉意 司警星被白熙带着 飞掠过树梢屋顶 几个起落 便出了轩武大街 不多时 二人便站立在一座 三进三出的院罗 不远处的树叉上 别说 人家这轻功 是真带劲 他不由夸道 大兄弟 功夫不错 做贼肯定没人能抓住你 白熙翻了个白眼 这丫头 是在夸人 还是在骂人 他刚要对上两句 就听她说道 二进院中 此时还亮着灯 不是商讨国家机密之事 就是在与人行狗 且偷欢之事 白熙无脸 他怎么就忘了 自家这小王妃 那是个什么话 都敢往外说的主 他要如何与自家主子 交代这段 原话照搬吗 二人一落地 司警星便悄悄说道 走吧 就去那二进院 亮灯的那处 白熙正要阻止 一回头 却看不见人了 他急忙四下找了一遍 依旧没看到人影 他心下骇然 王妃的功夫 竟如此神出鬼没 司警星不知 白熙在后面 是如何评价他的 他此时已经探入了二进院 他悄悄靠近 那亮着灯的窗下 便听到一声怒斥 王爷对你此举 甚为震怒 那人岂是你能动的 他听不出声音 是何人 紧接着便是周松的声音 道 杀了他 不是更有机会 如今 韩岚野心勃勃 在此关头 行事更需谨慎 此女子之事 王爷自有打算 你只需做好自己 分内之事即可 那人说完便朝着门口走来 司警星赶紧引入姓林雅絮 听着脚步声远去 才小心翼翼地闪身出来 如果他猜得不错 那人应是锐王的手下 司警星紧随周松身后 回了他的院子 便见一个身着薄杀的女子 正已在门边等着周侍郎回房 一见周侍郎 黑沉着脸进了院子 盲娇娇弱弱地 上前关切道 爷 怎么这么大怒气 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了眼 还不是司家那野丫头 如今倒是杀不得了 周松一把将那女子 拦腰抱起 顺手摸进那人的薄杀内 那女子娇笑求饶 啊 这是在院中呢 若被人传到夫人那里 院中又如何 今夜就在院中 我看那夫人能如何 周松在书房吃了瘪 正是气头上 说着就大手一挥 将院中石桌上的茶盏扫落在地 将怀中女子扔到石桌上 司警星 在暗处不由呲牙咧嘴地抽了口气 直接扔在桌子上 多疼啊 先让他嘚瑟一会儿 司警星转身在院中 搜索起来 周氏贪磨的银钱 没少给这周松吧 他拿回自己的东西 不过分吧 不多时 司警星便将周松这个院子中的私库 搬了个底朝天 他出来时 周松那边也完事了 不咋地啊 他一刻钟就结束了 则则 司警星见二人回了房 眸光一转 他靠近窗下 弹指一挥 竹台的火苗似是亮了一下 转而又按了下去 房中二人 只觉燥热难耐 又贴到了一处 司警星见时机成熟 刚要转身就被白皙拽住了胳膊 白皙都无奈了 怎么一下看不见 就跑来 看这事 他不禁扭头 看向别处 道 这有什么好看的 快走吧 司警星哪里肯走 他在白皙耳边 嘀咕几句 就见白皙一脸震惊 也不说话 便朝着暗处行去 不多时 周府各房 都朝着这里奔来 一日一早 晨光细微 蓄日东升 周府便炸开了锅 周松听着门外的吵闹声 不禁皱了皱眉头 他睁着心松的双眼 只觉身下一阵 年糊冰凉 他伸手一摸 竟全是血 他心下亥然 扭头看去 便见房中床榻上 地上横七竖八 躺着他的妻妾六人 甚至隔壁跨院的 弟媳妇卢氏 也在其中 全都衣衫不整 浑身轻子 身下一片狼藉 他被眼前的场面震怂 当时就要起身下床 却顿觉 下身一阵痛意 接着便见一股鲜血 顺着他的腿流出 这是怎么回事 昨夜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松眼前一黑 昏厥了过去 周家此等私密之事 却似风一般 用极快的速度 传遍了建州城的大街小巷 司警新今日 难得早起 没有赖床 他优雅地吃完早餐后 坐在院中秋千上 听着白皙 绘声绘色的汇报战绩 时不时点点头 指点下 他哪里做得不够完美 齐莫黎就是这个时候 进了碎华院 清晨的光 总是最清澈的 他就站在院门口 定定地望着 那笑弯了双眸的小女子 他就似那黑色中的一颗星 光亮又璀璨 白皙转身 朝着齐莫黎抱拳行李 便隐匿在了暗处 司警新望着 不远处的齐莫黎 他一身悬衣 副手而立 发丝随风扬起 配上发际上那颗蓝色宝石 浑身散发着一种生人 墨镜的王者之气 他招招手 天天一笑 道 齐莫黎 过来 那人便大步而来 在司警新身旁坐下 揽他入怀 冷峻的面上 带着一丝宠溺的笑 道 当今天下 也就你敢这样 直呼本王姓名 司警新离间 传来他身上特有的乌木沉香 黑黑一笑 道 所以 我是天下独一份 你想忘都忘不了我 齐莫黎不知 这小丫头脑子里 都想些什么 他无奈道 你呀 光长心眼不长肉 扑 司警心疼地站了起来 红着脸道 不是去大营吗 走吧 齐莫黎剑状 盯着眼前小丫头 红扑扑的小脸 思寸片刻 这才想到之前 他说的那句 快点长肉 魏夫才好下口 他心下觉得好笑 却不忍再逗他 一把将他抱起 脚下轻点 翻过了墙 出了将军服 一匹通体有黑的骏马 正被莫云牵在手中 你要不教教我功夫 司警心时 再羡慕人家 会轻功 多轻松 好 齐莫黎硬下 便扬起鞭子 驾着马飞奔而去 司警心之前 只坐过马车 第一次骑马 被颠捕的气昏八速 他只能窝在 齐莫黎怀中浑浑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 司警心 是被齐莫黎叫醒的 这才知道 终是到了西郊大营外的山林 他刚要调整下姿势 就见一伸着铠甲的将士 骑着马朝 他们急迟奔来 参见将军 营中出事了 第八十三章 王妃藏了小秘密 齐莫黎将怀中 小女子搂正了些 看向那赶来的将士 此人乃是 前锋营副将雷恒 他便是剑州巡防营 雷陵大将军的堂兄 为人老成持重 今日忽见他如此神色慌乱 心知营中必是出了大事 他猝眉问道 出了何事 雷恒狐疑地 打量了一眼 莫英王怀中的小女子 正思量着女子 不可进军营 便听到将军问话 便知将军并不避讳那女子 所以拱手道 回将军 从昨夜开始 陆陆续续有不少将士 开始出现呕吐 发热症状 今早就更多了 齐莫黎文言 不再多问 单手抖动缰绳 将马赶起来 那抱信的雷恒 也紧随其后 跟了上来 西郊大营背靠基隆山 呈三面环山状 南面山林中间 开辟出一条路 用于车马出入 不多时 司警星便看到了大营的入口 只见高约三米的围墙上 有巡逻兵在不断走动 大门左右 各一个高五米的撂望台 各占了哨兵巡察 几人进了大营 右侧便是叫练场 几营将士正在演习 只是众人接面露皮色 司警星被齐莫黎牵着手 翻身下了马 不由问道 这位将军 不知 你方才说的那些 有病症的将士 身在何处 那雷恒年纪长一些 对营中规矩 那是一向遵从 这女子虽是将军带来 却依旧对她没有好印象 只简单说道 在兵杖 司警星见她如此 并不在意 对着齐莫黎道 那我们速速过去查看一番吧 齐莫黎点头 牵住司警星的手 转头问向那雷恒 道 随军医官如何说 医官说是普通伤寒腹泻 可喝了药 并未见有好转 且状况愈发严重 雷恒跟在齐莫黎身侧 一脸焦急地说道 教练场在大营右侧 中间是主将副将参将的营杖 左侧便是十几排的兵杖 几人来到营杖时 正见一个士兵捂着肚子往外跑 差点就撞到了齐莫黎身上 将军 属下 那小兵本要说句如策 却见将军身后跟着一个绝色女子 道嘴的话 硬是憋回去了 齐莫黎摆摆手 让她赶紧去 自顾牵住司警星的手往里走 兵杖一般是五十人一杖 此时杖中 已有十几二十人正趴着 或是躺在铺盖上 因着腹泻很多士兵一天要拉十几二十次 有时候脱裤子来不及 还可能会拉到裤子里 因此 他们在营杖中 便只穿了泻裤 躺在铺盖上 此时见大将军来仗 能动弹的 便都准备起身行礼 却忽见踏门而来的 还有一年轻少女 灯石吓得全都拉过被子 往身上盖去 军中怎会有女子 随军衣冠也忙起身过来行礼 看了一眼将军身边跟着的小女子 才面露忧色 道 将军 老陈未曾见过如此严重的腹泻之症 甚至还出现了呕吐不止 今日早上 更有两名士兵出现了昏厥 最关键的是 药物似乎并未起到作用 老陈担心 如此下去 营中将士 怕是都难以逃脱此证 我去看看 司警星说着 便将手从其末里手中抽出 朝着最近的一个士兵而去 衣冠剑将军并不阻拦 他也不敢多言 跟着走了过去 那小兵此时正全身发热 脑子有些晕 就见一名艳动人的少女 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一时有些发愣 随即便笑了 道 你是先女姐姐吗 司警星见他眼神呆滞 盲伸手从衣袖中 掏出医用口罩及手套戴好 抚上那小兵的额头 道 39度 此乃高热 会让人神志失常 而普通腹泻并不会引起高热 那雷恒本 还对这小小弱女子有偏见 当下见他 似乎懂些衣术 盲上前一步 蹲在他身侧 摸了摸那小兵的额头 又摸了摸旁边另一个小兵的额头 道 这位小姐说的是 这些将士都高热不退 宁可懂得如何医治 司警星一一看过 躺在铺盖上的士兵 全都面色苍白 眼窝深陷 嘴唇干裂 我怀疑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 那隋军医官听不懂这是何意 倒是听懂得最后的腹泻二字 盲说道 老朽也看出是腹泻 可进了药 却不见好转 姑娘可有更好的药方 司警星摇摇头 道 是腹泻 但不是老先生您说的普通腹泻 我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 才可以确定是哪种病毒感染 不知 可有两盏茶内 他们排出的粪便 此言一出 兵营中众人皆是一惊 一个娇艳少女出现在兵杖中 要他们的粪便 这 雷恒倾壳一声 面上带了几分不自然 道 这位小姐 不知您要那污秽之物是做何用 齐莫黎剑思警星不回答 冷着脸道 王飞要 你便去弄来 记得 两盏茶内的 新鲜的 雷恒与帐中众人 这才知晓 这绝色女子 竟是将军的王飞 她忙不迭跑出了营帐 奔着营中粪坑而去 方才跑出去如厕的那小兵 还来得及 赶得上两盏茶时辰呢 司警星借了齐莫黎的营帐 带着雷恒用树叶子包着的一点排泄物 闪身进了二楼手术室里隔出来的检验室 轮状病毒可以用血液检测 却不及排泄物来得精准 果然 这并不是普通的伤寒腹泻 而是感染了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 齐莫黎一眼守在营帐外 她的小王妃 似乎藏着很多秘密 雷恒与隋军衣冠 虽心中好奇 王妃所谓的检测 为何不让他们看 却也不敢问 毕竟将军还在营帐外守着 他们就更没有话说了 司警星送手术室出来 便从一楼药房中 拿出了一箱蒙托石散与补叶盐 齐莫黎被她叫了进去 就看到她面前放着的一堆东西 而那小女子 正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目光直直地看着自己 一副不知该如何交代的样子 第八十四章 君盈立威 齐莫黎顿觉心中一软 将人揽进怀中 嘴里轻声说道 我不问便是 你何时想与我说 再说不迟 司警星文言 抬起头看向那人 重重点了点头 便道 那我们快去行动吧 她说完 就从齐莫黎怀中撤了出来 抱着那两箱子药 和一箱子口罩出了营帐 司警星让众人将病患 分出六个营帐 作为诊疗帐 帐中有两位随行医官 他们分别负责两个帐的轻症患者 主要是分配药物 测量体温 而她则负责两个重症患者营帐 这些患者已经出现严重缺水 需要进行静脉补业 当其莫黎走进重症营帐时 她并未被那奇怪的透明管子 以及滴滴答答的水流进士兵体内 感到震惊 她只是被那个忙碌的娇小身影吸引住 因着上土下泻 这些士兵身上多少都有些味道 尤其一营帐的士兵聚在一起 那气味 别说是女子 就是齐莫黎自己 都忍不住憋了一口气 可那小女子 竟眉头眨都不眨一下 穿梭在各个士兵之间 一会儿是体温 一会儿喂喂药 一会儿又看看那管子 她额间的汗珠 粘在发丝上 闪着银润的光泽 齐莫黎眸光带了几分疼膝 上前从后面将人揽住 道 累了就歇息会儿 你这东西里的水 怕是一时半会也流不完 司警星拍了拍那人的手 道 我倒是不累 我只是饿了 王爷这人给我煮碗面 她说着 便抬头看向齐莫黎 道 晌午了 可以带我去火房看看 齐莫黎自是没有不应的 她以为她 是要自己去找吃的 却没想 她一到了火房 立即喊来火房师傅 问道 大师傅 敢问 您做饭之前 洗手吗 那火房师傅 还不知前头来了女子 更不知她的身份 但见将军陪在左右 便立即到 未曾洗过 做饭都不用手 用铲子 或是勺子做的 司警星点点头 又在火房中转了一圈 解释道 虽然我们的双手 接触食物的机会并不多 但并不代表全成灵接触 大师傅可知道 我们双手有多少脏东西 那火房大师傅一听这话 就不干了 粗声粗气地说道 我们当兵的没那么多讲究 不光我不洗手 你问问在场的 谁没事就洗手 火房中 此时正有不少将士 往各自营中端饭 听得这样问 都七七八八嚷着 没洗过 不洗 麻烦 齐莫黎健壮 摆摆手 道 听王妃说 那些人这才安静了下来 心下不禁后怕 此小女子竟是王妃 那大师傅更是后怕 方才自己说话声音 是不是太大了 司警星转身朝向齐莫黎 伸手从袖子中 掏出一台小型显微镜 齐莫黎指道 自家的王妃可能真如那发热发糊涂的小兵说的一般 你怕是个仙女吧 火房众人见王妃拿出来个物件 正好奇 便听她说道 谁觉得自己的手干净 可以过来瞧瞧 大师傅第一个上去 按司警星的指示 将手放在那物件上 才闭着一只眼看向那筒状镜子 却惊呼一声 这是何物 如此脏乱 她说完 才意识到 那是她的手 一连几十个士兵都轮番看过 终于认可了王妃的话 司警星将显微镜收起来 扬声道 我们的眼睛并不能看到所有东西 就比如一种叫细菌的东西 所以 在我们做饭 吃饭 如测完 都要将手洗干净 以免细菌通过我们的眼睛 嘴巴进入我们的身体 轮状病毒 本就是粪口传播 如果不将此事挑明了说 他们只怕日后还有下一次 大营中 众人纷纷对九王妃称赞有加 尤其那些轻正腹泻的将士 他们吃了分配下来的药片片 本还觉得小小一粒药 连个药味都没有 能管用吗 结果吃过药 半个时辰都没有再去辣 过了晌午 喂食 将士们午饭后歇息了片刻 齐莫黎便将所有能站起来的将士 都召集到了销炼场 他站在高台上 杨卓手上的公母 运起内力 大声道 寒蓝的一箭双发 让诸位胆寒 让我们失了信心 如今 王妃特制了这柄一连五发的公母 给我们大赢 众将士 想不想看看他的威力 五万将士站在教练场上 一时被一连五发的名头震撼住 整齐华一地喊着 想看 想看 司警星站在高台下 很快又一军副将苏安 便在十米处射了靶子 见王妃白手 他又挪到了二十米 五十 最后一直挪到了一百米处 才算罢休 一百米 骑射营的将士 纷纷激动起来 要知道 这么远的射程 即便是他们将决 也不一定能百分百射吧 司警星架着那公母 一手握住弩身下部 一手控制激发机 瞄准那剑把 众人只见两膝内 嗖嗖嗖几声 五枚箭矢 全都深深地扎进了剑把上 且位置相差无几 叫场上一时静即无声 旋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司警星从姓林 雅絮中取出一个小型扩音器 高亢的喊道 寒兰的一箭双发 在我们星形弓弩 跟前都不够看的 骑射营的兄弟们 再也不需害怕他们 只需要给将军些时日 待我们 造出足够多的弓弩 我们的骑射营 绝对是这片大陆 最牛逼的骑射队 荡平寒蓝 指日可待 司警星洪亮的嗓音 响彻在诺大的笑脸场上空 让本就士气高涨起来的将士 个个昂首挺胸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他也不扫兴 连续点了几个人 上前来体验着新型弓弩 一时间 众将士都对着未来九王妃 心悦诚服 敬佩万分 待到司警星回到将军府时 天色已完全黑沉下来 他揉着有些类的肩膀 刚走进碎华院大门 就见院中有人燃着火把 而司警山正黑沉着脸 坐在院中 他走上前去刚要说话 就见司警山猛地站起 迎面甩来一个耳光 身为身归女儿 近一日都不在府上 说 你去干什么了 第85章 你从不信我 司警星本可以躲闪开 却迎面冷眼看向他 一动不动 生生地挨了那甩过来的一巴掌 他好想问问 自小失了母亲的园主 这仅存的父亲 他还愿意要吗 他该死心了 司警山虽受伤多日 可总归是九战沙场的老将 浑身散发着戾气 他看着挨了耳光 却一动不动 目光直直盯着自己的二女儿 心头之气更甚 指着他骂道 魏出阁 却与陌生男子 司会出城 你要知道 你与九王赐了婚 你为何这般不要脸面 将军府的脸面 被你丢尽了 司警星脸上火辣辣的疼 谋中没有一丝温度 开口问道 司大将军 您一向如此是非黑白不分 不问青红皂白 连问都不问我一句 便私下定论 你宁愿相信旁人 却从不信我 比如今日之事 我是与九王去了西郊大营 你信吗 比如十年前母亲之事 也是别人陷害我 你信吗 司郡山气的胸腔上下起伏 指着司警星怒道 西郊大营从不让女子进入 你竟敢扯下如此弥天大谎 你母亲 你别跟我提他 若不是你 他又怎会死得那样凄惨 司警星点点头 哼笑一声道 是啊 我说什么你都是不信的 既如此 多说无意 司郡山文言 气道 人正物正俱在 你如今还要狡辩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说完便拂袖而去 司警星扶起跪在院中的绿竹 道 他已经走了 去打水沐浴 我累了 绿竹眼中含泪 看了眼自家小姐 才转身去了厨下烧水 司郡山怒气冲冲地往松原走 身旁跟着的林素叹息一声 劝道 将军 您为何不能好好听二小姐解释呢 司郡山顿住脚 面上怒气不减 看了眼身后黑记下来的碎华院 沉声道 林素 你回乡祭祖刚回来还不知道 这丫头 如今是胆大妄为 忤逆不孝 一点不似他母亲 如今 他竟与陌生男子出了城 我这张脸 都被他丢尽了 林素是司郡山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从寒岚回来 听得母亲大桑恶号 便直接回了老家 今日才回到将军府 他举着火把 照着路 沉吟片刻 道 那周家大少爷 许是看错了 也说不定了 或许 夫人当年那是 也真有隐情呢 司郡山文言 脚下一顿 脑中闪过方才二女儿谋中的嘲讽 你会信吗 他怎么会信 他晃了晃脑袋 玄机说道 周家大少爷今日正回城 在城门口 瞧见他与一男子同坐一匹马 这还能有错 你也瞧见了 这都半夜了 他才一身疲惫地回来 再说当年之事 还能有何隐情 若不是他嘴馋 让小厨房做了那点心 薪水又怎会吃到 可怜薪水与腹中小儿 就此允命 若不是 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 我 司郡山司机往事 面露哀色 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 他一向挺拔的身姿 瞬间松垮了下去 仿佛苍老了好几岁 他摆摆手不让林素跟着 自己一个人一步一步 走向暗夜深处 他以为这么多年 他放下了 可每次面对那个二女儿时 心中的恨意 就猛然炸脸 自从妻子出世 他便停止 常年驻守边关 偶尔回来一次 却也当作看不见他 将他看作空气 如今他才知道 无论逃避多久 他永远都无法原谅他 他亮亮呛呛地 走到乙竹园 这是离他的松垣 最近的院子 这里曾住着他最爱的妻子 而此时 里面早已人去楼空 他蹲靠在乙竹园的墙角上 面上被泪水冲刷了一遍又一遍 从他与他出狱 他对他的仰望向往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招武校尉 可他却看到了他的真心 力排重义 嫁给了他 为了不让他在娘家没脸 他繁育内外忧患 奋勇杀敌 一马当先 冲锋陷阵 拼尽了戾气 两年内连升四级 从正六品的招武校尉 升到了四品中武将军 他从来都不在意这些 可他却总想让他父母知道 他没选错人 日子越来越好 可他却怀不上身孕 他每每提起 总绝愧对于他 其实他根本不在意这些 他此生有他足矣 可老夫人与他敬一口同声 逼着自己 纳了两房妾室 他有了孩子 可他并不高兴 直到后来 他也有了身孕 那可是他与他两个人的孩子 他欣喜若狂 恨不得全剑舟都知道 他思俊山 有了孩子 他小心地呵护爱妻 除了每日上朝 便终日陪在他身边 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可 正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一辈子的挚爱 他生命中的支撑 他所有的一切美好 全都烟消云散 他好恨 恨不能亲手掐死他 可 他身上流的血 是他挚爱妻子的 他累了 为什么要救他 为什么不让他去见他 夜深了 星光点点 夜风微凉 思景星沐浴完 穿好中衣 走至窗边 问道 叫你查的事 可有眉目了 白皙闪身站在窗外 道 寻到了一些踪迹 相信过不了几日 便能动身入惊 思景星点头 道 好 秋日的夜风总是凉的 他将窗台上的插杆取下 关闭了窗户 一夜无梦 夜月一早 天蒙蒙亮 思景星已经许久没有早起 锻炼身体 昨日在军营中折腾一日 竟全身酸痛 碎华院很空荡 只种了些树 却并不小 他围着院子跑了五圈 又将跆拳到十大招式 反复练习几遍 已是汗流加倍 他拒绝了绿竹烧水沐浴的提议 只叫他去大厨房端早饭即可 他自己进了房门 则闪身进了杏林雅旭的三楼卫生间 很温花洒下 他舒舒服服地冲了个澡 用吹风机吹干了头发 这才换好衣服 出了杏林雅旭 只是他一出来 就听到绿竹的抱怨声 小姐 大厨房说 接到将军的话 日后不许向碎华院 供应一日三餐 第八十六章 他昨夜还说了什么 司警星点头 表示知晓 道 无碍 我本也没有得到狄小姐的待遇 瞧瞧咱们院子 连个像样的洒扫婆子都没有 如今他不给我饭吃 我还能饿死自己 你去拿些银子 买些菜肉回来 正巧大厨房的饭菜 我也不爱吃 这倒是真的 之前便经常自家开小灶 却都是午饭或是晚饭 如今 倒也不差他府上这顿早饭 绿竹应声而去 他只是可怜自家小姐 什么都没做 却被将军张嘴就骂 如今还断了三餐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样做爹的 他此时却是忘了 他自己便是被那赌徒爹 卖给了人牙子 梨花院 昨日你舅舅府上出了事 我还担心他顾不上这边 索性你表兄回来了 周氏收好药瓶 整理着衣衫 说道 哼 他出了这种事 父亲只是断他三餐 还真是便宜了他 司锦云斜斜地靠在雕花大椅中 皮笑若不笑地冷哼道 周氏闻言 心下一惊 他这两日总觉得自己这小女儿 似乎是哪里不一样了 他扭头看去 便见那一向黑皮肤的小女儿 此时竟肌肤银白如雪 甚是好看 只是 那双眸中 竟是闪耀着一丝阴狠 他顿觉欣慰 出生在高门府邸的女儿 绝不能似小白兔一般纯善 日后嫁入夫嫁 便是怎地死的 都不知道 他正要开口附和几句 便听门外的柳妈妈进来道 宫中来人了 将军叫人来通传 怎地 这宫中又来了人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 今日刚消了肿的 可他却不敢怠慢 拉着司锦云便往外走 又瞧见落在身后的柳妈妈 心下一探 道 柳妈妈 您还在生我的气不成 那柳妈妈忙上前道 老奴不敢 周氏点头道 你是我身边最信任的人 莫要让我胡乱说的一句话 扰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主仆情谊 柳妈妈自是没有不应的 盲点头称是 一行众人接往外走 绿竹出去买菜回来 刚好遇见来报信的小丫鬟 司锦云也刚从诊疗室出来 见绿竹正坐在石凳上 慢悠悠地摘着菜 时不时还瞪向门口一眼 他不由扭头看去 朝门口那小丫头招手 问道 出了何事 那小丫头知晓 这二小姐不受宠 甚至都被将军断了三餐 停了攻击 他昂头指着绿竹道 奴婢在此等候多时 是绿竹姑娘不让我讲 还不去催二小姐 司锦云听着那丫头的一通啰嗦 眸光一冷 呵斥道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那报信丫头 一听着突然的喝骂 吓得一哆嗦 急忙道 宫中来人了 请二小姐去前院 司锦云这才带着绿竹 往前院走去 他扭头看向一旁撅着嘴的绿竹 问道 你这是生什么气 方才为何不来通病我 我生将军的气 他那样对你 如果咱们去晚了 宫中贵人怪罪 他作为将军辅主子 肯定手当其冲 受到最大的责罚 绿竹气鼓鼓的小声嘀咕着 司锦新闻言 闽唇一笑 道 他会受到惩罚 但他也许会趁机将我推出来顶罪 借人之手 除之后快 还美其名曰 我自找的 绿竹脚步顿住 顿时就红了眼圈 小姐能轻飘飘地说出这句话 他心中该是多么受伤 他此时也有些后怕 都怪自己一意孤行 万一皇家当真惩罚 他不是害了自家小姐 他快步跟了上去 坚定地站在自家小姐身边 若出事 他定与自家小姐共进退 果不其然 他们到时 和府上下全都在等他们 宫中来的人 正是之前来过两次的张公公 司俊山正与他坐在前厅的守卫 有下人奉了茶水 而张公公脸色一直黑沉着 不喝茶 也不说话 司俊山心中不由有几分担忧 莫不是府上又有谁闯了祸 近日 他府上可是惹了不少事 先是周氏 再是大儿子 当司俊新踏进前厅时 他便眼前一亮 该不是 这个匿女与陌生男人 出城私混之事 被皇家人发现 那可是欺君的杀头大罪 又或是被九颜罗发现了 那可是个杀人如麻的疯子 匿女 司俊新忽略司俊山 那想杀了他的目光 却是静止走向那张公公 告罪道 臣女来晚了 让公公久等了 听中众人都因张公公面色黑沉 胆战心惊 此时更是垂着头大气 不敢出一下 却听得那张公公呵呵一笑 道 咱家早就听闻了 县主那院子 离这前院甚远 走得慢些也是正常 无妨 张公公的一声县主 这才让众人回过神来 人家可不仅仅是 镇远将军府二小姐 人家还是皇上清风的安平县主 人家有封殿 有十亿 即便断人家一日三餐 哪怕是断人家阅历银子 人家也是饿不着 冷不着的 司俊山脸上有些善善 心中却觉 这二女儿是得意忘形 嚣张妄为 既然县主到了 那咱家就宣读皇上圣旨了 他话一出 司家众人全体跪地 昨日西郊大营 突发传染性腹泻 三成将士 躺地不起 安平县主宅心人厚 医术精湛 不顾自身安危 力挽狂澜 将数千士兵救起 此乃大功 正知安平县主 独爱医术 便赏你 人参 何首屋 灵芝 沉香 牛黄 雪莲 六种名贵药材 各武侠 及酷银一万两 此言一出 听中一片寂静 只听得少女 脆声声灵止谢恩的声音 司俊山脑中嗡的一声 他想起昨夜 那倔强的二女儿 顶着被打红的半边脸 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问道 我若说我没有 你会信吗 你从不信我 他说了 他去了西郊大营 可他却不信 他猛地抬头 便见那二女儿 正言笑艳艳地 与张公公说着什么 那模样 像极了他的母亲 司俊山心口一致 他昨夜还说了什么 是了 他还说 他母亲的死 是有人陷害 第87章 面试裴青竹 怎么会是被人陷害 司俊山只觉咽喉间 一股心田涌上 他眼前一黑 天旋地转 耳边传来众人嘈杂的尖叫声 还有那二女儿 清冷地赤笑 张公公也没想到 颁发个圣旨 还能遇到铁骨蒸蒸的 司大将军 吐血晕倒 他也不好 立时就走 好歹得听了大夫的说法 才好回去说给皇上听 以彰显皇家 对陈下的关切爱惜 所幸 府上有医术精湛的二小姐 张公公也无需等待太久 众人自觉让开一条路 司警心指的上前 却随意掐了把脉 道了一句 无碍 还死不了 而后 他便拂袖立在一旁 再也不管不问 老太太见状 立时皱起眉头 耿着脖子怒道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什么死不死的 你父亲都吐血了 怎还无碍 你到底会不会看诊 司警心怂怂间 无所未道 不会 老太太顿时被噎得脸色一白 若不是张公公还在 他此时定要指着 这愈发张狂的二孙女 骂上一顿 这般的目无尊卑 狂妄自大 不懂礼数 也不知皇家看上他什么了 他咽了口气 吩咐着管家留福 赶紧去请大夫 司警云却轻叹一口气 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二姐姐还真是爬上了高尘 便忘了自己的娘家人 对亲生父亲都能这般冷漠 而周氏 却恰在此时 斥则道 鱼儿 住嘴 转而看向张公公 道 公公莫怪 二小姐平时不这样 甚是与他父亲亲近贴心 那张公公挑了挑眉 扫了周氏一眼 道 你的脸 怎的这么快就好了 咱家回宫后 还得去太后娘娘宫里走一趟 看看 是不是那长嘴内奸 前儿的来时 没吃饭 他话一出口 周氏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脸 却听那张公公 又若有所指地说了一句 哦 对了 听说你钱盖 还上演了一出好戏 此言一出 院中一片荆棘 谁都没忘了 堂堂将军府主母 那日便像狗一样 趴扶在地上 摇晃着腰部 周氏此时羞红了一张大脸 他恨不得将司警星生生撕碎 说什么 九王为了皇家声誉才鞭打他 分明就是这件丫头 在九王耳边吹了风 下见 司警星感受到周氏对他的恨意 不禁咯咯一笑道 公公 您啊 还是看的戏太少了 哦 县主还看不更好看呢 张公公很识趣地接了话 司警星壮似说悄悄话一般 可那声音 却足以让院中众人全都听到 比如 某位夫人当着和府众人的面 拉在裤子里 再比如 外男深夜闯入某小姐闺房 这类的戏本子 公公可曾看过 前院众人瞬间冒了一头汗 这是他们这些吓人 能够听的事 自然 也有不少人想起了前阵子 夫人众目睽睽之下 排泄物拉了一裤子 周氏的脸色 已经由红转成了黑 他只觉 一股恶气直冲脑门 他眸光阴沉的地 瞪向那与张公公言笑艳艳 说说笑笑的司警星 而司警云听了这话 却吓得灯时后退两步步 他脑中一片嗡嗡响 那夜的事 一直困扰着他 生怕有人瞧见 如今 竟被人当众说了出来 其实此事 唯有四人知晓 周氏 柳妈妈 司警云 还有他 司警星 可司警云却对号入座 以为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慌乱中抬头 看向一脸黑沉的周氏 见他递来一个稍安雾躁的眼神 他忙垂下头 强迫自己稳住心神 司警星自是将众人神色看在眼中 这才哪到哪 张公公从司警星这里听了笑话 心下不由一乐 又听说司俊山无大碍 也就不久待 回了宫 司警星也不陪着一干人等 伺候司俊山 而是晃晃悠悠出了府 直奔东平大街 今日 裴清竹该上宫了 自从上次龙兴街 遇袭之事发生 齐莫离便加派了两个过来 白溪便自有许多 此时也跟着出了府 他赶着马车 不时问道 王妃 你那闪现的功夫 是从哪学来的 教教我呗 不教 王妃 咱今日早午去水泄雅居吃一顿 不去 王妃 司警星很是不解 这批猴子一样的画老白溪 是怎么在冰块一样的 齐莫离手下 活下来的 马车到达东平大街的 几人堂时 裴清竹果然已经在 堂中久等多时 东家 司警星抬眼看去 分明是一张 二十岁的年轻书生面孔 却又带着几分 伤骨的老成精明 他摇头轻笑 道 坐 前两日 我们的雇佣约定太过匆忙 今日 我们便来详谈下 裴掌柜 你的预期报酬是多少 裴清竹笑着到了县 才先动衣袍 坐在司警星的下手 他望着眼前的瘦小女子 脑中总是想起 第一次见他时 心中涌出的那一丝悸动 可 他竟是将军府嫡小姐 如今又被封了县主 还被赐了婚 也罢 能与他结识 便是人生幸事一场 裴清竹爽朗一笑 问道 东家那日说 比在德心商行的兴奋多 不知是多多少 司警星文言 不由敏唇 这个裴清竹 这是在摸底价 那我换句话问 你一个月拿十两银子 活计可做得尽心 或是做得可开心 我若给你兴奋翻倍 甚至翻十倍 你又该当如何 裴清竹听闻此言 一时愣住 他讲过 心东家可能会给他 一个月十二两十三两 最多十五两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 兴奋价格 而此时 他却听到了 翻倍 翻十倍 闻所未闻 不过 他也在德心商行 做了两年掌柜 这点应对能力 还是有的 他倾壳一声 眸中染上了几分诚恳 回答道 人生在世 都难逃一个财 这个财 却要取之有道 而同一份工 心凤少与心凤多 做工者的心境不同 付出自然也不同 正所谓多劳多得 司锦辛暗自点头 让绿竹递过去 一叠子纸 裴清竹不明所以的 结果打开 入目便是 柔美清丽的 三花小楷 甚是轻雅 只是那纸上写的内容 却着实将他惊恶住 裴清竹反反复复 细细品读了三遍 足足看了两盏茶的时间 才难以置信地 看向司锦辛 他晃了晃其中的两张纸 确认道 东家 您可知 若按着弃子办事 会分出去多少银子 第88章 羊入虎口 司锦辛这几张纸 分别是针对他预设的 十个商铺做的规划 包括各商铺装潢计划 需要的人员数量 要求 技能 还有 最后两张纸上 各级别员工的兴奉水平 这十间铺子 包括九间价装铺子 还有横王齐南夜 送的那间大铺子 他早就查过了 那九间铺子 占地都不是很大 经营也不好 而且 掌柜的都是周氏安插进去的亲戚 既如此 便也没有必要 再做老本行 奶茶店 烤鸭店 烧烤店 火锅店 成衣店 甜品店 通通安排上 而令裴清竹震惊的 不仅仅是针对各行业商铺的大改革 什么品牌效应 服务宗旨 这些 他都可以理解 只是这 底薪 提成 绩效 还有考核与分红 司警星见裴清竹实在不解 值得笑着解释道 裴掌柜 这便是多劳多得的意义 这样的政策下 只要店小二愿意做 做得好 那么他当月的兴奋 可能会是他上月的二倍 或是三倍 年度考核成绩优异者 更是有做新店掌柜的机会 分红 却是指给大掌柜 和各店掌柜们的 也就是你 赵宇 下一个赵宇 下下个 裴清竹与赵宇 都是脑子吉林光的人 听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懂 如此好的待遇 所有伙计都会争相卖力 店铺生意只会更好 赵宇激动万分 不经跪地 道 东家壮志 小的定不负东家众望 裴清竹也起身 抱拳行礼道 东家才思过人 裴某深感佩服 如此别出心裁的商业绸谋 令他更是对眼前女子 钦佩有加 司警星被夸得有些心虚 盲白手 让他二人继续坐下 这种激励制度 可不是他能想出来的 目前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就是寄人堂一周后的开业 再就是龙兴街那间三层大铺子 你们可以看到这间铺子 我的规划单上 三人足足商讨了一个时辰 才算完 司警星见一道晌午用饭时间 便御手一挥 带着两人去了水泻雅居 这水泻雅居 本就位置难定 此时又正式饭点 店内熙熙攘攘 生意很是火爆 司警星刚踏进店门 柜台后的大掌柜 木将一眼便将他认出 忙过来 恭敬道 王妃 您来了 司警星点头 笑道 嗯 您忙您的 我自己上去就行 那木将却摇头 一路引着司警星几人 行在石板路上 前往北侧正楼 这是谁 这可是九王亲自称呼过的王妃 也就是这家店的半个主子 忙什么 都不能怠慢了王妃 除非他这个大掌柜之位 不想做了 司警星见状 敏唇笑着 这齐莫离的人 到底是懂事许多 他刚带着裴清竹 赵宇 刚走至那北侧正楼门外 呼听声后 传来一道踹门声 紧接着便是争吵声 五哥 你这是作甚 少女清脆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便是一道男子暴躁的声音 八妹 此事你休要管 本王倒要看看 雷大将军家的女儿 适合仙人之姿 竟敢推举本王的轻视 靖王 还请自重 一女子掷地有声地回道 干脆又响亮 可那靖王却变本加厉 高亢笑道 本王明媚正确 你不要 那边入府 去做个贵妾 本王今夜便让你体会体会 做女人的滋味 哈哈 接着便是桌椅晃动摔杂 女子挣扎的声响 那木江文言 脸色一沉 对着司警星拱了拱手 转身去了 去到西侧第三位雅间 靖王 司警星看向白溪 白溪则巧声解释道 便是三皇子一乃同胞的胞弟 五皇子 齐南彻 他话音刚落 就听重物摔倒在地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便是那齐南彻暴躁的声音传来 九皇叔跟前的一条狗 竟敢在本王面前抬起了架子 本王告诉你 即便是九皇叔在此 他也不敢拦我 司警星微微醋眉 只见一身穿悬衣的高大男子 正将脚揣在木江肚子上 这齐南彻 真不愧是齐南彦的亲弟弟 除了皮肤略黑 个子略高线 眉眼间竟与他哥有八分相像 也是个人母狗样的渣子 只是 白瞎了这身悬衣 齐莫黎娜 最是喜欢穿悬衣与黑衣的 木江闷哼一声 却是道 靖王殿下 光天化日 还请自重些 自重 一个个都他娘跟老子提自重 本王从不知自重是何物 只是你们这群废物斗不赢我 便要我自我约束地说辞 老子为何要以你们所言 齐南彻一脸鄙夷地说着 脚下的力气更是大了 司警星见此 衣袖翻飞 手腕一转 一根银针朝着那靖王的小腿飞去 那齐南彻腿上一痛 脚下便顿时泄了力 白皙见状 芒江木江扶了起来 那齐南彻见有人公然反抗他 虎目一睁 朝着那出怒失望去 呵斥道 谁 却见一清冷绝色的白衣少女 正已在游郎镜头的美人靠上 目光灼灼看向自己 她历时受了脸上的怒气 走了过来 伸手摸向那少女的鲜鲜玉手 嘴里说着 小美人儿 那随从可是你的人 司警星面上含笑 不躲不闪 只静静望着 那一脸猥琐的齐南彻 青池边两侧雅间中的时刻 听到动静 都出来看热闹 游郎边上的美人靠的座椅上 都挤满了人 人群中不禁发出一阵唏嘘 那白衣少女 怕是要羊入虎口了 七 长成那妖艳模样 没准就等着今日呢 真美 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如此的美貌 说来也怪 怎地没听说 剑州有如此绝色女子 齐南彻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脸上带着得意 眼见着下一瞬 就要摸到那双玉手 眸中也染上了几分淫液 她却凸得浑身一颤 第八十九章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咬视她 齐南彻整个人猛地蜷缩到地上 各种抓闹 大叫着 来人 来人 好痒 她身后的四名随从见状 忙上前询问 其中一个更是指着司警星 呵斥道 大胆贼女 定是你对王爷动了手脚 带走 白衣身形一动 将那人一脚踹开 道 未来九王妃在此 你们岂敢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齐南彻虽浑身刺挠 那扫痒感愈发强烈 胳膊上都被她抓出了几道血印子 血里糊了 她却还有几分理智在 她咬牙切齿地 转头看向那木江 怒斥道 她说的可是真的 木江点头 道 千真万确 齐南彻微一眯眼 看向那已经站起了 身来的白衣女子 那当真是个貌美角色 可以想到她那杀人如麻 六亲不认的九皇叔 她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叫嚷着 快 带本王看大夫 齐南彻被随从架着胳膊 就要往外走去 司警星却在后面 追了一句 静王殿下 且慢 齐南彻顿住脚步 蹦出了一句 还有何事 她却并不回过身来 因为她此刻 已经被那莫名的扫痒感 折磨得面容扭曲 司警星看着那人强行忍耐 浑身发颤的身形 愣是将语速放慢了许多 道 今日静王殿下 不小心打坏了水泻雅居的门窗 捉凳 还误伤了牧掌柜 这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物工费 形象损失费 这种款项加起来 大概是五千二百两银子 既然静王殿下是九王的侄子 那便抹了零 只赔偿五千两便可 静王殿下 你是现银之父 还是让九王去宁府上去 所有不清楚的 咱们可以坐下来 慢慢细算 那齐南彻文言 额间清金瞬间爆起 浑身的刺挠扫痒感 简直让她发狂 她怎么还能坐下细算 她猛攥紧双拳 却见围观众人都在盯着她 她怒吼一声 看什么看 滚 随即 她又喊道 来人 去取五千两银子 送来 齐南彻一行人离去后 那雅间中的几个姑娘 这才走了过来 牧掌柜 这几位姑娘的菜 重新上一桌 司警星转头冲目将吩咐一声 又看向那几个姑娘 问道 几位姑娘没事吧 她方才听到了雷林将军 那便是西郊大营中 前锋营副将雷恒的堂弟 齐莫里纳斯的下属家眷受欺负 她不能看着不管吧 其中一位黄衣女子 腰板挺直 上前一步拱手道谢 雷浅英 多谢九王妃出手相救 说话干脆又响亮 司警星抬眼看去 便见那女子五官精致 身形挺拔 很有几分飒爽之姿 只是她细细柳眉微微促起 挂着淡淡忧伤 又有几分倔强 那齐南彻竟要与雷家结亲 她笑着点头 道 举手之楼 她话音一落 耳边却传到一道惊喜声 原来你就是九皇婶 全剑舟 只有一个女子 换其莫离为皇叔 那便是皇上唯一的女儿 龙云朝的八公主 齐南陵 只见她一身火红衣裙 衬着她肤色白嫩中透着粉红 她眉目精致如画 一双眸子剔透明亮 脸上还有一对小梨窝 甚是可爱俏皮 司警星突厥九皇婶这个称呼 甚是不错 起码见了这些个皇子公主 免了下跪扣手 吊着冲那齐南陵招了招手 道 你好 八公主 齐南陵的一双大眼睛里 瞬间染上了笑意 心道 那冰块一样的九皇叔 这次竟破天荒地接受了赐婚 原来是 碰到心仪的美人了 她将身后的两个姑娘 一一介绍起来 道 这是何昭月 是御史台左都御史之女 何昭月 很好听的名字 司警星转眸看去 那姑娘着了一身水蓝色衣裙 秀雅绝俗 容貌秀丽 眉目间自有一股清零书香之气 那何昭月闽唇一笑 屈膝行李道 见过九王妃 婉约大方 清阳婉西 司警星对何昭月印象极好 笑道 我与九王还未成婚 各位还是换我名字 司警星即可 她说完话 就看向最后一个姑娘 齐南陵却是有些尴尬 不知该如何介绍两人认识 说到后面那个姑娘 司警星早就注意到了 那姑娘一开始并未见一样 只是在白皙说出了 她九王妃的身份后 那姑娘的脸色便微微发沉 此时更甚 这是为何 园主在府外 可没有拉过仇恨 齐南陵看了两人一圈 将那姑娘拉了过来 介绍道 这是夜晚 老太夫的孙女 那姑娘倒也是个家里 五官精致 穿着一身淡红色衣裙 腰带轻济 将她隐隐一握的腰身 及凹凸有致的身材 显露得淋漓尽致 不知为何 司警星总觉得 此人对她充满仇恨怨对之意 这人莫不是 情敌 司警星眼下心中不悦 点头道 叶小姐 你好 夜晚从方才得知此人身份 心中郁闷万分 她在五年前 曾在龙兴大街上 见过凯旋而归的九王 才十六岁的她 身着一身悬衣 骑在一匹有黑战马上 末发飞扬 不可一世 手中的长鞭 拖在青石板上 边上尖锐的冷刺摩擦在地上 发出一声声甚人的响声 可她不怕 那日 她便住进了她的心 后来 她跪地一天一夜 求着祖父去皇上跟前卖面子 可那九王 她竟在朝堂之上 言辞拒绝 即便给她个侧妃的位置 都不肯 自此 她夜晚心悦于九王 全剑州谁人不知 可 她以为她如传闻中所言 不敬女色 她便想着 九王征战多年 心思冷硬了些 还两年 再让祖父去跟皇上提提赐婚之事 前阵子 九王毒发病重 她心急如焚 翻遍了医书 花光了私房钱 买了珍品药材送到九王府 可都被拒绝 她以为她与她真的有缘无分 她万念俱灰 可近日 整个剑州 传遍了莫英王与将军府小姐的赐婚消息 这叫她 如何能承受得住 如今 这个女人 就站在她的面前 她凭什么得到九王的青烂 凭她的容貌 还是凭她是即半日后 九王便大好 一个拿来冲喜的玩意儿 也敢在自己面前叫嚣 叶婉面无表情地 看向对面的白衣女子 旋即勾起来唇角 听闻 她自幼死了青娘 在将军府并不受宠 第九十章 她被困于心魔 她高傲地点头 道 司小姐 齐男林看出叶婉的异样 她如何不知 叶婉对九皇叔的心思 可她九皇叔 那是谁 那可是她父皇 母后 甚至皇祖母的话 都敢不听的人 谁能逼着她娶你 不过她与夜晚相交多年 自然也希望 她能将九皇叔放下 密得一良人 不似她 作为皇家公主 还是唯一一个公主 她的婚配 才是最难的 她自嘲的笑笑 转而打着圆场 道 既然大家都认识了 那便一起吃个饭吧 九皇婶 不 阿星 你也跟我们一起吧 阿星 司警星垂头憋笑 这八公主 还是个射牛 于是 几个姑娘 到了一个雅间 裴清竹与赵宇两人 坐在了边上的雅间 摆了一桌子菜 她二人今日也是 见了世面 自己的东家 是未来九王妃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他们也第一次感受到 背靠大树的好处 尤其是裴清竹 之前在德行商行 东家也不是没有背景 却不似她这般 而赵宇感触却更深一些 她看着眼前这一桌子菜 眼角微红 这可是水泻雅居 金钟贵咒 都不一定能定得上位置的酒楼 裴掌柜 我赵宇此生 必不负东家 来 干 赵宇举杯 赵掌柜 英雄所见略同 干 裴清竹一举杯 二人相视一笑 君在对方谋中看到了 赶交日月换星天的干净 再说 司警星这边的雅间 就更热闹了 几个姑娘 年纪相当 话题也就多了 无外乎哪家店的菜好吃 哪家店来了新布料 哪家的头拆出了新花样 司警星难得遇到几个头脾气的小姐妹 聊得很是开心 而夜晚却没有加入 只是偶尔抬眼看 他们挤人一眼 雷浅英聊了一会儿 便开始一杯一杯地喝果酒 何昭月芒 抢过她的酒盏 道 你这是作甚 雷将军定会再想法子 晋王还真能抢抢了你去 齐南林也劝慰道 一二 你且宽心 今日之事 我会如实禀告父皇听 五哥定不敢造次 司警星自然也说了几句宽慰她的话 只是此事并不好办 齐南彻与齐南燕的母妃 是当今罗贵妃 圣宠不衰 外祖家镇守南疆 手握百万雄师 更有从龙之功 雷将军虽有战功 却不敌罗贵妃淫威 更怕的是 如今日这般 为今之计 只有她选中其他人 或是她已定轻 一顿饭吃了一个时辰才算完 夜晚一句话都没有说 几人在青池边分别 齐南陵甚至还约了下次在一起玩 司警星自然是硬了的 赵羽与裴青竹也早就吃完 各去忙碌 司警星坐在五彩马车中 才问道 那夜晚 是不是与你主子有问题 白熙驾着马车 扭头道 这跟主子可没关系 都是那夜晚 一心惦惦着王爷 七 也不瞧瞧 自己配不配得上 司警星闻言 心里这才好受一点 却还是想将齐茉莉拽过来 狠狠打一顿 长那么帅干嘛 招风影蝶 马车行至轩武大街 快到将军府时 司警星才猛地响起 今日还想去牙行 挑几个丫头仆妇 竟是忘了 她便让白熙 自行去找牙行 看着机灵老实地 带来给她瞧瞧 将军府至今也没给她院子 分配下人使唤 如今她也不敢用 算着日子 清产也快回来了 后天便是中秋节了 她刚跨进岁华院的院门 便由小丫头进来通病 道 二小姐 明日合府女眷 前往林乡寺上香祈福 老太太叫您先准备着 司警星本不想去 却听那小丫头说道 此事是将军亲自交代 她点头 表示知道了 上香 她走进诊疗室 燕妃已经醒了 正呆呆地望着房顶发了 听到门响 便偏头来看 见是自家小姐 顿时红了眼圈 想要坐起身子 司警星轻叹一声 按着她躺下 道 先躺着吧 燕妃抿了抿发干的嘴唇 两行青泪便躺了下来 道 小姐 奴婢错了 司警星只看着她 并不言语 燕妃抹了泪 道 小姐便坚强便勇敢 奴婢却越来越没用 总是害怕被小姐忘却 丢弃 又见小姐对清缠 绿竹推心致富 唯以重任 奴婢便心生气闷 恰遇到林妈妈开解 她说着话 突然放声大哭 林妈妈一直与自家小姐不对付 自己竟与她倾诉 小姐 你将奴婢发卖了吧 奴婢对不住你 燕妃说着 就要执拗地跪起来 因着她卧床几日 水米未尽 哪里有力气 她跪也跪不住 最后只扶在床上痛哭 司警星对燕妃 还是有几分信心 单看她当年在京郊别院 对她的照顾 便知她并无二心 如今犯了此事 也是心思太过敏感 燕妃 如今你做了错事 自是该罚 司警星说着话 便见伏在床上的燕妃 身子一颤 叹气道 你可愿 做一个店铺掌柜 燕妃十字 心思又细腻 如今被困于心魔 犹如井底之蛙 若给她一片天 会否不一样 小姐 你 燕妃抬起头 眸中满是不敢置信 居然道 小姐 您信我 我信你 快些养好身子 帮你家小姐赚钱 白白用了我那么些个好药 司警星点点头 她看到燕妃眸光中 闪着的激动与坚定 不多时 白皙便带着牙心婆子 及十几个丫头仆妇 一同来了碎华院 管家刘福也跟了进来 打量了一下那些人 才上前挤不到 二小姐 这是 院中时凳上 绿竹贴心地在上面铺了软垫 司警星坐上去 软软的 很是舒服 她扫了一眼这刘福 越看越奇怪 直到 我这里是碎华院 不是梨华院 做不到事无巨细的 与刘管家随时抱贝 刘福文言 心下大惊 脸上顿时有些发白 第九十一章 林香四祈福 刘福总觉得 这个二小姐有些邪乎 她那双眼睛 就像能看透人心一般 她硬扯出个笑 道 二小姐说的哪里话 只是府上突然来了牙刑的人 府上天人进口之事 不知福 老夫人那里可知晓了 刘福的神情变化 司警星自然是没错过 她懒懒地已在石桌边 挑眉打亮着那刘福 这肤色 这单眼皮 这厚嘴唇 则则 真像啊 刘福被她看得心虚 往后挪了两步 道 二小姐 此事可知会了老夫人 司警星还是盯着她看 摇头道 不曾 我花自己的银子 买自己的使唤丫头婆子 不需要告知谁吧 刘福这才想起 这二小姐早已今非昔比 府上不给安排人 人家就自己买 虽说将军断了岁华院的供给 但人家转手 就从皇上那领了一万两奖赏 那可是足足一万两啊 她被那二小姐看得头皮发麻 只想快些离开这院子 盲点着头笑道 自然不需要 是老奴多事了 那二小姐先忙着 司警星看着那刘福慌乱离去的背影 眸光微沉 捉贼捉脏 捉肩捉霜 那牙婆子 领着十几个衣着蓝绿的丫头 候在一旁 原本一见管家来问 还当是自己这一趟白跑了 却见 这府上的小姐 竟是能自己个儿做主买下人 脸上的笑就更深了几分 她笑着介绍着 小姐万福 老婆子听的这位小哥说 小姐您是要挑几个使唤丫头 老婆子便带着这些个 长得干净利落的 小姐待在身边也不丢了面子 您丑丑有何演员的吗 司警星扫过那一排姑娘 问道 有十字的吗 然后便有三个姑娘往前走了一步 那牙婆子又开口了 他们三个啊 可是我那行里的宝贝会认字 小姐用起来更顺手不是 司警星起身过去 让那三个姑娘伸出手 一一看过 却也没问什么 只是让绿竹拿来三张纸 让他们三人 各自写下自己的名字 其中两个很快将名字写好 另一个则歪歪扭扭 写了王大花 绿竹一见 张口问道 这便是十字的 那牙婆子也决丢人 骂道 你这烟杂货 竟骗你姑奶奶 说你会写字 她说完 抬脚就要将那姑娘踹翻在地 司警星却制止道 慢着 她看也不看那凶狠的牙婆子 只是看向那一脸倔强的姑娘 问道 你可是不愿意来我这里 那姑娘慌忙跪下 脸上的倔强 呼得变成了担忧 解释道 回小姐 奴婢不是不愿 只是奴婢 那重病的娘亲 还在牙刑中 奴婢不放心 就这样离开她 那牙婆子见状 气道 呸 倒霉的货 天天的咳 也没见断气 日日糟蹋我的口粮 那姑娘冷眼瞪着那牙婆子 眸中分明染上了一层诗意 司警星便问道 若是我将你与你娘一同买下呢 那姑娘闻言 的泪水掉了下来 贵妇在地道 多谢小姐 那牙婆子一见 牙行里那九颗不止的牢病鬼 终于有人肯收了 忙又换上笑脸道 你娘啊 定会康复 以后跟着小姐在这 可要享福了 司警星又在那几个丫头中 选了两个粗食丫鬟 便叫白皙将人送出了府 顺便将那重病妇人接了来 我不管你们以前的日子 是怎样过的 但今日 来了我这院子 便记住你们的主子是谁 司警星看着新买来的三个丫头 一字一句缓声说道 除了我 这府上任何人都无权过问你们 明白吗 那三个丫头 自是没有不应的 均正重点头 司警星分别给她们赐了名字 十字的大丫头 换作紫苏 另两个分别是白勺和白威 都是药材名 很是好记 紫苏文言 便拿起一旁的纸笔 重新写了自己的名字 捧到司警星面前 道 多谢小姐赐名 司警星偏头看去 那纸上的字 清新飘逸 又干净清透 一如她的人 紫苏虽衣着破旧不堪 但脸和手 都是那一排姑娘中最干净的 留下绿竹 给三人安排活计 她自己则回了自己的房间 明日的上香 只怕是还得闹出点什么幺蛾子吧 不是她阴谋论 而是在这府上 真像那唐僧取经 一朝不慎 就要步步挨栽 于是 她将趁手的武器 都摆在了姓林亚续一楼 最显眼的地方 秋天 天总是黑沉得很快 夜色沉寂 一日一早 天还未亮 绿竹与紫苏便进了门来 紫苏负责端水 拿衣服 绿竹则负责将睡梦中的小姐唤醒 司警星看了眼时间 早上四点半 任由两个丫头 伺候着梳妆打扮 吃罢早饭 这才收拾妥当 王府门外走去 白勺白威则留在院中 看护院子 照顾燕妃与紫苏母亲两个病好 这时候的人大多信佛 每到初一十五 都有人去上香祈福 明日便是中秋 算得上是上香祈福的大日子 许多大户人家便选择今日去上香 吃三餐素食 听听惊 静静星 再住上一夜 次日早上带着沾染的气韵 回府过十五 所以 当司警星带着绿竹与紫苏 踏出府门时 就见轩武大街上 早有马车过往 司警星见老太太还未出来 她可不想站着等人 便先上了马车 这五彩马车 是当初皇上赏赐下来的 比将军府的马车 都要华丽不少 司警云跟在周氏身边 跨出府门时 正巧瞧见司警星弯腰钻进马车 她一双眸中 分明带着浓烈的阴毒 只是天色暗 任谁都没有发现 司老太太一出府 上了前头第一辆马车 周氏与司警云坐第二辆 司警星的五彩马车在第三位 后面跟着温氏与司警仪的马车 前后四辆马车 这才缓缓启动 朝着东郊的林乡四行去 去时倒是出乎意料地顺利 让司警星很是意外 她一路吃吃喝喝 还摸出一把扑克牌 叫着绿竹与紫苏玩了一会儿 他们到时天才放亮 七八点钟的样子 第九十二章 是谁买凶杀人 林乡四坐落于东郊的青丰山上 马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前行 司警星撩了窗漫 便瞧见重叠的庙宇禅房 坐落于不远处的山间 到了林乡四的正门处 马车便再不能前行 这便是半山妖处 再往上走 里面便都是石阶 需要来上香的善男信女 一步一步走上去 方显赤诚之心 司警星下了马车 便见寺外摆着一个巨型香炉 香火缭绕 来往的香客络绎不绝 终生悠扬 响彻整个山间 上山的青石阶 从这里便一直延伸至山顶的林乡四 四家众人便开始了前程礼佛一日游 司警星前世是不信佛的 此生经历了莫名其妙的灵魂穿越这般玄幻之事 他对佛门也是有了几分敬畏 一路行来 青石阶两侧重满松怀 回身望去 一片金黄 更有些果树 坠满了红彤彤的果实 八月过半 正是收获的好时间 老太太年事高 在中间停留了几次 周氏身宽体盘 走几步就喘气 也是走走停停 到最后 还是跟在队伍最后的司警星 与年龄最小的司警仪 率先到达了山顶 林乡四便到了 这位置真是绝佳 云遮物绕间 便可俯瞰群山 空气沉静清烈 听着耳畔的钟声 心境一下子便安静了 这时便有一个小沙迷 领着二人 往寺中走去 像他们这样的人家 来祈福是提前预定好的 以备留好香壳的疗房 以及斋饭份额 小桃与绿竹 跟着小沙迷去了疗房 放行列 而司警星与司警仪 则要先去上香 这正殿是有三个门 中间的门却是空门 只有看破红尘 出家之人才能走 司警星拉着司警仪 从侧边门进去 虔诚地上了香 也就出了店 二姐姐 你饿不饿 司警仪拽了拽 自家二姐姐的衣袖 小声问道 司警星倒是不饿 她在车上吃了不少东西 她从三楼零食抽屉中 取出一包薯片 递给司警仪 道 快吃 先垫垫肚子 等到老太太与周氏到了 点了第一炷香 便由小沙迷来引着司家女眷 先去后院摘堂 吃过第一餐摘饭 这摘堂的门匾上 却是写的五官堂 据说是僧人在吃饭前 先做五官 大体便是对食物要珍惜 感恩 不要对食物产生过分的贪念 以及自我检讨 沙门还讲究 五官若明经义化 三心未了水难消 司警星虽对佛门有几分敬畏 但对于这句话 认为纯属扯淡 仅代表司警星个人意见 吃罢早饭 众人便回到大殿 有皇一僧人侯在一旁 指引众人默念心中所愿 将手中高香举起 进行叩拜 再将高香放到香炉中烧掉 最后再作一感念菩萨 接下来 老太太带着周氏与温氏 去了治海大师的禅院 听经讲书 年轻的小姐们 则各自在庙中自由活动 这一日过得出乎意料的平静 没有任何意外 也没有碰到任何特殊的人 就连她以为会碰到的司警月 都没有出现 司警星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多心了 山间温度低 夜里司警星睡得有些冷 迷迷糊糊间 天也就亮了 便收拾着行李往山下走 司警星钻进马车 便打了个喷嚏 紫苏倒了杯热茶递过去 小星问道 小姐 莫不是着凉了 司警星摸了摸自己额头 倒是不发烧 她吃了两粒感冒胶囊 便闭目小气 谁知要笑一上来 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悠悠转醒 耳边却有嘻嘻嘻嘻的声音 还未带她反应过来 马车却吐得咔嚓一声 不知是哪里断裂了 马车车厢底部顿时轰她 她与绿竹 紫苏三人皆滚落在地 司警星趴在地上 前后看了一圈 都没看到司家其他人的马车 扶了起来 道 王妃 是属下失察 马车被人动过手脚 她说着 便将一节断裂的木头递过来 道 王妃 您瞧 这上面的虫子 司警星吃了药 脑子还有些发胀 却分明瞧见 一堆白色的虫子 正啃视着那木头的断面 绿竹探头一看 惊恶道 这是什么 便是他们将马车咬断了 是 车轮的浮条 便是这种虫子铸空的 这两日 马车行程远 又路途颠簸 这才一下子断裂开 万幸不是断在方才走过的山路上 白皙忍不住一阵后怕 那蜿蜒盘旋的山路 一侧是山体 一侧便是万丈山崖 人若摔下去 她这样想着 心头一跳 眸中突得多了几分警惕 她四下张望 口中提醒道 王妃 此地不宜久留 只是 白皙话音刚落 关道旁的树林里 便窜出十几个蒙面黑衣人 朝他们几人奔来 紫苏脸色煞白 却不忘将自家小姐护在身后 绿竹则快速捡起白皙 扔在脚边的断幕 挡在四景星跟前 四景星则将性灵雅絮中的麻醉枪 握在手中 可对方有十几个 她心中不免 有些慌乱 又是谁买凶杀人 白皙已经举剑迎了上去 她剑法凌厉如风 对方却也不弱 人数更是占尽优势 就在这时四景星身后 突得闪出一人 加入了前方战斗 四景星知道她 莫秋 上次龙星接出事后 齐莫黎便派了两个人来 一个守在院子里 一个则隐在暗处跟着四景星 白皙与莫秋 都是莫英王府的暗卫 功夫自恃不弱 不多时 便将对面黑衣人杀了一半 可剩下那七八个黑衣人 却是愈战愈勇 眸光中闪着嗜血的光芒 饶使白皙与莫秋功夫在好 身上也都受了几道伤 衣衫上染了一片红色血迹 而就在这时 山林间 却又有五六个黑衣人杀了出来 直冲四景星的方向去 吊虎离山 白皙瞳孔猛缩 莫秋自然也都看到了 他二人心中焦急 却被七八个人围困 一时杀不出重围 第九十三章 女鬼来索命 几个黑衣蒙面人 很快便将四景星三人围住 四景星擅长近身搏击 对方却都拿着长剑 他根本不是对手 何况 还有绿竹与紫苏两个丫头在 他知道 这些人就是冲着他来的 他一边朝黑衣人发射麻醉枪 一边用余光看向官道 嘴里喊道 绿竹 你带着紫苏往前跑 不要管我 他是真的不需要他们跟着 没有他们 他正好玩个大便活人 他一边喊着 一边后退往背后的山林里钻去 果不其然 那几个黑衣人迅速跟上 绿竹与紫苏 哪里肯对自家小姐不管不顾 也跟着追了上去 这山林 怪石丛生 四周古墓参天 盘取的老树 求知遮天蔽日 脚下墨细的野草黄绿交接 几只寒鸭从树上惊飞 发出阵阵古怪的叫声 令人毛骨悚然 四景星背靠在一棵大树后 伺机而动 他此时大气不敢出 凝神听着身后的动静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隐约传来 逐渐逼近 四景星猛地勾起扳机 朝那处连射了两三只麻醉 喷喷的两声 两个黑衣人被放倒 可他的位置也因此暴露 其余几人迅速将四景星围困起来 四景星不敢大意 在黑衣人的眼皮子底下 从他的袖口中 掏出一根长约一米的电棍 几个黑衣人面露一色 一根黑棍子 这是和兵器 却很快举剑上前 这女子 可是雇主花了五万两银子 要她的命 如今 这道嘴的银子 怎么能让她飞了 三个人围攻一个弱女子 不讲武德 四景星一边暗骂 一边举着手中电棍 就迎了上去 一个黑衣人被电棍击中 随即全身抽搐 硬生倒下 剩余三人顿觉诡异 更是慎重起来 其中一个飞扑而来 她手中的大刀 朝着四景星猛然劈去 刀锋凌厉 四景星只觉一道寒光刺进了眼中 她猛地闭上眼睛 手上挥着电击棒 迅速往后退去 可就在她闭眼的一刹那 另一个黑衣人腾空而起 一脚将她手中的电棍踢飞 耳边传来一道破空之音 四景星欲要闪躲 却还是被那长刀 划伤了左臂 四景星捂着左臂伤口 匆忙往身后跑去 转身之际 抓着手里的麻醉枪朝后射去 又一个黑衣人应声倒下 剩余二人 以为那人是中了四景星的暗器 死了 他们顿时恼羞成怒 五六个汉子 进去了三四个 四景星感冒还没好 又苦战多时 此时早已筋疲力尽 她又朝着那二人连发几枪 却没中 她卯足竟往前跑去 却又怎跑得过轻功在身的黑衣人 两个黑衣人 一前一后 将那白裙女子围住 其中一个手持长刀就要朝那女子砍去 却不想 那女子却呼得凭空消失 两个黑衣人顿时惊愣住 他们揉了揉眼睛 又掐了自己一把 那女子 果真是在光天化日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鬼 其中一个黑衣人冷汗直流 双腿发软 想往回跑 却是动弹不得 另一个 直接吓得魂飞天外 似一团烂泥般瘫坐到地上 饶是他们做的杀人的勾当 却依旧对鬼有莫名巨义 司警星绕至二人身后 才闪身而出 举起麻醉枪对准那二人 那白衣女子 衣裙上沾染了血子 凌乱的发丝随风飞扬 她眸中泛起森森杀意 两个黑衣人 此时早已被吓傻 那女鬼脸上 闪过斑驳的光影 很是害人 女鬼来找他们索命 两枪麻醉 那二人均倒地不起 司警星上前 捡起那人脚边的长刀 她眼皮不眨 提刀刺进那二人的胸膛 这是她第二次杀人 她不知绿珠与紫苏如何了 她得赶紧去找到他们 可她刚走两步 强烈地晕眩袭来 司警星只觉眼前一黑 眼看就要摔倒 却意外地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耳畔隐约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阿兴 是谁在喊她 她眼皮很沉 却是睁也睁不开 旋即便陷入了一片黑暗 将军府 前院 司俊山黑着一张脸坐在厅中 昨日她吐血昏倒 清醒后 她十分害怕 当年这是真有差错 便第一时间 让林肃悄悄去寻了当年 在以竹园伺候的老嬷嬷 那老嬷嬷当即表示 当年是二小姐央着厨房做的 是啊 当年所有人都说了 是二小姐亲口跟夫人说 她让厨房做的糕点 也是她亲手拿着那糕点喂给夫人的 又怎么会是陷害 昨日 她还用一副极其委屈的口气质问她 为何不信她 以至于自己还差一点就认为错怪了她 如此意图颠倒黑白的顽劣之女 要来何用 就如同现在 全家人等着她回府 一同入宫 老太太则一脸焦急 道 早知道我便等二丫头一会儿 也不至于如今都不知她去了哪里 四郡山见时辰不早 便要起身出门 却见小司急步而来 气喘吁吁地道 将军 不好了 东郊发现二小姐摔坏的五彩马车 却没瞧见二小姐的人 早在一个时辰前 四郡山便派人沿着去林香寺的路 寻找司警星 她脸色一沉 道 四周可查找过 还有什么发现 两侧都是山林 只查看了附近 并未深找 另外 在摔坏的马车中 捡到这个 那小司说着话 就将手中的 一张帕子递了上来 林素接过来 细细查看 果见帕子一脚 绣了个星字 司俊山一甩一绣 对林素道 带二十人去找 若找不到 便当他死了 司警横不解 问道 父亲 为何不报官 人多了 才能更快地找到二姐姐 老太太一听 可是吓坏了 忙足指道 按时深算 二丫头出事 也有两三个时辰了 山林多劫匪 此事万不可声张出去 司俊山冷着脸 他不是没想到 二女儿可能会遭遇什么 只是 他无论如何 都无法原谅他所作之事 他长叹一口气 如此也好 司警云捶着头 没人看见 他眸中闪过的一丝金光 他将手中的茶盏 轻轻放到桌机上 面无表情地提醒道 父亲 时辰不早了 咱们该走了 第九十四章 冲喜的玩意 一年一度的中秋宴会 京中无品以上官员 可带家眷一同参加 自然是需要宴会帖子的 司俊山本是不想带司警星去 可奈何宴会邀请帖上 明皇皇写了司警星三个大字 况且他近日接连收到皇上与皇太后的赏赐 理应去当面谢恩的 如今他也落得轻松 司俊山点头 道 走吧 入了宫 谨言慎行 跟在你姐姐身边 不要四处走动 那帖子上不仅有司警星的名字 就连司警云的名字也有 帖子上有的 你可以不去 但帖子上没有的人 是万不能去的 司俊山知道这个三女儿的脾性 有些任性 便不想带她去 可架不住司警月传来了口信 说她会将妹妹带在身边 司警云又软话说了一箩筐 这才让司俊山同意了她去 妇女二人上了马车 朝着皇城行去 若皇太后问起你二姐姐之事 你便只说她感染了风寒 旁的便不要多说 司俊山在马车中 不忘叮嘱司警云 司警云点头应下 此事 哪里需要她亲口说 不多时 马车也就到了宫外 官员入宫是在朱雀门入 女眷则是从顺德门而入 司俊山让车夫赶着马车 先去了顺德门 将司警云放下 又细细叮嘱了几句 无外乎就是别惹是生非 这才绕回了朱雀门 下了马车 此时还未深时 司警云到时便见顺德门外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宫门口自有宫人查验身份 她虽是第一次参加宫宴 却早听她作为王妃的姐姐 说过很多次宫中规矩 丝毫不见胆怯 带着莲香便排在了队伍后面 更是很快地 与前面几位小姐聊到了一处 那几位都是四品五品官员家的小姐 何曾接触过一品大员家的千金 更何况这小姐的姐姐 还是当今瑞王妃的嫡亲妹妹 自是一个个地夸赞起来 将司警云捧到了天上 司小姐 您这皮肤当真是银润光洁 是啊 瞧瞧这百里透红的粉嫩 谁见了不心动呢 司家小姐还未及及便有了如今容颜 若等到及及后 再展开一些 那定是要明动见舟的 是啊 是啊 司警云听着这些人的夸赞 心中也有些飘飘然 却没瞧见他身旁跟着的脸香 脸色变了几遍 近来 他皮肤愈发水嫩银白 甚至比大姐姐还要白皙光滑 要知道 他自小是黑皮肤 是有多羡慕白嫩的肌肤 他好想让九王看看现在的自己 如今二姐姐下落不明 生死不知 九王若见到自己这般模样 定会改变初心 爱慕于他 所以 他才央着大姐姐 务必帮他弄到入宫的帖子 终于轮到他了 那查验身份的老嬷嬷看了帖子 便笑道 原来是斯家三小姐 瑞王妃早交代了 请三小姐随着这位小公公 移到去万福宫 斯景云点头道谢 随着去了 这是他第一次入宫 金黄色的琉璃瓦 在午后日光的照射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红墙青瓦 飞檐翘台 造型华丽 巫衣处不是精雕细琢 巫衣处不是美轮美奂 斯景云的目光 却忽得被前面的人吸引了去 他来了 他竟真的来参加今日的秋日宴 他听自家大姐姐说过 九王性格冷屁 鲜少参加宫中宴会 甚至皇太后生辰宴会 他都极少露面 今日 他也只是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 竟真的能遇到了他 这便是缘分吧 琪莫黎此时 正与琪南渊 琪南叶走在一处 前往扶杨宫 走在廊下的诸位夫人小姐见状 盲冲着几人屈膝行礼 斯景云目光一直在琪莫黎身上 他身着一席悬衣长身而立 五官轮廓分明 一双琥珀色的眸子 他忍不住上前眸中含着一丝羞涩 道 见过九王殿下 琪莫黎扫了眼前女子一眼 不带一丝停留 傅又看向边上引路的小公公 挑眉问道 这是何人 那小公公赶紧上前回道 回莫英王殿下 此乃镇远将军府三小姐 哦 琪莫黎点头 又看了他一眼 便转头 带着琪南渊与琪南叶大步离去 斯景云见状 脸上的笑意 湿了些颜色 他竟没有认出自己 廊下的众夫人小姐 也都眼唇笑着离去 独留斯景云一人呆呆站在原处 他怎会不记得自己 他在无心思欣赏宫中景致 只一门心思琢磨 该如何引起九王的注意 他到万福宫时 众人正在宫殿外 三三两两聚在一处说话 自然 身份高贵之人则 可得太后赵剑 静殿续话 他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自然是在殿外候着 等着时辰一到 一步符合殿 你们听说了吗 跟九王殿下定下婚约的 私家二小姐 出事了 出了何事 他今日没来 我还想瞧瞧他长什么模样呢 竟能得九王同意此门婚事 据说 哎呀 就是在山林间失踪了 山林间多劫匪 那岂不是 几个衣着华贵的小姐聚在一起 巧声议论着 何昭月与雷浅英 从那几人身边走过 顿住脚步 细细一听 二人顿时脸色一沉 你们胡说什么 你们可见了 就随便背后一轮 何昭月柳眉一皱 何斥道 小心被九王殿下听到你们的话 李侍郎家的小姐 还有你赵大人家的千金 还有你 你 雷浅英则一个一个打量着几人 认全了 司警云则注意到 他们身后走来的夜晚 他记得这个女子 便是老太夫家的孙女 曾被九王拒婚过 那几个小声议论的小姐 身份也不低 自是不怕的 其中一个便是刘阳峰丞相的孙女 刘芳芷 一个拿去冲洗的玩意儿 失踪就失踪呗 你们急什么 雷浅英一听 正要分辨几句 却听店门打开 有公公喊道 太后驾到 店外 众人接跪地行礼 司警云偷偷抬头去瞧 却见 跟在老太后身侧的女子 竟是自家 那失踪的二姐姐 第九十五章 希尔是颗福星 司警星站在太后身侧的台阶上 自然看到了何昭月 雷浅英 以及他们不远处的司警云 他三妹妹看见她后 那脸上的表情 当真如同见了鬼一般 着实精彩 一个时辰前 司警星悠然转醒 便见齐莫黎 一脸焦急地盯着自己 这才得知在山林中 将她救下的 正是齐南陵与七皇子 齐南城 是啊 齐南陵是 叫他阿兴的 他二人将他带到太后宫中 又寻来了宫中御医 为他治伤 齐南陵则是第一时间 叫人通知了齐莫黎 齐莫黎见他醒来 立即凶狠地责怪道 陪着他们去上什么巷 不知道那是一家子豺狼吗 小傻子 这就是羊入虎口 他嘴里喋喋不休地训斥着 眸中的忧色却不曾减退 还有些微微发红 司警星看着眼前的男子 不禁笑了 谁是羊 谁是狼 还不一定啊 齐莫黎见他伤势无大碍 这才大步离开 二十几个人围攻他的小丫头 这人是活到头儿了 司警星在山林间晕倒 一是风寒感冒 二是体力不支 三是伤口失血 休息了一个时辰 便无大碍 何况 这还是在太后的万福宫中 司警星望着镜子中 重新穿戴整齐的自己 不禁感慨 齐莫黎纳斯 在外人眼中 是个张狂的九颜罗 却细心地 给他背下了中秋新衣 他蛮唇一笑 朝着万福宫的正地儿去 太后见着司家这小丫头 端庄得体 暗道 这么好的姑娘 竟便宜了齐莫黎那个祸害 早年间 她便与司警星的外祖母 关系匪浅 在这前阵子 这丫头还救治了自己的小太孙 她笑盈盈地提醒道 身上有伤 今日的宴会上 莫要喝酒水才是 司警星自是没有不应的 脸上带笑 臣女自是乖乖听皇太后的话 滴酒不沾 她可记得 之前皇太后赏了周氏二十八掌的事 虽说是为了人家小孙子的事 可看着也着实解气 而且 这太后还给她与齐莫离次了婚 也算是正婚人了 司警星自是对她有几分好感的 皇太后文言 不禁扯了帕子眼嘴 笑道 怪不得皇帝之前跟哀家说 司家那个小丫头 甚是有趣 果不其然啊 两人没说几句话 便陆陆续续由小内奸来通禀 皇后娘娘道 罗贵妃娘娘道 蓝嫔娘道 太子妃道 横王妃道 太后却指引了皇后娘娘 太子妃 横王妃进来 其余人都到偏殿或是殿外候着 横王妃沉落出 才刚出了月子 看上去又圆润了一些 脸上挂着一抹柔柔的笑 她身旁的奶娘将小柿子 抱给皇太后身旁的慧如姑姑 再由慧如姑姑 抱给皇太后看 这小人儿 倒真是胖 肉头得很 抱起来胳膊都费劲了 皇太后喜欢孩子 宫里多年不曾添喜 此刻抱着孩子就不撒手 满脸的喜悦 还是慧如姑姑劝说着 才爱不释手地松了劲 让她抱走 可那眼神儿 是真不舍得离开那胖娃娃 皇祖母 此事还多亏了九皇神 不然 陈落出抱着怀中的小娃 心中感慨 曾经又带了诗意 那真真是不敢想 太后怕了 皇后与太子妃闻言 也是一阵唏嘘 咱们家阿兴 就是个小福星 坐在司警星身边的齐南陵 逗弄着陈落出怀中的小奶娃 笑嘻嘻地说道 皇太后扭头看过来 点头赞许道 灵儿说的是 仙儿是颗福星 听闻 你还去了西郊大营 就知了不少将士 此举大善 颇有你外祖母当年之风 几人还在说着话 便有小内奸通禀 长安公主道 宣宁郡主道 长安公主 司警星微微醋眉 她第一次去齐末里的九华亭市集 便是被这个长安公主查房的 她微微垂眸 这长安公主 一向与瑞王走的近 也不是什么豪鸟 司警星眸光一闪 她瞧见皇后与太子妃 听到这个名字后 二人脸色都有了异样 这长安公主 不是皇太后所生 并不得皇太后的待见 便让她带着她那女儿 去侧殿写着 几人又绕着司警星 与齐末里的婚事 说了几句 只把个司警星说得脸红 几人才罢休 见时身不早 皇太后在 慧如姑姑的搀扶下起身 带着殿中几人往外走去 司警星就这样明晃晃地 站在了老太后身边 司警云当真是吓傻了 连手中的帕子掉了 都不自知 而司警月 一直在侧殿陪着她的婆母 罗贵妃 此时也满脸的震惊 却很快眼下 端庄又舒雅 一众人 便朝着宴会的符合宫而去 司警星拉着齐南凌与何昭月 雷浅英走到了一处 阿星 你没事吧 雷浅英压低了声音问道 生怕别人听到 没事 我这不是活蹦乱跳的 司警星摇头 嘴角擒了一丝笑 被人关切的感觉真好 她话刚说完 就听身后不知是谁说了句 一个冲洗上位的东西 还好意思进攻炫耀 也不嫌丢人 司警星听到了 齐南凌听到了 周边几个人都听到了 齐南凌顿住脚步 冷眼扫过那人 道 光露四卿赵大人家的小姐 是吧 你方才在说什么 那赵家小姐 顿时一个机灵 跪在了地上 耸着肩膀 不敢吭声 齐南凌最烦这套 她还没做什么 对方就这副样子 好像自己以大欺小 怎么欺负了她似的 她此刻心中烦躁更甚 哦 我只问你 你方才在说什么 你如实回答我便是 那赵家小姐呜的一声 哭出声来 求饶道 公主饶命 齐南凌还未说什么 就听旁边一姑娘道 四小姐 此事因你而起 你瞧那赵家小姐 害怕成什么样了 你若是心中有愧 不妨同赵家小姐一同跪下 跟公主求情吧 围绕在那姑娘身边上的几个小姐 纷纷点头赞同 刘小姐说的对 四家小姐太过分了 此事就是因她而起的 是啊 要不是她 公主也不会生气 第九十六章 你家住河边 四景星扭头看去 是个长相很任性的姑娘 何昭月在边上提醒道 她便是刘成相家的孙女 刘芳芷 方才在殿外 她就一直在嚼舌根 四景星点头 冷眼朝那人看去 随即笑道 多谢姑娘 刘芳芷一愣 众人也正不解 这突然的致谢 就听四景星又说道 见到姑娘之后 本小姐才发现 原来 丑可以这么具体 比如这眼睛 比如这嘴唇 刘芳芷脸上又红又烫 她长得是不美 却也不曾有人当面指出 她的容貌不佳 尤其如此直言不会说她丑 她气得伸着手 说不出话 四景星却不惯着她 脸色一沉 道 那赵家小姐 还不是看你眼色行事 此事 本该你去求情 你却将责任转嫁到我身上 再者 本小姐是冲喜上位 又何妨 你们有本事 也去找个如意郎君冲活了去 走在前面的长辈们 自然也听到了后面的动静 长安公主走在罗贵妃身边 撇了撇嘴 道 这丝家呀 还真是没叫养 瞧瞧 这说的是什么话 罗贵妃昂着头 脚步不停地缓步前行 只是用余光瞄了眼身旁的斯景月 笑道 年轻吗 九王喜欢就好 以色试人的东西 长安公主还是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冷哼一声 她身旁的轩宁郡主 却是回头朝那处看了去 好一个洒爽洒脱的丝家二小姐 那边的流芳纸 仗红着脸 瞪了那跪在地上的赵家小姐一眼 不再坑声 齐南邻间自家阿星没吃亏 自然也就没了脾气 拉着几人继续往复合殿走去 这复合殿 是宫中三大殿中 面积最大的宫殿 主要用于皇后 太子的册封 以及朝内百官宴席 外翻朝贡之事 此时 崇德帝正坐在殿中龙椅上 看向左列手牌的斯郡山 道 斯爱卿 寒南一战 而乃投宫 如今 伤势可好全了 斯郡山文言 立即起身 拱手道 老臣承蒙皇上惦念 如今伤势已然大好 崇德帝点头 笑道 你这身伤啊 倒是多亏了你有个好女儿啊 今日 那小丫头 可是与你一道入宫的 斯郡山文言 心头一致 道 回皇上 臣女偶感风寒 今日便为入宫 以防过了摒弃给宫中贵人 哦 斯爱卿怎的还没喝酒 就开始说胡话了 朕方才还听莫英王提起那丫头呢 崇德帝双眼微眯 面露不悦地问道 哼 白眼狼 就不该救你 一道男生 自斯郡山左侧位置传来 那处坐的是莫英王 斯郡山面色一领 还未等他细思 便听殿外那间扯着嗓子喊道 太后娘娘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一众女眷进了殿来 左列陈公军起身行礼 斯郡山此时也在人群中看到了他 那个失踪在山林中的二女儿 他不觉一惊 又顿生目逸 自己平安无事 都不知往家中传的信 害他等他那么久 还派了两拨人前去山林找寻他 众人依次落座 中秋宴会也就开始了 殿内左侧是皇子 王爷 及二品以上官员 右侧则是皇家嫔妃 公主及二品官员以上的女眷 二品以下的官员及家眷 则是在躲殿 斯景星被封为县主 位置很是靠前 就在第一排 他望了眼对面的奇莫梨 见他正慵懒地 靠坐在雕花大椅中 冲着他的肩膀 抬了抬下巴 斯景星便抿唇摇头 张了张嘴 空讲了几个字 对面的奇莫梨 却是看懂了 含笑点头 他眸中的疼爱 却刺痛地坐在第二排的斯景云 他将二人的互动 都看进了眼中 他衣袖中的双手紧紧握成拳 却在这时 一个人轻拍了下他的肩膀 坐在了他的身侧 中秋的一轮圆月 是国人的一种寄托 象征着团圆圆满 在龙莹 更是文人雅士 因此 沿袭上刚结束一曲舞蹈 便有人提议 众人对岳父诗作词 以助兴 这皇家宫宴 能让家眷一同参加的 多半是为了 给年轻人些 展示自己的机会 皇太后与皇后 都最是喜欢这样的节目 俩人一商量 皇后便扬声道 今日诸位不要约束 本宫 这里有一枚簪子 是本宫当年的陪嫁之物 今日便拿来做个彩头 崇德帝笑道 皇后破费了 这簪子 可是皇后的心头爱 朕倒要看看 谁能拔得头筹 拿下皇后这金簪 司警星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她一个代驾之女 不需要表现 对比那金簪 她对眼前这些食物 更感兴趣 从早上就没吃东西 中午昏迷也饿着肚子 这会儿是真饿 便拿起筷子 开始埋头苦吃 此时 店中已有人做了首赏乐师 获了满堂喝彩 那便是刘成相家的孙女 刘芳芷 只见她站在店中央 并不回到座位 而是以指气使地 看向司警星 道 司家小姐 不知你今日可愿 做施助助兴 司警星头都没抬 加了一筷子红烧蹄膀 道 没兴趣 刘芳只见着司警星 在皇上面前 都如此狂妄 又想到自家祖父 就在对面坐着 心里有了底气 大声指责道 皇上与太后都在等着 你如此不给面子 此言一出 店中 众人皆低声附和 纷纷嘀咕着 司家二小姐 如此不识抬举 之类的言语 刘阳风捋着胡须 眸中闪着金光 那司俊山回京时 他便是不赞同的 如今他孙女 抓着司俊山的女儿 敲打一番 也是大快人心的 司俊山健壮 面上倒是没有任何反应 那刘丞相的孙女 倒是与那刘丞相一样 惯会拿捏人 他冷哼一声 腰板挺直 他那二女儿 又何时吃过亏 司警星吃个饭 接连被打扰 他脸色一沉 张嘴呵斥道 皇上他老人家都没说什么 就你在这儿逼逼 怎爹 你家住河边啊 管得那么宽 还是 这一点众人 就嫌你有嘴 第97章 举杯妖明月 刘芳芷因着自家祖父的关系 走到哪里 不是被高门大户那些个夫人小姐 围着恭维奉承 他何曾听过 如此难听的话 什么叫只有自己有嘴 是怪他多嘴多舌 刘芳芷红着一张脸 一肚子气不知该如何撒出来 司警星瞥了一眼 高座宝座的崇德地 见他唇角分明微微抖动了一下 皇上他老人家 是在憋笑 之前齐茉梨跟他说过 他献计制造弓弩 是大弓 皇上却并未下旨给他赏赐 实则是在保护他 那样的京世之物 若被不轨之人知晓 是他所做 那他不仅仅在龙音会四面楚歌 甚至这天下诸国都将觊觎 并引起纷争 所以 他笃定老谋身算的皇上 是不肯轻易动他的 何况还有齐茉梨这尊大佛罩着 司警星思及此 便安心朝着那盘子红烧蹄膀进宫 这味道 倒是与齐茉梨那水泻雅具的大厨 坐得不相上下 却在此时 他突厥对面有两道目光 朝自己的方向看来 他拿着筷子的手一顿 那处 坐的是齐南燕 与齐南车兄弟二人 司警星微微抬眸 齐南燕脸上 依旧挂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慈善笑容 而齐南车脸上 却是阴沉一片 想来 是前两日在水泻雅具 将那暴躁东西 得罪狠了 刘芳芷还站在殿中央 走也不是 刘也不是 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 他转眸朝着自己祖父的方向 求助地看去 就在这时 殿中却忽来一声呵斥 放肆 你这孽女 竟在朝堂之上 如此无礼 司警星头都没抬 不用看 骂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司俊山 司大将军 崇德帝文言 双眸微沉 看向台下的司俊山 这老顽固 不帮自己闺女也就算了 怎地还帮外人 欺负自己闺女呢 那司俊山见皇上 一脸不悦地看向自己 芒拱手道 老臣管教无方 让这匿女在朝堂上 大放厥词 还请皇上恕罪 刘阳峰在收到 自己小孙女的眼神后 正欲要 上前为孙女开脱 此时听了司俊山的话 心中不由一乐 他做丞相多年 一贯擅长揣摩人心 这司俊山虽骁勇善战 却依旧只是一介武夫 脑子里就是一根筋 竟然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拉自己女儿的后腿 简直愚蠢至极 果然 武将 均是一群无头脑的 粗野莽夫 刘阳峰一本正经的拱手道 启禀皇上 老臣这孙女 只是邀请安平县主 做师一手 为这秋日宴祝助助兴 却不想尽无辜惹来县主 一顿羞辱 且还是在这朝堂重地 还望皇上加以严惩 以正国风 崇德帝瞥了眼右侧 埋头苦吃的司警星 又看了眼左侧 栏栏举着酒杯的酒王 这两口子 倒是如出一辙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却害他来收拾这烂摊子 他沉吟两声 还未说话 却见瑞王妃站起身 屈膝行礼道 父皇 而其这二妹妹 从小便饱读诗书 只是怕落了刘家小姐的面子 这才拒绝了邀请 还请父皇宽幼 此话一出 众人哗然 刘家小姐闻采出众 这是众所周知之事 怎么的 司家小姐 竟这般自视才高 司警星朝那乡的司警月看去 这大姐姐几日不见 功力又深了呢 乔乔这话说的 看上去是帮自家妹妹求情 实则上是给她拉仇恨 且吹了好大一阵风 俗话说 飞得高 摔得才疼 她就是想看自己摔死 而司俊山闻言 眉头微皱 二女儿何时饱读诗书了 这大女儿 为何故意这般说 她第一次对一位 姬王妃的大女儿 有了几分不满 司警月说完话 片刻后便有人响应 既然安平县主才华斐然 那这诗 是必须要做了 让我等也开开眼见 是啊 叫我等看看 到底是多饱读诗书 司警星不仅不慢 喝了口信苏尹 道 我既是饱读诗书 那自视压轴出场才是 你们先上 也不知这龙音小姐 本就爱表现 还是为了让她早点上场 看她出丑 各家小姐 此时纷纷上前送辞作诗 夜晚自然也不例外 若说刘芳指才华出众 那这夜晚 便是才华横溢 满腹经伦 她的祖父乃是老太父 自小熏陶 自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儿 可比的 剑州无数青年才俊 均被夜晚的文采所折服 她诗句一念完 便博得全场贺彩 就连崇德帝都连连称赞 夜晚听着众人的夸赞 眸光中带了几分得意地看向那人 却见她慵懒地靠坐在椅子中 双眸含笑地 看向对面的司警星 她面色一沉 侧目看向一旁的司警云 微微点了点头 众家女子都做了诗 为留了司警星 她定是不会做诗 才一直推托 就看她能拖到什么时候 还说自己要压轴 真是大言不惨 齐男凌听着众人的窃窃思议 不无担忧地说道 阿星 你要不会 就背我这个 我方才便做好了 你记着 司警星蛮唤唇一笑 拍了拍她的手 安慰道 我不会让我们的八公主丢人的 她说完便起身 扬声道 既如此 那本县主便叫你们开开眼 花间一壶酒 独卓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树谷断人行 边秋一燕声 路从今夜白 月是故相名 司警星张嘴念了 李白和杜甫的两首诗 大师的诗句 拿来用用 不算什么吧 她念完 殿中一片禁忌 不知是谁率先鼓起了掌 旋即便是赞赏声 不绝于耳 司警星心虚地坐下 仰头喝了一杯茶 便借口出去方便 带着绿竹出了符合店 她留下两首诗 却让店中众人细细品味 齐莫黎从来不知 她的心里 是那样的孤独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而司俊山 却想起当年 她在边关望月 思念妻女的情形 还等着看热闹的司警月 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丫头怎么会做诗 还做得这般好 司警星站在宫殿外的游廊上 望着天上的明月 当真有一种思乡之感 却突得一道男声从身后传来 二妹妹 又见面了 第九十八章 痴妹亡两 司警星回头 果然就见瑞王 齐南燕正眸中 含笑地看着自己 她不耐烦地问道 瑞王殿下 有事吗 齐南燕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自从上次被眼前女子撵出梨花院后 她便总觉得 她当真是变了 变心了 方才见她被为难 她恨不得将那多事的司警月掐死 好在 她文采出众 立一碗狂澜 她出店 她紧跟着出来 只是想亲口问她一句 可还记得两年前 她对自己的情谊 可她竟有些不敢问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 没有底气过 司警星见她只是盯着自己看 却不说话 心中烦躁 既然无事 那我便告辞了 齐南燕闻言 心头一慌 就要一把拉住她的手 道 别走 司警星闻到那人身上的香气靠近 心生厌恶 将手背在身后 迅速后退几步 将二人间的距离拉远 冷声道 还请瑞王注意身份 我日后是要做你九皇审的 告辞 司警星说完 不等齐南燕说话 就转身往回走 却意外地撞到了一个端田汤的小宫女 那托盘上的田汤 悉数倒在了她的前经上 那小宫女见状 吓得立时跪在了地上 求饶道 献主饶命 司警星知道 后面的齐南燕还在盯着自己 她只想离她远远的 只得白手道 起来吧 带我去旁边测试擦一下便可 小宫女立刻在前头带路 往复合殿后走去 司警星一路想着齐南燕方才的恶心行径 也没注意走到了哪个殿 几个人来到一个偏殿 那小宫女一副抱歉的模样 道 县主 旁边偏殿 有专门给小姐们替换的衣裙 可叫您的贴身奴婢 去取一套来 司警星点头 绿竹知道她的尺码 便也没多想 叫她去了 那小宫女则将殿门打开 道 县主 您先在里面稍等一会儿吧 这洞试的位置 司警星一低头 果见那田汤打湿的位置很是尴尬 也就进了去 只是她一进去 便忽觉窗下似有人影闪动 紧接着便是一股奇香悠悠传来 与店中原本熏香大不相同 她柳眉微醋 瞬间闪入杏林雅絮 她倒要看看 这是要搞什么鬼 眨眼间 司警星便从房间另一侧 穿墙而出 月下明亮 门外的小宫女 正冲着不远处招手 那处便走出了一个 体格壮士的年轻太监 只是 后面的暗处 似乎还藏着一个熟人 夜晚 司警星隐匿在暗处 眸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丫头 玩火自焚 殿中文武大臣 皆对安平县主随口所作的两首诗 赞不绝口 自然皇后那金簪 便成了司警星的囊中之物 俊山兄 你家这小丫头 真是教得不错 雷琳坐在司俊山身侧 不由夸赞道 前两日 县主还帮了小女的大忙 时乃感激不尽 司俊山文言 微微一正 随即却一脸落寞地摇头道 她再好 又有何用 雷琳与司俊山相交多年 当年之事 她也有所耳闻 只是叹了一口气 劝道 当年之事 谁又说得清 嫂夫人含心如苦 将她生养长大 若知你如此 偏待她的女儿 想来 嫂夫人在那边 也是不开心的 她会不开心吗 她毕生追求 便是让她开心的 司俊山呼的双眼发胀 一杯酒 接着一杯酒地灌下去 她又何尝不想 将他们的女儿 视若珍宝 可每每看到那个女儿 便犹如一根刺 扎得她心口生疼 崇德帝今日不谈正物 只与文武百官 聊些民间去世 因着众人都喝了酒 说话也就随意了些 店中气氛 一度达到了高潮 就在这时 有小公公面色慌张地 匆匆进了店 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张嘴 长安公主分明瞧见 那小公公进店后 朝着某个位置瞥了一眼 随即 她便想到 方才见那司警星 脚步匆匆地 往后店走去的身影 她不知为何 总觉得是那司警星 出了什么事 盲眼下心中雀跃 问道 这位小公公 可是出了何事 那小公公见长安公主问话 又看了看皇太后与皇后 便磕磕巴巴的小声禀告道 静安殿片殿中 有贼人进入 皇后是什么人 自是看出了这小公公眼中的躲闪 便心领神会 对着崇德地道 皇上 臣妾带人去瞧瞧 老太后吃了两杯酒 有些疲惫了 也就起身 啊 哀家顺道一起去瞧瞧 便回宫歇息了 诸位随意 太后与皇后都去 那些嫔妃 自然也跟着去 皇家女眷都去了 那些官员命妇小姐 也不好留在殿中 对着那么些官员发呆 接起声告退 御前侍卫 直见走在最前面 护着一众女眷 呼啦啦 朝着静安殿而去 刚走到殿外 便听到房中 发出一阵令人苏鼓的喘息声 时而尖叫 时而轻哼 极其暧昧 殿外众人 一时听得面红耳赤 更是有不少闺中小姐 捂着脸捶着头 跑远了一些 却也不离去 太后本就是顺路而来 如今见皇宫中 竟出了这等烟杂事 顿时恼怒道 来人 降门踹开 两个带刀玉前侍卫上前 就要踹门 却听得司警云呼的叫道 你们可曾 见过我家二姐姐 刘芳指文言 双眼闪着一丝兴奋的金光 张嘴道 该不会房中那人 便是你家二姐姐吧 齐南陵与雷浅音对视一眼 朝着那刘芳指 道 刘小姐还是谨言慎行吧 长安公主见状 更是来了劲 她凑到皇太后跟前 道 母后 快些叫门撞开吧 万一县主是被逼的 现下咱们还能将她救出来 罗贵妃知道 自家大儿子齐南燕 对那丫头的心思 劝了几次无果 若是她在宫中出了丑事 也能断了她的念想 母后 快点救人吧 皇太后一开始怕门撞开 让众人瞧见那丫头的囧状 但若是被人强迫 她是万不能见死不救 来人 踹门 两扇木门 应声而开 房中景象惊呆了门外众人 第九十九章 老五分明是冲你去的 静安殿中点着昏黄的烛火 涂增了几分柔和 只是 那殿中 撕碎的衣裙扔了一地 空气中充斥着情势后的气味 围首的皇太后 与皇后对视一眼 二人脸色顿时一沉 罗贵妃则撬着葱白的兰花纸 捏着一枚帕子 掩住了口鼻 一脸的嫌弃 没有人瞧见 她身侧的司警月 垂着的眸子中 快速地闪过一丝异样 皇后瞧了皇太后一眼 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刚要开口说话 就听人群后 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 大家怎么都跑这儿来 嗨我好一顿着 皇太后一听 这声音不是司警星那丫头 还是谁 她寻声望去 果然见那丫头面上 带着一抹笑 穿过人群 缓步而来 皇太后心下一松 想到殿中之事 顿时来了气 一挥手 带着一众女眷都进了那殿中 司警星走在司警云身侧 看着她瞪大的双眼 与惨白的脸色 笑盈盈地说道 三妹妹 怎么见了我 像见了鬼一般 她不笑还好 这一笑 生生地将司警云吓了个半死 怎么回事 她分明亲眼看着这个二姐姐 进了房门的 如今 她在殿外 那房中之人 又是谁 司警星倾勾唇脚 扫了一眼垂着头的司警月 跟上太后的脚步 大步进了门去 长安公主与刘芳指 见司警星好端端地出现在殿外 她二人的脸上 明晃晃地挂了一丝失落 却也跟着众人进了殿去 这吃瓜嘛 不挑 此时 众人都已跨入殿门 却呼得又顿住了脚步 司警星打眼瞧去 也是吓了一跳 只见那小太监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身上的衣衫 吞了个干净 凌乱不堪的床榻上 还有俩人 正在呼吱呼吱地做运动 怎爹 这还多了一个正常男人 她当时发现 小太监进门后 便立即平住呼吸 朝着小太监 打了一枪麻醉 她又趁着夜色 将跟在后面的夜晚敲昏 放到了床榻之上 然后便去寻了绿竹 在附近逗留了片刻 听到这边有动静 才过来 后面 这是又发生了什么 那背对人群 光着膀子 正对夜晚失行那个的男子 是谁 众人这才看清楚 那床榻之上的女子 竟是老太傅家的孙女 建州有名的才女 夜晚 只见她全身上下布满了红痕 那张小巧精致的脸上 满是红韵 她性目微微眯着 既满足又迷离 店中命妇们健壮 大呼一声 忙各自转身 将自家女儿的眼睛捂住 拽着出了店门 没想到 那表面看起来端庄贤淑 才华横溢的夜晚 竟是这种人 店中妇人健壮 心中都有了计较 有女儿的暗暗想着 日后定要让自家女儿 离她远一些 有儿子的 则想着 夜家女子 莫不都是这样不守复道 而那背着身子的男子 却着实让司警星好奇 她不禁朝着司警云的方向看去 见她煞白的脸上 满是惊悚 她这三妹妹 竟也不知这男子是何人 不光司警星好奇 房中所有人都十分惊诧 这男子竟胆胆在皇宫内 做这种事 简直胆大包天 太后见那二人此时此刻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还在行那苟且之事 怒吼道 来人 将那二人给分开 话音落 两名壮士嬷嬷便上前 将二人分开 并搭了一盆凉水 泼在了二人身上 二人这才找回了一丝理智 夜晚先回过神来 她见自己赤着身子躺在床上 身下一阵阵的痛意传来 顿时脑中一片空白 她想起 脑后被砸的那一下 众人这才看清 那面色战红的男子 不是别人 正是当今晋王 其难撤 皇太后黑着一张脸 瞥了一眼 那早已呆愣住的罗贵妃 她玄机回头吩咐道 今日之事 哀家不想听到 外面有人一人一举 殿中众夫人 盲点头应下 纷纷表示 绝不透露出去半个字 皇太后这才道 行了 今日的宴会就到此吧 各位都出宫去吧 看着众人纷纷告退离去 她转头对着皇后说道 皇后 派人去看看前面宴会散了没 请皇帝来一趟 留下老太妇 和她那儿子媳妇 她说完话 目光在一旁的罗贵妃身上 停留了片刻 拂袖离去 司警星也是这时候 一道出了静安殿 前面小宫女提着灯笼 引着她一路出了宫 司警星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心道 这皇宫荡 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今夜之事 应是两拨人所为 一开始 只是想让她臭名昭著 与小太监油染 第二拨 是最狠的 竟直接要破了她的身子 司警星心中一股气升起 握紧了衣袖中的拳头 却忽来一人 将她揽在壁弯中 她身上淡淡的乌木沉香 让司警星觉得很是心安 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伤 还跟着他们 看齐子那脏污之事 头顶传来一道轻斥 随即便是一件披风 披在了她的身上 还带着她的体温 暖轰轰的 静安殿之事 你知道了 司警星手有点凉 伸进那人宽厚的大掌中 齐莫里点头 道 嗯 日后多长的心眼吧 随随便便就跟陌生人走 那夜晚是怎么走进那殿的 我没查到 但老五雀的的确确 是自己走进静安殿中的 要么是她一直在暗中观察 要么是有人透露了 那房间中有什么人 司警星暗暗点头 结合自己的猜想 正要下个定论 就听身边那斯冷哼一声道 你有没有脑子 老五分明是冲你去的 司警星文言 瞟了一眼齐莫里 心虚道 我哪知道 她那么胆大包天 齐莫里见身侧的小女子 眨着一双咕噜噜的大眼睛 实在不忍心责怪 只得叹气道 前半部分 你应猜出来的大概 后面那部分手段 更是高明一些 有人想借老五 除掉你 齐莫里微眯双眸 闪出一丝寒光 老五 该死 司警星之前便想到了这些 只是没想明白 齐南车这个转折点 一个人的名字 在司警星脑海中显现出来 第100章 成品要功不应求 她想起 司警月整个晚上的神色 都很是异常 她当时只倒是 房中场面太过火爆 将人吓到了 也便没多想 司警月此举 单单是为了司警月 此时才是夜里八点钟的样子 一轮圆月高高挂在上空 照得路上竟很是光亮 二人手牵手 缓步走在前面 绿竹 紫苏与莫云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早上山林的蒙面人 问出了什么吗 与上一次龙星街的蒙面人 是一伙吗 司警星微醋眉头 摇了摇齐莫里的手 是同一个故着 齐莫里将掌中软弱无骨的小手 又握紧了些 转眸问道 听闻他府上那些事 是你搞出来的 司警星文言 微微一震 旋即便用力将自己的手抽出来 咬牙骂道 白溪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他就是你用来监视我的人吧 什么都跑去跟你汇报 你看我回去 不把他赶走 齐莫里文言 顿住脚步 让身侧小女子面对自己 抬手俯着他头顶柔软顺滑的发丝 打句道 莫不是 王妃还有更多秘密 是本王不知道的 司警星一听 便想起自己在军杖中 便出来的一箱子一箱子的药品 他心底吐得有些发慌 微微垂眸 傅又抬头 只是齐莫里的眼眸 道 齐莫里 若是我不是我 你还会带我这般好吗 齐莫里没错过眼前小女子 眸中闪过的一丝无措 心中猛的一颤 他不懂他这话的意思 却听得出 他在害怕 他轻轻将他瘦小的身子还住 道 在山林河畔 给我制伤的 是你吗 给我做烧烤的 是你吗 陪我去西郊大营的 是你吗 四景星闭了 闭染了失忆的眼睛 嗓子里堵得难受 他只连连点头 这些都是我 都是我 可我终究不是这个世界的四景星 我是 这一句话 他能说出口吗 齐莫里自小 便见多了后宫女人的哭泣 个个都是梨花带雨 面上挂泪 可却从没见过怀中女子这般 唇盼带着笑 眸中却闪着水光 他心酸异常 想到了他做的那首诗 他内心 是何等的孤单 四景星如今早就不去何孕院 跟老太太请安问早 今日便睡了个自然醒 他不知道 自己昨夜是怎么回的岁华院 只是在早饭时听绿竹说 自己哭着哭着 便在莫英王怀里睡着了 被他抱上了马车 又抱进了岁华院 再抱到了床上 听上去 就让人感觉很羞耻 昨夜之事 他不知宫中是如何解决 猜测下来 应是会将那夜晚 赐婚给齐南车吧 毕竟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 若是能让夜晚 坐实了那晋王正妃之位 那便是最好不过 也省得雷浅英为此事心烦 接下来的半个月 司警心忙得脚不沾地 他的三个店 要在半个月内相继开业 先是纪人堂 挑了个好听的日子 8月18 正式开业了 除了中医做诊 售卖中药材 他还特别开辟出了一排成品药柜 成品药 无外乎药片 药丸 颗粒 药液等等 在后世 极为常见的各类非处方药 赵宇挑了两个最机灵的小伙计 将那几十种成品药的药效熟记在心 更显专业 座堂的冯老大夫 知道东家如今被封为了县主 又为西郊大营众将士 看好了怪异附县 他内心十分激动 很是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 纪人堂的改革 在整个龙鹰来说 都是独一份 统一的服装 分区的服务 挂号制看诊 药店积分 这些新奇的规则 亦是成了建州成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更好的医疗服务 倒是很快便让城中百姓 感受到了益处 吸引了许多病患前来 只是那成品药 却不论赵宇如何推荐 都没人敢试 谁敢信 药还能不用熬 药效定是不好 司警星此时正坐在 纪人堂诊室中 对面坐着一个妇人 那妇人怀中的小儿 才不过四岁 此刻却可喘不止 甚至坐着时 还出现了憋气 喉咙中也呼呼作响 她与冯老大夫 分别把了脉 问了诊 看了那小儿的呕吐物 冯大夫捋着肠虚道 谈热中足 皮用不周 若是小儿能将口中黄痰吐出 便能好得快些 若不然 汤药月鱼方能顾本 司警星却道 月鱼 时日太长 谈热入肺 可喘甚重 若是用成药 三五日便好 那妇人就是附近住的邻居 在斜对面 开了个猪肉铺子 她早些日子 亲眼见过这纪人堂的 新东家 冯真治腿伤 今日见她如此笃定 三五日便好 又觉自家孩儿 实属可喘的厉害 心下一横 道 县主 我姓您 您得开药吧 四岁小儿 怎么可能会吐痰 她开了盐酸安秀锁口服液 消炎药和止咳颗粒 事已 纪人堂的第一份成药 是在开业后第五天 才卖了出去 自然 很快便有了反馈 那妇人是在拿药后的 第三日一早 带着那小儿来复诊 她表示 才吃了两天半的成品药 孩子便已经大好 嘴里成团的浓痰 昨日开始变得稀薄 能顺利吐出来 她来时 正有几位看诊的病患 当下便决定 试试成品药 一时间 寄人堂的成品药 受到了建州百姓的一度好评 不用熬药 不色口 携带方便 见效更快 这样比较起来 有谁还愿意苦哈哈地 喝苦药汤子 自然 开业一个月后 这成品药便供不应求 四锦星便调整了售价 店中还新增了一项规则 非病患本人青睐 盖不受药 以防居心叵测之人转手售卖 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这是赵羽拟定下的规矩 四锦星知道的时候 正在齐南夜送的那处店铺 与裴清竹商议火锅店的一周后 开业事宜 裴清竹一边整理着四锦星的计划单 一边八卦了一句 东家 您听说了吗 我之前在的那间德星商行 关门了 四锦星文言一正 摇头道 不曾听说 我记得那商行大掌柜 很是嚣张跋扈 是得罪了什么人吧 第101章 为新上人发声 嗯 听闻是有人故意挤兑 商行中的货物 全是高价境 却卖不出手 裴清竹威易沉吟 道 说起来 那商行背后的东家 东家 您应当也认的 便是晋王殿下 四锦星文言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只怕 让齐南车栽根头的 不仅仅是 一家商行这么简单了 他心中暗暗发笑 齐莫里那丝吃起醋来 还真是有些可爱 齐南车 最终还是与叶瓦 定下了婚约 并且把成亲的日子 定在了一个月后 很是紧急 中秋那夜 众成功与命父们 都离宫后 皇上与皇后 便单独留了老太父 及叶瓦的双亲 叶瓦的父亲 叶长青 乃是汉林院学士 平素只是负责编修国史 或是草拟些典礼文件 是个实打实的读书人 此时得知自家女儿之事 羞愧难当 只让皇上做主 老太父却是仗着自己 曾是崇德帝的老师 以老卖老 让皇上还叶家一个清白 罗贵妃则暗讽 叶家女儿勾引 当朝晋王 并当堂与叶太父顶撞一番 将老太父亲的脸都发了清 吹鼻子瞪眼 差点昏厥过去 崇德帝 指得让两乡都消停消停 明日再做定夺 却在第二日 罗贵妃一改昨日嚣张气宴 竟狠实大体地 跟崇德帝说 不管怎么说 都是晋王毁了叶家姑娘的清白 理应取进门 叶家虽对晋王不甚满意 但是已至此 叶婉已不是清白之躯 唯有接受赐婚 晋王府与叶府 便开始了紧急备婚事宜 自然 此事外界并不知晓 只当是晋王与叶家小姐 两情相悦 皇帝赐了恩典 除了晋王府取亲之事 京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朝堂上 一名言官义正言辞 弹劾护部侍郎 周松 淫乱后宅 与帝席通奸 扰乱龙吟官场风气 崇德帝大怒 将周松的侍郎支支罢免 赶回老家 做个县城 这些事 司警星也都是从 齐南陵和白溪口中得知 倒是有几日不见齐莫离了 也不知他在忙些什么 他与裴清竹 交代完殿中事宜 也就坐着马车往回走 这马车还是崇德帝得知 那五彩马车摔坏后 又重新赏赐了他一架新的 比之前那架更宽敞些 司警星还真是搞不懂 这皇上对他 是不是也太好了些 又或者 是对齐莫离太好了 他有一下没一下地 将手指敲打在马车中的桌机上 柳眉微挑 那周松被罢处 不日便要 离京回恒州老家任职 想来 他应是会将京中 铺面田产 都便先带走吧 则则 这两人还得抽个空 熬个夜去市郎府 收一下租子 别说 还怪累得脸 司警星忍不住偷偷瞧了眼姓林雅旭 前两日也不知怎店 小楼的后院 居然也开辟出来了 倒是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只是后院原本有个地下室 却没能打开 那里面的东西 才是这个时代 真正恐怖的存在 八月底了 天气有些凉了 已经回京几日的清禅 拿着一条 毯子盖在司警星的腿上 又递上一封信 道 蓝府来的 司警星接过信 细细看去 信是大舅舅兰怀警写的 信上说 三位舅舅会在年前抵京 三位舅妈陪着外祖母 却已经先行一步 往建州而来 算算日子 过三五日 也就该到了 司警星上一世 从小没了父母 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如今来了龙莹 对那司府的老太太 实在生不出半分好感 凭着远主的记忆 这蓝府的外祖母 倒是极好相处的 司警星这样想着 便让白熙赶着车 去蓝府门前转一圈 他到时 正见蓝府门外 正停着两辆马车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 正指挥着人 往里面搬东西 老伯 请问 是蓝府夫人们回来了吗 清禅上前去问道 那管家往后瞧了一眼 旋即眼神一亮 便躬身行礼道 敢问姑娘 可是司府二小姐 司警星盲点头 称是 那管家脸上 便带了一抹温和的笑 道 像 太像了 小小姐太像当年的小姐了 蓝老将军镇守边关 一家老小在八年前 接班至边关 如今老将军年事已高 已经向朝廷提交了挂官奏请 明年便可正式退休 蓝府主人 虽常年不在建州 却留了下人手在府中 打扫清理府邸 今日到的两辆马车 便是先一步回府来的管家 与各房管事 他们负责带着下人 将院子提前修整好 主人们回府 便能安心入住 司警星建府上还在忙活 也便没进去 说好了过几日等 夫人们回府再来续话 也就上了马车 往将军府走去 却不想 刚走至半路 竟被人拦住了去路 司家二小姐 你给本柿子下来 一道愤怒男生 在马车外传来 司警星不吭声 看向清蝉 清蝉撩了窗蔓 道 是长安公主家的柿子爷 赶车的白溪 抱拳行李道 红灰柿子 不知您找我们王妃 有何事 那红灰柿子 李清阳见里面的司警星 不下马车 便不管不顾地上前 欲要推开车厢 被白溪拦住 他恼怒道 那夜的事 是你做的 对不对 你竟如此陷害我 令他洋入虎口 司警星闻言 心下一动 原来是这样 那夜皇太后 亲口说了 此事不许外传 如今这李清阳却得知此事 却在事发十天后 才来找他麻烦 想来是与那夜晚见过面了吧 他隔着马车 速声道 红灰柿子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若是没有证据 就再次胡乱攀扯 休怪本小姐去皇上 跟前讨要个说法 再者说了 夜家小姐与晋王殿下 郎才女貌 朱连碧和 他们本就该是一对 我们应当祝福他们 不是吗 夜晚在剑州市有名的才女 多少文人默克青睐于他 这其中对夜晚最忠诚的 当属这里清阳 婉儿才没有与晋王示意对 要不是你这恶女坐下陷阱 让婉儿栽进去 她那样一个知书达理的姑娘 怎会做出那种事 李清阳面红耳赤的 为心上人辩解着 中秋那夜发生的事 她竟是今日才得知 她痛心疾首 那样冰清郁节的婉儿 静 第102章 俩眼珠子是摆设 红灰柿子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或许他早就想爬上 静王殿下的床 也说不定了 毕竟 王爷与柿子 还是不一样的 司警心道不是想贬低 红灰柿子的身份 不及其难撤 只是觉得他可怜 也不知那般 嚣张跋扈的长安公主 是怎么养大的他 竟连夜晚这种渣女都认不清 明知道人家心仪九亡 却甘愿做炮灰 夜晚一边吃想着奇莫梨 一边又勾搭着无数个被他才华倾倒的男子 明知这李青阳对他痴情 却将他拿来荡枪使 只是 他也太看得起这李青阳的脑子 光天化日下 当街将那事说出来 就差说得再细一点了 猪一样的队友 也不过如此吧 那李青阳 如何肯听司警心这样诋毁心上人的话 他怒火中烧 竟不顾白皙阻止 想要冲进马车 可他哪里是白皙的对手 司警心让清缠将车厢门打开 抬眸便见那年轻男子 黑沉着一张脸看向他 手中正执着一把弯刀 白皙将手中长剑 抵在那李青阳心口处 冷喝道 红灰柿子 请三思 司家二小姐 乃是皇上 清风的安平县主 更是九王未来正妃 你这般行事 怕是不妥 清缠于紫苏 更是将自家小姐挡在身后 像急了护载的母鸡 却见那李青阳冷哼一声 满脸鄙一道 你别以为本柿子不知道 你是生怕婉与你抢九王 你便设下此毒计 陷害于婉 九王当真是瞎了眼 司警星看他这副油盐 不敬的样子 开口道 你是从小吃粪长大的吗 我用得着陷害他 皇上亲自下旨 将我赐婚给齐茉黎 我跟他抢个毛线 你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是非不分 活该被他利用 给我滚下去 刘青阳听着安平县主 这样粗鄙的言语 气得说不出话 便在这时他腿上一痛 一个猎切 跌坐在地上 马车随即便急驰而去 刘青阳脑中 闪过那马车中女子的话 活该被他利用 婉儿 怎么会利用自己 不会的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今日见他时 他是那般的楚楚可怜 他苍白的小脸上 挂着两行青泪 他见他来 倔强地擦掉泪水 什么都不说 直到他身边的丫头 说 他家小姐是被人下了药 才被那靖王行了苟且之事 那丫头说完 婉儿才痛不欲生地哭出声来 他说 他分明看到四家二小姐 进了那店门 他说他被人敲晕了 他说 要自己想办法 将四家二小姐的诡计 透露给九王知道 李青阳拐进一家酒四 要了两壶酒 一杯接一杯地灌着 是啊 他心悦九王 谁人不知呢 秋风袭来 夹杂着一丝良意 远处几道雷声滚滚而来 司警星刚到岁华院 嬉嬉立立的小雨 便洒落了下来 他还未坐下 便有前院小丫头前来 人未进房门 只在门口扬声道 小姐 将军让您准备些给夫人的止养药 留管家一会儿过来去 司警星进了手 扬着下巴 对着门外说道 那要制作起来甚是繁琐 上次卖给周氏五百两一瓶 还不够本钱 若是周氏药 那便卖给他八百两银子一瓶吧 那传话丫头文言一愣 也没说什么 只转身去了 绿竹伺候司警星喝了热茶 才道 将军真是的 一点求人办事的诚意都没有 司警星冲他摇头 那司俊山恐怕是根本不信他 只当他是颠倒黑白之人吧 松原 司俊山听着下人来报 那二女儿竟又谈钱 还坐地起价 都是一家人 为何要做得这么绝 好 好 好 反正 他与司府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言 他沉着脸 道 林素 你去账房取一千六百两 给他送过去 林素领命转身而去 只是虚余余 便回了来 他犹豫到 将军 账房上扣除今日 这一千六百两 便仅剩五百两银子了 司俊山文言大惊 他每年的俸禄 有两千五百两 加上皇家偶尔的赏赐 还有府上购置的几个铺子田产的租金 盈利 这几项加起来 一年怎么也能有个五六千两的收益 再扣除府上的吃穿用度 少说也能有个两千两银子的剩余 这些年下来 府上怎么也能有个两万两的银鱼 十年前 蓝氏管家时 他时常与他说这些 所以他是有些印象的 账房先生说 夫人前阵子只走了三万两库银 司俊山怒目原邓 三万两银子 那是多大一笔钱财 他是花到了哪里去 他白手让林素退下 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中 这个府上 真是越来越不像家了 司景星拿到了钱 便开开心心地将止养药 给到了管家刘福的手上 还说了一句 买五瓶送一瓶 用好再来 刘福气得手都抖了 嘴上去还得道谢 道 是 谢过二小姐 半个时辰后 司景星刚给子苏的娘亲把了卖 换了药 回了房间 清禅便闪身进了房门 道 王妃 她出发了 好 那咱们也出发 司景星放下手中的笔 站起身走出了房门 司俊山在一阵颠簸晃悠中醒来 此时天色已经沉了下来 她借着昏黄的烛光 看清了 她正躺坐在一辆急迟的马车之中 她蹭着坐直了身子 怒声喊道 你竟敢叫我迷晕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没错 她对面坐着的 便是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二女儿 她怎么都不敢想 自己竟被她迷晕 还被打劫出了府 司景星打量着自己这便宜扎爹 嘲讽道 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如此昏庸无用 你那俩眼珠子 是摆设不成 司俊山文言 面色一沉 道 大逆不道的孽障 这是你一个深闺女儿 该与父亲说的话吗 司景星不想理她 只扔了一句 行了 司大将军 快收了您的气势吧 你要想知道十年前的真相 就闭上你的嘴 第103章 夜叹林香四 司景山赤红着双眼 拳头握得咯吱作响 鹅脚的青筋 根根鼓起 他咬紧牙关 强忍怒火 一字一句地质问道 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司景星明显看到 他那扎爹 气得脸颊抽搐 他的心情都变得畅快了许多 他朝着车窗外挪了挪嘴 道 既然来都来了 就当陪我这个女儿 看场戏吧 司俊山拂袖起身 下了马车 便见他们此刻 已经站在了半山腰处的 林香四大门 他扭头之际竟发现 林素也跟着来了 他拧眉呵斥 你怎么也跟着他胡闹 你见过谁家小姐 能做出绑架自己父亲之师 林素看了眼后面 跟上来的二小姐 高深莫测地说了一句 人呢 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走吧 看看今晚会发生什么 一行几人 除了司景星 剩下便都是习武之人 司景星在清缠的帮助下 也能一小段一小段地飞起 倒是比一步一步爬青石台阶 要快上许多 司俊山看着跳墙而入的司景星 眉头狠狠地皱了一下 这个女儿 除了容貌与已是蓝石相似 其他的当真是一点都不像 司景星才 不管他怎么想 轻车熟路地 朝着后院缠房的方向 悄悄靠近 司俊山堂堂大将军 哪里做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很是不屑 他刚要正大光明走进去 却听到司景星说了一句 带着警告异味的话 你若想打草惊蛇 便随意折腾 司景山面色阴沉 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若今夜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定不会饶恕 这大逆不道的孽障 不多时 几人也就到了一间不起眼的禅院院外 不管一会看到什么 都把嘴给我闭紧了 司景星冷眼扫过司景山 叮嘱道 司景山此时也有些明白了 这禅院中住的便是周氏吧 正好 他也想问问周氏 从帐房提走的三万两白银 到底是花在了哪里 清禅飞升而起 落入禅院内 从里面将门栓轻轻打开 几人便进了院去 这禅院中有三间禅房 正中那间海然着昏黄色的灯火 伴着寺中隐隐传来的诵经之声 倒让人心中平添了几分安宁 清禅与灵宿移进院子 便各自隐去了暗处 而司景星却带着司景山 轻轻一步 靠近那中间亮着烛光的禅房 只是 他刚一靠近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 这声音 司景山脸色一白 伸手将窗纸捅破 随即借着那小洞往里瞧去 司景星看着司景山的一番神操作 嘴角一抽 原来 真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他只是搞不懂 难道第二天房间的主人 不会发现这捅破的窗纸吗 这秘密哪里还保得住 他还在胡思乱想着 司景山此时 却已经脸色铁青 那禅房之中 正给赤裸着上身的周氏上药的男人 不是将军府的管家 刘福 还是谁 冰凉凉的药水一上身 扫养难耐的伤口 顿时得到了解脱 加上刘福不老实的手 周氏只觉一阵战力 嘴里不自主地 发出一阵阵轻哼 刘福顺势 又在周氏白花花的后背 摸了几把 道 夫人 可舒服些了 贼汉子 我不再服脸 你可出去偷吃了 周氏上了药 受不住 刘福那手的挑拨 一把将他拽到床上 洋装怒意 质问道 那刘福是个瘦子 被周氏这么一拉扯 直接扑到了他怀里 周氏年轻时 容貌也是上乘 只是后来 不断地发福 才成了如今 三百来斤的体格子 刘福产笑一声 道 外面的 哪里有夫人腹白貌美 斯俊山看着房中 踏上折腾到一起的二人 又听着那床板 嘎吱嘎吱地响 他气得就要踹门而入 将那二人打死了去 虽说他对周氏并无爱意 可说到底 他也是他府上的女人 这二人 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做出这等阿渣之事 斯景欣一把 将气愤的斯俊山拦住 拉着他去了隔壁院子 你费尽心力 就是为了给我看这出戏 你就想看我出丑 是吗 斯俊山握拳 砸向桌子 满是怒意地 瞪着一旁的斯景欣 他只觉 今夜的一切 太过巧合 刘福刚从他那里得了药 便与周氏 撕混在了一起 这定是斯景欣 一手安排策划 或许那房 中动了手脚 也说不定 斯景欣无所谓地看着 他训斥完 见他气得胸腔上下起伏 才冷哼一声 道 我早就说过 你的眼睛是摆设 还不自知 年纪大了 就收受你的脾气 以为谁怕你似的 是啊 母亲默了 父亲又不长眼 他怕什么呢 正所谓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什么都不怕 斯俊山看着眼前 陌生的女儿 横眉立目 道 你根本不是我的女儿 说 你到底是谁 我 我自然不是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 早就死在了西郊别院 被你那好夫人 派人掐死了 斯景欣唇角 勾着笑 眼眶却红了 你永远 永远 永远见不到你的亲生女儿了 斯俊山文言 心下一阵 他竟不知周氏 竟背着她 做了这样的事 所以 他侥幸活下来后 便性情大变 牙子必报 心狠手辣 再也不是从前 那个乖巧的二女儿 暂且不说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且说你回府后 所有对周氏做的事 都是在报复她 斯景欣都被气笑了 道 我报复她 我做了什么 九王鞭斥她 皇上撤回她告命 太后掌嘴她 斯景后 辱骂世子被拘 不都是他们旧由自取 斯大将军说话 还请过过脑子 听听 这都说的什么 斯俊山从不知道 一个人的性情 能在短短两年 变化如此之大 如今 他竟是连父亲都不肯叫 他沉着一张脸 道 戏看完了 可以走了 他话音一落 就见门外进来一人 他知道 那是九王送给他的暗卫 他不想对九王品性 做何评价 毕竟那人在战场上 确实有勇有谋 无人能敌 为龙银杀敌无数 白袭进了门来 看都没看斯俊山一眼 静止走到自家王妃跟前 禀告道 王妃 人到了 第104章 周氏的十年筹谋 斯俊山文言 这才知道 周氏与刘福之事 恐怕只是 今夜的一个开端 斯景星看了斯俊山一眼 道 斯大将军 请稍安勿躁 下面还有不少精彩的戏码 等你看呢 他说完 也不等斯俊山反应 对着白熙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白熙立刻转身出门 虚余 便带了几个 穿着朴素之人进了门来 斯俊山抬眼瞧去 蝉房中的烛光昏暗 他却依旧瞧出那些人的面孔 竟都很是眼熟 最后一个进门的 却是让他脸色一沉 那人不是别个 正是周氏院子里 伺候了二十年余年的柳妈妈 几个人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 一口同声地喊了句 将军 斯俊山这才慢慢找回记忆 这些人都是他府上的老仆 只是十年前出了那件事后 府上清退了许多吓人 他听着房中几个老仆的话 看着他们张张合合的嘴 只觉脑中一片嗡嗡作响 他们到底是在说什么 二小姐是被大小姐哄骗着 才坚称是自己叫人做的点心 那点心竟然是周氏所做 他不敢相信 当年那些人不是这样说的啊 斯俊山颤着手摸向腰间挂着的香囊 那是他的爱妻亲手所奉 这么多年 他都一直挂在腰间 从不曾丢弃 他以为这便是对他的爱意 可最终呢 他不仅让害他爱妻之人 坐上了主母之位 他还将自己的女儿 错认是凶手 多年来 对他不管不问 任由旁人欺他骂他 斯俊山抬头朝着身侧的女儿看去 便见他一脸无所谓地吃着瓜子 就似他们说的事情 与他无关 是啊 他说过 那件事不是他做的 他却不信 斯俊山只觉猴肩 一股心田涌上 那可是他与他挚爱的妻子 所生的女儿啊 却听跪在地上的柳妈妈 磕磕巴巴地说着 大少爷 大少爷和三小姐 其实 斯俊山文言 浑浊的双眸中 有了一丝清明 联想到方才周氏禅房中的情形 他哈哈大笑一声 简直是莫大的嘲讽 当年 他迫于压力 纳了两房 切实入门 却一直没有在他们房中过夜 直到有一日 他喝多了酒 被管家扶进了梨花院 一个月后 便诊出周氏怀了身孕的消息 一下子接收这么多信息 斯俊山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就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可那几个老婆的话 还在继续着 十年前 二小姐脸上的黑斑 也不是怪病 而是夫人 一个黑瘦婆子埋着头 声音极低地继续说着 两年前 二小姐被传寄于瑞王 也是 是大小姐与夫人联合 另一个矮胖的婆子 吞吞吐吐吐地说着 西郊别院中 夫人便派人想害了二小姐 后来回京路上 也这人给那马喂了药 害得小姐差点被甩下马车摔死 柳妈妈闭了闭眼 继续说道 二小姐福大命大 却被夫人拿来替驾冲洗 斯郡山目自欲练 再听不下去 他猛地抄起桌上 摆着的青瓷茶壶 砸向那柳妈妈 口中喊着 他就是个毒妇 斯锦兴见斯郡山气得直发抖 却并不觉得他可怜 只是冲门边后折的白皙点头 白皙心领神会 将手中一本账簿 捧到斯郡山眼前 道 周氏贪末王妃母亲嫁妆 却原来是借流浮之名 将银钱都转移了出去 斯郡山文言心中了然 府上那三万两 便也是转出了府吧 他接过那账簿 是刘福的笔记 一笔一笔 清清楚楚记录着 从周氏这里转出来的银钱 他是想做什么 是想带着他与刘福生下的儿女 一走了之吗 斯锦兴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碎渣 不冷不热地说道 斯大将军 今晚的戏就到此结束了 你好自为之 他说完 就带着青蝉与白皙集那几个下人 一道出了房门 斯郡山想要留住他说几句话 却身形一动 差点摔倒 林素连忙将他扶住 叹气道 将军 二小姐心里怕是已经失望太多了 斯郡山文言再也忍不住 口中的一股心田猛地喷涌而出 柳妈妈跟着斯锦兴出了禅院 紧走两步上前 犹新道 二小姐 老奴的家人 他们很好 被我接到了建州一个宅子里 你回京后 便能去看他们 白皙见斯锦兴不想理会 便回答道 柳妈妈唇角一颤 被他接到一个宅子 这便是监禁起来了吧 所有人都知道 柳妈妈没有孩子 那只是他不想被主家拿捏 其实 他年轻时 未婚先孕 有了一个女儿 但 那家人却因他生的是女儿 竟不同意他进门 他想 他的女儿 定不想要这样一个丢尽颜面的母亲 所以 孩子一生下来 便被他送了人 这么些年 他从未 与那个女儿接触过 只是每年他生辰时 便去那家门前停留片刻 装作路人 看上他眼 再往那院中 扔下一个钱袋子便走 后来 他的女儿嫁了人 他又打听到了他的夫家 依旧每年生辰那日 去看他 送钱袋子 二十年了 他藏得如此严实 竟还是被人发现了 十五日前 当他睡醒一觉 在枕边发现 那枚银像圈 他就知道 他的女儿 被人找到了 他坠坠不安地过了十日 二小姐身边的白皙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当着他的面 说出了他女儿的名字 还有他小外甥 小外孙 的名字 是的 他的女儿很争气 投胎便生下了儿子 雷声又滚滚而来 这次的雨 不同于午后的雨 又急又大 斯俊山就站在雨中 任由冰凉的秋雨 砸在他的身上 脸上 多么荒谬 他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自己的妻女 被人欺负杀害 自己竟什么都没有发现 斯俊山红着一双眼 颓然无力地蹲坐在地上 零速健壮 一把将他拉进禅房 道 将军 你要振作些 府上那些个豺狼还未消除 二小姐孤身一人 还要你来帮他呢 是啊 他的女儿 一直以来 都是孤身一人 斯俊山隔着雨水 朝着不远处周氏的禅院望去 一双暗谋中 煞石泵发出一阵寒意 第105章 龙兴街火锅店 事业 斯锦兴回到建州城时 已是半夜凌晨 他还以为城门早已落了锁 却不想 那城门校尉早就候在城门外 见马车过来 便躬身行礼 问了 是否安平县主 便放了行 马车进了城 还没走几步 却又一次停了住 斯锦兴正要问怎么回事 便见车厢门打开 一个悬疑男子 带着一身潮气 钻进了马车 他一进来 便握住了他的手 问道 事情可办妥了 你可还好 斯锦兴见他衣袍下端 被雨水打湿 想来是再次等候了多时 他微一垂眸 眼中便染了湿意 他抢脸去心头的委屈 蛮纯笑道 都办妥了 我很好 你怎么来了 齐莫黎看着眼前倔强的女子 轻轻揉捏着他的手 道 自然是来接酒王妃回京的 你不在京中 我睡都睡不踏实 斯锦兴闻言 唇角的笑意便深了一些 埋在他心头的郁郁之气 终于消散 园主背负了十年的冤屈 也总算真相大白 窗外的雨 一直在下 斯锦兴躺在床榻上 听着稀稀利利的秋雨 滴落在青石上的脆响 缓缓入眠 一日一早 才放了情 斯锦兴昨夜睡得迟 今日便起得晚了些 他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听着紫苏说着 今日府上的事 将军今日上早朝之前 便派了人去临乡寺 说是要将周姨娘接回来 也不知道 将军是怎么想的 紫苏昨夜不当职 还以为斯俊山是思念周氏 才将他接了回来 斯锦兴却知道 斯俊山 这怕是欲擒故纵吧 如今 他已得知 蓝氏之死 与周氏有关 他又岂会轻易放过他 倒是不知 他预备如何处置那流浮 他吃罢早饭 便带着绿竹与青蝉出了门 今日 他还要去龙心街的火锅店 进行最后的验收 并邀请了齐南陵 和昭月几人 赏午时 一起来品尝新式美食 斯锦兴到时 裴清竹正与掌柜 带着三个厨师 和十几个伙计 开动员大会 他不禁玩耳一笑 他倒是将他画大饼的能耐 在学了个时程时 将店铺的晋升标准 奖励制度 薪资生长 说得非常诱人 那些个伙计 倒是个个儿 长得眉清目秀 身高也很是相近 不得不说 裴清竹很是会选人 也很会领悟 他说的服务精髓 只见 他们头上戴着 红底白边的小头巾 身上穿着 红底白边的工作服 腰上围着 黑底红边的围裙 工作服的右侧 都秀着火锅店的名字 雅序捞 而左侧 则是秀着伙计们 各自的名字 堂中众人见东家来道 纷纷行礼 那些个小伙计 则腼腆地不敢抬头 裴清竹让厨师 与伙计都各自去忙 他则带着掌柜方四 跟在司警星身后 随时听候指挥 这方四 是裴清竹以前 在德兴商行 共事过的掌柜 比裴清竹年长些 倒是个憨厚实在人 前阵子 他因看不惯商行 售卖赐品 与那大掌柜刘东海 发生了争执 被辞退了去 司警星信得过裴清竹 自然也信得过 他找的方四 方说 日后亚续捞 就要麻烦您了 那方四被刘东海辞退后 空闲在家粤鱼 还未寻到出路 而后经裴清竹介绍 能得东家认可 来做这一店掌柜 实乃感激万分 如今 又听得东家这般说 心中早已按捺不住 功身败礼道 能得东家重托 实乃方某姓氏 方某定全力以赴 不负东家信任 他面前的小女子 虽然才不过十五岁 却浑身散发着 一种通透的冷静 听裴清竹说 东家的货当今 圣上清风安平县主 又被赐婚给 莫英王殿下 最难得的是 他还有一手 出神入化的衣术 当然了 最吸引他的 还是亚续捞的薪酬 他是拿着契约文书 仔仔细细看了不下十遍 又拽着裴清竹问了三遍 才确信 在东家的店里 做掌柜 除了每月的固定薪酬 还有业绩奖励 还有全勤奖励 还有医疗保障 还有每年的分红 司警星跟着二人 在雅续捞转了一圈 正在二楼雅间闲坐 便听楼下大堂 传来一阵嬉笑声 是齐南陵 何昭月 雷浅英到了 齐南陵还是一套 火红色的衣裙 抬头便瞧见司警星 招手喊道 阿星 你这铺子里有什么好吃的 何昭月与雷浅英 则拉着齐南陵 静置上了二楼 阿星 你这店到底是做什么菜的 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奇香 龙鹰也有涮锅这种吃食 但其实更像水煮菜 口感更是不敢恭味 而司警星最大的底气 便是杏林雅絮三楼冰箱中 囤着的几大包 海底捞火锅底料 和几瓶二八花生芝麻酱 鸳鸯铜盆是定制的 一边是满是辣椒的红锅 一边是滋养菌汤锅 小伙计们陆陆续续 上了十几种配菜与肉类 着实让几个小姐妹开了眼见 个个儿跃跃欲试 学着司警星的样子 拴肉片 粘料 何昭悦见司警星 爱吃满是辣椒的锅 也跟着尝了尝 却被辣红了嘴唇 一边冒汗 一边抹眼味 有小伙计适时地 送上几分清凉爽口的冰粉 这才解了那麻辣劲 阿星 这东西 叫什么 很是不错 雷浅音用勺子咬着冰粉 满是桂花的甜腻香气 司警星也吃了一口 道 这叫冰粉 我想着 明日来雅虚捞的客人 每人免费送一份 你们觉得会有人喜欢吗 当然会了 如此爽滑冰凉 怎么会没人喜欢呢 要是不吃饭 怎么才能买到这东西 看来 女孩子们喜欢的东西 都很是相近呢 司警星见状 玩耳一笑 神秘兮兮地说道 自然是我另一家铺子里能买到 一顿火锅 吃的几个人都赞不绝口 直呼过瘾 说定了明日开业 一定过来捧场 天色微沉的时候 司警星回了将军 只是 她刚踏入二镜门 就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司警星回头瞧去 果然是许久未见的司警月 正一脸焦急地往这边走来 司警月自然也瞧见了她 只是面上的神色略有几分慌乱 从她身边匆匆而过 招呼都没打一个 司警星正望着司警月离去的背影沉思 就听到远远地传来一道惨叫声 那是离花院的方向 第106章 恶人自有恶人魔 司警星没有过去看热闹 恶人自有恶人魔 关于那院子里的事 过不多久也就传遍了整个府 她回到遂华院的时候 燕妃也后脚跟了进来 燕妃休息了十几日 伤势已然大好 她这两日便已经开始着手 糖水铺的相关事宜 每日早出晚归 但气色看上去却是极好 小姐 兰府来得信 她方才在府外正巧遇见兰府来人 便顺便将信带了回来 司警星借着烛光 细细看完信 脸上顿时有了几分喜色 明日晨时 外祖母与三位舅妈就能到达建州城门 在她模糊的印象中 三位舅妈对原主是极好的 只是后来兰氏出世后 原主便与兰府疏远了 她将信叠好 递给绿竹 让她收起来 铺子准备得如何了 司警星看向燕妃 见她神采飞扬 丝毫没了往日仇私的模样 心道 真是个爱操劳的命 燕妃可不这样想 她将手中的龟话表摊开 一脸兴奋地说道 小姐 您看 我已经按着您的想法 将铺面重新粉饰 桌椅也正在打造中 这个柜台就插台面了 竹台也选好了 司警星垂眸一瞟 就见那纸张上 密密麻麻的一条一条 记录着 每一项的进展情况 她竟不知 这燕妃倒是个事业行女强人 司警星点头夸赞道 做得不错 七日后糖水茶餐厅开业 燕妃大掌柜 可就要更操劳了 燕妃闻言 闽唇一笑 道 小姐 你又取笑人 她虽这样说着 面上的神色 却愈发神采意义 很是期盼那日的到来 不多时 院外 有小丫头来通传 各房小姐少爷 去合运院一趟 司警星到时 便见老太太 与司俊山坐在正中 左侧是司警月 与司警云 右侧 是司警仪 与司警横 她静止 走到座位上 招呼都没打一个 老太太拧眉 就要训斥几句 被司俊山一把拦住 她瞧了一眼那二女儿 见她坐好 才扬声道 今日叫你们几个过来 便是要告知你们一声 从此府上再无主母 周氏教子无方 触怒皇家 她却死性不改 贪末宫中钱财 今日我已对她用了家法 仗则三十 并禁足梨花院 没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靠近梨花院 不得私自探视 司俊山乃是征战杀场多年的老将 也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人 此时 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阵凌厉之气 直令房中 众人皆不敢吭声 司锦月方才在梨花院 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 如何仗打自己的母亲 那仗条上浸满了周氏的鲜血 她从未像现在这般恐惧过 在她印象中 司俊山对周氏 虽没有几分夫妻之情 却也顾念她勤恳持家多年 从不发脾气 今日却像换了个人一样 下手极为狠辣 甚至 看她与三妹妹的眼神 都带着几分厌恶 司锦月自然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变化 只是她还以为是周氏惹父亲生气 才连累了她 瑞王妃 日后就莫要回府了 司俊山说完这话 便拂袖离去 竟连跟老太太告退 都不能说上一句 看着众人离去 老太太终于绷不住 问道 你说 她这是怎么了 今日一整天都绷着一张脸 吕妈妈扶着老太太进了内室 沉思片刻 道 许是 将军今日在朝堂上 又受到皇家对周氏的指责吧 老太太却摇头 她在朝堂上受气 却不会与她置气 可如今看来 她是对自己也有了怨气 她辗转反思 却终不得解 也就不去再想 只是 若周氏没了主母之位 她那还在经兆府关着的好孙子 一个月后出来 又该如何是好 司锦星悠然地回了岁华院 紫苏的娘亲 陈氏 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陈氏 来时 染了重感冒与支气管炎 来岁华院一周 也就好了 没想到 她倒是做得一手好羹汤 只把个绿竹高兴坏了 他们院子 没有厨娘 都是绿竹与烟匪 或是司锦星自己做 这下子 倒是方便了几人 陈氏也做得很是开心 不同于岁华院的其乐融融 碧落院中 却是另一番场景 大姐姐 你说父亲这是怎地了 司锦云醋眉 有些不安地问着 司锦月摇摇头 母亲犯的错误 并不值当的父亲发 如此大的脾气 到底是为什么 她借着烛光 瞧见司锦云脸色白的发光 不由问道 你的脸怎么这么白 没什么事吧 司锦云闻言 照了照镜子 一如既往的白嫩光滑 看不出有何异样 却又觉 大姐姐是不想看到 自己皮肤比她还要好 心中顿生不悦 姐妹俩闹得不花散 司锦月也就离了将军府 登上了回瑞王府的马车 她之前答应过王爷的 力劝父亲归顺于她 如今 父亲俨然看自己不顺眼 还让自己日后不要回府 此事 要如何与王爷交代 天空中飘散着几地零星小雨 司锦星雨清缠 此时已经翻入了周松的府上 听闻 她明日便要归乡上任 今夜 怎么不得给她来个送别 司锦星来过一次 记得路 没一会儿便轻车熟路地 摸进了周松的院子 上次她来偷过 呸 来搬过一次她的库房 这次发现 她果然又换了个房间当库房 只是 这新库房中 除了象征性的 有几幅字画与一箱银子 极易匣子珠宝 便都是些日常用品 司锦星顺手将那点银子珠宝 收入姓林雅絮 便闪身出了房门 不应该啊 静只有这么点 她眸光一闪 朝着那打着憨声的正房望去 司锦星闪身进去 果然在床榻边上 发现一个木箱 她轻声打开 便见里面是一打一打的银票 这个周松 竟想蒙骗过关 她冷哼一声 朝着隔壁跨院走去 既然周松这么不懂事 那就让她再爽一次 听说那周伯的媳妇 还是个美人 第107章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她怎么忘了呢 周氏的二哥 也就是这跨院的主人 周伯 她经商多年 家底儿可比周松 要殷实多了呢 清缠还在周松院子里守着 却不知 她家王妃 已直奔跨院而去 司锦星摸进一个 还亮着灯的院落 门廊下有一个老妈妈在守夜 想来 这里应是周伯妻子如氏的院子 这大半夜 竟还未睡觉 她悄悄靠近窗帘 却听见房中的争吵声 我对你还不够吗 你竟与大哥发生那种事 你怎么对我好 一年一年不着家 你可知我心里有多苦 我出去经商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要什么 哪次不都游着你 为了这个家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了你妹妹 花了五万两 还说什么都是为了我 司锦星听俩人吵架 有点烦 正要去寻库房 却呼地听到了五万两 她记得白皙说过 山林间那批黑衣杀手 有招供的 说是对方拿了五万两 买他的命 原来如此 她就说嘛 周松哪有那么足的家底 去花五万两银子雇杀手 却原来背后出银子的 一直是这个周伯 司锦星眸光一暗 好啊 周氏当真是有两个好哥哥 房中二人的争吵 最终以周松一个响亮的巴掌结束 他恶狠狠地揪住卢氏的衣精 怒目而逝 喊道 你这贱富 这辈子都别想好过 话罢 他手臂松开 猛地推了卢氏一把 卢氏亮枪后退几步 跌坐在地上 他下意识地抚向自己的小腹 周松却大步踏出房门 随手将门锁住 转身对廊下守夜的婆子冷喝道 没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靠近夫人的院子 躲在暗处的司锦星 看着这一幕 直到 这周伯也真真是个窝囊废啊 媳妇被大哥睡得是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竟然只在屋里骂骂媳妇 怎地不去揍一顿周松 他见周伯离一去 也紧忙地跟了上去 周伯回到自己的院子 许是真的累了 倒头便睡了过去 司锦星则趁机寻到他的库房 一个子不落地搬了个空 他看着后院几十箱子的 金银珠宝银票金票 那叫一个两眼冒金光 发财了 发财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今夜不须此行 他又去了周氏老母亲的院子 照搬不误 还见到好几件蓝室的嫁妆物件 听说这老东西 被周松做下的事 气得瘫痪在床 司锦星却不可怜他 谁让他养了三个害人的好儿女 最后 他又返回卢氏的院子 廊下的守夜婆子 早已蹲坐在墙角睡了过去 他用从周伯那里拿来的钥匙 轻轻打开了卢氏的房门 便闪身引入空间 他本还想将卢氏请到周松院子里 如今让他自己选择 岂不是更有意思 司锦星满载而归 春风得意地回到周松院中 一向冷静沉稳的清蝉 早已急得要跳脚 王妃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什么时辰了 司锦星自知理亏 只得拉上清蝉的手 笑嘻嘻地说道 清蝉姐姐 我错了 明日 明日给你做披萨吃 快走 我都困了 清蝉哪里敢生自家王妃的气 见她这般 也就不再说什么 拦起她鲜瘦的腰身 几个启悦 便出了侍郎府 当然了 明日的披萨 还是要吃的 真是不知道 那年年拉丝的 自家王妃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吃得很 一日一早 晨光细微 天气放晴 昨夜的几滴细雨 只将地面微微打湿了一层 司锦星吃过早饭 便出了碎华院 走在游郎时 却迎面遇见了司俊山 她竟是比重伤在身时 还要瘦了一些 她眼窝深陷 病脚也多了几缕银丝 司锦星垂眸 不想再看她 脚步不停地 从她身边侧身而过 若是她有心 当年之事 便不会拖到今日 若她有心 蓝氏不会死 园主也不会死 她给过她机会的 司俊山张了张嘴 终是没有说出一句话 她看着那抹瘦小的身影 渐渐远去 眼前瞬间模糊一片 终究是太迟了 这便是被人冷落的感受吗 而她生生地冷落了 她十年之久 她难以想象 一个五岁的孩子 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 又吃了多少的苦头 司俊山难难道 她不会原谅我了 她母亲 怕也是恨死我了 她看着那身影 直到再也看不见 才收回目光 转头看向灵素 道 人手都安排好了 灵素立即郑重道 都安排好了 只等她出剑州 便可动手 司俊山这才点头 眸中带着阴沉的光 开口道 好 马车一路朝北而去 那城门校尉一见着马车 便立即认出了 前日夜里 莫英王亲自迎接的 便是这架马车 她忙恭敬道 敢问 可是县主 清禅打了窗蔓 道 正是 那城门校尉便一摆手 让查验车马的将士 将城门打了开 直接放了行 如今入了秋 此时很是凉爽 白唏嘘的一声 将马车停在关道旁 又顺手 将车厢门打开 笑道 王妃 咱们可来得太及时了 你快来瞧瞧 司警星闻言 忙打开窗蔓 往北面瞧去 便见三辆马车 正奔着城门奔来 这应是兰府的马车了吧 她忙跳下马车 却呼听身后 传来车咕噜滚动的声音 司警星转头去看 便瞧见那马车中的人 正撩起窗蔓 朝他的方向看来 那人 便是周松之子 周灵 他之前 曾见过此人 去将军府拜见他的姑母 周氏 司警星猛地想起 与其末离去西郊大营回府后 司俊山找他问罪 便是此人告发他 与陌生男子私奔 他眸光一闪 衣袖翻动 一枚麻醉针搜的一下 朝着一匹马的方向 飞射出去 随即 那周灵所坐的马车 顷刻间翻倒在地 他连滚带爬地 从车厢中钻了出来 这么换功夫 对面驶来的三辆马车 也已经到了跟前 第108章 舅妈们的团宠 司警星往前走了两步 便见前面一辆马车上 下来两位三四十岁的妇人 只见 其中一位身穿玫瑰紫二色 金银笔尖挂 他举止闲静 五官端正 丰满合度 另一位则穿了 黄底黑纹语段对金挂子 长了一副长挑身材 瓜子脸 风姿俊逸 他二人脸上都带着一丝惊喜 匆匆走过来 嘴里急急问着 可是心儿 司警星忙上前 屈膝行李道 二位舅妈 一路辛苦了 外祖母与大舅妈 可是在后面的马车上 一开始 他对那三位舅妈的印象 还很模糊 如今一见面 倒是一下子便分清了 这便是二舅妈林氏 与三舅妈韩氏 二人一听 果然是自家的小外甥女 均是一脸激动 林氏更是一把 将司警星抱在怀中 啊 我们的小心性 都长这么大了 司警星还未来得及说话 又被一旁的韩氏 抚着头发 道 可不是呢 已经这么高了 走 快去让你外祖母瞧瞧 她自从上次听你舅舅说 收到你的信后 便终日里念叨你呢 两人左右搂着司警星 往后面那辆马车走去 却不知那马车上的人 已经下了来 大夫人沈氏 望着那一袭水绿色衣裙的小女娃 笑道 心儿 快过来 司警星扭抬眸看去 便见那四十多岁的妇人 正拂着双鬓斑白的老夫人 朝她看来 她分明看到 那老夫人眸光中闪着泪花 正含笑望着自己 像极了她前世的奶奶 那般慈爱 她呼的眼眶发酸 一下子便冲了过去 哽咽道 外祖母 心儿以前年纪小 做了很多错事 让您伤心了 一听这话 老夫人终归是没忍住 眼中的泪水便涌了出来 她伸手抱住自己的小外甥女 说道 不怪你 怎么能怪你呢 那会儿你才多么一点点大 如今我们的小猩猩长大懂事了 外祖母高兴还来不及 三位舅妈健壮 则各自憋过头去 磨起了眼泪 小姑子那么年轻就走了 留下这么的可怜的小女儿 她那亲爹 也不是的好玩意 当年竟死活不肯撒手 让他们抱走 对比这边的其乐融融 温馨和谐 不远处 周松一家却鸡飞狗跳 整理着那摔坏的马车 那周灵更是黑着一张脸 骂骂咧咧地上了她母亲张氏的马车 司警心扶着老夫人上了马车 一众人进了城 只是 在城门口却叫停了马车 对城门校尉交代了句 去拿上一两银子 买了外面倒地那匹马 三个时辰后再去卖掉 那城门校尉闻言 虽很是不解 却也去照办了 莫应王妃的话 能不听 那马没死 却迟迟不醒 周松一马夫 以为是马突发疾病 直骂晦气 这时便听有人要买这马 又想着赶路要紧 十两银子卖出去 谁知对方只出一两银子 要知道 一匹马怎么都要五六十两 可对方却咬死了 就一两 这是在城门外 来往的人 都不可能拖着一匹 昏死不醒的马走动 周松咬牙答应 拿到了一两银子 便上了马车 扬长而去 司警心与老夫人 及三位舅妈 都在一辆马车中 谁都不嫌疾 一路都在问着 这几年她过得怎么样 又说道 过几日便是她的十五岁生辰 司警心很是感动 他们提前回来 便是为了她的生辰礼 而老夫人与三位舅妈 此时却同时黑沉了脸 司家竟将这孩子 扔到别院两年 不管不问 老夫人更是气得 直拍自己的大腿 愤恨地道 当初 怎么就将小睡 嫁给司俊山这么个蠢货 亲生女儿都看顾不住 还有司府那老太太 白须长了一把年纪 连个祖母都不会做 真真是个眼皮子浅的货 韩世则拉着司警心的手 醋没问道 那周氏带你如何 前几年 你三舅舅这人打听 说她对府上数子女 很是不错 我瞧着未必吧 司警心见马车中几人 都一脸的忧色 她心中满是暖意 笑道 外祖母 舅妈妈默契 我如今这不是 好哈地回了京中 她又扭头看向韩世 道 周氏已经被废了 祖母之位 因为 她动了谋害数子的心思 她不忍让外祖母 与三位舅妈伤心 便没有将周氏 害她与蓝氏之事说出口 但 这谋害数子之事 便已经够让三位舅妈震惊了 天爷啊 她怎么敢 司俊山 这是取了个祸害吧 那府上数子 没事吧 司警心从来到这个朝代 还未曾与长辈如此亲近地说过话 就连听着他们八卦 都觉得亲切万分 不多时 四辆马车 也就到了蓝府门外 司警心依次扶着三位舅妈 与老夫人下了马车 进门前 转身吩咐白西 去龙星街的雅续捞走一趟 告知裴青竹 她全权负责开业事宜 蓝府众人这才知晓 他们的小外甥女 竟然坐起了冬架 都心中甚畏 当即表示 巨雅虚捞捧场 司警心担心老夫人舟车劳顿 生生将人给拦住 却叫白西回来时 带一份八人份火锅回来 又是让老夫人叹气许久 一会儿心疼她小小年纪如此操劳 一会儿又为她的能力欣慰 老夫人终究是年纪上去 一路折腾 早就乏累了 司警心伺候她睡着后 便被三位舅妈拉着 去了沈氏的院子 这三位舅妈 可是最喜欢女娲 觉得女娲可以穿好看的衣服 怎么打扮都好看 精致可爱 还香香软软 奈何他们的夫君都不争气 每人生了两次 死活都生不出女儿 当年可是活活羡慕 坏了蓝薪水 能一举夺女 司警心被他们三个 又是摸手 又是捏脸 又是送手势 三舅妈韩氏 最直接 拿了一叠子银票出来 司警心一时间都有些愣神 妈妈这是女儿奴 她倾咳一声 准备换个话题 道 舅妈 你们在路上走了多久 沈氏轻皱眉头 叹气道 我们从扶杨上船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本可以顺利到镇江下船 谁知两淮地区 应与连绵多日 淮河水未大涨 只能提前上了岸 改坐了马车 这才一路颠簸 多行了五六日 司警心闻言 便觉有什么东西不对 却一时又抓不住头绪 第109章 开业聚会活动 司警心 知道他们舟车劳顿 等陪着几人 吃过了滋养军汤火锅 便找了个借口离了兰府 让他们好生休息一番 他的马车上 则不知什么时候 被塞得满满当当 看样子 有些是从北边 带过来的特产 有些则是这么会儿功夫 让管家带人去购置的 司警心自来了这龙吟 便从没感受过 这种亲情的温暖 不 不仅是龙吟 他在前世爷爷奶奶去世后 便也没感受过 什么叫家人 什么叫亲情了 趁时间还早 调转马车方向 直奔龙兴接二去 他到时 雅续捞 还是高鹏满座 门停若市 方似站在柜台后面 笑盈盈地收银子 发会员卡 记录消费金额 而裴清竹则在二楼走廊上 巡视各个角落 各个座位的用餐情况 时不时与时刻聊几句 可吃得惯 口味如何 满堂的店小二 纷纷戴着口罩 行云流水地点餐 上菜 加汤 添小料 一众宾客 吃得都很是尽兴 还有不少人问那冰粉怎么卖 要带一份回去给家中夫人 或是孩子 裴清竹则趁机 又为下周开业的糖水茶餐厅 打了一波广告 我们的新店正在筹备之中 预计一周内开门营业 届时 你带着雅续捞的会员卡 去到那家铺子 便能同享折扣 也就意味着 你拿着九折的银卡过去 那边便也能打九折 你若拿着八折的金卡过去 那边便也能打八折 未来 我们东家还会开其他店铺 折扣都是相同的 并且 所有店的消费积分都可叠加 我们东家说了 这交易卡通 给到各位尊贵的会员 最大程度的优惠与福利 他顿了顿 环顾下众人 自然也看到了楼下的司警星 脸上挂笑的 又继续说道 东家为了今日开业 做了两项聚会活动 第一个 充值500万银卡 送50两银子 卡里得550两 第二个 充值1000万金卡 送120两银子 卡里变得1120两 随用随画账 以后都不用带银子出门 就能来咱们店里吃饭 只是 为了更好的服务 本店尊贵的会员 每月只有15个名额 重宾客本就对这店中 新奇的吃食十分满意 若是经常来吃 肯定还是办个什么会员卡 更合适 于是 这么一会儿功夫 又有十几个人 去充值了500两的银卡 也有几个人 去办了1000两的金卡 1000两 那可是斯俊山这样的一品官员 小半年的俸禄呢 要不说能在龙兴街消费的 都是灰金如土 有钱的主 斯景星看着店中生意 很是满意 他不禁扎舌 那齐男业当真是出手不凡 这样好的铺面 说送就送了 掌柜方四 看着手里的账簿 又瞥了眼抽屉中 刚收上来的几十张银票 总感觉不是很真实 他在这龙兴街做掌柜多年 还从未听说过 谁家开业第一天 就能将装饰店铺的成本 翻倍地收上来 他心中对小东家的能耐 佩服万分 心悦诚服 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 斯景星抬脚朝着二楼 一个哑街儿去 他耳力好 早就听到了齐男临的声音 那丫头 竟还没走 他推门而入 一眼望去 除了何昭月 雷浅英 竟还有太子妃与横王妃 齐男临正带着几个姑娘 拴着羊肉片 吃得大块朵银 关键他还不知死活地点了红油火锅 众位姑娘 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挥汗如雨 斯景星赶忙叫小伙计 给这房间换了个鸳鸯锅 又送了点冰镇酸梅烫进来 太子妃杜安兰 最是个温婉端庄之人 此时瞧见斯景星进来 一时有些尴尬 忙拿着手边的纸巾 擦拭好了嘴巴 道 黄沈 您来了 横王妃 陈洛出与斯景星见过庶面 也不见外 热情地打着招呼 道 黄沈 快来快来 一起吃 他出为人母 浑身散发着一种母性的光辉 皮肤白中透着粉红 着实好看 斯景星在兰府刚吃完 此时可不敢再吃 随便找了个凳子坐下 招呼他们继续吃 几个姑娘一边吃 一边唠着嗑 就说到了夜晚 前日里在街上见到他 近视里都不理人 雷浅因翻了个白眼 又加了一块子羊肉 道 原本还想着 他出嫁那日 我带些首饰去给他添装 如此也好 倒也省了 斯景星这才想起 过几日 也就到了夜晚 与齐南车的大喜之日 他近日忙着几人 躺与雅续捞 倒是没打听过他的消息 何昭月一向沉稳 此时也附和道 往日也是好姐妹 却不知何时得罪了他 杜安兰与那夜晚不甚熟悉 但却至今中不少男子 仰慕于他 有亲眼所见 中秋夜发生的事 眸中不免呆了几分鄙夷 道 那样的人 少些来往 也许才是好的 斯景星抬眸看了他一眼 这杜安兰是太子妃 如果不出意外 便是以后的皇后 而此时的东宫中 是最看不得夜晚这种 让一众男子 败倒在石榴裙下的女子吧 齐南林则喝了一口酸梅汤 白手道 算了算了 就当往日感情喂了狗 今日高兴 不提他 咱们还为恭喜阿兴 雅续捞开业呢 来 一起喝一杯 黄沈 你有一手好医术也就罢了 怎的还会做生意呢 陈洛出终于吃饱了 不无钦佩地问着 那个 我也想问问 黄沈下个店 有什么好吃的 下个店 是女孩子们更喜欢的 暂时保密 哈哈 司警星笑盈盈地说道 他话音刚落 却听楼下有人吵嚷起来 接着便是碗筷摔在地上的声音 雅间中几人闻声 纷纷对视一眼 门外的小伙计 这时也快步走了进来 道 东家 您快去看看 一楼有人说 咱们食材有问题 吃死了人 司警星闻言 眸中一冷 便起身出了房门 第110章 火锅店吃死了人 杜安兰带着齐南林等人 也紧随着跟了上去 司警星走到二楼楼梯上便瞧见 一楼两排座位的过道中 挤满了人 一名自称张某的男子 正气愤甜音地喊道着 我们兄弟二人 从通州城来建州做生意 见这等繁华的街道有店开业 便来凑凑热闹 谁承想 竟是家黑店 天子叫下 竟出了 你们这等恶霸奸商 定是用了次等食材 人根本就不能吃 这人一叫嚣 又看地上那人 已经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顿时吓得慌乱不已 更有许多会员 直接嚷着要退钱 退会员卡 方思与裴青竹对视一眼 摆摆手 示意大家稍安勿躁 道 诸位 都知道我们店 今日是开业第一天 怎么可能用些次等食材 来砸自家招牌 我已经派了人去请大夫 这位小兄弟 可那人却压根不听 只嚷嚷着 这家店是黑店 东家是奸商 司警星下了楼 陪青竹忙凑过来 轻声道 东家 这人怕是找茬的 是啊 若真是中毒 或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作为哥哥 最该关心的 不应该是自家弟弟的安危吗 而不是 只顾在此 煽动店中 时刻退钱 只怕是 借此机会 败坏雅续捞的名声 逼着雅续捞关门大吉吧 阿星 需要我们做什么 齐南凌与雷浅英 握住司警星的手 满脸忧心 太子妃杜安兰 则提醒道 今日之事 恐怕是有人冲着你来的 此事要妥善处置 司警星点头 她冷眼扫过众人 那些时刻纷纷后退 让开一条路 将那倒地之人暴露出来 她上前两步 蹲在那口吐白沫之人的身侧 一言不发 却浑身散发着一股寒意 围观众人均纷纷闭了嘴 司警星掀开那人的眼皮 便见她瞳孔 已经出现针尖样收缩 意识模糊 也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她脸色一沉 此人 确实是中毒了 司警星扫视堂中众人 扬声道 此人却是中毒 却不是 吃我家东西所致 还请大伙做个见证 一个时辰后 叫她亲口说明 她是如何中毒的 众人一听 这人眼看就不行了 怎么可能还能站起来说话 那自称兄长之人闻言 神色一变 眼珠子转了两圈 趁着没人注意她 一溜烟钻进人群便逃跑了 秦蝉赶紧跟着跑出门外 又让暗处的白溪追了上去 那中毒之人 被殿中小伙计 抬到了后院厢房 堂中众人一时一轮纷纷 这雅旭捞 不会真的是用了不干净的东西吧 你们说 是不是这汤里放了微毒之物 不然为何这般好吃 好吃也不敢吃了 还是命要紧啊 进了厢房 司警星立即将人带到了 姓林雅旭三楼手术室 先给她进行了反复洗胃 防止毒物的进一步吸收 洗胃刚结束 那人又出现了心跳骤然停止 司警星立即对她进行了心肺复苏 又给她上了呼吸机 待她体征稳定一些 司警星便立即做了 血胆减脂霉活力测定 这才给她静脉注射了 滤解灵定与阿托品 这两种解毒药物的联合 能更快地达到解毒效果 一般二三十分钟便可恢复意识 司警星将她带出姓林雅旭 安置在厢房的床榻上 又给她打了葡萄糖盐水的点滴 促进排尿 排毒 雅旭捞中的重食客 万万没想到 只是吃个饭 还赶上这种事 都有些不悦 想要退卡走人 却被方掌柜笑着拒绝 说是店里要自证清白 稍后东家出来 大家再退也来得及 并且言明 今日这顿饭不收费 就当作请大家来看了一场戏 那中毒之人 昏昏沉沉地苏醒过来 只觉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她恍惚间 觉得自己正身处 一个陌生之地 她微一扭头 便瞧见一女子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她下意识地问道 姑娘 敢问这是何处 她一说话 才觉出自己嗓音十分沙哑 喉咙也异常疼痛 司警星见她醒了 也就松了一口气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在我店里吃饭 被人下了毒 说是吃我的火锅吃死的 这是我的后院相访 那人一听 盲奋力地摇头 道 若我吃火锅中毒 那与我一同吃饭 那人可有事 司警星闻言 眸光微沉 问道 那人不是你兄长 一个时辰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堂中 时刻干坐着 很是无聊 裴清竹便叫人去茶馆 请来了蒋书先生 又为各桌上了些 瓜果蜜饯瓜子花生 让众人打发时间 他对司警星最是信任 那个小丫头 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蒋书先生 讲完了第五个故事 司警星也带着 那自称流开的人 回了堂中 众兵客纷纷起身 惊愕地望着那脸色发白 被两个小伙计 架着走出来的人 那不正是方才 吐了白沫 躺在地上的男子 这人 还真的被那小女子救活了 小什么女子 那是这店的东家 我的天爷 方才我摸过那人的鼻息 分明是只有静气 没了出气 眼看就要断气的 此乃妙手回春啊 倒是不知 这女子 到底是京中哪家的姑娘 几人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均对那一脸清冷的角色女子 万分好奇 她便是九王未来的王妃 皇上清风的安平县主 众人闻言 一阵惊愕 纷纷回响 方才自己有没有对九王妃不敬 而说这话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前些日子 拦了 司警星马车的红灰柿子 李青阳 她近日总是以酒消愁 今日正是被几个铜窗 喊来一起吃饭 没想到遇到了她 却不知 遇到这种棘手之事 她都能如此淡然应对 并非 我儿口中所说的那般 司警星骄纵蛮横 二楼最里面的雅间 窗帘打开 几人往楼下瞧去 大哥 咱们确定不去帮帮忙 不去 你不要以为你就过她 就觉得她很弱 你问问老二 她有多厉害 再者说了 你没瞧见外面那几个女人 我们能这么走出去 第111章 黄鼠狼给鸡拜年 彼人刘开 家住苏北海州人 平宿往返海州和建州两地 做些生意 与方才那人并非兄弟 我与他也只是 昨日才相识 他自称与我同乡 恳请我捎一封家书 今日便做冬 带我来喝酒吃肉 却不想敬被他毒害 刘开虚弱地说着话 心中却是一阵后怕 他喘了口气 又继续道 还差点让这位姑娘的铺子 蒙受不白之冤 连累地各位再次哭等 彼人 深感愧疚 他说着话 就费力地鞠了一躬 倒是个实诚人 今日耽误各位贵人不少的功夫 刘某自当 为各位付了饭食的银子 唐中时刻见此 纷纷感叹方才的惊险 也见识到亚续老掌柜的机智应变 与背后东家庙手回春的好衣术 众人都表示 不仅吃到了美味 还听了评书 更是免费看了一场精彩大戏 饭前自行照付后 便各自离去 此时已是深时 下午四点半 太子妃杜安兰 与横王妃陈落出 毕竟身为人妇人母 本就是出来吃个赏午饭 却不想经逗留这么许久 此时 见亚续老危机解除 也就各自上了马车离去 雷浅因瞪了那刘开眼 则怪道 你这么大个人了 什么眼神 自己娇有不慎也就罢了 还差点牵连旁人 那刘开毕竟中毒伤了身子 方才也是硬撑着 说了那么些个话 此时早已没了气力 贪坐在凳子上 听得有人责怪自己 心中愧疚 忙抬头去瞧 便见一洒爽女子 正满脸怒气地看着自己 她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 抱拳行李道 姑娘说的是 都怪比人不能明辨是非 心忙眼捉 害人害己 她说完 费力地冲着司警星恭敬道 今日多亏了姑娘出手相救 才能保得比人性命一条 这里是三千两银子 银子不多 还望姑娘莫要嫌少 日后 姑娘有用得到比人的地方 尽管开口 比人绝不推辞 刘开说完话 将银票递到方掌柜手里 就要告辞离去 司警星则叫来堂中一个小伙计 将他一路护送到 这人落脚的地方 那刘开的确浑身无力 便不再推脱 只得连连道谢 何昭月看着那人离去 面上的担忧更深 道 阿星 跑掉的那人 会否再来滋事 又或是找他报复 司警星还未说话 齐男龄却先回道 那人 把事办成这样 他的主子 岂会饶了他 他说完 便蹬蹬蹬地跑上了二楼 推开了一个雅间的房门 道 太子哥哥 二哥哥 七哥哥 你们还没看过戏 司警星闻言 看向同样一脸不解的裴青竹 想来 这几位爷是刻意隐瞒身份的了 见那几人都沿着楼梯走了下来 他不得不上前 笑道 几位 可吃好了 太子齐男渊走在最前面 他打量着眼前的女子 似乎是长高了一点 容颜也更加俏丽了 他默默中闪过一丝脚侠 道 不止吃好了 看戏也看好了 能在此地消费的人家 多是皇亲贵胄 富商巨股 雅续捞今日的大戏 怕是很快就能传遍整个建州的高门府邸 司警星闻言 便笑笑不说话 齐男渊则哈哈一笑 道 太子哥哥说得不错 九皇审 你可真是叫人大开眼见 您想出来的这会员充值 此招甚妙 如此一来 便如同绑定了一批固定时刻 又增加消费 又搞出了店铺红火的气势 横王齐男渊 果然是个经商奇才 一下子便看出了门道 叙叙叨叨说个不停 齐男渊终于说完了他的生意经 司警星含笑点头 道 果然是瞒不住殿下慧眼 一眼倒破了其中玄机 日后 我定要多多向您讨教 齐男渊盲说不敢当 他的确对九皇审铺子中 这些奇思妙想 深感佩服 他身旁的齐男城 也就是安王殿下 从下楼梯时 目光便没有从那娇俏女子身上离开 此时 见他朝自己看过来 忙将目光转到了别处 他还记得中秋那日的清晨 在山林中瞧见他时 他满身鲜血的样子 脆弱又无助 而今 他一平一笑间 都透着一股睿智与自信 叫人心生幸福 他只觉耳根有些发热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听对面女子清冷的嗓音传来 安王殿下 那日多亏了你与公主出手相救 还未来得及当面与你道谢呢 司警星瞧着对面 那羞涩大男孩 不禁玩耳一笑 这七皇子 到底是年纪小一点 看见女孩子都能修红脸 齐男成闻言 忙转眸看向他 拘谨道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众人走至门外 正见一辆马车悠悠停下 马车中走下一人 是司警月 司警月也不曾想到 会再次遇见这么些人 忙一太端庄的依次问候 道 见过太子殿下 二皇兄 七皇帝 铃儿妹妹 齐男渊早就听闻 这瑞王妃与那女子交情浅薄 不由问道 三弟妹 这是 司警月赶紧看向一旁的司警星 轻斥道 二妹妹 你铺子开业 怎地不告知姐姐一声 这是送给你的开业里 准备得匆忙 你别介意 司警星瞧着这好大姐 勃耿间隐约可见的亲子 又见她脸上 铺了厚重的粉 心下了然 这位大姐姐 在瑞王府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吧 只是 为何会来 给她送开夜里 这不是黄鼠狼 给击拜年吗 她正思索着 便瞧见司警月身旁的丫头 手中捧着一方 白玉聚宝盆 朝着方掌柜走去 方掌柜对这聚宝盆 很是喜欢 一头是才从八方聚 多好 可她见小冬家不点头 便双手一倍 甘站在一旁 盯着自己的脚尖 装作看不见 不接 司警月微醋柳眉 面上的笑隐隐退去 带上了一丝委屈 道 二妹妹这是嫌姐姐来晚了吗 司警星只是盯着那聚宝盆 却又一时找不出问题所在 她朝着隐在不远处的墨秋 递了个眼色 下一瞬 捧着聚宝盆的小丫头 吐得腿上一痛 朝着身后摔去 手中的聚宝盆 也被甩了出去 司警月就站在那丫头 身后半米处 被那丫头撞了个裂剪 还好被另一个丫头扶了住 她看着地上的白玉碎片 想要张嘴训斥 却又不好当街发作 只得将怒气憋了回去 司警星眼下心中笑意 道 大姐姐的脸 我收到了 只是 她话音刚落 司警月还未来得及接话 就听太子齐南渊沉声道 周松周大人死于城外 此事当真 第112章 藏在聚宝盆里的秘密 此言一出 司警月面色一白 朝着齐南渊的方向走了两步 直直地看向那报信侍卫 那侍卫也没让众人多等 道 千真万确 周大人今日动身 回老家赴任 却不想出了城门 才行了半日 便遭到蒙面杀手的追杀 此时 他的家人已回了京 并到京诏府报了案 另外 另外什么 司警月颤着声 急急问道 那侍卫看了一眼自家主子 见他点头 便继续说道 回京时 周松的马车 却被他的兄弟拦住 从里面揪出一个女子 当街砍死 死状极惨 因此 周大人家的兄弟 也被收进了京诏府 众人听闻 纷纷唏嘘 感叹事事无常 而后便各自离去 唯有司警月 一时呆愣在原地 他昨日还派人去 给大舅舅送了些银子 今日怎地会 他顾不上再与司警星掰扯 慌乱地上了马车 大舅舅死了就死了 二舅舅却是要救出来的 不然 他日后可以依仗的 就更少了 司警星望着马车离去 朝着那摔坏的聚宝盆处走去 又从姓林雅虚中 取出一副一用手套 小心地捏起地上的碎片 细细看去 冯老大夫之前被叫来救治留开 此时还没走 见小东家检查那些碎片 忙也跟了过去 道 东家 这碎片有问题 司警星放下手中碎片 捏了地上的一搓土 粗眉道 冯老先生 您瞧瞧 这土里掺了何物 冯老大夫 微眯着眼 结果那搓土 细细看去 又放到鼻下嗅了嗅 道 这里面有半下膜的粉末 是一味难得的好药 司警星点头 他也瞧出来了 是一味好药 是啊 半下正壳驱痰 却毒毒不能存于这聚宝盆中 半下有毒 可这点量 却不至于让殿中人直接中毒 但 若是闻久了这半下 再吃上些热性的羊肉 便会使得毒性上扬加重 损因伤惊 长此以往 这雅虚捞 自然是开不下去的 司警星只觉心中有些累 他还未找司警约算旧账 他倒先来招惹他 只是 那周松怎会死得这般巧合 也是被黑衣人所杀 想来被周伯所杀的女子 便是如是了吧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周松 却没想到 司警星脸下心思 带着青蝉绿竹 回了将军府 只是他还未走到碎华院 就被司警云拦住了去路 我母亲被父亲打 我舅舅的死 是不是都跟你有关 司警星今日有些疲累 不想理会虎脚蛮缠的司警云 便想饶过他 却不想 那司警云死活不肯让路 道 说啊 你是不是做贼心虚了 司警星还未张嘴说什么 就见司警云身后闪出一道身影 冲着他的脸 就甩出去一个巴掌 那巴掌打得极重 只将司警云山地转了几个圈 才亮腔着扶住油廊边的石柱子 稳住了身形 父亲 你竟然打我 司警云看清掌乖自己之人 不由哭道 在他记忆中 父亲虽少言寡语 却从未对他说过一次狠话 更没有打过他一下 如今 母亲被禁足 日日叫喊着疼 父亲却连大夫 都不给母亲找一个 今日又得知 大舅舅在郊外被人暗杀 父亲这是觉得 他母亲家没人了吗 司警山看着眼前的三女儿 难以想象自己这么多年 竟是为别人养了孩子 他怒目圆瞪 道 你舅舅死于非命 定是他得罪了人 你怎敢胡扯到星儿与九王身上 司警云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控诉道 父亲 你变了 司俊山却不看他 而是转头看向司警星 脸上带着一丝笑 问道 今日去了兰府是吗 应该的 得空是要多去兰府走一走 那里有太多你母亲的记忆 司警星望着他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却是静直从他身边走过 冷硬地留了一句 他死了 司俊山文言 脸上的笑顿时消失 他死了 被周氏母女害死了 司警云脸上还带着泪 却发现父亲一脸阴沉 满是怒气 吓得再不敢吭声 转身跑回了自己的院子 他趴在梳妆桌前 委屈地哭了好一会儿 才叫莲香去打了水 洗了一把脸 再回到梳妆桌前 望向铜镜时 却突厥脸上又红又肿 他没多想 以为是哭得很 又被父亲打了的原因 却没看到一旁的莲香手指 微微一颤 那药 用完了 三小姐的脸 会怎样 他只要一想到周氏的伤口滴了药 那百虫咬氏的痒 就忍不住哆嗦 那人 好狠 司警星今日劳累 晚饭就吃得多了些 此时正绕着岁华院 快走转圈圈 王妃 那卢氏与自家大伯通奸 才被周伯措手所杀 金兆府判处无罪 当堂释放了他 白熙不知何时闪身过来 与司警星一道快走 禀告道 对此 司警星道是早就料想到了 他走到石桌旁 喝了一大口水 柳梅微条 道 听说 那卢氏腹中 怀了两三个月的身孕 白熙闻言 略一私存 便心领神会 道 此事交给我 一日清晨 秋风袭来 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司警星坐在院中石凳上 静静地看着对面的灵宿 听他说着话 二小姐 别怪你父亲 当年他痛失你母亲 又因全府上下一致口径 推到你身上 他才没有再去查那件事情 他半生孤苦 都沉浸在失去你母亲的伤痛之中 他很苦 他知道 后日便是你的十五岁生辰 你要在将军府过 还是去兰府过 他不敢亲自来问你 便遣了我来 他说 你想怎样都可 无需照顾他的面子 司警星点头 道 他苦 是他自找的 我本也没想给他面子 后日我会去兰府过生辰 不劳他操心 他说完 就起身准备 让清禅送客 却见绿竹快步走来 一脸喜色地说道 小姐小姐 你快去前院看看吧 天大的喜事 第113章 寒酸的聘礼 林素颜看着二小姐出了院门 也盲抬脚跟上 他轻叹一声 将军想要与这二小姐 重温妇女亲情 是怕没那么容易了 一路行来 遇到很多下人 都是去前院看热闹的 司警星几人到时 就见院中 站了一排宫中女官 更有一位黄袍内兼候在院中 在往里走去 便见花厅正中的 守卫上端坐的 竟是皇后曹氏 皇后今日 习了一件流光云锦宫装 衬得她肤色极好 明明四十的年纪 却保养得如同三十岁一样 司俊山正坐在下手左侧 与皇后说着话 脸上堆满了笑 而老太太就坐在她身侧 脸上也挂了几分笑 可她那双眼 却总往门外瞟 此时瞧见司警星进来 赶忙收回了目光 下手右侧第一位所坐的 便是那好几日 不见人影的齐莫黎 只见她 难得换了件 白色红边的衣袍 道称的一向冷峻孤傲的她 平添了几分儒雅稳重 司警星一进门 便瞪了那人一眼 才静止走到皇后身前 行礼道 臣女不知皇后娘娘嫁到 来迟了 还望娘娘恕罪 皇后曹氏 此时早已起了身 亲手将司警星扶起 笑道 说起来 也就快是一家人了 快免礼 皇后都起了身 司俊山也跟着起了来 道 仙儿的院子 离这里甚远 听上去 像是在为司警星解释 来迟的理由 只是 皇后早就听闻 这司俊山对安平县主 很是不喜 也曾在中秋宴上 亲眼瞧见司俊山 如何训斥安平县主 如今 这是搞得哪一戳 老太太腰不好 此时见众人都站着 自己也不好再坐着 她咬着牙忍着腰疼 费力地站了起来 若是以往 她这儿子 定会亲手将她扶着站起 如今却是理都不理自己 这都几日了 她都不来和孕院看她一眼 她不由想到 三丫头那日 来请安时说的话 父亲 只怕是听了 二姐姐的花言巧语 对他们这房 甚至对祖母这边 都有了隔阂 可不就是有了隔阂吗 她思极此 不由朝那二丫头 瞥了两眼 就见她正笑盈盈地 与皇后说着话 老太太不由心中一领 将目光收了回来 也不知九王桥上 这丫头什么 竟大费周章地 请了皇后娘娘出宫来吓骗 这份荣光 放眼整个龙鹰的高门贵府 都是不曾有过的 只是 这事儿若是放到 其他三个孙女身上 她自是高兴的 只是这二丫头 她如今是愈发不喜 皇后拍着司警星的手 看向一旁的齐茉莉 笑道 前些日子 皇太后为你与茉莉赐了婚 也过了那才 问明 那急 今日啊 本宫是受那小子所托 特意来府上送聘礼的 司警星闻言 不由往那人看去 就见她也正一顺不顺地 看着自己 她不由心跳慢了一拍 只觉自己是越来越没出息 其末离方才被那小女子 瞪了一眼 心下不觉好笑 此时见她目光闪躲 一贯骄纵冷凹的眼底 染上了一丝柔和 司俊山默默看着那九颜罗 与自家女儿的眼神交换 她心中略略松了一口气 只要她对心儿好 那便可 她连忙躬身行礼道 有劳娘娘费心 司警星也道谢 说道 多谢娘娘 皇后脸上挂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对那司俊山说道 司将军 这聘礼 咱们就按龙印民间的规格置办 你看如何 司俊山盲说道 这是自然 聘礼无论多少 日后成婚时 都让心儿与嫁妆一道 带回王府便是 她身侧的老太太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这说的是什么话 打发人去满街上打听打听 谁家女儿的聘礼 不是交由娘家人打理的 她活了大半辈子 可谓曾听说 聘礼也随着嫁妆一道去复家的 她眼下心头不悦 开口道 俊山 那是聘礼 是孩子复家答谢娘家养育之恩的 你怎好打了亲家面子 吃不妥 想来皇后娘娘 也不是这个意思 司俊山文言 脸上的笑意呼得一沉 口气声冷道 府上对心儿的养育之恩 值五百两银子吗 母亲身体不适 就莫要插手此事 好生歇着吧 皇后娘娘瞥了二人一眼 笑道 既然司将军如此说了 那便单独从聘礼中 拿出一千两银子 交到府上吧 余下的 司俊山见状 也便说道 一千两已是足够 余下的便通通交由西儿打理 府上绝没人敢过问 司俊山这话一出 倒是叫曹皇后心中诧异 这人竟肯将聘礼全数交给新丫头 前阵子在殿中 可不是这样 他不由看了眼思景星 见他脸上并无丝毫意外 行之 这司府定是 发生了什么事 这司将军是被这丫头 拿捏住了 想来 这司家的新丫头 是个不简单的 曹皇后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 道 如此 甚好 那咱们便开始吧 皇后娘娘惊口欲言 一锤定音 便带着众人往厅外走去 跟在后面的老太太 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 都被打破 她此时当真是无比震惊 这堂堂皇后娘娘 竟带头打破龙吟几百年 传下来的规矩 让聘礼也返还到夫家 这简直没天理了 老太太黑沉着一张脸 在吕妈妈的搀扶下 也跟着出了前厅 她脑中想的却是 那聘礼进了府 还不是她说了算 让那死丫头 也不敢全数带走 皇后曹氏 带着众人走至门廊 冲着身侧的陈锦姑姑 点了点头 那陈锦姑姑 从身旁小丫头 手中捧着的托盘中 取出一张礼单 道 司将军 还请过目 司俊山恭敬地接过 将礼单展开 细细看去 道 九王的聘礼 那皇一内奸便拿着自己手中那份礼单 唱道 聘金一千两 以感谢将军府养育之恩 龙凤竹一对 对联一副 龙凤成对 喜酌一对 以祝福一对新人 成双成对 白手偕老 海味 四世 八包 海味数发财 取其谐音 便是发财之意 三生 雌雄鸡一对 猪肉五金 大鱼两条 寓意有头有尾 年年有余 佳酿四坛 四金裹两包 茶叶 芝麻 各二罐 四锦心听到最后 是十二斤糯米 三斤二两砂糖 这是给女家做汤圆用的 以取其圆满 甜蜜美满之意 陈锦姑姑上前两步道 四将军 除去说好的一千两银子 剩下的礼 该有的 也一个不能落 四郡山盲恭敬道 娘娘考虑周到 老太太看着院中抬进来的物件 只觉额间血管秃秃地跳 二十年前 曲栏事实 自家还东拼西凑凑了两千两 才去下了聘的 是不是亏钱了 第114章 到手的聘礼飞了 皇后身边的陈锦姑姑 瞧见老太太黑沉的脸色 问道 四家老夫人 您是对这聘礼不满 老太太见宫中姑姑问话 硬着头皮就要开口 却忽见四郡山一记眼色 瞪了过来 她心中一颤 忙道 没有 没有 甚好 院中下人 没听到方才厅中几人的对话 如今瞧见九王 竟只给了这些个聘礼 他们在看向二小姐时 眼神中不禁都戴上了一丝鄙夷 还当二小姐 是飞上之头变凤凰 没想到 九王竟如此随意打发 此时正站在院中的司警云 自然也是这般想法 还当九王带的二姐姐多好呢 如今瞧着 也不过如此 若当真重视 怎可能连个像样的聘礼都不舍得出 温氏带着司警仪与司警衡两姐弟 也站在院中 就在司警云一旁 她细细打量着二小姐的神色 见其对着简陋的聘礼毫不关心 还时不时地弯唇发笑 心下了然 便专心等在一旁 二小姐心思灵透 又有本事 想来 那九王也不会这样糊弄她 果不其然 她刚这样想 便听到那台阶上的皇后 扬声道 既如此 那咱们 就将剩下的那些个聘礼 一道念了吧 此言一出 院中众人君士一愣 感情这聘礼 是还没念完呢 司警云脸色一沉 心中不眠 有些发酸 她秃得感觉脸上发痒 便顺抬手揉了揉 站在台阶上的司警星 眼光一扫 自是没错过司警云的这个动作 她唇角一弯 看向司警云身后的莲香 谁知 那丫头眸光一触碰到她的眼神 就下得赶紧垂下了头 倒不如 她先前与司警号夜站六角停时大胆了 老太太只觉一口气上不来下不去 堵在嗓子里 不是给俯上的 还叫她们看什么看 直接搬进那丫头的岁华院救世 这时 那唱礼丹 的黄袍内奸 又开口了 白玉如意一对 掐丝银欠宝石首饰和一对 翡翠耳环两对 点翠耳环两对 各式金香宝石耳环六对 玉石戒指两只 赤金只还六只 双如意银边花垫一对 云并花颜金不摇一对 玉蓝飞蝶不摇一对 白玉孔雀簪一对 红翡翠梅花簪一对 宝兰点翠珠差一对 赤金蝉丝双扣镯六对 金香玉手镯六对 杨之白玉手镯六对 随着那内奸的唱礼 院中众人纷纷大气不敢出 任哪个女子听的南方 送来如此厚重的聘礼 能不心动 可那唱礼丹的内奸 却还在继续 玉客湖光山色 屏风一掌 雕花细目贵妃踏 紧接着便是各式各样的桌椅 静柜 暗鸡 多宝阁 纷纷唱了出来 堂中众人早已麻木 这九王是件二小姐的碎华院破旧 要重新装饰一遍吧 大伙都以为这就完了 毕竟已经是从未见过听过的厚礼了 可没想 那内奸竟只是喘了一口气 随后又继续唱道 玉花锦六匹 香云沙六匹 金钟铺子六间 金钟宅院两套 金郊庄子两处 令 聘金十九万九千两 随着内奸最后一箭礼唱完 院中众人也跟着长舒一口气 这聘礼 实在也太厚重了吧 尤其最后一样 九十九万九千两银子 那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吧 老太太听到这九十九万九千两银子 顿觉两眼一黑 就要跌倒了去 感情刚才那一千两 是从这一百万两银子里抠出来的 就连高高在上 一向稳重端庄的皇后曹氏 在听到这些聘礼时 毛子都亮了 这可比皇上当年 去迎娶她时的聘礼 要崇尚三倍不止的 司警云暗暗捏着手中的帕子 心中就似一团火 要将她整个人烧掉 凭什么 凭什么司警星 就能得到她这般多的爱意 她差在哪儿了 以前她皮肤黑 如今不也是又白又嫩 司警云抬起满是怒火的眸子 望向那与其末里 有说有笑的司警星 她 必须要死 她暗暗下着决心 又不自觉地抬起手 用力揉着发痒的脸 此时院子中摆满了聘礼箱子 那些箱子都打开了箱盖 那些个珠宝首饰百箭 明晃晃地刺激着院中众人的欲望 只是诺大的将军府前院 竟放不下所有聘礼 搬着搬着院子里便没了下脚走路的位置 其末里一摆手 道 将这些东西都送到隔壁院 陈景姑姑见众人一头雾水 解释道 隔壁的宅子 便是我们送给县主的两套宅子中的其中一套 众人哗然 隔壁宅子 那可是先帝为她最爱的小公主打造的府邸 只是当年的小公主 最终南逃和亲之路 死在了和亲的路上 这宅子便一直空置了下来 司俊山点头 那宅子比她私府还要大 这些个东西随便放都行 她赞许道 既如此 那便都将这些聘礼搬到那边吧 老太太一听 只觉胸腔内扑通的厉害 她喘了口气 怒声道 她还未成亲 怎地就将聘礼放到外面 这不合规矩 外面的人都看着 司家的脸面要往哪里放 司俊山闻言 冷喝道 母亲 慎言 那陈景姑姑便指挥着小厮 将那些个装满珠宝首饰的箱子 一个个盖好盖子 又陆续搬走 老太太哪里肯 她养这么个孙女 费了多少心血 这到手的聘礼 怎么能眼睁睁送走 搬到那个宅子 她不就一点机会没有了 她正这样想着 却忽听 院中传来一道尖锐的叫声 她心中一惊 寻声望去 就见一女子正满手满脸 是写得惊恐尖叫着 第115章 她的脸烈如龟壳 院中众人纷纷朝那惊声尖叫之人望去 只见那人身穿一袭水粉色长裙 薄薄的沙料 更适合夏日穿着 可她却似不怕凉一般 此时 她的脸上 近似龟壳裂开一样 蜿蜒着几道血印子 许是因为害怕 她惊慌地伸着两只手 那长长的指甲上 与手指缝里 也沾满了鲜血 远远看去 便如同女鬼一般 着实吓人 有胆小的丫头 吓得当场哭出声来 那满脸血迹的女子 却呼地朝着门廊台阶冲过来 只把个老太太 吓得踉跛着摔在地上 老太太腰不好 此时又被摔倒 顿时挨忧地叫唤起来 而此时 众人也都将这吓人的女子 认了出来 这不是府上三小姐司景云 还是谁 司俊山看着她的样子 也不知怎跌 呼地就想起十年前 吓人来报 二小姐脸上长满了黑斑 十分可怖 她当时被人蒙蔽 怨恨在心 根本不想管此事 以至于 那孩子顶着那黑斑 过了十年之久 又受到了多少人的冷眼嘲讽 若她那时能用心去查探一番 说不得便能知晓 那孩子是被人下了毒 如今 她虽不知道司景云脸上是怎么回事 心中却是没来由的一阵爽快 她身侧的皇后曹氏 一见着丑陋之人 竟朝着门廊台阶而来 顿时心生嫌恶 她身边的陈景姑姑上前一步 大声呵斥道 大胆 竟敢在皇后娘娘跟前造刺 还不快退下 司景云闻言 脑中嗡嗡直想 方才是怎么回事 她的脸 她方才只是觉得脸有些痒 可她不忍心 把今早化了 许久的妆容弄花 便在脸上轻轻地揉了揉 可没想到 那扫养不仅没缓解 反而更严重了 她实在没忍住 便用力抓闹了几下 谁知 她竟感觉一股热流从脸上躺下 她瞧见自己手指甲 手指缝中 全都是鲜血 最恐怖的是 她停止了抓闹后 依旧能感觉到 她的脸还在继续崩开 她伸着两只手 尖声叫着 她的脸 她的脸那么白皙嫩嫩 怎么会崩开 她要怎么办 四景云心中万分害怕 直勾勾地盯着台阶上的男子 她今日可真好看 白衣红边 让冷傲的她 添了一丝温润 四景云抬起脚步 一边朝她走去 一边委屈地哭诉道 九王 你快带鱼儿去看太医 鱼儿的脸不能坏啊 你方才见过的 我肌肤白皙无瑕 不比她差 她此言一出 院中众人军事一愣 这三小姐 莫不是疯魔了 四景星瞥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 打着寒颤的莲香 这丫头办事倒塌时 那要是一滴不胜的 全用在了四景云的脸上 她盯着那四景云 心道 当年你的母亲 毁原主的脸 都说负债子长 你也尝尝毁容的滋味 其莫里冷魔微眯 看了一眼那四景云 只见她两行眼泪 将血迹冲刷了满脸 又滴落到衣裙上 顿感恶心 她大步向前 抬脚就将那四景云 踢飞了出去 她接过莫云地上来的帕子 擦了擦鞋子 又扔了回去 刀 脏了 烧掉 四景云被踢翻在地 此时浑身疼痛难当 就听到那人如此狠绝的话 她 嫌自己脏 四景云则用手肘 撞了其莫里一下 张着嘴说了几个字 虽然她没发出声 其莫里却看出了口型 红颜祸水 她轻轻牵住身侧小女子的手 不经唇角勾笑 起初 她选她 只是觉得她 很是有趣 又救过自己 总比那些个装腔做事的女子更真实 而今 她竟觉得 自己这辈子原本就注定 要被她吃得死死的 曹皇后看了眼 那匍匐在地的私家三小姐 柳梅微醋 她虽贵为皇后 却要忍受那么多妃嫔 来分享她的夫君 毕竟 皇上不同于旁人 她别无选择 更是见多了妃嫔之间的名争暗斗 可那些 说到底 都是有了名分的争宠 如今 这私家三小姐 竟如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思 明目张胆地勾搭 实属该死 她冷哼一声 道 本宫今日倒开了眼 司将军 还是要多多管理下后院 才能更安心地 帮皇上管理将士 守卫国土 司郡山此时也才知晓 那司警云 竟还没死了那不该有的心思 她脸色黑沉地 瞪着那趴在地上的司警云 怒道 来人 将她绑到柴房 吩咐完这话 她才转身 冲着曹皇后拱手行礼 道 娘娘放心 微臣定当 严加整顿府宅 全心为皇上 尽忠职守 曹皇后也不再多说什么 后宫女子不得干政 提点一两句也就是了 她转头看向司警星 笑道 馨儿 本宫听太子妃提起 你先开了一家店 司警星见曹皇后身旁的 陈警姑姑眼唇笑了起来 行道 这皇后是被太子妃 给种草了吧 她忙笑道 回皇后娘娘 陈女确实开了一家火锅店 皇后娘娘 好容易出宫一趟 不若今日便过去尝尝看 曹皇后闻言 脸上的笑意便深了几分 她沉吟道 这若是普通人家的下聘之日 何该女方在家宴请男方送聘之人 既然民间有这样的传统 那本宫便去尝尝 回宫后也好 当新鲜事 与皇上听听 齐末离撇着嘴 小声嘀咕 皇嫂 你何必要这么一个大圈子 曹皇后瞪了她一眼 笑骂道 以前也就你叫本宫皇嫂 本宫才稀罕你 如今 多了一个心儿 你日后 少在本宫面前晃扬 司警新闻言 笑弯了唇角 这齐末离 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能与皇上皇后 关系如此融洽 说话间 外面的聘礼 也全都搬进了隔壁宅子 曹皇后 自从随皇上入了宫 已经许多年 没在外面 铺子用过饭了 尤其对太子妃所说的这个火锅 十分好奇 为了不引人耳目 曹皇后没坐来时 奢华的公车 而是坐进了司警新的马车 一道往龙心接儿去 只是 刚行之半路 却被人拦了住 司警新 你下来 本王有话要问你 一道暴躁的男生传来 第116章 老五自找不痛快 曹皇后文言 看了一眼 身侧面不改色的司警新 悄声道 听上去 是老五 他找你何事 司警新新知 恐怕还是为了中秋夜之事 他轻叹一声 解释道 夜晚爱慕齐莫黎 定会想方设法 找我的事 身边有可以用的人 为何不用 瞧 这不就来了吗 曹皇后自然也知道 夜晚之事 点头道 老五脾气暴躁 不好说话 不若本宫出面 将他赶走 司警新摇头 指了指身后的方向 笑道 齐莫黎 不是就在后面不远处跟着 曹皇后弯唇一笑 道 你这丫头 骑南车在马车外等了片刻 却不见马车 终有人下来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道 怎么 县主这是不敢下来 那本王就在这儿问你 那件事 是不是你做的 你为了雷家那丫头 便涉及本王 与夜晚之事 只是 那车上之人 却一个字都不肯说 更不见他下车 而街上围过来看热闹的人 却越来越多 骑南车顿感羞辱 心中怒火更甚 狂躁地喊道 本王气量大 不与女子一般见识 你若当街给本王跪下道歉 本王便可原谅你 否则 他话还未说完 就听后面一道 慵懒阴郁的男生传来 否则 你要如何 短短几个字 却吓得骑南 撤吞了吞口水 他转头瞧去 便见一辆通体子坛 满叼马车 稳稳停在不远处 可不正是他九皇叔的马车 方才他拦住 司警新马车时 分明没有看到这马车 骑南车 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这秋日了 怎地还这么热 他收了脸上的怒气 快步走到齐末里马车前 躬身行礼道 侄儿见过九皇叔 不知皇叔在此 未来远迎 还望皇叔恕罪 齐末里拉开窗漫 剑眉微挑 道 本王若没听错 你方才是预备 让本王的王妃 当街给你跪下 其南车垂手而立 扯了一丝假笑 道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侄儿也是受人哄骗 才 才做了糊涂事 还请皇叔宽佑 他说完 却听得那马车上的人 冷哼一声 道 既如此 便去跪在你九皇神马车下 道几句歉吧 他为人和善 定不会与你计较 齐南车闻言 脸上的笑意将 道 黄说 这街上人来人往 我堂堂亲王跪地道歉 怕是不妥吧 齐末里 却是放下窗漫 不再看他 冷哼道 有何不妥 即便你没犯错 给长辈请安问好 下跪磕头 也是使得的 去吧 慵懒又冷漠的一句话 却让齐南车脚底 生出一股寒意 他迈着僵硬的两条腿 走回厮锦兴马车边 冷着一张脸跪道 道 本王受人蒙蔽 方才说错了话 还请县主宽恕 曹皇后 将那二人的话 全都听进耳中 此时听得齐南车的声音 眼唇一笑 不由得有些咽现起身边的小丫头 一个女子最期盼的 也不过是夫君对自己 全心全意的爱意 她转眼瞧去 就见小丫头 竟还不肯吱声 这是要那齐南车 在球上两句不成 这不肯吃亏的性子 倒真是与齐莫离那小子 一模一样 街上围观的百姓 越来越多 有认出是静王的随口一说 不多时 也就都知道了 齐南车听着人群中的 窃窃私语 脸色黑沉的吓人 他挺了挺腰背 再次说道 还请皇审宽 司警新闻言 这才应道 你都多大的人了 还能听信他人谗言 既然你问了 我便告知你一声 那件事与我无关 静王若是不幸 可以再去查证一番 总会有些蛛丝马迹 可寻 齐南车看着三辆马车 从自己身边行过 才站起身 他环顾四周 怒喝一声 看什么看 给本王滚 第三辆马车中 是司俊山带着司警仪 与司警衡两姐弟 司警衡年纪小 却看得清楚 哦 那位九王 对二姐姐真好 他身旁的司警仪 也连连点头 道 这一下 便没人欺负二姐姐了 司俊山自然也对齐莫 离越发满意 能有人这样护着他 他也算松了口气 那孩子 从小便吃尽了苦头 如今也该是过些好日子了 他低头看向身边的小儿子 心中不免想着 司警星之前说过的话 若说这府上还有 谁能让我感受到亲情 那便是 温姨娘的两个孩子 如今一见 这两个孩子 当真是与他亲近的 司俊山心中琢磨着 回头要给这两个孩子 分别找个学堂去念 多读些书 便能多明白些道理 省得像他一样 马车又行进了一盏茶的功夫 也就到了雅续捞地处龙兴街 最繁华的十字路口 还是心儿有本事 能将店开得如此红火 一点不输男子 曹皇后看着店里人来人往 又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心情很是舒畅 笑道 说起来 倒是便宜了 齐茉里那小子 司俊山也是第一次来司警星的店 见还未到饭点 一楼就已坐满时刻 心中十分欢喜 有这一手 打理铺子的能耐 届时架到王府 便没人敢小觑了自家女儿 司警星在二楼留着一间 他自己的雅间 几人自食不用等位置 第一次吃火锅的几人 纷纷被新奇的食物吸引 大快朵移 曹皇后看着翻滚的浓汤 食指大动 他已经很久没有 像今日这般有食欲了 司警仪与司警恒 更是吃得停不下嘴 直呼比上次的烤肉串 还要好吃 司警星则忙不迭地 帮他俩涮肉涮菜 地质精 司俊山吃下嘴里的一口涮羊肉 软嫩适口 他看着眼前一幕 只觉眼眶发酸 他从来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孩子 齐莫黎只觉自家媳妇 实在太厉害 他那小脑瓜里 都是些什么逆天的奇思妙想 竟能想到这等吃法 吃完火锅 曹皇后心满意足地回了宫 齐莫黎也一道离去 说是有宫物要处理 司警星与司家人 则回了将军府 他走在司俊山身侧 呼得驻足而立 看向梨花院的方向 说了句 我想去看看他 第117章 周氏母女相见 司俊山见这个女儿难得 与自己说句话 自然没有不应的 他脸上带着笑 道 你想去便去 仔细些别被那毒妇 伤到就是 他说完 又不放心地 吩咐林素一道前去 司警星转过游廊 走在青石板路上 淡淡开口道 林说 你去将我那三妹妹 一道带过来 想来 司大将军 也是没意见的 林素闻言 麻溜的 就赶往柴房 去提人 别人不知道 内情也就算了 如今这二小姐 那可是将军的眼珠子 司警星慢慢踱步 走到了梨花院门外 两个守门婆子 早已得了消息 躬身行礼后 便将院门打了开 依着院门 墙内种了几棵梨花树 他记得 在春日里 枝头上一簇一簇小巧 又精致的白梨花 争相盛开 枝头长得高了 便伸出了院墙 远远望去 甚是好看 而此时 一阵秋风吹过 几片枯黄的叶子 在半空中打了个线 便轻飘飘地 落在了地上 司警星抬脚进去 脚下便发出 轻微的沙沙声 是落叶破碎的声音 这才几日 这院子便荒芜一片 他想起 从西郊回来 便一直没有 踏足过 母亲蓝氏的乙竹园 他不敢去 那种感觉 便像是还未完成任务 还未帮他 与他女儿报仇 没脸去一般 可如今 他瞧着周氏的院子 眸中的伤痛 还未消失 便染上了一抹寒霜 先是周氏 再是司警云 下一个该弄谁呢 他仰起下巴 上了台阶 便听到房中 传来微弱的呼喊声 喝水 我要喝水 门外的柳妈妈 拱着身子 行李道 二小姐 您来了 司警星瞥了他一眼 眸光一亮 下一个 便是这个贼婆子吧 他一直以来 都是周氏的军师 多少骇人的主意 都是他想出来的 虽说 他检举周氏有功 却不足以抵消之前 他所做下的罪孕 司警星晚耳一笑 道 有劳柳妈妈 在这院中操劳 那柳妈妈忙 又将身子弯得更低了 道 不知老奴的家人 只是 他还未说完话 便见眼前的二小姐 已经单手 将房门推了开 大步跨了进去 他连忙闭了嘴 跟了进去 司警星一进房门 便闻到一股浓重的恶臭 还夹杂着血腥味 在往里瞧 便见 那周氏此时 竟如一条肉虫一样 软塌塌的趴在 杂乱的榻上 他眉头微皱 冷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柳妈妈脸上带着几分谄媚的笑 道 周氏做出那些个丑事 自然要受些惩罚 老奴已经三日 没给他喝过水了 司警星闻言 朝他看去 也跟着笑了起来 饶有兴趣地问道 哦 柳妈妈倒是不怕他 有朝一日翻身 又或是我那大姐姐 看你不过 对你不利 柳妈妈微微一正 旋即便笑道 老奴如今 是二小姐的人 只是 他还未说完 耳边便传来一句 来人 柳妈妈作为府上老人 柯大夫上周姨娘 拉下去 仗则三十 门外两个婆子 本还不知该不该听命 却见刚走至门外的灵宿 冲着他们点头 便忙进了院子 这灵宿 是将军身边最得力的军师 他说的话 便基本都是将军应允的 柳妈妈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只是一瞬便已面如土色 二小姐 此番回京 便是来报仇的吧 她又怎会真的 饶恕一个跟着主子残害她与她母亲的婆子 躺在床榻上的周氏 迷迷糊糊地转头过来 见两个婆子正要押走柳妈妈 顿时哈哈大笑道 这便是 你出卖我的下场 可笑 你竟然信她 她就是一头狼 那嗓音 既沙哑又虚弱 还带着些许的委屈 那可是 陪伴在她身边二十余年的人 竟出卖了她 柳妈妈被两个婆子拽出了房门 迎面便见林素 带着捆着双手的思景云走进梨花院 她眼中顿时没了精气神 这二小姐 果真是来讨债的 她好恨啊 为何在二小姐五岁时 没将她与兰氏一道弄死 为何在别院时 没让赵坤一刀将她剐了 如今 一切都晚了 周氏已然大势已去 她更是成了被主之人 只是不知 她的女儿与小外甥 小外孙 如今怎样了 满身满脸血污的思景云 失魂落魄地走在林素身后 直到她踏进梨花院 才有了些力气 母亲只是惹父亲生气而已 想来过几日也便好了 到时母亲定会帮她 可还未等她高兴 便见柳妈妈 被人压着走了出来 她瞧见了柳妈妈眼神中的绝望 思景云不知为何 心口秃得一跳 望着柳妈妈的背影 消失在院门 地上被踩碎的落叶 伴着秋风飘扬起来 天真凉 思景云往内室走了两步 她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周氏 只见她赤裸着后背 趴扶在榻上 那后背的伤口血肉模糊 有的地方甚至深可见骨 下肢似乎很是僵硬 怕不是打断了腿 三十丈呢 思景云看着周氏干裂的嘴唇 吐得叹息一声 又勾唇笑道 周姨娘 你瘦了 周氏文言 奋力地抬起头 看到思景云唇边嘲讽地笑 心中恼火 硬撑起上半身 想掌她的嘴 却不想她上半身 比下半身还重 一个不小心 整个人便从床榻上摔了下来 思景云这才瞧见 她那床榻之上 简直肮脏不堪 不堪入目 想来也是 这些日子 柳妈妈为了讨好自己 刻意对周氏不管不顾 她的拉萨 可不就全都在这床上 思景云 却毫不在意地找了的凳子坐下 看着趴在地上 呼呼喘着气的周氏 道 我见周姨娘孤苦 便求了司将决 让三妹妹来瞧瞧你 不过我如今瞧着 周姨娘似乎是不领我的情 那周氏一听自己的小女儿来看自己 顿时心中一喜 扯着嘶哑的嗓子 道 她在哪儿 袁儿在哪儿 我要见她 你让她进来 司景星也不为难她 扭头冲着门外喊道 林叔 带三妹妹进来 她话一出口 院外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司景云 便一路小跑地冲进了房门 只是 她刚进房门 还未看到 那是地上趴着的周氏 便被房中 那骨骄臭熏地停住了脚 她一脸猛地后退两步 看了一眼院中的景致 这是母亲的梨花院 没错的 在她发愣之时 周氏早已看清了来人 只是在她看到 自家小女儿的脸时 她眼底的情绪剧烈一颤 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颤着嗓音喊道 云儿 你的脸 第118章 完腻了再弄死她 房中本就安静 司景云自然听到了这声音 虽然嘶哑 却不难听出 是她母亲的声音 她扭头朝内侍望来 便见一棚头垢面的妇人 正趴扶在地上 似乎是要朝着她的方向爬过来 母亲 这才几日 母亲竟瘦了这么多 司景云不顾房中 呛鼻的难闻气味 扑了过来 她看着周氏 背上发浓脏污的伤口 眼泪一下子便躺了下来 她颤着手指 将周氏脸上杂乱的头发 履到耳后 哭道 母亲 怎么会这样 你的伤为何这般严重了 莫不是 父亲竟连大夫都没给你请 周氏却顾不上回答问题 而是盯着女儿的裂开的脸 惊慌道 云儿 你的脸你的脸为何会这样 她说着 便费力地抬起左手 想要抚摸上小女儿的脸 却又怕自己将她弄疼 周氏两日水米未尽 胳膊抬了只几膝 便无力地摔落在地上 司景云见周氏身体状况极差 又见床榻上脏污不堪 顿时心生怒气 道 父亲太过分了 母亲即便犯了错误 也不至于如此蹉跎 我定要找父亲说理去 周氏文言 微微一正 虽然她知道柳妈妈背叛了她 却不知那人都交代了些什么 如今柳妈妈被拖出去帐行 说不得 没有说的那些秘密 便永远成了秘密 她忙拦住小女儿 轻喘了一口气 急声道 别给你父亲添麻烦 我再痒痒便好了 道氏你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弄的 你手上为何会绑着绳子 周氏说着说着 便有些激动 她被禁足在这院中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她根本听不到 外面的任何消息 司警云见周氏一脸哀痛 正要说些什么 却听身旁传来一道 她最不想听到的声音 三妹妹 我求了四大将军 让林叔带你过来 如今你们娘俩见了面 也说了话 你也该回柴房了 司警星缓缓站起身 轻拍了下一裙上 不存在的尘埃 脸上带着几分羡慕 有母亲的孩子 当真是幸福 她说完 便朝着守在门口的清蝉 递了个眼色 清蝉大跨不过来 单手便将司警云拎了起来 不由分说地拖出了院子 将绳子交给林叔 周氏见状 惊恐万分 她奋力地趴在地上 往房门处爬去 司警星就这么看着周氏 扭动着沉重的身子 一路爬到了门槛处 只是 院中哪里还有司警云的身影 周氏不知小女儿 到底发生了何事 脸上的伤又是如何来的 将军可有给她找大夫 她心急如焚 却呼地转头看向那脸上 带笑的司警星 怒道 为什么要把云儿带去柴房 是你 一定是你害云儿的 司警星跨出房门 璀璨一笑 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回眸看向地上的周氏 道 是我做的 又如何 比起你们当年做的事 还差远了 不是吗 她分明笑得明媚 可周氏却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她在说什么 她 她到底知道多少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周氏眼下心中慌乱 冷哼道 司警星淡笑一声 蹲下身子凑近周氏 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句话 却惊得周氏眼球蹦出 脸色瞬间煞白如雪 她惊恐地挥舞着手 喊道 鬼 你是鬼 司警星起身 再不停留 抬脚下了门廊台阶 伸手挡住午后的阳光 她微微仰头 笑道 对啊 我本就是鬼 哈哈哈哈 梨花院沉重的木门 咯咯咯地又被关了上 将周氏嘶哑的吼叫声 也关在了院中 司警星背对着梨花院大门 脸上的笑书的一收 她抹了眼眶坠着的泪珠 这场戏 才刚刚拉开序幕 她抬脚走在青石板上 呼地问道 司警号 还有多少日子便回府了 清缠私存片刻 道 还有一个多月 便到了三月期限 王妃若是想再关她些日子 让白熙去跟王爷说一声便是 司警星弯传一笑 摇头道 不 怎么能一直让她多清闲 让她出来才更有趣 绿竹走在另一侧 气鼓鼓地说道 清缠姐 你是不晓得 咱们小姐小时候 受过那混蛋多少欺负 清缠原本的性子比较冷 她自小便被家人卖掉 差点死在人牙子手中 是九王将她买下 送到了邦里 才有了如今的她 她曾经以为 有命在 有饭吃 那便是最好的生活 可如今 在小王妃身边待了这些日子 她似乎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王妃爱笑 她就似阳光一般明媚 虽有时心事重重 遇事却从不退缩 最令她感到新奇的 便是 她家王妃 似乎从未想过 要倚靠过谁 包括她家主子 清缠听绿竹一点点 说着以前的事 心中怒意横生 冷声道 等到那孙子回府 清缠与王妃一道收拾她 对此种坏人 就是要往死里揍 揍到她满地找牙 一顿不行就来两顿 打伤了 再救治 再打 直到完腻了 完烦了 再弄死 司警星不知道这么会儿功夫 清缠已经想好了 司警号的一百种司法 他们刚走到岁华院 便见灵肃匆匆赶来 道 小姐 锐王妃想见你 司警星戏眉微调 道 她要见我 来便是了 怎么还要灵肃你来告知 将军下了命令 日后锐王妃不得擅自回府 若不是她说要见你 将军便直接关门 撵走了她去 灵肃想着 方才将军在前院的雷霆之怒 不由叹气 司警星闻言 只觉好笑 司俊山如今真的是痛改前非 可惜 太迟了 她转身回院 说了句 既然大姐姐点名要见我 那将她带来岁华院吧 第119章 冤大头来送银子 司俊山将手中的茶盏放在桌上 见眉一眠 韩生道 我早就与你说过 这个天下是奇家的 我指中为主 司警约微醋柳眉 不甘心地说道 父亲 如今形势 您怎的还是看不清 不管您站不站队 在外人眼里 您终究是 司俊山不等她说完 猛地一掌拍在桌上 怒目圆瞪呵斥道 大胆 你可知 你在说些什么 瑞王如何 我无从干涉 但你若以将军服女儿身份 前来拉拢 那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 她怎么可能忘记 这个大女儿手上 也沾染了自己爱妻的命 司警约看着一脸怒气的司俊山 心中满是疑惑 总觉得 父亲似乎对他母女有些误会 他正想再劝两句 便见林素回来 林素看了眼面色愈怒的司俊山 上前道 瑞王妃 二小姐请您一步遂华院 司警约文言 抬脚走出一步 又回头 跟司俊山告辞道 父亲 女儿先走一步 女儿方才与您所说之事 您还是再多加考虑一番 罗老将军在南疆的势力 可是日益壮大 若再加上您北部 司俊山文言 脸色铁青地打断她 道 你休要再提及此事 横竖私府这个家门 怕是容不下你 这尊大佛 瑞王妃念 日后还是少回来为妙 她说完 便再不看司警约 只交代林素 带她去完碎华院 便直接送出府 也就转身静止离去 司警约喊了两声父亲 却都没叫来司俊山的回头 林素走在司警约身旁 道 瑞王妃 请吧 二小姐还等着您呢 司警约微微一正 这府上 似乎是变了天 她眼下心中疑虑 扯起一丝笑 道 林素也是看着月儿长大的 怎么突然这般客气 我瞧着父亲 近日面色不太好 可是有什么劳神费心之事 林素往日还觉得这司家大小姐 很是温婉贤良 却不想她被地里进那般阴狠 如今 竟挑唆将军站队 这可真是 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她面不改色地笑道 瑞王妃多虑了 将军常年镇守边关 这一下子写下来 自然是少不得有些烦闷 司警约眸光微动 点头道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 还要劳烦林叔 多多劝慰着父亲先 这做人做事 总是多种选择 眼光也要放得长远些 林叔 您觉得是与不适 林素哪里听不懂 这瑞王妃 是想怂恿她去劝导将军 她甘笑一声 指向前面 道 瞧瞧 光顾着说话了 这不就到了二小姐的碎华院 司警约自然也瞧见了 绿竹正后在院外 似是在等她 她值得笑道 那我便先去找二妹妹续话 林叔 可自去忙吧 我稍后去给祖母请个安 再自行出府便是 方才 她一路走来 瞧见了不少做活的丫头婆子 他们看她的眼色 似乎与往日很是不同 莫不是 府上有何事发生 周氏被禁足 她需要去一趟碧华院 她正要抬脚跨进碎华院 却听得身后林素的声音 瑞王妃安心与二小姐虚话 我在此候着便是 老夫人近日身体抱恙 不见人 瑞王妃改日再去请安便是 司警约柳眉微醋 却不得不点头 谢道 那便有劳灵书了 绿竹眼下谋中笑意 屈膝行礼道 瑞王妃 请 司警约看了她一眼 笑道 瞧瞧这小丫头 出落得欲发水灵了呢 绿竹如今也看清了 府上这些人的心思 她竟不知 这大小姐看上去温柔端庄 实则却坏事干尽 她洋装听不见 理都不理那假惺惺的大小剑 只带她往里走去 司警约见一个小丫头 都敢给她甩脸子 脸上的笑僵住 不再言语 她一进院子 便见司警星正从房中走出来 跟她打着招呼 大姐姐 稀客啊 司警约闻言 忙扯起她那一贯的笑脸 道 二妹妹 这不是 好久没跟你好好续话 今日得空便来了 也不知你有没有空 倒是姐姐大意了 司警星静止坐在 加了软电的石凳上 瞥了她一眼 道 大姐姐废话 怎么这么多 只是续话 那我没空 司警约闻言 脸上的笑意 顿时垮了下去 心中一阵怒气 这个死丫头 竟当着一院子吓人 如此不给她颜面 她真想扭头就走 可 一想到自己今日来此的目的 司警约声声将胸腔中的怒气 压住 凑到了司警星旁边 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石凳上 可她坐的那个石凳 却是没有放软电的 她坐得又用力 顿时疼得她倒抽一口气 司警星可不管她 只自顾 拿着一充扑克牌洗来洗去 司警约缓了一口气 才又说道 二妹妹 咱们姐妹之间 总是少不了些磕碰与误会 往日 若姐姐有做错的 姐姐跟妹妹道声对不住 还望 妹妹别往心中去才是 说到底 咱们总归是一家子血肉姐妹不是 司警星懒懒地摁了一声 却不接话 司警约只觉心口发闷 怎么跟这个贱丫头说话 就这么费劲 她只得轻壳一声 道 二妹妹 姐姐听闻你医术极好 你也知姐姐成亲已有两年 却一直没有身孕 不知 司警星头都没抬 道 大姐姐 一直怎么 我没听清 司警约面色胀红 看了一眼院中 伺候的几个丫头 咬牙道 我 我一直没有身孕 不知二妹妹能不能帮我看看 司警星这才停下手上的动作 抬眸看向她 道 我看着 费用不低 大姐姐应该知晓吧 司警约一听 眸中一亮 脸上带了几分急切 道 枕筋不是问题 二妹妹可有把握 她说完话 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这问了什么话 果不其然 耳边传来一道清冷女声 既然大姐姐不信我 何必多此一举 玉竹 送客 司警约见状 急忙道 不不 我信你 我信你 需要多少枕筋 我现在就拿给你 她说着话 便从衣袖中 掏出一叠银票 问道 二妹妹 这里有五千两银票 都给你 司警星饶有兴致地看向她 笑道 大姐姐 还是走吧 我的枕筋 你出不起 司警约文言 翻着银票的手 微微一颤 问道 你要多少 第120章 狗皮膏药 阴魂不散 司警星招手叫紫苏坐下 拿着一张扑克牌 叫她认识 随口说道 五万两白银 司警约文言 捏着银票的手指 声声僵住 五万两 她咬了咬嘴唇 点头道 我 我明日给你送来 今日可先帮我看诊 司警星扔下手中扑克牌 腾出手 那司警约一剑 忙将手腕递过去 眼眸中满是期待 昨日 又有一位侧妃 被诊出有了身孕 而她这王妃 却迟迟生不出孩子 将来 数子女一个个的 都生在自己嫡子女前头 还不成了金钟的笑柄 再者 王爷如今 对她也大不如前 若还没个孩子傍身 只怕是她这王妃 还不如个侧妃 她看着司警星 微微促起的眉头 小心翼翼地问道 可有得知 司警星不言语 又掐了她另一只手腕 才收了手 道 能知 回家准备银子吧 明日来取药 司警约本还想听听 这个二妹妹 能说出些自己的身体状况 却不想 她竟一个字 都不肯多说 还张嘴闭嘴就提前 果真是个眼皮子浅的东西 不管她心中怎么想 脸上却还是硬生生地 扯了一丝笑 道 那便劳烦二妹妹了 绿竹送了司警约出远门 回来便皱眉道 小姐 为何要帮她 她如今没有身孕 还总是找小姐的麻烦 若是 她怀了瑞王的子嗣 她不得得意地要上天 司警星招手让绿竹也坐下 一边分排 一边说道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你只等看戏便是 司警约随着灵素一路出了府 心中满是喜悦 她只想着 再过不久 自己腹中也能有一个小人 便不由自主地笑弯了唇 倒是一时忘了 府上不同以往的气氛 也忘了找借口去碧落院之事 司警星心情不错 带着绿竹 紫苏打了会儿扑克牌 便一道出了府 她没坐马车 只走了一盏茶的功夫 也便站在了一座宅院外 这便是 齐莫黎送给她的那处宅子 门扁上是空的 没有名字 司警星不禁玩耳一笑 转头对着清缠道 你说说 你家主子是有多怕累 连个名字都不肯起 清缠也跟着笑 道 主子倒不是怕累 只是怕王妃 你看不上她起的名字 绿竹拿着一把铜钥匙 正要上前开门 便听身后 有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司警星自然也听到 转头瞧去 便见齐南验证推开车厢 下了马车 她皱眉 这人怎么还阴魂不散了呢 只见她 面露哀伤之色 竟是没挂着她 往日那张假笑面具 齐南验下了马车 便见那女子朝自己看来 心中不禁一阵欢喜 她快走两步 却分明看清 她眸中闪过的一丝闲雾 她看了眼她身后的宅子 心中愈发痛苦 道 二妹妹 可否借一步说话 司警星身行不动 道 有话就在这里说吧 她与她是没有什么话 是需要避讳人的 齐南验上前一步 便见她后退一步 也就停住了脚 站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 她从来没想过 当年那个总是偷偷躲在 暗处瞧自己的女子 竟背叛了自己 她眼中满是伤痛 张嘴问道 你 当真是叫我忘了 司警星闻言 微微一正 整个人都傻了 她什么时候记得过她 记得她落井下石 记得她饭间卖弄 还是记得她有病 她眸中闪过一丝寒意 冷声道 瑞王殿下 你怕不是出门没吃药吧 我 司警星 从未记得过你 齐南验眉心拧成一个穿字 她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少女 她脸上 光洁无暇 再不是那个满脸黑般的丑陋小丫头 她此时截然一身站在那里 便是一动不动 都让人感觉到 一股寒霜之气 冷得吓人 她 当真是变了 你为何会变成这样 司警星摇头 道 我变成什么样子 都与你没关系 瑞王殿下 你可莫要忘了 我日后可是要做你皇审的 齐南验闭了闭眼 她一开始 只是想利用她对自己的爱意 让她在九皇叔那边周旋 如今 静世 丢了她 一想到眼前女子的背叛 齐南验目自尽烈 恼怒道 司警星 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 她说完 正要转身离去 却见不远处 停下了一辆马车 是去而复返的司警月 她快步 走到二人面前 扬起一抹笑 道 王爷是来看二妹妹的吗 怎地不叫臣妾一道来 她说话的时候 是看向司警星的 那脸上也是带着笑的 可那双眼中 分明带着几分怒意 齐南验冷哼一声 甩开司警月 拉着自己的手 大步离去 她一离开 司警月脸上的笑 便戛然一收 二妹妹 你当真 要与我争抢 司警星闻言 大笑道 我早就说过 你用过的东西 我不稀罕 尤其是男人 我嫌脏 齐南验的马车还没走远 她耳利好 自是将司警星的话 尽数听进了耳中 她对着赶车的侍卫怒吼道 走 一个女人而已 只是 若是她的心不在 自己这里 又怎么才能牵扯住九皇叔 如今龙鹰 看似平静 实则内忧外患 正是好时机 若九皇叔 不能为己所用 见州北 六百里外的淮北 徐州府 知府贾文生 此时正坐在一张圆桌前 桌上 摆了荤素六道菜 一碗百米 一盅参汤 她刚拿起筷子 便听门外 传来一道急促的通病声 老爷 同志大人来了 她摆摆手 示意让他进来 没多时 那刚刚上任的徐州同志 傅同便急匆匆地进了门来 贾文生掀着眼皮 看了她一眼 喝下一口热气腾腾的参汤 呵斥道 傅大人 什么事情 不能明日衙门声听点卯的时候说 非得大中午 这般火急火燎的搅扰本官进午饭 那旁的傅同文言 忙急迫地拱手道 大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在悠哉地喝着参汤 您还不知道吗 出大事了 第121章 我做得太失败 贾文生文言 毫不在意地摆手道 不就水灾那点事 放心吧 傅大人 本府在月前便已发过安民告示 只要老是在家待着 救灾粮一到 自然便有吃有穿 傅同见这知府大人 依旧不急不慌 气笑道 那下官倒要请问大人 您说的那救灾前粮 从何而来 莫不是 要等建州拨款拨粮下来 那贾文生放下手中筷子 拿起帕子 擦了擦嘴角的油字 这才点头 慢条思理地说道 自然 傅大人也不用急 半月前 洪水刚当过境时 本府便已拆人去了建州 傅同文言 不由一愣 反问道 为何下官竟不知此事 去往建州送救灾抵报 为何没有用到下官的硬件 贾文生摇摇头 嘲讽道 傅大人啊 你还是太年轻 你可知 整个龙银有多少州府 而每年找户部 要银子救济的 人家凭什么 先拨付银子给你 你得找对门落 老爹 本官是谁的人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傅同文言 反对道 大人之言 下官不敢苟同 发生此等大事 地方自救 应是第一要务 朝廷本有救治 每年存府库赋税十之一 作为常年救灾储备 这笔钱 先拿出来多多开设州场 让受难的乡民们 保住一条命才是 徐州距离建州六百里 即便有朝廷的镇绩钱粮到了 也要一个月 咱们作为父母官 难不成就眼睁睁看着老百姓饿死吗 贾文生文言 谋光危暗 拉着父同一到座下 才叹气道 你以为 本大人就想看着百姓流离失所 恶嫖遍言 你也知道 徐州这地界穷乡僻壤 哪有多少赋税收入 本府政府一方 除了救灾 湘贤助学 修建圣祠 京城打点 哪里不是钱 如今 银库哪里还有什么余钱去购米粮 父同文言 顿时心下一惊 急得直跺脚 道 大人哪 太平盛世饿死人 是要掉脑袋的 事已至此 便等着灾民闹到朝廷 你我人头落地吧 贾文生文言 面色有些发白 颤声道 你说什么 那傅同却疼得站起了身 怒声道 同山县之县今日来报 已有五六万灾民离开家乡 沿着运河 南下建州逃荒去了 贾文生一听这话 手中杯盏灯石落地 一日 天气晴好 司景星今日难得醒得早 有着屋里几个丫头 给他梳妆打扮 司景星吃过早饭 便准备出府去南家 却在岁华院门外 意外地碰到了斯郡山 他昨日去瞧过周氏 见他被打得惨 又没叫大夫来给他瞧伤 可见他是当真恨透了周氏 可 那又如何 园主的母亲 早已化成一堆白骨 而园主 也已香消玉允 一切 都已没了回头路 他不能代表任何一个人原谅他 司郡山望着眼前出落的 停停玉立的女儿 愈发与他母亲相像 只是 那双眸子中泛着的光 清冷又疏离 馨儿 今日是你生辰之日 父亲 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 这是我前些年 为你母亲置办的几间铺子 还没来得及送他 如今 便交到你手里吧 他说着话 便将一个黑漆木盒递了过来 司警星看着他 分明在外是 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却管理不好一个后院 也不知造成如今局面 是要怪他粗心大意 还是要怪兰氏太过纯凉 他无意多想 摇头道 这些铺子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也当作 留了个念想 司郡山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久久不能回神 捏着木盒的手 终究是落了下来 林素 你说 我这父亲 做得是不是太失败了 林素只比司郡山小两岁 之前 在战场上受伤 伤及命脉 便一直没有澄清 他虽然没有孩子 却比司郡山这个局中人 看得透彻 道 那日 我们去林乡寺 他来寻我 他说 当初 将军你重伤归来 高烧不退 他其实完全可以不救治你 因为没人知晓 他自学了医术 他只是想亲口问问你 为何这些年 对他不管不顾不闻不问 为何疏离躲避他 他根本不知道 你恨了他这么多年 结果 竟只是一个误会 他这些年受的苦楚与欺辱 又如何能轻易忘怀 万幸的是 小姐命大 没被那周姨娘几人 他说不下去了 四郡山听到最后 已是面如土色 他挥退林素 独自朝着乙竹苑 夺步而去 他脑中不断闪出近些日子 他做的事 说的话 他记得 他伤势好转清醒后 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便是训斥他 是你教唆老太太 废除周氏的主母之位 你好大的胆子 他还曾拿杯盏砸他 他还为了周氏 怒骂他逆语 他还曾听信 四郡山顿住脚步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巴掌 继而转身 朝着周氏的梨花院 大步走去 那些伤口 该愈合了吧 他走至门外 便听院内 时不时传来一声一声的嘶吼 什么鬼啊神的 他才不去理会 只站在门外 叫婆子去里面 又打了周氏十个板子 又叫新派来的婆子 好生伺候他 还给他送了些金疮药 不然好 下次怎么打 他交代完 便转身离去 只是刚行之半路 便碰到来寻他的婆子 老燕 方才老夫人院里的女妈妈 亲自来柴房 将三小姐接了去 四郡山面色一沉 朝着和韵院而去 龙鹰女子十五吉吉 意味着少女长大成人 到了许配人家 或是出嫁的年龄 四景星素日里 喜欢冷色细衣裙 今日 却被大舅妈审视劝着 换了件水粉色长裙 瞧瞧 我们仙儿 这小脸衬得多红润 三舅妈韩氏一边夸赞着 一边又与紫苏 一起帮四景星 换了头面妆容 四景星含笑望着桌子上 摆着的几个大托盘 上面摆着十几套 各色衣裙 及配套的头面首饰 被人疼爱的感觉 便是这样吗 第122章 吉吉里程 行吉吉里前 就是要穿些明艳的颜色 代表着少女的天真烂漫 大夫人沈氏 温柔地拉过四景星的手 眸光中难掩失落 当年将这孩子独自留在心中 真是悔恨不已 竟是错过了这么些年 在一起的日子 这一谎言 当初那个软糯糯的小娃娃 就变成了大姑娘 再也抱不起来 四景星含笑 道 谢谢舅妈们准备的衣裙 心儿很喜欢 她本以为 今日就是一家人 一起吃个饭而已 却不想 她一进府才发现 蓝府处处张灯结彩 就似过年一般热闹 一问才知 外祖母心疼外孙女 十年没过生辰 她一声令下 大半 给这些年来 与他们蓝家有来往的亲朋好友 都递了帖子 就连四景星的小姐妹们 与她有交情的横王妃等人 蓝府都细心地照顾到了 最令她没想到的是 今日的正兵 也就是为她夹击之人 竟然是皇太后 这夹击之人 一般都是选家中 最为端庄稳重 最为有福气的女性前辈来做 而皇太后 自然当的全龙营 最有福气的女性前辈 一时间 花厅中所有女眷 都对蓝府小小姐 充满了羡慕之情 四景星换好了衣装 在三舅妈韩氏的陪同下 进了厅门 她朝着众位宾客的方向 坐衣行礼 皇太后 今日身着一件青色戴红边的宫袍 衣袍上用金银线 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 雍容又华贵 她姿态端庄 面上含笑地进了手后 便开始为四景星梳头 急急 讲究三家 三拜礼 三家 指的是 出家发际 在家发簪 三家拆棺 搭配三套不同服饰 象征着女子不同的成长过程 三拜 则是每家一次鸡 拜父母 拜尊师 拜家庙 做好了传承家训的准备 最后 便是皇太后 慈爱地将四景星扶起 道 今日 你便是大姑娘 哀家赐你一个字 加宁 代表着急庆 幸福 欢喜 安宁 女子在急急前 只有名字 没有字 她如今便是名为四景星 自加宁 思景星这才明白 为什么还未婚配的小姐 都是说戴字归忠 长发晚起 及机礼结束 兰府老夫人则宣布 兰府小小姐的 及机礼已成 感谢诸位夫人 小姐的盛情参与 接下来便是 刘帅儿的瓜果蜜饧 甜品糕饼 还有当下最实心的小食 冰粉 这可是让金钟贵女们 除了雅序捞 便再也买不到的东西 齐男龄挽住 思景星的手臂 笑闹道 你这小机灵鬼 这又招揽了一波 有钱的时刻 思景星哈哈笑道 俗话说 要想留住姑娘的心 要先去抓住她的胃口 横王妃也接话道 上次便问你 那新铺子之事 当时还瞒着不说 今日怎么的 还要保密不成 皇太后 与兰府老太太 年轻时便有来往 多年交情 这才破例出宫 来做这家机之人 她是头一次吃这冰粉 只觉爽滑沁凉 清香适口 倒是解了她 连日来的燥热火气 她冲兰府老夫人笑道 你这外孙女 可是个心思透的 兰老太太闻言 便望着正与小姐妹们 说说笑笑的外孙女 心疼道 谢儿她 早到今日 不易 我当年 竟将她独自留在了 思家那混账手里 皇太后对思俊山之事 早有耳闻 只劝未道 你如今也瞧见了 咱们希儿 虽然娇小瘦弱 却不是那胆怯矫情之人 吉吉里 一般不做宴请 可兰府却不管那个 直接开了席面 兰府相邀的 本都是 与兰府相交甚好的人家 多的是想借机 与兰府搭上关系的 却是连吉吉里 都送不进来 比如 此时正懊悔不已的 齐南宴 当年 她就应该直接将 司警星那座侧飞 这样兰府 司府便都在她麾下 要知道 整个龙云北部 便是司俊山 与她老丈人 兰老将军的势力下 如今 当真是晚了 宴席结束后 司警星又被三位舅妈 哄抢一通 最后还是老夫人发话 带她回了自己的院子 司警星扶着外祖母胳膊 让她坐下 又乖巧地站在她身后 帮她揉着肩背 道 外祖母 您对希儿太好了 希儿又让您费心了 老夫人将她拉到身前 揽在怀中 道 这些年 你一个人应对那些个 豺狼虎抱 受苦了 在兰府 你不需要处处小心 往后 这里便是你的家 司警星伸手抱住身旁的外祖母 她真的太像自己前世的奶奶 从来了这个世界 她已经习惯了亲情的冷漠 如今却有人给了她一个家 她很喜欢兰府 不单单是外祖母 与三位舅妈对她好 而是 兰府的家规 让她有种融入感 男子 不得纳妾 女子 不得为妾 外祖母 外祖父以身作则 更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 对待三个儿媳都是极好 甚至超过了自家儿子 三位舅妈 也都是纯粮之人 又无需与他人分享夫君 他们每日里心绪开朗 待府中下人 也都宽厚仁慈 久而久之 整个兰府上下 自然就是这种 和谐轻暮的气氛 祖孙俩叙叨叨 说了一会儿话 便有下人来报 说 莫英王到了 说是要见小小姐 大夫人已经带着她 往这边来了 老夫人闻言 心中不眠 有些担忧 看向司警星 道 心儿 莫英王年轻气盛 又是战场上的杀神 他脾气暴躁 你若是不想嫁她 外祖母拼着一品告命 也能去皇帝面前退了 司警星却摇了摇 他外祖母的手 安抚道 外祖母 心儿受尽苦楚 也学会了看人 他对仙儿很好 当日 他为了给孙女出气 硬是闯了私家后宅 鞭打了周氏 二十一遍 他很是尊重孙女 会征求 我很多意见 他见老夫人面上 愁容不减 便笑道 您若是不放心 我不嫁就是 等到您觉得 看他顺了眼 再一遍是 他话音刚落 便听院中 传来一道清冷男声 舅妈 您瞧瞧 他好狠的心 第123章 看人下菜碟 蓝府老夫人文言 看向司警星 不禁好笑道 瞧瞧 这人脸皮 竟如此的厚 连舅妈都叫上了 司警星抿唇笑起来 扭头朝房门处看去 便见丫头 打了帘子 那人 随着大夫人审视 进了门来 见人进来 他忙从老夫人怀里 坐端正了些 方才背着那人 说了不嫁他的话 心里有些发虚 却还是佯装镇定 瞪了他一眼 齐末离一进门 便见自家小丫头 正一脸娇憨的倚靠 在蓝家老夫人怀中 俨然就是一个 跟长辈撒娇的小女娲 她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她 她一直以来 都是截然一身 没有后路 齐末离心中 不由一痛 她的小丫头 终于不再只有 她一人疼她护她 她大不上前 对着老夫人拱手道 见过外祖母 近一点架子都没有 老夫人见状 忙道 九王言重 你与我们心儿 还未澄清 这声外祖母 喊得是不是有些早了 司警心抬眸瞧去 老太太话里 虽是在拒绝 可她脸上的 笑意分明深了许多 齐末离却道 如今 咱们星星 都已经急急 澄清还不是很快 便提上日程 早喊几天 不妨是 她说着话 便朝着老夫人 身旁的小丫头看去 女子当着长辈的面 被谈及婚事 都是含羞待怯的 却不想 那丫头脸上 竟没有看到一丝娇羞 只看到 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表情 她唇角弯出个弧度 此时 真想将那小丫头 搂进怀里 揉捏一通 司警心接收到那人的眼神 指得含笑垂眸 谁能想到 在外人眼中 杀人如麻的九颜罗 竟是个惯会哄骗人的 看着二人离去的身影 老夫人只叹气道 女大不中留啊 大夫人审视 却深感欣慰 只是劝道 母亲 宁莫要舍不得 馨儿终归是要嫁人 与其找个平庸无能的男子 不若找个能护得住他的 方才来的路上 她与我说 日后只娶馨儿一人 倒是合了咱们府上的规矩 如今 咱们也回了京中 多方留意 这九王便是 但凡 她有个对馨儿不好的 咱们家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老夫人 今日瞧了这九王 倒也不似传闻中 那般狂妄 只是觉得 皇太后这婚赐得太早了些 如今听了审视的话 倒也宽慰几分 趁她还在 要好好考量着九王 司警星坐在马车上 笑道 你倒是会看人下菜碟 之前在司家老太太面前 你可不是这样的 其末 离拉过她软弱无骨的小手 道 平嘴 本王这叫慧眼如炬 她顿了顿 眸中带着几分宠溺地说道 行 生辰快乐 我们的小财迷 近日又是收聘礼 又是收集机礼 小库房 都快装不下了吧 今日本王带你去一个 好玩的地方 司警星文言 脸上便挂满了笑 近日来 的确是收钱 收到手软 属时有那么一点点快乐 她撩了窗漫 好奇问道 去哪里 其末离 却是将扒着车窗的小丫头 拽了回来 让她的头靠在自己臂弯中 道 你忙活了半日 到那里还有一段路 你先睡会儿 谁料 她话音刚落 司警星便打了个哈欠 司警星不好意思地黑黑一笑 她倒是忘了 今日是起了个大早的 不多时 她便迷迷糊糊间 睡了过去 倒是忘了昨日 与司警月约定好的事 此时的将军府大门前 司警月皱着眉头 对府上新患的管家说道 我是将军府敌长女 回自己府上 你竟敢拦我 那新任管家建瑞王妃 面色微沉 却毫不畏惧 这将军府还是将军说了算的 她恭敬地笑道 王妃 还是请回吧 二小姐当真 是不在府上 至于这大门 能不能进 也是将军 亲自交代下来的 王妃 还是莫要为男小的了 司警月冷哼一声 气愤道 我早上来 你便说她不在府上 如今已过晌午 你竟还说她不在府上 她能跑去哪里 那管家却皱了眉头 道 王妃是二小姐的亲姐姐 竟是不知 咱们二小姐 今日去兰老将军府上过吉吉里 她说完 便捂了嘴巴 司警月文言 顿时瞪眼道 去兰府过吉吉里 将军府的脸面 还要飙了 我父亲老太太 与静能同意 你莫不是在框我 那管家却不解释 直到 王妃请自便 司警月见状 暗骂着新管家苟障人士 却又没得法子 指得上了马车 瑞王府 翠景阁 司警月疲累地 躺在美人榻上 由着丫头 帮她捶着腿 她一日 回了两趟将军府 却都没能进得了 将军府的大门 她怎么都琢磨不明白 这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 父亲为何 对她的态度转变 如此之大 母亲的伤情如何了 三妹妹怎么一点动静 都没有传出来 她长叹一口气 却呼得眸光一动 道 春芝 你近日来 可与你姑妈有过来往 那垂腿的春芝文言 手下动作不停 嘴里硬着 道 未曾 王妃不是说过 为了以防万一 不要与姑妈接触 司警月将跪地捶腿的春芝扶起来 催促道 你现在就去 将林妈妈请到府上来 我有话要问她 快去 春芝这会子 也反应过来 王妃去将军府 处处碰壁 定有事发生 而自己的姑妈林妈妈 是在和孕院当职 定是能带出些消息的 她连忙说道 好 奴婢这就再去一趟将军府 春芝一走 房中另一个丫头春芋 快步从门外走了进来 王妃 王爷朝着咱们院子来了 奴婢瞧着王爷 脸色不是很好 司警月文言 疼得坐直了身子 吻了吻心神 又理了理发剂 才扯出一副笑脸 走出了房门 只是她刚跨出房门 便见齐南燕 一脸怒气地跨进了院门 她心中不由一震 慌忙道 王爷 您来了 今日 只是她话还未说完 脖子便被来人狠狠地掐了住 在这一瞬间 司警月心中满是恐惧 她只觉胸腔中的气息 越来越稀薄 却在这时 耳边传来她阴狠的声音 听闻 你已经被司俊山废弃了 第124章 她送的生辰里 就在司警月以为自己 要被掐死的最后一刻 碰 的一声 她被扔在了地上 她作为瑞王妃 所有的骄傲与荣宠 都随着这一声 化为乌有 司警月躺在地上 贪婪地将气息填满胸腔 她望着站在那里的男子 她是那般的温润如玉 面容俊秀 她第一次见她 便下了决心 要嫁她为父 终于 通过她的努力 她注意到了她 也不顾她母亲是妾室台位 迎她做了正妃 那可是正妃 她一直以为 她是因为感受到了 自己对她的爱意 所以才在澄清后 对自己百般呵护 却不想 自从上次 政策非腹中的胎儿掉了后 她与她之间的关系 便一再僵化 胎儿吗 司警月猛地想起 昨日碎华院中 司警月那信誓旦旦的样子 她说 能治 若自己生出府上第一个孩儿 那她的王妃之位 便能顾若金汤 她这样想着 便自顾自地爬起身来 站在距离齐南燕不远处 笑道 王爷多虑了 父亲近日 只是与母亲闹了误会 这才迁怒于我 退一万步讲 我总归是父亲的亲生女儿 她怎会弃我于不顾呢 齐南燕看着眼前 女子一身的狼狈之色 当年若不是形势所逼 她怎会将正妃之位给她 她又怎么会听不出 她话中的弦外之音 若她在瑞王府过得不好 将军府会为她一拼到底 她你没道 你无须与我打马虎眼 司俊山如今 确实已将你拒之门外 本王的府上 从不养闲人 王妃还是多想想法子 看看自己还能有什么用吧 齐南燕说完话 便转身欲要离去 却呼得顿住脚步 回头道 王妃 是否还未听闻 你二舅妈死前 傅中正 怀着身欲 你猜她怀的是谁的种 司锦月文言 微微一愣 玄机变色一白 摇头道 臣妾不知 齐南燕瞥了她一眼 道 自然是你大舅舅的种 可惜了 司锦月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那人离去的背影 亮呛着后退几步 幸好被春玉扶了一把 这才没有摔倒在地 春玉 你说 外面是不是全都知晓了此事 二舅舅 又该如何自处 母亲这边又这个样子 春玉将尸魂落魄的司锦月 扶进了房中 倒了茶给她 道 王妃 您先喝杯茶压压惊 咱们等春枝回来 再从长计议 不同于司锦月这边的惶恐不安 司锦星此时 正睡眼惺忪地 被齐莫离抱下了马车 她愣愣地望着眼前的牌坊念叨 宁九山庄 因着刚睡醒 她的嗓音中带着几分甜蜜与沙哑 听上去极度诱惑 齐莫离将人抱得更紧了些 道 便是这里了 司锦星挣扎着 从齐莫离怀中跳下来 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 竟是在半山腰上 往下瞧去 层层叠叠的山巒 很是壮观 她惊奇地发现 这里的树棺 竟还是绿的 与京中的黄叶截然不同 一阵秋风吹过 司锦星下意识 打了个哆嗦 紧接着便是一件 带着体温的斗篷 将它包裹了个严严实实 她回头 笑完了眼睛 道 帅哥 服务很好 齐莫离听不懂 她说的帅哥 是何意 却知道 她在拿她打去 不禁抬手 捏了捏她肉嘟嘟的小脸 道 别平嘴 惹倒了我 这里可没人能救你 司锦星文言 嘟了嘟嘴 甩开齐莫离的手 回给她一个大白眼 抬腿 就朝着那山庄大门跑去 齐莫离就看着 被甩开的手 无奈大步跟上 门外早有人候着 见人来了 恭敬行礼 道 王爷 王妃 庄园已布置齐呗 她说完 便带着几人 王妃走去 这宁九山庄 地处半山腰 更有部分园子 被山体阴影遮挡 走在山庄中 十分凉爽 想来若是夏日避暑 此地便最是事宜 司锦星走在山庄石板路上 涌路两侧绿树成荫 夹杂着几颗红叶枫树 此时 正值红叶时节 与翠绿互相交叠 色彩斑斓 甚是好看 庄园建在半山腰 却依旧将景致 划分了几个区域 不仅雄伟壮观的楼宇 更有江南水运的胡亭 吉父也去 司锦星走了三个园子 便累得走不动路 被齐莫梨抱在怀里 惹得园子里 刺弄花草的下人 都眼唇而笑 他难得的脸红 暗骂齐莫梨不懂浪漫 没事带他来爬山 不多时 齐莫梨也便住了脚 将司锦星放了下来 道 这山庄与其他庄子不同的地方 便是有几眼泉水 一年四季皆是暖的 我想着你定会喜欢 不过 再饶过这处会有你更喜欢的东西 那便是我今日送你的生辰礼 温泉水啊 司锦星虽然很想 现在就美美地泡一个山泉走 可想想 还有更好的东西 便也不觉得累了 大不得跟在齐莫梨身后走去 马车晃晃悠悠地往京中走去 司锦星愣是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望着桌挤上摆着的一大块鸡瓶玉石 道 那个咱们自己的玉矿 要上报给国家吗 齐莫梨捏了捏他的小脸 笑道 我的东西 无需上报 如今送给你 你放心用便是 司锦星文言 摸上那玉石 狠狠点头 马车行进了半个时辰 快到城门口时 却偶尔听闻几声哀嚎声 或是痛哭声 司锦星撩了窗漫 便见几个衣衫褴褶的乡鸣 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隔一段距离 便又会碰到几个 他不禁柳眉微醋 与齐莫梨对视一眼 便吩咐清蝉下车去询问一番 瞧着那些人的样子 倒向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 根本不是城区附近的乞丐 齐莫梨见没一名 私存片刻 道 近日 听城门校尉上报过 说是接连三日 都有一小谷一小谷的 或三或五的乞丐模样的人进京 看来 事情很是不简单 第125章 京中涌现灾民 不多时 马车在城门口 缓缓停下 齐莫梨先行下了马车 又伸手 将司锦星扶了下来 他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城门口已经聚集了 二三十个衣衫破旧的百姓 细看之下 那些人虽衣着破旧 脸上却很是干净 只是脚底的鞋子大都磨烂了 清禅连续问了几个行人 这才返回司锦星身旁 道 王妃 这些人家住同县 说是秋收前赶上英语连绵数日 庄稼颗粒无收 这才不得以长途跋涉 赶来建州寻找活路 司锦星闻言 看向齐莫梨道 我想起来了 我爱祖母与三位舅妈之前说过 在回京路上遇到两怀音语数日 水位大涨 不得不改坐了马车回来 如此说来 那地方水灾成患 齐莫梨扫了衍城门口 便见两名守门将士 正对那些乡名挥手驱赶 他脸色微沉 道 行 此时非同小可 我现下便要进宫一趟 你乖乖回府 我得空便去找你 他说完 又不放心地叮嘱了清禅 道 护好你家主子 清禅对齐莫梨那是长久以来的敬重 闻听此言 盲弓身硬道 是 齐莫离再看一眼司警星 叮嘱他赶快回府 便转身走至那守城江市处 牵了马 飞奔而去 莫云随后跟上 赶车的白皙见状 便喊着王妃上马车 赶快进城 却见他正朝着城墙跟的人群望去 城门处的城门校尉无忠 此时也看到了司警星 前些日子 便是听了这莫英王妃的话 他拿着一两银子 从周侍郎大人手中 买下一匹倒地不起的骏马 巫中快步走了过来 拱手行礼道 见过王妃 这里是 上次卖马转的五十九两银子 司警星看他地上来个 分量足足的钱袋子 不禁笑道 怎爹 还随身带着呢 巫中闻言 挠了挠后脑勺 憨厚一笑 道 不敢冒昧送到王妃府上 只有每日里带着 等哪日遇到王妃 便能将此银子还给王妃 司警星笑道 这银子 也是你信我 才能转到手的 你自己留着便是 他说完 便指着不远处的几个乡名 问道 为何不让这些人进城 那巫中 拿着钱袋子 正不知 是该推辞 还是该收起来 听王妃问话 也朝着那些人看去 道 前两日还好 一两个 也就让他们进了城 只是这两日 越来越多 下官见此情形日趋严重 已经上报朝廷 却一直未收到指示 司警星点头 这些人 一不是来京中寻亲 二不是来京中做生意 若是一下子涌入城中 最怕的 便是引起京中骚乱 司警星微微醋眉 他最担心的是 后面是否还有大批量的灾民 朝着建州而来 他再看了一眼 城墙根下的乡名 只见一个汉子 正拿着一块干硬的烙饼 撕成三份 分给他的两个孩子与媳妇 而他自己 则摆着手 嘴里似是在说着自己不饿 若不是家乡 当真活不下去 谁又愿意带着媳妇 孩子背井离乡 遭受旁人白眼 在清缠的催促下 他上了马车 却不是回江郡府 而是让白熙赶着马车 往龙心街的雅絮捞而去 马车走在街上 司警星撩着窗漫 细细瞧着街道角落 果然偶见几个衣着破旧 却并不似普通乞丐的人 马车到雅絮捞时 司警星瞧见一个小女孩 正蹲在雅絮捞门外 可怜巴巴地望着门里 期盼着能有人送他些吃食 看上去 他并不太会乞讨 甚至他都不张嘴讨要 更不似那些乞丐 进了门去行起 雅絮捞大堂中 裴清竹正在与方掌柜说着什么 见他下了马车 忙颖了出来 主子 听闻您今日过生辰 怎得还有空过来 司警星笑道 你消息倒还挺灵通 裴清竹将其让进了门 一边跟在他身后上楼 一边笑道 近日与东家府上的燕妃姑娘 一起商议新铺子开业事宜 自然要多打探些东家的事情 他说完便看向方掌柜 笑道 我们兄弟二人得东家赏识 在东家手下得了好差事 也没什么好送东家的 今日便给东家报报账吧 几人进了二楼会议室 都坐下后 方掌柜捧着一本账册 放在司警星歌前 一脸骄傲地道 东家 咱们雅絮捞开业 才六日 您瞧瞧这个收益 您可还满意 司警星也不扫二人心 一目十行地扫过那半本账册 只在最后一页盯了好一会儿 台莫问道 六日的纯收益1830两 他想过雅絮捞能赚钱 却没想 几天时间而已 就能把这铺子前期的投入的两千两银子 赚回来 裴卿主与方掌柜 见东家的反应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 方掌柜佩服道 方某座掌柜多年 从未见过谁家铺子 能如此快速地收回成本 这还多亏了东家的锦囊妙计 司警星笑道 铺子赚钱 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 今日我高兴 这个月 除了正常提成与业绩奖励发放 店中所有人 每人额外多发五两银子 裴卿主与方掌柜对视一眼 一同笑道 多谢东家 五两银子 那可是他们之前 在龙兴商行 一个月的心惊愿前 更别提那些小伙计 他们在别处干 一个月才一两银子 这是多走运 才能碰到这样 出手大方的好东家 随后 方掌柜便出了会议室 去将此好消息 分享给铺子中的伙计与后厨 司警星喝了一口茶 台莫问道 裴大哥 近日可发现 城中有何异动 裴卿主走到窗边 看着街道上人来人往 周梅道 近两日来 街上多了些沿街乞讨的 就连咱们铺子门口 也有 他微微一顿 口气中却有些怀疑 道 但 他们又似乎并不太擅长行起 司警星点头 吩咐道 今日去准备准备 明日起 在铺子外面架两口大锅 煮些汤粥 记得里面加些蔬菜 盐巴 你再去找赵鱼一趟 也在寄人堂外面 安排一下 他正说着话 就听楼梯咚咚咚的响 方掌柜推门进来 道 主子 有个小乞丐 晕倒在了 咱们铺子的门槛上 他家母亲 一直在门外磕头 叫咱们行善 救治一下 被他这一闹 门外已经围了不少人 主子 您看 第126章 夜晚大婚 司警星带着裴青竹 已到下了二楼 果见门外围着一圈 看热闹的人 因着这铺子位置极好 在建州城最繁华的龙兴街上 能再次消费的都是非富即贵 可他们 却没有一个人 愿意出点银子 帮那晕倒的小女娃 叫个大夫 司警星蹲在那小女娃身侧 示意那磕头的妇人亭下 才伸手摸了那女娃的脉搏 又叹了叹她的额头 他收了手 对那妇人道 没有大爱 只是风寒发热 你随着我的人 去东平大街的寄人堂 那里有要有大夫 也有暂时休息的地方 可以容纳你母女二人 他转头 对着裴青竹道 裴大哥 你带他们过去吧 再与赵掌柜安排一下 施州的事宜 此事要尽快 那妇人一听 这貌美的小姐 不仅要给他家女儿治病 他竟然还要施州 他当时又在青石板台阶上 磕了个头 道 谢谢小姐大恩大德 趁着裴青竹安排马车的时间 司警星让那妇人将孩子抱起 一道进了雅虚捞 他问道 你们可是从铜线来 那边当真发生了水灾 那妇人文言 面上一白 道 小姐 实不相瞒 家乡确实发了水灾 孩子爹便是死在了来金的路上 而金 小女又当街晕倒 若是她也离我而去 我 我这才迫不得已 跪在小姐铺子前 叨扰了小姐 司警星听了这话 心中不免 有些同情 道 我啊 这人呢 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熬过去便是雨过天晴 都会好起来 只是 你们为何会长途跋涉 跑来建州 当地父母官 竟是对你们不管不顾 那夫人擦了擦脸上的泪 摇头道 没有 一直都没有开仓放粮 更没有开设周棚 只叫我们在家安心等着 却没说 要等到什么时候 百姓家里都没有余粮 等下去便是要饿死 裴清竹驾着马车 带着那母女二人离去 司警星也上了马车 回了将军府 与此同时 瑞王府 居然躺 齐南燕坐于书案后 将手中的一封无名秘信打开 借着昏黄的烛光看去 白纸上却空无一字 他将灯罩挪开 将纸张靠近那烛火 几行字便逐一显露出来 主子 两怀水灾 刁民进京 他又将那折叠的银票展开 赫然是一张横通银号的 五十万两银票 齐南燕浓眉微拧 修长的手指 无规律地敲打在书案上 看着那白纸上的几个字 渐渐消失 才抬手 将白纸放在烛火上点燃 烧成了灰烬 他思寸片刻 站起身来 朝着窗外吩咐道 来人 去将户部左侍郎 请到府上来 而此时的翠景阁中 思景月听完灵妈妈说的话 眸中闪过一丝惶恐 脸上却还挂着浅浅的笑 道 多谢灵妈妈来这一趟 他一边说着 一边让春玉将一个小荷包 塞进了灵妈妈的衣袖 随后便让春芝 将灵妈妈偷偷地从后门处 送出了府 思景月似乎一下便没了力气 瘫坐在椅子中 母亲被杖打 至今未有起色 三妹妹被毁容 如今被禁足 怎么会这样 他眸光幽暗 他脑中闪现着近些日子以来 发生的一幕幕 最终 还是将所有问题 都归咎到了思景星的身上 若不是他回来 将军府定不是县下的光景 父亲也是的 是中了邪吧 静都看不出 那丫头是个败家的邪岁 客家宅的灾心 他努力压下心中火气 掩盖好心中所想 叫来春玉 在他耳边吩咐了几句 那春玉先是微微一愣 旋即便跑了出去 深秋的夜 风过树梢 哗哗作响 更显出了深夜的禁忌 一日 天清气朗 今日是夜晚与齐南车的大婚之日 中秋节那日出了事情 崇德帝与老太父及夜长青商谈后 便急急地下旨赐了婚 又找了个离得最近的黄道吉日 定下了成青之日 齐南车生性暴躁 本就厌恶自己被人算计 心下 对夜晚更是看不顺眼 可奈何 母妃与皇兄都立劝他 这才肯听话 可听话归听话 对于夜晚 他是认真不起来的 之前的聘礼 也都是府上管家 按着最普通的标准 去下道夜家 他是一点心都没上 女人嘛 一见玩物而已 遇到喜欢的 就多去他屋里转转 遇到不喜欢的 便放在府上养着便是 横竖 府上也不缺他一口吃的 红竹摇曳的心房内 绣花的颈背上 有喜娘洒满了红枣 花生 桂圆 莲子 寓意着新人早生桂子 竹台上的两只红竹 慢慢烧着 竹火跳动下 夜晚抬手擦拭掉脸上的泪花 他不甘心啊 那夜 分明是他看着 司警新进了那店门的 到底是谁 将他偷偷换了 莫不是 司警云那见闭 可他这样做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他头上盖着大红盖头 端坐在床榻边上 想想如今自己的境遇 却丝毫不担心 他本就不想活着 他为他蹉跎到了18岁 一直未曾婚配 如今却是随随便便 就失了真结 对他来说 嫁给谁 又有什么区别 毕竟是皇子澄清 门外自然是要摆上 十几桌流水席 供那些身份低微的宾客 送上席礼后 便在府外吃上些酒席 骑南车不满此婚事 在酒席上 不用宾客敬酒 便自己一杯连一杯地喝 正当他喝得鸣鼎大醉之时 呼听下人与管事禀报 说是外面的流水席 被一群乞丐吃了个精光 他顿时暴怒一声 爷爷的酒席 是他们这群刁民配吃的 拿我的配件来 那管家见自家王爷 仗红着一张脸 知他是吃醉了酒 忙要拦着 却被骑南车猛地一脚踹翻在地 骑南车也晃悠了一下 口齿不清地怒喊道 你竟敢不听我的 去 拿进来 既然那些刁民吃了爷爷的饭 那便让爷爷送他们一程 第127章 婚宴赦命案 一日清晨 秦正殿 龙座之上 崇德帝一身明皇衣袍 那衣袍上 绣着沧海龙腾的图案 他怒目瞪向下方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 威慑天下的亡者之气 齐南车贵夫在朝堂之下 只觉周身一阵森寒 呼闻 你好大的胆子 那声音便如头上雷霆 直震双耳 他顿时冷汗直流 将上半身趴得更低了些 他也是今日一早酒醒后才得知 自己昨夜趁着酒醉 竟将府外吃酒席的乞丐 砸死了一个 本来打死一两个乞丐 也不算什么大事 可这事儿 偏生被太子那边的人知晓 今日早朝 便被那左都御史给揭发弹劾了 齐南车虽然贫速脾气暴躁 但在自家老爷子跟前 还是懂得收敛 而齐南燕 此时心中正安骂自己的五弟愚蠢 打死谁不好 打死的偏偏是 他微微转头 朝着丞相刘阳风 悄悄递了个眼色 那刘阳风走出班列 上前一步 静言道 禀皇上 晋王殿下昨日大婚 吃醉了酒 并非有意为之 不若便让晋王府 帮那人处理了身后事 若有家人 便多多赔上些银两 也能让他的家人 过上踏实安稳的日子 齐末离今日难得上朝 他听了刘阳风的话 慵懒地伸了身懒腰 阳装不解地疑惑问道 依刘丞相所言 乞丐的命 便如此卑贱 只需要赔些银子便是 那刘阳风也是三朝老臣 见惯了大风大浪 面对莫英王的质疑 他也只是淡淡一笑 拱手说道 王爷误会老臣了 自古以来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下官此言 并非是有意偏袒 只为讲究一个是非屈指 下官想问王爷一句 昨日敬王殿下大婚 王爷 您可去吃了酒席 齐末离文言 只蹦出两个字 未曾 刘阳风点了点头 又转头看向齐南宴 道 敢问瑞王殿下 昨日您可有去吃酒 齐南宴何其聪明 马上点头 笑道 本王自失去了 刘阳风文言 这才向崇德帝 深深居了一躬 义正言辞地讲道 我朝以仁义至天下 昨日敬王殿下大婚 便邀天下亲朋 以礼相待 那人不请自来 此为失礼其一 酒后无得大闹婚宴 此为失得其二 搜查其身 竟私藏王府弃武 此为烈性其三 拒不见官 企图逃逸 此为娼眷其四 敬王殿下大喜之日 敬遇如此恶徒 自然是离该仗义出手 虽然最后 失手将其杀死 着实情有可原 事出有因 还请皇上明见 其末黎文言 见眉一领 与对面的太子 其南渊对视一眼 便闭目假眉 其南渊脸上 依旧挂着一丝温润的笑 上前一步 静言道 刘承湘所言非虚 左叶尘也在婚宴上 眼见那贼人 酒后滋事 本想劝武帝忍气吞声 不要惹事 怎奈那人竟如此猖狂 在众目睽睽之下 搅弄他的婚宴 武帝年轻气盛 才筑成大错 还望父皇明察 宽佑武帝 站在朝堂之下的 左兜玉使和文卿文言 向崇德帝拱手行礼 道 禀皇上 古往今来所有冤假错案 皆是因天庭一面之词 既然那遇害之人 已经魂归九全 已无可辩驳 天下之势 莫不讲究一个公平有理 此事最难的是 那乞丐身份低微 代表的是劳苦百姓 此事若不攻断 必定会让官民见习 视同水火 下官窃以为 此事可交由有私处置 更能服众 刘扬风瞥了一眼 那何文卿 不以为然道 何大人莫要再次威严耸听 只怕城中百姓 对此等好意勿劳 混吃魂喝的贼人 怕也是身物痛绝 避之不及 他顿了顿 又拱手近年道 皇上 老臣以为晋王殿下新婚燕耳 满朝清贵 皆可作证 大可不必将王爷收监处置 崇德帝沉阴片刻 目光扫过 闭目不语的奇墨离 这才道 既然有满朝清贵作证 此事未必有差 那便责令晋王进祖府内 不得外出 直到此事彻查清楚 何文卿见状 心知这是皇上 有意偏袒 也便知趣地回了班列 齐南渊 却话题一转 道 禀父皇 说来也是巧了 晋王宴席上出现了乞丐 道士教程想起 京中的乞丐 似乎比往年都要多 日前 本宫也叫人去接触过几人 说是来自淮北的灾民 不知晋王殿下打死的那位 是否也来自淮北 此话一出 站在他身后的齐南宴 面上的笑微微 一将 却又马上笑道 太子殿下多虑了 那人不过是京中街头的混混 关于京中留名 太子殿下 平素忙于政务 有所不知 一到秋冬 寒岚自扰边境之时 北方各州府 时常有百姓南下 进京避难 此事并无不妥 齐末离先开眼皮 冷哼一声道 瑞王 可亲口问过那些人 齐南宴闻言 面色一正 道 回九皇叔的话 本王今年还没有遇到过刘明 自然也没有机会查问 崇德帝望着台下几人的争执 心生厌烦 他倾壳一声 往重城宫中看去 皱眉问道 户部侍郎何在 混在班列中的户部又侍郎 郑建民闻言 灯时下得惊魂不定 他须擦了一把额头冒出的冷汗 这才慌忙走出班列 拱手行李道 陈在 崇德帝面色一沉 道 近日 可有收到淮北地方上 送来的暴灾文书 那郑建民 生怕惹恼皇帝 忙认真思索片刻 道 回禀皇上 户部未曾收到过 齐南宴见状 适时插嘴道 既然如此 那便是那些流民信口雌黄 为了不被寻成的差役 驱逐回元籍 自然是找这些拙劣的借口 齐茉黎 却懒懒开口 一字一句道 那若是地方官员 瞒报灾情 又该如何 第128章 狐狸尾巴露出来 朝堂上的争论 司警星自然是不知晓 他此时刚吃完早饭 就见紫苏进门来禀报 小姐 瑞王妃来了 他昨日忙着糖水茶餐厅的开业 便将司警月来取要的时间 改到了今日 叫他进来吧 司警星随手翻着燕妃递过来的账本 笑道 你这账做得很适宜 开业一日 便有1200两银子的入账 很是不错 燕妃得自家小姐夸赞 不由脸上一红 小声道 都是裴大掌柜娇的 司警星文言 偏头看去 打去道 嗯 裴掌柜娇的很适用心 燕妃顿时羞红了脸 伸手将账本扯进怀里 说了句 小姐 没旁的事 奴婢便先去铺子了 绿竹见他匆匆跑出房门 不由眼嘴偷笑道 燕妃姐姐那耳根子 都红到脖子了 司警星见状 扭头对着绿竹与清缠说道 若是 你们日后碰到自己心意的男子 便告知我 我给你们准备一份厚厚的嫁妆 让你们风光出门子 绿竹与清缠 方才还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此时忽听此言 二人灯时变了脸 清缠冷哼一声 道 王妃 您若要属下嫁人 不如将属下送到安里做姑子 绿竹则嘴巴一撅 道 小姐 奴婢还等着日后帮您带小柿子呢 嫁什么人 瞧瞧这俩人一副气恼的样子 司警星不禁摇头 道 得 那我啥都没说 主仆三人在房中刚说了几句话 紫苏便带着司警月进了门来 司警月虽说之前来过岁华院几次 这还是头一回进了正房来 她面上带着几分笑 走到司警星身旁 找了个雾凳坐下 道 二妹妹真是个大忙人 见你一面不容易 说起来 我还未来妹妹房中坐过呢 她说着话 眼神便在房中随意扫了一眼 只是这一眼 她却瞧见多宝阁上摆着的一个物件 纳会着锦里荷花的白玉宝瓶 不是几年前送给外祖母的生辰礼吗 如今 怎地会出现在她房中 司警星注意到她的眼神 也看向那朵宝阁 壮丝无意地说道 那些 都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 大姐姐瞧着可好看 司警月脸下疑惑 笑道 自然是好看的 妹妹房中的 自然都是好东西 她说完话 便看了一眼深厚的春玉 道 二妹妹 这是诊经 那样 司警星也不接那春玉递过来的一碟子银票 而是看向紫苏 懒懒开口道 你仔细查验一下 她说完 便不再言语 只自顾自喝着茶水 却不叫绿竹给司警月倒杯茶 司警月自然不馋她一口茶 只是着急看诊 拿药 却见那丫头 竟一个字都不肯说 似乎是要一直等那紫苏 查验明白银票 她面上不由一白 果然就见那紫苏 拿着五张银票 放到二人面前 道 瑞王妃 奴婢瞧着这几张银票 似乎不对劲 您不是被银号的伙计给骗了吧 司警星瞥了司警月一眼 道 大姐姐 日后还是要当新鲜 若是今日与你做交易的 不是我 而是外人 这假银票一出 对方恐怕是要 拿你去见官问罪的 司警月闻言 尴尬一笑 旋即便冲身后的春玉呵斥道 这点子事都办不好 回府后自行去领罚 春玉见状 盲跪在地上 谢罪道 是 谢王妃恕罪 日后奴婢行事 并当仔细谨慎 随后 他又从衣袖中 翻出几张银票 交给子苏 公旗查验 子苏将一碟子银票 又查验两遍 确认无误后 才对着自家小姐点了点头 司警星见状 伸手入袖 摸出两个瓷瓶 放到桌上 司警月忙接了过去 握在手中 道 吃完这两种药 便能如愿以偿吗 司警星点头 道 是 每日早晚各一例 月事结束后七日内 最少刑房三次 不出两个月 定能如你所愿 司警月再三确认后 便点头离去 只是他踏出碎华院那一瞬 眸光中 分明泛着几缕幽光 紫苏将瑞王妃送到院门外 自有管家带他离府 小姐 奴婢总觉得那瑞王妃 似乎有什么不对 他匆匆回了房间 拧紧眉头 将心中顾虑说出口 司警星手指 敲在那厚厚的一叠子银票上 头都没抬得说到 你猜得不错 他便是那种利用完了你 便要过河拆桥的人 紫苏文言 面不不解 道 小姐竟然早已想到 他拿到药后 便要对付咱们 小姐 为何还要帮他 司警星将那碟子银票 统统塞进姓林雅絮 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道 因为 只有这样 他才会将狐狸尾巴露出来 更何况 那样 我让他灵他就灵 让他不灵就不灵 他说完 也不管紫苏有没有听懂 便小手一挥 带着几个丫头 出了院子 前日 城门外那些个灾民 也不知有没有被放进京城 他今日准备去街上走一走 顺便再去瞧瞧 让裴青竹安排的两处失周点 实施得如何了 只是他们刚走几步 便听两个扫地丫头 巧声议论着 你听说了没 靖王府昨夜出了人命 靖王府昨日不是大婚吗 怎么回事 司警星微微猝眉 其难撤澄清之日杀了谁 他还想再细听几句 便瞧见何韵院的吕妈妈 正迎面朝他走来 吕妈妈虽是老太太院中的 可人却是和善的 也从未与他为难过 许氏走得急 吕妈妈站住脚后 还大口喘着气道 二小姐 您快去瞧瞧吧 老太太头晕症又犯了 上次您给的要吃完了 如今正晕得厉害呢 司警星本不想再踏入何韵院 虽说他与母亲蓝氏的死 都与老太太没有直接关系 却不代表 他就是干净无辜的 最起码 一开始便是他逼迫着司郡山那妾 见司郡山不应便给蓝氏施压 让蓝氏认为自己生不出孩子 是要司家绝后 蓝氏怎忍心 这才苦求司郡山同意那妾 若当年老太太不逼着司郡山 那周氏进门 又怎会有周氏谋害蓝氏之事 自然 也不会有原主被周氏一次次的谋害 但 周氏的所作所为 也并不是老太太提前就能预料得到的 所以 这些日子以来 司警星便想着将老太太视作空气 只要他不来招惹自己 那便由着他 活到八十或是一百岁 他微挑眉毛 抬脚朝着何韵院而去 希望那老太太 十点去 别自找不痛快 第129章 一念之间定生死 何韵院 老太太正仰卧在铺了软垫的榻上 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他听的院中 响起吕妈妈的声音 便哀悠哀悠地叫唤起来 司警星踏门而入 站在外间 簇眉道 您有这哼哼的力气 想来那头晕症也不打紧 您先忙着 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老太太惯会演戏 吕妈妈见状 顿觉有些尴尬 她怎么就没瞧出来 老太太是装的呢 嗨二小姐白跑这一遭 老太太一听 忙一咕噜坐起来 阴阳怪气道 哟 这是去了一趟你外祖母府上 就忘了自己 到底是姓思 还是姓蓝了不成 她活了一把年纪 还没听说哪家千金小姐 哪怕是市井百姓家的姑娘 能这样对待自家祖母 司警星冷冷扫了那老太太一眼 道 那我改姓 老太太一听 顿觉脑袋发猛 怎地与这二丫头说个话 就这般费劲 换作旁人 此事不是应该说 日后定谨记 自己是私府之人吗 可她 却总是这样一副 油言不敬的臭脾气 老太太长出一口气 不与她一般计较 道 你也知道 你三妹妹抹的胭脂出了事 她的脸只怕要落下疤 你既然医术了得 又是她的姐姐 想来 治好她的脸 定不是男士吧 司警星文言 顿觉可笑 她的脸被下毒时 为何这老太太 没有为她找大夫 如今换了司警云 就要区别对待 另外 司俊山这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面子 还是怕老太太接受不了 竟没将司警云的身世告知她 也是 哪个男人愿意 将自己被虑的事情 告诉旁人知晓 可以 拿着诊镜癌的患者 我都给看 司警星隔着珠帘 随口接话道 却见那老太太 狠狠地拧着眉头 质问道 那可是你亲妹妹 你竟还收诊镜 司警星不怒返笑 道 我的药材 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为何不收诊镜 再者 又不是我来求着 要给她看脸的 既如此 我便先行告退 老太太简直被她气炸了 却又怕她真的走 之前便叫杜太医 来给三丫头瞧过脸 她的原话是 三小姐伤疤太深 根本不可能恢复如初 若能请得府上二小姐出手 或许还有治好的机会 好 那便让她去寻你智商便是 老太太又招手叫司警星 见她根本不经理间 便又苦口婆心地道 你别嫌祖母续道 你们终归是姐妹 日后说不得谁需要谁帮衬一把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吧 老太太一番话 司警星一个字没听进去 倒是将老太太 自己给感动坏了 她眼泪婆娑地继续道 好孩子 你自去忙吧 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记着 司家都是你的靠山 任谁都不敢轻易欺负你 司警星不想听她说些废话 只答应她司警云若去求她治脸 会出手诊治 便转身出了合运院 吕妈妈送着几人出了院门 折回房中 走到她前 不由担忧问道 老太太 您为何要装病 哄骗二小姐 若下次当真 二小姐定怕再被骗 不再来看您 可如何是好 吕妈妈不提还好 一提这话 老太太便气不打一出来 道 她敢 那便是大逆不道 在龙音 那样的不孝女 便是逐出家门也不为过 皇上不就封她的县主 你瞧瞧 她那嚣张气焰 都要上天了 吕妈妈闻言 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硬是憋了回去 二小姐 还有什么不敢的 只怕是到时候 你后悔都来不及 这天底下有几种人 绝对不能得罪 其中一个 便是你身边的医者 她的一念之间 便决定了你是生是死 司警星几人上了马车 见紫苏一路眉头紧簇 不由问道 出了何事 瞧把你愁的 紫苏这才巧声道 小姐 日前听绿竹说 老太太与三小姐关系并不好 如今怎地会为她来开口请你 司警星闻言 放下手中把玩的长鞭 看向紫苏 威意私存 道 所以 这中间定有蹊跷 紫苏点头 噢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司警星则笑道 你这丫头 倒是个机灵的 他们的小把戏 瞒不过我们紫苏的火眼金睛 紫苏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以前 我爹娘总是被大伯家欺负 见多了那家人的算计 绿竹文言 不由问道 那你爹如今在哪 你与陈妈妈 为何会沦落到人牙子手中 紫苏听到这话 微微顿住 盯着车窗外后退的警智发呆 就在司警星以为他不想说的时候 却听到他嘀笑一声 道 因为我那大伯一家惹上了事情 被朝廷抄家发卖 我家因此受到牵连 贬为奴役 而我爹后来身染重病 不治身亡 他说话声音淡淡的 有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 似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般 司警星却知道 有些事情 旁人是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 他拍了拍紫苏的手 道 人 都要往前看 远离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 如今 你与你娘还能好好地在一起 便是这天下多少人期盼不到的事 紫苏文言 这才想起 自家小姐从五岁便没了亲娘 虽然有亲生父亲在 却是个不管用的主 这样一想 自家小姐之前过的 竟比她还不如意 可小姐 却从不怨天尤人 或是听天尤命 她想要的 都会靠自己去争取 是了 不管最后 你得到抑或是没得到 成功抑或是失败 总归 你是全力奔赴争取过 便再无遗憾 这便是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吧 她牵起自家小姐的手 笑道 小姐 说得对 紫苏还要在小姐这里 多赚些银两 日后带娘亲过好日子 主仆几人说话间 也便到了东平街上的几宁堂 司警星一下马车 便见几宁堂门外 架着两口大锅 浓郁的米香扑边来 只是 她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 大街上各个角落 近一个衣着简陋的乞丐模样的人 都没瞧见 更别提那些 脚底磨穿的淮州人 她柳眉微醋 这是为何 那些人都去了哪里 第130章 京城灾民暴动 赵宇见司警星下了马车 忙迎过来 道 东家 您来了 司警星闻言 忙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街上竟没有一个行起之人 昨日呢 昨日可有人来喝粥 赵宇也朝着街上看了两眼 道 昨日粥一熬出来 就被人群包围了 我便让小伙计督促他们排队领取 只是人数太多 米准备的不太够 到晌午便没了 今日还想着人多 便多准备了些米 却不知为何 今日从早上到现在 近一个人都没来喝粥 司警星听了这话 不再多言 又上了马车 朝着龙兴接而去 她让白熙将马车赶得很慢 沿途都撩着窗漫 观察着街上的情况 昨日糖水茶餐厅开业时 她还在铺子对面 瞧见了几个淮州乞丐 今日的大街上 却是异常干净 果不其然 雅絮捞钱摆着的两口大锅 熬好的蔬菜米粥还冒着热气 却一个来吃粥的都没有 此事太过诡异 她招手叫来藏在暗处的墨丘 叫她速速去墨英王府 问一下齐墨黎 是朝廷派人接受了那些人 裴清竹坐着马车 刚从糖水茶餐厅回雅续捞 便听方掌柜说是东家来了 去了二楼会议室 她忙上了二楼 敲门进了去 又小心地走至窗边 四下张望一番 道 东家 这京中怕是要出事 司警星也正心烦着 抬眸看向她 问道 要出何事 是那些灾民的情况 裴清竹坐回桌边 道 正是 今日 我去茶餐厅那边时 听到两个街坊说 昨夜深更半夜 似是有人在城中赶人 有的还被官差抓了 我本想上去多问几句 那两人许是瞧我面生 便闭口不谈 一走了之了 我心中疑惑 便朝着城门处走了走 远远瞧着 城门守卫 似乎检查很是严格 司警星不知为何 忽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么些百姓 若是处理不当 只怕京城要大乱 她当时站起了身 就见房门被撞开 一男一女进了门来 只见那女子 穿着一身火红的衣裙 不是八公主 齐南铃还是谁 她脸色惨白地 叫着阿兴 阿兴 嘴唇止不住地打着哆嗦 司警星见她说不出什么 忙看向那男子 道 安王殿下 到底出了何事 齐南城此时也有些神色慌乱 但毕竟是男子 胆时还大些 她皱眉道 昨日是皇妹母妃的忌日 我陪她一道去皇陵 今早才回京 在城外瞧见 司警星心中咯噔一下 看了一眼 捂着脸痛哭的齐南铃 追问道 瞧见了什么 齐南城吻了吻心神 道 城外死了许多人 有饿死的 有病死的 而且 城门口如今早已关闭 不知是得了谁的令 竟不放一个人进来 我在来的路上 遇到正朝着城门 而去的九皇叔 他叫我来寻你 带上些药材赶过去 他说着说着 眼眶便发红了 那些都是他龙宁的子民啊 听完齐南城的话 又结合裴清竹方才说的话 司警星总算明白了 这是有人在背后操控 来不及他细想 便带着清禅 与后在门外的白溪一道上了马车 齐南铃见状 急急地跟了出来 催着齐南城 道 七哥 咱们快去帮帮阿兴 齐南城派了亲信 将城门口的消息传回宫中 便带着齐南铃直 追司警星而去 此时的剑州城西 宣武门外 来自淮北的灾民 陆陆续续逃往剑州 只有先头几日的几百人 从不同城门进了剑州 大部分都被堵在了城外 滞留城外的人 前几日还能靠着 自己带的干粮度日 时间一长 便没了吃喝 此时已有数百人饿死 更有不少人经过水灾后 本就感染了风寒 长途跋涉劳累不堪 最终一命呜呼 而昨夜 进了城的几百人 竟都被巡防营的人 赶了出来 令苦守在城外的人 顿绝没了生机 一下子激起了众人的满腔悲愤 来自铜山县薛家寨的 无举人薛勇 身高七尺 魁梧雄壮 站在人群中分外显眼 他一向乐善好施 古道热肠 在一路逃难过来的乡民中 颇有威望 只见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一纵而起 跳在了大槐树底下的栓马石上 他浓眉一树 大声道 乡亲们 今年咱们淮北遭了灾 那狗官却迟迟不肯开仓放粮 咱们大家是为了活命 才一路颠簸 赶来建州 本以为天子脚下乃是守善之躯 定能给咱们一条活路 可谁能想到 咱们这是爱了金中大官的眼 竟叫咱们自生自灭 哪里来的还会哪里去 薛某只想问大家一句 还想不想活 薛勇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瞬间点燃了乡亲们心中的怒火 人群中不知是谁 喊了一嗓子 我们要活命 我们要吃饭 此言一出 顿时群情激愤 叫喊声此起彼伏 却在此时 站在拽马石上的薛勇 却呼得一阵臂 示意大家停下 他站得高 正瞧见人群后 正围过来几百名 黑衣红帽的巡防营将士 那围首之人 长着一张肥头大耳 壮硕如猪 嘴角大黑至上的一根黑毛 随着他面皮的抖动 而不停翻动 他一甩衣袖 大喝一声 好一群刁民 明明已经被赶出城外 竟还不返回家乡 再次聚众密谋 简直是不知死活 薛勇虽指此人不是善人 却还是恭敬行礼道 还请大人 将淮北十万乡亲父老的灾情 转奏圣上 谁料那人却冷哼一声 道 淮北如有灾情 当地父母官自会秉公上报 户部也会这专人赈灾放粮 四尔等这般不顾朝廷律法威严 无朝廷诏令 无地方录影 笑剧匪类图谋不轨 还是早早离去 否则别怪本插尖等重重承办 在场众人闻听 如此颠倒黑白的污蔑 哪里还受得了 顷刻间 人群中狗官的叫骂声 此起彼伏 不知是谁 喊了句 既然进退都是死 反了吧 第131章 城门大乱 俗话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眼看没了活路的淮北灾民 顿时群情激愤 他们有拿鞋底子 有拿木头棍子 有拿狼头 有拿扁蛋的 纷纷朝着寻防迎宾室扑过去 寻防迎宾室 虽武装齐备 又训练有素 却也是被这黑压压 扑上来的灾民 唬了一跳 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那围首的将领 健壮 一双三脚眼 顿时咪了咪 等的便是这一刻 他大喝一声 城门口一帮流民 聚众闹事 要造反 我等职责所在 全力迎战 杀 一时间 秀美帝西城浦口渡桥旁 四处已经是喊杀声 不绝于耳的人间炼狱 不远处 一棵高耸的古槐树上 墨丘暗叫一声不好 将手中暗器 直击那下令喊杀的将领 那将领大腿受伤 登时便倒地不起 巡防迎兵士们见状 一时失了主心骨 不知该手该弓 便一边抵御着 对面灾民的穷追猛打 一边朝着后方的宣武门退去 齐墨里与太子二人 骑着青宗马 直奔城门而来 他下了马车 叮嘱齐南渊道 你稍后站在城门楼上便是 随后如实将灾民情形 告知皇上 虽说朝堂之上 那户部左侍郎站出来驳斥右侍郎 说是收到过灾情抵报 如今这情形 却为时已晚 他说完便与齐南渊分开 大步朝着城门口走去 又呼地顿住脚步 他招手让墨云走近些 低声吩咐了他几句 墨云听令 立即转身离去 却在这时 两道马匹的撕鸣声传来 随即 齐墨里听到有人 在喊他的名字 他回头 便见一个鲜瘦的小女子 跳下马车 朝着他奔跑过来 人人都怕他 人人都拒他 却有这样一个小人 是特殊的存在 他大步迎上那人 单臂将他圈在怀中 急到 你将药材留在城门口便是 速速回将军府去 这里不安全 司警星听着城门外的喊杀声 脸上满是凝重 伸手推了推他 说道 墨丘已经将城外的情形告知了我 如今外面定有伤重者 需要及时救治 还有 大灾后最怕的 则是大义 我此时怎能袖手旁观 齐墨里 你要守护龙鹰 那我便陪你一道去 齐墨里闻言 心头一震 我陪你 多么动听的三个字 他再不多言 牵起身侧小女子的手 直奔城门而去 厚重的城门被打开 其次二人便出了城 司警星这才明白 墨丘所说 城门大乱 当真是乱啊 只见黑压压一片 依着蓝缕之人 早已杀红了眼 大有将寻防迎兵士 包围起来的架势 地上横七竖八 躺倒着几十个人 有官兵有百姓 不知是死是活 齐墨里将司警星 护在身后 大喝一声 住手 被逼到城墙下的 巡防营将士 见到墨英王大步而来 顿时有了底气 他们纷纷挺遮腰板 准备随时开战 齐墨里上前几步 环顾四周 冷声道 无奈龙鹰墨英王 朝廷从未下令 驱赶受灾百姓 今日本王与太子殿下 受命接下处理 安置淮北灾民之事 还请诸位稍安勿躁 给朝廷些时间 周鹏宇安置场所 马上安排 必不会叫百姓 冷着饿着 他说话时 是运了内力的 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得一清二楚 那些持剑的巡防营兵士一听 纷纷打起了哆嗦 朝廷没有下令驱赶这些人 可他们不仅驱赶了 他们还杀了几个 而那些杀红了眼的淮北灾民 却是不信不听 他们委屈求全 走投无路时 没有一个当官的出来说话 如今他们要打进城了 却出来个什么王爷 谁知道是不是诓骗他们 薛勇身为无举人 自然听闻过 龙吟莫英王 他俯着受伤的手臂 看了一眼齐莫黎 呸的一声 道 你说你是王爷 便是王爷 我们一群下贱的灾民 怎敢劳战场 杀神莫英王 亲自来说服 还说什么太子殿下 简直是笑话 我们算是看明白了 官官相货 你们没个好东西 四锦星见状 从齐莫黎身后走了出来 手上拿着一把扩音器 道 你们有所怀疑 是对的 但 他的确却是莫英王 并且他从前日 便开始着手调查 淮北灾情之事 不然 你们以为 为何驱赶你们的 只有区区一个巡防营 而不是五成兵马司 所有将士 女子清冷且有力的声音 响彻宣武门外的上空 淮北数千灾民 一时安静下来 若是朝廷当真 要镇压他们 自然不止 派着几百个官兵 就在众人思虑间 却听到女子又扬声说道 乡亲们的生活物资 已经在来的路上 大家伙当下之际 不是拿着手中的扁担 对着我们 而是该看伤的看伤 该吃药的吃药 年轻健壮的汉子 则去将灶台支起来 稍后米粮来了 直接上锅主舟 齐南渊站在城门楼上 瞧见那女子 眉眼间扬着的神采 只觉这天下的颜色 都变得淡薄了许多 而他眼中看的 口中说的 全是自己的九皇叔 城外淮北 一众灾民文言 这是当真有饭吃了 顿时都有了精神 脸上的怒气也消了 薛勇则上前一步 冲着齐墨离道 裴某方才口出狂言 对王爷不敬 还请王爷责罚 齐墨离摆摆手 道 不知者不罪 你能为百姓出头发声 很有侠义之风 这很好 薛勇文言 微微一正 他听闻这墨英王 可是性情暴力之人 如今一见 却与传闻大不相同 司警星指挥着几个 巡方营的兵士 先为一道同来的冯老大夫 摆好了暗桌 让那些病患伤患先看诊 他又被过身去 从性灵 雅序中取出些 风寒感冒颗粒与胶囊 一会儿烧上水 便能让病患喝下 只是 他刚忙完 便听人群中 传来一道痛哭声 我的啊 你可不要丢下娘子姐 司警星寻声望去 便见冯老大夫 正穿过人群 快步朝他迎了过来 急声道 东家 那孩子高烧不退 且下些不止 您快去瞧瞧 第132章 一病肆虐 司警星文言就要过去 却又被冯老大夫拦住 引着他走到一旁无人的角落 他站住脚跟 扭头便见冯老大夫 似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很是惨白 怎爹 冯老先生是知晓了 那是什么病 他微微一顿 轻声道 可是传染 那冯老大夫文言 惊骇道 但愿是老朽诊错了 老朽观其状 搭其脉 认为是致下 致下 那便是立即 是一种细菌感染 引起的肠道疾病 在这还未对细菌 有任何了解的时代 这病便是仅次于天花 麻风病的恐怖存在 司警星稳了稳心神 从衣袖中 取出防护服 与口罩手套 又递给冯老大夫一套 道 您知道 这病是能够人传人 医者 在这时候 一定不能倒下 城外这些百姓 都等着咱们呢 您可要注意保护自己 这衣服便能起到 防护保护的作用 您穿戴好 再过来 司警星说着话 便熟练地 将自己包裹好 迅速转身 朝着人群中走去 大批的生活物资 此时已经被送出了城 城门校尉无中之前 被巡方营的人控制 不得干涉他们执行任务 这会儿 也带着两个守城官兵 出了城 协助物资发放 帐篷搭建等等事宜 而奇莫离 却早在冯老大夫皱着眉头 与司警星谈话时 便注意到了这边 他快步走了过去 就见那小丫头 穿了一身奇怪的白色衣服 连头发 甚至鞋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若不是此处 就只有他一个女医者 他都认不出是他 他见眉微皱 只觉那孩子的病 恐怕不简单 果不其然 那丫头将那孩子口鼻眼 都查看一遍 又搭了脉 便站起身 神情冷俊倒 此病 名为利己 便是你们听说过的治下 也叫长辟 是一种疫病 他话一出口 围观众人均是一漏 随即便反应过来 纷纷骂道 你是谁 竟敢胡言乱语 你知不知道 妖言惑众 是要被拉去砍头的 可他们骂归骂 却急速散了开去 犹如眉头苍蝇一般乱窜 紧接着便是呼天喊地的哭喊声 震耳欲聋 一病 那便是此处所有人 都要跟着没命的病 有人抱着孩子大声哭喊 有人叫喊着天下不公 也有人跑到粮草营 欲要哄抢些粮食逃离此处 与押送粮草的士兵 更有人跑到城门口 要进城找大夫给自己看诊 唯有那患病孩子的母亲 抱着昏厥的孩子 不言不语 思锦心与不远处的 齐莫黎对视一眼 他知道 他对自己有信心 齐莫黎月上路边一块巨石 大喊道 而等听本王一言 那声音又冷又硬 让人心生寒意 哭喊声 求救声 哀求声 纷纷停下 数千灾民 及数百金钟官兵将士 均看向那阴沉着一张脸的莫英王 是啊 他是莫英王 传闻 他手上沾染的人命 数不胜数 若是他们再闹下去 是否也会成为他手下的一缕孤魂 方才为那孩子诊病的 乃是当今圣上清风安平县主 他的医术卓越超群 有他在 诸位无须担忧 他顿了顿 扬声道 承办 本王与你们在一起 思锦心抬头望着那巨石上的男子 他依旧一袭玄色衣袍 一头墨发 随着秋风飞扬又散落 他两道剑眉下的眸光中 满是坚毅 他说 要与百姓们一起抗击病魔 他从来都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墨英王不顾安危 陪他们一起 让城外灾民多了些底气 立即传播能力强 必须将已经有症状之人 进行隔离安置 以防止更多人被传染 好在目前来看 都是轻症 还未出现重刑 倒还算发现及时 思锦心将安排规划告知其墨离 便转身进了一个空置营帐 他将立即需要用到的药物 一一从性灵亚序中取出来 抗生素 退烧药 止痛药 生理盐水 一次性输液器 一次性注射器等等 他一直掏 一直掏 直到地上生生堆出了一座小山才罢休 他叫来绿竹 紫苏 清蝉 让他们将这些个药品 拆掉外包装 分别搬到那十个隔离营帐中 绿竹与清蝉 倒是见过自家小姐衣袖中 翻出很多东西 却还未见过 翻出这么多 可如今也不是查问这些的时候 他们纷纷忙碌起来 他又叫来白皙 将两大箱子一次性口罩抬出去 让那些寻方营的人 依次发放下去 其中一间隔离营帐中 已经陆续进来了十几个人 他们面无表情地 祸坐 祸祸祸在铺了垫子的地上 早已心如死灰 听闻 早年间发生瘟疫 官府便下令将病患 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 放任不管 让他们自生自灭 其实 那些人最后根本不是病死 而是活活饿死 司警星走进营帐时 便见他们一个个面如土色 眼神呆滞 仿若没了生机一般 他心下了然 一边分发药物 一边说道 将你们隔离在此 并非不管你们 我定竭尽全力救治你们 那些人却仿若没有听到一般 看也不看那全身白色衣服的女子 给要救吃便是 那白衣 只有吊咽死人时 才穿的 当真是晦气 可他们不敢说 这女子与那莫英王之间的关系 定是不简单的 她好像还是个什么县主 他们惹不起 此时 所有灾民都安置在了营帐中 那边的粥饭也熬好了 屋中便指挥着灾民 一个营帐一个营帐 轮流出来吃饭 而那十个隔离营帐中的人 却是不能出来的 由着戴了口罩 全身包裹岩石的士兵 送进营帐内 所有灾民 已经奔波了粤鱼 此时见了热气腾腾 又稠又香的米粥 他们只觉眼眶发酸 不管明日如何 今日终于吃上热壶饭了 齐莫离在各个营帐转了一圈 都没发现那小女子的身影 却在一棵大树下 发现了坐在地上休息的司警星 他心中不由心疼 这丫头一忙起来 都顾不上自己 只是还未等他说话 便听不远处有人喊道 不好了 快请建筑 有人排个血便 第133章 挖下深坑埋掉 经过大半日的忙碌 城外灾民的情况 基本稳定住 司警星只觉 自己的两条腿 根本不是自己的 支配起来异常费劲 他趁着百姓们吃饭的功夫 便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会儿 谁承想 竟直接靠着树干睡了过去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有人变血 司警星上一秒还在睡着 下一秒便当时睁开了双眼 在一扭头 却见齐茉莉正皱着眉头看着自己 他瞧见那人幽深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疼惜 见他醒来 那人便朝着他伸出一只手 司警星玩耳一笑 伸手握住那人有力的大手 借力站了起来 道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方才是不是有人找我 有人排了血便是吗 我得赶快去看看 排血便可是病情加重的表现 司警星说着话 就想快点过去瞧瞧 却忽得被那人用力向后一转 一下子便撞进了那人怀中 死 他捂着被撞疼的额头 不禁恼怒道 齐茉莉 你长这么硬干什么 这人的胸肌要不要这么硬 撞死老娘了 齐茉莉见怀中的小女子 被撞得眼中冒了泪光 抬手按了按自己的前胸 是有些硬 只是他以前从未接触过女子 竟不知女子会这般怕疼的 他眼见着眼前小丫头撅起了小嘴 一脸都委屈 盲伸手帮他揉着撞疼的额头 又抓起他的小手锤 打了自己几下 轻声哄道 我错了 日后我清线 他说完就想将人揽进怀里 却又怕自己将他弄疼 只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柔声道 我后悔让你跟来了 行 太子殿下 已经将城外的消息带回宫中 稍后太医院的太医自会出城 你乖乖回府 好生休养 可好 低沉又带着几分宠溺的嗓音 从头顶传来 司警星甚至能感觉到他喉结的滚动 与声带的颤动 他只觉自己耳根有些发烫 忙离他远了一步 轻咳一声 道 他们来了我再走不迟 他说完便转身离开 陶也似的朝着那营帐快步走去 他到时 冯老大夫刚从里面走出来 见到司警星便急急说道 东家 按着咱们给这些病患下桃花汤 此方加入了 肝将可活血趋于 温中止力 但 若是病患已经开始变血 便不能再用此方 不知东家 可有止血良方 冯老大夫此前认为这治下 是异常难治的病症 即便对症下药 却依旧是有效果不佳 最终能存活下来的 只有十之一二 而今日 他瞧着小东家写下的方子中 加入的两位药材 这才明白 为何之前的治下那般难治 他当时还问过小东家 竟是不怕方子外泄 其料小东家 竟随口说道 方子流传出去 便能让更多人 不再害怕这例解 为何要怕 冯老大夫 只觉自己活了一辈子 竟不如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娃 看得透彻 司警星点头 道 止血要吃上 再换个方子 此事交由我来便是 他说着这话 便要抬脚进去 却护蚊身后一阵脚步声传来 有人喊道 各位太医 那边便是 已经出现症状灾民的营障 司警星回头看去 便见几人 正大步朝他的方向走来 他们身后各自带着一个小丝 手上提着药箱 他与冯老大夫对视一眼 道 太医院的人来了 冯老大夫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他一个小小的座堂大夫 何曾想过 这辈子还能一睹 太医们的风采与神迹 只是 他还没高兴多一会儿 便听其中一个太医 一对横眉微微利器 粗声粗气地喊道 是哪个不行了 为何还不抬到十里外 挖下深坑埋掉 院判大人 还是诊断后再说 为首的太医 方永志 乃是太医院院士 他很是不喜之又院判 行事太过莽撞 说话间 几人也就来到了私逢二人跟前 方永志 虽是太医院院士 关接才是郑无品 遇到郑二品的安平县主 自然是抱权行礼 见过安平县主 无乃太医院士方永志 我等受皇上指派 出城 协助县主救治灾民 敢问县主 当下是何情形 司警星指了指方才 大放厥词的太医 道 不知这位大人怎么称呼 对于此次一病 有何看法 那又怨判陈故端文言 瞥了一眼面前一身 奇装异服的女子 道 自古以来 这治下便是要实难医 陈某认为 无需大费周章 直接将他们赶至十里外 圈禁起来便是 既省了朝廷的药材 更省得让其他人也被传染上 他话一出 剩下几个太医 也都纷纷点头 议论道 古往今来 此病确实要是效用不明显 是啊 若是大费周章后 还死掉更多的人 莫不如一开始 就直接将源头切断 唯独杜太医 却朝着眼前一排银杖扫去 眸光中 闪耀着几分光彩 他目光灼灼地 看向身前的斯嘉二小姐 言之凿凿地说道 老臣认为 此疫病 应是被县主控制得极好 他行医几十年 也参与过一次疫病救治 那时的营地 所有人都惶恐不安 人心惶惶 每天都有人趁机跳出栅栏 欲要逃离此处 最后却被寻方银官兵拖回 并活活打死 哭声 喊声 咒骂声 惨叫声 求饶声 救命声 不绝于耳 那营地 便犹如人间炼狱一般恐怖 满是死窃 而今 他方才一出城门 便注意到 营地周边并未建起栅栏 而寻方官兵 也只是三三两两地站在四周 时不时检查着点燃的艾草 应是以防燃火烧到周边的草木 官道左右两侧 分别搭建起了无数个营帐 中间隔开了十丈远 而官道中央 也搭了三个帐篷 两侧敞开 最头上的帐篷中 架着几口大锅 锅中正冒着热气 汤药的苦涩味道蔓延而出 他们所在的这侧 因是那染了疫病的灾民营帐 帐中没有哭闹声 甚至 他站在此处 都听到了里面传来的阵阵憨声 他们是有多心安 才能在疫病营帐中 睡得这样熟 他此时 只想进帐 去一探究竟 这个斯家二小姐 总是给人带来太多的惊喜 第134章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司警新闻言 看了一眼那都太医 此人虽与齐难验走的近 却也是个醉心于医术之人 倒是那个动不动 就要挖坑埋人的太医 着实得不配慰 这位太医大人 救人乃是医者本分 而你 为了切断染病源头 便要 不管那些病患的死活 此想法 本县主不敢苟同 若是几位大人 不敢接触那些病患 或是不想 救治他们 您还是自行打道回府吧 他话音一落 方才那几个赞同 又怨判陈谷端的太医 纷纷低头不语 他们就算胆子再大 也不敢此事回京啊 皇病不可为 陈谷端文言 双眼一立 瞪了眼那度太医 又看向司警新 怒喝道 小小女子竟如此猖狂 在场哪一位 不是你的前辈 竟如此 不知尊士尽报 是谁给你的胆子 他来之前就听说 城外灾民 由那安平县主看顾 一个未出阁的黄毛丫头 看了几年医术 便真当自己是个人才 我呸 若不是他与九王有婚约 他才不在此跟他废话 可他竟如此不知好歹 竟胆敢羞辱于自己 还有那信度的 竟偏帮一个 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 当真可笑 他见对面的司警新不吭声 思以为是将他唬住了 便冷笑道 此地处处是一病 一个女娃子 莫要在此担我等看诊 还是回家做你的女工去吧 陈故端以为自己这话说完 身后的同僚们自会附和 可此时却无一人吭声 异常安静 不知为何 他呼得只觉身上泛起一层冷意 他一低头 便瞧见地上自己的身影 被一个奇长的黑影覆住 耳边传来一道森冷的男声 陈大人 你是在叫本王的王妃做事 陈故端一听这话 顿是一个机灵 他竟不知 这九王殿下 竟没与太子殿下一道回京 他缩着脖子转过身来 身后一脸黑沉的人 不是九王又是谁 他只觉双腿发软 当时跪在了地上 求饶道 九王殿下 此事纯属误 下官只是见县主对医术痴迷 对他指点一二 不是 求他指点一二 其莫离却掀开眼皮扫了他一眼 冷声道 废话真多 既然你那么喜欢活埋人 本王定如你所愿 来人 那陈故端文言浑身颤抖如康筛 大颗的汗水顺着脸颊滑到地上 求饶道 九王 小人之罪了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县主 还请王爷与县主网开一面 杜太医心知 这陈故端与瑞王关系匪浅 忙上前一步拱手道 九王 还请格外开恩 此时正是用人之计 就让他戴罪立功吧 太医院士方永志 却呵斥道 杜太医 你糊涂 你莫要忘了 这若是行军打仗 陈愿判方才那番挖坑活埋的话 便是动摇军心 实乃大罪 司警星瞧着几人的对话 只觉着方永志言语间有些奇怪 他这话的意思 便是催促齐莫黎 动手杀之 他不由看向齐莫黎 见他微不可及地摇了摇头 心下了然 道 既然陈大人已经认识到错误 相信他定会做个救死扶伤的好太医 不若便给他次机会 让他与患病灾民 同吃同住几日 聊表心意吧 齐莫黎点头 看向跪在地上冷汗直流的陈顾端 道 陈大人 县主可是帮你求了一条命 你可敢 那陈顾端听闻可以不用被活埋 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朝着地上就猛磕了几个头 道 谢九王开安 谢县主开安 迎帐外这么大的动静 早已惊动了帐中灾民 右侧帐子中的民众 都是没有任何症状 健康得很 他们可以在帐外 移帐内自行活动 因此 右侧帐子外都站满了人 而左侧营帐中 住的都是感染了疫病的灾民 他们都记得县主说的话 未经允许不能踏出营帐半步 因此 他们只在帐子门口往外探头看 自然大部分人是看不见的 但是 所有人也都将几人的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那姓陈的太医 竟要将患病的百姓 挖坑活埋 所有百姓 甚至帐外的巡防营官兵 一个个的都被气得脸色发青 要知道 右侧帐子中目前健康的百姓 他们都有家人在左侧帐子中等候救治 而驻守在此地的官兵 他们都心知肚明 如今已身在异地 谁都不能保证 明日的他们会否得病 那姓陈的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的狗东西 还好有县主在 若不是他 那群狗东西 定会让他们自生自灭 县主 便是那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百姓们一时群情激愤 却也没忘了县主交代的一帐活动规则 只是骂咧咧地叫那人走着瞧 吓得个尘骨端低垂着头 不敢再坑一句 而左侧帐子中的人们 却一个个双眼亮晶晶 方才 县主说什么来着 要那狗官 与他们同吃同坐 司警星让吴忠给几个太医 发放了手套与口罩 一边跟他们解释 这口罩的防护作用 一边带着几人往帐中走去 又将他与冯老大夫 今日的观测诊断 一一讲给了几人听 那院士方永志 越听越觉神奇 快步走到一个病患跟前 伸手掐脉 又问了排泄情况 顿感惊奇 治下之病 气血俱伤 阴京干节 阳气虚脱 罪事难治 他抬眼看向那白衣 包裹的小女玩 只觉不可思议 司警星将营帐中的情形 一一交代清楚 又给那排了血便的病患 查验了一番 见他便此增多 但只是轻微浓血便 也就松了一口气 只是为防他脱水 在那几位太医精益的注视下 给他挂上了生理盐水 那人还在高烧未退 迷迷糊糊间 见无色的水 通过那管子 流进自己胳膊 顿觉惊骇 叫道 这是什么怪东西 司警星正要跟他解释一二 忽听战外白锡饼报道 王妃 瑞王妃来了 司警星文言 微微一愣 司警约 他不好好在家备孕 跑来这里 是要做什么药 第135章 司家那个嘴臭丫头 司警星与其莫离对视一眼 便抬脚朝外走去 而那几位太医才 不管什么瑞王妃 他们只围着 那不知何物的软管子 磨磨捏捏 嘖嘖一轮 这是何物 这物件适合所做 这般清澈 这安平县主 到底师从何处 为何会这些个稀奇古怪的邪术 刘太医啊 你不要命了 竟敢说这是邪术 那杜太医早在将军府时 便见过司警星 为司骏山这样整治 他捋了一把胡须 道 听二小姐说 这叫书液 便是将上面瓶中的药水 通过这管子 流入到我们身体中 起效更快一些 方永志则细细观察那人的手背 只见软管处 有一空心银针 这倒是前所未闻 见所未见之事 几位太医围绕着一个病患 不停研究 冯老大夫在边上 看得不禁撇嘴 还倒是 宫中太医有多神奇 也不过如此嘛 竟连自家小冬家的 十之一二都不急 小冬家不仅会开方子 还会缝补皮肤 更会这些神奇的医术 最重要的是 小冬家的一者人心 便是他们几人 跨上八匹马都追不上的 他翻了个白眼 仰着下巴走出帐子 他可没功夫 跟这些个没见识的太医套近乎 冯老大夫拿着小冬家 新定的药方 便去专门放药材的帐子忙活了 思琪二人 此时正与齐南陵 齐南城站在一处 而远处的思景月 正忙着指挥着寻方营的人 从马车上搬运东西 齐南陵抬手向上提了提口罩 扁嘴道 我早上与七哥找完你后 便想着来帮你的忙 七哥与我说 咱们去了也没用 还不如想想 在京中能做些什么 齐南城接话道 刚巧遇到三皇嫂 听了我们的话 他便想着 去成衣店买些衣裳给香明穿 灵儿便想着 即便买下京中成衣店的所有衣裳 怕也是不够的 他就想去各家王爷府上 各位京官大人府上去问问 下人们不穿的粗不衣裳 可能买上一些 思景星听到这里 也便明白了 看向齐南陵 问道 然后 他便抢先一步 去做了 齐南陵点头 一脸的失落 好不容易能帮父皇和百姓做些事 齐莫黎摇头失笑 我自会 在你父皇跟前 将功劳揽到你身上 思景星抬眸 望向不远处那忙碌的身影 只见思景月今日袭了一套浅色衣裙 外面披了件水绿色披风 很是肃静 他娇媚的容颜上 此时挂着满满的愁绪 似是为城外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 万分担忧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了 他回京那日 第一次见到思景月时的模样 清雅端庄又贤惠温良 思景月忙碌了一阵 这才四刚瞧见齐莫黎几人一般 快步走了过来 屈膝行李道 见过九皇叔 皇叔费心了 又冲着思景星点头道 二妹妹 七皇帝 八皇妹 大家都辛苦了 端帝是一副知书达理 端庄贤书的王妃气派 好家伙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皇后替皇上来视察名声了呢 齐莫黎瞥了他一眼 哦得拉长了声 道 我记得你 思家那个嘴臭的丫头 如今可看了太医 嘴臭好些了 此言一出 思景星与齐南陵一时没憋住 愣是笑出了声 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的齐南城 都差点破功 思景月脸色沉了沉 他尴尬一笑 道 九皇叔说笑了 今日得知城外涌现众多灾民 便想着尽一份绵薄之力 不知我带来的那些个衣物 可直接分发下去 思景星点头 却不理他 只是招手叫来那城门校尉无忠 道 你随锐王飞去 将衣物放在帐外一帐处便可 思景月见状 面上的笑将了将 转身朝着右侧那些帐子而去 他拿着一叠子衣物 亲手放到第一个营帐外 道 各位乡亲 听闻你们的家乡遭了灾 我心痛万分 锐王更是坐立难安 仓促间 只能先背了这些个家中 仆人的衣裳 这些衣裳虽是旧的 却也洗得干干净净净 以被各位唤喜 还望乡亲们莫要嫌弃 我只盼着大家 早日渡过难关 与家人团聚 他说的生情并茂 甚至还时不时捏着帕子 擦拭脸上的泪水 着实感人 右侧前头一排帐子前的空地上 此时早已站满了人 都被这心善的锐王飞的举动触动 纷纷跪地败泄 多谢锐王与王飞的挂念 更有人滴滴议论着 他便是三贤王的王飞 果真是与贤王十分相配 是啊 瞧瞧他事事轻力轻微 方才他的丫鬟差点摔倒 王飞还亲手将他扶起呢 可不是 王飞说起话来 一点架子都没有 好生温柔 瞧瞧王飞哭的 眼眶红红的 真是个善良的好女子 司锦月又往后面 发了几个银杖的衣裳 见气氛轰托得差不多 便将发放衣裳的活迹 交给了跟在他身后的屋中 方才还是满脸悲气的他 在转身之际 眸光中却闪过一丝嫌弃 虽说这边银杖中的灾民 目前还没染病 谁知道明日又会如何 若不是为了博得王爷的欢心 他才不冒着风险 来到这种肮脏之地 他在众人的感念声中 朝着齐茉黎的方向 摇摇屈膝行礼 便上了马车回了城中 司锦星星道 早就听闻 此人擅长收买人心 今日得见 果不其然 倒也罢 总归是能为百姓们 带来些好处的 齐南城余光扫过身侧的女子 总觉得每次见他 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见他 便是中秋那日 在东郊山林 瞧见他一身是血的样子 他那时就似一片薄纱 随时会破碎一般 第二次见他 便是那日的晚宴 他做了两首诗 才华卓绝 惊为天人 第三次见他 便是在他的雅须捞 一个小女子 竟能将生意 做得那般红火 第四次 第五次 如今 他竟凭借一己之力 将这骇人听闻的疫病 平稳控制住 齐南城只觉心口一致 他游历四方 走遍大江南北 却原来 最美的不过是他 他自嘲一笑 他的一平一笑 与他无关 齐南城忍下心头那份悸动 带着齐南陵 匆匆告辞离去 司警星看着他们的马车离去 这才扫过城门外 这一大片空地 几百个银杖依次排开 里面住着数千江淮乡民 只是那江淮受灾民众 可远远不止这几千人 皇上如今是做何打算 江淮如此大灾 竟无人来通禀 齐莫里也看向那些杖子 道 已经去查了 他话音刚落 莫云便闪身而出 递过来一封密信 第136章 蓝书房夜谈 齐莫里拆开那密信 快速扫了眼信上的内容 他两道剑眉渐渐宁紧 眸中渐渐染上了一层寒光 司警星不由问道 可是出了何事 齐莫里点头 将信收起来 便抬手俯了俯身前小女子的额发 道 眼看就要天黑 我将你送回将军府吧 此地便交由那些个太医即可 司警星看他面色微沉 心知定是有事发生 所以将他的大掌扒拉下来 双手牵住 道 这边我还不能走开 那些太医 他们不会用我的药语工具 有清禅他们照顾我 没事的 你自去忙就是 少女声音温温软软 她那明亮的双眸中 倒映着自己的身影 齐莫里反手握住她软弱无骨的小手 捏了捏 道 那我速去速回 我将莫云也留给你 跟她在一起后 便习惯了你我相称 道不觉得有何不妥 只是 那几位刚刚从营帐中走出来的太医 却是一时呆愣在当场 如此平易近人 一脸柔情的男子 这还是龙鹰朝杀伐果决的战场杀神 乖张暴力的九颜罗 方永志抬头看了眼齐莫里身前的小女子 又迅速将头低了下去 思琪二人见 众人走来 便不再多说 齐莫里用大拇指 抹撒着自家小丫头娇嫩的手掌心 回头扬声道 军中事物繁忙 本王先行一步 而等记得了皇上的令 便好生在此听后宪主吩咐 几位太医自是没有不应的 纷纷点头称事 齐莫里再看一眼自家小丫头 便跨上吴中牵过来的轻踪骏马 直奔惊中而去 思锦兴为几位太医安排了差事 美人负责拿几个杖子 又交代了注意事项 太医院使方永志与杜太医 都一一点头应下 另外四位太医 包括那不知死活的陈故端 则面上略显不屑 他们虽对思家丫头的医术有些好奇 可他们是谁 他们是高高在上 早已习惯被外面 那些个不入流的大夫吹捧的太医 他们哪里受得了 这黄毛丫头的指手画脚 例如 思锦兴叫他们穿好防护服 他们一个个言辞拒绝 那陈故端更是直言 家中老人健在 为何要披麻戴笑穿白衣 思锦兴将防护服一收 道 陈大人还真是人如其名 又固执又极端 也罢 那我便随你们意 他可算看出来了 这陈故端 就是个不见黄河不死心 忌吃不计打的东西 他说完 不顾陈故端面色黑沉 便朝着默云递了个眼色 那默云会议 一把便将那陈故端拎了起来 把他扔进了一间 全是操满汉子的营帐之中 哐当一声 陈故端被摔在营帐的地上 他呲牙咧嘴地爬起身来 他早已认出 此人是九颜罗的手下 哪里敢在闹事 只得暗暗心中咒骂他 众人散去 各自忙碌 天色暗沉 秋风吹过 树梢发出阵阵沙沙响声 一阵尖锐的哀嚎求饶声 吐得从官到左侧的一个营帐中传出 惊飞了周遭树冠上的寒压 有太医打着灯笼文声靠近 却被守在门外的屋中给拒绝了 道 军中规矩 大人只需看顾好自己的分内职责便可 深秋时节 冷风萨萨 此时的左都御史何文清 将手上的案卷翻阅完 TBP了几个字 就要去安歇 却呼得皇上口语 有恃相伤 他忙穿戴整齐 连夜入了宫 等他到了崇德帝的南书房 便见崇德帝 正与莫英王齐莫黎 对着一张地形图 低声说着什么 见他到了 崇德帝这才端坐到龙书案后 又为二人赐了座 齐莫黎这才开口道 城外淮北灾民疫病 已经暂时稳住 只是 今日本王呼的暗卫现报 淮北灾情非常严重 许多州县 家园损毁 饿死之人横尸遍野 正经危坐的何文清文言 面色微沉 你没道 敢问王爷 此消息是否可靠 为何如此严重的灾情 我等之前 近一点消息 都未收到 今日早朝时 户部左右侍郎 二人说法进步一致 想来也是有猫腻 齐莫黎点头 道 此消息是本王派往寒岚的眼线 传回来的 十分可靠 那寒岚到建州 即便骑上汉鞋宝马 连日奔波 也要奔走半月 正与城门外 那些灾民所说的时间 对应得上 只是 线报上不光提及江淮灾情 他看了一眼龙树暗后的崇德帝 继续道 据悉 被四郡山将军击退的 非语军大统领袁树怀 竟欲要趁此机会 突袭我龙鹰 崇德皇帝闻言 面色铁青地 将手中的白玉狼毫毛笔一摔 怒喝道 耻辱啊 这简直是奇耻大如 远在千里之外的寒岚 都已得知 我龙鹰淮北灾情 而朕 这个龙鹰皇帝 竟被蒙在鼓里 何文卿作为阎官 事事讲究严谨 他私存片刻 道 皇上 王爷 那袁树怀一向狡诈 莫不是他故意放出假消息 以扰乱我龙鹰军心 齐莫离慵懒地靠近大乙中 点头道 何大人的担忧 不无道理 本王的暗卫查到此消息 便绕道去了徐州 果见当地情形异常严重 这才八百里加急 将性传回建州 崇德帝连连叹息 表示 无需他寒蓝狡诈 如今城门外都已聚集了数千灾民 可见灾情不假 朕只担忧那些 未来得及逃出淮北的子民 怕是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朕记得那淮北徐州府的贾文生 当年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 本以为他会做一个爱民如此的好官 却没想 他竟如此胆大包天 到底 还是朕看走了眼 齐莫离瞥了他一眼 道 若不是我家星星 你城门外那些灾民 就够你忙活的 我告诉你 那可是一病 一个搞不好 就传到京中 你记着 回头给我家星星 多赏赐些金银财宝 他喜欢那些 第137章 见色忘义的东西 崇德帝文言 气横横地说道 人私家二丫头 还没嫁给你呢 你瞧瞧你这出现 眼下 赶紧将淮州知识平了 朕也好给你们选个好日子 把婚事给办了 齐莫离听闻婚事 眸光微动 唇角不自觉地勾了勾 何文青听到二人提及安平县主 提议道 皇上 从淮州到建州 这一路上 怕也是灾民不断 若无异病还好 若有 那便是铺天盖地的大灾 为防异病蔓延 恐怕还要宪主出手才是 崇德帝点头 看向歪着头贾妹的齐莫离道 如此 何爱卿你便出任钦差 带上斯嘉那丫头 一到北上往淮州去吧 那贾文生 作为江淮之府 竟惹出如此大祸 直接将他查办 若有宪府偷奸耍华 与贾文生同罪 齐莫离文言 也不靠在椅子中打瞌睡了 直接翻了个白眼 道 怎么又叫我家猩猩去 你养的那些个太医 都是吃嫌犯的 城外那些个药材 成品药 可都是我家猩猩铺子里拿去的 我家猩猩人美心善 又出钱又出人又出力的 也没见你夸赞一句 这差事太辛苦 我们不去 谁爱去睡去 崇德帝文言 抄起手边一本书 便朝着那不争气的老酒扔了过去 怒骂道 朕怎滴就不知 你竟是个如此眼界低的东西 你就不能等他办好此事回来 正在另行风上 浅色忘义的东西 滚滚滚 齐莫里给自家小丫头 争取到了好处 也不嫌弃皇帝的咒骂 他坐直了腰板 正色道 令 还需从周边周府 抽掉粮食与草药 以解淮州乡名的燃眉之急 南书房中的三人 一直商讨了一个多时辰 才算完 最终定于后日一早 何文清与司警星 带上金钟 几位太医 动身北上 齐和二人 一道出了宫门 齐莫离乎地顿住脚步 朝着何文清抱拳 说道 县主还小 一路上 劳烦大人多加看顾 只要一想到 让那小丫头 离京去那么远的地方 心中就堵得难受 他很想陪他一道前往淮北 却因寒岚发兵献报 他不得不留在京中点兵操练 严阵以待 已被随时发兵 何文清见惯了冷冰冰的九王 何曾见过这般千功的他 静桓给他一个做臣子的抱拳 他一时有些不适应 却想起那县主与自家女儿很是投缘 也就白手道 王爷放心便是 安平县主与自家小女 关系匪浅 臣子会好生照看 待事情办好后 定将其安然待会 齐莫离点头 与何文清告辞 便翻身跨上青中骏马 朝着轩武门的方向 飞奔而去 夜色黑尘 似那无边的浓墨 重重地泼在天上 连一颗星子的微光都没有 何阳街 瑞王府 司锦月洗了一身轻薄的粉色衣裙 出了翠景格的院门 他伸手服了服输的整齐的发迹 又将脖梗前的衣领 往下拉开一些 问道 你可打探清楚了 王爷今夜哪个院子都没去 打着灯笼 在前面带路的春枝文言 芒应声道 王爷院中的长生亲口说的 王爷今日回府后 便一直没出居然堂 司锦月点头 在春雨的搀扶下 跨过一道月亮门 拐过抄手游廊 也便到了齐南宴的居然堂 守在门外的侍卫 原青 见有人进院 便上前一步 在昏黄的烛光下 瞧见来人白花花的脖梗 盲垂下头 面无表情道 王妃 还请留步 王爷正在房中见客 不若您先回去 稍后属下 将王妃来过的消息 告知王爷 春枝见状 不由气道 你此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一个王府的下人 竟敢替王爷做主 驱赶王妃 司锦月见那原青 依旧面无表情 心知这府上的下人 都是屈炎覆势 踩高捧低的小人 见他如今不得宠 都敢给他甩脸子了 他暗暗压下心口的恶气 转头看向春枝 轻斥道 多嘴 王爷定是有要紧事在忙 如此 咱们便回吧 春枝还想再说什么 被司锦月一个眼神吓了住 硬是将到嘴边的话 给憋了回去 司锦月从春玉手中取来石盒 递给原青 笑道 这是我亲手给王爷熬的莲子红枣羹 王爷熬到这么晚 稍后别饿着肚子歇息才好 劳烦原青大人 一会儿子端给王爷 趁热吃下 原青见此 倒是没再说什么 将那石盒接了过来 司锦月往那亮着烛火的窗口 看了一眼 便转身朝着院外走去 只是他刚走了两步 便听咯吱一声 房门被打了开 他惊喜转身 便见一女子从房中走了出来 只见他 身着一袭红衣 墨发不扎不束 披散在身后 秋风拂过 他青丝飞扬 将他绝美的脸展露出来 他面若桃花的脸上 一双丹凤眼勾魂射破 那一平一笑间 娇媚万分 就连司锦月一个女子 都看得痴迷 不舍得挪开双眼 直到齐南燕也走了出来 他忙收回目光 这才意识到 这女子是从他夫君房中走出 司锦月顿觉委屈 他劳心劳力地去城外 为瑞王府博取生育 他竟是又带了女子回府 只是还未等他说话 那红衣女子却呵呵一笑 道 王妃倒是个端庄娘子 这么晚 还来给王爷送吃食 司锦月听着这清朗男生 灯食愣住 这人竟是男子 他心头的委屈顿时烟消云散 面上含笑道 不知府上有贵客道 多有怠慢 齐南燕看了他一眼 扭头看向那人 道 此事便有劳公子 那红衣男子抱拳 潇洒甩袖离开 走过司锦月身侧时 却清秀一下 道 王妃 好香 司锦月闻言 浑身一颤 呼得又想到自己的衣领 盲伸手捂住脖梗 往齐南燕的方向躲了去 那红衣男子见状 哈哈一笑 便引入了夜色 再也不见 司锦月猝着眉头 拽了拽齐南燕的衣袖 娇声抱怨道 王妃 那人好生无礼 齐南燕低头看向司锦月 知他今日在城外所做之事 便牵起他的手 往房中走去 司锦月本是穿得极薄 又在秋夜里站了许久 他手指很是冰凉 此时呼得被人握住 那丝丝暖意 瞬间传遍了他的全身 他只觉脸颊微微发热 心口也怦怦跳动 王妃 有多久没与自己这般亲近了 第138章 城外营帐王妃失踪 二人进了房间 春芝走到原亲处 微微驻足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才举步跟了上去 司锦月红着脸 将石盒中的红枣莲子羹 捧到齐南燕跟前 柔声道 王爷 妾身给你熬了羹汤 您趁热喝险 齐南燕接过那羹 顺手将人拉进了怀里 只把个司锦月 吓得惊叫起来 春芝与春玉见状 连忙退出房门 并关了上 齐南燕喝了一口那莲子羹 又咬了一勺莲子羹 亲手喂给怀中的司锦月 道 月儿做的羹汤 甚是清甜 你也来尝尝 司锦月倾起樱桃小口 含羞待怯地喝下那羹 只觉是放多了糖 甜到了她的心口 王爷喜欢 月儿便日日给王爷做 齐南燕却一把将司锦月 调整了个姿势 让她跨坐在自己腿上 司锦月顿时羞红了脸 她一个正经王妃 骨子里 还是觉得这姿势太过 齐南燕一把将人抱起 大步朝着内侍床踏而去 司锦月威闭双眸 耳边传来一道低沉蛊惑的声音 月儿 今日辛苦了 今夜便写在本王这里吧 司锦月知道 王爷说的是他今日去郊外 为灾民发放衣物之事 烛火随清风轻轻摇摆 却是不肯轻易被吹灭 芬儿便吹得更猛烈了些 那烛火摇曳得更快了起来 一层层的烛油不断秘密躺下 最终 风停 烛面 城门口 呼得一阵马蹄升起 一匹轻中骏马 急如闪电 狂奔而来 虚余 那马便到了眼前 那马背上的人 不是莫英王 又是谁 守城兵士不敢怠慢 忙将城门打开 放了行 司锦星今日着实有些累 晚上随机抽查了几个无感染营帐 对他们一个个的测量体温 查看脉象 一直忙活了大半夜才算完 等他回到自己的营帐时 都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他穿了一天的防护服 浑身黏腻 很是不舒服 司锦星打发了清蝉与紫苏 在隔壁营帐休息 便闪身进入了 杏林雅旭三楼的卫生间 他迫不及待地冲了个热水澡 又洗了头发 浑身香喷喷 他脸上敷着面膜 脚上蹬着拖鞋 穿着真丝睡袍 进了厨房 冰箱里装满了各种食材 可他今日着实没有力气做菜 便顺手泡了一碗方便面 刺溜刺溜地吃了个一干二净 吃饱喝足 司锦星便一头躺倒在自己松软的大床上 准备歇息一会儿 便回到营帐中 却一不小心沉沉地睡了过去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睡得正美的时候 一个斜着冷风的男子 大步闪身进了他的营帐 那人进了营帐 脚下的步子便放轻了许多 他一边捏手捏脚地往他前走 一边轻轻地解开身后的披风 却呼地发现 这营帐中 根本没有人的气息 齐莫离心下一惊 大步上前 伸手往踏上一摸 哪里还有那小丫头的身影 空无一人 他走出营帐 叫来白溪 问道 今夜可有何异常之事 王妃可有去过哪里 白溪闻言 不明所以 便将主子走后 城门外发生的事如实告知 齐莫离拧起眉头 他半个时辰前回到营帐 便再没有出来过 他再次回到帐中 借着外面传进来的一点火把光亮 一一检查着营中各处 当他扫过角落处 堆积了一人高的箱子时 他幽深的眸光微微一亮 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只是 不知那秘密 与他的失踪 可有关系 司警星睡得昏昏沉沉 被床头的闹钟吵醒 早上五点钟 这是他上一世 起床的时间 他不耐烦地伸手将闹钟按停 蒙上头 准备再睡一会儿 却呼得又将被子扒拉开 他每次在这个床上睡觉 便总是忘了自己 穿越到龙吟的事实 他还是早点回到营帐中为好 若是被人发现他不见了 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事 司警星快速地洗脸刷牙抹香香 穿戴好放在衣柜中的备用衣裙 他收拾妥当 便去厨房煎个鸡蛋 泡了杯牛奶 吃完早餐 便要闪身出了姓林雅絮 竟找到了前世出门去上班的感觉 只是 他刚走到姓林雅絮一楼门口 却听到门外有声响 似乎是他的营帐中有人 司警星不敢大意 往往后退了一步 又依着营帐外的距离 向西南处走了几步 这才出了姓林雅絮 司警星闪身出来 正是在营帐外西南角的隐蔽之地 他悄悄地转到营帐前 便见白熙一脸惊讶地望着自己 道 王妃 何时出来的 司警星被这人吓了一跳 他拍了拍胸口 斥责道 大清早的 你要吓死我 营帐中的奇莫离 闻听帐外动静 灯石大步而出 见那小女子安然无恙 心下终是松了一口气 他昨夜仔细瞧过营帐 没有任何打斗挣扎的痕迹 不可能是被人挟持而走 除非是自己出走 可白熙 莫秋 莫云三人又一口同声 说他根本没有出过营帐 如今 瞧见他回来 便一把将他拉进了营帐中 司警星方才一见 他从自己营帐中走出 心中便有些发虚 此时又见他黑沉着一张脸 他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他垂着头 咬了咬下嘴唇 不知该如何解释 毕竟这对他而言 都有些接受无能 奇莫离见小丫头两只小手交叠在一起 捏来捏去 一副不知所措的小模样 他心下不由有些心疼 自己早就知道 他有小秘密的 为何还要为难与他 这样一想 他心头的怒气 也就烟消云散 他牵过他的小手 握在掌心 柔声道 我知你有些秘密 你不想说 便不说 只是 不论如何 保护好自己 别叫我担心 他说着话 便将他轻轻圈入自己怀中 鼻息间涌入一股 从未闻到过的香气 奇莫离暗暗深吸一口气 这香气便是那秘密之地的味道 第139章 迟来的定情信物 司警星用力点头 心中则想着 或许有一日 他能将自己的秘密 讲给他听 他伸手在那人胳膊上捅了捅 道 喂 奇莫离 你送过我那么多东西 还将你母妃的金枝玉叶送给我 我却从没送过你什么东西 你会否觉得不公平 奇莫离低头轻哼一声 道 既然这么有心 把你自己送给我便是 嗨嗨 司警星文言 一下子没把气喘云 连连咳嗽几声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奇莫离间状 唇脚止不住地上脚 这丫头平素很是稳重 这惠子倒是知道 害羞了 她不经心情变得极好 道 你便是最好的礼物 无需你送什么 她微顿了顿 放在小丫头 后背上的大掌 微微用力 将她搂得更紧了一些 低声道 星星 等年后我们便成婚 可好 司警星手中握着衣物 正要拿出来送给奇莫离 却忽听到她的求婚 这应该是算是求婚吧 虽然 没有鲜花 没有气球 更没有戒指 可她 已经是最好的她 司警星抬头看她 那双黑眸中似事 染上了星光 满是期待 她点头 笑道 好 奇莫离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方才 竟隐隐有一丝担忧 还好还好 只是还未等她高兴片刻 那怀中的小丫头 却撅着嘴说道 成亲可以 但 不能同房 奇莫离你没 道 为何不能 都成亲了 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莫要逼我动手才是 她说着话 便伸手要去捏那小丫头的脸 司警星 却伸手捂住自己的脸 道 我还是个孩子呢 不是一过早做那样的事 会影响身体发育的 我可是大夫 你应该信我才对 奇莫离瞪了她一眼 将她捂着脸的手 扒拉下来 道 你最好别狂骗我 二人又绕着婚事说了几句 奇莫离却呼得轻叹一口气 道 心 昨夜皇上下令 要你与何文卿一到北上 前往淮州 相信 今日圣旨便到了 你可愿去 她如今想着 若自己不是皇室中人 这些麻烦事 是不是就与她无关 更不会让她也跟着费心 却没想 身色的小女子文言 却呼得惊喜道 可是真的 奇莫离酿了一早上的男舍男分 怎能到了她这里 就有些不对位了 她错眉道 你很想去 思锦心点头 眉眼弯弯地说着 为何不想去 灾情过后 黎明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作为一位医者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更何况 那淮州如今 定是一切百业待兴 这便是 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 不仅我要去 我还要陪清竹 随后跟去 奇莫离看着眼前小丫头 一眼兴致勃勃的模样 摇头失笑 倒是自己多虑了 她也不扫她心 只是点着她光洁的额头 斥则道 是 是 斯大东家 去开疆阔土 便如此狠心 舍了你家夫君 斯锦心哈哈一笑 露出一排洁白 整齐的背驰 道 诺 送你的念想 她说着话 便将手中的物件 往前一地 这块怀表 是她前些年 被派出国学习时 买下的 表链与表盘 都是黄铜色 那表盖上 雕刻着一条五爪金龙 背面则是浅浅地 雕了珠连下颌 当年 那渣男来自己家时 一眼便相中 她却舍不得送 一直留着 如今想来 那人当真是不配 奇莫离接在手中 这东西 似乎是女子脖子上 戴的项链 却又不似 却是她从未见过的物件 司警星伸手 将那怀表右侧的按钮按下 哒的一声 那怀表盖子便打了开 白色十英时的表盘上 表针还在精准呜呜地走着 这是机械表 即便拿出来用 也不怕没电 而盖子内侧 则是一张她十几岁时候的照片 倒是与现在的她 年纪相仿 奇莫离背眼前这精巧的小物件 惊得一愣 尤其是看到那涂上之人 竟是与身侧小女子一模一样 只是 那女子身上的衣服好生奇怪 虽只能看到上半身 却见到她 两条白花花的胳膊都露了出来 她不禁皱起眉头 不愿问道 这是你的画像 为何要穿成这样 是谁所画 本王要将她眼珠子抠出来 司警星将那照片取下来 笑道 这是照片 不是画的 你若不喜欢 我不送你便是 她说着画 便做事要将照片收走 却被那人一把拦住 哪有人送出了东西 还想要回去 去去去 想的美 齐末离身手 将那照片 小心翼翼地放回怀表内侧 这画像 画得可真像 她又指着那表真问道 这是何物 司警星泽对应十二个时辰 与二十四小时制 教她认识 时针分针秒针 齐末离物性极高 只用了半盏茶的功夫 便学懂了 只是 齐末离世何许人也 整个龙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她都未曾见过这东西 那便说明 这东西并不属于龙吟 甚至也不属于这片大陆 还有她那些药片 药水 还有曾经那个柔韧的药品 她离奇的医术 那构思精巧的剑弩 她不寻常的袖子 可 她不想拆穿它 也不想怀疑她什么 她眼下心中所想 抬手将那链子 往脖子上一挂 邪魅一笑 道 如此 本王便勉强接受 你这迟来的定情信物吧 思景星无嘴大笑 谁能想到 在外威风凛凛的沙神 如今近似情窦 初开的少年狼一般 齐末离看她笑得欢 心情甚厚 却不忘低声提醒道 我不在你身边 你那些个秘密 别轻易暴入于人前 思景星抬头 与她对视 用力点头 道 我知道的 你放心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二人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食指向握 朝着营帐外走去 方才就听闻 外面闹哄哄 这是又出了何事 二人来到一顶营帐前 就见杜太医 一脸愁容地 正从帐中走出 她一见思景星 顿时来了精神 却又碍于其末里也在 盲躬身行礼道 给王爷请安 随后便看向思景星 交集道 二小姐 您快去瞧瞧陈太医 她似乎也染上了这一病啊 第140章 明目张胆趁火打劫 陈太医 思景星眸光一闪 便是那陈故端了吧 昨日叫她戴口罩 穿防护服 硬是不穿 还说什么 这是披麻戴笑的白衣 这才过了一个晚上 就被染上了 呆 她朝着那营帐 中瞥了一眼 为难道 我身为县主 自然要为皇上排油解难 便自己担负起了这成药 草药材 淮北灾民用药 我自然是不收钱 只是这陈大人 杜太医闻言 微微一正 这思家二小姐 是要额钱 随后她便想到 也是那陈故端活该 得罪谁不好 非得罪思家二小姐 而营帐中正 发着高烧的陈故端 自然也听到 思景星的话 她拖着浑身酸痛的身子 一步三晃地走到营帐门口 道 还请县主出手相救 诊经不是问题 她此时 是真的难受至极 昨夜 被帐中几个男子 轮番全打脚踢 身上 本就有伤 结果昏沉 沉睡了一夜 早起便腹痛男人 排泄不止 后又浑身发烫 她此时万分后悔 昨日怎地 就没穿那奇怪的白衣裳 思景星 从来不嫌钱多 她笑眯眯地 伸了一根手指出去 陈故端点头 歇道 一百两 使得使得 她话音一落 却听得几声窃笑传来 她费力地抬眼去看 便见那思景星身旁的侍女 与随从 正好笑地看着自己 陈太医 这一病 怎么可能一百两银子的枕筋 杜太医倾咳一声 将那口罩网上提了提 陈故端惊讶道 县主莫不是要一千两的枕筋 会不会太高了些 反正这么多人都在吃药 不差她一个人的吧 思景星掀了眼皮 摇头道 一千两 买你一条命 太不值钱了吧 我瞧着陈大人的命 能值一万两 此话一出 那陈故端面色便一沉 怒声道 你这小女娃 这是在趁火打劫吧 她话音一落 只觉一道黑影闪过 紧接着便是 身上传来一道剧痛 陈故端 这才瞧见 自己身前赫然出现一道鞭痕 伤口处 正鼓鼓地躺着鲜血 她费力地抬头朝帐外看去 便见一高大男子 正有一下没一下地 轻轻甩动手中的鞭子 那人 不是九颜罗又是谁 她方才迷迷糊糊间 竟没将戴了口罩的她认出来 不知王爷到来 下官未能远迎 还请王爷恕罪 其末离将 沾满鲜血的鞭子 扔给墨秋 理都不理那陈故端 只对司警心道 这人只要钱 不要命 你正好也省些力气 陈故端见状 哪里还敢推剧 这可是疫病 史书记载 这治下病 虽不是最厉害的疫病 也有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存活 可那却是极少数 她不敢冒险 她即便万分不舍 那万两白银 却更不舍自己的命 指得道 县主医术高超 下官佩服 下官愿意出一万白银 作为诊经 还请县主救上一救 司警心心情好啊 一大早便有钱入账 笑道 既如此 不知陈大人 是怎么副长 是让家人送来 还是让王爷派人去你府上去 还是写个欠条文书 那陈故端一听 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这司家丫头 竟是一点都不同容 她暗暗压下心口恶气 道 那便请王爷的人 带上下官的亲笔书信 去府上取银子吧 司警心扁头 道 如此甚好 本县主今日 心情不错 再免费送你一剂口服疫苗 日后 再遇到这一病 你便不会再得 那太医院 始方永治文言 不绝一惊 道 敢问县主 这一病 当真有什么疫苗 日后 便终身 不再有染病的风险 司警心扁头 道 是 右侧那排银帐中的几千人 昨日便已经服用了 我给的疫苗 至于染病风险 那倒不是百分百倍风险 却要比寻常人低上九成 方永治 及几位太医 大惊 他不禁问道 敢问县主 这一瞄 如何得来 您的医术 又是从何人 司警心文言 下意识看向齐莫黎 见他脸上 并无一色 心中略松一口气 只要他不怀疑自己便好 他嘲讽一笑 道 怎么 方太医 是要巧取豪夺 我的医术级配方 方永治文言 便感受到 莫英王身上 泛出的振振寒意 他忙解释道 方某并非此意 只是随口一问 县主年纪轻轻 便有着通天本事 实乃大造化 司警心越听越不对 什么通天本事 再说下去 他岂不成了妖魔邪术 他柳眉微醋 道 方大人 井底之蛙 不知天之大 一切都是事在人为罢了 那方永治文言 一副受教的模样 连连点头 却叫司警心看得更烦躁 一万两的银票 从城顾端府上取回来 司警心便 立即为他记住 点滴 又为了两剂药 不多时 宫中便来了传指公公 大抵意思 便是司警心 带领八位太医 明日一早 从建州出发一路北上 前往江淮徐州府 城门外 染病的灾民 基本已无大碍 只需每日和他配的 桃花汤药即可 此处 便交由冯大夫 与杜太医二人 继续看顾 圣指下来 司警心又交代了一些 注意事项 便出了城 在城门口 与齐莫黎分开 各自去忙 他先去了兰府 与外祖母 三位舅妈 说了去淮州之事 几人纷红了眼圈 兰府老太太 将司警心搂在怀里 哽咽道 这才见几次面 就又要分开 也不知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再与你见几次面啊 司警心暗暗搭上 老夫人的脉搏 却被老夫人拦住 道 我的身子骨 我自己知道 只盼着 你能早日回来 三位舅妈见状 纷纷扭头是累 又急急忙忙地 去给她准备出行 要带的衣裳 物件 吃食 在她的千蓝万蓝下 三位舅妈 还是给她塞了半马车东西 才肯罢休 司警心坐在马车中 往将军府而去 只觉心中 泛起阵阵暖意 有人挂念 单想想就觉幸福 马车缓缓行了一盏茶的功夫 也就到了人群熄壤的东平大街 他呼地听到 车窗外高高低低的议论声 你们听说了吗 那斯 将军家的小姐 乃是灾心转世 第141章 妖言获重者当战 哟 这可还真没听说呢 怎么回事 说是那小姐 之前是住在京郊的 家宅里平安无事 一团和气 自从她回京后 日日家宅不宁 我也听说了 说是她自小克母 如今又克父 还把继母克商 嫡兄克入了京兆府 这还只是 她家宅子中小事 如今她可是货及龙吟了 你们想啊 她不回京时 咱龙吟多少年没灾没货的 她一回来 淮北便发了水 那些个灾民哪都不去 偏偏千里迢迢跑来建州 还不是她在 几个妇人聚在一处 言之凿凿地议论着 有好奇的 便问道 是斯家哪位小姐 自然是二小姐 本来要去 给九王冲洗 却被她歪打正着了 这本就是在东平大街上 寄人堂便在不远处 这些个话 自然也被那些在几人堂 多有授意的百姓听到 便有人出声反驳 你们胡言乱语什么 斯家二小姐 最是心善之人 不说别的 上几日我家公爹 可喘差点断气 还是二小姐出手相救 敢问 金钟 还有谁有这等本事 是啊 如今几人堂所有人 都去了城外救济灾民 你们如今倒在人背后造谣声势 真是寒人心 若不是斯家二小姐 医术了得 稳住了城外的疫病 说不得会引起城外灾民暴动 届时 你们以为还能如此惬意地 在金钟闲逛 小命都不知能不能保住呢 那可是一病 可无论这些人怎样反驳 那边咒骂斯家小姐是灾心的人 依旧我心我素 直到 哼 若不是他 人家好好的家会招灾 如今说什么劳心劳力 救灾整病 灾心就是灾心 就是 若是没他 那些灾民也不用遭罪 什么时候他再滚回京郊 天下也就太平了 斯锦星坐在马车中 将这些人的话 一字不落的都听进了耳中 他身旁的紫苏 劝慰道 都是一群无知刁民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 就敢乱传 你看 还是很多人敢念您的 小姐切摸卫生这嫌弃 不知道 清缠不善言辞 只推开车门 站在车员边上 朝着那些人大声呵斥道 我龙吟律法 妖言获重者 诽谤造谣者 暗虑当战 摸摸你们头上有几个脑袋 敢在背后胡乱议论安平县主 他一身黑色红边衣裙 头发高高扎起 手持长剑 浑身散发着一种肃杀之气 那些嚼舌根的平头妇人见状 早已吓破了胆 闭口不言 撒鸭子跑散了 斯锦星微微醋眉 眸色骤寒 叫他滚回京郊 是谁又疲痒了 他不由看向紫苏 二人对视一眼 都想到了一个人 马车继续行进 不多时也便到了将军府门外 斯锦星下了马车 便见斯俊山郑侯在府外 正眼巴巴朝他看来 这是在等他 对这个便宜扎爹 他是真的很难平 对于他个人而言 在斯俊山手上 也只是吃过一巴掌 挨过几句骂 而对于原主来说 他所受的痛苦 折磨 委屈 都是这个扎爹间接造成 又该如何解脱 他只是一个外人 他做不到替原主原谅他 斯锦星看了他一眼 静止朝着自己的院子走去 全然不顾斯俊山脸上将住的笑容 斯俊山望着自己女儿的身影 在游郎镜头拐了弯 眼下心中失落 摇头笑道 这孩子有些脾气 是好事 日后便不敢有人为难与他 林素在一旁点头 道 将军切莫灰心 二小姐总有一日 会体谅你的苦心 斯俊山却不以为然 这孩子是个爱恨分明之人 一旦伤了他的心 便是再也拉不回了吧 他不由地抬头 朝着碎华院的方向看去 呼得又想起什么 回头冲林素吩咐道 他寿命北上 你抽掉几个人 暗中护着他 而这边的斯锦星 刚拐进锤花门 便瞧见一人 正守在碎华院外 那人身穿 一袭浅灰色衣裙 素静得很 倒是与他往日穿着 很是不同 他头戴帽帽 纱布长翅胸前 将整张脸都照了起来 这便是那多日不见的斯锦云了 斯锦云上前一步 恭敬道 二姐姐 斯锦星脚下不停 目光从他面上轻轻扫过 道 既然来了 一道进来吧 斯锦云闻言 帽帽下的双眸 立即带了光亮 跟在了斯锦星的身后 一道进了碎华院 燕妃得了信 今日早早便回了府中 为自家小姐 提前收拾些要带的物件 听得院中有动静 便含笑快步走了出来 她刚要开口说话 便见斯锦星身后 还跟着个戴帽帽的女子 这府上容颜近毁 需要戴帽帽的 可不就是 那三小姐 斯锦云 她当时变了脸色 道 今儿这是什么风 将三小姐给吹来了 三小姐 莫不是还要我们家小姐 去求九王爷 给您找大夫不成 这俗话说 人要脸 树要皮 三小姐若没事了 还是多照照镜子才是 斯锦云闻言 微帽下的脸色一沉 自从自己的脸坏了 她便不敢照镜子 可不知怎变 那柴房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却都被下人摆了镜子 不管她朝着哪个方向 都能看到自己碎裂的脸 她发痕 摔碎了一面又一面的镜子 可那守柴房的婆子 却总是在她摔坏镜子后 立即又补上新的来 她哭 她闹 她恨 她尖叫崩溃 终于 她再也不摔那些镜子 斯锦云双手紧握成拳 却又很快地松了开 她收敛了情绪 缓声道 当日 是我太过冲动 只想着 九王不止认知宫中太医 还认识不少江湖名医 便一时心急口快了些 此事是我不对 思虑不周 还望二姐姐 莫要挠我 燕妃姐姐 也莫要再拿此事 取笑于我 斯锦新闻言 不由台谋朝她看去 这丫头 自小被周氏养得刁蛮任性 今日竟能如此平心静气 任由燕妃一个吓人羞辱 使出反常 必有妖 第142章 一顿十八个菜 燕妃看了一眼自家小姐 见她似是没听到一般 自顾喝着茶 她心中便更有了些底气 双眸一冷 道 合着 三小姐做都做了 却又叫我们小姐 大度不与你计较 这是何道理 斯锦新握住那茶盏 暖着手心 侧目看了一眼燕妃 见她一脸酝怒 只觉有趣 如此强硬的燕妃 她还是头一回见呢 谁能想到 她曾是个谨小慎微 又爱自怨自艺的姑娘 所以说 女孩子还是要出去走一走 闯一闯 说不准会在这个过程中 寻到自己的价值 人呢 一旦有了自身价值 便犹如小太阳一般 光芒四射 哪里还有功夫愿对 瞎琢磨 斯锦云头上戴着帽帽 将一张脸遮得严严实实 没人能瞧见 她此时黑尘的脸色 一个卖身奴才 竟敢咄咄逼人至此 她长长的指甲 深深刺入手心 那种尖锐的疼痛 让她顿时恢复了些理智 斯锦云笑道 所以 我今日这不是来了吗 她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斯锦星的方向 跪了下去 道 还请二姐姐饶恕 云儿无心之失 却叫姐姐难做 实属云儿的错 姐姐要打要罚 云儿绝无二话 她被斯郡山官在柴房七日 昨日夜里 才得以解除禁足 而她能出房门后 先是去何云院请了安 毕竟 此次为她求情的人 正是老太太 而后 她又趁着夜色 去梨花院门外 呆立了片刻 这才回了她的碧落院 放她出柴房的那人 说了一句话 让她深深落在心中 敌强我弱 不宜硬碰 如今 她做到了 她卑微似狗一般 跪在地上 祈求原谅 斯锦星见状 点头道 起来吧 一个人 会在短时间内发生 如此巨大性情转变 恐怕 她是要跟她玩战略了吧 燕妃与紫苏对视一眼 又心照不宣地 将目光转向那斯锦云 这还是嚣张惯了的三小姐 斯锦云由着怜香扶了起来 道 多谢二姐姐 斯锦星瞥了一眼 她身侧的丫头 才看向她 道 罪也请了 那便回吧 斯锦云却又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道 鱼儿还有一事 想请二姐姐帮忙 斯锦星又怎会不知 她今次来的目的 便摇头道 帮忙 那倒不必说了 我忙得很 没空 斯锦云忙改口道 不 不是帮忙 是想求二姐姐出手 帮鱼儿整看整看 我的脸 她说完话 见斯锦星不吭声 又连忙道 整惊不会少二姐姐的 斯锦星点头 道 如此 将帽摘了 我瞧瞧 斯锦云闻言 面色一白 院中除了她与莲香 还有碎华院丫头婆子七八人 她感觉所有人都在瞧她 可她当真也不敢向斯锦云提出什么单独整看的要求 她只得颤着手 缓缓将那帽帽从头上摘了下来 院中众人都还记得 那日九王来给二小姐下聘礼时 三小姐的脸忽然似龟甲一般 撕裂开来 鲜血横流 犹如地府女鬼 恐怖如丝 而今 再看 她脸上那些均裂纹路更是明显 似交错的篱笆 莲香篱的最近 她瞧见三小姐那疤痕处的皮肤 近似那碎裂的纱布 轻轻贴在脸上 似乎一阵风吹过 她的脸皮便会掉下来一般 她吓得惊叫一声 连连后退了两步 三小姐昨夜被放出柴房 便是带着这位冒回的院子 所以 她根本不知道 这位冒下的脸 竟是这一般模样 她不由自主 抬眼 瞟向石桌旁的二小姐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院中众人虽不似连相待般 被吓到尖叫 却也都大吃一惊 发出一阵唏嘘声 司警云早知自己的脸破碎不堪 如今被这么多人嫌弃 她真想一走了之 可她不能 她暗暗瞪了眼 那脸色发白的怜香 不知死活 司警星只向真性地瞧了两眼 便道 能治是能治 只是 能治 司警云本是垂着眼眸的 闻听此言 大喜过望 看向司警星 道 二姐姐 既然能治 你便治吧 要多少枕筋 我都付给你 只要她的脸能好 一切就都来得及 司警星本想说 能治是能治 就是副作用有一点点大 如此 她便不用说了 是不是 她将到嘴边的话 憋了回去 道 我研制了一款冰炎润机高 对你的脸有奇效 只是 我费尽心血 才熬制出来这两罐 里面用到的药材 又极为贵重 因此 要一万两一罐 一罐可用一个月 司警云若是往日听到一罐药膏 要一万两 定是要心疼死 可她如今却是不缺钱的 那个人给了她不少银子 那二姐姐 便将这两罐都卖给我吧 她迫不及待地 想要恢复往日的容貌 这副鬼样子 她是一天都不想看到 司警云说着话 便从衣袖中抽出两张银票 递了过来 司警星秀没微调 燕妃早已将那银票接了过来 细细查看 又交给紫苏查验 两张横通银号 免额一万两的银票 没错 司警星也接过那银票 笑道 三妹妹既然这么急 那边都给你了 用完再来 她伸手入袖 摸出两个精致的白瓷瓶 瓶口处 专门让工匠 做成了后世的螺旋盖 整个的通体白瓷 看上去 高级感满满 司警云拿在手里 是自己不曾见过的瓶罐 更是满意 只觉那两万两白银 花得值 她急急忙忙便转身离去 还差点与刚从外面回来的绿竹 撞个满怀 绿竹是在半路 被司警星遣去水泻雅居 说是离京前 想大吃一顿 好家伙 就算大吃一顿 也不用要上十八个菜吧 清香炒物鸡 辣味和蒸 千菜闷肉 七星鱼丸汤 酱汁微提棒 都是大菜 她家小姐真是想一撮 是一撮 绿竹指挥着身后的四个小伙计 将八个石盒 放在外间的桌子上 才走出来 朝远门处 挪了挪下巴 道 那人来做什么 第143章 有能者居知 带几个丫头交头接耳 议论完司警云的脸 进到屋中时 纷纷愣住 只见桌子上 正摆着十八个 空空如也的盘子 他们下意识 都朝着自家小姐的肚子瞧去 紫苏想 小姐这肚子 是个无底洞 严肥想 小姐这胃口真好 是怕去北边没饭吃 绿竹想 小姐好厉害 司警星被三人看得不自在 白手道 我去看看四妹妹与二少爷 她走到门外 将白熙叫来 吩咐说 去将陪掌柜与赵掌柜 方掌柜请来 我有事与他们商议 白熙闻言 便翻了个白眼 自己明明是个暗卫 怎么倒成了给她跑腿的 她不由抗议道 王妃 您今日刚得了两万两 就不能去买个专门传话的 司警星扭头看她 点头轻笑 道 倒是我思虑不周 要不 我去跟你主子聊一聊 让她给我换一个愿意跑腿的 清缠在一旁 听了这话 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 白熙一听 邪逆了那幸灾乐祸的清缠一眼 轻壳一声 道 属下说着玩的 再说了 王爷那么忙 这点子小事 还是不用去讨扰她了 属下绝对听从王妃吩咐 这就去请人 笑话 那冰块主子 也就跟王妃在一起 还能笑笑 平时就是个大冰块子好不好 跟着王妃 不仅吃得好 玩得好 主要是王妃好说话呀 她才不想被换回去 白熙抱拳行礼 便闪身离去 司警星则闽唇轻笑 带着清缠 往温室的翠和园走去 她刚跨进翠和园 便见司警仪 正从房中走出来 司警仪瞧见来人 脸上顿时带了笑 快步迎了过来 笑道 二姐姐 我这要去岁华院许你呢 她说着话 便挽住了司警星的胳膊 脸上的笑 也慢慢收了下去 道 听说 二姐姐 你要去北边 司警星笑道 你倒是个消息灵通的 我也是今日一早 才得了皇上的圣旨 是这样说的 姐妹二人一边说话 一边往院中走去 房中的温室 听到说话声 也快步走了出来 催促道 姨儿 快让你二姐姐坐下些话 这两日在城外忙碌 该是累坏了 司警星也不见外 拉着温室母女一道坐下 笑道 谢谢温姨娘 还是您惦记我 温室招手叫人上了茶 便问道 明日就要启程吗 是不是太急了些 路上要带的东西 叫绿竹他们 给你收拾起诊了吗 司警星点头 笑道 嗯 燕妃他们 已经在收拾了 北边形势紧迫 还是早些出发为好 我想着此去 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就想着来看看你们 温室轻叹一口气 道 你到了那边 定要护好自己 皇上也真是的 竟让你一个女孩子去 怎么这事 墨英王爷 就没跟皇上说说情 司警星刚要说话 就听院外传来一道男童的声音 二姐姐医术了得 岂是宫中那些太医能比的 此等重要之事必定有能者居之 这说话的人不是司警恒 还是谁 司警恒的院子就在翠河园边上 走过来也不过几步路的距离 司警星有些日子没见他 便瞧着他似乎又长高了些 听闻司俊山给他找了书院 每日理工客忙得很 他朝他招手 正要问他些学堂的事 却见他呼得一扭头 朝院外喊道 进来吧 温氏与司警恒对视一眼 往院门处瞧去 便见一个前院的暴姓丫头 喘着粗气走了进来 可见是一路小跑着过来的 那丫头对着几人行了礼 便对着司警恒说道 小姐 不好了 出事了 司警恒微醋眉 开口问道 出了何事 府门外忽然聚了一堆人 那些人嘴里骂骂咧咧 说 说 那丫头吞吞吐吐 似是说不出口 司警恒威意思寸 莫不是东平大街遇到的事 她眸光一暗道 可是说 我乃是灾心转世 克父克母克兄克姐妹 如今又克了淮北发水 克了建州百姓 不能随意出京 那丫头听着二小姐这话 脸色一白 声音颤颤地回道 是 司警恒听了这些话 脸色一沉 盯着那小丫头 冷声问道 是谁叫你来的 如今 谁去了门外应付 那丫头微微一正 才滴滴开口 道 是 老爷 老爷叫奴婢来与您说一声的 司警恒闻声 道 好 我知道了 她说吧 便招手叫司警恒过来 似乎没听到这事一般 那丫头见着二小姐 压根没起身的意思 不由己道 二小姐 您不去府门外看看吗 那些人可都在骂你 司警恒转眸看她 道 我为何要去 与一群无知百姓理论 你先去忙你的吧 她说完 便随口轻喊道 去金兆府 报官 隐在暗处的墨丘文言 便应了一声 那报信丫头一听 怎的还有男声 她立即四下张望 却什么都没瞧见 顿觉后背声寒 忙脸色发白地告了退 司警恒站在司警星身侧 盯着那丫头远去的背影 低声道 二姐姐 此事怕是有蹊跷 近些日子 父亲经常来看我写字 偶尔也会与我说说话 我看得出 如今 父亲对二姐姐很是看重 她护着你还来不及 又怎会遇到点子事 便叫姐姐去出头 司警星点头 却没接话 只是转动身体 朝着何云院的方向望望一眼 与此同时 碧若院 坐在梳妆桌前的司警云 望着镜中自己破碎的脸 双眸中闪出一道阴冷的光 她将白瓷瓶中的冰炎润积膏 一点一点轻柔地涂到脸上 她惊奇地发现 那膏体 在指尖上时还是白色 在脸上轻柔推开 却变成了水状 涂到干干巴巴的脸上 顿觉水润清透了许多 想来 过不了多久 便能恢复到原来那白皙嫩滑的好皮肤 她暗暗想着 那司警星的衣术 倒是好的 只是 可惜 司警云小心翼翼地将白瓷瓶放好 才透过镜子 看向一旁站着的莲香 道 我那二姐姐 可是已经去了府门外 第144章 将军府前聚众闹事 莲香瞥了眼 被司警云放在梳妆桌上的白瓷瓶 低声道 方才外头的丫头来报 二小姐还未曾过去 司警云闻言 脸色一沉 啪的一声 将手中的弯月包金木书 摔在桌上 她为何还不去 司警云又将书子拿起 对着镜子勾传一笑 吩咐道 你去何云院走一趟 莲香垂着头 却恰巧将三小姐那笑看进了眼里 她忙点头硬下 退出了房门 不知为何 她总感觉如今的三小姐 整个人阴森森的 她快步走出壁落院 朝着何云院走去 司警星与司警衡司警仪说着话 温氏则抱着一个包袱 从房中出来 道 二小姐 我也没别的本事 今日得知你要去北边 便着急忙慌地 做了些你爱吃的桃花酥了 你待在路上吃 只是这桃花是春日烤干的 味道不甚香甜 司警星将包袱打开 里面是用油纸包的 严严实实的五六包点心 一股清淡的桃花香 她笑着说道 不妨是 还是姨娘想的周到 有了这些个点心 我路上指定是饿不着的 她说着话 便看了清缠一眼 开口道 此去还不知何时能回 便也顾忌不到你们 这是五百两银子 姨娘 你拿着 给四妹妹与恒弟弟用 清缠上前两步 将五张一百两的银票 放到石桌上 道 您收好 温室见状 忙推巨岛 不过 我们娘三个的阅历银子 便够用了 倒是没有花销的去处 你出门在外 多带些银子傍身才是 她虽是斯俊山的妾室 但当初 还是有一间小铺子做嫁妆 虽然收益少些 倒是也不至于捉襟见肘 可这二小姐一出手 便是五百两银子 着实让她内心一惊 她暗暗抹了把眼泪 如今二小姐算是熬出来 斯锦仪将那银票叠起来 一把塞回斯锦仪袖口里 低声道 二姐姐 如今府上没有主母 没人敢磕磕我们娘三个的银子 你就放心吧 斯锦仪听着二人的话 不觉眼眶发热 却听到斯锦衡说道 二姐姐 你到时候换些银子 不仅可以花 遇到险情 还可以拿来砸人 我只盼着你回来后 再带我去吃一次雅醺捞的火锅 便试了 温氏文言 赶忙呸呸呸三声 瞪了她一眼 道 你二姐姐明日就要启程 说的什么魂话 斯锦仪却不以为然 她俯上斯锦衡的脑门 道 好好 我回来必然带你再去吃一次 到时候 温姨娘也一道去 斯锦仪从翠河园出来 便朝着河园园走去 她倒要看看 这老太太又要做什么妖 只是 还未等她走到 便见老太太正在吕妈妈的搀扶下 大步朝着这边走来 斯锦仪心道 这可真是狭路相逢啊 她还未说话 对面的老太太便开了口 府外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为何还不去看她 竟还有心思在府上闲逛 我斯家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祸害 斯锦仪文言 扑痴一笑 道 府上出事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女儿家出头了 我父亲还在 你也还在 等你死了 我再出头顶事也不迟 老太太一听 顿时被气得脸色铁青 伸出胳膊颤颤地指向她 道 大胆 你这个口出狂言的 忤逆不孝之女 斯锦仪无所谓的贪手 道 行了 要去府外 就一起去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是又唱的哪出戏 老太太见状 也不再说什么 她的目的 就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承认外面那些灾心言论 顺势将她逐出将军府 近些日子 将军与她的母子关系十分微妙 却与这个大逆不道的女儿 走得极近 想来 正如三丫头所说 这二丫头定是在背后挑唆将军与她的关系 只要三丫头离府 搬回京郊别院 儿子与她见面也就少了 便能缓解与自己的母子关系 一行人朝着府外走去 斯锦仪瞥了眼老太太 笑道 老太太的腰腿 近来可好 那老太太一听 顿时感觉腰痛又厉害了些 也让她想起 这二丫头刚回京时 总是给她送些膏药 十分好用 可 如今 她却是冷哼一声 理都不理人 吕妈妈走在老太太身侧 低声道 二小姐 您之前那些膏药可还有 此言一出 老太太登时怒道 我用其他郎中的药 也是极好的 无需多言 吕妈妈吃了扁 闭嘴不言 心中却是暗暗复匪道 也不知是谁 前阵子遣人去二小姐的寄人堂 买那膏药 结果 那膏药极贵不说 还不随意出售 非要并换本人前去才行 最终 老太太也没能再买到那膏药 旁的大夫不是开汤药 便是膏药不管用 她也只能每日里忍受着腰痛 吕妈妈心道 也不知 她非要与二小姐闹成这样 是图什么 将军与她不合 又与二小姐有何干系 没一会儿 几人也就到了前院 隔着一段路与一道墙 咒骂声 怨队声 动静极大 司俊山正站在门外 大声解释着 我的女儿 根本不是什么灾星 更没有克服克母 淮北灾情更与小女无关 你们莫要信口开河 造谣声势 她率兵打仗时 可以一棒打死三个敌军 不带眨眼 可此刻 她面对的是一众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她似乎除了用嘴解释 再无她法 司警星瞧着她为自己辩解的样子 她如今终于开始相信自己了 可那又如何呢 而门外的百姓 瞧见她终于露了面 却似被瞬间点燃了 他们高亢地喊叫着 灾星滚出剑州 滚回京郊 还我剑州安明 司警星在府门台阶上站定 她拧眉望去 便见人群挤来挤去 不受控制地朝她涌来 她扬声道 你们如此冲动行事 莫不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 她声音高亢 可那些人却似没听到一般 电光火时间 一道寒光闪过 迅如击雷 司警星眸光一冷 那是一把刀 第145章 趁乱要她命 司警星猛然间便意识到 毁她名声是假 趁乱要她命才是真 她迅速从衣袖中 掏出一根长鞭 朝着身前的地上 猛地一甩 响亮的鞭抽声 及腾起的尘土 让蜂拥而来的百姓们 生生止住了脚步 那大黑鞭子 抽到身上能不疼 众人望着那台阶上 助力的素衣女子 她青丝飘扬 一身清冷 辟腻凛然的双眸中 泛着悠悠寒光 那女子冷傲的气质 配上她手中 持着的黑皮长鞭 净是让人不寒而栗 众人不敢进也不敢退 生生站在原地 不敢动弹 司警星冷眸一扫 便见人群中 有两人眼神阴逸 透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老太太此时 也走到了府外的台阶上 便见自己儿子 不顾自身安危 挡在那二丫头身前 好一副妇女情深 她就说 这二丫头 是给她儿子 下了什么降头不成 要知道 这些年来 她对这个二丫头 可一直是不待见的 老太太缓缓走到 司俊山身侧 道 如今剑州城众人皆知 是二丫头的霉运 影响了整个剑州 乃至整个龙营 你还拦着作甚 叫二丫头给大伙赔个罪 便搬回西郊别院 也就是了 此言一出 司俊山顿时满脸惊愕 她双目中闪烁着 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牙齿也咬得咯咯作响 咆哮道 母亲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她脸上的怒气 变成了嘲讽的大笑 道 星儿 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如今此举 是要置她于何地 司锦星柳眉微醋 余光没有错过 人群中那两人的互动 这件事 恐怕不是老太太 一个人能做下来的 她脑中正在思虑 便听到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道 连司家人都承认了 可见她是灾心无疑 快将她赶出剑州 还我龙营安宁 此言一出 那些方才被吓住的平头百姓 也回了神 甚至 还有人为自己 被那小女子手中的 鞭子恐吓住 而感到羞耻 他们前扑后 拥往前冲 嘴里喊着 滚出剑州 还我龙营安宁 司俊山张开双臂 将司锦 心护在身后 生生挨了百姓挤拳头 便被人挤到了一旁 司锦心贴见人群中 那二人谋中的杀意 顿时往府门处躲去 如此一来 站在台阶正中间的 围留了扶腰 而站的老太太 老太太本就腰不好 一见人群朝他扑来 想立即转身 却是来不及 生生挨了好一顿 拳打脚踢 司府门前 此时一片混乱 由于闹市百姓人数众多 即便将军府有守卫 依旧阻挡不住 百姓的攻势 司锦心大喝一声 二等都是不要命了不成 可就在这一瞬 一把泛着寒光的刀 嗖的一声 朝着他的方向飞来 司锦心甩起手中长鞭 将那长刀 隔空拦住 光的一声落了地 轻蝉见状 冲着自家王妃点了个头 便手持长剑纵身而起 那人手上没了兵器 哪里是清缠的对手 只削片刻 那人便轰然倒地 另一个目露凶光的男子 此时也已经趁机挤到了 司锦心跟前 他手上倒是没刀 司锦心将手中皮鞭一收 当胸一脚 狠狠踢向那人 那人没防备 被踹翻在地 他哪里能想到 这看似娇滴滴的千金小姐 竟会些拳脚 他迅速跳起 猛一个回旋 单腿朝着司锦心扫来 司锦心灵活闪过 看准时机 向着那人侧面猛然出手 拳头带风地 直击对方要害 那人头部挨了一记重拳 便觉头脑有些发晕 紧接着便是一记记 闷拳砸在他的身上 他心中惊骇 自知不敌 便踉呛着往人群中钻去 就在这时 人群中有人叫道 金赵福尹大人来了 虽然司俊山是朝大将军 可他管的是军务 而这金赵尹 管的却是剑州事务 闹是百姓 平素怕金赵府怕得很 而今日却并不以为然 毕竟 法不择重 给他们银子的那人 就是这么说的 法不择重 数百人都在司家门前闹了事 难不成 还要将这数百人都问了罪 金赵引珠景川 穿过人群 大步走到将军府门前 拱手行礼道 司大将军受惊了 司俊山闻言 却先是往司锦心的方向看去 只见他两手插腰 一只脚正踹在一个男子身上 举指十分粗鲁 可他却是暗暗松了口气 另一边 他的女卫 也拎着一个男子 站在旁边 脚下扔着一把大刀 饶是司俊山再蠢 也瞧出了那两个男子 不是普通百姓 他转头对着朱景川道 金中谣言四起 竟说我家小女 乃是灾星 还望朱大人严加审查 绝不可姑息背后 造谣声势之人 那朱景川 本就是莫英王的人 此时一听 涉及到安平县主 浓眉一粒 从那些跟闹市百姓呵斥道 而等竟如此大胆 安平县主 此次为城外义病奔波劳累 已是劳苦功高 如今又得了皇上的旨意 与钦差大人一道 前往淮北 而等这是要 公然抗制不成 一听到抗制二字 那些方才 还把法不择重 记在心里的老百姓 此时早已下的双腿发软 纷纷跪在了地上 求大人开恩 草民 只是凑凑热闹 并未对县主 做什么不利之事 求大人恕罪 草民再也不敢了 一时之间 私府门前 全是震耳欲聋的哭喊求饶声 司警星踹了一脚地上那人 将微型扩音器 带在耳边 大声道 若要经兆抚引大人 饶你们的罪 那就要看 谁有认错的态度 说出些有用的信息 比如 谁是幕后指使 谁让你们来读我私家大门 又是谁让你们谣传我客夫客母 灾心转世的 他说完这话 余光却扫见脚落出一人 正偷偷摸摸地进了府去 那人 衣袍被拽得歪歪扭扭 身上也有深深浅浅的几个脚印子 发际散乱 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他此时正垂着头 可司警星 却一眼 便认出了他 那人不是他那嫡亲的祖母 还能是谁 那边的百姓们一开始 还犹豫不决 一见经兆府的官差 就要上前拿人 便有人高声喊道 是私家一位魔吗 第146章 王爷送您的乐子 一位魔吗 司警星似笑非笑地望向那扶着墙 颤颤巍巍巍往里走的身影 此事 越来越有意思了 人群中又有几人说道 是 是一位 自称是私家嬷嬷的妇人 给了我一两银子 叫我在街上 散播这些消息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只对几个人说了 那人只给了我半吊钱 叫我带上老婆孩子 一道来府门外闹事 那婆子 可没告诉我们 县主接了圣旨 一皇命北上 我们约啊 人 就是这样 都有从众行礼 见一个人招了 紧跟着便有几个十几个 最后一多半都招了 因着人数众多 不能全部带回经兆府 经兆府引朱景川 便这人当场对这些人 做了登记 而那几个对司俊山 动了手的百姓 却没那么好运 殴打朝廷命官 岂能轻易放过 朱景川瞥了眼 那两个带了凶器的男子 心道 普通百姓 就算胆子再大 也不可能 带着刀剑来闹事 此事 不能大意 他叫来拆棺 将那二人压下 走到司景星跟前 恭敬道 王妃 此事 交由下官审查办理 司景星点头 道 劳烦朱大人 朱景川 又回身与司俊山道 司大将军 告辞 至于那造谣者 既是司家一位摩摩 这便是司家内宅司事 他便不好再插手 那些围观闹事者 不仅将收来的一两银子 半掉银子 统统上交 还在经兆府登记在册 日后再犯错 怕是会加倍严惩 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司景星轻叹口气 这司家真是一天都不想待了 众人回府 司俊山下令 和府三十岁以上的妈妈婆子 都到前院集合 他看向跪在地上的一男一女 冷声道 稍后 你们便睁大你们的眼睛 仔仔细细地看 将那叫你们造谣的婆子 给找出来 那二人此时 吓得大气不敢出 点头硬下 上半身负得很低 司景星坐在一张大椅中 摸出一把瓜子 一边磕一边说道 我那好祖母 您这是要去哪 快来跟我一道 看戏是瓜子呀 那老太太此时 正将这腰 一步一步 往垂花门处走去 她如今 是顶艳凡之二丫头 那双眼 怎么就什么都能看到 她顿住脚步 转过身来 便见司俊山 也将目光 转向了她自己 老太太黑沉着脸 看也不看司景星 只是冲着司俊山 没好气地说道 我身上受了伤 便先回了 司景星笑道 都说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可我瞧着 司大将军的话 在府上 竟都是废话 没人听啊 老太太文言 脸色一沉 张了张嘴 竟是什么都说不出口 司景星看着她 又走了回来 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中 她神色中 带着几分明显的慌乱 不多时 温氏带着司景仪 与司景衡移到前来 见到司景星 正好端端地刻着瓜子 便放下了心 游廊花墙后 走出一个身影 正是四家三小姐的司景云 她望着那厚重珠门 双眸闪过一丝幽光 深吸一口气 道 走吧 莲香紧忙地跟上 朝着前院走去 他们到时 将军府三十岁以上的妈妈 婆子都已经站在了前院 司景云网厅中瞧去 那素衣女子 一脸慵懒淡然的样子 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双眼 什么时候开始 她的神色 竟与九王如此相似 司俊山见人齐了 便冷声道 去 一个一个地仔细看 到底是哪个恶婆子 竟敢胡乱造谣 跪在地上的那一男一女 这才将身子微微抬起来一些 仔细瞧着对面的婆子 第一排 没有 第二排 依旧摇头 第三排 还是说不是 司俊山猛地一拍桌子 呵斥道 你们当真看清楚了 见那二人 很是肯定地点头 她又问道 这是府上全树的婆子了 管家上前道 是的 全树都齐了 司景云清鲜眼皮 瞥了眼脸色 有些不自然的老太太 又对地上那二人 扬声说道 你们且说说 那人是如何模样 黑 白 胖 瘦 高 哎 年纪 口印 衣着 布料 神色 能想起来的都说出来 否则 本县主有权怀疑 你们是逃避责任 对京赵福尹大人撒了谎 那男子文言 盲磕了的头 纷纷道 小人仔细想 那女子 却率先开口 毫不犹豫地说道 那嬷嬷长得很黑 嘿 司警星扫向站在院中的婆子 便见站在第一排的林妈妈 脸色很是不好 他悠悠问道 林妈妈 可是想到了咱们府上 哪个婆子肤色黑鲜 那林妈妈一听 只觉膝盖发软 灯石跪在了地上 神色慌张地说道 二小姐说笑了 老奴不知您在说什么 司警星点头 将手中的瓜子扔在桌子上 拍了拍手 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听闻林妈妈这几日忙得很呢 司俊山也听出了线门道 周梅道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那林妈妈仗着自己 是和孕院的老人 在府上嚣张惯了 可说到底 也是个奴才 如今对上司家郑主司俊山 他只绝腿肚子直抽筋 林妈妈不禁哭道 将军明鉴 老奴当真不知 司警星微眯双眼 莫不是他猜错了 就在这时 门房小司进来禀报道 将军 莫应王府来了人 说是来给二小姐送乐子 司俊山闻言 看了眼神旁面色清冷的二女儿 点头道 叫他进来 司警心撇了撇嘴 那个大直男 能有什么乐子 不多时 莫秋大步走进了院子 肩上 扛着一个大麻袋 王妃 这便是王爷 宋明的乐子 他说着话 便把那麻袋放到地上 将麻袋口上的绳子 解了开 里头的东西得了自由 顿时动了起来 院中众人见状 纷纷倒吸一口气 那麻袋中 赫然是 第147章 好一个中心的家蒲 那麻袋中 赫然显露出一个人头 那人的头发乱作一团 将面部挡住 若是此时是晚上 定是要将人吓死 院中众人只觉脚底生寒 目光却不肯从那麻袋上挪开 而此时 那麻袋中的 伸出两只手 将自己脸上的乱发剥了开 露出了一张黑兽的脸 此人 不是别个 可不正是当初在西郊别院 做管事的墨婆子 那墨婆子 看清自己所在的地方后 顿时有些愣住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刚办完了一件大事 得了些银子 给家中小孙子 买了不少物件 他坐在过来的马车上往家赶 眼看就要到西郊镇子上 却呼得脑后一疼 整个人便昏了过去 后来 他醒来 便觉察到 自己被人装进了个一个大麻袋 他想要从里面咬破麻袋 然后逃走 可每当他动弹一下 便有人在外面狠狠地踹上他一脚 直到他被踹了十二脚后 他浑身剧痛 还吐了一口血 便再也不敢有逃跑的心思 墨婆子环顾四周 瞧见跪在院中的灵妈妈 如今 竟是被人捉回了将军府 司警星瞧着那熟悉的一张脸 果不就是长得很黑的磨磨吗 他勾唇一笑 对着外面跪着的一男一女 道 你们瞧瞧 是不是遇着熟人了 他说着话 便将目光瞥向老太太 果见他脸色愈发不好 浑浊的眼睛 看也不敢看院中那墨婆子 他又看向外面跪着的灵妈妈 那脸上的神色更是有趣 一会儿黑 一会儿红 一会儿白的甚是多变 那跪地的女子 盯着麻袋中 瘫座黑婆子 道 就是她 就是她给了小人一两银子 叫小人往外说那些话的 那男子也看去 附和道 确实是此人 两人的话 字字句句 冲入墨婆子耳中 他脸色瞬间煞白 跪正了身子 大声喊道 不是我 定是他们认错了人 我要去告官 这是陷害 他说着话 目光便不自主地 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分明带着祈求 一听他否认 跪地男子盲 继续说道 小人不会认错的 当时他自称是将军府的嬷嬷 小人还想着 将军府这般高门大户 怎会有这般黑瘦的嬷嬷 便有些不幸 可他坚称自己 的确是将军府的嬷嬷 只是后来得了病 才这般瘦弱 小人因此 便记得深了些 温氏侧目瞧了眼老太太 壮丝无意低声说道 这人 不正是在西郊别院 伺候二小姐的墨婆子 说起来 也的确是 咱们将军府出去的嬷嬷 他话音一落 老太太便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道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一边待着去 温氏文言 也不顶撞 只是面不改色地往后退了退 老神载载地扬着脖子 准备看戏 司俊山听到这里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他让林素 将那两个指正的百姓 送出府后 随后 他便大掌猛地一拍 身侧的小解案 瞬间碎裂 他竟不知 他如今都在府上了 竟然还有人在暗害自家女儿 司俊山怒喝道 好一个忠心的家仆 那墨婆子一听 顿时泄了气 他猛地抬头 往林妈妈处看去 可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那林妈妈一脸利器 嘴巴轻轻张开 似乎说了两个字 孙子 他心头一震 只觉脑中一片空白 不知该如何抉择 若是他一力承担 不知那林妈妈 可会对自家多些照顾 司锦兴站起身 走出前厅 站在台阶上 看了眼林妈妈 又看向墨婆子 道 你可要想清楚 若是你自己承担了此事 那你定是要 送去金兆府 十年二十年都说不准 若是你将这幕后主使说出来 说不得 本县主可以在金兆府影面前求求情 三年五载 便能让你出来 他顿了顿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与家人团聚 墨婆子猛地抬头 眸中带着恨意 他的身子骨 本是十分结实 可就是这二小姐在别院赏饭 让自己呕吐不止 因此落下了病根 才变得瘦弱不堪 而自己一个别院管事 做得好哈的 若不是三个月前 只认二小姐杀人之事 没成 她也不会被私家辞退 自从丢了别院管事的差事 自己便再没找到个像样的活计 她拿回家的银子越来越少 而媳妇日日给她白眼 更是对着她骂骂咧咧 连口热乎饭都不愿意给 自己那儿子也不争气 只说 若是她能赚到银子 她媳妇自然不敢这般对她 她有时候真想一死百了 可没没想到那才两岁的小孙子 就舍不得 如今 好不容易又得到私家的眷顾 得了份不少的酬劳 却又被这二小姐给毁了 都是这二小姐 生生毁了她下半辈子的好日子 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个假惺惺的扫把星 我呸 没错 此事便是我一人做的 我就是看你不惯 你报官便报吧 司警星没想到 此人如此顽固 她不由醋眉 却听得一道女声 大胆 竟敢辱骂我二姐姐 父亲 快将这罪魁祸首 送往金兆府吧 二姐姐的声誉 不容有损 司警星扭头看去 说话的便是那 依旧带着微帽的司警云 司警星眸光一闪 笑道 三妹妹别急 姐姐还未问完话 墨婆子 既然你认下了罪 那你倒是说个明白 你教唆百味百姓来散播谣言 每人发放一两银子 这散出去的银子 也有一百两吧 敢问 这么一大笔银子 你是从何而来 墨婆子脸色一白 声音轻颤地说道 是 是老奴自己家的银子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管不着 此时司俊山也走了出来 站在司警星身旁 他速声道 既如此 那便交由金兆府 好好查一查 你在我司家摊墨了多少油水 司警星适时接话 道 摊墨主家银两 便是数罪并重 想来 朱大人还会去他家里搜查一番吧 那墨婆子闻言顿时一惊 将头低低地浮在青石板上 颤声道 别去家里 别去家里 我说 我说 第148章 不孝子司俊山 却在这时 听众的老太太呼的一声高喊 好你个性默的老贼妇 我当初心软 给了你些个养老钱 你倒是全花在对付我司家小姐身上 来人哪 给我打 司警星回头 便见那老太太正在吕妈妈的搀扶下 一瘸一拐地往台阶这边走来 因为腰疼 又被那些百姓给踹了极酒 他走起路来 那驾驶便十分滑稽 老太太走至台阶上 却瞧见 院中下人都垂头而立 根本不动弹 他脸色一沉 看向司俊山 怒声道 如今 我在这府上 果真是说不上话的了 如此 我便回恒州吧 司俊山转身看了他一眼 冷冰冰地回道 既然母亲想回 那儿子便这人将母亲送回二弟府上 老太太闻言 顿时一个量抢 差点摔倒 他原本只是赌气 想虎他一下 谁料这儿子竟当真要将他送回去 他还有一子一女都在恒州老家 那地方 怎能跟剑州这天子脚下相提并问 更何况 若他这般灰溜溜地回去 老宅二房那边的人 定是要看他笑话的 他才不要回去 你 你这个不孝子 竟不愿奉养亲生母亲 老太太指着司俊山的鼻子 怒骂道 你父亲全下有知 定是不会原谅你 司俊山则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不是母亲自己提出来的吗 儿子只是顺应母亲意愿 有何错之友 母亲回恒州之事 稍后再一 先容儿子处理了这恶匍匐 一听这话 老太太脸色一变 朝着林妈妈使了个眼色 那林妈妈硬着头皮 走到墨婆子跟前 啪地甩了个耳光 道 你这婆子 不就是在西郊时 受过几日咱们小姐的委屈 这天底下 做下人的 哪能与主子计较这么些 不曾想 你竟是如此记仇之人 竟做出这等报复人的混账事 行了 你也别胡乱指摘这个那个了 好生交代自己做的事 求将军与二小姐 宽幼一二吧 那墨婆子捂着脸 又想起这二小姐在别院时的变态与狠辣 那样一个人 又怎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家人 他护得浑身一颤 磕头认错道 是 是 老奴一时鬼迷心窍 才办了这等蠢事 还请将军 老夫人 二小姐恕罪 司俊山看向墨婆子 见眉微皱 道 此事当真是你一人所为 他说着话 又瞥了眼那林妈妈 道 没有旁人指使 那墨婆子 手指微微一顿 趴在地上 哭道 没有旁人指使 是老奴猪油蒙了心 想找二小姐麻烦 老奴知错了 还请将军饶恕老奴 司警星看向司俊山 低声道 看到了吗 这便是 亲耳所听 亲眼所见 都不一定是真的 十年前 是这样 今日 也是这样 司俊山心头一震 这话的意思是 他当年拿了糕饼 他承认 是他要厨房做的 却根本不是他 如今 墨婆子也自己承认了 是他所为 但其实不是 果然是这样 司警星也不管 司俊山有没有想明白 继续说道 本来呢 墨婆子已经认了罪 今日便应送到金兆府 奈何咱家老太太 与这墨婆子 主仆情深 或许还要叙旧 便延迟一日 明日再送吧 司俊山自是不会拒绝 道 将这贼婆子绑到柴房 明日送交金兆府 此事随着司俊山一句话 告一段落 众人接散 司警星前脚刚走到岁华院 裴清竹与赵羽 方掌柜 后脚便跟着到了 你们到了许久了 司警星一招手 让几人坐下 又把燕妃也叫了来 裴清竹道 府门外的侍卫说 府上在料理家事 我等便在府门外厚了片刻 没什么事吧 司警星摇头 道 没什么事 我叫你们来 是想说我明日一早便启程前往淮北 那里遭受一次水灾 正是百叶带星 裴清竹双眼一亮 道 东家的意思是 咱们要将店铺开到淮北 他与这小东家共事一月有余 对他太了解 这小丫头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么个好机会 赵羽一脸期待 道 那可太好了 咱们吉人堂如今在建州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更有附近州府的人 慕名而来 都是来寻够咱家的成要 方掌柜与燕妃 也纷纷表示赞同 碎华院紧闭大院门 几人足足商讨了一个时辰 天色渐暗 裴清竹三人才告辞离去 司警星匆匆吃过晚饭 便带着清禅 出了院子 引入了夜色之中 秋日 天黑得极快 柴院就在碎华院 不远处的西北角 院中一片静静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借着夜色 缓缓靠近柴院 趁那守门婆子不备 将它砸晕倒地 那黑影 四下张望一番 便推开了柴房的木门 莫妹子 受苦了 我帮你松开 趁着天黑 你赶快逃吧 是林妈妈的声音 莫婆子揉了揉 被绳子勒得生腾的肩膀 犹豫到 我 我能逃到哪儿去 将军会派人将我抓回来吧 林妈妈眼下谋中幽光 劝慰道 本也没对二小姐 造成多大点事 你也知道 将军一向对二小姐不行 若不是因着圣旨 说不得将军 压根就不会理会此事 你放心吧 赶快逃了就是 林妈妈见她还有顾虑 便伸手摸出一个荷包 道 今日多亏妹妹丈业 老太太也不想你去那牢房 便拿了些银两 给你傍身 不管你逃到哪里 这些银子 都够你一家人 生活个十年八年的 墨婆子接过那林妈妈 递拐的荷包 沉甸甸的 里头似乎还有张银票 她暗暗下了决心 点头道 那便谢过林姐姐了 木门搁吱一声打开 墨婆子被林妈妈挽着手 往门外跨出一步 却呼得惊愣在当场 林妈妈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怎么回事 只见本是漆黑一片的院子 此时却呼得亮起了火把 那亮光刺的二人 眼睛睁都睁不开 只隐约看到院子正中 站着两个人 是谁 第149章 将你乱棍打死 司警星看着柴院中 突然出现的司俊山 又环顾了下 举着火把的十几个下人 他便知道 这司将军 也终于看懂了宅院里的手段 他一个率领数万将士 驰骋杀场的将军 熟读兵书 自是不蠢 可奈何 一直以为家宅里 便是表面和平的模样 司俊山见自家闺女 朝自己看来 正要开口说句话 却见他 目光从自己身上一扫而过 他张了张嘴 硬是把倒嘴的话 捏回了肚子 木门吱压一声打开 林妈妈与墨婆子 相邪跨出门槛 随即便呆立在原地 司俊山眸色冷如冰霜 倦怠地看着眼前两人 眼底运着一股怒火 道 二位嬷嬷 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林妈妈此时也适应了明亮的光线 又听到将军 这低沉冰冷的声音 他急忙将挽在墨婆子胳膊上的手 扯了回去 他大步上前跪地 理直气壮地说道 将军 傍晚时分 老夫人叫这墨婆子过去说话 谁知他走后 老夫人便丢了荷包 老奴这才过来查看 果然是这老贼妇偷了 老奴正要带他 去老夫人跟前认罪 司警星瞥了一眼那林妈妈 方才 他在窗外听到的 可不是这样的说辞 好一个借刀杀人 他勾唇一笑 看向那墨婆子 道 墨大娘 你怎么说 你可是那盗贼 门边的墨婆子一听 顿时面色煞白 这是怎么回事 那荷包分明是 他灯时跪地 往前挪动几步 解释道 不是老奴偷的 这荷包 分明是他方才拿来送我的 司俊山看向他 不由皱紧眉头 说着 他为何要送你荷包 你们这又是要去哪里 那墨婆子文言 呼得一愣 他们要去哪里 他是要逃走的 可他能说吗 就在他纠结时 那林妈妈却抢先回答道 那荷包中的银两 是老夫人给二小姐 准备在路上用的 足有五百多两银子 怎么可能白白送给一个雕奴 清缠上前 在那墨婆子怀里一摸 便掏出来一个 鼓囊囊的荷包 荷包散开 虽银子倒是不多 可却有一张碟 整齐的银票 清缠拿着银票 在司锦星跟前展开 又让司俊山看了一眼 最后将那银票 放在墨婆子身前的地上 他虽不识字 可却是认得银票上的 这几个字 横通银号 五百两 墨婆子身形一颤 他方才 只觉荷包里有银票 却不知是这么一张大面额的 他此时只觉事情有些不对 可又想不出 到底哪里不对 他看向那林妈妈 道 分明是你送给我 要我逃出去后傍身用的 林妈妈则一脸不屑地说道 一派胡言 我何曾送你 如今 你是戴罪之身 又能逃到哪里去 真是痴人说梦 墨婆子此时也明白过来 这林妈妈 根本就没想救她 甚至 还要给加上一重罪责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女生传来 你以为 她只是想给你 按一个偷盗之罪 墨婆子面露不解 转头过来 便听那面容清冷的 二小姐继续说道 你身怀巨款逃出生天 她在派人 以捉拿盗贼之名 将你乱棍打死 最后 银子一文不少地追回来 你的小命 也就交代在今晚 而那买通百姓造谣之事 便一聊百聊 墨婆子 你说 这是不是一个好计策 那墨婆子一个山野村妇 只是在西郊别院 当过几年差 哪里懂得这些个阴谋诡计 她只觉遍体生寒 说不出一个字 而林妈妈则一脸怒意 耿着脖子反驳道 二小姐 老奴怎会这样做 您这是无中生有 栽赃陷害啊 您这样做 就不怕含了 和服老人的心吗 斯郡山则看向她 冷声道 林素 话音落 林素便走至院门处 一拍手 门外便依次走进 四个地痞混混模样的男子 这四人一进来 林妈妈便犹如一滩烂泥一般 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她惊恐地望向斯郡山 嘴唇吸动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斯郡山居高临下地 瞥了一眼林妈妈 道 这四人 藏在后门巷子中 便是你请来捉拿墨婆子的吧 林妈妈颤抖着嘴唇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斯郡山此时浑身散发着一股寒气 看向那四个人 道 你们自己说 那四人在四平街上是恨惯了 不是抢这家一个瓜 就是偷那家一只鸡 可如今 他们几个站在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跟前 早已被他身上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吓得两股战战 其中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 垂着头 小声道 就是那个婆子 他给了我们哥几个十两银子 叫我们入了夜 便守在将军府后门外 若见到一个黑兽婆子 偷膜跑出来 便将他逼近胡同 活活打死 斯锦兴双臂交叉站在一旁 眸光从那四人身上扫过 早些时候 白熙便将林妈妈的行踪报给了他 他便将墨丘暗中见机行事 别叫那墨婆子 真被林妈妈的人给弄死了 只是 却没斯俊山这招来的简单粗暴 他隐隐感觉 斯俊山变了许多 也是 他以往并未对后宅有过半点疑心 只一心专注练兵打仗 而今 他吃了亏 自是不敢再小觑 这后院阴损手段 可惜 这代价 太大了 斯锦兴轻叹一口气 就听林妈妈嘶吼道 你们胡言乱语什么 我不认识你们 我要去找老夫人 替我做主 斯俊山却冷哼一声 道 诋毁二小姐 造谣生事 栽赃陷害 故凶杀人 如此重罪 似你这般最大恶极的贼婆子 莫不是还以为你的主子 如今还能护得了你 而墨婆子此时也终于看清了现实 指着林妈妈怒喊道 你这个老贼妇 我我如此信你 敢信你帮我是假 要我命才是真 他看了斯锦兴一眼 终是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 对着斯俊山砰砰扣头 道 老奴若将实情说出 将军可会宽幼一二 第150章 动手动脚非君子 斯俊山点头 白手让那四个男子退下 才示意他说下去 墨婆子又瞥了一眼那旁的林妈妈 似是做了很大的决定 长出一口气 道 如二小姐所言 一开始便是他在我跟前 说二小姐回府后 府上的情形 又说 老夫人与将军之间 也因二小姐产生了诸多隔阂 话里话外 都是盼着二小姐搬出将军府 还将军府一片安宁 如今想来 他本知晓 老奴与二小姐之前有些嫌隙 他是算定了 老奴会一力担下此事 只是老奴没想到 他竟这般心狠 我都已经担下了罪责 他却还不肯放过我 将军 老奴句句属实 还请将军宽幼一二 斯俊山口气阴冷地说道 给那些百姓的银子 又是从何而来 林妈妈听着这话 早已汗流雨下 他颤声道 一切都老夫人叫老奴这样做的 那些银子也是老夫人给的 老奴也是没有办法 才行了这等荒唐事 他可没有墨婆子那么傻 还想一力承担 我呸 傻不傻 斯锦星瞧着林妈妈这副嘴脸 道 你可真是老太太跟前的好奴才 斯俊山如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叫人带上林墨二人 一路去了何运院 斯锦星没跟去 事情如今已经一清二楚 那老太太便是长了八张嘴 也不可能脱身 夜色流水 斯锦星去杏林雅旭 冲了的热水澡出来 躺在床榻上却没了睡意 他起身 已在窗边 天上挂着一轮弯月 却没有几颗星子 显得格外清冷 也不知那个人 此时正在忙什么 明日 他不要走了 他都不来看看他吗 斯锦星突得想起白天时 他说的年后成青 他心中没来由一慌 如今已是九月下旬 也不知这一趟去淮北 要去多少时日 年前可能顺利回来 听闻 他还极有可能要带兵北上 前往焚城的雪峰山一带 这样一想 未来之事都是未知 何必忧心多虑 徒增烦恼 深秋的风 总是凉的 斯锦星有些冷了 便转身 准备上床入睡 却忽得落入一个宽厚有力的怀抱 他身上特有的乌木沉香 瞬间便充斥了他的周身 齐墨离从背后将一袭素衣的小女子揽入怀中 下巴抵在他的头顶上 则备道 身上这样凉 还在这吹冷风 你这样 我如何放心你去北边 斯锦星轻拍了拍他还在自己身前的手 说道 你又半夜跑来我这里 就不怕人骂你 齐墨离不在意说道 我看谁敢 他说着话 便松开怀中小女子 牵住他的手 郑重道 此次北上 定要小心行事 除了白熙 墨丘 我还派了五个侍卫在暗中护你周全 可即便如此 你也切莫大意 遇到处理不了的事 便叫白熙飞音传信给我 嗯 斯锦星见他如此紧张 便想起上次龙兴街遇袭后 他风尘仆仆地从西郊大营回来的样子 他心中一疼 将头靠在他的胸腔前 柔声道 我知道了 你别诱惺我 道是你 若要率兵北上 你定要万分小心 用咱们的公母 将那帮范入的寒兰人攻出去 其莫离知 他是关心自己 他眸中闪过一丝光亮 唇角也不由向上扬起 他俯上怀中小女子柔顺的长发 笑道 本王谨尊王妃指令 他说着话 便一把将他抱起 引得斯锦星惊呼一声 动手动脚非君子 其莫离不禁大笑起来 道 既不是君子 那本王便不拘着了 他将斯锦星轻轻放到床上 便一把将自己的外袍扯下 扔到了床尾 摆着的衣横上 穿着中衣上了他的踏 斯锦星只觉着其莫离简直坏透了 伸着手一边推他 一边开口赶人 你快走吧 我明日就要启程了 今夜要早些睡 其莫离哪里肯走 他借着月色 只觉自家这小丫头 似乎长大了不少 只见他一头乌发 如瀑布般披于脑后 趁得他皮肤更是银白光洁 那双明眸水光炼焰 勾魂射破 还有那张张和和说话的小嘴 扰得人心直发乱 其莫离眸色一沉 拉进怀中静止吻了上去 霸道又强势 他的唇果然与响得一样 软糯香甜 斯锦星一时被这猝不及防地吻 搞得不知所措 只觉自己脸颊越发热烫 脑子也一片空白 他感觉自己的鼻子 似乎失去了呼吸的能力 叫他喘不上气 他伸手拍着那人结实有力的臂膀 其莫离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却忽得离了他柔软的唇 他喉结上下翻滚 倾壳一声 抱着怀中女子娇软的身子躺下 道 星 睡吧 你睡了我便走 他的声音有些阴雅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斯锦星只觉自己心跳有些快 他悄悄抬眸朝他看去 只见他俊美的脸上 写满了隐忍 一双心眸 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他在前世 可是个22岁的大龄女青年 自然明白他 若是不隐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斯锦星忙收回目光 在齐莫黎怀中拱了拱 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 他身上的沉香气味 总是让人心安又踏实 睡意似潮水袭来 不多时 斯锦星便进入了梦乡 一日清晨 斯锦星醒来时 早已看不见齐莫黎的身影 他抿了抿唇 只觉那里还残留着他的气息 绿竹与紫苏二人进房来 伺候自家小姐穿衣服 便听得他时不时哼两句歌 绿竹健壮 也高兴 道 小姐这是昨夜睡得好 今夜心情便也好了 斯锦星便想到 昨夜那炙热的吻 却哪里好意思说 只得转移话题道 东西都收拾齐备了 紫苏往桌子上摆着早餐 道 都收拾好了 赵掌柜一大早 便送来了一车药材 斯锦星近了手 洗了脸 坐在桌前 捏起一块豆糕 小口吃起来 香甜不腻 绿竹站在一旁 给他夹了一筷子青粉 皱眉问道 小姐 您当真不带奴婢去 斯锦星点头 看向他 道 这院子总是要留人看顾 你留下 我放心 主仆三人正说着话 清缠从门外走进来 道 王妃 斯将军来了 第151章 城门外践行 斯锦星点头 清缠便回身出了门 不多时 斯锦山便进了房门 见斯锦星正在慢悠悠吃着早饭 一时不知该进还是该出 斯锦星瞥了他一眼 道 何事 斯锦山暗暗搓了搓手 道 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 那件事 你祖母认下了 斯锦星喝完碗里最后一口粥 抬眸看他 缓缓开口道 认了又如何 你能将他怎样 我受到的伤害就能减退一分一毫 此事若放在十年前 你认为 我会是个什么下场 斯锦山文言 面上的笑顿时消失 会是什么下场 年仅五岁的小女孩 被外面百姓谣传灾心 那时的她 必定深信不疑 斯锦山只觉心痛万分 他不敢再想 只叮嘱了几句叫他在路上万分小心 早日回府之类的话 便仓皇离去 斯锦星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一阵烦躁 他长呼一口气 站起身 道 走吧 他走到江府门外时 便见府外早已等了很多人 斯锦山 温氏 斯锦仪 斯锦衣 斯锦衡等着送他 倒是不意外 那老太太与斯锦衣 与他关心到的这般僵 竟也等在这里 斯锦衣先过来 拉住斯锦星的手 道 二姐姐 我会想你的 我会每天坚持跑步 等你回来查验 斯锦星笑道 也就先逃两天 我带着你跑过 后面忙起来 还是你自己坚持下来的 可见 你是个自律的好姑娘 斯锦衡也过来 面上有些害羞地说道 二姐姐 你莫要昨日答应横儿的事情 斯锦星点着他的小额头 道 记得记得 昨日斯锦衡说 等他回来 带他去吃雅虚捞 看上去是馋火锅 实则是盼着他平安回来 斯锦衣看着几个孩子 有说有笑 心中总算欲贴一些 他看了看日头 道 边走边说吧 今日是太子 亲自为你与和大人践行 别让诸位大人 在城门外久等 斯锦星倒是不知践行之事 破天荒地 没与斯锦衣对着来 几辆马车一路北行 很快也便到了建州北城门 他们到时 果见城门外 诸多大人早已原地等待 斯锦星下了马车 便见正宇和文青 说着话的齐莫黎 大步朝他迎了过来 他呼地想起 昨夜那炙热的吻 眼神便有些飘忽 不敢去看他 毕竟 一看他就又想 不是 一看他就想捶他 这样想着 斯锦星不由瞪了他一眼 没正行的东西 齐莫黎看着眼前 小女子甩过来的白眼 嘴唇便敏直 坏坏地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 在斯锦星看来 没什么 可那群大臣 却是像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 那 那是咱们的九炎罗 是是吧 不过九炎罗何时会笑了 嘘 二位大人说什么呢 注意你们的言辞 对对 我也想说 咱们莫英王 这是抽了什么疯不疯 几个大臣 聚在一起 悄悄嘀咕起来 何昭月也来城外 送自己的父亲 见斯锦星到了 忙跑过来打招呼道 阿星 斯锦星在瞪了一眼那齐莫黎 便不再看他 朝何昭月处走了两步 道 昭月 你也来了 何昭月点头 道 嗯 我来送我父亲 没想到 你竟与我父亲一到北上 我好生羡慕你 能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不像我 还未出过这件周城 斯锦星笑着安慰了他两句 便见一辆马车 急急从城外赶来 马车上走下两个妇人 正是兰府的林氏与韩氏 斯锦星忙走上前 道 二舅妈 三舅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昨日不是已经回过府上了 就是不想 你们再跑上这一趟 林氏眼眶发红 抽了一下鼻子 道 你外祖母本也想来 我们怕他受不住 便留下 你大舅妈在家看过他 心儿 你把舅妈也一并带着去吧 舅妈虽帮不上什么大忙 却能备好一日三餐 定不会让你饿着 韩氏也抹了抹眼泪 将斯锦星搂住 道 好孩子 将我们带上吧 不然 你外祖母也是不放心 斯锦星听了这话 也不由心声不舍 他一手搂着一位舅妈 道 舅妈 你们放心 不出一个月 我就能回来 你们刚从边关回来 好好歇歇歇歇歇 等表哥们回来 怕是又要操心他们的婚事 再说 外祖母年纪大了 府上还是多些人照看才是 林氏文言 捏着帕子 将眼角的泪珠擦掉 抽也道 是 是 心儿说的都对 只是 让你一个姑娘家 自己去那边 舅妈真的放心不下 斯锦星只觉心里暖哄哄的 眼眶也酸酸胀胀 正当他 憋得难受的锦时 却呼得一道男声传来 舅妈们放心 我已经沿路做了安排 断不会让他受苦 若是他回来掉了一根头发 你们拿我是问 齐莫黎走在斯锦星身侧 朝着两位舅妈点头问好 林氏与韩氏对视一眼 这才点头 你最好说到做到 他们倒不是觉得 齐莫黎有多好 而是早就耳闻过 这莫英王势力不容小觑 想来 呼一个小丫头 殷实没问题 斯锦山望着斯锦星 被几个人围在中间 又是抹泪哭泣 又是含笑低语 他的这些小女儿家的情绪 这十年来 似乎都未在自己面前展露过 以前 是他不敢 如今 是他不屑了吧 斯家老太太 随着斯锦山的目光看去 责的一声 道 瞧瞧人家这外甥舅妈亲的 倒像是一家人 而咱们这敌亲血脉 则更像是外人 这在外人看来 斯家的脸 还要不要 斯俊山文言 冷眼瞪了过去 道 斯家的脸 不是早已经被母亲 您丢光了吗 老太太见自家儿子要发火 也就闭上了嘴 却不忘朝那边 说说笑笑的斯锦星 翻了个白眼 他年纪大了 眼皮搭了下来 让他的眼睛看起来 便四三角一般 这白眼一番 实属难堪 带着微帽的斯锦云 瞧见那人后 便躲在马车边上 不肯上前一步 他静静地望着那人 一脸宠溺地 看着他的二姐姐 他下意识 抚上自己的脸 第152章 启程奔赴淮北 他又将目光 转向那一脸笑意的斯锦星 很快就能回来 斯锦云眸光中 闪过一丝幽光 此次北上 便是你插翅也难回了 没一会儿 横王齐南夜 带着陈落初赶来 甚至还抱着小柿子 那小家伙 如今也快满一百天 长了不少肉 白白胖胖 还圆头胡闹 甚是可爱 着实让斯锦星 稀罕得不得了 紧跟着 便是齐南林 带着雷浅英 也坐着马车赶了来 几个小姐妹 倒是凑齐了 斯锦星招手 叫斯锦云过来 说道 这是我家小妹妹 我不在京时 你们多帮我看着她点 斯锦云 只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小小庶女 何曾见过 这么多高门贵府上的小姐 更何况是公主 不过好在 她被温室教得极好 她壮着胆子 对着齐南林 他们一一行礼 又与斯锦星长得有几分相像 人又有礼貌 很是得齐南林几人的喜欢 几人相谈甚欢 尤其对斯锦星新开的铺子 糖水茶餐厅 很是赞不绝口 齐莫里与齐南叶走在一处 时不时往 相谈甚欢的小姑娘处看一眼 见她笑弯了眼 也便不由自主跟着敏唇 齐南叶直呼 九叔 您这怕是 被黄沈灌了迷魂汤不成 齐莫里回头看她 悠悠说道 全剑舟 谁家不知 暴躁如雷的横王殿下 到了横王妃跟前 便像一头温顺的老虎 齐南叶哈哈一笑 看着不远处抱着孩儿逗弄的陈洛初 只觉 在自家媳妇 孩子跟前 坐一头温顺的老虎也挺好 不多时 又有两辆马车 相继从城内赶来 前头是太子齐南渊 太子妃杜安兰 这二人刚下马车 后头的马车也便到了 是瑞王齐南叶 与瑞王妃司锦月 齐南渊一到 等在城外的众人 便忙跪地行礼 他的目光从众人脸上一次扫过 在司锦星脸上停住 道 此次城外一病 多亏有安平县主 今日淮北抗灾之行 本宫薄酒一杯 祝贺大人与县主一切顺遂 早日凯旋而归 齐南渊说着话 便接过下人捧过来的酒中 仰头一饮而尽 何文清与司锦星见状 也接过那酒中 一口饮下 道 晨晨女定 不负皇上所托 太医院又愿叛臣故端 扯了扯太医院士方永智的衣袖 朝着那喝酒的几人挪了弩嘴 方永智作为太医院士 却成了一个黄毛丫头的助手 说出去 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 可方永智却面不改色 紧了紧自己的衣袖 并不理那陈古端 只是暗自垂下眼眸 陈古端见方永智并不截查 只得撇了撇嘴 不再看那司锦星 齐南渊望着那手持酒中的女子 今日他穿了一袭担子提花掐腰裙 将他交好的身姿展示出来 他站在一群大臣前 全无一丝惬意 举手投足间 竟是说不出的英姿撒爽 只是可惜了 他曾给过他那么多的机会 齐南渊碰了下齐莫黎的手臂 巧声道 黄叔 可以让他们启程了 齐莫黎冷着一张脸 瞥了他一眼 才点了点头 齐南渊轻笑一声 这才开口道 既如此 二位便早早启程吧 本宫在建州等你们 何文青对着司锦星道 县主 请上马车 还未等司锦星说话 却忽听得一道男声远远传来 县主 请带上小人 司锦星闻言 扭头看去 便见一人正从城墙割下 急步而来 那人一身粗布薄衣 脸上戴着口罩 可不正是 此时应在西城轩武门外 营帐中的薛勇 你为何在此 司锦星不禁皱眉道 你不在营帐中好声些着 跑来这里做什么 他记得此人 他在城外那些灾民中 颇有威望 只是西城轩武门 绕到北城门 距离可不近 他又不能进城 莫不是从昨日夜里 便出发往这边来了吧 薛勇抱拳行礼道 启禀县主 薛某虽是乡下粗人 却也知道礼义廉耻 家国道义 县主小小女子 都能一心为黎明苍生着想 不远千里奔赴淮北 薛某赶怀在心 只是从建州北上 一路多有坎坷 若再遇到些落草为寇 占山为王的灾民 薛某作为淮北人 跟着去 或许能有些用 司警新闻言 看向何文青 道 何大人 意下如何 何文青倒是乐得有这么个人 毕竟他是市区淮北 对淮北民生更为了解 或许真能用得到 既然这位薛小兄弟如此热心 那便一道前往吧 司警新点头 冲着齐莫离道 想来 他私自跑来 宣武门那边 要去打声招呼的 齐莫离旋即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招手叫来一个城门守卫 去西城传话 前面八辆马车 后面跟着一车药材 五车两草 五十个骑兵侍卫 分别跟在队伍前后 朝着汇北城渡口的方向奔去 司警新撩起窗帽 朝后看去 城门口的身影越来越小 直到看不清他的容貌 才收回了目光 清禅打开一旁的石盒 取出两份点心 说道 王妃 这是王爷叫墨云送来的 您尝尝 司警新捏起一块云片膏 小口吃着 很是清甜 他倒是记得他的口味 就听清禅又说道 墨丘说 将军早上出了咱们院子后 便直接去了合运院 要将老太太送到恒州 紫苏在司警新身后 放了个软垫 说道 怪不得方才在府外时 就觉得那老太太 脸色很差 司警新却不以为然 道 那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才不肯轻易回恒州 再说 恒州我那二叔与姑妈 你们以为是好惹的 依我看 司大将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因着随行侍卫都配了马 行起路来便快了许多 天黑之前 他们就到了惠北城最南边的青城县 今夜 他们要在这县城的驿馆 卸上一晚 明日再继续前行 司警新赶了一日路 很是疲惫 洗漱完躺在驿馆的床上没一会儿 便昏昏欲睡 迷迷糊糊间 那种无尽的瞌睡感 与全身的无力感 让他顿绝不妙 第153章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何文青被那浓密的烟味呛醒 匆匆跑到院中 大喊着 哪里瞧火 粮草和药材可都安好 一掌何在 几位太医 也陆陆续续从房中出来 道 好像是后院走水了 薛勇提着两只水桶 急急跑过来 道 大人 县主和他的两个丫头 就在后院呢 他话音刚落 何文青便脸色一白 聊起一袍 就往后院跑去 他一边跑一边心中面倒着 祖宗啊 你可不能有事啊 几位太医对视一眼 各怀心思地跟着往后院而去 除了看守粮草与药材的十个侍卫 其余四十人也都跟了过去 一管后院 正中间那一排房间 此时早已陷入火海 火光阴的天边都变成了红色 火势越来越大 白熙早已在火起时 便立即发现了不对劲 并立即越进窗户 直奔床榻 准备将王妃拦起 可 他发现 床榻之上 近空无一人 他立即与墨丘和时 王妃确实自尽了房后 便没有再出来 他再次闪身 进入火室一大的房间 往其他角落查看 依旧没看到人影 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之前在龙兴街 他就让王妃差点受伤 他答应过主子 定护好王妃 如今 他要怎么与主子交代 他呼吸急促 手心全是冷汗 火势越来越大 他与墨丘也越发着急 纷纷大声喊着 王妃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白熙与墨丘闻声 同时回头 他们袭记着 是自家王妃又贪玩跑出去 才回来 却见 清蝉一脚将门板踹倒 冲了进来 四景星不喜欢丫头们 守在房中守着他睡觉 便叫他们在旁边的房间歇息 清蝉与紫苏 伺候着四景星躺下后 便回了房间 谁承想 他们刚躺下没一会儿 便昏昏欲睡 清蝉习武之人 一向敏锐 当即便知晓 这是中了迷药 他强打着精神 伸着手臂 在肠肩上抹了一把 充脑的疼痛感 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 他拖着已经昏睡过去的紫苏 一点点摸到了房门外 他刚松了一口气 便想到 下着迷药的目的 定不会是他一个小小侍女 清蝉亮亮呛呛地走了两步 便见自家王妃 房中尽有火光 他一脚将房门踹开 便见起了火的房中 白熙与墨丘二人 正正正地望着自己 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快快把王妃带出去 他说着话 便往床踏处看去 可 火光映得极亮的房中 哪里还有王妃的身影 浓烟滚滚 不时有烧断的门板 摔砸到地上 清蝉只觉皮肤越来越烫 他焦急地喊着 王妃 你在哪儿 可回应他的 除了噼噼啪啪木头燃烧的声音 哪里还有其他的声音 而院外 何文青带着一群人 也赶了过来 他望着最中间那个房间 嘴唇忍不住地打了个叉 一管那么多房间 偏偏就那丫头住的那间走了水 是巧合 还是 可不管是什么 若是安平县主 有个三长两短 他要如何与九王交代 那可是牙字必报的九颜罗啊 薛勇大力扯着后面跟过来的那一场 急声问道 水井在哪里 那一场此时早已冒了一头的汗 哆哆嗦嗦地伸出一只手 指向后院最西面的一个木门 道 前院有一个 后院没有 西边的小院中 倒有一个 薛勇立即提着木桶 直奔那小院 何文青也赶紧让众人帮忙打水灭火 一个时辰后 一管后院的火 终于被完全扑灭了 紫苏跪在被烧了大半的房前 气不成声 他家小姐不喜 被丫头伺候在床前 他便掀在旁边房间 却不想 一倒在床上 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若不是清缠将他救出 只怕这火势 很快便燃到那边 他被救了 可小姐呢 他们找了这么许久 为何却依旧看不到人影 为何会活不见人 不见尸 他捂住嘴 不敢想 只盼着今夜之事 只是一个噩梦 何文青看着那冒着青烟 烧毁了房顶的屋子 听着紫苏的声声哭泣 亮呛后退几步 被身边的方永志扶住 他大喝一声 道 异常 为何会走水 你可知 那房中住的是何人 那异常身子一抖 跪在地上 磕头道 回禀大人 小人不知 一切都是正常打点 周遭也并无一然误见 想来 是县主不小心 清缠抬手 狠狠地将脸上的青泪擦掉 走到那异常跟前 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他猛地抬起手 甩过去一个耳光 怒声道 若被我查出一撞 你的脑袋 我要定了 何文青叫人将整个驿馆 团团围住 若此事 不是巧合 便不能放走一个人 紫苏在烧得满是灰烬的房中 一点一点翻着 清缠则将整个驿馆 都查找了一番 而白熙与墨秋 则闪身出了驿馆 王妃不在房间 莫不是被人掳走 然后假作了被火烧死的样子 到底是什么人 能在他们两个眼皮子底下 将人给掳走 一直到第二日 天边渐渐站出一丝光芒时 四人站在院中 都在对方眼中 看出了绝望 王妃 就这么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丢了白熙犹如丢了活一般 颓废地蹲坐在地上 清缠面色一白 道 王妃不会有事 一道急促的马蹄声 直冲而来 马背上的人 浑身泛着寒气 他纵身一跃 跳下马背 急不跨进那破败的房门 白熙四人 及身后跟着的何文青等 一众人等 都跪在地上 大气不敢出一下 来人正是连夜赶来的奇莫离 他万万想不到 这才刚出剑州 便有人如此急切地动手 他收到飞鹰传信时 简直不敢相信 火 他一向机敏 即便火起得快 他怎会连逃出房门的时间都没有 如今 他瞧着房中被烧毁的情形 这火起得确实快 像是一下子就整间房一起烧起来 而非一点点蔓延 这其中 定有猫腻 第154章 逃过一劫 只是 此时并非细究这些的时候 他抬脚往里面走去 脚下的灰烬 被踩得滋滋响 随即便成了灰 其莫离双眼布满了红血丝 这才一日不见 就要玩失踪 此时在杏林 雅絮中的思景星 也终于缓缓醒了过来 他微愣了愣神 便想起昨夜之事 昨夜 他半睡半醒间 便觉鼻息间涌入一股呛人的味道 他挣扎着睁开双眼 便见房中火光四起 那种无尽的瞌睡感 让他来不及多做思考 便下意识闪身进了杏林雅絮 他刚闪身进来 整个人便陷入了一片 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 如今想来 好在那只是迷药 而非其他更歹毒的药 对方倒是个惊得 这迷药是在他半睡半醒间起笑 若不是他有几分防备 只会觉得自己是真累了 翻身直接睡过去 也不知那火 是指烧他 是整个驿馆都被烧了 他昨夜便是因着此原因 第一时间便进了杏林雅絮 才逃过一劫 他不是不信任白皙清缠 只是 在他不知外面情况时 不能让自己置身于危难之中 如今 也不知紫苏清缠 现下如何了 他们的房间就在隔壁 会否波及 思景星这样想着 心下便有些着急 他试了试 感觉身上除了有些无力 便没有其他一样 他强撑着 缓步走到门边 正要闪身出去 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星啊 说好的 不再吓我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 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思景星 听出了无尽的哀伤 齐莫离 他怎么来了 思景星真想立即出去 却又怕将他吓到 只得等他的脚步声远了些 算了算大概位置 才闪身出了杏林雅絮 他一出来 便闻到一股烧木头的呛鼻味道 他没忍住轻喘了一口气 齐莫离找了一遍 却毫无踪迹 面色也愈发黑沉 该死 他转身大步往外走去 顺手从腰间取下一根 泛着寒光的长边 他眸中迸发出一道幽暗的光 那异常 是活腻了 却在这时 呼听的一道喘息声 从床榻北侧传来 齐莫离耳力极好 他脚下猛的一顿 他回头 便见那床榻北侧摆着的衣柜门 正直扭扭地从里面打了开 饶式见惯了腥风血雨的齐莫离 此时也是满脸的震惊 他看到 穿着一袭中衣 青丝散落在身后的小女子 缓缓从那衣柜中走了出来 他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地望着那人 轻轻开口 道 行 他好怕这是他的幻觉 那个柜子 方才他早已查看过的 司警星瞧着他患得患失的模样 心中不由一疼 轻声道 对不起 又吓到你了 我答应过你 不会再 他说着话 便心虚地低下了头 只是 他话还未说完 人却落入了一个有力的怀中 此时的期末里 哪里还有在外人面前的冷傲狂妄 他什么都不想听 什么都不重要 他只想就这样 将她抱在怀里 就好像只有这样 他才能感觉到一丝真实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我顾虑不周 才让你陷入了此等危险的境地 司警星扫了眼院中 瞧见其他房间都没事 心知 昨夜的火 便是冲着他来的 想来 清蝉白皙 还有他 应是将这房子 翻了个底儿朝天嘛 此时 见他不问 他也便不提 只伸手 还住他结实的腰 道 不怪你 只是对方无孔不入 我们还是大意了 看来 这江淮的徐州府 当真是怕我们来 这么早便开始设下障碍 拖延我们到达的时间 他说着话 便将手中握着的一个物件 递给了他 此时的徐州之府 贾文生 总觉得近几日 眼皮跳得厉害 莫不是 要有什么事发生 他招手叫来门外 后着的黄师爷 道 南边可有信传来 那黄师爷闻言 道 前几日 不是刚收到信 钦差大人这两日 便要启程北上 最快也就是到了 青城县义馆 大人莫急 相信过不了两日 便有飞鸽传信 贾文生想想 这一路的安排 却依旧压不下心中 那股不安 他又想起 似乎已有数日未见 那父童 便问道 可知晓傅大人近些日子 在忙些什么 那黄师爷 威仪皱眉 道 傅大人近两日 都没来观听 方才听外面人说 有人瞧见傅大人 在城东的城隍庙 带着几个人 架了大锅生火造饭 闻听此言 贾文生面色一冷 道 他这是胡闹 城中数万人 他一个人连一顿粥都撑不下来 届时在引发灾民暴动 我看他代要如何 黄师爷却巧声说道 听闻 那傅大人 是将他那三进大院给卖了 听说是对了二百两银子 从城外几个大户人家里 买下了不少米粮 这才开了那粥棚 施舍西周 还有强健体魄的汤药 贾文生闻言 两道眉头一皱 这傅同 一向与自己面合心不合 如今形势下 他这般做 是孤明钓鱼 还是得到了什么消息不成 若是见周来人调查 那傅同此番作为 岂不是能在百姓中得个好口碑 而陷他于不义 贾文生越想越害怕 不由得一阵头皮发麻 他赶紧吩咐道 你速速让护科主事 在知府衙门前面的军校场 张贴公告 便说 本大人愿捐百米五百弹 在军校场开设一个月周棚 与百姓共动难关 黄师爷点头 道 如此也好 只要见周那些人 能在路上多多拖延些日子 江淮死去的那些刁民 到底是怎么死的 便是谁都说不清 毕竟 这一病 咱们可管不了 贾文生暗暗点头 只盼着清城能早点传来好消息 也能让他睡个安稳觉 而那远在南边的清城县 此时 却是全县四个城门都被封锁 任何人不得进出 其末离尝尸而立 居高临下地 看向贵在地上的清城县之县 与驿站的异常 他眸中一片冰寒 冷喝道 二位 谁能告诉本王 为何县主的房中 会有这种被人动了手脚的东西 第155章 来自义士的仙女 两章和一章 清城县虽隶属汇北 却紧挨建州 更是汇北渡口到建州的必经之路 因此 清城县虽小 却很是妇柔 跪在地上的清城之县 刘祖赫 此时早已冒了一头大汗 他因着清城县的特殊位置 接触过太多来来往往的金钟权贵 可这还是 头一回见传闻中的九颜罗莫英王 他垂着眸 瞥了一眼 那被扔在地上的极端蜡烛 正色道 王爷 此事下官毫不知情 昨夜县主与几位大人到达清城县时 下官怕扰了各位歇息 便未曾前来拜见 却不知竟发生此等事 下官定会听从王爷吩咐 将此事严查到底 常议长 你说呢 驿馆这个行当都是世代家传 现任一常 常元之 今年已有五十岁 他父亲在三十多年前 被南下的寒岚骑兵所杀 他年纪轻轻便接了他父亲的班 如今在这位子上 也干了三十年有余 他跪在地上打了个哆嗦 看向那蜡烛 颤声道 引起驿馆走水的 便是这几根蜡烛 王爷 小老当真是不知情 这定是有人要诬陷我 倾城驿馆 还请王爷彻查到底 还我驿馆一个清白 何文青站在一旁 一脸怒气地说道 后院这几间房中的蜡烛 都有问题 不是你们驿馆自己做的 还能是谁 他来之前 不光是得了九王爷的嘱托 还应成了自家闺女 一路上要护好他的好姐妹 可这才离经一日 便发生了这等事 如今 那县主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简直无言面对九王 更何况 今日是县主 那明日 长元之文言面色一白 将头重重地刻在地上 道 回大人的话 小老一家五代 从我祖爷爷那辈 就一直在一馆当差 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从未出过差池 小老有一子 别无常处 只等着过完年开了川 便继承了这差事 又怎敢在这结果哑上 做错事 小人原以为是县主不小心 引了火 见到这蜡烛 才知 恐怕是有人陷害小人 今日之事 是小老疏忽 未能提前查验 被人钻了空子 这才致使县主出事 小老认罪 只是 那蜡烛却并非小老所为 还请王爷 大人明察秋毫 其末离棱眼扫过流长二人身后跪着的十几个异族 道 是哪个负责这后院的打点 跪了两排的一族文言 纷纷看向跪在最后面的一个人 长远之也扭头看去 见是孙庆 两道眉头紧皱 道 好你个孙庆 我连你无父无母 这才让你来一馆作差 你竟如此害我 那孙庆文言 面色一致 盲解释道 今日 是我打点后院 可我并不知 那蜡烛是怎么回事 其末离大手一挥 冷喝道 绑了 若是天黑前 再无限主下落 便让他给县主陪葬 那孙庆大呼道 王爷 小人真的不知那蜡烛是怎么回事 王爷 饶命啊 可不管他如何呼救 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情 毕竟 烧死的不仅仅是安平县主 更是莫英王未来的王妃 却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那一族中 滴滴传来 昨日 下赏时 长二爷似乎去过后院 长远之文言 一双眼瞬间睁大 道 你在胡说什么 那人口中的长二爷 便是他的亲侄子 他怎么可能会掺和进这趟浑水 何文清却瞧出了问题 道 那长二爷是何许人眼 为何能出现在一馆 他线下身在何处 长远之下八处花白的短须 微微一抖 道 那是小老的内侄 平素也在这一馆当差 昨日他母亲身体不适 便许了他休息一日 其末离朝着墨云递了个眼色 墨云便带着人出了一馆 直奔那长二爷家中 不多时 墨云便回了来 只是带来的人 竟是气息奄奄 浑身是血 墨云禀报道 我到时 此人已经身受重伤 嘴里一直喊着 对不住大伯 长远之面上 顿时一片伤痛之色 哀求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伤得这样重 乃位太医行行好 救救他 方永志见其莫里点了头 便上前 辅上那人的脉搏 细细摸了一会儿 摇头道 此人自呛 腹部伤势严重 失血过多 恐怕是 其莫里眸光微寒 道 既然他这般喜欢往后院跑 那便将他拉到后院 在那里断气吧 低沉又凉薄的声音 让在场众人都听得汗毛乍起 胆战心惊 都说死者为大 这九颜罗 竟如此铁石心肠 叫人生生等死 其莫里却是不管众人是何心思 只看向那长远之 道 他口口声声说 对不住你 你可知为何 长远之老泪纵横 道 我那侄子 早早便对我心生怨怼 说我这异常的位置 已经坐了三十年 是时候让他父亲也坐坐了 这些话 本不该说出口 可我却没想到 他竟糊涂至此 做出如此 陷害长家 借刀杀人 谋害县主之事 最终 此事被定为长二爷 未夺长远之异常的位子 设计杀害县主 嫁祸长远之 其莫离望着众人离去的背影 余光却没错过 方才那刘祖和谋中闪过的金光 那小丫头 倒是与他想到了一处 若想让人露出破绽 便要放虎归山 青城县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城门大开 来往客商源源不断 好不热闹 此时的一管后院 司警星为那长润缝合了伤口 又为了他输了血 这才将他强行救治了回来 只是人还很虚弱 只能将他放在 姓林雅虚的手术室中 他打开房门 走了出去 其莫离扫了一眼 那空荡荡的床榻 方才 那长润 便是被莫云放在床榻上的 他自认 在这龙吟 乃至这五国天下 他便是极有见识之人 可此时 他却不得不承认 自己当真是受到了惊吓 一个大活人 竟这般凭空消失了 他清了清嗓子 盯着眼前小女子的眼睛 道 所以 昨夜你便是用这般方式 将自己藏起来的 司警星知道 此事 是再也瞒不住他 他伸手将其莫离 拉进了房中 让他坐在木凳上 才缓缓开口 道 我曾经问过你 若我不是我 你会怎样 你可还记得 齐莫离点头 道 我记得 那你还记得 我当时是如何回应你的 司警星闽唇一笑 心中的顾虑减去了许多 他道 你问我 在山林河畔救你的人 是不是我 陪你去西郊大营的 是不是我 给你做烧烤的 是不是我 没错 这些都是我 可我却不是私家嫡女 司警星 齐莫离文言一愣 他皱起眉头 沉思片刻 道 所以 你是谁 司警星双手交握 抬眸 看向面前的男子 那眼尾处的红志 还是这般招惹人 他悠悠开口道 我不是龙吟的人 也不是什么寒蓝人 我甚至不属于这个世界 私家嫡女 早在京郊别院时 便已被府上的张婆子掐死 而我 则是一缕孤魂 占用了她的身体 我来这个世界 一开始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便是 叫私家人互相仇恨 从中瓦解 我没想到 会遇到你 我在我的那个世界里 是一名医生 所以 你看到的那些 奇形怪状的医疗器械 各种颜色的成样 哦 还有我的公奴 都是我从那个世界 带过来的 我把那些东西 放到了一个空间 便是我前世的家 我 私警星不知道 他会不会将自己 看作妖怪 会不会被自己吓跑 他说的话 语无伦次 乱七八糟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着说着 眼泪便止不住地 躺了下来 这个秘密 一直埋在他心里 似乎是横在他 与他之间的鸿沟 他如今也没想明白 他出现在这片大陆 的意义是什么 奇莫离听着这些话 眉头越皱越紧 不能说是 完全听不懂 却基本都听不懂 什么叫占用了 私家嫡女的身体 莫不是这世上 当真有戒失还魂之说 只是那空间是何物 他暗自感叹 人人敬畏的莫英王 在自家媳妇面前 脑子完全不够用 奇莫离还在琢磨着 那空间是何物 却发现 小女子面上 躺了两行青泪 顿时心中一慌 他手忙脚乱地 帮她擦掉 又将人揽进怀中 笑道 好端端地 怎么哭起来了 司警星闻言 直起身子 抬眼看她 道 你不怕我吗 我是鬼 奇莫离点着她的小鼻尖 道 你见过谁家的鬼 长得这样娇俏可人 若真如你所说 你是来自异世 那你也是 救苦救难的仙女 又怎会是鬼 司警星听她这胡扯的话 不由破涕而笑 道 我以为 你会把我当妖怪的 奇莫离听着这话 脸上带了一丝严肃 道 不管你是什么 来自哪里 我只知道 我一开始要的 便是你 她说着 便在司警星光洁的额头上 轻轻印下一吻 正当司警星星下涌出一股甜意时 却呼听得她惊奇说道 你那地方 能容纳你自己 也可以带人进去 司警星闻言 便见她双眸中 迸发出一丝期待的光芒 这 再说清城之县 刘祖赫 一离了驿馆 便直奔县衙而去 她招手叫了一黑衣人进来 道 动手时 可瞧清楚了 那人抱拳道 大人放心 属下动手时 那常润家中当真无人 此事万无一失 刘祖赫点头 道 如此甚好 她说完话 便白手让那人退下 而后 她慌忙站起身 朝着房间某处攻声道 此事成了 她话音落 那屏风后便走出一人 夸赞道 刘大人 果真是手段高明 这招借刀拐着弯杀人 实属妙在 刘祖赫迎着那人 让他先行坐下 自己才坐了下来 谗笑道 能为大人办事 是下官的荣幸 日后 还要大人 多多在主子面前 美言几句 那人点头 道 这是自然 这是自然 我这就修书一封 飞鸽传信回徐州 将此事告知大人 刘大人计谋深远 大人没有看错你 想来 日后 少不得你的好处 刘祖赫攻身拜线 送着那人离去 这青城县 虽附属 但终归是个小小县城 但靠着他自己上进争取 就是猴年马月 都不一定升迁 如今可不同了 那大人说了 若办好了此次差事 便能入了金中主子的眼 若是有朝一日 进了剑州 做个五品金官 那便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好事 刘祖赫想到此处 就仿佛看到 自己已经站在了 皇宫金碧辉煌的勤政殿 上朝一世 他抿了一口茶 不禁在心中 嘲讽那莫英王 还倒是有多厉害 也不过如此嘛 他不由歪着嘴角 扯了个笑 对着外面的管家 吩咐道 去长家 送些香烛钱薄 此时的长家内外 早已挂上了丧帆 宅院中也设了灵棚 正中放了灵鹫 前面摆着牌位 香案 蜡烛 而那牌位上 赫然写着 长润 长家到了长元芝这辈 是兄弟二人 这二人又分别有一个儿子 这长润便是长家二叔的儿子 他的妻儿此时穿着一身笑衣 哭哭喊 叫院中前来吊咽之人 也忍不住跟着落泪 自然也有人 聚在一处 滴滴意润着 这日后 长家二叔可如何过呀 他可就这一个儿子要 润根他媳妇 也是个可怜人 听说 那阎罗王爷 就是不肯 将人给还回来 这天下还有王法吗 即便这润根做了错事 如今去都去了 还不放人回来 说得是啊 要不说 那王爷叫九阎罗呢 长家吹吹打打 伴着空丧事 声音很大 似乎就是让不远处 驿馆中那不敬人情的九阎罗听的 而他们口中的九阎罗 却是真真的听不到 他此时正坐在 姓林亚旭三楼的沙发上 一脸惊奇地问道 行 这黑匣子中 为何会有人 他们为何穿得如此一不避体 第156章 九阎罗大开眼界 在厨房切水果的四井新闻言 扭头看去 正瞧见齐莫黎抬着衣袖 挡住眼睛的样子 他拿了水果叉 端着水果盘走过来 笑道 那是电视机 那里面的人是演员 他们便如 嗯 就似龙银的戏子一般 这是他们的活迹 在我们那个年代 每到炎炎夏日 街上的人都是这样穿 这是很正常的背心短裤 哪有你说的衣不避体 齐莫黎放下衣袖 再瞥了一眼 又赶忙收回目光 正色道 如此这般 若遇到心术不正的男人 这些女子 岂不是要吃亏 司警星将果盘放到茶几上 点头道 是啊 那时候一直在讲男女平等 穿衣自由 可时不时 便会发生 男子强迫女子型苟且之事 而后 那些男子却还甜不知耻 大言不惭地说 是女子不知检点 非要穿着短小的裙子上街 这样的事情多了 便有很多女子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的自己活该 齐莫黎接过他递过来的银色小叉 疑惑问道 既然穿衣不受约束 又为何是女子怀疑自己 此事 原是男子犯错 不应是那些男子反思自己 举止轻浮 品行不端 司警星插起一块西瓜 道 是啊 可惜那些人根本不会去自我检讨 反而去谴责真正受到伤害的人 他看向电视机 里面正播放着一部现代家庭伦理片 讲述的是一个女子婚后的生活 若不是有这空间在 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前世 只是一场梦 司警星似是回忆往事 又似是感慨道 我们那个时代的女子都很是能干 在社会上是能撑起半边天的 她们与男子一样 接受教育 也同样享有围观的机会 可是 她们嫁人后 却大多都被要求 既要孝顺公婆 伺候孩子 体恤丈夫 又要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你要是出去做活呢 她们又会说 你一天天只想往外跑 不顾家 你要是不做活呢 她们会说 你吃我的 喝我的 其莫黎越听越气 将手中那小银叉丢到盘中 斥则道 自古以来 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女子没有必要出去做活计 民间又盛传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养活自己媳妇 不是男子的本分吗 照你这般说 那边的男子 都是一帮子窝囊废 司警星看着她一份甜鹰的样子 不禁闽唇笑道 是 顶天立地的男人 是该有担当一些 不过 女子是否要出去赚钱 还是需要尊重个人意愿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被拘束在一方庭院中 老死一生 你说呢 其末离私存片刻 看向身侧坐着的小女子 道 小丫头 你是在变招法的点我吧 她身子往后一靠 她已经适应了这沙发的松软 她长臂一身 将那小女子揽进怀中 道 你可记得我第一次相邀 在那六角亭中 与你说的话 无论你日后要做什么 行医也好 开店也罢 我都支持你 如今我意识这句话 你想做什么 我都支持 日后若是累了眷了 便做个甩手掌柜 也都随你 你是我未来的妻 是要与我共赴余生的人 我只希望 你是这世上 最幸福的女子 思景欣扶在她的胸前 感受着她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伸手搂住她修长的脖梗 打去道 你如今知道了 我有这样一方天地 若你日后赴我 我便藏起来 你便是上天入地 都找不到我 她本是一句玩笑话 却见其末离乎地坐直了身子 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道 行 我其末离对天发誓 此生定不负清 思景欣点头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人 再爱时 是真爱 不爱时 也是真的 她不想对未知的事情 多做猜疑 她拉起其末离 带着她继续在三楼转了一圈 跟她讲了冰箱 烤箱 空调 电话 马桶 花洒 吹风机 还有她一抽屉的零食 着实叫九颜罗 大开了眼界 直到他们二人出了姓林雅叙 其末离还沉浸在那片 前所未见的天地之中 她看了眼古香古色的驿馆 巧声道 行 你那张床 看上去很是舒服 今日我还没来得及睡一下 下次 思景欣文言便瞪了她一眼 道 你我还未成亲 你便一直想趴我的床 甭想 其末离看着小丫头嘟起的嘴唇 忍不住想到 前两日那炙热的亲吻 她只觉心头一团热火 她喉结滚动 一时按捺不住 大掌扣住她的头 便低头吻了上去 思景欣顿绝脸上一阵燥热 也想到了那夜的吻 心不可抑制地快速跳动起来 她想逃开 却发现自己 早已被她禁锢在壁弯中 她的吻又急又密 绵绵密密的感觉 冲击着她的每一个感官 叫她一时喘不上气 其末离轻轻啃咬着她 娇嫩又滑的唇瓣 只觉香甜逆人 她眼底情愤渐深 那吻便落在了她烟红的耳垂上 引得她轻呼一声 其末离望着在怀中轻喘的人 那白皙的皮肤 此时就如熟透的蜜桃 让人垂涎欲低 欲望翻滚 她轻叹口气 高挺的鼻尖 蹭了蹭她小小的鼻尖 将那小人搂在了怀里 还要再等等 再等等 思景欣捂着有些肿胀的嘴唇 瞪了眼那占便宜没够的臭男人 便赶忙垂下了眼眸 小声嘀咕道 你 你军中不是还有事 如今这边也安全了 你 你快先回去吧 哎呀 救命 她一个成年女性 面对的是自己喜欢的男子 这感觉 天知道 她差点就要把持不住 这等红颜祸水 在她身边多待一分钟 她就多一分现身的风险 还是眼不见为敬的好 她在心中默念 色即是空 其末离抓住她放在唇边的手 笑道 真是个没良心的小娘子 思景欣文言 休脑着就要伸手打她 却听门外墨云的声音传来 主子 有动静了 第157章 你可真是个小才迷 房中二人文言 对视一眼 便让墨云进了门来 墨云将一封信得过来 道 属下暗王妃吩咐 暗中跟踪这清城之县刘祖贺 发现她进宅后不久 便有一人从后门离去 那人衣着不凡 却悄悄从后门出来 着实蹊蹺 属下便自作主张跟上了那人 不曾想 那人左拐右拐 才进了一处不起眼的小宅子 便没了动静 属下还以为是跟错了人 可 正当属下离开之际 便见一只蓝羽飞鸽 从院中飞出 这才结下了这封信 墨云说话之际 其末里已经将信的内容看完 递给了一旁的思景欣 又拉着她 坐在圆桌边上的雾凳上 转动着食指上的翡翠指环 冷哼道 清城县如此富庶之地 都不能满足她 果真是人心不足 思景欣看完信 将信纸叠好 醋没到 若我们将她拿了 怕是要打草惊蛇吧 其末里摆手 让墨云出了房门 这才对着思景欣说道 所以 这信还是要发出去 关于那刘祖赫 只要手上握着她 结党银丝的证据 便由着她跳几日 思景欣伸着几根手指 扣在桌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 她呼地抬头 看向身侧的其末里 低声问道 既要办她 可否让我 先去收点利息 其末里文言 扭头看向她 只见那丫头 一双清澈透亮的毛子里 洒满了细碎的光芒 煞是好看 她伸手扶上小丫头 还有些红肿的唇绊 无奈道 你呀你 真是个小才免 思景欣唇绊微动 只觉随着她指尖的妈撒 耳根又有些发烫 她忙扯下她的大掌 两手分别握住一根手指 道 你军中之事 如何了 你此次前来 可会耽误 其末里垂眸 看着被她两只小手抓着的大掌 唇角微微扯起一丝笑 道 那韩岚也只是有此预谋 还未点兵 何况咱外祖父 蓝老将军 如今往西柱扎了几百里 距离雪风山并无多少距离 那韩岚也要掂量掂量 才敢发兵 西郊军中 也已通知雷将军 暂为代管 日日秦家操练着 想来 我晚两日回去也无碍 思景欣没理会她说的那句 咱外祖父 只是忧心道 如今众人皆知我已死 凶手也已定下 便让和大人他们先行出发 多当个一日 江淮百姓便多受苦一日 明日处理完了刘祖赫之事 你便回大营 我悄悄追上队伍便是 齐茉黎捏了捏 她软弱无骨的小手 道 不急 我将你送到渡口 再往回走便是 思景欣还想再劝阻两声 便听门外沐云的声音又响起 主子 一管外来了一群百姓 说是要为长家讨回那长润的尸身 齐茉黎脸色一沉 道 我出去瞧瞧 你歇息一会儿 她说完 看了一眼床她 那长润之前躺过 她凑近思景欣耳边 低声道 若是想睡会儿 便回我们的床上去 这里不干净 她温温热热的气息 扑到思景欣脸上耳中 她只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忙推着 她往外走 红着脸道 什么我们的 那是我的 你赶快去看看吧 齐茉黎最爱看她娇羞的模样 唇角勾起一抹笑 转身大步离去 思景欣没死 倒是没有瞒着紫苏清缠 只是为了骗过旁人 紫苏清缠二人在人前 还是做出一副 失魂落魄的模样 他们二人 此时随着齐茉黎一道 往驿馆外走去 驿馆外 黑压压挤满了人 从未听过 人死还不让入恋的 对啊 太不尽人情了 还是王爷呢 莫不是没听过 人死为大支礼 齐茉黎道时 便听到门外人群中 吵吵嚷嚷的议论声 那暂代长元之 打理驿馆的义足桥剑 盲白首示意众人安静 道 莫因王驾到 人群中走出一位 续着花白长絮的老者 走上前来 躬身行礼道 老朽乃是 清城县书院的夫子 谭露 拜见王爷 齐茉黎抬了抬眼皮 却不理他 方才那些人议论时 他不去阻止 便说明 此人不配为人事 那谭老夫子见状 面色一僵 却很快又恢复了神色 道 王爷 老朽受清城百姓之托 这才厚着脸皮前来 跟王爷讨个人情 那长家二哥 如今已然断气 家中也摆了丧病 设了临棚 只等着那二哥入恋了 那二哥生前做了错事 可如今 人已经去了 便叫他入土为安吧 王爷体恤民情 定能理解长家此时的心情吧 齐茉黎副手力 站在驿馆门外的台阶上 他看着那老头 张张和和的嘴巴 别提多闹心了 他一个冷眼扫了过去 一字一句缓缓开口 道 谁给你的胆子 赶来本王跟前讨人情 那谭老夫子 当年也是中过举的 在这清城县做了几十年的夫子 清城县一大半的读书人 都是他的学生 深受百姓尊崇 而今 被这王爷冷斥 心中不眠 有些气愤 可他身为夫子 自不能公然对抗当朝王爷 他颤颤巍巍的跪倒在地 道 恳请王爷大发慈悲 让死者入土为安 他这一跪 他身后跟着的一群百姓 也都纷纷下跪 高喊 让死者入土为安 齐莫离见状 看了眼一旁的莫云 那莫云心领神会 立即扬声道 依照我朝律法 谋害当朝官员清卷 判谋逆犯上 当斩 清足流放两千里 妻女冲为官奴 他长家 便是犯了如此重罪 而等竟还恬不知耻地 跟王爷要人 莫云说完 红着一双眼的清缠 便接话道 我们王妃还没找长家 要个说法 你这老匹夫 竟来作妖 我倒想问问 你作为清城县父子 竟是不懂我龙云律法 那还交个屁地说 收个鬼的学生 还是说 为了圆自己脸面 故意拖累这么多 无辜百姓被牵连 你居心何在 那谭老夫子闻听这些话 早已吓得面色煞白 他竟不知这莫英王 连装体恤百姓都不装一下 他正要再分辨几句 却呼听得 身后人群中 传来一道尖锐的叫声 啊 有鬼 第158章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人群中传来的尖叫声 让在场众人进阶失色 只见其中一个蓝衣妇人 正惊恐万分地 盯着一站大门的方向 他伸出双手 捂住自己的嘴 不敢再发出一点声响 众人也纷纷往那大门处瞧去 却是什么都没瞧见 离那妇人近的 便追问道 翠儿他娘 你看到了什么 是啊 你大呼小叫的 还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的 那妇人将身子跪得更低一点 脸色惨白的小声嘟囔道 有鬼啊 有鬼 那谭老夫子闻言 面色有些不自然 问道 那妇人 你说 你方才瞧见了什么 他虽是夫子 却很是迷信鬼神之说 那鬼魂若是长家二哥的 也就算了 若是那县主的鬼魂 会否怪罪自己前来惊扰 那妇人往驿馆门口处 又快速地瞥了一眼 道 我看了长家二哥 与那安平县主 他们靠在木门上 就这么笑 此言一出 众人大惊 纷纷下得大气不敢出 两个已死之人 同时出现在这驿馆 还笑 他们只单单想着 便觉遍体声寒 方才听到王爷的侍卫说 这长家怕是惹上祸事 他们自己 都不敢来要长家二哥的尸身 而那谭老夫子 飞出什么风头 吆喝着大家前来 若是那王爷一怒之下 全把他们这些闹事之人给砍了 岂不冤枉 有脑子转得快的百姓 瞬间想明白了 这恐怕是拿他们当枪使了吧 一下子 人群中便有不少人慌乱地站起身 朝着那冷酷无情的王爷拜了拜 便一溜烟地跑了 齐莫黎则看向那谭路 冷冷开口 道 老先生读那么多书 可曾听过一句话 那谭老夫子道 请王爷赐教 齐莫黎掀了掀眼皮 道 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那谭老夫子闻言 面色顿时变得铁青 他还想争辩两句 却又想到那妇人说的两个鬼魂 他打眼朝着莫英王身后的木门看去 虽没瞧见半个鬼影 却觉得头皮发麻 所以连连请罪 道 是老朽多事 惊扰了王陵 老朽这边告退 还请王爷节哀顺便 说完话 便后退两步 转身离了去 齐莫黎倾咳一声 自有暗卫悄悄悄跟了上去 这谭老爷子都离去了 剩下的百姓也都没了主心骨 纷纷告辞离去 谁都没注意 人群中一个身着粗布麻衣的人 目光往清缠与紫苏两人脸上停留片刻 便混迹在人群中 消失不见 齐莫黎转身看向后在门边的何文青 道 何大人 县主之事 本王亲自来料理 大人带着诸位太医及粮草药材 早日北上即可 怀北之事 耽误不得 何文青面露哀色 聊起下百贵岛在地 道 是下官粗心大意 未能护得县主周全 他的贵地请罪 让院中一众人等 也都跟着下了贵 只是却有人 不知死活地在下面悄悄嘀咕了一句 皇上让我等 协助安平县主救治灾民 可如今县主都没了 那义病猖獗 我等也束手无策啊 他的声音很低 在禁忌一片的院中 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其末离长事而立 一双蕴满冰寒的双眸 扫过那说话的陈故端 道 皇兄真是眼下 找的这都是什么废物玩意儿做太医 他声音淡淡地 听不出起伏 却让太医院又院判陈故端 吓得一哆嗦 他抬起手 便朝着自己的脸 扇了一巴掌 道 王爷 是下官一时说话莽撞 王爷 下官是想说 此等一病 王妃医术精湛 理应居守宫 我等身表佩服 还请王爷放心 怀北灾情 我等定全力以赴 竭尽所能 不负王妃所愿 不负皇上与王爷重托 他打量着那陈故端 亲起薄唇道 乔臣大人挺爱说话 做一个太医院 又院判实属俱才 一听这话 那陈故端眼前一亮 微抬起头 看向那高高在上的九王 谁不知道 这九王身得重得地信任 若他能为自己说上一句话 那顶替了方怨判 也是小菜一点 其末离扬了阳唇 脸上的冷漠 比冰雪更深几分 道 等回了建州 便去查方做个说书先生吧 陈故端忽闻此言 脸色蹭得一白 哭诉道 王爷 您不能这样 下官毕生所愿 便是为皇上及个公娘娘们 调养身体 您不让下官做太医 不是要下官的命吗 还请王爷 再给下官一次机会 跪在陈故端身侧的方永志 作为太医院判 不得不开口劝解道 王爷 陈太医只是心直口快了些 并无过分插持 还请王爷饶他一次 其余几位太医见状 也纷纷开口求情 其末离眸光扫过几人 眼底现出一片冷色 懒懒开口道 郭躁 惹得本王心烦 谁在帮他求情 一并论处 他说完 便看向何文清 道 而等稍后便启程吧 何文清拱手道 是 其末离转身朝着后院而去 那丫头方才又出来捣乱 清禅与紫苏对视一眼 也快步跟上 任由那陈故端在身后 哭诉求饶 他们可没忘记 这陈故端在宣武门外 如何看不起自家小姐 如何挖苦自家王妃 呆 其末离踏进房门 便见那小丫头 正坐在雾凳上 悠哉悠哉吃着火龙果 是的 那丫头 说那紫红色的水果 叫火龙果 名字倒挺别致 他凑得近了些 一把拽住那小丫头的手腕 将那叉子上的火龙果 吃进嘴里 司警星邪腻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那么大个人了 还抢东西吃 幼稚 其末离捏起那小丫头 肉嘟嘟的脸颊 拿着帕子帮他 擦掉唇边的几滴紫红色枝叶 无奈道 方才你是不是出院子了 还带着长家那侄子 都把那夫人给吓傻了 司警星将他的手拍掉 柳梅一扬 兴致勃勃道 若不是我 他们怎会散去的那般快 我可是帮了你大忙 说吧 你要如何谢我 第159章 夫妻之间的相处 齐茉莉望着眼前 两眼放光的小女子 只觉自己拿她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轻轻牵住她的手 盯着她明亮清澈的双眸 轻笑道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有 都可以给你 司警星文言 便拧紧眉头 思索片刻道 我想要的很多啊 但并不是我说要一个什么东西 你便送什么东西 那样就很事无趣 我想要的 只是你的心意 是要你花心思给我 而不是要这东西多宝贵 在我们那里 也叫做惊喜 齐茉莉听得很认真 她以前没跟女子接触过 哪里懂得送东西 还有这些讲究 听得她这样说 便郑重点头道 那我下次 便送你惊喜 司警星没有放在心上 她方才也只是随口一说 毕竟齐茉莉 作为一名男朋友 这时候能出现在这里 对她来说 便是一种惊喜 她插了一块火龙果 塞进她的口中 问道 清禅于紫苏 现象能来我房间了吗 齐茉莉被小丫头喂东西吃 心中正美着 一听这话 顿时有些不乐意 道 我过两日便回剑州 你不好好陪我 还想着叫你那俩丫头进来打扰 你去打听打听 谁家娘子能这般没良心 司警星举手投降 点头道 好好好 陪你陪你 谁能想到 在外人面前高冷狂妄的九王 还会有这般粘酸吃醋的样子 这落差感 不要太大 说出去 谁能信 今日午饭 二人是在姓林雅序中吃的 这也算是司警星来这龙吟后 头一回在这下厨 他炒菜 齐茉莉便在一旁打下手包蒜 切葱花 备小料 二人配合得到十分默契 半个小时的时间 午饭便上了桌 五彩缤纷凉拌菜 糖醋排骨 富贵团圆虾 皮蛋瘦肉粥 外加一盘猪肉玉米锅贴 齐茉莉看着厨房里 拿碗筷的小女子 唇角不由地扬了起来 他活了二十一年 一直以为这天下的夫妻 都是貌合神离 相敬如宾 便是极好的相处模式 直到遇到了他 他才知道 一个人的心里 真的可以住下一个人 因着是开放式厨房 司警星拿着碗筷转过身来 毫无遮掩地便瞧见 穿着一身古装的齐茉莉 站在北欧极简峰的餐厅 他倾壳一声 眼下眸中的笑意 将筷子递过去 道 来吧 酒王 尝尝本姑娘的手艺 他在前世 便很爱研究美食 不管是中餐的煎炒烹炸 还是西餐 甜品 饮品 他都很爱古道 为此 他还在餐边柜 专门腾出来一个一大抽屉 里面放的都是什么鱼胶片 西米露 木薯粉 糯米粉等等材料 如今 糖水茶餐厅中的那些小甜点 饮品 也正好能得上 关于那糖水茶餐厅 如今只是上了 为数不多的几个单品 等忙过来这阵子 他是要再出多些的 毕竟上一世的甜品饮品 真的超多 齐莫黎伸手挪开一个凳子 牵着司警星的手 让他先坐下 自己才拉开 相邻的一个凳子坐下 道 王妃辛苦了 他夹起一块排骨 放到那小丫头的碗里 又给自己夹了一块 细细品尝起来 入口酸甜 肉香不柴 还有纳粥 鲜香可口 他不由便吃多了些 吃罢午饭 司警星便到二楼 打了吊瓶又查看了伤口情况 他的伤势极重 那下手之人 就是冲着要他命去的 伤口极深 司警星早上检查时 也是吃了一惊 那匕首便是贴着他的肝脏而过 齐莫黎站在二楼走廊 透过玻璃窗往里瞧 瞧着那瘦削的小丫头 动作麻利的枕伤患药 对那鲜血直流的伤口 竟无一丝巨异 他面上的表情认真又严肃 叫他挪不开眼睛 当日 在西郊 山林河畔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就是猜不透的 已过此时 县城街巷上人烟稀少 却也有三两酒鬼勾肩搭背 叫嚣喊叫 两个身穿黑色夜行衣的身影 跃上一道院墙 跳进了县崖后宅 那高大挺拔的黑衣人 正是人称九颜罗的齐莫黎 他前面那瘦小的身影 正是来找刘祖赫收利息的司警星 司警星手中拿着一把微型手电筒 走在前面 啊 我跟你说 跟紧我 齐莫黎撇撇嘴 一把将人扛在肩头 道 别出声 司警星文言便不再挣扎 任由那人扛着他左拐右拐 终于 齐莫黎站在一处院落中 道 找吧 就在这院子 司警星小心地将手电筒打开 便见这院子荒芜的很 竟比他的碎华院还要破旧 那人会将库房 安置在这里 他看了一眼身侧的齐莫黎 便朝着那几间房走去 正房 厢房都看了 这院子 分明是一个不受宠小窃的院子 正当他想换个院子时 便听院外呼的有声音传来 也不知 咱们老爷到底是待见这孙姨娘 还是不待见 待见不待见 也跟咱们哥俩没关系 齐莫黎牵着他的手 轻身一跃 便到了这院子的后照房 司警星眼前一亮 低声道 我怎的将这儿给忘了 果不其然 当他找到第三间房时 正是他找寻许久的 司警星举着手电筒一一看去 便见那近五十平的房间中 四周摆着一排架子 那架子上 又分了三层 每一层都摆满了金银首饰 珠宝玉器 名人自画 而房间正中 便是堆着十几箱银钉子 还有两箱子金元宝 则 一个小小的支线 竟有这般懒财的手段 这刘祖鹤 倒是个有心机的 竟将这么多财宝 放在一个不受宠小妾的院中 怪不得 这院子外掉了侍卫 来守护 原来 他守护的不是人 而是他的钱 司警星不单的功夫 一边将这些财宝 收进姓林雅叙后院 一边暗自琢磨 做一个清官 怎么就那么难 只是他刚收完财宝 闪身出了房门 便听齐莫黎低声说道 有人来了 第160章 别来找我锁命 司警星文言 细细听去 果然听到前院 有脚步声传来 他正要带着齐莫黎 回到姓林雅叙躲一下 却被那人单手揽腰 纵身跃起 跳到了不远处的梧桐树上 他站在枝干上 往下一望 便瞧见前院 有人提着昏黄的灯笼 正拿着钥匙 开后院的门锁 司警星脱开那人的束缚 坐在了那碗口醋的枝干上 两条腿还时不时地晃一下 看戏嘛 还是得坐着不是 齐莫黎轻摇摇头 也跟着坐了下来 侧眸看向那小丫头 道 让那小短腿安分线 别一会儿再把自己给晃要下去 分明是两句斥责的话 可那语气中却全是宠溺 司警星伸出食指 堵在了他的唇上 自己的嘴里发出一道 噓 齐莫黎将那送上门的小手 轻轻扯下 握在手中 这才转眸 朝那进了后院的人看去 那人 可不正是那倾城之县 刘祖贺 只见他进了门后 顺手便将木门从里面插上了门栓 而后才朝库房走去 司警星见状 笑音音的轻声念叨 三 二 一 他的一刚一出口 那后照房中 便发出一阵惊恐吼叫声 在静寂如水的夜里 显得格外尖烈 紧接着 前院便亮起了烛光 应是那妾室听到了动静 不多时 便有婆子打着灯笼 朝着后院走来 只是那刘祖贺 将门栓插上 那婆子进不去 他只得走回前院 禀明那妾室 才让院外守着的侍卫进了院来 那两个侍卫 合力将后院木门踹开 朝着最中间那个房间跑了过去 刘祖贺本来正与一美妾翻云覆雨 却呼得响起 白日里 那谭老夫子前来 说了一管门前的鬼魂之事 安平县主已死 虽说那长润已自枪 可这件事在旁人看来 终归是 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而那莫英王 一直到今日夜里 都没有离开 是因为他未来王妃的死去 可女子便如衣裳 那鬼都怕的莫英王 又岂会因一个小小女子 伤心难过 所以 他迟迟不肯离去 莫不是再等自己去表示些诚意 一想到此 他便心头焦急 扔下怀中美妾 套上衣袍 便往这边的梧桐院 急步而来 可眼下 他看到了什么 满满灯灯的一库房财宝 他存了十几年 此时 却全都消失不见 就连装金银的箱子 都没留下 他不信邪的 以为自己是走错了房间 便将后照房的五个房间 都查看了几遍 可 他连一个银钉子都没瞧见 他如何能接受 他如何能不傻眼 当两个侍卫冲进门后 便见那刘祖鹤 面色阴冷地盯着他们 问道 银子呢 我的银子呢 你们把我的银子 都看不到了哪里 侍卫一听 这才明白 这刘大人叫他们守着这个院子 守得不是人 而是银子 可这刘大人的银子丢了 与他二人有何干系 他们一口同声道 属下不知 那刘祖鹤将灯笼举的高歇 凑近了那两个侍卫的脸 道 好一个不知 一个看门的差事 都干不好 也没必要留了 来人 将他二人捆了 乱棍打死便是 这时 院门一响 刘祖鹤朝那乡看去 便见那孙姨娘 被婆子扶着走了过来 许氏走得急了些 他连连咳嗽几声 才缓了一口气 道 老爷 这么晚了 出了何事 他不来还好 他一来 那刘祖鹤顿时来了气 怒骂道 这件事 是你做的对不对 这本就是你的院子 你做起事来 最是方便不过 说 库房中的东西 都去了哪里 只要你说出来 我不追究你的罪责 那孙姨娘一听 顿时吓得往后亮枪几步 随后立即跪在地上 道 自从老爷吩咐 不叫妾进后院 妾便再没进过 老爷 这后院的钥匙 库房门上的钥匙 可都在您的手上 妾如何能进得来 何况妾病弱之躯 又如何将东西搬运出去 还不被老爷发现 他强压着咳嗽 断断续续说完这几句话 才轻喘了一口气 可那刘祖鹤 此时正在气头上 他一把甩在那孙姨娘脸上 道 库房之物 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丢失 你如何能推诿得清楚 他话音一落 便朝着跪在一旁的两个侍卫 道 莫不是你与他们二人联合起来 偷光了我的钱财 你这贱负 刘祖鹤说着话 便又要去掌乖 那孙姨娘 却呼绝背后一阵阴风掠过 他往身后一看 便见身着白衣的一男一女 正靠在门边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那女子 她不识的 可那男子 她却是认的 不正是那长家死去的二哥 长润 只见她白衣上 满是深红色的血污 她的脸色惨白吓人 所以 边上那勾唇 大笑着的女子 便是 安平县主 他们二人的死 都与自己脱不了干系 这事 是要来寻她索命吗 刘祖鹤下的浑身颤抖地跪在地上 她想跑 可她的两条腿 却根本不听使唤 动弹不得 她匍匐在地上 嘴角哆嗦 道 王妃 县主你听我说 王妃您的死 与我无瓜啊 我也是听令办事 被逼无奈 才做错了事 王妃奶奶 您别来找我索命 司警星本就是 因为自己搬库房 连累了那孙姨娘 所以这才出来 想吓一下她 让她别一时冲动 将人给打死了 却不想 竟还有意外收获 她倾先了掀眼皮 缓缓开口 是谁叫你杀害我的 你可有证据 隐在暗处的期末里 听着那小女子清冷的声音 倒真有几分森冷的样子 她摁了自己的眉心 心下着实无奈 这丫头 半鬼还上瘾了 司警星说完话 见那刘祖赫还有些犹豫 便伸出一只手 打了个响指 只见刘祖赫身边 不远处的地上 蹭了一下 燃起了一束火 那刘祖赫顿时脸色一白 那是鬼 鬼火 她不由打了的寒颤 一股暖流 顺着她的裤子 躺到了地上 第161章 从未想过让她死 刘祖赫猛地将头磕到地上 颤声道 王妃奶奶 您息怒 小的这就去拿 她说完话便觉得不对 若被那女鬼 以为她要逃跑 岂不冤枉 她赶紧改口道 不不 小的叫下人去拿 刘祖赫头都不敢抬 赶紧冲边上跪着的侍卫 喊道 去我书房 将多宝格上那白玉宝瓶拿来 快去 深秋的夜 梧桐院后院跪了一地的人 望着那白衣女子与男子 一眨眼 功夫便消失不见 众人只觉头皮发麻 凭住呼吸不敢动 生怕那鬼又呼地出现在眼前 殊不知 他们眼中的女鬼 此时早已回了一管 刘祖赫最是惨 她的裤子里外都是湿的 凉风一吹 动得她脸色发青 浑身打颤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后 她悄悄四下张望了一番 院中除了几声寒压鸣蹄 便没了其他动静 刘祖赫见状 赶紧站起身来 却不想 她双腿跪地时间太长 此时早已都麻木 随着她这忽然一起 整个人顿时一个猎切 直直地扑倒在地上 因着她后退了几步 这会儿一趴下 整个脸便栽进了 方才她跪地的地方 潮湿 腥臭 刘祖赫撑起身子 怒声吼道 你们一个个是干什么吃的 就没人来扶我一下 她堂堂倾城之线 何时曾在下人与小妾面前 丢过这样大的脸 那孙姨娘上前两步 道 老爷 您浑身湿透 快些回去洗洗 换身干净的衣裳 免得冻着 她此时脸色也是煞白一片 她竟不知自家老爷 连王妃都敢害 刘祖赫一见孙姨娘的脸 就一肚子气 一边往外走 一边喝道 孙姨娘突发恶极 不便见人 从今日起 将梧桐院从外面锁住 没有我的允许 不得出入 她看也不看那倚靠在婆子身上 才勉强站得住的孙姨娘 拂袖离去 她那白玉宝瓶中 都是与淮北那位的往来书信 此时已经交给了那王妃的鬼魂 也不知她拿东西作肾 她心中突得有些慌乱 刘祖赫回到书房 正要叫人烧水洗澡 却登时愣在了当场 她柔了柔眼 是她的书房没错 只是那多宝格上 为何此事空无一物 那些 可都是她最喜爱的极品百件 最重要的是 还有几封重要书信 正藏在那花丝 镶嵌镶镶空葫芦中 她面露 惊恐地蹲坐在地上 抱住自己的头 喃喃道 完了 全完了 此时的一广后院 西侧一个房间中 泛着昏黄的灯光 司警星接过 其末离递过来的一封信 匆匆扫了一眼 道 没想到 那刘祖鹤 一个小小支线 野心竟这般大 若想升迁 为何不从名声着手 偏去做些 舍本竹木的手段 愚蠢 其末离翻看完所有书信 眸光微沉 道 他们惯会这些 见不得人的把戏 道是老三 这手 似乎伸得太长了 司警星正要说话 却听得自己的肚子 咕噜一声 其末离伸手 点了点她小巧的鼻尖 道 我让清产准备些吃的去 司警星忙拉住她 摇头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有吃的 她说着话 便从杏林雅序中 取出两桶泡面 冲了热水 放在桌上 她趴在桌子边上 伸手拖着脸颊 只等着那面快点好 却呼得 看向其末离 道 不好 其末离闻声 立即将白熙与默云二人叫来 冷声道 别让任何人走出县衙 也别让任何消息 从县衙传出来 这游戏 才刚刚开始 怎么能走落了风声 她白手让二人离去 转身走到那小丫头身边 便闻到一股扑鼻的奇异浓香 而那小丫头 此时正拿着一只精致的叉子 挑着面条呼噜噜地吃着 她不禁拧眉问道 这是面 只需热水泡一泡便可以吃 竟如此神奇 司警星咽下口中的面 又喝了一口汤 无比满足地说道 这叫方便面 你也快来试试 我跟你说 驿馆中的二人 说说笑笑地 吃得喷香 而此时 剑州 瑞王府的居然糖 齐南宴覆手而立 脸上早已没了 平素温文尔雅的笑意 此时的他 黑沉着一张脸 一掌拍在桌机上 那桌机应声而碎 吓得那跪地之人 灯石趴附在地上 道 王爷 他活着 便对我们不利 如今他死了 太子那边 也算是少了一些助力 齐南宴怒目原瞪 怒吼道 你们这帮废物 本王何时说过 要他的性命 你们竟敢不与本王商议 便对他下手 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 那人间自家主子动了怒 便提醒道 王爷 您莫要忘了 他此次北上 便是为着假大人之事去的 若是他瞧出些什么 他可会看在王爷的面子上 高抬贵手 齐南宴心知他说得对 那女子又怎会站在他这边 可 他从未想过 要他死 他闭了闭心红的双眼 抬脚将那人踹翻 骂道 滚 他死了 怀北之势 或许便有了转机 他死了 九皇叔定受打击 太子也会受到波动 他死了 将军府便别无选择 他死 似乎有太多益处 可他 却从未想过 要他死 一日 司警星将伤势建好的长润 挪出了姓林雅絮 长家的林鹏 已经设了两日 依旧等不来长润的尸身 却再没人敢为他长家出头 最终 只得将一个放了长润衣上的空棺材 下了葬 长元之经此一事 身心俱疲 便卸了差事 让他的儿子长顺 接了异常的差事 长顺来一管第一件事 便是拜见墨英王 他挺直了腰板 跪在地上 道 小人长顺 参见王爷 王妃之事 还请王爷节哀 只是 小人不相信 堂弟会做出此等恶事 这其中定有隐情 还请王爷 查个明白 也让王妃走得安心 其末离瞥了那人一眼 正要问个究竟 却见墨云大驳来 只听他凑近耳边 低声道 县衙宅子里的孙姨娘 并去了 那刘祖贺 嚷着 要出门办丧 第162章 一条中心的狗侄子 其末离文言 白手让跪在地上的长顺 出了院子 那刘祖贺 倒真是个狠人 为了趁乱逃跑 竟连自己宅中富人都杀害 他见眉微调 慢调思理说道 去 将他那两条腿打断 其末离的声音并不大 可冷漠中夹杂着鹰雾 却是带着十足的压迫感 他可没忘了 这刘祖贺 是个善计谋的 连自家小丫头 他都敢谋害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若不是那丫头拦着 那人的命 又岂会留到现在 而此时 那小丫头思锦心语清缠 正坐在马车中 望着不远处的一个庄子 今早末秋来报 说是前日驿馆出事后 他探查整个青城时 发现了这个地方 一个小小的庄子 竟关押着五六百淮北灾民 他一开始还纳闷呢 这青城县 距离建州城这般近 为何却没有灾民进城 原来不是没有灾民 而是被拘禁了起来 司锦心与清缠二人 戴上帷帽 将整个脸遮了个严严实实 这才下了马车 清缠揽住司锦心的腰 纵身跃起 不多时 二人便站在了庄子中 一个隐蔽的角落 二人耳力都极好 他们背靠墙角 便听到两个男子的声音 游远极尽传来 这些贱民 竟还想逃出去 也不问问 小爷我同不同意 哎 是是 哥哥可是支县老爷的亲侄子 在这里 谁能不听哥哥的话 哥哥 那屋里的妞儿怎么样了 哈哈 你小子 是也馋了吧 我跟你说 那还是个虫 那滋味 别提多得劲了 还是哥哥厉害 不如今夜 叫弟弟也尝尝味 那二人越说越露骨 躲在暗处的司锦心 不禁拧紧了眉头 这些受了灾的百姓 背井离乡 跋涉千里 就是为了找寻一条活路 如今 不仅没找到活路 竟是连自己的清白都丢了 这刘祖鹤 一家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不要脸 还能印在基因里 司锦心闪身一跃 跳到了 那二人身后 只见那二人身穿黑色滋衣 腰间跨着长剑 竟是衙门里当差的 那二人被这忽然出现的人 吓了一跳 手正要 摸向腰间的长剑 却发现 来人竟是一女子 虽然她头戴微貌 却不难看出 是一位年轻女子 那二人相视一笑 其中一个黑黑一笑 道 哟 这是打哪里 冒出来的小美人 莫不是刚被抓进来的 来 叫哥哥好好疼疼 他说着话 便要伸手拽下 那碍眼的微貌 看一看这位帽下的容颜 只是 他的手 还会碰到微貌的纱布 手腕出乎地传来剧痛 他低头看去 便见他的右手 被整个齐齐切断 只留了一层皮连接着 那手掌就像风筝一样 轻飘飘地掉在手腕上晃来晃去 鲜血顺着那手掌 直直地流淌到地上 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 惊愣在原地 他身边的同伴 惨白着一张脸 颤声道 大胆 你你竟敢 他话还会说完 便见那头戴帽帽的女子 朝着他 举起自己手中的匕首 那匕首 通身泛着寒光 刀尖还在往下滴着血 那人扑通一声跪地 再也不敢吭声 而那被砍断了手腕之人 此时却是反应了过来 他拖着那要掉不掉的右手 痘大的汗珠 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手腕间传来的剧痛 简直让他昏厥 他惊吼一声 道 来人 快来人 有刺客 司警星望着他 冷冷开口 道 别叫了 我的人已经 将你那几个手下 都给拿下了 那人闻言 灯石瘫软在地 道 女侠饶命 女侠手下留情 小的乃青城之县 刘祖贺的侄子 小的贱名刘西棠 若是女侠有用得到的地方 随时吩咐便是 司警星从衣袖中 拿出一张餐巾纸 将匕首上的血滴 擦拭干净 才开口道 你说你玷污了姑娘的清白 若有人告发你 刘大人有这般大的能耐 帮你摆平吗 她的声音清冷又低沉 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威慑力 那刘西棠抱着自己的右手掌 那钻心的疼痛 直冲脑门 可她哪里顾得上那手 眼前这女子 到底是什么来路 一听这女子说到 自家大伯刘祖贺 她盲点头 道 女侠别看我大伯 只是一个小小支线 可人脉却很是广 女侠若有事 小的定能帮女侠达成 只求女侠饶 小人一命 司警心冷哼一声 道 我倒是没别的要求 只是想让你 将前院关押的那些灾民放了 你可做得到 那刘西棠文言心下一惊 这些灾民 是她大伯刘祖贺亲口交代 钦差大人途经此地 未免多事 便将南下的这些灾民 圈禁至此 但那钦差大人一走 她便派人来通知 届时再将这些人 通通撵出青城县去 今日都第四日了 大伯还会派人前来通知 莫不是那钦差大人一行人 还未离去 那她此时 又怎可将人放走 若这些不长眼的建民 刚巧被钦差大人碰上 岂不是为大伯招来获失 司警心勾传一笑 道 刘祖贺倒是养了一条 忠心的狗侄子 她看向刘西棠身旁 跪地不说话的牙役 道 走吧 压上你的好哥哥 随我一道 往前院去 她说完这话 微微一顿 又接了一句 道 若不想你的手腕子也被我割了 就别跟本姑娘闹什么幺蛾子 那人本还想趁机将刘西棠救走 反正这庄子后面 便是一片浓密的山林 一旦进了那山林 他们两个男子 还跑不过一个弱智女流 可谁承想 这女子近似看透了她的心思 面色顿时一白 立即上前将刘西棠从背后扣住 往前院走去 她怎么忘了 那女子手中的匕首 比她腰间的剑还要锋利 她瞥了一眼那刘西棠的手腕处的伤口 伤口平滑整齐 想来那匕首 是能削铁如泥的 不多时 三人便来到了前院 十几个身穿姿衣的牙医 此时早已被青蝉用绳子捆了 横七竖八躺在地上 前院两侧各有时间房 房门上的大锁 也已经被青蝉打了开 可却没有一个人敢走出来 思景星将刘西棠二人交给青蝉 走到最近的一个房门前 推开了房门 可是 她却被房中的景象惊住 她只觉眼眶发酸 泪水瞬间模糊了她的双眼 她一把抹掉脸上的泪水 扭伸出了房门 朝着那刘西棠就猛踹了上去 而刘西棠那被一层肉皮掉着的手掌 被这力道一阵 便如断线的风筝 飞了出去 思景星双眸中 似是运着一团火 她怒声问道 你对他们都做了什么 第163章 解救圈禁灾民 思景星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生气过 那些百姓 哪里是不敢走出房门 他们 思景星只觉鼻尖发酸 她方才看到 那鼻子的房间中 或躺或卧 挤着二三十个人 有活人 也有死人 他们一个个嘴唇开裂 没有一丝血色 眼神空洞的毫无生气 皮包骨头瘦的可怕 房中安静的可怕 只有他们轻微的喘气声 他们不是不敢出门 他们是没有一丝力气 思景星眼眶中的泪 又涌了出来 她立即叫清蝉 带着一个牙医去厨房 熬出几锅西周来 那刘西棠被踹得直不起身子 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却还记得求饶 道 实在是这些人太过难缠 稍微有点力气 就要往外逃 小的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 思景星点头 道 好好好 你让他们三五天 不吃不喝 那本姑娘就先不杀你 等你也尝尝这滋味 再杀不迟 她声音不大 可那语气中带着的冷漠 及她周身泛着的冷意 直叫那刘西棠浑身打颤 姑奶奶饶命 姑奶奶 可思景星却是再不理她 朝着她便射了一枪麻醉 锅躁 她收拾了下情绪 又走进了那房门 房中的人 此时已经听到了方才门外的对话 他们知道 眼前的女子 是来救他们的 他们南下这些日子 本就食不果腹 之前还能在城中药口吃时 或是在林子里摘个野果子 哪怕是生吃野菜 树皮 也能咽得下 可 那狗官竟说 要在此处庄子设下周棚 骗得他们前来 便自此关了起来 起先 大伙还想联手反击 逃出去 可谁承想 那狗官竟在他们来时 喝下的第一碗周里下了药 叫他们浑身无力 瞌睡成瘾 在他们醒来后 便被分开关在了这些房子中 在后来的三日 他们便都迷水未尽 哪里还有力气逃走 甚至还有人 撑不住 生生地饿死在了这里 他们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明本就斗不过关 无论是江淮 还是这天子脚下的青城县 可 那房门处忽然走进来的白衣女子 是谁 她进来 又出去 他们想 果然所有人都不在意 他们这些人的死活 可 那女子似乎骂了那贪官的贼侄子 她又推门进了来 她身后的日光 将她整个身子 照得泛起一层暖黄色的光运 他们看不清她的容貌 却知道 她 是来拯救他们的 司警星强扯了一丝笑 道 大家伙 稍等片刻 我已经让人去熬粥了 马上便能好 她说完话 便转身出了房门 去下一个房间 再下一个房间 她终于通知完了所有的房间 司警星蹲在院子正中 心中被一股酸胀感称得难受 她睁大双眼 微微仰着头看天 想要将眼中溢出来的泪水憋回去 可 她余光却看到 有人 有人从房中 慢慢地爬了出来 一个 两个 越来越多的人 缓缓爬了出来 他们没力气 可 他们渴望活着 司警星眼泪再也止不住 瞬间便躺了下来 她拿着微帽的纱布擦了把脸 扬声道 大家看 周来了 众人听到周 空洞的眼神里 终于有了一丝光亮 他们朝着通往后院的月亮门看去 果见两个牙翼 正合力抬来一口大锅 那锅中正冒着热气 清蝉在后面扛着一副扁单 两边的箩筐里 装满了海腕 司警星瞧着众人 双眼都冒着幽光 生怕他们稍后发生争抢 引起踩踏 便开口道 我知道大家都饿了 可一锅粥肯定是不够分 碗也不够 所以大家伙 还是要轮流吃粥 不要为了抢先 而伤到自己人 希望大家配合 她话音一落 便见一瘦骨临巡的老者 扶着墙缓缓站了起来 道 多谢姑娘 一切都听姑娘安排 她说话声音很轻很轻 司警星几乎没听到一个字 只是通过她的口型猜到了她的话 她点头 便让那两个牙役开始分粥 并送到那些百姓手中 如此这般 熬了石锅 才让院中这些百姓 都吃到了热腾腾的粥 肚子里有了粮食 百姓们也终于恢复了一些气力 他们缓过来后第一件事 便是跪在地上 朝着司警星的方向磕头 那老者更是老泪纵横 道 姑娘大恩大德 拯救我等逃出苦海 有如那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热日后 我等还能顺利返回家乡 定日日为姑娘祈福 愿姑娘一生顺遂 平安无忧 司警星赶紧让众人起身 并亲自将那老者扶了起来 道 淮北受灾之事 朝中已经派了钦差大人 北上调查此事 相信大家很快便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 过上以前的日子 那老者却抽回自己的手 生怕自己弄脏了眼前若仙的姑娘 他摇头道 都倒是官官相护 我淮北徐州府的狗官 定是在朝中有大靠山 才敢这般行事啊 见着老者说起此事 便有人也说了起来 是啊 他是料定了 没人敢动他 我们老百姓的命件 只要上面不查 死上一些 又算得了什么 这年头 赶上这样不作为的狗官 百姓们的日子 真的是苦啊 生生俱俱 道尽了百姓的苦楚 可 谁能听得到 即便朝中已经派了钦差大人 他们却依旧不信 司警星暗自摇头 朝中事 他不便多说 可眼下 他却想到一件事 他环顾四周 道 你们可愿帮我一个忙 第164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司警星挑了几个不同年龄的百姓 又约定了帮忙的时间 便留下白皙在此地照看 带着清缠就要离去 却忽听角落中 传来一阵抽气声 那声音极小 若不是司警星耳利好 怕是不会留意到 他寻声望去 便见一个中年妇人 抱着一个瘦削的小姑娘 那妇人拱着的身子 一抽一抽 似是在极力压制着 司警星正要往那处走去 却被身边不远处的一个老妇人拦住他 老妇人又黑又瘦 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 每一根皱纹都在无声地 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司警星顿住脚步 蹲下身子 问道 阿婆 您可有事 那老妇人转动有些浑浊的双眼 朝那角落中的母女看了一眼 轻叹一口气 道 那姑娘是个可怜人 唉 被那畜生 司警星闻言 脑中灯地闪过 那刘西堂之前说过的 莫不就是那姑娘 她轻点下头 道 我知道了 她走至那母女身边时 正听到那妇人低声说着 孩子 你好歹把粥喝了 你如此遭见自己 叫娘可怎么活 司警星这才瞧见 这母女身旁放着一碗粥 竟一口没动 她不禁心下难受 道 这位妹妹 莫不是因着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与疼爱自己的亲人 听得她说话 那妇人忙抬手 擦掉自己脸上的泪水 强扯了一点笑意出来 拱着身子行了礼 道 恩人 是我这个做娘的没用 让孩子受了委屈 与孩子无关 这天底下 做母亲的 大抵都是如此 孩子所犯的错误 能懒到自己身上的 便不愿让孩子承受 司警星却摇头 道 你没错 她也没错 错的是那犯错之人 那人的手腕子 我已经给她切了 你若能想开 日后此事便丢于脑后 努力活得更好 你若心中有气 现在就喝下那碗粥 努力活下去 日后也能为自己报仇 日子本就艰难 何苦为难自己 那妇人听着听着 本还想赞同 可听到那位自己报仇 顿时下的一击灵 忙摆着手 道 不可不可 她 她可是知县大人的亲侄子 恩人是有身份之人 自是不怕她 可我们这等穷苦百姓 哪里敢对她做些什么 那不是自寻死路 我 司警星听着这妇人的话 又见她满脸不安 正要劝解两句 却见那姑娘 从妇人怀中直起身子 朝她看了过来 这一看 却发现 那姑娘的确如刘西棠所说 是个清冷美人 五官长得很是标致 只是皮肤有些粗糙 想来是这些日子 背景离乡奔波所致 那姑娘却只是看了一眼 便伸手端起那碗粥 呼噜噜地喝了下去 那妇人见状 面色惨白地道 不可呀 可那姑娘却倔强地摇摇望了一眼 那昏睡过去的刘西棠 道 我不会去砸她的手腕子 她娘一听 这才放下心来 念叨着 对 对 咱们日后寻个不认识的地方 妇人的话还未说完 便听着那姑娘又开口说道 我要将她那害人的玩意 砸成泥 清冷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绝望 将那妇人听得一愣 仙 你听娘说 你爹自小培养你读习字 教你识的衣礼 大道理你应是明白的 如今 何苦为了那畜生 豁出去自己个儿 不值当的 何况 那张家二郎 说不得已经回铜县 等着咱们了 那被换作仙儿的姑娘 一听这话 却忽得仰着头 红着眼道 我如今 怕也是没远回去见她了 娘 您便当作 没有生我这一场吧 司警星听到这里 也总算明白 这姑娘是有心上人的 如今被那刘西棠破了身子 便自觉 愧对那男子 她怕是早有了亲生念头 不然之前也不会一口粥都不喝 此时得知 能为自己报仇 那便是死也值了 司警星轻叹一口气 女子的清白 一直是一道枷锁 男子对那层膜的看重程度 让女子都认为 理应如此 尤其在这男尊女卑的时代 哪怕是在前世 新时代的女性 也会被拿来诟病 司警星很能理解这巧儿的想法 却不认同她的做法 道 你一死百了 可有想过 你娘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你可以报仇 却不是当下 砸她容易 却也要顾及后果 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待到你有能力 无需搭进自己时 再报仇不迟 那希尔文言 她空洞的眼神中 微微闪出一丝亮光 却转瞬又消失不见 她轻笑一声 自嘲道 我们这种人 总会有那种翻身的机会 司警星看向她 郑重道 听你娘说 你自小读书 习自董依理 可愿陪我一到去徐州 做我的助手 日后 我给你亲手报仇的机会 那希尔文言 看了一眼身侧的娘亲 又看向眼前 戴着微帽的女子 惊讶道 恩人 不嫌弃我这种人 不知恩人此去徐州 所为何事 需我做些什么 司警星不由反问道 我为何要嫌弃你 我还是那句话 你没有错 无需自责 至于我去徐州做什么 到了那里 你自会知晓 你是江淮人 我行事起来 便会方便许多 总之 我要做的事 你会喜欢 那妇人虽不放心 自家女儿跟陌生人走 却又觉得眼前人 是救他们的恩人 如今 还劝得自家女儿 放弃了当下 就要报仇的想法 她只得抹了抹眼泪 道 快谢过恩人 日后要听恩人的话 办好了差事 早些回同县 娘在家等你 那希尔直起身子 朝那刘西唐所在的方向 瞥了一眼 才看向思景欣 道 多谢恩人出手相助 宋心愿意侍奉恩人 只盼能早日大仇得报 因为宋心的出现 帮忙的人选 又重新定了一番 这才离了这庄子 一路往城中赶去 马车中 思景欣忠实按捺不住 看向那静静坐在对面 不知在想什么的宋心 道 你可学过这麦 认得多少种草药 第165章 连猪蹄子的醋都吃 那宋心文言 虽有不解 却还是回道 学过这麦 草药试得数百种 我爹爹是城里的郎中 我自有学习这些 思景欣不由眼前一亮 他点头 道 女孩子是要有一门手艺的 这样 无论在哪里 都能赖以生存下去 方才只瞧见 你与你娘亲 不知你父亲 那宋心垂下眼眸 道 我们一家三口 在逃往南边的路上 爹爹与我们走散了 一直也未找得到他 思景欣安慰道 无妨 你爹爹是郎中 定是饿不到自己 如今你们母女也平安 日后总会在家乡重逢 不多时 马车便进了城 思景欣先叫清蝉带着送仙 去买了两套衣服 才回了一馆 他一进后院 便被那快步迎过来的 齐莫黎揽在了怀中 你这丫头 一去就是一整日 只是苦了本王 就思那望七十一般 苦苦等你 思景欣抬头看去 便见他抿直了唇线 一脸都委屈 他不禁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臂 道 喂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日也是忙得很 齐莫黎一听 便瞪了眼 站在一旁的莫云 斥则道 多事 我才是你主子 有你这样拖主子后腿的吗 莫云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一动不动 似是没听到他主子说话一般 如今 这些个暗卫 哪个不知晓 自从有了小王妃 自家主子 那千年冰封脸 也会笑了 都被人家拿捏得那么死 还嘴驾 自然这句话 他是死都不敢说出口的 司警星看了眼一旁的紫苏 指着宋仙介绍道 这是宋仙 你带他去洗漱一番 安排下房间 宋仙自从踏入这一馆 便脑子有些发忙 他知道 恩人是有身份的人 可能住进这一馆的 莫不是那钦差家的小姐 如今听到院中那俊朗男子 自称本王时 他只觉脑子轰的一声炸开 救下自己的恩人 竟是 王妃 他想不通 身居高位的堂堂王妃 怎会去那庄子 救下他们这些贱命灾民 宋仙屈膝行礼 朝着思琪二人的方向 拜了拜 便跟着紫苏离去 紫苏帮他铺好床榻 看着那一脸不知所措的宋仙 道 既然来了咱们小姐身边 那咱们日后 便是好姐妹 我叫紫苏 你若有事 便来寻我 小姐 宋仙一时有些糊涂 不由小声问道 不是王妃吗 为何紫苏姐姐要称小姐 紫苏见状 这才知晓 自家小姐 他轻笑一声 将手中的茶盏递了过去 道 日后 你便知道了 宋仙儿端起那茶盏 喝上一口 清香中带着一丝丝苦涩 不管她是小姐还是王妃 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恩人竟然没有表明身份 那自是有她的考量 自己不问便是 他收拾妥当 擦拭干净身子 又换好了衣裳 正准备去恩人房中侍奉 便见紫苏端了饭菜进来 是一碟青菜 一碗青粥 一个馒头 紫苏将饭菜放在桌子上 道 小姐说 你两三日米粮未尽 不好一下子 吃太多油腻食物 今日便吃得清淡些 一会儿你吃完便早些些着 明日咱们便要启程 你是江淮人士 路上还需你多多照料咱们小姐 来 快趁热吃吧 紫苏望着桌上的饭菜 一时有些泪目 自从闹灾 他已有两三个月 没有吃过这样正经的饭菜了 而此时的司警星 正与其莫离说着 今日在庄子上发生的事 那刘祖贺 打断他的腿 都是轻的 他那侄子 简直不是人 真恶心 其莫离望着眼前一份甜鹰的少女 脑中 闪过他 一刀割掉人家手腕子的样子 竟丝毫没觉得 他很毒血腥 只为他感到骄傲 这世上 总是有人 仗势欺人 唯非作歹 那便让他们 也常常被人欺压的滋味 自家媳妇 果然是与众不同 女众豪杰 其莫离加了一筷子青笋 放到小丫头碗里 道 说到那刘祖贺 我倒是刚想与你说 将刘祖贺与长润一道 送回了剑州 四锦兴咬了一大口 闷烧猪蹄 小脸鼓鼓囊囊 他顾不上说话 指的点头 表示知道了 其莫离看他吃的香 不由开口道 行 你什么时候看我 能像看他猪蹄膀一样亲 四锦兴将那闷烧汤汁咬了一勺 浇到米饭上 他正要吃上一口 忽听得其莫离此言 顿时笑出了声 我见过吃醋的 却没见过 连猪蹄子的醋都吃的 其莫离无奈摇头 这丫头 总归还是个孩子 他伸手轻拍了下 那小丫头的脑瓜子 又顺手拿起桌上的帕子 帮他擦掉嘴边 黏着的米粒 才轻声道 行 明日 我便不去渡口送你了 虽然安平县主 已死的消息早已传开 可保不及对方部的县 还未撤退 我这一去 岂不是暴露了你的行踪 司警星接过那帕子 又仔细擦了擦 才道 嗯 我与你想到了一处 这座戏 定要做仔细了才好 明日去渡口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放心便是 其莫离牵过他的小手 走至窗前 望着天上闪着的几颗星子 道 星 若有一日 天下太平 你可愿与我浪迹天涯 或是寻衣乐土 过自己的安稳日子 司警星闻言 转眸朝他看去 见他脸上 竟是未曾有过的期待 原来 他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是太累了 还是 他眼下心中疑问 笑道 自然 这也是 我心中所愿 其莫离文言 眉心宁谨的节便松了 有妻如此 福福何求 夜色沉寂 此时的剑州瑞王府 翠景阁 穿着一身淡绿衣裙的司警月 在房中慢慢踱步 他还记得 自己的二妹妹说过 月姓结束七日内 要行房三次 才有怀孕的机会 可他只有四日前 有过一次 再这样单的下去 便要等下个月 今日听闻 那柳测飞 已有身孕两个多月 竟是蛮得好身 司警月让春玉提上石河 便往居然堂走去 他不能再等 第166章 王妃 您请节哀 带到二人来到居然堂时 便被院中侍卫原青拦住 王妃 王爷不在房中 您要不 改日再来 司警星望着黑着灯的房间 心中不由一阵失落 可他面上却不显 道 不知王爷去了哪个院子 原青倒是也不隐瞒 道 王爷走时 说是要去听语阁 柳测飞的听语阁 也是 如今 那位肚子里有了祸 可不就要霸着王爷 可劲儿妖宠吗 司警月硬扯了一丝笑 道谢道 多谢 他走到院中逐一处坐下 心中不由一阵苦笑 半年前 他还是他相敬如宾 宠爱有家的王妃 府上也无一侧妃 恕妃 更无什么良地 美人 也不知为何 他忽然开始热衷于王府上天人 他终于知道 男人的心 说变就变 往日的夫妻和睦 都是过眼云烟吗 司警月让春玉将石盒打开 把准备好的几盘菜 还有一壶酒都摆了出来 也罢 也罢 他守着他的女人 他便守着他的院子吧 春玉眼见着自家王妃 竟拿着酒壶要针酒 他忙伸手拦住 劝道 王妃 反正王爷不在 这酒咱拿回翠锦阁阁吧 司警月却不肯 他看着春玉 笑道 今日是我生辰啊 我想离他近些 春玉悄悄看了眼 那站在不远处的园青 低声道 王妃 吃些菜就是 这酒呢 咱们就不喝了吧 毕竟这是王爷的院子 若王爷想起来 要去看您 您喝得烂醉如泥 岂不是失礼 司警月本就心情不好 见着春玉一再阻拦 顿时来了气 道 他不会去看我的 不会的 你不用在我身边伺候 去院外 守着吧 那春玉轻叹一口气 还想再劝上两句 却被司警月骂到 我堂堂王妃的话 你竟都不听了是不是 我叫你出去 春玉无法 只得一步三回头地 出了居然糖 司警月这边 没人再拦着 便蒸满了一杯酒 仰头喝了一口 他其实不喜欢饮酒 只是因为王爷说过 女子偶尔带上一点 清甜的果酒味道 最是迷人 因此 他便时常背下这果酒 带到王爷过去时 就能随时饮上一些 他眸子一闭 一行青泪躺了下来 那边的原青 见王妃月下毒瘾 又黯然落泪 心下便觉有些不忍 在他印象中 王妃一直是高高在上 端庄贤淑的 他何时见过 这般脆弱无助的王妃 原青上前两步 道 王妃 属下收到一个消息 不知王妃可有兴趣听上一听 司警月闻声 忙捏起帕子 擦拭掉脸上的泪水 洋装无事一般 笑道 何时 袁大人且说来听听 原青在离司警月 有些距离的地方站定 道 城中都传遍了 说是此次 北上江淮的队伍中 出了事 王妃可有听说 司警月闻言 眸光微转 连脸摇头 道 未曾听闻 出了何时 他说完话 便轻吹了一口气 只觉腹中一阵阵地发热 他没有在意 只目光灼灼地 等着那原青继续往下说 北上江淮 他家那神通广大的二妹 不就是一道随着去了吗 原青借着月光 瞧着那脸色红润的王妃 忙垂下了眸 道 王妃 您请节哀 司警月一听 灯石站起了身 只是因着喝完酒 又起得太猛 他只觉头晕得厉害 他身子一个裂解 眼见就要摔倒 却跌入一个结实的胸膛 他扭头一看 正是那原青 侍卫搂抱王妃 这可是大戒 那原青将司警月 服好后 立即抽回了双手 不知为何 他只觉王妃 那胶软的身躯 为何那般烫 而司警月此时 却完全不在意这些 他只听到了节哀二字 他拽住那原青的衣袖 不敢置信地确认道 你是说 我家那二妹妹 没了 原青被这样一拽 离着那王妃 更是近了些 他眸光中带着碎碎星光 漂亮极了 他轻轻拽回自己的衣袖 道 是的 昨日便收到这消息了 还以为王妃早就知晓了 司警新闻言 顿时大笑 道 好啊 来 袁大人 你陪我喝一杯 多谢你告知我此事 他笑着笑着 眼中便闪出了泪花 道 今日是我生辰 你与我说的此事 便是我今年最好的生辰礼 那原青听到这话 也不好推举 只恭祝道 祝贺王妃岁岁年年 花好月圆 见二人就要碰碑 院外的春玉想要去阻止 却已然来不及 他急得直团团转 最后还是催促道 王妃 天色已晚 风也凉 咱们还是早些回翠景阁去吧 可此时的司警月正高兴着 哪里肯听 他搓了搓有些发烫的脸 冲冤外喊道 今夜我就塑在王爷这西厢房中 你再多说一句 便自行回翠景阁 春玉在门外 四下张望一番 便跺了跺脚 转身朝着翠景阁跑去 他要去找春枝 让他想想法子 王妃与王爷身边的侍卫一道喝酒 这算怎么一回事 元清一杯酒水下肚 话也便多了起来 听说那安平县主 是自己不小心碰翻了竹台 才走了水 最后竟是连尸骨都烧没了 司警月就爱听这些 他往下拉了拉衣领 好奇问道 他不是带了丫头 还有钦差大人一道去的 竟没一个人发现 元清沉阴片刻 道 要不说他命薄 一整队人马说少 也有五六十人 偏偏就没人发现 他此时当真不敢 于眼前的王妃对视 他那双眼眸 便如漩涡一般 让他深陷其中 司警月扶着有些发晕的头 眼中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咯咯笑道 你说得对 这便是苍天有眼哪 他不知道 他此时的嗓音 有多甜软 还带着长长的尾音 格外撩人 他说着话 又伸手去拿酒壶 却不小心触碰到 那元清放在石桌上的手 司警月只觉那手冰冰凉凉 使得他浑身的燥热 顿时消退一些 他迷离的双眸中 似是晕着水一般 雾蒙蒙的 他嗓音软软的 甚至带了几分撒娇的味道 道 给我摸一摸 快点嘛 第167章 一根绳上的蚂蚱 那元清此时也觉口干舌燥 尤其被王妃那柔弱无骨的小手握住 顿时浑身一击灵 他晃了晃脑袋 想把那些不干净的想法丢出去 可他刚要站起身 往后退一步 却见对面那王妃 一把将胸前的衣巾扯了开来 那白花花的脖梗 将他最后一丝理智 分崩瓦解 司警月伸着手臂 缠上那人的脖子 便靠了上去 他将发烫的脸 凑近那人 想要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元清耳边传来 一阵阵热烫的鼻息 让他体内翻滚的躁动 席卷全身 他一把将人抱起 大步朝着西乡房而去 廊下的灯笼 将西乡房中 照得昏黄微亮 元清看着痴缠在自己身上的女子 再也按捺不住 房中床榻上的二人 早已忘了身在何处 快乐地进行着快乐的事 却不知 隐匿在窗边的一个黑影 迅速闪身离去 这边的春玉与春芝 急急忙忙赶来时 便见院中早已空无一人 而那西乡房中 却发出阵阵令人脸红的喘息之声 春玉当时瘫坐在地 她惨白着一张脸 喃喃出声 道 完了 春芝也是心中一慌 却又快速走至院外 四下张望一番 又将院门紧闭 她带着春玉 立即冲进了那西乡房 扑面来的气味 让两个丫头皱紧了眉头 春芝走进床榻 便见那满脸红郁的女子 可不正是自家王妃 而那还在奋力的男子 也根本不是王爷 而是那原青 这还了得 此事若被人知晓 那便是要被判银色乱之罪的 别说王妃会怎样 单说他们这几个丫头 便是必死无疑的 王妃 怎定会如此糊涂 春芝一个巴掌 甩在那原青脸上 却没想 那人看都不看她 似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春芝在边上瞧着 顿觉不对劲 即便喝多了酒 也不至于会这般癫狂的 她赶忙端来一盆水 朝着床上泼了过去 翠景阁 司景月 此事已经清醒了一大半 她泡在木桶中 使劲搓着自己的身子 一直搓到全身都红透了 却依旧觉得自己身上很脏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为何 为何她会与那原青 发生那种事 她只记得 自己是与她喝酒 她低头瞧着身上的青青子子 顿时捂住脸哭了起来 春芝与春芝二人 惨白着脸跪在地上 不敢吭声 他们如今 便是将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一般 一旦有人发现此事 那整个翠景阁便全完了 司景月站起身 水哗啦啦泼洒了一地 春芝赶忙拿了布巾 给她擦拭身子 春芝则拿了一套 新的底衣与中衣过来 司景月躺在床榻上 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床顶 道 那边可收拾妥当 那 原青 怎么说 春芝燃了安神香 转身回来 道 西香房都收拾妥当了 奴婢还把窗户全打开了 夜里的风大 想来明日定瞧不出端倪 至于那原青 她此事也早已吓唤 连连说 此事就当是一场梦 绝不会说出口 如今 她与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事一旦东窗事发 她也是没命在了 司景月点头 她细细回想着 方才发生的事 她隐约想起 似乎是自己先对她动手的 她想着想着 便觉耳根又有些发烫 那人竟比王爷还要 春芝端了一碗安神汤过来 纠结片刻 终是低声说道 王妃 奴婢觉得 此事似乎不太寻常 王妃酒量虽不好 却也不是两杯果酒就能吃醉的 而那原青 她可是 王爷身边得力的人 这点子把控力都没有 春芝听了这话 也觉有些蹊跷 道 莫不是那酒有问题 司景月文言 眸光一尘 道 原是咱们这院中 是进了吃里扒外的贼啊 给我查 夜已经很深了 远在青城县的驿馆中 却有两个人 还在丙烛夜谈 行 你这六军阵与八军阵 简直是太过精妙 齐莫离看着纸上画的两个阵法 不由大赞道 尤其这八阵 横八竖八这六十四对 组合的方式 便有几十种 若是从整体上看 中军是头 四方四围四围 八阵互相交错 中军又可分为内外两层 这便是阵间戎阵 队间戎队 妙啊 我明日便直接回西郊大营 与雷将军 细细参详此阵法 司景星望着眼前 如获至宝的齐莫离 也跟着开心 日后有时间 他定要 将在前世学到的那些阵法 一一交给他 他打了个哈欠 道 这阵法灵活多变 想要参透 还需不少时日 你莫要着急 天色不燥 我先回去睡了 齐莫离一听这话 顿时将手中的几张纸 轻轻叠好 而后看向司景星 道 星 你说 你怎么就那么好呢 司景星瞧着他 若不是眼尾处 还有那颗红痣 他都要以为换人了 冷傲孤僻 高高在上的九王 这是在拍马屁 好了 明日还要赶路 我先去睡了 他说完话 便一个闪身 钻进了姓林雅絮 独留齐莫离一人 在房中凌乱 他还没说完话好不好 这小丫头什么都好 就是随时玩消失 这事儿办得不靠谱 等他明日出来 定是要教训他一番 惠北城 渡口 司景星坐在马车中 在齐莫离的威逼下 吃下两块云片膏 又喝了一盏茶 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有许多吃的 饿不着 齐莫离却是将他的小手 紧紧握在手中 道 此区路程变远了 你定要万分小心 你有那隐秘之地 倒是可以在关键时刻用来防身 切记 切记 司景星在他眼眸中 瞧见了万分不舍 他伸手俯上他的脸颊 道 我会的 你放心 在剑州等我 他说完话 便戴上围帽 下了马车 后在不远处的一家老小 七八口人 便上了前来 其中一个穿着暗紫色 崭新衣上的妇人 正要攻身行礼 却被司景星一把拦住 道 姨母 咱们快些走吧 渡口马上就要开船了 第168章 丑人多作惯 清城县往北 马车行驶一个时辰 便进了惠北城的范围 惠北城地形如常代 北面灵河 纳河京惠北城 绕过清城县 直达剑州西 这也是为什么 剑州宣武门外 聚集的灾民最多 他们在剑州西渡口下船 可比在惠北渡口下船 再到剑州 少走三四天路程 今日的渡口 人很是多 司景星为掩人耳目 便安排了清城县外 那庄子上的几个人 假作亲戚 一路北上 此时那被换作姨母的妇人 李氏 文言 顿时挺直了身子 她倾壳一声 道 汐儿 宁儿 你们两个小丫头 贪玩都快忘了时辰吧 那被叫做宁儿的 便正是司景星 只见她穿着一身寻常棉布衣裙 头上戴了帽帽 倒是一点看不出她原本的样子 而一向只穿黑衣的清蝉 被她缠着 换了一套粉色衣衫 倒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而紫苏 则化身为李氏的女儿 身边跟着那送汐 好了好了 孩子们也到了 咱们快些走吧 说话的是一个略微富态的男子 正是那富人的相公 郑葵 司景星每次看到她 都十分纳闷 从淮北一路逃荒到剑州 路途遥远 怎地她竟是一点没瘦 或者 她之前更胖一些 一行十几人 说着话 也便朝那渡口走去 渡口 便如城门 是古代的交通要塞 两个衙役正仔细查验着 过往百姓的路影 司景星几人依次排队 将昨夜让末秋去办的几张路影 递给郑葵保管 而渡口外的马车上 齐茉黎盯着那渐渐远去的身影 迟迟不愿离去 墨云压低声音道 主子 此地不宜久留 虽然王妃已死的消息传回了京中 可保不齐 就有人多留了心 前来一探究竟 齐茉黎点头 又忘了那道身影一眼 才放下窗漫 道 走吧 她的马车刚走 便又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 一个红衣女子 时时然下了马车 轻易连步往渡口走去 终于轮到司景星几人查验路影 郑葵赶紧攻身行礼 憨厚老师的脸上 带着一抹谄媚的笑 恭敬道 大人 我们一家三口 是去青城 接回已故已姐家的女儿 这是我等的路影 还请大人查验 可那牙医接过路影 随意扫了一眼 便白白手 让郑葵与李氏过了去 几个年轻姑娘见状 正要往前走 却被其中一个牙医拦住到 几位小娘子 慢着 她窄小的眼睛 上下打量着几个女子 瞧瞧着身段 想必容貌定是不错 李氏瞧着那牙医的目光 分明是不怀好意 她面色一白 盲看向一旁的郑葵 她既怕着官差查出些什么 更是害怕 她对那几个姑娘心怀不轨 她虽不知恩人是什么身份 也不知她为何要千方百计前往徐州 可她却知 定要帮着恩人 顺顺利利地到达徐州 才算是报了一些恩情 那郑葵是男子 自是比家中妇人想得周全一些 恩人能从清城县之县大人手中 将他们数百人救下 身边又有高手时刻保护 如今又能拿到官府的露营 想必身份不一般 她躬身一拜 道 大人 草明家这小女与外甥女 都是没见过世面的 胆子小 还望大人 那牙医却伸出手 制止道 给老子一边待着去 她指了指司警心与子苏二人 道 把你们两个的围帽摘下来 叫小爷瞧瞧 别是冒名顶替吧 清缠文言 便将袖口中藏着的匕首 往下溜了一些 司警心感受到她的气氛 伸手轻轻拽了下她的衣袖 示意她稍安勿躁 她声音滴滴地 颤着阴道 只是怕样貌丑陋 吓到大人 那两个牙医对视一眼 道 小娘子何必谦虚 快快摘了 叫哥哥们瞧瞧 司警心羞答答地屈膝行礼 便伸手将那围帽摘了下来 对面那二人 戴着吟笑的脸 顿时垮了下来 其中一个甚至跑到一旁 哇哇地吐了起来 另一个则缓了缓神 脸色黑沉着道 你她娘长成这副模样 丑人多作怪 还不赶紧把围帽戴上 走走走 赶紧走 紫苏扭头瞧去 脸色也变了几遍 只见自家小姐 那原本润白光洁的脸上 此时不仅坑坑洼洼 还有一道蜈蚣样的疤痕 有多难看 有多难看 出一馆时 她家小姐还不是这个样子呢 莫不是她在王爷马车上 化了这妆容 一向清冷的清蝉 瞟了一眼 便赶紧扭头看向一旁 生怕自己憋不住笑出声 真想不 通她家王妃 脑瓜子里 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司警心闻言 盲将帽帽好 柔声道 多谢二位大人 她说着话 便带着几人往李氏那边走去 却忽听到身后一个女子喊道 你们要做什么 司警心此时正走到船上 她扭头往回看去 便见一个红衣女子 正被那二人拦住 只见那红衣女子 末发随意扎起 随风飘扬 容颜绝美 面若桃花 眼见那两个牙翼 就要伸手去拉扯那女子 清蝉见状 看向司警心 意思是问 需不需要出手 而司警心却微微一摇头 试问 什么样人家的女子 能穿成这样就出门 身边连个婢女都不带 只怕 她不是个傻子 便是有不同寻常的能耐 不急 还需再看一看 她让李氏与正魁 带着几个画作下人模样的小司 进了船舱 各自去歇息 紫苏与宋心 也去了船舱 先去帮她整理床铺 司警心带着清蝉 便站在船头 望向那渡口处 她手心中握着那麻醉枪 若那二人当真动手 她也能随时让他们倒地昏睡 可就在这时 那红衣女子哭喊着躲来躲去时 便见那两个 牙抑呼地哀悠一声 踉呛后退几步 扑通 扑通 纷纷跌落入了湍急的河流之中 河流湍急 那二人落下去扑腾了几下 便随着河水冲往了下流 司警心眸光微动 若她没瞧错 方才 是那红衣女子动的手 第169章 渡口玉美人 这会北城地形狭长 几乎整个城都紧挨着水 附近的百姓都很是迷信和神 渡口里里外外 船上船下的人 都开始议论起来 那两个官差唯非作歹 多少百姓敢怒不敢言啊 和神忠实看不下去了 又没人推他们 咋就自己跳下去了 方才欺负人家姑娘的时候 可没想到他们自己 会被和神收拾吧 快别说了 你瞧那边巡查官差 是不是往这边来了 司警心这条船 本是已经到了开船时辰 却因着那两个牙翼落水之事 船老大被叫上岸 与渡口其他人一起对口供 那官差看了一眼 那哭得梨花带雨 又面色惨白的红衣女子 一时被他绝美的容颜迷住 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直到那船老大说道 大人 说来也是奇怪 那两位牙翼大哥 本是正与这位姑娘 好端端地叙话 却不知为何他二人呼地 跳起身来 直直朝着河中跌去 那官差文言 目光中视 从那红衣女子脸上离开 如此说来 与这位姑娘 没有半分关系 船老大闻听此言 却不敢答话 只是转头看向周遭百姓 道 你们可瞧出什么端年 百姓们见官差问话 都一五一时 老老实实地回话 说 草民瞧见得与船老大一样 那二位牙翼 是自行跳入河中 似乎是河神召唤 那官差又多问了些人 答案都是一样 便白白手 将那红衣女子 与船老大一道上了船 而他择分了两个官差 继续在渡口查验录影 又连忙带着人 跳上一艘小船 顺着河流南下搜查 司警星见那红衣女子上了船 也便不在船头站着 准备回船舱 只是在转身之际 却与那红衣女子 撞了个正面 船舱过道狭窄 司警星侧身 让那红衣女子先行 只是在那人 经过他跟前时 却呼地闻到 那红衣女子身上 香味异常浓烈 他微微醋眉 带着青蝉回了房间 他一进房间 便被子苏拉住 道 小姐 你这脸 司警星摘下围帽 随意道 这样的脸 任谁都瞧不出 我原来的面容了 紫苏细细看了又看 小鸡啄米一般点着头 道 小姐太厉害了 这绝对看不出 小姐 这莫不是南边部落里 盛传的义戎秘书 那宋仙在早上一馆中 见过恩人的绝色容颜 如今一瞧 恩人竟顶着满脸浓血坑蛙 宋仙鸣嘴一笑 恩人竟如此有趣 他身上 哪里有一分一毫的王妃架子 几个丫头 生怕在路上饿着自家小姐 他们是带足了干粮 甚至还买了一支 用荷叶包裹着的烧鸡 司警星此时还不饿 却架不住丫头们的催促 只得拿起筷子 准备吃两口 却在这时 却听到一阵敲门声 司警星接过清蝉递过来的围帽 才对着宋仙点了点头 宋仙将仓房门打开 便见一红衣女子正站在门外 同样戴着围帽的紫苏 看了眼身旁的小姐 便站起身 问道 不知姑娘来此 所为何事 那红衣女子 快速地扫过这房中 瞥了一眼那不吭声的女子 挑了挑眉 道 闻到姑娘房中的香味 想着拿些银钱跟你买些呢 不知是否方便 紫苏哪里肯愿意 这可是 她给自家小姐准备的 小姐还一口没吃 怎么就能给她呢 她家小姐 又不缺她那点子银钱 清蝉站在司警星身旁 留意到自家王妃的首饰 便上前道 表小姐 想必这位姑娘 也是来得匆忙 没有准备 咱们好赖还有其他吃食 这只烧鸡 便让给这位姑娘吗 紫苏知道 清蝉说了这话 应是自家小姐的意思 也便扯了一个笑脸 道 既如此 便送给姑娘吗 仙 将荷叶包好 那红衣女子接过那烧鸡 对着房中 几位道了谢 露出一个勾魂射破的笑 只把宋仙看得脸红 苍门关上 清蝉走到门边 听着门外的脚步声 远去 才轻声道 王妃 此人功夫了得 属下只怕她的功夫 不在我之下 司警星点点头 也压低了声音 道 方才在岸边 我便瞧着 此人不简单 绝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样子 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要谨慎行事 不可单独走出房门 不可与陌生人多言语 另外 去告诉白溪 让他们多照看同行的百姓 在船上晃晃悠悠 听着河水哗哗响 司警星倒是入睡得很快 却也有人 睡得极其不安稳 远在建州的瑞王府 翠景阁 司警阁躺在榻上 却不愿意动 昨夜她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梦 时而梦道 那原青日日 与自己痴缠不休 而与思摩 时而梦道 温文尔雅的王爷 忽然阴森森地望着自己 让他不寒而栗 惧怕至极 时而梦道 自己的肚子忽然大了起来 生出了一只兽 时而又梦道 自己被关在笼子中 任人指指点点 一直到天色快亮之时 才辗转睡去 也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却听到春玉再喊自己 王妃 玲珑月与听语阁那两位侧妃 来点您请安了 司警阁轻呼一口气 只觉额间一阵阵地发疼 她不耐烦地说道 你去 告诉他们 就说本王妃今日偶感不适 叫他们回去吧 春玉思律片刻却道 王妃 您一向贤良舒德 今日两位侧妃一大早都过来行礼 这是府上都知道的事 即便是王妃 您身体不适 却不能叫他们直接回去 说不得 就有人将此事 传到王爷那里 若有人添油加醋 编排王妃您 巨傲无礼 岂不是得不偿失 司警阁脸色微沉 都倒是做王妃好 可谁知道 若做个不得宠的王妃 有多难 今日来这二位 一个是之前有孕的 一个是当下有孕的 却独独她自己 没有怀过 她任由春玉帮自己梳妆打扮好 便朝着那花厅走去 只是她刚走到窗边 却听到那柳册妃滴滴的声音传来 姐姐 听说了吗 昨夜 有人在府上与侍卫私会呢 第170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与侍卫私会 司警阁乍听闻这几个字 顿时面色惨白 她只觉心口秃秃地跳得十分厉害 双腿犹如烂泥 抖成糠筛 根本走不动路 她连忙倚靠在墙上 想借些力气 不让自己跌倒在地 春玉在边上 自然也听到了正侧妃那句话 她瞧着自家王妃的样子 连忙对着花厅门外的婢女摇摇头 示意她别出声 她扶住自家王妃 轻轻帮她顺了顺气 又凑近司警阁耳边 巧声道 王妃 先别急 她若真知情 便不会请正侧妃一道前来 说不得 她只是想来打探些什么 咱们可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才是 司警阁只觉 自己从头到脚都是麻木的 她从未想过 有一日 自己竟 竟被判了自己深爱的王爷 与旁的男子 行那等苟且之事 司警阁强自压下 心中那无尽的恐慌 长呼一口气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她若不拼一把 便是人人刀阻的鱼肉 她伸手将薄领的衣精 往上提了提 面上又挂上了 往日和顺温柔的笑容 抬脚往里面走去 花亭中 正然然端着一盏茶 却一口未喝 与侍卫私会 听闻怎样 未听闻又怎样 她微微侧目瞧了一眼 那柳侧妃平平的肚子 便收回目光 接话道 那私会之事 都是无稽之谈 这可是王府 柳妹妹莫要随意听信谣言才是 柳侧妃扶了扶自己 还未显怀的肚子 笑道 是是 还是姐姐想得周到 想来 定是下人们 胡乱编造出来的 她说完话 便见那正侧妃 老神在在地闭目养神起来 柳侧妃从她脸上收回目光 那眼眸中 快速地闪过一丝不屑 听闻 这正侧妃之前是怀过身子的 只是不小心跌倒 那孩子便没保住 也难怪 王爷如今都不怎地去她的玲珑院 连个孩子都保不住的女人 怎配得到王爷的宠爱 两位侧妃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几句 便听门外的婢女 唱道 王妃道 郑柳二位侧妃 连忙起身 朝着来人的方向 恭恭敬敬屈膝行礼 道 给王妃请安 思景月满面笑容地伸出手 虚扶了二人一把 道 都是自家姐妹 何须讲这些个俗礼 三人落了座 思景月又笑着说道 咱们王爷最是体恤妹妹们 早就说过 你们无须 每日都过来建立 尤其是你 柳妹妹 你如今可是咱们府上的金戈的 那是断断容不得一丝闪失的 你们啊 好好服侍王爷 早日为王爷生下个一儿半女 让咱们府上也热闹热闹 才是当下最紧要之事 我这边 就不用这般麻烦 叫你们日日地来回走动 柳侧妃是最晚入府的 却心比天高 她听思景月这样说 也就笑着接话道 王妃说的是呢 臣妾昨夜便告知王爷 今日要来给王妃请安 王爷便说 你还怀着身孕 不用日日去脆井隔离规矩 王爷还说呢 说咱们王妃最是宽厚仁慈 定不会怪罪于臣妾 今日听王妃这话 当真是被王爷说中了吗 思景月听着这话 脸上的笑容变淡了许多 张嘴闭嘴 有孕有孕 这是专门来腻歪着她的吧 她瞧着那柳侧妃 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 就心中直来气 可方才的话 是她自己说出去的 又怎么说得回来 她只得点头 扯出一副温和敦厚的样子 道 刘妹妹是个有福之人 才入府不久 便有了身孕 想来再过六个多月 便能为王爷添一位小柿子 真真是让府上姐妹羡慕不已 思景月说完这句话 便扭头看了一眼 那一直没说话的郑侧妃 又开口道 郑妹妹 你也要抓点警才是 那被点名的郑然染文言 眸光一沉 面无表情道 王妃说的是 只是臣妾想说句剑月的话 王妃体恤妹妹们 却也不要太过心慈 该留王爷在翠景哥过夜时 也要留下才是 毕竟咱们王府 还没有敌世子呢 思景月正端起一杯茶 准备抿上一口 呼听此言 手下不由一抖 热热的茶水 洒了她一手 那柳侧妃见状 惊呼一声 道 王妃 可否烫到了 郑姐姐也是为王妃着急 您别往心里去 所幸 那茶水 虽热并不烫手 春玉拿着帕子 将那茶水擦拭掉 也就退到了一旁 思景月对那柳侧妃摇摇头 笑道 没有的事 只是手下没拿稳 我还是相信 孩子爱与否 留与否 都是讲原法的 急不得 她正然让怀过 又怎样 怀了又落了 到头来 还不是空欢喜场 她说着话 便朝那郑侧妃看去 却见人家丝毫不为所动 面不改色 思景月只觉一记拳头 打在软棉花上 心头闷闷的 却不想 那柳侧妃 却连连夸赞道 王妃对咱们 真真是仁慈 只是现在天儿凉 那风一吹 冷得很 还是快快将 打湿的袖口 擦干透些吧 她说完这话 不等思景月开口 便又说道 只是 王妃对咱们姐妹宽厚 也就罢了 却要对府上下人 多多管教些才是 方才我还与郑姐姐说呢 下面有人谣传说 府上出了 与侍卫私会之事 王妃还是早些 将那些散播谣言之人 发卖了出去才好 省得叫外面的人 以讹传讹 到时若丢了 咱们瑞王府的脸面 只怕王爷 也要迁怒王妃吧 思景月文言 顿时脸色一变 这柳侧妃 到底是安得什么心 她吻了吻心神 佯装震怒 道 此话可当真 是什么人 散播出来的谣言 咱们府上规矩一向森严 怎会有人私会 是不怕死吗 她话音刚落 却见那不善颜测的 郑冉冉 正朝她看来 郑冉冉勾传一笑 道 王妃说得不错 是不怕死吗 思景月听着这话 脑子嗡的一声 只觉浑身震震发寒 她不怕死 她怎么可能不怕死 却在此时 门外呼地传来 一道平稳有力 的脚步声 随后便是门外的通饼鸭 跪地行李的声音 王爷 第171章 同男同女的买卖 思景月以前 最是喜欢听到这句话 王爷来了 可今日 她 她只消听到这两个字 额间便冒出痘大的汗珠 思景月作为王妃 自然是要带着郑柳二人 一道迎接齐南宴 她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却根本抬不起脚 只得借着春玉的力道 才勉强撑着行了礼 大步跨进门来的齐南宴 脸上还带着那让人 如沐春风的笑意 她从三人脸上 一一扫过 最后 看向郑冉冉 口气中带着几分夸赞 道 多出来走走 是对的 郑冉冉冉看着那满目温情的男子 却再无半分欢喜 她收回目光 点了点头 甚至连话都不想说一句 她怎么可能忘记 为了得到斯家的势力 她可以冷血到眼睁睁 看着自己失了孩 却放任那凶手不闻不问 齐南宴见郑冉冉礼 都不理自己 便伸手扶住柳册飞 道 你有孕再生 不必这般操劳 那柳册飞 趁机钻进自家王爷的怀中 欢喜笑道 是 谢王爷体恤 臣妾记下了 只是今日正与王妃说起 眼见着那柳册飞 就要说出方才之事 司警月下的一个猎解 没有站稳 索性被她身边的春玉扶了住 齐南宴点头 最后看向那垂眸不言语的司警月 两道浓眉 紧紧皱起 她这王妃 平素里见了自己 可都是巴不得凑到自己跟前的 今日这是闹得哪出 她疑惑问道 王妃可是身体不适 为何脸色如此难看 司警月忽然被点到名字 念诺着说道 臣妾 臣妾只是没有休息后 老王爷费心 春玉见状 硬着头皮 行礼道 回王爷 我家王妃今日一早便头痛 又不好叫二位侧妃白跑一趟 这才凭着力气说上几句话 齐南宴听了这主仆二人的话 看向那要晕不晕的司警月 顿觉她是在装腔做事 玩把戏 她心声不悦 脸色黑沉得吓人 她刚要张嘴训斥几句 却呼地听到 那司警月颤着声道 王爷 臣妾失礼了 还请王爷责罚 实乃是 臣妾昨夜梦到我那二妹妹 梦中她不慎跌落河中 我怎么喊她都喊不听 我想去救她 却发现离她越来越远 臣妾这一夜 睡得极是不安 这才导致了头风症发作 既然王爷来了 两位妹妹便交给王爷照顾了 臣妾先行告退 齐南宴闻言 到了嘴边的训耻 却是再也说不出口 她朝那司警月看去 便见她脸上扑素素地滚下两行青泪 她竟一时忘了 那女子 正是王妃的亲妹妹 齐南宴心中没来由地 生出一阵烦躁 白手道 即使身体不适 便早些回去歇着吧 一旁的正染染闻言 垂下的双眸中 快速闪过一丝疑惑 王爷方才那神色 分明下一瞬 便是雷霆之怒 可这司警月一提到她二妹妹 竟能让王爷收了脾气 那司家的二小姐 便是已经赐婚 给了莫英王的安平县主吧 可她与自家王爷 又有何干系 而此时的司家二小姐 司警星 揉着睡眼惺忪的眼 嘟着嘴问道 紫苏 外面为何这般吵闹 紫苏 见自家小姐被吵醒 心生不悦 道 还不是外面甲板上 有人在贩卖奴隶 清产打湿帕子 让司警星擦脸 也说道 这船上 来来往往多是客商 便有人打了这些客商的主意 心知客商都有钱 便在船上 弄些容颜俊俏的男童女童 在这船上要行三日 本就无趣 所以围观的人很是多 若是碰到专号这口的男子 说不得一下子 便卖出去好几个 但若是一直不开张 那牙型的人便对那些孩子动手 打得很是厉害 让人看着可怜 或许便有人心软 将其买下 清长话音刚落 便听得一道惨叫声 从舱门外远远地传来 司警星顿时醒了盹 这哪里是牙行怎 这分明是把人当畜生卖啊 据他所知 建州的牙行 都是很正规的 大部分牙行 为了让手里的奴隶 卖个好价钱 吃食穿着都不会太差 这怎的 还有这等不拿人当人的牙行 可此事 他管不了 他也不能管 司警星穿好衣裳 洗了手脸 坐在一个小园桌前 看着宋仙从包裹里取出来的两个干包子 实在没有胃口 他走到自己专门准备的一个收纳箱前 暗暗转动兰花御界 悄悄从姓林雅旭 取了一罐水果麦片和一罐奶粉出来 自然 麦片和奶粉 他都提前换装到瓷罐中 倒是瞧不出什么不妥 冲一杯奶粉 加上些水果麦片 便是一顿营养早餐 只把三个丫头看得愣了神 自家小姐何时准备的这些东西 宋仙则很是自责 没能给小姐准备好更可口早饭 司警星吃完早饭 便想着去李氏与常葵那边瞧瞧 毕竟明面上 他们可是一家人出行 司警星戴好帽帽 便带着清缠出了舱门 只是还没走两步 便听身后有人叫他 这位小姐 请等上一等 司警星闻声 顿住脚步往后看去 便见那人 正是昨夜来讨要 烤鸡的红衣女子 他微微点头 道 不知姑娘 将我叫住 所谓何事 那红衣女子 却是爽朗一笑 明媚的眼眸中 似有星河闪烁 道 我在船上没有朋友 想着昨夜 问小姐讨要了一只鸡 便想着日后到了岸上 请两位小姐一道吃个饭 所谓 有来有往 才是交朋友之道 不知小姐家住何方 又该如何称呼 司警星多了几分戒备 道 一只鸡而已 不足挂齿 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有道是 有缘自会相见 姑娘又何必计较来往 任谁都能听出 这话是明显的拒绝交好 可那红衣女子 却眼波流转 微微一笑道 小姐果然是性情中人 那便不讨扰小姐 司警星听完这话 便要告辞离去 却胡听到 一阵粗狂的咒骂之声传来 紧接着 便有一雾 哐当一声 重重地滚落到她的脚下 第172章 事态炎良伪善之辈 司警星连连往后退了两步 待看清那东西后顿时心下一惊 那哪里是什么重物 分明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只见 那孩子脏污不堪的衣裳上 横七竖八地破了几道口子 而那露出来的肉皮上 赫然是一道道渗着血的印子 似是用鞭子抽打出来的 那孩子蜷缩在地上 大半张脸 被杂乱的头发遮了住 只瞧见他那嘴唇干涸开裂的厉害 一道血水顺着嘴角渗出 紧接着 便有一个身形彪悍的男子 怒气冲冲朝这边冲了过来 他手中握着一根九节鞭 那鞭子拖在船舱木板上 发出呲呲的声音 那蜷缩在地上的孩子 似是听到那声音 不由色缩了几下 下意识便想逃 可他费了好大劲 还没挪动出两步路 便被那来势汹汹的男子 拦住了去路 那男人满脸横肉的大圆脸盘子上 却长了一双狭窄细长的眼睛 看上去很是滑稽 他站定脚步后 先是贼眉溜眼地 看了眼过道中的几个女子 才仰着自己的下巴 骂道 好你个小贱种 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 竟敢跟老子玩鹰的 他说着话 便一脚踹在了那孩子身上 那孩子被踹得很 张嘴便吐了一口鲜血出来 才切生死地开口求饶道 东家 饶命 那声音虽细微 却是让司警心听了出来 这孩子竟是个女孩 听到小女孩的求饶声 那壮汉却冷哼道 那客人能瞧上你 带你吃香喝辣 是你的荣幸 你竟如此不知好歹 还敢张嘴咬伤客人 小贱种 你吃我的喝我的 如今还让我陪跟那客人银子 你现在求饶 还有谁敢买 老子今日就要将你活活打死 再投到河里喂鱼 也给老子省下些口粮 司警心站在一旁 透过微帽的杀金 扫了一眼那红衣女子 便准备往回走 可正当他抬脚时 却被人拽住了裙摆 司警心垂眸看去 便见那瘦瘦小小的女孩 挣扎着抬起了头 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中 运着满满的求生欲 他张了张嘴 那开裂的嘴唇 便渗出两道血丝 声音轻轻的 小姐 救救我 清蝉将自家王妃的裙摆 从那小女孩手中 轻轻抽出 解释道 小妹妹 不是我们姑娘不救你 只是 我们姑娘 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如今她也要投靠亲戚 既然篱下的讨生活 又该如何救你呢 清蝉此话刚一说完 那凶悍的男子 便冷哼一声 道 哟 都能买得起贴身丫鬟 却说买不起一个孩子 糊弄谁呢 看着这么小的孩子受罪 你们却这般铁石心肠 竟还要为自己找说辞 真是事态严良啊 不知何时 走廊中渐渐围过来了 不少看热闹之人 听了那男子的话 纷纷对着思景欣二人 指指点点 挺年轻的姑娘 竟这般冷漠 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也不是解不开锅的人家 买个孩子而已 又要不了几个钱 可不是呢 大不了发卖了他身边那个大丫头 也要救下这个小孩啊 思景欣听着这些人的话 简直要被气笑了 都是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伪善地要死 他并不是不想买下这小姑娘 只是他身份特殊 又怕连累这孩子 思景欣便想着 叫李氏或是同行的百姓 出面将此事办妥 可这些人 却你一言我一语的 奇迹将矛头对准了他 他呵呵一笑 看向那手持七杰边的凶悍男子 道 这位掌柜 既然你不是那铁石心肠之人 又为何要伤他至此 如今却反过来指责我 我又不是你娘 为何要替你收拾烂摊子 那凶悍男子一听 脸色瞬间黑沉下来 面目扭曲地瞪了过来 他大喝一声 就要将手中的鞭子朝他甩过去 可 他这时才发现 不管他如何用力 他的四肢都动弹不得 凶悍男子 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脑门上 痘大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躺去 是什么人 竟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他动了手脚 思景欣听他这一声怒喊 只轻飘飘地说了句 别吵 他便转头看向不远处 那尖嘴猴塞的中年妇人 思景欣不紧不慢 道 既然要不了几个钱 那便让给您来买 这可是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功德 也算你没白来人见一趟 那妇人乍一听这话 便有些发忙 他思索片刻 才想明白 那丫头是在咒自己 若救下那小姑娘 便是 她没白活在这世上 若不救下的话 便是 她该去阴曹地府了 她一时气愤 将一双三角眼瞪圆了 正要开口叫骂几句 便见那姑娘 根本就不看自己 她气得朝着过道中间 催了一口 道 什么东西 而思景欣又转身 看向一个大富翩翩的男子 道 一看您长得这般肥瘦威猛 定是个宅心人厚的大善人 那男子一听 那小娘子夸自己呢 她正扬着下巴 撇了个笑脸 想要谦虚几句 却听那姑娘又说道 既如此 那您便收了 这小姑娘做干女儿 为她请老师 学习琴棋书画 培养成大家闺秀 待她急急 再为她准备十里红妆 风风光光地送她出门子 您大善人的称号 岂不是要名扬将怀 那男子一听 脸上的笑顿时垮了下来 买个小丫头 左右不过十两银子 这怎么还要请老师 教规矩 送十里嫁妆 她顿觉休闹 脸色铁青地喊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分明是这小姑娘 让你救她的 与我等有何干涉 思景欣闻言 却咯咯笑出声 那笑声清脆悦耳 就像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事一般 笑声一落 她便开口说道 所以 我救与不救 又与你们有何干系 怎么 我是吃你们家米了 还是喝你们家水了 我劝你们 平素少管闲事 省得不小心当了狗 第173章 我与县主师叔同门 他的声音柔美动听 语调也平缓柔顺 可这话 却是将方才那些 说风凉话的人 气了个半死 什么叫一不小心当了狗 这是嫌他们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几人纷纷开口指责道 你这小姑娘 怎的如此无礼 说到底 我们也都是你的长辈 说你几句 怎么了 也不知是什么人家 才能交出这样粗鄙的女子 想来是他家祖坟 风水不是很好 思景欣闻言 目光从几人脸上扫过 风轻云淡地开口道 给你们脸了是吧 还想再让我骂一顿 才痛快 还是一样平缓的语调 却将那几个人都纷纷闭上了嘴巴 他们可不想再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指着鼻子骂一顿了 思景欣抬了抬下巴 看向那红衣女子 方才 那人便一直双臂交叉 站在一边看热闹 思景欣柳眉微调 笑道 姑娘 我倒是刚想起来 昨夜我那只烧鸡 自小时是名贵药材长大 一直就要一百两 你若想将银子还给我 那便买下这个孩子吧 想来 一百两也是抄了 正巧 你出门也没带个婢女在身边 便当是我送你的 那红衣女子闻言 面上便扯出个明媚的笑容 走上前来 道 既然姑娘这般说了 那我便收下姑娘送的这份脸 剩下的银子 晚点送到您房间 思景欣闻言 微点了点头 便静止转身离去 身后传来 那红衣女子清脆的声音 你回去准备好气子 送到天字号巴尖来收银子 思景欣一回到房间 紫苏便迎上来 接过那帷帽 急声道 小姐 您快去看看 蝎儿额间有些发热 莫不是染上了那一病 坐在一旁 昏昏欲睡的宋蝎儿一听 顿时一击铃 她忙伸手 扯起自己的袖口 将自己的口鼻挡住 道 小姐 你别过来 这一病 是会人传人的 你快快离远一些 思景欣见状 不慌不忙地 从袖口中取出口罩 道 蝎儿 你自己也懂协医 那一病 最明显的症状 便是腹痛腹泻 你可有 宋蝎儿闻言 神色稍微松了一些 却又立即紧张起来 道 还未有 那症状许事还未显露出来 小姐 还是去叫清蝎姐姐 找传老大 再要一间房 以防万一才是 瞧着宋蝎儿急得 快要哭出来 思景欣指的道 你可听说过安平县主 那宋蝎儿闻言 双眼一亮 道 自然是听闻过 在清城县时 便听说剑州出了个女神医 她竟能将治下 这样蛮横的一病 都给止住 我与我母亲还有那些乡亲 本想投奔剑州 却被清城县那狗官给扣住 此生 若能见上安平县主一面 便是死也值得 站在思景欣身旁的紫苏 闻言便忍不住憋笑 道 见一面就要死 想必 那县主定是不会见你的 思景欣轻瞪了她一眼 道 你个多嘴的丫头 还不给仙儿倒杯热水来 紫苏笑嘻嘻地跑开了 赶紧去端杯子 思景欣从紫苏身上收回目光 含笑道 我与那县主 也是旧相识 他教过我 如何诊断这治下之症 他说着话 便俯上了那宋仙儿的手腕 又摸了摸他的额头 便道 你只是偶感风寒 外加胃部机账 单纯地发热而已 你无需紧张 这话一出 那宋仙儿顿时傻了眼 他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焦急问道 本人 您也会诊病 莫非 那安平县主与您是师出同门 思景欣从收纳箱中 取出一个小白瓷瓶 好笑道 试师出同门 他倒出一粒药 递给宋仙儿 又让紫苏将热水递过去 让他喝下 思景欣瞥了一眼那宋仙儿 一边摘下口罩 一边说道 你这般喜欢的安平县主 莫不是想拜安平县主为师 我倒是可以帮你从中说上两句话 那宋仙儿端着茶盏 正要喝下最后一口水 呼听的恩人此言 他口中的水意实验得太猛 直呛的他 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紫苏使劲抿住嘴唇 憋住了笑 赶忙过去帮那宋仙儿拍着背 带到那宋仙儿顺过气儿来 立即两眼放光地问道 恩人 你说的可是当真 随后 他又陷入苦恼与自我怀疑中 忧心道 县主 县主他老人家 会不会嫌弃我 资质平庸 恩人 其实我把脉都不太能摸得准 我只跟父亲学了些皮外伤的诊疗 县主 哎呀 早知道 我又是变好生于父亲学医术了 思景欣看着这般苦恼的宋仙儿 他竟是未听闻安平县主已死的消息 也是 在钦差大人到青城县之前 那刘祖贺 便将城中灾民压制了城外庄子 而城中消息 也没传过去 一向笑点极高的秦禅 此时都有些憋不住 他倾壳一声 低声道 王妃 我出去与白熙他们说几句话 思景欣点头 紫苏将秦禅送出门后 便将房门门栓插好 他回头对着宋仙儿道 你陪我办完差事 我便带你去见他 宋仙儿闻言 也不再自怨自艾 郑重点头 道 多谢恩人成全 到时 我定好好表现 不丢恩人的脸面 紫苏忍不住偷笑 心道 傻仙儿 你要见的人啊 只怕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呢 可 他不能说 毕竟 他家还未没落时 便早已领教过什么教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何况 自家小姐还未发话 想来 也是要多试看他些日子的 接下来的两日 船上倒是再没发生过 什么意外之事 甲板上卖孩子 也没再出现打骂 甚至 那红衣女子 也没再出现 一切都十分顺利 以至于 司警星总觉得 有心头有些发虚 一直到他们下了船 登上了宿州渡口 司警星跟在李氏身后 往路边的茶棚走去 耳边却呼地传来 一道滴滴的一轮声 张家哥哥 可曾听说 见周来的那钦差大人 在路上就得了怪病 如今是一病不起了 第174章 城隍庙外聚人心 二章合一 司警星文言 顿时心下一惊 何大人重病 什么时候的事 他微微侧目 看了清禅一眼 那清禅心领神会 迅速转身离去 宋葵带着一家子几口人 往茶棚里一坐 交道 小二 上壶茶 他看了眼那头戴微帽的恩人 只觉他小小年纪 却思虑极为周全 就连日常要用的散碎银子 都提前给他备好 竟是丝毫不怕 他挟着银钱跑了 他接过那小二送过来的茶壶 倒了一盏茶 递给司警星道 宁儿 路上没累着吧 司警星正思索着和大人的事 忽听此言 一时没反应过来 直到被身旁的紫苏 拽了下衣袖 他才缓过来 赶紧接过那茶盏 笑道 一路上还好 多谢一丈挂心 那宋葵点头 又问道 你身子弱 咱们今日便在宿州的客栈歇歇脚 明日再走 司警星记得从宿州往北 再行一日 才能到与徐州交界的云阳县 只是不知那何大人 此时身在何处 他扭头看向清禅 清禅轻摇下头 消息还未打探回来 司警星沉音片刻 道 无需顾及我 赶路要紧 见恩人这般决断 宋葵自是没有不应的 他也想早日北上 完成任务 几人喝了些茶 坐小司打扮的白西 也从不远处的马行中 购下了四辆马车 马车中 司警星将一张地图 铺在小桌机上 过了云阳县 往北是徐州府所在 往东行 便是水灾最为严重的铜山县 他手指倾扣 不知在想些什么 却呼得 马车一沉 车厢外响起扣门声 清缠道 是墨丘 司警星微一点头 清缠便将车厢门推了开来 那挟着一股凉风进来的 正是墨丘 他双手一抱拳 并报道 王妃 属下打探道 消息是从云阳县传过来的 想必和大人如今便是在那里 司警星文言 微微垂眸 看向那地图上的云阳县三个字 会这要巧合 偏偏在宿州管辖内生病 还是有人 根本不想让他 靠近徐州一步 司警星越想越不对劲 和大人不是只身前往 他身边可是带着八位太医 是什么病 竟能让宫中太医都瞧不好的 这不是太蹊跷了吗 他司机此处 柳眉不由微微促起 手掌往桌机上轻轻一拍 对着外面赶车的白袭道 再快一些 明日一早 务必到达云阳县 墨丘见状 位一抱拳 闪身出了车厢 据通知其他三个车夫 随着车夫的吆喝声 马蹄啄啄 四辆马车一路朝北奔驰而去 而此时的江淮徐州府 贾文生捏着手中的一封密信 细细看了又看 随后便塞进了衣袖中 他猛地一拍桌子 哈哈大笑 道 好啊 好 如此一来 那何文青 怕是没命活着回去了 待到朝廷再派下新钦差 有这些时间 本官的徐州 便是另一番天地 一旁的皇师爷 眸光中闪过一丝金光 他捋着胡须 提醒道 大人 还是要防一防 那在城隍庙诗州的副同知 徐州 未处南北交通的要冲 许多来往客商预居于此 出门在外 莫不是求神灵 庇佑平安 祈求富足 他们都会施舍银两 给徐州城内最大的寺庙 城隍庙 也正因此 城隍庙 一向是香火鼎盛 尤其到了每月的初一十五 城隍庙外 还会有热闹的庙会 然而 今年的徐州府 却是天灾人祸 城隍庙已经许久 没有姓男姓女来上香 诗香油钱 不仅如此 还有越来越多的灾民涌入 以求收留 可庙宇本就靠香油钱度日 哪里能帮得了太多人 因此 城隍庙大门紧闭 已有两月 不过 三日前 这城隍庙却重新 将大门打开 庙中又恢复了往日的人生鼎沸 原是 徐州府通知 副大人 大行善举 舍家疏难 在城隍庙外开设了周棚 每日早晚两次 城隍庙外八口大锅 同时煮上热粥 镇寄来徐州城避难的各县灾民 好在城隍庙位于郊外 庙外的地方也足够大 此时 正是深时 城隍庙外早已排起了八条长龙 那锅中飘散出来的阵阵米香 让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 感到万分幸福 可不是幸福吗 前些日子 他们可是连口稀饭汤都喝不上的 他们去城里讨饭 遭受到无尽的白眼 甚至还要跟狗抢吃的 如今 这浓稠的米粥 一日能喝上两次 再也不用担忧被饿死 只要能熬过这个冬日 明年开春 他们便不用再过这等苦难日子 人群前 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 白白手示意众人安静 道 大家稍安勿躁 一盏茶时尘后 咱们便开始失粥 乡亲们都排好队伍 不要拥挤 百姓们一听 马上要失粥 一个个眼神中的光芒更多了些 却在这时 熙熙攘攘的队伍中 呼得传来一道惊呼 王三 你哪里来的大饼 大饼 众人寻声望去 便见那队伍莫尾处 站着一个尖嘴猴腮 吊锒铛的年轻人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铜山县四里八乡皆知的懒汉 王三 他手中 正举着一张厚实的发面饼子 与他同乡的人 赶紧问道 王三 你这是打哪偷来的大饼 说话间 几个饿得狠的半大小子 便红着眼 长大王三扑了过去 周 毕竟是刘石 不管饱 大饼 可是实在的狠 吃上一个 能顶大半日的 一时间 十几个人混打在一起 最终 还是前头管事的来 冷声喊道 再不停手 今日的粥 便不湿了 众人停手 那王三手里的大饼 也只剩下了一个脚 他捂着被抓破的脸 哽着脖子 道 你们他娘是强到不成 城中正在施饼 你们自去领便是 抢我的作甚 妈的 此言一出 人群中便炸开了锅 你别骗我妈 什么人是饼 在何处 有饼吃 你为何还会来城隍庙喝粥 王三被问得烦了 道 就是知府大人 在府前接衙门外 开设的粥棚 不光有粥 还有大饼 我这不是想多喝一碗吗 此言一出 人群中一时没了声音 队伍后的几十个人 却呼啦啦地 扭头往城中跑去 见有人离开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队伍越来越乱 甚至排在队伍前头的几个乡名 还想抢过那十周人的勺子 自行乘上两碗喝个够 你们没听到吗 城中也开了周棚 大家都走了 你这周 不给我多喝两碗 也是要浪费了 就是啊 剩下太多 你们也没地方 扔不识 我们也是为你们着想不是 周棚的管事 听到这话 脸色一僵 他从不知道 往日对他笑脸相迎的百姓 只是耳朵听一听 别处有饼吃 便立即丑态百出 却在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乡亲们 咱们做人要讲良心 即便城中之府大人摆了周棚 但你们可莫要忘了 咱们来这徐州 受了多少苦 他作为父母官 让咱们自生自灭两个月 还不放我们出徐州府逃难 那些逃到渡口 被拦下的 有哪个不是 被打得落了一身伤 他若未明着想 为何不第一时间 开仓放梁摄周棚 如今 他一张饼 便将你们给收买了 你们可是忘了 北郊外被圈禁起来的亲人 北郊 一听到这两个字 众人纷纷脸色一白 前些日子 很多人无缘无故 便浑身发烫 腹痛难忍 还腹泻不止 他们以为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抗一抗 便过去了 可 谁能想到 一夜之间 患病人数成倍增加 最终 徐州知府贾文生 派出整个徐州的侍卫衙役 将发病的百姓 强抓到北郊 这么些日子过去了 硬是杳无音讯 一个妇人蹲坐在地上 将头埋进膝盖 呜呜地哭出声 我那可怜的小女儿 才九岁啊 她从未离开过我身边 这人一哭 边上又有人跟着伤心喊道 我家那媳妇 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也不知如今身子怎样了 还有一个月 便要到日子了呀 我家男人也是 不由分说就被带走了 也不知官府给找大夫了吗 方才那高声喊话的老者 却冷哼一声道 找大夫 你们怕是想多了吧 连口舟都不施舍的贾大人 他会舍得买药 若老朽没有猜错 那病是一种医病 此言一出 众人脑中嗡的一声 医病 怎么会是医病 医病 都是没得治的 人们再也待不下去 纷纷站起身来 嚷嚷着 要去衙门找那贾文生问清楚 恰在此时 官道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众人瞧去 正是那大行善举 舍家疏难 开设周棚的父同 众百姓因着方才一激动 便想着投奔那贾文生 吃饼喝粥 此时见到翻身下马的傅大人 都有些心虚 尤其前头几个超超着想 多喝几碗粥的人 那管事将方才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 与父同听 父同却不在意地说道 当下 傅某确实能力不够 让大伙跟着父某吃不饱肚子 若成中 当真有饼吃 有粥喝 乡亲们自去吃便是 能吃上一顿饱饭 也是好的 但大家记住 这里会一直有 百姓们听了这话 更是对这父同感恩在心 他虽只是一个同知 却比那知府大人贾文生 做得好上许多 可他们如今并不想那大饼之事 而是北交 父大人 不知北交的百姓 是啊 何时能将我们的家人放回来 他们得的是 一病吗 父同听着对面百姓的声声质问 也深感无奈 北交之事 他不止一次 与那贾大人商议 是否先让城中大夫前往诊治 可那贾大人却断然拒绝 说是怕让更多人送命 父同举举手 让众人安静 道 即便是一病 大家也不用怕 朝廷已经派了钦差大人前来 还带了八位太医 更有一位神医 他乃是咱们龙鹰皇帝 清风的安平县主 他医术了得 即便是一病 也能要到病除 乡亲们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很快要到了 百姓们对父同的话 自是相信 脸上的担忧之色 渐渐消退 只余下期盼 而父同说完这话 却是暗暗地捏了一把汗 按着日子算 那安平县主也就是 这一二天道吧 可 怎么一点消息 都没有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 城隍庙外的八口大锅的粥 全部试完 众人朝着那父同磕头告辞 与此同时 马车中 四景星撩起窗帽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心中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清蝉将在渡口买的肉包子 与一叠点心 摆在桌机上 劝道 王妃 多少吃一些吧 四景星捏起一个包子 咬上一口 却全是面 哪里有肉 他转身翻出那收纳箱 从中取出一包榨菜 就这包子吃了起来 还人给清蝉一包 道 给 尝尝 清蝉见自家王妃吃的香 不由多瞟了几眼那箱子 如今 他也习惯了 自家王妃 不仅有个神奇的袖子 还多了个神奇的箱子 四景星瞧见他的眼神 微微有些不自在 他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以方有大一点的东西 不方便 从袖口里取出来 才临时起义 整了个收纳箱 清蝉是第一次吃馒头配榨菜 只觉入口咸中带香 加上馒头的麦香 好吃极了 马车中 主仆二人 你一个我一个 将一整包肉包子吃完了 才过瘾 却在这时 关道旁的树林中 传来惊弓之鸟 鸡喳喳飞起的声音 随后 便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有人埋伏在此 奔驰的马匹 似是感到不安 前提高高跃起 车厢往后仰去 赶车的白溪拉紧缰绳 低声道 王妃 小心 清蝉长腿一伸 快速勾住车框稳住身子 将手放到腰间 缓缓将长剑抽出 司警星也俯上左手手腕 摸上了信林雅絮中的电棍 二人对视一眼 随时准备动手 第175章 月黑风高 土匪劫道 突得 马匹斯明一声 打着响鼻 不肯再往前走 清蝉透过窗漫缝隙 往外瞧去 便见不知何时 路前方正横着两匹高头骏马 一时间 百事余人从左右树林中 涌了出来 那高头骏马上的一个男子 大喝一声 道 挨者何人 报上鸣来 宋葵轻拍了拍李师的手 叫他不用担心 便自己先行下了马车 最后一辆马车中 是两个假做仆人的百姓 他们何曾见过这等阵士 虽早已吓破了胆 却还是强撑着下了马车 站在宋葵身后 他们三个大老爷们 定是不能让那四位姑娘下马车 这些人分明是土匪 宋葵一抱拳 冲着那高头骏马的方向 自爆家门 当家的 我是徐州府同城县人士 这是往家中去 还望当家的通融通融 眼瞧着 不日就要到同城了 宋某这里还剩下些散碎银两 您带着兄弟们喝杯茶吧 那高头骏马上的人闻言 哈哈大笑 道 哼 倒是都会办事的 他点头 便有一个魁梧大汉上前来 将宋葵捧在手里的荷包拿了过来 宋葵拱着身子 笑着说 既如此 便不打搅当家的 跟兄弟们了 宋某告辞 此言一出 围在四面八方的土匪 纷纷大笑开来 那高头骏马上的人 仰着马鞭 驱马踏不上前来 垫着手中的荷包 道 我何时说过放你走 你只是一介乡名 却有四辆马车 可见身家不菲 却给咱们兄弟这么点银子 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宋葵文言 盲产笑道 这不是家中闹灾 出去避难粤鱼 身上只剩了这点子银钱 还请当家的通融一二 那骏马背上之人 手持马鞭 抬起胳膊 往中间两辆马车的方向一指 问道 那两辆马车中 是装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做了什么人 你可不像看上去那般时尚啊 宋葵抬眼看向那马车 顿时额间便冒了一层汗 他可不敢想 若是恩人 那样的弱女子 落到这样一群 打家劫舍的土匪手里 会是什么后果 宋葵抬手抹了一把汗 摇头道 没有什么人 里面没人 只是些锅碗瓢盆 逃难用的物件 若是当家的想要钱财 宋某可以将两辆马车 送给当家的 或用货卖都随宁 那被称为当家的男子 却冷哼一声 翻身跳下马背 静止朝那两辆马车而去 宋葵一见 还想再拦 却被两个人左右架住 动弹不得 司警星此时早已透过窗漫 将外面的情形 看了个明白 那些涌出来的人 他们有人举着刀 有人举着火把 还有人扛着锄头 扁担 他猛然想起 当时出剑州城时 那个叫薛勇的人 似乎提及到 保不齐会有香名落草为寇 莫不是 他竟要一语成衬 见那男子靠近马车 喊白熙在内的四个车夫 立即上前 将司警星的马车护在身后 那男子一见 更觉着马车中 定是有一宝 他冷喝一声 便将自己手中的马鞭 朝着白熙甩去 白熙自是可以躲过那鞭子 可一旦他躲过 那么宋葵的身份 便要被怀疑 就在那鞭子 快要挨住白熙的肩膀时 嗖的一声 一根极细的银针直直射来 竟将那鞭子 生生打偏了去 那男子见状 扭头看向身后高头骏马上的人 道 大哥 你拦着我坐肾 这马车里定是有宝贝 司警星侧目 便从窗漫的缝隙间 瞧见那车窗框上 没入的一根银针 他不觉心下一惊 射出此银针之人 手指间的力道 该是有多大 却在此时 一道浑厚的男生传来 老二 羞的胡来 那马车之中并无宝物 他话头一转 又继续开口 不知 里面坐的是何人 竟连马车都不下 岂不是不给我们云山寨兄弟们面子 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清缠微一簇眉 旋即又冲司警星点了个头 此人武艺高超 但却不是清缠的对手 更不要说 外面还有白西木秋等人 那被称为老二的男子 站在马车外 附和道 里面的人听好了 我们云山寨 一向只求财 你们若是执迷不悟 兄弟们也不是不可以求点别的 到时候 休要怪弟兄们不客气 他说着话 便想伸手去推开车厢 被马车边上的车夫拦住 与此同时 马车中传出一道清冷的女声 道 不劳阁下动手 司警星戴好微帽 与清缠下了马车 紫苏与宋仙 也从后面的马车中下了来 他仰起头 对着远处 引在黑暗处的男子 道 大当家 我一丈已经将身上 所剩不多的银两 给您家二当家 不知您还想要如何 那大当家 跨马向前几步 居高临下望着那女子 却没有回答她的话 而是开口道 不知几位姑娘可会行医 司警星文言 立即警惕起来 他微微摇头 道 家中父母自幼教导 女子无才便是德 不曾学得医术 他说这话时 司警星便开始留意 那大当家的神色 自是没错过 他眼眸中闪过的一丝失望 莫不是他扯下了悬赏捕捉令 谁能捉到安平县主 便能领赏 还是他有什么 难言之隐的病症 就在他思虑间 却呼听一阵马蹄升起 一人急奔而来 冲那大当家 焦急说着 大当家 您快些回去吧 小姐一直在哭闹 说自己是怪物 夫人悲痛万分 晕死了过去 许是太着急 那人禀报的时候 声音并不小 这些话 都被司警星等人听进了耳中 怪物 所以 这大当家 是在为自家女儿寻找大夫 司警星见那大当家 翻身跨上骏马 便询问道 大当家 莫不是要找女大夫 那大当家坐在马背上 正要扬边离去 呼听此言 盲接话 听闻 安平县主 正从清城县而来 他医术极为高明 想请他为小女 看一看着 几位 是从清城县而来 可否听闻 县主何在 司警星一听这话 就有些拿不住 他轻叹一口气 疑惑问道 不知当家的 是听谁说的安平县主 难道没听说 县主他已经死在了清城县 却不想 他话音一落 便忽地感受到 身后有一股杀意袭来 第176章 不安分的夜晚 司警星立即扭头看去 却又找不到 方才是何人看他 那马背上的大当家 闻听此言 一时有些茫然 他转头看向人群 指着一个人喊道 张维光 人群中 一个垂着头的男子 走了出来 道 大当家 那大当家如今只想着 能找到安平县主 为自家女儿诊治 他根本不愿相信 眼前女子的话 他急急开口问道 你不是说 安平县主 正在去往徐州的路上 必要经过此地吗 你竟是 诓骗我的 这人一站出来 司警星便觉脑中 警铃大作 此人 定不简单 那张维光 却一副憨态可居的模样 解释着 想必那县主是小的 来咱们寨子后 才死的吧 清禅也瞧出来了 一丝不寻常 他质问道 不知您是何时来的云山寨 安平县主可是七日前 便被烧死了 据说 烧得尸身都没了 那大当家立即反应过来 道 来人 将他拿下 这张维光 可是昨日才来到寨子中 而后便一直对自己说 安平县主的能耐 怂恿自己下山街道 堵住那安平县主 其实 他早就知晓 安平县主已死的消息 如今只是在利用云山寨 听到大当家的话 便有十几个人 将那张维光 团团围住 可那张维光却冷笑一声 道 就凭你们几个玩意儿 也想拦住小言 火把的光照下 他脸上哪里还有一丝憨厚 已然是面目猙獰的凶狠模样 只见他双足一顿 就想施展轻弓 腾空跃起 将他围住的那些土匪 万万没想到 这张维光竟隐藏的这般身 若是论拳脚 他们还算有几分本事 可说到底 也只是有骨子蛮尽 哪里能拦住轻弓灼然的张维光 眼见张维光 拔地而起 就要跃出包围圈 逃脱出去 两根银针 从不同方向飞射而出 惊艳 注定是个不安分的夜晚 与此同时 建州城 一辆不起眼的挥鹏马车 悄悄驶入西罗马大街尽头的 一座六镜大宅 此处 正是那当朝丞相刘阳峰的府邸 话说 这刘阳峰 不仅他官居丞相 他的祖父 父亲 和姑父都做过丞相 在朝中门生 故旧遍天下 京城有好事者 给刘家冠以三世四乡的美名 虽然这刘阳峰 当着众人的面几次 推脱几次否认 但是他内心还是很享受 这个恭维的称号 可身居高位的他 如今却是年过六旬 为了家族兴衰 他不得不提前做打算 为刘家后辈 寻求一个更为稳固妥贴的靠山 他看着眼前一身黑衣的男子 跪地败道 参见王爷 那黑衣男子转过身 将扣在头上的帽子摘下 露出来一张脸 正是那瑞王 齐南燕 他伸出双手 虚扶了那刘阳凤一把 道 丞相不必多礼 刘阳凤拘谨地道过谢 问道 不知王爷深夜来此 可是有何要事 齐南燕却不说话 只是伸手从袖口中 抽出一封密信 递给了那刘阳凤 刘阳凤疑惑着接过 随手一抖 将信展开 他快速将信扫过 灯时变了脸色 颤声道 这 齐南燕副手而立 站在刘阳凤书房的多宝阁前 道 没错 是寒岚大将军 袁恕淮的亲笔书函 刘阳凤吻了吻心神 寒岚一向狼子野心 尤其这袁恕淮 简直就是个老狐狸 殿下 当真信他 齐南燕转过身来 看向刘阳凤 道 我朝北方军方势力 大多收拢在九皇叔手中 而九皇叔又与太子一同长大 情义深厚 本王多番拉拢 却不得其法 而太子 一向主战 如今 袁恕淮能提出议和 本王若能促成此事 日后若要成大事 便能得寒岚助力 他看了一眼那刘阳凤 又继续到 你也瞧见了 如今淮北之地 都岂岂可危 随时都可能落入太子之手 本王不想丢弃这次机会 丞相大人有何高见 刘阳凤微微垂眸 他自恃知晓 那江淮之事 王燕 江淮之地 老臣已经安排妥当 如今已没了安平县主 那人是绝不可能活着 踏进徐州府一步 王燕 放心便是 齐南燕如今很是 听不得那人没了的话 他前两日便琢磨着 那人怎么会这般轻易地就死掉 他也派人去私府与兰府打探过了 暗卫禀明 两家人除了气氛有些沉闷 倒是没有显露出 太过伤心的神色 他不禁开口问道 安平县主之事 查得怎么样 本王不幸他死在了那场火中 刘阳凤微微抬眼看了那齐南燕燕 陈英道 已经在暗中查探 不过老臣以为 那般大的伙事 烧成灰也是正常 王燕 且莫要胡乱猜测 那安平县主 若是活着 贾文生定是要被查到 说不得要牵扯出多少人来 他犹豫片刻 最终嗓子里的一句话 还是没说出口 前几日 他被罗贵妃请到宫中 便得了吩咐 绝不能让那丫头活 不论是宿州还是徐州 又或是建州 各地都安插上人 一旦查到 格杀勿论 但此事 绝即不能让瑞王知晓 刘阳凤微微皱眉 这瑞王一向是的冷情之人 怎地对这四家丫头 却很是不一样 也难怪罗贵妃 要下这样的命令 齐南燕自是知晓刘阳风说的对 只是却不好反驳 只是道 他挡本王鹿 本王又岂会让他好活 只是不想他死的那样轻松罢了 丞相继续叫人暗中打探便是 此话说罢 二人便再不提及司警星半个字 齐南燕将地形图铺开 就着袁树怀提及之事 与刘阳风商讨开来 而此时的瑞王府 翠锦阁 司警月躺在床榻上 辗转难眠 已经有两日未曾见过王爷了 前日里 他头风并发作 他也未曾来瞧上自己一眼 他只要一想起 那夜雨原轻之事 便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王爷 司警月心中多思 翻来覆去间 却胡听得窗帘微动 第177章 能为王妃办事好福气 司警月躺在床上 壮着胆子喊着 春枝 春枝 掌灯 可不知为何 在测试首页的春枝 却没有回应 更没有像往日那般 随着便过来侍奉 那窗户开合的声音越来越大 司警月根本不敢呼喊 这若只是个偷钱财的小贼 只是丢些银子 这也就罢了 若是闹得满院子人皆知 那谁知道 会穿成什么样 司警月伸手摸向床头的柜子 上头摆放着 一柄玉如意 须于 一道黑影 便闪身到了床榻前 竟不是偷钱财的小贼 而是个采花贼 司警月扬起手中的玉如意 就要往下砸去 却听那人赶忙说道 王妃 是属下 她的声音很低 司警月还是第一时间 便听出了来人 此人 正是那原青 司警月 简直要被这人吓死 此人当他司警月 是什么人 静善闯脆井阁 他登时坐直身子 一脸薄怒道 深更半夜 你为何出现在此 你不要命了不成 那春枝 原青闻言 却是面带忧色地说道 王妃 春之无碍 片刻后自会醒来 属下前来 只是想通知王妃 出大事了 白日里 属下不敢踏足后宅 只得等到夜里 属下也是万不得已 才夜闯脆井阁 还请王妃恕罪 司警月微微醋眉 问道 到底出了何事 原青看了眼前王妃一眼 吞吞吐吐道 王妃 我们的事 怕是已经被人知晓了 今日柳策妃身边的如红丫头 专门跑来居然躺 上上下下打量了属下一番 还与属下说 说 司警月近日就被此事烦心 听得原青这般说 心下不禁一阵发慌 急声问道 说什么 那死丫头说什么了 原青听着司警月的焦急的口气 垂着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亮 继而颤声开口道 她说 原青 能为王妃办事 好福气啊 那如红说话时那个眼神 就似将属下看穿一般 她是柳策妃身边的一等丫头 不知柳策妃是否 王妃 您拿个主意 咱们该怎么办 司警月听完这几句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抬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只觉心口一阵发闷 又慌乱得很 难怪前两日 那柳策妃不再待在听语阁藏着肚子 反而来她翠锦阁耀武扬威 这个多是惊 司警月看了眼那原青 道 此事我自会想法子 倒是你 日后莫要在我面前出现 那原青随即点头 道 王妃您多虑 属下自小无父无母 孤身一人也未曾娶妻生子 本以为此生便就这般过了 却不想 还能与王妃您 有这样一段缘分 属下早已想好 明日便去王爷跟前提交辞城 属下离开王府 必不会给王妃带来任何困扰 但此事已被人知晓 还请王妃早做打算 以免被人泼上一身脏水 王妃 珍重 属下告退 司警月哑然地望着那说完话 便转身离去的原青 他忽然就觉得自己方才说的话是否太过分 他竟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 辞去王府这般好的差事 说起来 那夜之事并不全怪他 虽然那夜他稀里糊涂 却并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往日与王爷 行夫期间那点事实 他时刻警记自己的身份 总是不敢太过惊心 而那夜 他借着酒精与要尽 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如今想来 都有些脸红而热 司警月从床榻上探出头 直直地盯着那稳稳落下的窗帘 若不是房间中还有那人的气息 他都差点以为 方才只是做了一个梦 他收回目光 重新躺回榻上 若不是听雨格那位 或许 他便不会走 黑夜中 他的眸光微微变成你不仁 便休怪我不义 一日 天色微亮 云阳县边界的云山寨 鸡鸣狗废牛叫的农家气氛 十分热闹 这寨子并不在山上 而是在山脚下 百石户人家住在此处 司警星吃过早饭后 又跟宋仙交代了几句 便听门外有人来报 大当家道 这大当家顾安旭 出生在医药世家 他与父亲 祖父 曾祖父 四代都在宿州行医 宿州顾家 在宿州与徐州一带 都很是有名 可 就这样一个医药世家中 却在八年前 生出了一个身长黑斑的孩子 且 他翻遍医术典籍 却依旧束手无策 无从下手诊治自家小女的病 一时之间 宿州顾家 从此生名狼藉 最让他心痛的是 每每他的女儿出门 都会被人围住指指点点 嘲笑于他 甚至叫他怪物 夫人更是整日一泪洗面 自责愧疚 外面甚至有闲言碎语 说他是与山上野兽狗合 才生了个半人半兽的野东西 无奈之下 他带着一家老小 躲进了这云山脚下 又因着云阳县紧挨坟城 那坟城府 正是龙吟与寒兰的交界 坟城百姓 迫于寒兰骑兵的滋扰 有些人便举家搬迁 这云山脚下 住的人越来越多 渐渐变成了这云山寨 而他 顾安旭 虽做了寨子中的大当家 却只结负伤的财 从未害过人命 而近两日出去截道 还要将所有马车都查个遍 便是被那张维光怂恿 他说 那安平县主 虽是圣守神医 却脾气暴躁 顾安旭 为救自家小女 这才迫不得已 举债为公 只是 却不曾想 这张维光 只是在利用他 查找安平县主的踪迹 也是万幸 昨夜竟真有这么一个女子 能将小女那病症 叫得出名字 要知道 那病 不仅让女儿万分痛苦 更是纠缠他夫人八年的心病 他激动得一宿未睡 今日一早便带着夫人 急匆匆赶来 郭安旭扶着自家夫人坐下后 也坐在了一旁 他搓了搓手 笑着问道 两位姑娘 昨夜歇息得可还好 司警星看了眼宋仙 没吭声 反而是宋仙看向那郭安旭 点头应道 甚好 有劳大当家 顾安旭这才小心试探地问了一句 昨夜姑娘 瞧过小女的病 您说需要些时辰琢磨 不知今日可有好消息 第178章 队伍中有内奸 宋仙儿思索了下 便将昨夜恩人交给她的话 转述出来 不瞒顾大当家 此病名为兽皮痣 虽能治 却治疗时间甚长 且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弊端 那顾安旭闻言 与自家夫人对视也 早已喜极而起 她躬身拜谢 姑娘 只要小女的病能治好 我顾某愿付出所有 哪怕为姑娘当牛做马 也是愿意的 宋仙儿倾咳一声 道 先莫说这些 我在治疗前 定是要与你说清楚弊端的 顾安旭连连点头 应承道 是是 这是自然 宋仙儿昨夜见到那孩子时 着实被吓了一跳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 左侧脸娇俏可爱 右侧脸上却布满黑斑 一直连接到脖子 那黑斑上 还长着一层黑色的长毛 当真是像极了某种野兽的皮毛 她暗自赋念了两遍 昨夜念熟的句子 才开口道 小姐身上的黑斑面积 很是不小 即便退去 也是会与正常皮肤颜色 有些差异的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还有治疗时间会比较长 少则两个月 多则四个月 宋仙儿的话刚说完 便见一个人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正是那顾安旭的夫人 曹氏 姑娘 就按您说的来 我们我们全听您的 我只想要她这黑斑消失 说来 曹氏也是可怜 自从八年前生下女儿 她便整日以泪洗面 每每都在怪自自己 把女儿生成了那般模样 长久以来 她茶饭不思 忧思过度 身体每况愈下 毫无生气 如今听到这几句话 她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宋仙儿见状 急忙上前两步 将人给扶了起来 司警星这时也开口道 病适能治 但 我们如今还有要事在身 那顾安旭 却摆摆手 道 这道不方式 姑娘走到哪里 我们一路陪着 只希望姑娘有空时 抽身过来看一眼便是 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司警星却没立即回复 只是问道 顾大当家 原是大夫 想必知晓北边的情形 为何还要跟去 顾安旭看了眼自家夫人 才抬头说道 两位姑娘都敢去的 我们又为何去不得 那张维光的主子 为何如今都在搜寻 安平县主的踪影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便是 县主死的蹊跷 即便谣言满天飞 却也当不得真 既然安平县主没死 那江淮 便是可去的 司警星微一点头 道 我们便在云阳县等顾大掌柜 顾安旭与曹氏 将司警星几人送出寨子 便急急忙忙回去收整行囊 四辆马车 急速奔去 晌午时分 他们刚入了云阳县的城门 便有暗卫将提前打探到的消息 告知了墨丘 司警星听完墨丘的汇报 不禁一愣 何大人如今正住在驿馆 因着他生病八位太医与粮草 药材 全都原地等待 你是说 那驿馆 外面被人给看住了 司警星不由问道 墨丘点头 道 是 并且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十个暗卫将驿馆团团围住 且那些人的身手都不凡 司警星这时才反应过来 恐怕不是何大人得了什么重病 而是队伍中有内奸啊 这时 也要将何大人 生生耗死在云阳县的驿馆之中 四辆马车 左拐右拐 最终驶进了一座三进的宅院中 司警星下了马车 四下瞧了下这白墙灰顶的院子 便看向白溪 白溪则巧声解释道 这宅子虽不大 却很是安静 周边的宅子 大多都是空置的 隐秘得很 王爷提早安排好的 王妃安心住便是 司警星闻言 唇角便微微往上 扬起了个弧度 他这几日忙得都没顾上想他 也不知他营中之事可还顺利 好不容易 等到了天色擦黑 司警星便带着清缠 悄悄摸出了宅子 他们走后 白溪与墨秋 双双从暗处走出 对视一眼 闪身跟了上去 清缠带着司警星 跃上一家书院的二楼楼顶 在这里 他们正好能瞧见 斜对面驿管的清醒 清缠指着驿管正门口 道 王妃 你看那棵树第二个树之上 还有他对面那茶馆的栏杆后 司警星随着清缠的指引 仔细瞧去 这才将正门外附近藏匿的 三个暗位的位置 一一分辨了出来 正门两个 后门两个 左右两侧分别两个 还有一管中房顶上两个 这是十个暗位的分布 司警星仔细琢磨了一下 最终选择从右侧过到处进入 清缠知道自家王妃 有一种比清宫还厉害的本事 却依旧有些不放心 道 王妃 那过道极窄 最是容易暴露 咱们不妨从后门试试 司警星却摇头 道 你在外面接应我 若是半个时辰后 我还不出来 你想法子将此处的暗位引走 咱们稍后在书院那里会合 清缠还想说些什么 却见自家王妃 一眨眼的功夫 便消失不见 她惊饿了片刻 又转而平静 自家王妃 太厉害 司警星闪身进入胡同右侧那宅子 按着方才看到的胡同宽度 在杏林雅絮中 大步走了八步 闪身出来时 便正好出现在驿馆中 她快速扫尸 一眼驿馆的布局 又快速闪身 回了杏林雅絮 她按着印象 在杏林雅絮侧着走了十几步 又往前走八步 闪身出来时 却差点撞到墙上 几番周折 司警星终于寻到了 何大人所在的房间 可当她瞧见踏上之人时 竟是差点没有认出来 昏黄的烛光下 只见那何文青 脸色惨白 眼窝深陷 嘴唇干裂 人瘦得不成样子 司警星快步上前 这才短短几日未见 怎的就成了这副模样 第179章 惹下了杀身之祸 司警星摸上那何文青的手腕 心中不由气愤 何大人 哪里是得了什么不得知的重病 他根本是得了厌食之症 想来这些日子 便是迷水未尽啊 他收回手 却觉房中 汤要味有些怪异 却也没多想 而是从姓林雅絮中 取出一套一次性输液器 什么铁打的人 都不能数日迷水不尽 司警星刚把葡萄糖与 地赛米松挂上 便见那何文青 悠悠转醒过来 他定了定神 盯着眼前的小女娃 确认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问道 县主 当真是县主 莫不是我眼花 瞧错了 他的声音沙哑又无力 司警星轻声道 何大人 是我 我没死 咱们长话短说 我方才为你准卖 发现脾胃收纳功能失常 你是否接连数日吃喝 不尽东西 何文青看着 与自家小女年龄相仿的县主 将一根银针 扎到自己手背上 那段连接的是 一根细长的管子 一直连到挂在床架上的 一个无色瓶子 他没来由的心中 多了一分底气 提着一口气 道 六日前 我带着众人出了清城 在船上时 便染了风寒 几位太医便开药为我诊治 可也不知怎店 要是喝了 可我越喝越难受 不仅一日三餐都无胃口 还腹痛下泄不止 若强吃 便回全部吐出来 这两日早上 他们送完药 便再也不来过问其他 我只是疑惑 为何一个简单的风寒 却让八位太医束手无策 司警星将流速调节了一下 接话道 我怀疑 那汤药中被下了毒 这两日的药 你还在喝 何文青说了一段话 有些累 可还是提着劲 从枕边扯出一个帕子 道 我私心中 只觉着要并不奏效 不想再喝 便用这帕子吸了 司警星接过那帕子 扑面来的浓重苦涩味道 让他促紧了眉头 风寒感冒 为何会有番泄液 要知道 番泄液性寒凉 本就不能用于寒症 何况 还是大量的番泄液 番泄液主攻卸下导致 如果超量服用 便会引起恶心呕吐厌食 甚至昏厥 堂堂龙鹰太医 竟开了这样的方子 正当他捏着那帕子思索 便听呕的一声 他扭头看去 便见何文青捂住嘴的手指缝中 滴出了鲜红色的血 司警星一边拿着帕子 帮何文青将血迹擦拭干净 一边安抚道 何伯父 你的病无碍 交给我便是 开始吐血 那便是番泄液过量 引起的消化道出血 他快速将奥美拉错 吸到针管中 拉过何文青的手臂 找到静脉 注射了进去 何文青是第一次 见识安平县主的医术 之前 他还觉得 是外界夸大其词 将他吹捧得太高 如今看来 县主的医术 的确是不同凡响 也不知是心理作用 还是怎跌 他只觉那凉凉的水药 进入自己身体后 顿觉身上似乎有了力气 司警星看了眼 床架上的药瓶 找了个雾凳 坐在床边 他思存片刻 道 何伯父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需要将我烧死 暂时云阳县 对方要将你饿死 何文青此时有了些力气 立即便反应过来 我本只是觉得是有蹊跷 如今想想 怕是有人要绑大徐州之府 而你我 自然惹得那人不快 才有了这杀身之祸 司警星点头 道 好在 我们已经到了 宿州边界的云阳县 再往北行上两日 便到了徐州 何文青微意拧眉 顿时赞同道 我这样子 在他们看来 也是成不了事的 我会想法子 在两日内 到达徐州 二人又商一片刻 等到那药业低完 司警星又留了些口服 要给何文青 叮嘱他小心行事 便转身离去 他走到墙边 正要闪身进入杏林雅旭 却呼听得前面不远的房子中 传来嘀嘀的吵闹声 你们先是不管安平县主 现在又不管何大人 草民真是看不明白 你们不是皇上钦派的侍卫吗 为何连钦差大人都不管不问 如此这般 这要到猴年马月 才能走到徐州 走到同城县 哟 一个小小的无举人 还敢再次教爷爷们做事 这等低贱之人 当初就不应该随着咱们一道而行 真以为自己与安平县主 说得上两句话 便觉得自己攀上了富贵 那恐怕得等县主 下辈子投胎再来找你了 司警星听到这里 还能听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倒是没想到 那薛勇 还是个忠厚实胜之人 不待他多想 房中便传来一阵打斗声 司警星巧声上前 透过窗口 瞧见十几个侍卫挤在一处 按着地上的一个人在打 这些侍卫可真有出现 正当司警星拿出麻醉枪 想对着那些侍卫艺人来上一枪 便听那端坐在大椅中的人说道 住手 那些动手的侍卫文言 纷纷停手 站在了一旁 说话之人 乃是这对侍卫的头领 他扫过房中众人 最后看向那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薛勇 道 薛勇是吧 当初是和大人与县主 叫你跟着队伍一到北上 可如今县主没了 和大人又是这个样子 你若心中焦急可先行一步 却莫要在军中大放厥词 否则 弟兄们的刀枪可不是吃素的 薛勇扶着被踹脱尾的手臂 怒目圆瞪 道 既如此 我走便是 你们一群道貌黯然的东西 我薛某不屑与你们为伍 此言一出 那侍卫头领也不生气 只是叫了两个人 道 将他赶出驿馆 薛勇正开那压着他左右的二人 道 拿开你们的爪子 老子自己会走 驿馆门外 两个侍卫将薛勇猛地一推 嘲讽道 真以为自己是盘菜呢 也不自己撒泡尿 照照镜子 快点滚吧 薛勇回头 朝那二人催了一口 骂道 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 他骂骂咧咧地 走在黑漆漆的街上 只探天下不公 就在他骂累了 想随便找个角落凑合一碗时 忽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第180章 他寻到你的尸骨眉 那薛勇被拍了下后背 顿时熬的一声 跳起来 他张嘴便怒骂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来找你爷爷婶 他说着话 便转过了身来 却见站在自己身后 有一道白影 而那白影手上 还有一雾 能发出亮如白昼的光 在那光的照射下 他瞧清楚了 薛勇更时跪在地上 哽咽道 县主啊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你说 你怎的就那么快走了 同城县的百姓们 可还等着你救呢 不过 这也不能怪您 毕竟您也不想死的 只是 当日我走得急 也不知王爷 有没有找到您的尸果 县主 您放心 回头同城县安定了 我定会去给您上一炷香 只是我心里憋屈啊 那些侍卫说 我攀附上了县主您 可我分明 还没来得及攀附 司警星听着 他这啰哩巴嗦的话 扭头与清蝉对视一眼 莫名觉得好笑 这薛勇士 将他当成鬼了吧 只是 他这明知是鬼 却丝毫不惧 是怎么回事 还有 他一个无举人 竟然是个画牢 倒是与白熙 有些相似 远处的白熙 用胳膊肘撞了下墨丘 道 你瞧 王妃方才是不是朝后看了我一眼 墨丘似是没听到一般 继续迈着长腿往前走着 直到白熙以为他不想说话时 却忽听到他冷不丁冒了一句 是瞪 白熙乍一听 还有些发猛 怎么突然来这么个词 这哪跟哪 却在电视火光间 想到方才自己的问题 白熙 而这边的司警星 却倾壳一声 道 我说 薛局 你就那么盼着我死啊 你瞧瞧 我有没有影子 薛勇闻言 只觉脑子一片空白 这话是何意 几乎是下意识地 便朝地上看去 那地上 果真有一道影子 薛勇难以置信地抬眼 朝那县主看去 见他双眸含笑 脸颊红润 根本不是鬼 应该有的惨白脸色 他碰碰 朝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道 县 司警星见他嗓音粗犷 盲低声喊道 此处不宜多说 站起来 随我走 薛勇闻言 连忙净声 县主假死一逃 想来是其中必有隐情 若被自己这一嗓子喊出去 那不是又给县主惹来祸事 他思及此 便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子 一日 蓄日高声 建州 镇远将军府 司警云守在老太太身边 一边帮他揉捏着肩膀 一边试探地问道 祖母 外面都在传 说是二姐姐在青城县 老太太如今是真的厌弃了那二丫头 冷横道 那样克轻的死丫头 死了倒也清静 他说完话 指了指自己脖子后面 这里 捏这里 若论到柔捏 那死丫头 倒还是有些用的 他还记得 那丫头初回府上时 倒是来和孕院进了些孝道 柔捏得很是舒服 老太太微微眯了眯眼 他想不出是从何时起 那丫头便改了性子 在他面前再不恭敬 更无孝道可言 司警云眸光一转 道 如今祖母与父亲的关系 闹得很是不愉快 何不借此机会 好好缓和一下 老太太闻言 不禁问道 什么机会 司警云面上扯出一副关切模样 道 二姐姐虽说脾气是大了点 可祖母 那毕竟是父亲的亲生骨肉 若咱们好生为二姐姐举办一场丧礼 再请林相思的僧人 为二姐姐超度灵魂 愿他来世改改命格 投个好人家 父亲看到祖母这般用心 自然也就缓和了你们的母子之情 老太太心下大悦 他如今也想明白了 反正横在他与儿子之间的那死丫头 都已经没了 那便让他这个做母亲的 给自家儿子一个台阶下便是 他心中认同归认同 却不想当着司警云的面承认 只嘴上嘀咕着 此事在意 司警云看着老太太那浑浊的双眼中 闪过的得意之色 心下了然 这老东西 连句赞赏都吝啬 司警云见那老太太已经将话听了进去 也不愿多呆 便告辞离了何运院 他走着走着便走到梨花院外 那些探出院墙的树枝下 落了厚厚的枯黄叶子 这院外都不打扫 不知那院中又是何情形 司警云又靠近了些 便听到院中传来一道滴滴的吼叫声 放我出去 司俊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枉我为你生儿育女 管理后宅 你竟如此狠心对我 你以为你那个乖巧的女子 还是你的女儿吗 她是魔鬼 她是来报仇的魔鬼 哈哈哈哈 司警云听着周氏那嘶哑的声音 只觉心头的恨更盛一些 这一切 都是那司警星 就在几日前 他刚听说那人死了 是有多高兴 可昨夜 竟有人告诉他 他那二姐姐 许是假死 并且要自己尽快从司俊山这里 得到确切消息 他恨哪 那该死的司警星 怎么能是假死呢 那驿馆不是被烧毁了吗 怎么可能还能活着 司警云大步朝着梨花院大门走去 却被门口站着的两个婆子 一把拦住 道 三小姐 刚解了禁足 还是小心行事先 司警云握紧袖中的双手 真可谓是强倒众人推 想当初 这些个粗屎婆子 对自己那是毕恭毕敬 而如今 他们竟也敢这般与自己说话 他拂袖离去 却是将这二人的模样 记在了心间 在司警云走后 拐弯处闪出两个小身影 正是那司警仪与司警恒 司警仪细细地柳眉微微促起 道 总觉得这个三姐姐 神色怪怪的 司警恒年纪小 却因着生在将军府 心思变重一些 他喃喃自语道 只是不知 他又在算计什么 还有二姐姐 他如今到底在那儿 要说二姐姐死 他是万万不幸的 司警恒眸光 扫过梨花院紧锁的大门 转身往回走去 他的计划 是时候实施了 第181章 终究不过是大梦一场 宿州 云阳县 几辆马车 一路朝着北城门去 司警星看向一侧端座的顾安旭 道 顾大当家 这一走 云山寨可安顿好了 那顾安旭连忙摆手 道 小姐 莫要在大当家的叫 既然您身边的侍女 是我家小女脱胎换骨的恩人 那我顾家 自然便欠小姐一份恩情 云山寨的村民 本也不是强盗为生 只是今年江淮闹灾 才有了几次节道之举 让小姐见笑了 司警星想起前日夜里 这顾安旭的身手 不由问道 顾叔身手了得 不知这身本事 是从何而来 顾安旭早就知道 这位小姐身份很是不同 不然几个马夫 又怎会是身怀绝技的高手 他既有求于人 自然要坦诚 他聊起窗漫 双眼扫过外头的景致 道 不瞒小姐 顾某虽出身医药世家 却自幼读书 并且学习武艺 到了顾某十四五岁时 总觉得草药无趣 便偷偷跑去坟城 从了两年军 可上风却是个贪功 胆怯 无用之辈 顾某见此心寒 便又逃了回来 自此前行与父亲 祖父一道身炎药草 只是小女这病 我顾家翻遍一案典籍 男正翠芳 却一直为得齐法 我祖父也因此蒙羞 去到云山寨不久 便去了 我父亲这几年 一直在尝试各种法子 却不得笑 头年 她留下一封信 说是要走遍天下 也要寻到对症药方 如今 阴性全无 上天垂帘 终于遇到了神医 顾某一家铭记在心 司警星这才明白 为何这顾安婿 能抛下云山寨 一路追来 那孩子瘦皮般 就是她祖孙四代的心结啊 宋仙儿事实接话道 顾家老爷 我且与你说说 这病症如何治疗吧 从右脸颊一直到脖子 小姐这块皮肤都是需要切除 再换上一块心皮才可以 而那心皮需要从小姐脸上 与脖梗正常肤色部位 扩张出来 待到心皮长成 便可直到黑皮那处 等待心皮存活即可 扩张心皮的过程不仅漫长 还很是丑陋 到时还需你与夫人 好生开解顾家小姐 那顾安婿文言 心中不禁有些发出 切除那块皮肤 再换上一块心皮 这 这要如何做 孩子是否疼得受不住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通 便也不再为难自己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自己潜心研究数年 还不是想不明白 这病如何治 而对面这女医 虽年纪轻轻 却能将治疗过程中说出来 想必她是见过此病 且有经验的 她站起身 攻身一拜 道 姑娘 一切都听您的 我定会与夫人好生安抚小女 对了 还有诊经之事 诊经您随便开就事 宋歇儿看向司警星 见自家恩人没有表态 她只点头 道 诊经不及 待小姐脸好后 再一遍是 马车停下 顾安旭告辞 去了后面一辆马车 她一走 宋歇儿便忍不住问道 恩人 那孩子脸上的皮 当真要切下来 司警星扭头看去 便见那宋歇儿一双信目中 满是期待 她唇脚一扯 笑道 是 那黑皮切下来 还可以给你瞧瞧 宋歇儿闻言 非但不怕 还兴致勃勃地问道 如此说来 人的皮肤也同狐狸皮 狼皮 猪皮一般 只是要薄上许多 司警星一边看地形图 一边一一做了解答 宋歇儿伸手托着下巴 看着司警星 在地图上勾勾画画 道 恩人 您都是王妃了 却还学了这么多医术 您说您图什么呢 您大可在建州好生享福才对啊 司警星闻言 将手中的笔放下 抬头看她 问道 我且问你 一个女子 怎样才能被夫君珍视 爱重 宋歇儿闻言 面色微微一红 转而又变白 她这几日跟在恩人身边 忙忙碌碌 倒是将清城县发生的事 忘到了脑后 她如今残破的身子 又怎配夫君珍视 爱重 她垂下头 声音滴滴地回道 女子当真洁 美丽 端庄 持家 孝敬公婆 生儿育女 司警星摇头 打断她的话 道 你说的这几样 世间女子不都如此 可你瞧见了多少男子 不是三妻四妾 可见女子这般 并不能得到夫君爱重 宋歇儿还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 一时没反应过来 也没接话 司警星却继续说着 你可曾想过 时光荏苒 流年似水 什么端庄 什么美丽 终究不过是大梦一场 再好的皮囊都会变老 都会看腻 而外面的年轻女子 却是一大把 你那时又该如何留住她的心 靠生孩子 还是靠公婆 生儿为人 首先要自立 而不是一味地依附男子 而活 你应当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对方才会欣赏你 而不是贪慕你 年轻的身子 与你美丽的容颜 宋歇儿听了这几句话 心中只觉震撼 她从不知道 女子还能不靠男子过活 她抬起还挂着一行轻泪的脸 茫然无措地低声问道 所以若一个女子很能干 很优秀 男子便能不在意 不在意那件事吗 司警星不知道与她定了亲的男子 为人如何 她只说道 她在意不在意 与你来说又怎样 方才那几句话 便是告诉你 女子并非离了男子不能活 她真是你 自然是好 但若不能 为何不去换个别的男子 宋歇儿听着这话 性目不由争大 她简直难以置信 这话竟是从堂堂王妃口中说出来的 这怎么与她想象中的皇室中人 有些不太一样呢 宋歇儿不由愣愣开口道 所以 恩人学医术 便是为了随时换掉王爷不成 她话一出口 旁边坐着的清蝉 与门外赶车的白皙 纷纷咳嗽起来 这新来的 胆挺肥 天不怕地不怕 连九颜罗都不怕呀 司警星心虚地看了眼清蝉 便伸手捂住了眼 好 这话 咱心里明白就成 可不清说出来啊 第182章 她到底是何方神圣 两日后的清晨 几辆马车中是到了徐州城南门外 城门处 站了两排守城将士 仔仔细细地对着过往百姓查问核对 宋葵将手中的露影递了过去 那守门将士 先是看了露影 又是核对人数 才将几辆马车放了行 到了后面的顾安旭 那人似是认出了她 不禁嘲讽道 呦 这不是顾大夫吗 这是什么风将你给吹到徐州了 莫不是你家那女儿的畜生病 治好了 来来来 顾小姐快把帽帽摘掉 叫咱们长长见识 这畜生脸变成人脸 是个什么样子 她这一吆喝 边上四五个守城士兵便都围了过来 一道起哄喊着 来来 叫咱们开开眼 马车中的曹氏文言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她颤着手 指着那几个人 喊道 你们这群无耻之徒 我女儿什么样子 与你们何干 顾家小姐才八岁 她听着外面人的嘲讽 呜呜地哭出声 道 为何非要带我出寨子 我要回去 顾安旭脸色铁青地道 还请各位行个方便 那几个守门将士 见着顾家人的反应 顿觉十分有趣 哪里肯让行 顾大夫未免太过小气 连看都不让看一眼 怎么能放行呢 说不得那位冒下之人 是朝廷正要抓的盗贼 我等怎可轻易放行 还请顾大夫配合 莫要为难我等 顾安旭文言 双手握拳发出咯咯的脆响 这些人分明就是在找茬 他手指间轻轻撵出几根银针 正要朝那几人弹射出去 却在此时 站在一旁等着看热闹的城门校尉 呼得轰然倒地 几个守门士兵 在顾不上顾家马车 纷纷朝那校尉奔去 顾安旭抬眼 朝前面的马车看了一眼 方才似乎有一物 极快速地 从那位小姐的马车中射出 他扬起马鞭 缓缓跟了上去 那位小姐 到底是何身份 不多时 几辆马车便驶进了一座五金大宅 如今 只等何文清大人赶来 墨秋将收集到的消息 一一说给司警星 道 那贾文生 乃是寒门子弟 凭一己之力 讨重近事 当初在皇上的勤政大殿上 很是一副 为天下百姓穷尽一生的气魄 可谁承想 这才短短二十年的浣海沉浮 他便到了这般知百姓 生死于不顾的境地 同城县灾情最重 如今已有数万人颠沛流离 散布各地 徐州城内外 都有不少灾民 贾文生在五日前 才开始施州 施饼 距离水灾 已经过去三个月 道士那同志大人 傅同 与那贾文生多番争论无果后 他变卖房产后 便开始射周棚 解了上万灾民的燃眉至极 司警星醋眉 眼看天气越来越冷 百姓们将面临的 不光是吃饭问题 还有抗寒 薛永贝允 也在房中听事 他作为同城县人士 县主三个多月前 江淮阴雨连绵数日 眼看着水位大涨 第一把崩塌 同城县之县 无数次上走给贾文生那狗官 却都一一被驳回 无数乡民的房子被冲垮 百姓们别无他法 只得四处逃难 可那贾文生 却不肯开仓放粮 想来 是他摊没了宫中银粮 一时拿不出 这句话 倒是与司警星不谋而合 一般遇到灾情 都是自家先顶着 在等着金钟拨赈灾粮食 钱款 带到何文青来道 他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见一见这贾文生 瞧瞧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身后的仪仗 又是什么 李氏与正魁 本就是普通老百姓 哪怕之前在同城县有些底子 如今却也是身无分文的逃难百姓 他们二人不想白白占恩人便宜 便主动承担起做饭的差事 索性大家都不挑 总好过在路上啃硬邦邦的干饼 墙上许多 午饭后 司警星特意让宋仙去交代郭安旭 让他家女儿空腹三个时辰 今夜便可进行第一步治疗 这让在城门口 又受到嘲讽与刺激的顾家人 深受鼓舞 尤其那顾家八岁的小姐 一边哭一边点头 我定好生配合姐姐 我不要这黑皮肤 远在那边的剑州城 兰府 司俊山跪在地上 朝着上手端坐的老夫人 叩头 道 岳母大人 之前都是小旭的错 错怪了心 如今 小旭已经知错了 只是想问问 心而近日可还好 兰老夫人微闭着双眼 看都不想看那司俊山一眼 当初算是她眼盲心盲 竟是同意了小帅 嫁给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临时见状 也一改往日端庄 冷哼一声 道 司大将军 你自己家的女儿是何情况 还需要跑到我们这外人院中来问 你年纪也不小了 又是如何做人家父亲的 司俊山看向二舅嫂 道 嫂子说的是 是我做父亲的失职 可兰府绝不是外人 嫂子莫要这般说 韩氏在一旁听着 双眼一横 道 十年前 父亲亲自去你司家 要接回心 也不知是谁 说什么自家的孩子 怎么能去别家养 怎么 你如今倒是撇得一干二净了 司俊山听着这话 只觉一阵阵羞愧 当年他被恨意冲昏头脑 任由自家母亲说什么便是什么 以至于老丈人蓝老将军 豁出面子 来找他要孩子 他都不肯 倒是沈氏 说了一句 好了 咱们也别为难四大将军 司俊山正要感谢大舅嫂 却听他客气着说道 像司将军这般敦厚之人 最是糊涂 我们蓝府可不敢沾染 你还是哪里来 回哪里去吧 闻听此言 司俊山只觉脸被打得生疼 当年 他的发期便是低价 才几年而已 便害得他年纪轻轻付了黄泉 后来 又因为他的愚蠢 害得自家的亲生女儿 受苦受罪十年 如今 蓝府几位训斥几句 又有何干系 他朝着三位旧嫂 攻身 道 是是 三位嫂子说的是 这些年 都是我眼下耳聋 做错了事 就在这时 门外传话丫头 进来通禀道 司家来人了 说是司家老太太 正掌握着办丧事呢 叫您快些回去呢 第183章 绿竹遭难 司俊山文言 面色煞世间变得黑沉 他对着司家老夫人扣了头 又对着沈氏三人行了礼 便告辞离去 三夫人寒誓走至门边 望着那司俊山离去的背影 冷哼一声 道 这司家人一个个的都是魂球 二夫人 则对老夫人说道 母亲 瞧着方才司将军 浑身那骨子寒气 怕是要回去 跟那司家老太太对着盖呀 媳妇有些担心 若是 临时顿了顿 将房中侍候的丫头婆子们 都撵走了 才附上老夫人的耳边 道 那司家老太太 平素对仙儿并不好 如今 她倒是装起了好人 这不是很奇怪 临时平素就是个精明人 她这一息间 便瞧出了问题 大夫人审视 就坐在她身边 自然将这两句话 也都听到了耳中 她威意私存 猛地一拍扶手 低声道 弟妹说的是 那老太太 怕是被人下了套 三夫人寒誓 跨步走过来 急声道 坏了 那司俊山 不知新儿是死是活 若她不同意办丧事 那老太太背后之人 自然能瞧出问题 那不是要坏仙儿的事 她说了一半 又烦躁地抱怨道 新儿明明还活着 就办丧事 也推会气了 老夫人点头 目光从三个媳妇脸上 一一扫过 缓缓说道 若私家办 你们便着人送丧礼 若不办 自不用去理会 只管好自己的情绪便是 孩子还活着便是最好 会气不会气的 那都不重要 沈氏三人 盲点头硬下 三个人抬脚出了房门 便立即换上了一副 伤心悲怆的面容 再配上和府上下的素色衣衫 整个兰府气氛 都很是沉闷 看上去倒真像是府上 有白氏一般 司俊山马不停蹄地 往司府赶去 隔着老远便见镇远将军府外 因挂上了白帆 他双腿一夹 催着马更快了些 镇远将军府外 此时已经被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司家是死了什么人呢 莫不是司家老夫人 听闻有六十了呢 也算高龄了呢 你们说什么呢 我可是听我家女婿说啊 是这司家二小姐妹了 司家二小姐 那岂不是安平县主 天爷啊 那可是咱建州的神医啊 是是 她铺子里的药我吃过 不仅好喝 还很是有效 听闻西城宣武门外 这几日总是哭声震天 我还当是什么事 原是在哭县主呢 可不是呢 说起来 那些灾民 可都是县主救下来的 可怜见的 这年头 好人怎的就没好报呢 司俊山穿过人群 听着百姓议论纷纷 心中也五味杂陈 被百姓交口称赞的女儿 竟被她误解多年 她在回来的路上 便想明白了 若是那丫头当真没了 莫说别人 单单兰兰府老夫人 她定会穿上她一品 告命官服 亲自进宫面见皇上 请命彻查 清城县火烧驿馆之事 而今 兰府上下只是洗了素衣 面容清淡带些愁绪 乍一看上去 似乎很是悲伤 但她却能瞧出来 不对 想来 如她所料 那孩子并没死 且写了信给兰府 而自己这个亲爹 却未收到任何消息 斯俊山私己此 不由自嘲笑了 那孩子 怕是根本不信自己的吧 斯俊山收了心思 踏不进了府门 便见前院一群下人 正整理着 方才采买回来的丧葬之物 而他们腰上 都系着用白布做成的腰带 林素见将军回来 上前道 老太太发话 派出去了十几个人 将东西置办回来的 斯俊山面色铁青地 对着府上吓人喝道 都住手 把白帆都撤了 她说吧 便朝着和预院走去 问道 让温氏掌管后院 她就这样管的 林素跟在后头 道 温一娘毕竟是个妾室 哪里敢与老太太争辩 这不是都在床上小姐的事 想来 温一娘也是拿不准 何况 还是老太太亲自去的翠和园 还有 斯俊山顿住脚步 皱眉问道 还有什么 林素道 老太太派人去了林乡寺 说是与寺中住持 商议诵经超度之事 斯俊山面色一冷 加快脚步 朝着和预院走去 而与此同时 碎华院 绿竹站在院中 望着来者不善的斯锦云 道 三小姐 不知此事 将军可知晓 斯锦云打量了一眼 清冷的碎华院 她冷笑一声 呵斥道 这是我斯家之事 你一个卖身奴才 也敢多嘴 泽泽 我二姐姐倒是心疼你 没带你去封餐露宿 老太太说了 你是服侍惯了她的 便赏你 去底下陪她吧 绿竹听闻此言 面色不改地 等着脖子道 是 我一个卖身奴才 命贱 自是愿意下去 陪我家小姐 可这院中任何遗物 你们若要动 那便从我身上踩过去 斯锦云瞧着绿竹的样子 面上带了几分愁绪 轻叹一口气 道 只叹我二姐姐 命薄浮浅 老太太说了 如今她不在了 这院中的所有物件 便自然要归 咱们府上所有 你说你一个奴才 能管得了多大事 竟要与老太太对着来 她说着话 便伸手一挥 自有两个婆子走出来 将绿竹左右压住 绿竹大喊道 即便我家小姐不在 这院中的物件 大多都是我们夫人当年的嫁妆 案里是要返还给兰家 还有皇上与莫英王的赏赐 与赠送之物 你们有什么资格取走 这说出去 也不怕被人戳几两骨 斯锦云抬了抬下巴 眸光危暗 她身旁的兰箱 上前几步 抬手朝绿竹的脸上甩了过去 莲香站在斯锦云身后 微微垂眸 没人注意到 她眼中闪过的一丝不安 斯锦云一抬手 几个丫头婆子 呼啦啦地往后院冲去 绿竹顶着被打红的脸 用力挣扎了几下 却根本挣不开 她猛地用力 朝一个婆子的脚上 踹了一脚 那婆子吃痛 顿时松了手上的力气 嗷嗷地抱着自己的脚上 窜下跳 绿竹右手得了自由 胳膊伸开穴了力气 朝着另一个婆子 甩了个大耳光 她转身朝着她的房间 跑去 那里藏着一根长棍 小姐说 这棍子能垫晕一只老虎 许是的吧 天上的雷电 那便是一棵树都能剔开的 见她跑 斯锦云忙叫着众人将之捉住 却忽听到 一道慵懒的男生传来 斯家三小姐 好久不见 还是这般目中无人呢 第184章 没事多照照镜子 斯锦云闻听此言 心跳当时漏了一拍 她不用回头 都知道此人是谁 可不就是她朝思暮想的莫英王 还能是谁 她伸手俯上平滑许多的脸 却又不放心地将面纱戴上 才转身过来 笑道 云儿见过王爷 斯锦云甘愿为那人所用 便是想住那人一臂之力 只有那人能彻底铲除斯锦星 他才能安心 他痴痴地望着迎面走来的男子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斯锦星死了 他便能带位出嫁 来人正是齐莫离 他从惠北城回来 便直接去了西郊大营 那边刚钻研透一套阵法 他才腾出时间回剑州一趟 这才入京 便听闻 斯家在办丧事 他可不是什么有气度的人 即便不办丧事 可能会让有心人察觉到什么 可他就是 不能容忍自己的小丫头 活得好哈的 却被人办起了丧事 他策马而来 便听说那斯俊山制止了丧事 心里一口气 这才顺了一些 而留在岁华院的 除了绿竹 还有几个暗卫 齐莫离听到岁华院的消息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他长臂一挥 莫云便带着两个手下 朝着后院飞奔而去 没一会儿 那些个丫头婆子 都惊叫连连地往外跑了来 斯锦云见状 脸色有些尴尬 忙解释道 王爷 这是我家老太太吩咐我做的 我当时就劝阻了 我说岁华院那些东西 都是王爷送的 怎么能随意贴到府上 可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老太太怎会听 我再多说 便是忤逆长辈 都是我太过懦弱 差点让二姐姐的遗物丢损 齐莫离瞧着这三小姐 如气如素的样子 直到 你房中没镜子吗 斯锦云闻言 有些不明白 自己方才一顿哭诉 跟镜子并无关系 紧接着 他便听到 有镜子就多照 自己也瞧瞧 你这造作的模样 有多丑 平白让本王射了食欲 你有罪 斯锦云被齐莫离当众羞辱 他只觉心中有些疼 且依旧 不肯将目光从他那英俊如画的脸上挪开 而齐莫离再步 看那斯锦云一眼 反而是看向房门口处的绿竹 骂道 跟你主子一样 对这些人 就不该惯着 谁打你了 给本王打回去 绿竹在看到莫英王进了碎华院时 他凶狠坚毅的脸上 早已患上了一副委屈巴拉的表情 听闻此言 他顿时挺直了身板 大步走了过来 道 遵命 他站在蓝香跟前 抬手将两侧衣袖都卷了起来 那蓝香吓得跪在地上求饶道 绿竹 好绿竹 你手下留情 我 可是 他话还没说完 胸前便被人踹了一脚 整个上半身不受控制的朝后仰去 莲香就跪在蓝香身侧 他见识过二小姐的凶狠 与莫英王的毒辣 即便二小姐不在 他家小姐也不该痴心妄想 那可是莫英王啊 他惨白着一张脸 将头捶得更低了一些 绿竹抬脚用力踹在那蓝香胸前 随手给了他几个耳光 这才直起身子环顾四周 恶狠狠骂道 我家小姐的东西 你们不配拿 若哪个不知死活的剑皮子再赶来 小心你们的手指头 被王爷一根根折断了去 齐莫英勾唇一笑 那丫头的奴婢 倒是颇有几分像他 机灵得很 他坐在院中的秋千椅上 懒懒开口 道 去 将司家做主的叫来 莫英走至岁华院门外 将王爷的话 转述给引路而来的小司 那小司早就下的两腿发软 若将军得知 是他带着王爷进了府 岂不是要打死了他去 他不敢耽搁 一路朝着何运院而去 何运院 司俊山道时 见院中婢女要通传 便白手示意她 不要出声 他抬脚走至门外 便听到里面传来老太太焦急的声音 也不知那三丫头怎么回事 这点事都办不好 这都去了多久 怎地还没见岁华院一只箱子搬回来 吕妈妈在一旁劝着 二小姐院中那些东西 可都是蓝夫人的嫁妆 还有 皇上与莫英王赐下的 咱们怎定能全数拿了 此事 还是要与将军商议一下才是 老太太强硬地说道 这怎么不能拿 莫英王那些个聘礼 本该是给府上的 如今聘礼都没摸到 那便正好拿那些底了 吕妈妈轻叹一口气 若将军知晓此事 定是不悦的 而那老太太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俊山是个重情之人 不会在意那些个精英器物 何况 我已经替她给那丫头张洛这样气派的丧葬 她定是会谢我的 她话音刚落 便听房门筐吃一声 被人从外面踹了开来 老太太正端着一杯茶药喝 顿时吓得手上一抖 茶水泼洒了她一身 她脸色一沉 正要骂上几句 却见自家儿子黑着一张脸 便走了进来 老太太忙 扯出一丝笑 道 儿啊 你回来了 坐吧 正好母亲有事与你说 新丫头在青城县的事 都过去十日了 既然失身烧毁了 那咱们 就给她立个衣冠种 别让孩子飘着不是 她说到最后 竟还假模假样地抹了一把老泪 倒真像是心疼孙女死得惨烈 司俊山冷着脸 做也不做 只等那老太太演完戏 才问道 我说没说过 你若不想回恒州老家 便老老实实在府上待着 别动些乱七八糟的心思 你这是在做什么 仙儿的丧葬 需要你去张罗 老太太本以为自己方才那样说 会让司俊山感动 却不想换了个声声质问 她气得脸色轻一块白一块 道 我这还不是为她好 司俊山不怒反笑 道 为她好 便称她刚眉 便要抢抢了她的嫁妆 聘礼 赏赐 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哪 老太太被这一句 赌得个哑口无言 正要想法子辩解 却听门外有丫头禀报 墨英王在岁华院责罚三小姐 请将军过去一趟 第185章 九颜罗的府邸抽薪 司俊山文言 扭头看向老太太太 不耐烦地说道 母亲 瞧瞧你办那好事 你是闲日子太好过 竟还敢打碎华院的主意 那九颜罗 可是个无理脚三分 得理不饶人的主 母亲 未免太过多事 她说完话 便拂袖离去 留老太太呆愣在房中 吕妈妈上前 拿着帕子帮老太太 擦拭茶水打湿的衣巾 却听老太太恨声道 那狐妹子有什么好 堂堂墨英王 竟被她迷得五魂三道 活着时 将嫁妆握在手里 皇上遇刺 也不见拿出来孝敬 就连聘礼 都存到别的院子 你说说 有哪家未出阁的姑娘 敢这般不孝 如今 连死了 都不能给家里 带来些好处 当真是个赔钱货 那墨英王也是的 仗着自己是位高权重 屡次三番私闯 臣子后宅 又是何道理 吕妈妈擦拭茶水的手 微微一顿 道 当年蓝夫人的嫁妆 都是周氏把持着 二小姐 可一直为动用分好 夏日那回儿子 二小姐收回嫁妆时 也是分了些银子给宁 又贴补了不少 给府上 老夫人莫不是忘了此事 再说 如今蓝夫人 与二小姐都没了 那些剩下的嫁妆 理当送还给蓝府才是 龙英各高门贵府 都是这样做 咱们为何要去破这个例 传出去 岂不被人说成笑柄 要说那聘礼 就更不能动了 二小姐本也没嫁成 墨英王取要回去 本也是应该 老夫人 还是墨要 与将军对着来了 老太太一听这话 顿时来了气 我何时与她对着来 她一个将军 哪里懂得 府上开销之初 遂华月那些的金银财宝 我要过来 是能全吃进我的肚子 还是等我死了 都带进英曹地府里头去 我若不帮着她些 这和府 都一道吃土去吧 她如今是翅膀硬了 当上了这一家之主 反倒是怪起我这老婆子来 全然忘记 我是如何含辛茹苦地 将她培育成才 她越说越来气 越说越委屈 自己分明是一片好心 反倒被做儿子的好一顿训斥 这若是传扬出去 她的老脸要往哪里放 自己真是生了个 大逆不道的不孝子 都说养儿防老 哪里防了 这分明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 有了儿孙 娘碍眼啊 老太太这样想着 心中越发酸楚 拿着帕子在眼角处 试着躺不尽的泪水 她长须短叹一阵 才开口道 你赔了我四十年 却愈发不懂我的苦 你写出去吧 我自己些话 吕妈妈文言 便知这老太太 是陷入了死胡同 根本说不通 她也不打算再劝 便后退几步 转身出了房门 去安排着准备午饭之事 再说 从何玉院出来后 直奔碎华院的思郡山 她一想到 那杀伐无数的墨英王 便有些头痛 那人生性冷屁 天不怕地不怕 不与任何人讲情面 这样一想 倒与自家那二女儿 很是相似 都是不吃亏 还加倍奉还的主 不多时 当她跨进碎华院大门时 便见那人 正庸懒地靠躺在秋千以上 院中跪了一地的人 其中便包括那思景云 听到脚步声 思景云忙 轻声喊道 父亲 女儿一切都是 听祖母吩咐行事的 日后女儿 定会劝谏 她的话还未说完 却忽听到一声冷斥 你给我闭嘴 腿长 在你自己腿上 你不来 她还能自己断了跑来 滚出院子跪着去 思景云文言 顿觉羞辱难当 她是愈发看不懂 自己的父亲 怎么就四变了 一个人似的 她说什么 说要她跪在院外 那岂不是每一个路过的下人 都能瞧见她的囧状 她堂堂私家三小姐 日后还要 如何在下人面前立威 思景云威 威抬眸看向对面的齐莫黎 双眸中 沉满了委屈 齐莫黎听着斯俊山 终于说了两句人话 心头正舒坦着 却忽然瞧见 那黑丫头要吃人的眼神 面色顿时黑沉下来 她冷声道 你若是管不住 你那俩眼珠子 本王不嫌脏 可以帮你挖出来 她一句话 语气平平 声音不大 却足以让院中 众人遍体声寒 尤其是思景云 她收回目光 转身走出院子 挺直腰板 跪在了穗华院门外 思俊山 这才攻身行礼道 不知王爷驾到 有失远迎 齐莫黎文言 并无起身的打算 只是伸了身手 指着不远处 那些个丫头婆子 道 将军府上 似乎有些不懂规矩 思俊山 随着齐莫黎的手指的方向 瞧了一眼 自然知晓 这齐莫黎言下之意 她忙恭敬道 是 老臣定当队府上 严加管教 任后绝不会有人来遂 华院闹事 请王爷放心 齐莫黎却摇头 道 王妃虽死 却也是我莫英王府的女主人 今日 我便将她院中误见 全数搬到隔壁宅子 全当留个念想 将军可有意义 思俊山闻言 有些惊慌失措 她从未想过这九王敬会 提出这种要求 若日后 那孩子回来 便再也不会进私府大门了 好一招府邸抽心 她踉跄着后退两步 被身边的灵宿扶住 这才僵硬地点头 道 王爷所言即是 小女与王爷本 就有婚配 如今小女已故 却也是皇家媳 这丧葬一概事宜 自然也该由王府负责打点 那便有劳王爷了 那孩子明明活着 却要假死 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若自己全力配合 莫英王 不知能否算是 助了那孩子 一臂之力 也罢 也罢 齐莫黎的行动力 还是很快 说般当日 便将岁华院 搬了得金光 等老太太得知消息过来时 便见斯锦云 颓然地跪在门外 而斯俊山正坐在院中 石凳上 盯着一个方向发愣 她心中不由一沉 快步走到正房中 便见里头 除了原本就有的床榻与桌椅 其他异音物件 全都不见了 她转身出来 就要往后院去 她知道后院时 斯俊山冷眼扫过来 道 都搬走了 你满意了吧 第186章 妇童大人是清官 远在徐州府的斯锦星 可不知道她的岁华院 发生了搬家的大事 她此时刚给顾家 小女儿 做完皮肤扩张 她打开房门 宋仙便走了进来 她看着那小女孩 锁骨下方 与左脸分别鼓起来的两个小包 不由问道 恩人 新皮肤便是从这两个地方长出来 斯锦星洗净手 走过来 解释道 你仔细瞧 鼓起的小包上面 分别有一个小孔 下面分别装好了一个袋子 过几日伤口长好 便可定期通过这小孔 往里面注射药水 袋子便会撑起来 皮肤就会慢慢增大 待两个月后 这个部位的皮肤 达到了 她那黑斑面积的大小 就可以进行第二步手术 宋仙听得云里雾里 她完全不知道 人的脸里 能装什么样的袋子 又怎样进行第二步手术 不过 她还是受教的点头 道 恩人 你说的这些 我是听都未曾听过的 你都这般厉害 那安平县主 得多厉害 司警星直敏唇一笑 没再说话 带着她出了房门 房门外 顾安旭与曹氏 早已记得坐立不安 一见他们出来 二人便快步迎了过来 道 姑娘 小女的病诊得如何了 宋仙 按照之前司警星教的 回复道 手术进行得很是顺利 以后每过七日 便带她过来一趟 如果新皮肤长得好 两个月后便可进行第二次手术 她现在还在昏睡 半个时辰后才能醒来 你们可以去看她 曹氏文言 忙谢过宋仙 提着裙摆 便进了房去 顾安旭看了眼宋仙 又看了眼司警星 拱手道 多谢姑娘出手相救 大恩大德 顾某铭记在心 司警星忙笑道 要谢便谢我家这丫头 她的医术着实不错 顾安旭眸光一闪 连忙点头 说 是是 多谢宋姑娘 若是之前 她也以为是那宋姑娘会医术 可今日 她却在眼前那小姐身上 嗅到了一丝丝血腥味 想来是在诊治过程中 染上了一些 而那宋姑娘身上 却丝毫没有 她自己本就是大夫 怎会分不出 谁才是真正诊治之人 郭安旭也是个聪明人 见着小姐并不想暴露自己 她自然也不好多问 只是又到了县 便进了房去 这边事情处理完毕 司警星便带着清缠 还有宋仙 这半个本地人出了宅子 她要趁着和大人来之前 在城中打探一番 据墨丘来报 如今徐州有三个地方 是要去看一眼 一个是北郊 一个是城隍庙 一个便是府前街知府衙门外 徐州府虽比不得见州城 却也是极富庶的州府 他们的马车 行进了小半个时辰 才到达了北城门 宋仙下了马车 操着一口徐州话 与那守城将士说了两句话 便回到了马车上 她猝着眉头 说道 恩人 北城门早就关闭 不许任何人出入 司警星看了眼那城门 白天不行 那便晚上来一探究竟 紧接着 他们便去了城东的城隍庙 这处倒是畅通无阻 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百姓 疑问之下 无意不是去城隍庙周棚的 司警星坐在马车中 打眼瞧去 便见周棚前面 早排了足有几百米长的八条长龙 而那队伍最前头 一个身形削瘦的男子 正扬着手说些什么 司警星从姓林雅絮中 取出一个望远镜 再去看 这才瞧清楚 那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跟百姓们说 过两日 钦差大人便到了 百姓们的苦日子 也就要到头了 白皙事实说道 那人 正是徐州府同之 傅同 司警星点头 将望远镜收起来 便披上了一件破旧的衣裳 又把帷帽摘掉 露出一张满是伤疤的脸 白皙见状 嘀咕一句 谁家的王妃 是你这样的 钦蝉伸手拍在了白皙脑门上 训斥到 多嘴的玩意儿 宋仙看着围帽下那张脸 却是怎样 都不能将之联系到 恩人真实的面容上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的脸啊 司警星可不管他们怎么想 静止下了马车 往队伍前头走去 他到时 正见那傅同端着一个咬了舟的腕 朝着城隍庙墙根处走去 排队的百姓们瞧见了 都滴滴地一轮着 傅大人 真是个好官 可不是呢 若不是为了咱们 他也不会卖地卖房 如今一家人还借宿在亲戚家呢 若是天下都是傅大人这样的亲官 百姓们便有福了 这些话 一字不落地传入了司警星的耳中 他快步走到那傅同跟前 一把将那碗粥 抢了过来 咕咚咕咚地喝了个一干二净 傅同还没说什么 边上的百姓们却叫嚣起来 你干什么 你要吃去排队 为何要抢傅大人的粥 是啊 长得如此丑陋也就罢了 还这般不讲理 你这般不懂规矩 往后就莫要来城隍庙 我们大家伙不欢迎你 司警星闻言装出一副害怕的模样 道 大人饶命 我就是太饿了 这才抢了大人的粥 大人饶命 他说着话 便要跪下 却被那傅同拦住 姑娘无需害怕 一碗粥而已 我再乘一碗便是 无妨 你日后都可来这边吃粥 虽不能吃饱 却也能坚持到朝廷的赈灾粮 熬过去 便都是好日子 司警星盲点头道谢 又问道 大人 听说这些粮食 都是您自己 卖掉田产房屋买来的 您这样做 会否惹得知府大人不愿 他这话一出 傅同便是一愣 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一直担忧的是 竟被一个面容丑陋 年纪轻轻的小姑娘问出来 傅同沉阴片刻 道 此事无需担心 我只是 做了一个父母官应该做的 你还在长身体的年纪 记得每日 过来喝粥便是 司警星点头 便转身离去 马车朝着城中行去 他却还沉浸在傅同的话中 那人能在贾文生手下 做出这种打对方脸的事 而贾文生却没动他 司警星正暗自想着 却胡听到马车外 传来一道滴滴的 似有若无的哭喊声 救命 第187章 西汤应饼全靠抢 司警星听着那轻飘飘的一声求救声 似乎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儿 他与清禅对视一眼 见他眼眸中也闪过一丝疑惑 便伸手撩起窗漫 往外瞧去 只见 与他们背道而驰的 一架灰顶马车 正迅急而过 车咕噜转得飞快 他细细听去 却再听不到那小儿的声音 许是那孩子闹着玩 正当司警星收回目光那一瞬 却听得一声嘀嘀的恐吓声传来 小崽子 你竟敢咬老子 信不信 老子一刀寡了你 司警星星说 这是遇到拐妈儿童的拍花子吧 他冲清禅点点头 便见清禅推门而出 闪身跳下了马车 带到司警星的马车调转方向 追赶来时 便见清禅正抱着一个 昏死过去的三岁小儿 站在路边 而那灰顶马车早已逃之夭夭 清禅抱着孩子上来 道 这孩子怕是被那人灌了迷药 只可惜 我只顾接住这孩子 竟被那两人给逃脱了 司警星伸手接过那昏睡的孩子 见他长衣长裤 很是得体 一看就不是被家里卖出去的 他小脸肉嘟嘟的 就似那肉包子一般 软软弹弹 叫人忍不住想捏一捏 还有那长长的睫毛 如小扇子一般 随着风吹 忽闪忽闪的 煞是可爱 这样好的孩子 差点就被拐走 想想都后怕 也不知孩子的父母 此时该有多着急 叫人留意看看 城中谁家丢了孩子 若是找不到 便等忙过这阵子再说 司警星将孩子抱在怀里 低声吩咐道 清禅硬下 不多时 马车也就进了城 城隍庙一日诗周两次 上午下午各一次 而府前街却是一日三次 从东郊回来 便正巧赶上府前街的诗周时辰 司警星将孩子交给宋仙 聊起窗慢 往外瞧去 只见衙门外的空地上 也是人满为患 只是不同于城隍庙外 此处的百姓根本没有排队 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前拥挤 而那衙门口的台阶上 站着一个身穿轻袍的金兽老者 只见那人捋着下巴处的胡须 笑呵呵道 大家稍安勿躁 咱们且等知府大人出来 再开始施周施饼 司警星细细看去 便见那人眼看着人群拥挤 却没有派出衙役制止 反而似乎是乐在其中 他戴好帷帽 就要下去马车 却被青蝉拦住 王妃 此处不比城东 我去吧 司警星见状 也便游了青蝉 看着青蝉下了马车 司警星便撩起窗漫 往外看去 却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他侧目望去 便见一匹黑宗马奔驰而来 那马背上之人 赫然就是方才在城东见过的妇童 司警星赶忙往马车里头坐了坐 生怕被那妇童瞧见 可那马匹途径知府衙门 却为做任何停留 便匆匆而过 想来 是那副同事 有什么要紧的司事要办 司警星也没多想 只看向不远处的知府衙门 此时 知府衙门的大门被打开 里面一个身穿官服的中年男子 走了出来 他一出来 便代表着可以失周 失禀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贾文生见门外 百姓这般期待他的出现 心中便有些飘飘然 这种高高在上 凌驾于万人之上的感觉 真是让人心里舒坦 他伸手一举 仰着下巴道 让各位久等了 作为徐州府的父母官 自然是看不得百姓们受苦的 如此 失周开始吧 此言一出 人群不住地往前涌去 那贾文生见状 也只是嘴上叮嘱下 别挤别挤 都有的 他嘴上这样说 其实心中却满事不屑 一群无知的乡民 给他们一口吃的 就能让他们感恩戴德 锅盖一开 那清香的米汤味 便溢了出来 飘散在人群头顶上 清缠靠着一身功夫 很快便挤到了前头 只见那锅里的粥 哪里是粥 根本就是米汤 那饼更是硬的四铁板 他不禁扯了一嗓子 天爷啊 又有汤又有饼 知府大人 果真是体恤明清 他旁边一位大娘 拽了拽他 道 姑娘 你莫不是刚来的徐州 这知府大人施的粥 是一日熄过一日的 清缠还未来得及说话 便被那先头管事的人 伸手指着说道 那个小丫头 过来 先给你乘上 清缠文言 忙笑着站到了一旁 等到拿上一张饼 才洋装不懂地问道 听闻大人是卖了房产地契 才换来的米粮 想必大人晚饭 还没吃吧 大人就算体恤百姓 也莫要饿着自己 这饼 还是大人先吃吧 贾文生文言 面上的笑 骤然消失 那父同做的好事 他轻咳一声 又强扯出一丝假笑 道 这是我身为父母官应该做的 你就不要客气了 快些吃吧 清缠却不肯依 只举着饼 跪在了贾文生跟前 道 大人乃徐州根本 若大人忍着饥饿 我等草民 又岂敢先吃 大人请吃 那些本还在挤来挤去的百姓健壮 也都纷纷跪地 请知府大人先吃 贾文生健壮 别无他法 只得接过那硬邦邦的大饼 咬了一口 他哪里是要饿着自己 他只是等试完粥 便回府吃饭 若非这小丫头骗子 他何至于要吃这狗都不吃的东西 只是他咬了一口 却不见那些人起身 而那丫头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生怕他不吃下去 贾文生硬着头皮吃了半张大饼 只觉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他压了压有些发散的腮帮子 才道 好了 大家一起吧 清缠也不再纠缠 只钻进人群便不见了踪影 下面等着的百姓健壮 呼得往前一拥 人群中发出一阵哭喊 四景星在马车上瞧得仔细 这再挤下去 恐怕是要发生踩踏事件吧 再看那站在台阶上的贾文生 依旧没觉得有何不妥 欣然享受着那些拿了丙舟的灾民 对他的万分感谢 四景星看着清缠端回来的一碗 不见米粒的汤水 很是不解 为何这些人 明知城隍庙的米粥更愁 却依旧再次争抢 这西汤硬饼 第188章 官仓沉迷不可食 王妃 你瞧 清缠指着不远处一个老妇人 只见那老妇人手腕上 挂着一个小牌子 四景星又往其他吃完粥的人身上瞧去 果见 他们也都有小牌子 他往清缠处看了一眼 清缠会议 傅又下了马车 多时他便回了来 王妃 打探清楚了 前几日 那贾文生在府前街上 试的粥非常稠 饼也香软 来的人越来越多 可谁知那贾文生便借此机会 将这些人套牢了 他将这些人登记在册 说是方便日后供给食物 安排过冬事宜 待百姓登记好之后 他却变了嘴脸 要那些百姓 日后只能再次吃粥 不许再去城隍庙 否则灾情过后 便不给他们分配原本的土地房屋 百姓们敢怒不敢言 只得再次和汤肯硬饼 这周也从仇到了西 却又别无他法 我打探时 那人原不想说 后见我是新来徐州的 怕我也被贾文生坑了 拉着我去墙角悄悄说的 司警星文言气愤道 这贾文生 简直是有恃无恐了 他说完话 便往知府衙门扫了一眼 今夜 便让他来此 一探究竟 马车驶入宅子后 墨丘便引入了暗处 司警星看着在清缠怀中熟睡的小娃 便想到了绿竹 绿竹最是喜欢孩子的 想当初 那丫头就是抱了抱横王家的小柿子 便催着自己生一个出来玩 他不禁说道 也不知绿竹一个人在建州可还好 当时留他在府上 也是想叫他练练胆子 日后方可独当一面 可如今想想 他毕竟还小 清缠闻言 则劝慰道 王妃放心 府上还留了两个暗卫给他 再者 他那性子 也不是能吃亏的 司警星点头 那丫头的确不是能吃亏的 晚饭后 宋仙便来禀报 恩仁 那小玩儿醒了 一直在哭 紫苏姐姐问他话 也不肯好好说 您看这 司警星看着时尚还早 便让他将那孩子抱来 不多时 孩童奶乎乎的啼哭声 夹杂着紫苏的轻哄声 从院外传了进来 司警星看着紫苏怀里白白嫩嫩 圆圆滚滚的大胖小子 着实喜人 他此时正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滴溜溜的四处看 那小胖脸上 还挂着两行泪珠 让人看上去十分心疼 他伸手接过那孩子 递给他一枚奶酪棒 才止住了那孩子的哭 可那孩子四下看去 最后看向一旁的清蝉 嘴里抽烟地喊着 姐姐 抱抱 司警星一瞧 这事还认人了 清蝉健壮 脸色一致 今日还是他第一次抱孩子 这怎便 还被缠上了 他僵硬地伸出手 接了那孩子 声音淡淡地问道 你家住在哪里 你爹爹娘亲叫什么 那孩子到了清蝉怀里 脸上的巨翼变碾了些 可却也回答不出这问题 只摇头说 不知 不知 司警星见此 也只得说道 才三岁 哪里懂这些 索性明日何大人便能到徐州 这孩子先放在院中养两天 等事情医了 便可帮他寻找家人 天色擦黑 司警星便带着白皙出了宅子 清蝉则躺在榻上 手臂被那小玩脸偶般的肉胳膊抱住 让他一动不敢动 这带玩 怎的比练剑还要累 早知道 谁救下这孩子 便是谁被缠住 他才不会冲到那马车上 将这孩子抱下来 司警星本 还想先去北郊城外 如今却是改变了主意 他倒要看看 那贾文生 是真的穷 还是在装穷 一周之府 连年风调雨顺 只今年遭了点灾 竟拿不出米粮赈灾 还美其名曰是 自掏腰包筹办周鹏 那是什么周鹏 分明是汤鹏 白皙施展轻功 带着司警星 先是去了建在城西的淮仓 正是江淮地区的储粮棺倉 棺倉 顾名思义便是官府建造的 每年征收纳粮 存储在此 已被饥荒年间 赈灾救济之用 仓房大门外 来回走动巡逻的侍卫 倒是有五六个 只是司警星却发现 那些侍卫 根本就是玩乎职守 并不用心 他让白皙在暗处等他 他要去里面一探究竟 白皙早就知晓自家王妃的本事 正要交代他几句 却在一眨眼的功夫 便不见了王妃的人影 白皙张着的嘴巴 硬是生生地咽下 到了嘴边的话 这是什么毛病 走之前就不能说一声 没礼貌 他也不敢大意 悄悄潜入那怀仓 准备随时住自家王妃一臂之力 而司警星这边 早已悄悄进了一间仓房 他拿着一只手电筒 将光亮调弱 才朝着仓房中扫去 只见这仓房中 摆放着了几十只大瓷瓮 上面都盖着厚重的石板 司警星借助姓林雅絮 将一块石板掀开 便见那翁中装着满满的稻骨 只是待他细细看去 顿时一尘 那瓮中的稻骨 不仅掺杂着大量杀石 还都是发霉发黑 根本就不能吃了 一看便知 这不是今年新道 甚至都不是去年的 司警星不死心 又去其他仓房查验一番 果不出所料 全都是这种陈年旧米 他气不打一处来 老百姓年年省吃俭用 不肯多吃一粒米 都要足精足粮的缴纳税粮 全徐州府那么多粮食 都到了哪里去 他伸手将一瓮抬进 姓林雅絮后院 便闪身出了怀仓 与后脚跟着出来的白溪 一道往贾文生府上奔去 他到时 正遇见今日 在衙门口瞧见的 那金兽老者 听小厮唤他黄师爷 黄师爷 老爷正在书房等您 那黄师爷点头 挥退了那小厮 抬脚进了 那燃着灯烛的院子 司警星侧耳靠窗 便听到 那何文青 既然赶来 那便休想离开此地 黄师爷道 是 老爷放心便是 只是何爷那边 是否要加派人手 贾文生沉阴片刻道 不需要 人数太多 反而会引起 旁人注意 黄师爷奉承道 是是 谁能想到 一整个村庄 都是老爷的 他的话还会说完 贾文生却呼地冲窗外喊道 是谁 第189章 人间炼狱的北焦 躲在院外暗处的白溪 听到这一声喊 心下不由 一阵焦急 王妃还在那院子中 而司警星此时 早已躲进了姓林雅絮 他低头瞧了一眼 被花盆割坏的裙摆 直接将那一块 撕了下来 只是撕开一个小口的声音 竟被那贾文生听了见 倒是小觑了他 贾文生喊完话 便大步走出了房门 他看向进了院中的 十几个侍卫 问道 可有什么异常 见到什么可疑之人 那些个侍卫 一直在院外巡逻 压根没瞧见什么动静 更没见什么人 他们一口同声道 回大人 不曾 一切如常 贾文生走至窗边 却呼地看着那盆开的 正好的紫菊 他蹲下身子 伸手从花盆土上 捡起几片心落的花瓣 他眸光一沉 冷喝一声 茶 贾府便立即陷入了 紧张的茶找之中 每个院子都不敢落下 而他们要茶找的对象 此时早已与白希 在府外不远处的巷子中会合 白希就发现 自家王妃 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王妃 咱就是说 能不能别这么吓我 吓死我 对你来说 也没什么好处 司警心却不理他 只是扒着胡同口的墙上 往不远处那吵吵嚷嚷的贾府望去 他招了招手 叫白希凑近邪 低声问道 你知道 有个地方叫和颜吗 在什么方向 白希上前 也探头往那贾府看去 道 不知道 王妃为何问这个 若很是重要 咱们回去 叫墨丘去打探一番便是 司警心被这货给气到无语 贴身伺候要清缠 打探消息要墨丘 也不知 要这白希是有什么用 他翻了个白眼 便朝着巷子深处走了去 今夜 他还有第三站 那便是北郊城外 夜里不能骑马 那声音 在禁忌的夜里 便似天雷般响亮 不招来巡逻兵才怪 若是靠双腿 走至北郊 那便是要走到天亮了 得亏还有白希 这个轻功高手在 司警心偏了眼白希 好吧 这货 似乎还是有些用处的 二人到时 正是子时 十二点左右 白希提醒道 王妃 此时正是两拨手成将士 轮值时辰 此时 是最好的世界 司警心应了一声 问道 白希 你可知这城墙有多厚 白希不知王妃 为何有此疑问 却还是老实回答道 底后四丈 顶后三丈 司警心闻言 心下了然 这是十二三米的厚度 他交代白希道 你且在此等我片刻 我去去就来 白希知道 自家王妃不去看上眼 事不罢休 也就不拦着 只管在此望风 漆黑的夜色中 司警心悄悄摸到城墙根下 他的院子长度 应该是够十三米的 他闪身进入杏林雅絮 从后院台阶开始走起 待他出来时 身后的墙壁上 便出现了一个人形损毁痕迹 则 这是真的差点 将他夹在城墙中啊 他看着那人形身影 值得拿着冲击钻 随意冲了几下 将那人体轮廓膜的 不甚明显 才算罢 司警心收拾好这边 往北边打眼一瞧 便瞧见远处 燃着几堆篝火 他快步往那边走去 却无奈那篝火看着镜 走起来 却是有些远 他四下张望一番 便将一辆自行车 从杏林雅絮后院中 扯了出来 这自行车 还是他以前抽奖抽到的 从未骑过 如今 倒是派上用场了 有了自行车 速度倒是快上许多 不多时 他也就到了 那篝火不远处 只是 司警心在看到眼前景象时 却是惊愣 在当场 呼吸都有些喘不动 这是怎样的人间恋愈 只见那篝火四周 点着无数火把 而最外围 则是用铁架子 围了起来 铁架子外 一丈远的距离外 几百个官差 轮番指手 时不时走动 巡查 铁架子内 上千人 分成十几簇 挤在一起 抵御秋风 司警心躲在一棵大树后 颤着手 将望远镜拿出来 朝那些百姓看去 只见 那些人 全都骨兽如柴 各个面黄鸡兽 他们有的 抱着肚子 蜷缩成团 他们有的面如死灰 他们有的 爬到角落处 呕吐不止 他还看到 他们每个人 小腿上 都挂着长长的锁链 锁链另一头 被锁在铁架子上 他还看到 最北面一个角落 细细看去 那根本就是 百十来人堆积而成的人山 司警心指绝眼中 酸胀不已 嗓子中有些冒烟 他在上一世 在枪林弹雨中 见过的尸体 多不胜数 在停尸间 解剖过的尸体 更是不计其数 可如今 区区几百人 却叫他冷汗沉沉 不敢直视 好一个贾文生 好一个地方父母官 他不仅疑似贪污纳粮 玩乎职守 还草菅人命 让百姓流离失所 是百姓生死于不顾 但凡 他能有些良心 也不会看着百姓就这样 自生自灭 他只叹 龙鹰皇帝这次 当真是看走了眼呀 带到司警心回来 白昕很明显感觉到 自家王妃 情绪有些低沉 王妃 发生了何事 司警心摇摇头 他不敢将方才在郊外 看的情景说出来 他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 当下便敲响甲府大门 那样 便只会打草惊蛇 他没有回答白昕 只是口气坚定道 那个河妍 你今夜 就去打探出来 我们明日一早 便前往此地一探究竟 白昔见此 也不敢有怠慢 速速带着司警心 回了宅子 他不知道此地情形 当地暗卫 却是有知晓的 墨丘进了房来 道 王妃 那河妍 是沿着河道的一个村庄 据说是三年前 才落成的 人口不多 就在徐州城 西郊往北去 便道 村庄 司警心文言 有些不简 那贾文生 为何专提这个村庄 若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贾文生 怕是连名字都记不住的 他不再多想 只是道 再过两个时辰 天不亮 我们便往城西赶 城门一开 咱们便直奔那出去 白昔 墨丘与清禅 文言纷纷殷逝 他们从未见过王妃 这般交集 那名为和言的村庄 究竟藏着 何等秘密 第190章 贾文生在玩空城际 一日 天色微蒙蒙亮 司警心便带着清禅出了院子 却不想 竟在前院碰到练武的薛勇 与顾安序二人 司警心倒是没想到 这二人倒是能做练武搭子 小姐 这一大早 是出去办事 薛勇擦了一把汗 问道 司警心文言 只觉着薛勇 倒是个心系之人 平素他一直唤他王妃 今日瞧着顾大当家在此 便改口叫了小姐 他点头 道 是的 出去办事 那顾安序却是提醒一句 我与薛兄弟 也算对徐州多些了解 小姐若幸得过 我二人道愿与小姐同行 司警心文声 沉吟片刻 道 你们可听说过 何言这个村子 薛勇只说道 在西郊那边 而顾安序私存片刻 说道 两年前 顾某受朋友相邀 前去何言为一位老者看过诊 薛兄弟说得不错 是在西郊北边 司警心点头 道 既如此 顾书与我一道前去吧 薛勇 你留在府上照看着 顾安序见此 忙将手中长枪递给薛勇 拜托道 薛兄弟 去与我家夫人回一声 就说我与小姐一道出去办事 司警心与清缠坐在马车中 顾安序坐在车园上赶着马车 急速往城溪奔去 他们到时 城门也就刚刚打开 马车行了断路程 司警心捏起一块云片膏 放进嘴里 甜而不腻 是他喜欢的口味 他倒了两盏茶 对着车外 说道 顾书 你且进车厢来 我有话问你 顾安序将马车赶停 正看向清缠 意思是问 要姑娘赶车 只是却见不知从何而来的白皙 凸地坐在了他原本坐的位置 他再次肯定 这带着微帽的小姐 身份绝不简单 说不得 便是 顾安序眼下心思 便将车厢门一关 问道 小姐 您且问来便是 司警心将茶递给顾安序 道 顾书 您还记得那村庄 是何模样 与普通村庄有何不同 顾安序不知这小姐 为何要去何言 他细细思索片刻 说道 只是一个普通村落 若非说不同 那便是那村子很是富有 各家各户盖的房子 都很是规整 且一个小村子 竟设有村子里的私仓 私仓 司警心听到这两个字 瞬间便明白了 感情 这甲文生在玩空城际 私仓 顾名思义 便是民间自己建造的私有仓房 与棺仓形成对立关系 一般地主家 都会有地下仓房 但是那只能叫仓房 而私仓的规模 却是要大上许多 这在民间是很少见的 一个三年前刚落成的小村子 竟有能力建造私仓 他倒要看看 那仓中藏了多少米粮 是否如城中棺仓中 装满了发霉发黑的陈旧稻米 顾安旭见着小姐听完自己的话 并不作声 便又仔细回忆了下 道 我当年去时 便是为那和颜村的李正家的老父亲诊病 说来也怪 一个小村子的李正 却忙碌得很 时时有人朝他禀报事情 我还是头一回见 忙得脚不沾地的李正 道像是 顾安旭微微一顿 想了个贴切的比喻 像是高门大户里的管家一般 司警心猛地抬头 隔着围帽 看向顾安旭 道 管家 顾安旭点头 道 是的 司警心思索片刻 道 那李正的老父亲 适合病症 你当年可给他诊好了 顾安旭摆摆手 说道 那老者的病症很是奇怪 腹下疼痛 但不持续 也是我医术粗浅 尝试了多种方子 终不得根治 司警心听着这症状 心下有了几分计较 去了那村子 顾书便说 寻到了好医者 特来告知 若那里正犹豫 你只留下城中最大的客栈便是 顾安旭听了这话 忍了又忍 道 小姐 恕顾某冒昧 您到底是不是 司警心却打断他 道 顾书 有些事 该你知晓时 你自然知晓 顾安旭点头 应道 是是是 顾某越举了 他一向是不爱多管闲事 偏偏就对这位小姐的身份 多有猜测 总想验证他是否是心中所想的那位 如今想想 若当真是那位 他方才这一问 若是被外面过路之人听了去 岂不是要给小姐带来危险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再不提此事 就如小姐所言 食鸡未到 清禅这时插嘴道 小姐 那处殷是那村子了 司警心往窗外瞧去 果见到路北侧一条小河蜿蜒下 那河道北侧 依附着一个被密林包裹起来的小村庄 远远望去 那村庄形如元宝 下端犹如弯月 两侧微微翘起 而通往那村庄的路 便是小河上的一座桥 道有几分 像是那护城河的样子 马车在河流南侧停下 白溪与清禅 没有跟着下马车 顾安旭带着司警心 上了木桥 便见那紧闭的村庄大门 咯吱吱一声 从里面被打了开 一个高大壮瘦男子上前来 问道 来者何人 顾安旭双拳一抱 道 无奈宿州顾安旭 两年前来过贵村庄 替李正家 问诊过病 只是当时顾某医术粗浅 未能诊断明白 一直记挂在心 这才想着再来一趟 问候下老伯 还请这位兄台 帮忙通病 那男子闻言 凶恶的面容上 倒是有了些许的松动 只是看向顾安旭身后的女子 道 原来是顾家大夫 久仰大名 不知您身后这位是 顾安旭看了眼司警心道 这是我日前救下的可怜人 我见他容颜近毁 便留在身边 做了关门弟子 那高大壮瘦男子闻声 似海有些不放心 他伸手撩起眼前小女子的围帽 却在看到那围帽下的容颜时 瞬间便松了手中揪着的纱布 他不耐烦地道 进来吧 顾安旭见状 忙躬身道谢 带着司警心往里走去 而司警心则快速地将这村庄 打亮了一圈 一撞撞整齐的房子 错落有致地 将村子围成了一个元宝形 而元宝正中 似乎是一间家族祠堂 怎地不见那私仓 他凑近顾安旭道 那东西在哪 第191章 古怪的村子 顾安旭瞥了眼前面 带路的标形大汉 巧声道 我只是偷偷听到 那里正提到私仓 具体在哪个位置 还要咱们细查 司警心低下头 余光却在悄悄打亮着和颜村 中间的家祠北面 也就是元宝肚子上面那块地 竟是一块练武场 场地两侧摆着诸多刀剑 北侧则是一排马旧 一个村子 不养牛羊 竟养了马匹 他还想再多看两眼 便听那带路之人 喊道 顾大夫 郑家的宅子 请进 司警心顿住脚步 朝那宅子看去 青砖灰瓦 倒是与这村子的其他房子 没什么大的区别 只是门口 蹲了两头石狮子 是别家没有的 顾安旭公身败谢 才上前扣响了那院门 开门的是个年纪长一些的老伯 见到顾安旭 倒是认了出来 笑道 原来是顾先生 快请进 您先再次稍等 容老朽去里头通传一声 顾安旭自是没有不应的 他点头道 有劳老先生 司警心见此 心中一律月甚 一个村庄的理政 这派头 就连将军府都不如 不多时 那老伯便出了来 笑呵呵地道 顾先生 快请进 我一说是宿州顾家 我们老太爷啊 便要出来迎您 他那身子骨 也是好一日坏一日 愣是被老爷给拦了住 如今正等着您呢 顾安旭一边随着那老伯 往院中走去 一边客套着孝道 哪里能让老太爷迎我 这不是折杀我呢 司警心跟在顾安旭身后 也进了宅子 走了没几步路 也就到了前院 只听一道中气十足的男声传来 顾先生 稀客呀 顾安旭上前 抱拳道 哎哟 李政老爷 怎的还亲自来迎了 不知老太爷进来可好 司警心抬头看去 便见那门庭前 正站着一位 身穿对襟长袍的中年男子 那人浓眉大眼 脸上挂着一副和煦的笑容 在他打量对方的时候 对方也注意到了他 这位是 顾安旭介绍道 嗨 是个可怜的孩子 如今收在我的门下 也算不枉我救他一场 他对那里正说完 又转头冲司警心道 宁儿 快叫人 司警心闻言 便屈膝行李道 宁儿见过李政勃勃 那里正健壮 不由问道 这孩子 为何要戴帷帽 顾安旭摇摇头 轻叹一声 巧声道 面容近毁 李政老爷休要提及此事 那里正转眼看过去 眸中闪过一丝疑色 却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将人让进了前厅 只是在他回头那一瞬 却见那女子帷帽的一脚 呼得随风扬起 尽管那女子 很快便将那杀精拽了住 他依旧瞧见了 那位冒下可怖的容颜 他呵呵一笑 道 快进去吧 吴某还有些事要办 还请顾先生见谅 顾安旭闻言 忙报全道 李政老爷自去忙 顾某今日 就是来探望老太爷一番 不敢多讨扰李政老爷 那李政汉手 交代下人好生接待 便转身大步离去 门外有下人 已经撩了门帘 道 二位 老太爷在里面 顾安旭看了一眼司警星 脸上又挂了笑 跨进了房门 司警星瞥了眼 墙角处钉梢的下人 才抬脚跟着进了门 这里政家 处处拖着古怪 他进去时 正听到顾安旭 与那老太爷寒暄道 老太爷 您进来身子可好 腹痛可好些 那老太爷花白的头发 看上去六十岁的样子 与司家老太太年纪相仿 他摆摆手 让顾安旭坐下 才道 顾家大夫 可是许久不见 老夫这副痛还是老样子 时好时坏 近些日子倒是腾过两次 你这是从哪来啊 顾安旭笑道 这不是我那小女的病有了缓解 我也得空来徐州转转 便想着来瞧瞧您 见您身子大好 也便放了心 夙周顾家 生了个怪胎女 这夙周徐州 那是传遍了的事 这老太爷也有所耳闻 他俯着长须道 好好好 也不枉你这般好的医术 悉心照料 顾安旭却摇头 道 若能将他治好 也不会耽误这么些年 是遇到了神医 这才得了叛头 说是一个月后便能好 我这医术 还是太过粗浅 俗话说得好 人外有人 半分不假 那老太爷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问道 什么神医 那人身在何处 顾安旭看了眼思景星 见他微不可及地点了头 才道 是一位年轻男子 如今正在徐州府 那人医术好事好 但整经收得极高 而且脾气古怪 那么好的医术 竟不愿被世人知晓 您说说 这怪不怪 老太爷闻言 心下便有了计较 只问道 你可知他如今下榻何处 顾安旭沉音片刻道 老太爷 那神医不喜被人叨扰 您万不可说 是我告知您的 否则 他便不继续为我而诊治 他凑近那老太爷 夫尔说道 他如今 就在徐州城的百夫楼 三日后 便离了徐州 老太爷万万记得 莫要提及顾某 老太爷点头 道 好好 老夫记得了 顾先生放心便是 他话音刚落 便听门外呼喊声四起 走水了 走水了 顾安旭闻声 转头看向那老太爷 却见他一副 事不关己的样子 不由问道 老太爷 这是村子里走水了 用不用我去帮忙抬水 那老太爷却白手道 不碍事 村子里也没什么金贵东西 顾安旭见状 也便说道 今日得见老太爷身体康健 那顾某也救了了这桩事 便先告辞了 他话音刚落 便听司警星说道 师父 您都要走了 怎地竟忘了 给老太爷的脸 他说着话 便将一只小巧的盒子 捧在手中 送到老太爷跟前 道 老太爷 您瞧瞧 这是我师父专门为您选的 老太爷也不知为何 总觉得方才 接过那盒子时 手指有一丝疼 再去看 却又没有伤口 也便没有多在意 他将那盒子打开 入目的是一串羊枝白玉手串 四国二人告辞 离开院子 便见村中百姓 纷纷拿着水桶往北跑去 司警星往北一看 便见那教务场的马厩 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第192章 和颜密室大发现 他二人对视一眼 也混迹在人群中 往北边走去 司警星一边走 一边往四周看去 却并未发现什么私仓 甚至仓房都没有一个 若是顾安旭没有听错 那这私仓 到底在哪里 他在脑中 仔仔细细地 将这和颜的地形 过了一遍 却呼得脚下一顿 那老太爷压根不关心这火情 这是不是意味着 火 烧不到那私仓 他刚想到这里 便忽听到身后有人喊道 顾先生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司警星与顾安旭闻言 转身便见那里郑老爷 正朝他们走来 他身后 是家祠 这个时辰 不早不晚 怎地从家祠中出来 顾安旭忙 一脸焦虑地说道 忽见北边起了伙事 便想去帮些忙 李郑老爷这是 那里郑笑道 今日早上忘了给祖宗上香 这不是特意去补了 这火啊 有这些村民就行 你们这是要走了吗 他话音刚落 那顾安旭还会说话 便听司警星说道 李郑伯伯 那是不是你家下人 他似乎在找您 那里正扭头看去 果然是 下人正东张西望 似有什么急事 他正要让人将顾安旭二人送走 便听那小丫头说道 我瞧着那人很是着急 莫不是老太爷有什么不是 师父 你快与李郑伯伯一道去看看吧 我在这等你便是 这说话的功夫 那下人也跑了过来 道 老爷 老太爷也不知为何 忽然腹痛男人 您快去瞧瞧 李郑文言 在顾不上那样貌丑陋的小丫头 带着顾安旭一道回了宅院 司警星见此 往前走了几步 便靠向了那家祠 他四下张望一番 趁人不备 闪身穿墙而入 这家祠 面积倒不是很大 北墙上摆满了牌位 只是 他凑近桥去 那香炉中 并无刚刚燃尽的香 那里这 在撒谎 莫不是这祠堂中 有什么秘密 司警星围着祠堂 转悠了两圈 却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他颓然地 坐在地上的蒲团上 这一趟 莫不是白跑了 正在他垂头的那一瞬 瞧见供桌上 右侧的蜡烛 竟是灭的 他站起身来 莫不是方才 自己不小心弄灭的 司警星赶忙 伸手握住那蜡烛 想将它点燃 他竟发现 右侧蜡签下躺着的蜡油 只有几滴 而左侧蜡签下的蜡油 却堆积了一片 这样想着 他的手下呼得一用力 不小心将那蜡签 往右掰了一下 只听咯吱一声 那北墙边上 竟出现了一道暗门 司警星这才知道 这北墙 竟不是正常的墙壁 而是一处暗室 方才 那里正没有上香 想来 是进了暗室吧 他来不及多想 便快速闪身 进了那暗室 只是这暗室 却并不是一间四四方方的房间 越往里走 越是往下 光线也越是暗 原来 此处便是通往地下的通道 通道两侧的墙壁上 隔着机米 便插着一把燃热的火把 倒是能瞧见脚下的台阶 司警星走在台阶上 只觉心跳有些快 一个小小的村庄 尽造了密室 这贾文生 到底想干什么 好在这通道不算长 司警星没走一会儿 便呼觉眼前瞬间开阔 他借着火把昏黄的光亮 放眼看去 便见一个二三百平的大坑 司警星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这便是自己找了许久的私仓 只见几百个一米高的瓷蚌 整整齐齐地垒了三层 摆在大坑中 司警星掀开一个瓷蚌 便见里面装的是干干净净的心米 贾文生啊 贾文生 这里的米粮 足够让徐州百姓 安稳度过这场灾情 可他偏不 司警星再不多想 伸手辅上那瓷蚌 因着这几百个瓷蚌都垒在一起 司警星简直没有费吹灰之力 便全数塞进了杏林雅絮的后院 在他转身之际 却忽见角落中堆着三个木箱 他抱着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心态 将那木箱打开 却见 那里头装的根本不是稻米 而是两箱金钉子 与一箱银票 那金钉子 都是五十两一钉 银票则是一百两一张 他漠不作声地 将箱子 也都一一收入囊中 司警星再不多做停留 便原路返回 只是他 刚到祠堂中 便听门外传来李正的声音 此番多谢顾先生 若不是顾先生及时出手相救 老父亲怕是又要多受些罪 你那小徒弟呢 你们可曾见到顾先生的小徒弟 那里正拧眉问向身边来来回回的村民 却无一人瞧见 他正心下起疑 便见一满脸脏污的女子 从家子后面走了过来 只见他已经将帽帽摘了掉 挂在脖子上 那坑蛙不堪的脸上 满是灰黑 身上也染上了不少水渍 他忙上前一步 道 多谢小先生出手救火 多有劳烦 司警星见状 盲羊装羞愧地将帽帽戴在头上 慌乱的屈膝环里 便躲到了顾安婿的身后 小声道 师父 咱们走吧 那里正见此 只以为那小女子 是羞鱼 被人看到了脸 盲白手道 这世间 本就不能以帽娶人 小先生能不顾安危去救火 便是大善之人 顾安婿心知 这时事情办妥了 便与那里正告辞 带着司警星移道往南 出了和颜村 顾安婿赶着马车 便出现在了一处隐蔽之处 清禅递给司警星一条尸帕子 又拿出一碟子点心 道 我放那伙 可没想着 王妃您能弄成这副样子 说起来 那村里 倒不是很热情 竟也不留你们吃顿午饭 司警星一边擦着脸 一边对那顾安婿道 老太爷腹痛 那里 正有没有起什么疑心 顾安婿却呼得跪了下去 道 县主 顾某终于等到你 司警星轻叹一口气 只是用在老太爷身上的一剂药 竟是被这顾安婿看穿了去 他抬手 起来吧 既然已知我的身份 你便徒增危险 他的话还会说完 却听车厢门外 墨丘的声音传来 徐州出事了 第193章 群情激愤有冤屈 徐州城出事 司警星与顾安婿对视一眼 赶紧问道 出了何事 墨丘推门而入 先是看了眼顾安婿 才看向司警星 见他点头 才行李道 钦差大人的车马 今日抵达徐州 贾文生就在城门口相迎 可和大人的马车 竟是停都没停 直接到了驿馆 不知为何 只一个时辰后 整个徐州都在谣传 钦差大人是来查问同志大人 司警星文言 柳梅一簇 道 徐州同志 不就是那位 城隍庙诗州的父同 他此时正是得民心之时 钦差大人路要动他 百姓气肯 墨丘点头 道 王妃说的是 这一下子 便惹恼了徐州百姓 及那些来徐州逃难的灾民 如今徐州城民情激愤 都在驿馆门外 等着和大人给个说法 司警星思索片刻 猛地抬头 道 不好 一个时辰 便将谣言传得满天飞 定是有人刻意为之 当下只怕那背后之人 已经安插了人手 在驿馆外的人群中 墨丘 你们快去 务必将和大人护好 墨丘领命 迅速闪身离去 顾安旭听着二人对话 只觉心中犹如惊涛骇浪 他刚刚才知 小眼前女子是那医术极为高超的安平县主 这才多少功夫 这 这怎么又成了王妃 竟是连北上的钦差大人 都要受到她的保护 顾安旭握了握手指 道 王妃 顾某之前多有得罪 还请王妃恕罪 司警星还在想着那谣言之事 听顾安旭这话 便是一愣 随即才摆摆手 道 都是他们呼叫的 我与墨英王还未成婚 顾说 无须多想 你只叫我县主就可 他不说还好 这一说更是将顾安旭吓一跳 顾安旭虽对金钟士不甚熟悉 却也听过墨英王的大名 那位 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 却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 他瞥了眼司警星 直到 这救死扶伤的女神医 怎的就看上那样一个杀人如麻的王爷 这也太胡闹了 顾安旭心里想归心里想 嘴上 却是打死不敢说出口的 他恭敬说道 是 县主 马车赶得飞快 半个时辰的功夫 也就进了城 司警星将窗漫掀开 果见街道上有些异样 百姓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义愤填膺地议论着什么 车咕噜压在城中侵蚀板路上 咕噜咕噜的响声中 夹杂着人群中的支言片语 无外乎都是关于父同冤枉 父同是个好官 好人没好报 清禅放下窗漫 道 王妃 这事儿多半是那贾文生干的 顾安旭文生 插嘴道 只是不知 城门处 钦差大人 为何不见贾大人 这与他来说并无任何好处 岂不知这谣言之事 便是贾大人恼羞成怒之举 司警星看向顾安旭 道 你倒为何在云阳县 钦差大人停留数日 顾安旭细细一想 震惊道 当时听闻那钦差大人是生了病 依县主之意 莫不是那钦差大人是受人控制 司警星没再接话 只是掀起窗漫 朝街上看去 这时 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白熙将车厢推开一个缝隙 道 王妃 驿馆就在前面 只是百姓都聚在一起 将路都堵死了 马车是过不去的 司警星点头 道 就在这儿吧 白熙将马车转了个弯 能让司警星透过车窗 看到那驿馆的情形 顺心大姐 徐州驿馆 驿馆外里三层外三层 围满了人 其中有不少是徐州城百姓 更多的 则是衣着破旧的各县灾民 他们能在徐州这么些日子 都是靠着复童大人 卖房卖地熬过来的 若不是复童大人 他们恐怕早就死在荒郊野外 尸体被野狗啃尸干净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搞错 傅童大人是个好官啊 那老十字钦差大人 怎地没有胆子出来 狗官 快出来 与我们做个分辨 这天底下 好不容易有个为民办事的好官 就要被你们糟蹋了 你们压根就不想老百姓过好日子 人群中 一声高过一声的喊叫 让守在驿馆门前的两个侍卫 十分心烦 其中一个不耐烦地说道 你们口中的傅大人 他是不是好官 要查过才知道 你们赶紧散去 否则盗你们个寻衅滋事 连你们一并抓走 那侍卫这一声 老百姓们便有些胆怯 却在这时 人群中呼得有人大声喊道 傅大人今日都未去城隍庙 想来定是被他们捉走了 这话一出 直接让百姓们悲愤交加 他们大喊着 让钦差大人出来见我们 傅童大人是冤枉的 请大人出来 我们诉说 我们要见钦差大人 我们有冤情 司警星眉心微宁 道 百姓带几个人过去 顾安旭不解 问道 县主 你料定那钦差大人会出来 他不怕中了圈套 司警星目不转睛地 盯着前面的人群 口中说着 会 顾安旭不再言语 他顾家世代行医 也接触过不少官宦人家 却大都是些趋炎复势 欺软怕硬的 百姓们群情激愤 见那钦差大人似乌龟一样 不肯露面 便开始扔几人 往前涌去 两个侍卫横着刀柄 将人群拦住 可奈何百姓数量太多 他二人眼看就要拦不住 其中一个刷的一声 将长刀拔出了翘 若是平时 百姓们见了刀剑 那早就吓跑了 可今日 他们只负大人当真冤枉 他们不相信这世道 竟是没有正义可言的 百姓们扯着嗓子大喊 额间的青筋都冒了出来 更有赤着胳膊的灾民 大声喊道 你有刀就了不起 穿上官服就忘了本 来 照着爷爷这里看 那拔刀的侍卫健壮 却不敢了 直怒喝道 你给老子等着 那赤着胳膊的人 哈哈大笑道 你个耸包担子 就这点出息 还他娘的 当什么病 就是那狗屁钦钗的狗腿子 哈哈 那侍卫文言 顿觉心中恼恨 正要提刀上前 恰在这时 驿馆大门咯吱一声 被打了开 第194章 驿馆门外 刀光剑影 百姓们一见驿馆大门打开 纷纷停下拥挤与叫喊 都往门口瞧去 只见 一个身形消瘦 脸色蜡黄的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在云阳县 得了重病的何文青 何大人 他连续两日来 都为和太医端来的药 只是司警星留给他的药 那种恶心呕吐感 是愈发渐轻 昨日便能吃些粥 今日更是健好 他瞥了眼身后 跟着的几位太医 眸光危暗 他为了禁徐周城 可是装得很是辛苦 何文青身边的随从 高声喊道 钦差大人道 围在门外的百姓 此时倒是不敢再嚣张 都纷纷跪地 道 草民叩见钦差大人 何文青白手示意众人起身 道 你们所说之事 纯属无稽之谈 有德性的好官 自会提拔 乡亲们无需担忧 这话一出 百姓们却不买账 他们纷纷叫喊道 大人 你莫不是先将我等安抚好 背后 却又是另一套做派吧 与他废什么话 傅大人今日都没去城隍庙 想来也是出事了 将傅大人还给我们 人群中有人这样喊 便有更多的人也跟着喊 呼得 不知是谁将一把烂菜叶子 朝着那台阶上的何文青扔了过去 好巧不巧的 正好扔到了他的脸上 众人见此 紧跟着便是臭鸡蛋 烂树叶 甘草根 纷纷朝着驿馆大门口的方向 扔去 马车中的顾安旭 看着那一身狼狈的何文青 道 县主 这钦差大人 不会有事吧 司警星看也没看他 眸光在人群中不停穿梭 对方的人这般耐得住性子 他刚想到这儿 便见人群中呼得发生一阵骚乱 因着人群拥挤在一处 只要有人稍微一用力 便有不少百姓被推着往前扑去 有人喊道 你这个狗官 拿命来 话音一落 五六个人手持刀剑 朝那台阶上的何文青冲去 何文青随身的几个侍卫 立即上前 将之护在身后 怎奈 这几个府兵压根不是对方的对手 直几下 便被打倒在地 那几人见状 眼眸中纷纷流露出嗜血的光芒 眼见着那刀剑 就要到了何文青跟前 电视火光间 四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不知从何处跃出 将何文青护在身后 与那几个半座百姓之人 混打在一起 那几人万万没想到 竟会有这般变故 他们急急退后几步 对视一眼 大喝道 乡亲们 一起将这狗关杀了 为民除害 都到了这时候 他们还不忘蛊惑百姓 企图制造混乱 好方便他们下手 百姓们见状 都有些发猛 他们怎么不知道 自己人里竟有这般身手 不过 他们可都没那么傻 他们就是普通老百姓 压根没想着 要杀了这钦差大人 说到底 他们也只是为副大人说情而已 更何况 人家钦差大人身边 也有高手护长 他们即便一起上 那也是杀敌一千 自毁八百的唇法子 到头来 别就不下傅大人 还把自己的小面给搭进去 这赔伴的买卖 可做不到 何文青看着身前的四个黑衣男子 一下子便想到了安平县主 这一路得亏了那孩子的照料 当真是惭愧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脏污 大声喊道 我何文青并未将傅大人如何 你们千万莫要听这几人的蛊惑怂恿 他话音刚落 便听耳后嗖的一声 随后便是箭矢没入皮肉的声音 何文青只觉头皮发麻 迅速回头去瞧 便见一个侍卫 正挡在他的身后 肩膀处正中一箭 他抬头望院中瞧去 便见一男子 迅速地翻墙而出 却见那粮草与药材的马车 似有火光燃起 何文青只觉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他急声道 快去救火 几十个侍卫 迅速地跑向那马车处 他们可以不帮钦差大人 却不能不护好粮草 这可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一个搞不好便要了他们的命 因着驿馆中出了状况 门外的几个刺客对视一眼 纷纷一跃而起 朝着那何文青刺去 百姓们见状 纷纷四下逃窜 一时间 驿馆门外 刀光剑影 几个黑衣人都是齐莫里的暗卫 伸手自视不错 却没想到 那七八个伴座百姓的刺客 也都是个中高手 双方人马 势均力敌 一时难分胜负 但对方毕竟人数多了一倍 若再打下去 只怕是要吃亏 司警星眯了眯眼 不慌不忙地 将一张小巧的弓弩取出来 他将那弓弩架在窗框上 隔着十几米的距离 瞄准 射击 只在武戏之间 便放倒了三个实力上架的刺客 有了司警星的助攻 四个黑衣暗卫 便立即扭转了局势 没过一会儿 便将那几个伴座老百姓的男子 都活捉了 库安旭看着司警星手中的玩意儿 简直两眼冒金光 他是一者不假 可武学造诣也很深 他自笑习武 对兵器自视上心 他不禁问道 县主 这是 司警星见他兴致勃勃 便递了过去 解释道 王爷送我的 是一种新型弓箭 威力更大 射程更远 转头更好 顾安旭细细看去 指着顶端的长形盒子 问道 方才并未见县主添置新箭室 莫不是这里头有机关 司警星看了眼一管门前 见何文青已经将场面控制住 才转头回道 是的 这里面可一次性放五枚箭室 极大的节约了作战时上剑的时间 毕竟在战场上 拼的就是时间 郭安旭一听 顿时双眼一亮 这世间竟有这般的奇思妙想 他虽很是喜欢这东西 却也只把玩了虚余 便还给了司警星 这可是那莫英王的东西 他可不敢多看 就在这时 马车外的白熙 巧声提醒道 王妃 那贾文生来了 司警星抬头往外瞧去 他此时露面 是 第195章 父同大人去了哪 贾文生从轿子中下来 环顾下四周 却没让贵地百姓起身 他面容黑沉地 快步走到台阶下 贵地行礼道 下官叩见钦差大人 市警百姓闹事 是下官管束不严 请大人恕罪 何文青看着那贾文生 道 贾大人无需自责 此时代本官查问清楚 再论罪不迟 贾文生盲应道 这是自然 这是自然 只是钦差刚刚到徐州 公务繁忙 此事便交由下官来处置吧 他说完话 便朝着四处看了一眼 却没瞧见什么异常 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叫他着实不安 司警星坐在马车中 早已将那窗帽放了下来 他让白熙进来 低声吩咐了几句 便叫顾安旭赶着马车往回走 途经顺昌大街的百幅楼时 又叫清缠下去 以锦宁的名号 开了一间房 才朝他们临时落脚的宅子赶去 待他们三人一进门 便见一个小身影 蹬蹬蹬地跑了过来 这小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日前从马车中救下来的小奶娃 他胖乎乎的小身子 走路还走不太稳当 跑起来就似那小鸭子 左右摇摆晃来晃去 实在可爱 他一边笨笨地跑 还一边奶声奶气地喊着 姐姐 抱 思锦宁拉着清缠蹲下身子 张开手臂 道 小乖乖 你是叫哪个姐姐抱呀 那小胖娃睁着滴溜溜的大眼睛 看了这个又看那个 最后还是扑进了清缠的臂弯 跟在后面的紫苏 敏唇笑道 这小娃娃从早上起来 便吵着闹着 要找清缠姐姐 中午饭都没吃几口 可算是 把你给等回来了 清缠抱起那胖娃子 拍了拍他的小肉屁股 道 过两日 赶快这人打探他家爹娘 也不知这玩是怎么样的 这般壮士 那小胖娃 将头靠在清缠肩膀上 眨巴着大眼睛 接话道 吃肉肉 吃菜菜 长大高 思锦宁听着这孩子 奶生奶气的话 心都要化了 也不知这孩子的爹娘 要急成什么样了 他扭头冲刚跟着回来的白溪道 能不能这人 给查探查探 看看这徐州城 谁家丢了碗 刚进门的白溪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他看了眼清缠怀中的壮汉 冲着自家王妃点了点头 又转身离去 宋希儿迎了出来 看了眼那顾安婿 低声道 小姐 那正魁与李氏 想问问小姐 是否可以让他们 先行回铜山县 思锦宁点头 道 倒是将此事给盲望了 你与紫苏安排他们回去吧 给他们 拿些路上使的银子与干粮 你却还要再等上一等 两三日后 这边忙完 便可动身前往铜山县 宋希儿点头 道 嗯 我明白的 紫苏与宋希儿一道离去 顾安婿离家大半日 也告辞离开 清禅抱着那胖娃子 只觉胳膊有些酸 倒是比练武还要来 他换了胳膊抱 想着 方才在顺心街上的事 不禁问道 听那些百姓说 那富同大人 今日并未去城隍庙 王妃 您说 这是凑巧吗 思锦新闻言 也不由醋眉思索 道 按说今日发生这般大的事 百姓们都为他请命 那富同又一向欣喜百姓 竟是一直未露面 说来也是奇怪 他话音刚落 清禅怀中的那大胖小子 却呼得咯咯咯咯的笑了起来 他顿住脚 扭头就见那小胖子 正将自己肉嘟嘟的小拳头 往嘴里塞 那哈拉子 都躺到了下巴 思锦新扯出一张餐巾纸 帮那娃子擦掉口水 捏着他肥嘟嘟的小脸笑道 你这小家伙 这是听到了什么可乐的笑话 竟是笑成这样 那小玩儿自是回答不出来 只是身子 却朝着思锦新扑过去 思锦新见状 一把将那胖小子 接住 笑道 这孩子 这是看我又顺眼了 你别说 这手感 这分量 抱着真舒服 哎哟 他喜欢孩子 尤其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那真是又腥又香 软萌可爱 还乖巧听话 就像这个小胖娃 他肉乎乎的小身子 无条件信任地靠在你身上时 那种被需要感 真的会让女孩子迷失自我 把持不住地想对他好 白夕回来时 便瞧见自家王妃 正将那小胖娃子 紧紧揽在怀里 生怕他跑了似的 他不禁翻了个白眼 你累死人家快 不过话说回来 这是不是代表着 他们王府很快就要有小主子了 司警心可不知道 在一边站着的白夕 已经想了那么远 他逗着那小胖娃子玩了一会儿 又从姓林亚绪三楼 取出来一根奶酪棒递给他 才让紫苏将他抱走 不得不说 带孩子 当真是个体力活 他揉了揉发酸的肩膀 看向白夕 道 驿馆那边可安排好了 盯住了那几个太医 白夕上前两步道 已经安排了人手 将那驿馆严密监视 那几位太医 也这人盯住了 王妃放心便是 司警心望着院中几盆开的 正盛的秋菊 想起昨夜在贾府窗下那盆菊花 不知那贾文生可有发现什么 说到贾文生 他此时正带着那几个百姓模样的刺客 进了知府衙门 黄师爷一招手 叫人将那几个刺客 押入大楼 他看向一只副手 夺步的贾文生 低声道 大人 这几人不能留 贾文生这才停住脚步 不 自然 否则我也不会与那何文青 张嘴要他们几人 只是 之前还道那何文青是个软柿子 捏死他 就似捏死一只蚂蚁一般 可如今 那何文青身边竟是有高手护着 这八位竟都不是对手 这都进了徐州 今日之事一败 那些人便有了警惕 再想刺杀 怕是没那么容易 想来这两日 那何文青便要 着手调查徐州府的官仓与账本 真是可恨 之前在云阳县 怎就没将他弄死 黄师爷威意私存 三脚眼一睁 悠悠笑道 大人 可是急糊涂了 莫不是忘了 那何文青身边 可有咱们的人 第196章 谁也别想卖了谁 经黄师爷这样一提醒 那贾文生黑沉的脸上 顿时有了丝笑意 他撩起官袍 坐于上手 双眸中闪过一丝寒光 道 父童那边 坐得如何了 黄师爷捋着下巴处的胡须 冷哼一声 道 那小子如今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哪里还敢与大人对着干 大人放心 即便那何文青到时候查出来什么 都一概往父童身上推便是 他定是不敢坑一声 全数人下 一听黄师爷这话 贾文生双眼一亮 道 如此甚好 甚好 那父童仗着自己的同志身份 总是与我不对付 这下好了 叫他也知道知道 在这徐州府 本大人便是王法 黄师爷点头附和 道 那是自然 要怪只能怪他死脑筋 不识实物 提到父童 贾文生便想到北郊外的灾民 他随口问道 如今北边什么情况 黄师爷禀报道 据说死了三四百人 剩下那些人也都奄奄一息 得了那病 早晚也是个死 得亏大人当日下了这决断 否则 只怕咱整个徐州 都得全城覆灭 贾文生点头 他当时的确是想着 那病不得治 万不能染到徐州城 一场一病 只死几千人 却保住了徐州七县数万百姓 这可是大公一件 他心中正得意 却又想到一件事 道 这人去各县 重新敲打一番 黄师爷思寸片刻 巧声赴耳道 不若将他们请到府上 大人亲自宴请 若有二心者 正是杀鸡锦猴的时候 如此 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别想卖了谁 贾文生手指 敲在桌机上 发出哒哒哒的响声 旋即 他掀开眼皮 道 就按你说的办 那些人总想着隔岸观火 那本大人便将他们都拉到岸上 黄师爷领命下去 贾文生则回了贾府 昨晚窗外的声音 他越想越不对劲 可府上卫兵却都未发现 有何不妥 昨夜折腾半宿 也没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还闹得府上心得的爱妾心情不悦 闹着要他陪 他哪里是不想陪他 那小女子 简直人间有物 他还没稀罕够呢 可 他哪里有空 这钦差大人不走 他便不得一日安宁 贾文生坐在书案前 翻阅出与青城县之县刘祖赫的书信 这刘祖赫 倒是实实在在帮了他大忙 让那安平县主死于青城县 如今想来 他倒是可以反咬那何文清一口 何文清作为钦差大人 未能将安平县主平安带到徐州 致使徐州百姓亦并蔓延 这便是他的失职 贾文生这样想着 心中不由一松 将那书信收起来 静止去了那爱妾的春方院 此时 正值晚饭时辰 他懒着那爱妾的杨柳西腰 坐在圆桌前 时不时伸手往衣裳里头摸上一把 惹得那爱妾惊叫连连 贾文生哈哈大笑 一把将那爱妾抱起 扑到榻上 而此时 距离他的府邸 也不过两三里地的一处宅子中 刚刚吃完晚饭的司警星 正带着清蝉 在院中溜达 今日一整日 都没正经吃东西 晚饭时 便被紫苏逼着吃了不少 这会儿 正称得难受 深秋 天色黑沉地早了许多 此时正是丑时 他看了眼时间 晚上六点半 司警星招手叫来白皙 道 时间差不多了 去吧 切记 务必要留下一个活口 白皙抱拳离去 不多时 郭安旭便来了司警星的院子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问道 县主 我家夫人想问问何时 司警星抬手打断他的话 笑道 顾说 你且放心 我记着此事呢 待两日后 你将孩子带过来 我瞧瞧伤口愈合情况 好的话 便可以开始第一次住夜 郭安旭文言 立即公身道谢 有您这话 我与夫人 便放心了 却在这时 一个身影闪了进来 郭安旭见状 县主 那我先回避一下 司警星道 无碍 你就在这儿吧 一会儿 我还要与你商一些事情 墨秋看了眼那郭安旭 才看向司警星 公身行礼道 王妃 驿管有情况 一个姓胡的一族 方才得和大人送饭时 王妖碗中加药粉 被咱们的安卫瞧见 那人便将碗扔在了地上 偏巧那处绑着一只狗 那狗便吃了起来 只是 清蝉皱眉 道 只是什么 那狗死了 墨秋摇摇头 看了眼司警星 才继续说道 那狗吃完后 倒也没事 暗卫便以为 方才瞧错了 他正要放那一族离去 却忽见那狗舌外土头 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而后便是上蹿下跳 皇妃不止 那暗卫立即将那一族扣住 送到和大人处 一番审查后 那人交代是一位陈姓太医 交给他的药包 王妃请看 他说着话 便将一包药递了过来 司警星接过 还没等打开 却呼地听到 边上的郭安婿大喊一声 道 县主 且慢 他说着话 便快步冲了过来 将那包药抢了过去 道 县主 万万不可 这乃是男女房中药 想来 驿馆中那狗的反应 便是这要笑起了 一听这话 墨秋顿时一愣 他脸色战红着说道 王妃 属下失职 差点酿成大祸 司警星摆摆手 道 无碍 是我大意了 他接过清蝉递过来的帕子 擦着手 问道 这背后之人 好歹毒的心思 何大人 身体抱恙 若是不小心 中了这等歹毒之药 那必然是要了他的命 就连关玉都要被毁 只是 那陈太医是何人 他是受谁指使 何大人可都查问清楚了 墨秋文言 盲工尽道 正是那太医院又院判 陈故端 他曾在建州城外 与王妃多次发生争执 那信胡的一族交代后 何大人立即叫人前去捉拿 可待到侍卫与安卫到达时 才发现 他已死在房中 死 死了 第197章 不平静的夜 司警新文言 脸色一领 不由问道 陈故端 可查看清楚 是怎地死的 墨秋回道 那陈故端脖子上有勒痕 看似是自杀 但 太医院判方太医却说 是他杀 属下回来时 何大人已经叫人去清 武座来验尸了 司警新文言 微微点头 那方太医身为院判 医术自食不俗 想必他是从陈故端的尸体上 瞧出了些什么 只是 当初在云阳县时 何文青被人下药 这方院判 竟是没瞧出一样 他柳眉微醋 总觉得这方太医有些奇怪 恰在这时 白皙快步走进院中 他携着一阵秋风走到镜前 抱拳行李道 王妃 事情办妥了 人已经绑到了前院柴房中 司警新点头 道 好 这种人总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叫他们与阎王擦肩而过一下 他们才知道怕 趁他们当下心中崩溃之际 连夜审讯 司警新又看向墨秋 道 稍晚一会儿 我去医馆走一趟 你且先去 叫人盯住了那陈故端的尸身 切莫叫人动了手脚 白皙与墨秋二人 应声离去 各自去忙 郭安旭见状 忙道 县主 若有用得到顾某的地方 但凭差遣 司警新扭头去看 开口问道 你如今得知我的身份 想来 也知道我与钦差大人 此次北上的目的 你也亲眼瞧见 我与钦差大人 都受到对方的暗害 顾叔 就不怕受到牵连 郭安旭文言 立即撩起衣袍 跪在地上 诚恳道 县主 我顾某早先就说过 您能将我家小女的脸置好 不仅是救了我那女儿 也是救了我家夫人 更是将苦闷八年的我解救出来 我顾家祖孙四代 被这病纠缠数年 如今总算见到曙光 这全都要仰仗县主 如今 我别无他求 只愿能偿还些县主 对我顾家的恩情 又怎会怕受到牵连 司警星站起身 虚伏了那顾安旭一把 道 顾叔 你严重了 你我都身为医者 能让病患减轻痛苦 自然也是我们的荣光 不过 你倒是提醒了我 我这里还真有事情 要麻烦你做 不知你可愿意 顾安旭文声 立即问道 县主请吩咐 司警星将目光投向北方 道 城中灾民 如今还算康健 只是城外北交 那里的百姓急需救援 今夜我会与何大人商议 尽快派出医者前去救治 只是需要救治的百姓人数众多 你可愿前去支援 自然 那医病是能可控的 你的安全无需担忧 顾安旭文言 立即正中道 顾某在徐州多有走动 对徐州多少有些感情 如今徐州百姓用得到顾某 自然亦不容辞 司警星点头 道 那好 道时 你跟我一道前往 顾安旭得了这话 兴致勃勃地告辞离去 而司警星则带着清禅 朝那驿管的方向而去 与此同时 贾府 春芳苑 贾文生刚结束了一场运动 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榻上 怀中扶着一个娇羞的女子 他正昏昏欲睡间 却呼地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贾文生猛地睁开双眼 就要翻身下床去 那只着了桃粉色肚多的女子 却伸手抱住她的腰身 娇声道 老爷 这都晚上了 有什么事 不能明日再说 贾文生摸上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又趁机在那女子胸前捏了一把 笑道 等夜办完事 再回来收拾你一场 他说完话 便将衣服胡乱穿上 大补出了房门 门外立着的人 正是黄师爷 贾文生不悦地问道 出了何事 黄师爷一边帮着那贾文生 穿戴好衣裳 一边禀报道 老爷 衙门大牢出事了 贾文生带着黄师爷 朝着书房的方向走去 呼听的这话 便猛地顿住了脚步 回声问道 出了何事 莫不是那几个杀手 黄师爷点头 忧心道 可不是呢 关押那几人的牢房起了火 咱们的人 正要趁乱将那几人除掉 却不想 不知 从哪冒出来四个黑衣人 冒着火光就走了三个 贾文生听完这话 脸色瞬间黑沉下来 那几个半座百姓闹事之人 是他在红一帮花重金 请来刺杀何文青的杀手 他生怕这些人中 有人走落了风声 便想着 只有死人的嘴最老实 那些救人的黑衣人 是何人 贾文生紧皱眉头 何文青那边自保都来不及 因是顾不上这边 那便是红一帮的人 红一帮 是一个杀手组织 他们干的 便是拿钱买命的勾当 在龙英 很多州府都有他的据点 势力极大 就连朝廷都不敢随意动他 贾文生之前 便与红一帮徐州据点 有过多次合作 倒还算合作愉快 只是这次 涉及到钦差大臣 他如今已经撕破了脸皮 对方岂会轻饶他 更何况 他们手中还捏着自己的把柄 与其等对方动手 不如自己 先去打他的措手不及 他心思微动 招手叫来黄师爷 富尔低声说了几句 那黄师爷闻言 便是一惊 旋即也便点了头 此事怕事不能善了 又一招手叫出一个暗卫 道 叫上两个人 明日与黄师爷一道前去 此时的驿馆 后院一间房子中 司警星手持一把手电筒 一点一点扫过地上 躺着的那具尸体 陈故端惨白的脸色 在手电筒的冷光照射下 显得愈发吓人 叫人看上一眼 便脚底生寒 清禅身为暗卫 见过的死人比活人也不少 胆子自不是寻常女子 可比的 他看着那小心谨慎 查验尸体的王妃 只觉自家王妃 实在胆子太大 这可是死人呢 王妃不仅看 还一点一点细细巴拉 那陈故端的皮肤 连眼珠子 口腔 指甲盖等等 都不放过 清禅不禁为自家王爷的后半生 感到一丝丝担忧 待司警星停下手 清禅才低声问道 王妃 可有什么发现 司警星摘下手套与口罩 回道 方太医说得对 这陈故端 的确是他杀 虽然伪装得很像自杀 但终究还是有些蛛丝马迹 走 先去巡河大人 看看他查到了什么 第198章 贾府有异动 何文清这边早得了馅 便一直等着 他再次见到司警星时 只觉节后重生一般 他躬身行礼 颤声道 好孩子 此次北上多亏了你 连续救我三次 这份恩情 老夫记在心间了 日后县主有用到老夫的 只管开口便是 老夫 必不退次 司警星见状 忙将何文清扶起 道 何大人 你我都是为皇上办事 何谈恩情不恩情 何况 我与昭月清四姐妹 自然不能见死不救 何大人 休要再将此事记挂在心 倒是见外了 他说完话 便瞥了眼窗外 巧声问道 大人 那臣太医之事 你怎么看 可查到些什么 何文清点头 正色道 县主的护卫 查到那饭菜下药后 便立即逼问了那一族 没一会儿便招了供 可侍卫到那臣故端房中时 便见他早已自意掉在房梁上 身子都凉了 可方他一看了一眼 便说 不似自意 更像是被人勒死的 方才请了外面的武座来查看 那武座说 他是被人勒死后 再将人挂在了那梁上 假作自意 可行凶者 却依旧没找到 此事的最终目标 是将我置于死地 只是事情败露后 那幕后黑手 便将陈故端杀人灭口 以防将他暴露出来 而在这徐州 只有一个人想杀我 那便是徐州之府贾文胜 他知我明日 便可去衙门查账簿 走访民情 他是急了 司警星细细听完 说道 无论他多么可疑 都是需要证据的 如今人证物证 都没有 是没有办法指证他的 另外 何大人有没有想过 或许 幕后黑手 并不是他呢 那岂不是找错了方向 何文清文言 微一琢磨 便点头说道 县主心思细腻 那我便先慢慢查找着 以便看看众人反应 再顺藤摸瓜 司警星却是提到另一件事 道 这些事都可以先放一放 只称外北郊 那处患病灾民 急需救治 这结果眼上 那些太医不敢造次 就别让他们再嫌着了 我这里有一位医学世家 在宿州徐州一带 很是有名 届时 我让他带上医病药方 前去协助何大人 何文清听到这话 立即朝着司警星 攻身一拜 道 县主 大善 我和某明日定会促成此事 县主心系百姓 是徐州百姓之福 司警星却笑道 如今何大人的名声 在徐州不是很好 您可要多做些心理准备才是 何文清文言 面上也是无奈一笑 道 为官十余年 倒是头一次被百姓 扔菜叶子与臭鸡蛋 也算是对我的督促吧 为官不为百姓 凭何为官 他是一介文官 又是御史台的严官 职责便是监督文武百官 清正联名 他自己更是要以身作则的 司警星见状 心知这何文清 是没受白日的影响 也便放了心 又说了几句话 便告辞离了去 待他回到宅子 已然是夜里十一点 登坡一整日 事业 司警星睡得急沉 一直到第二日 天色大亮 他才猛地惊醒过来 紫苏听到动静 端了温水进来 伺候了洗脸漱口 又端来了早饭 清缠子站在一旁 一边布菜 一边禀告道 墨秋在半个时辰前 说是贾府有异动 贾文生跟前的红人 黄师爷坐着马车出了府 他亲自去跟了上去 另外白熙去百夫楼 拿到了和颜里 郑家老太爷的败帖 他说着话 便将一张烫金败帖 放在桌子上 司警星伸手将那败帖打开 扫了一眼 道 那老爷子倒是出乎我意料 上钩如此快 一会儿我便要去挥挥他 清缠双眸一亮 说道 王妃 您的意思是 那老爷子 有来无回 司警星咬了一口豆沙卷 含糊不清地笑道 你猜 清缠 司警星吃好饭 却呼地回到 刚才清缠说过的话题 道 你说贾府的皇师爷出了府 那人可是贾文胜的军师 能派他出场 想来此事不小 清缠点头 道 墨丘也是这样说 所以特来告知王妃一声 紫苏将网筷收走 却又返回来说道 小姐 顾大当家来了 司警星坐在院中的主意上 又招手 让清缠搬来一个雾凳 叫顾安婿坐下 他这才开口道 顾说 你这一二日 怕是就要动身去驿馆 我已经与钦差大人那边提过此事 他对你极为欢迎 那顾安婿却道 县主 我今日来 便是想跟您说 我若日日前往北郊城外 会否有人注意到我 而后顺藤摸瓜 找到咱们这宅院 那岂不是将县主的行踪暴露出来 是已 我与我家夫人商量着 是否该出去住 司警星闻言 倒是没想到 这顾安婿想得如此周到 他沉吟道 无碍 你自去驿馆便是 对外只说 孩子与夫人 已经离了徐州 只是这几日 见面却是有些不便 毕竟你去北郊 那边异病蔓延 想来是要住在那边的 顾安婿闻言大喜 道 顾某还担心 若是将他二人移道搬走 县主看诊便有些不方便 如此甚好 司警星摆摆手 笑道 你且去准备吧 今日钦差大人便要 去知府衙门 想来北郊 随时叫你去 这里是一张方子 可缓解异病 是当初我在剑州时用过的 你且带着 与顾安婿交代完 时辰便不早 司警星回了房间 稍事装扮 再出来时 便化身为了一个偏偏美少男 直叫清缠与紫苏看得发愣 紫苏围着司警星转了两圈 不由笑道 小姐 你这个样子 是要徐州的小姑娘们 都没心思嫁人了 司警星此时一身白色衣袍 头发竖起 两道柳叶湾眉鹰 是被化成了浓黑剑眉 鹰气十足 他带着清缠 一路往百夫楼而去 他上次见过那老者 又听顾安婿提到过那人的病症 心里有些底 只是 不知那何眼里正 可会来 第199章 鱼儿上钩 带司警星到达百夫楼时 正瞧见一辆马车 急匆匆地从门前走过 他也没甚在意 只快不进了之前订好的房间 他走至窗边 正好能瞧见楼下的街道 他随意往下扫了一眼 却发现又一辆马车匆匆而过 似乎是有什么急事一般 不多时 敲门声响起 司警星与清蝉对视一眼 旋即便点了点头 那也已扮作男子的清蝉 随上前拉开了房门 他打量着门外 站着的老者 面无表情地问道 何事 对面老者见开门的是个年轻小丝 脸上带着笑 问道 不知锦宁先生可在 清蝉冷声道 我家公子不见外人 您还是走吧 那老者忙恭敬道 还烦请小哥带为通传一声 昨日以地上拜帖 不论公子 要材还是要鸣 我家老爷都能帮衬一二 清蝉紧皱眉头 道 老先生 您是听不懂吗 我家先生不见客 每日里地铁子的人多了去 我们先生也没见过几个 说什么名列 我家先生本也不稀罕 他说完话 便砰的一声 将房门关了上 司警星不禁闽唇笑着 这清蝉任性起来 倒与绿竹那丫头 有些相似 清蝉走近了些 低声问道 王妃 那老爷子来都来了 为何要拒之门外 司警星轻声解释道 那老爷子虽好糊弄 可他那儿子 却是个精明的 顾大当家分明说了 锦明先生脾气古怪 不愿被世人知晓 而他们一来 我却大门敞开 岂不露线 清蝉点头 如此一来 那里正便能放松警惕 正如房中主仆二人所料 楼下马车中的李正 听完老婆的禀报 心中的疑虑便捡了几分 此神医果真是个性情古怪之人 他抬眼望二楼的方向 看了一眼 道 那顾大夫说 他虽不重名利 却是个爱财之人 你再去 银子不是问题 那老者随即又上了二楼 敲响了司警星的房门 清蝉见这人又来 脸色更是不好 口气生冷地说道 老先生 方才与您说得很是明白 我家先生不接诊 您还是回吧 那老者倒也是个好脾气的 他不管清蝉语气多差 只笑着问道 我家老太爷腹痛难忍 已经数年 若仅您先生 能让那苦痛缓解一二 诊经必不会少的 还请小哥 带为通传一声 他说着话 便将一枚银钉子 塞进了清蝉的手中 清蝉轻壳一声 扬装出一副 剑彩眼开的模样 道 老爷子年岁大了 不比年轻人 想来我家先生也能理解 如此 那你便在此稍等一会儿 那老者忙躬身一拜 司警星捏起那银钉子 笑道 这家人出手真是大方 随手就是十两 他沉吟片刻 道 既然这么有钱 那自然是要给他行个方便 叫门外 那人进来说话 清蝉将门打开 道 老先生 我可是费了好多口舌 才让我家先生同意此事 你稍后进去 万万谨言慎行 若想看病 银子莫要网短了说 那老者攻身道 多谢小哥提点 待他进了房中 便闻到一股药材的清苦味道 他攻身一拜 行礼道 见过先生 司警星坐在书案前 写了几个强身剑破的方子 好一会儿才抬起眼皮 这才发现 这老者竟是李正辅上 开门的那老伯 他粗着嗓子 问道 你家是如何得知我的所在 那老者闻言 微微一愣 这先生看似年纪小 却果真是个不好相遇的 他心中一动 回答道 说起来 倒也是巧合 这几日在街上偶然间听到先生名号 昨日便斗胆递上了拜帖 还望先生整看整看 司警星也点头 在纸上写写画画 问道 你家老太爷是合并症 那老者一听 心下松了一口气 道 我家老太爷 时不时便腹痛难忍 寻遍大夫 都只是暂缓疼痛 却并不能根治 昨日里 那病又犯了 实在折磨人 司警星头也不太地问道 发病时 可有头晕 呕吐 发热之症 那老者摇头道 不曾有这些症状 司警星这次 倒是抬头看向那老者 说道 若我没猜错 此病名为慢性郎伟严 这病我能治 只是 你应该听闻过 我看诊的枕筋是高些的 那老者一听 这小先生的确比之前那些大夫 要强上些许 那些大夫把卖问诊忙活办上 却只是开些止疼药 根本说不出是合并 他立即恭维道 小先生医术高明 我家老太爷这病有救了 枕筋自食没问题 小先生您说多少便是多少 他说完话 便见那数案前的小公子 缓缓伸出一根手指头 他本想说是一百两 后又想到这小公子枕筋极高 也便笑道 一千两 小先生医术精妙 要这枕筋 也是应该的 思锦兴却摇头 轻飘飘说道 一万两 那老者闻言 脸上的笑便挂不住了 一千两的枕筋在徐州府 可是前所未见的 即便是整个龙银 那也是少有的 怎的这小公子 竟敢开口要一万两 他知道 那是多大一笔银子吗 思锦兴见老者一副 不可能的表情 便挥挥手 道 你且去吧 与你家当家的商议商议 若知的话 两日内来 我后日便要离了这徐州府 那老者闻言 立即转身离去 李正与老太爷坐在马车中 正等得有些不耐烦 便见那老者回了来 听到枕筋一万两 马车中的二人均是一愣 难怪那顾安旭说 这神医性情古怪 枕筋极高 老太爷轻叹一口气 道 走吧 此人定是讹人的 哪里听说过一万两的枕筋 李正威意私存 却说道 顾家医术在宿州徐州 都是极为高明的 他都推荐之人 想来是当真医术高明的 父亲这病每每痛起来 都无法忍受 儿子看着也心疼 一万两便一万两 只要他能将病整好 那便是值得 他说完话 便让那老者上去通船 自己则下了马车 又扶着老太爷也下了马车 司警星站在窗台前 看着那里 正扶着老太爷进了百夫楼 却在这时 他余光中闪过一个 形色匆匆之人 那人看上去十分面熟 只是在转眼寻去 却又没了踪影 第二百章 任性的小神医 司警星又往街道上扫了几眼 也都没再瞧见那人 此时 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 他便收了目光 走至书案前坐下 清禅将房门打开 看向门外的三人 猝眉道 怎么来这么多人 到底是哪个人看诊 李正文言 眸光扫过眼前年轻小思 那神医脾气古怪也就罢了 没成想 那人身边的小医童 也是个坏脾气的 他抱拳说道 是我家老父亲看诊 只是他老人家身子不好 我便跟了上来 不知可否行个方便 清禅冷冷瞥了一眼 嘀咕道 事真多 那你们二人进来吧 我家先生不喜人多 那里 正忙点头致谢 让先前来的老者守在门外 他亲自扶着老太爷进了门去 他一进门 便见一峻翘后生 正坐在书案前写字 他两道浓眉微皱 快速地往房中扫了一眼 便见并无其他人在 所以 眼前这年轻人 便是所谓的神医 是否太过年轻了 只是 这都进了门来 便笑着打了招呼 小先生 笔原姓丁 这是我家老父亲 还劳烦您得看看 司警星站起身来 让那老太爷 躺到内室的床榻上 他伸手按压那人的右下腹部 虚愚问道 可是这里疼 每次疼痛的位置 基本都相同 那老爷子本还觉得 一个年轻人能懂什么 自己定是 被那顾先生诃骗了 可此时 自己什么都没说 这小先生便直接找到了疼痛部位 而且位置极准 他连连点头 说道 是这里 每次都是这里 司警星把了卖 又问道 是否吃多了 便感觉账赌难受 排便也不畅款 这几年 这几年也销售不少吧 一听这话 那老爷子心头一震 这小先生果真不同 这些事 竟都被他一一说中 那时不时的腹痛 毕竟不是每日都疼 但每日里都吃不下什么东西 着实难受 他忙回应道 小先生说得不错 不知我这病 要如何治 司警星收了手 站起身来 看向那里证道 这病短则三日 多则七日 丁老爷若治 留下诊经 便可先行离去 那里正文言便问道 先生的意思是 要将老父亲 留在这百夫楼 司警星看向他 应道 不错 老爷子这病 拖了五六年 属实有些严重 那里正如今也知道 这年轻大夫 确实有些本事 只是要他留老父亲 在外面 心中便有些不安 他看了眼 那已经坐起身来 面上带着几分期待的老父亲 试探问道 只是 我家老爷子从未在外住过 做儿女的 怎放心他一人在外 不知先生 可否去我家里住几日 诊经可以在家 这话一出 司警星便冷了脸色 对着清禅道 送客 那里正一听 盲白手道 先生默脑 先生且听别人说几句 清禅却打断他的话 冷声道 这位老爷 我家先生本事要 后日便要 离开许州 为了你家老爷子 都要改日子 所有原本定好的事 都要跟着改 你如今还要为难 我家先生适合盗脸 我家先生本也不想 被世人索扰 既如此 还请您离开吧 那里正文声 到了嘴边的话 也便说不出来了 他看向自家老父亲 见他不住地点头 值得说道 那便一先生所言 只是家仆是否可以 留在百夫楼做个照应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准备 送往贾府的一万两银票 递了过去 司警星却是看也不看那银票 只是眼皮一掀 说道 我做事不惜被人监视 你若不放心 可每日有时 派人来看一下 如若不然 还是另请高明吧 那里正见状 盲白手笑道 交给先生 丁某自然是放心的 那 那丁某便先行一步 不打扰先生做事 轻缠一台手 对着那里 正做个请的姿势 那里正坐到马车中 聊起窗漫 随手招来两个下人 道 你二人再次盯紧了 一旦那二楼天字号的 雅间中有一栋 立即这人通知我 那二人应下 便转身 先后进了那百夫楼 司警星站在窗边 看着李正的马车离去 才看向那老爷子 道 老太爷 这病治起来有些疼 我先给你打些麻沸伞 能防着你疼晕过去 那老太爷这些年 可是被那腹痛折腾不清 他忙说道 好好 赵先生说得半就是 他说着话 便见那小先生手中 不知何时多了的管状物 上面还带着银针 他不禁问道 先生 这是何物 司警星示意他将手臂露出来 道 这是我新研制出来的麻沸伞 效果更好 清长看着已经昏睡过去的老太爷 说道 外面有两个人 想来是那里正留下的人 王妃 如今 要如何脱身 司警星看了眼窗外 道 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你只管去巷子口等我便是 清缠领命 他相信自家王妃的本事 眼看着清缠离去 司警星也不耽误 立即将那老爷子 拖到了姓林雅旭的二楼 他自己则换了一身女装 才闪身出来 又贴近房门处 再通过姓林雅旭穿墙而过 一身女装的他 自然没引起楼下两人的注意 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百夫楼 又在巷子口与清缠会合 带到他们二人回到宅院时 白希便立即来报 王妃 莫丘受伤了 司警星闻言 立即道 他如今人在何处 伤得可严重 白希在前面带路 担忧道 王妃请往这边走 他后背一道剑痕疾身 似乎是中了毒 流泻不止 一听这话 司警星脚下步子加快 又问道 早上 莫丘是去跟踪那皇室一二去 莫不是中了贾文胜的圈套 我会发现 你家发现 我道 OFT上 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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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